清晨 酒店套房中 一个青年从睡梦中迷迷糊糊醒来 清秀的面庞上还带着几分未彻底清醒的茫然 不过当他看到四周的环境时 瞳孔猛的一缩 整个人彻底惊醒 这 这是 重生了 而且还重回到在地球时的年少时代 青年感受着脑海中翻涌着的浩瀚记忆 神情惊恶 游子有些不可置信 青年名叫苏云 在前世机缘巧合踏上修仙之路 纵横还宇 搏战宇宙万族 悠悠千载踏着无尽百股尸骸 他终成先王之位 只可惜 他在正道不朽时 没能度过不朽节 生死殉灭 可他没想到 自己竟然重生回了千年之前的地球 回到了自己二十岁的时候 没想到我正道不朽失败 居然还能重来一世 苏云笑了笑 眼中迸发出逼人的神采 前世他度不朽节 之所以失败 这其中有天地伟丽的阻碍 也有一些存在的人为干扰 但更主要的 还是苏云自身没有斩尽的心魔 前世 他有太多太多的遗憾 有些事情 更是令他悔恨终身 当时 他自身太弱小 根本无力阻止那一切 等到未来 有了威慑九天十地的盖世修为 可却无法逆改什么 这种种的一切 都是隐于他心底的心灵破绽 也是心魔种子 而既能够重活一世 他终于有机会弥补这一切 云州 我回来了 苏云轻声低语道 话语中 透着一股仿佛要压垮整个城市的森寒之意 云州 这是上一世 令他受尽屈辱和不幸地方 当时的他 只以为自己这次来云州 只是一趟普通的暑假游玩之旅 可谁知 却是毁去了他的一切 他被人栽赃陷害 从随身的背包里 被搜出了大量的毒品 而且 还有其他路网的毒贩 也指证了他 人证物证俱全 结果他被判了十几年 从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一下子变成了阶下囚 父亲不惜变卖家业 倾家荡产 替他奔走深渊 可却被人骗光钱财 等到十几年后 他刑满释放时 父亲早已经抑郁而终 他连最后一面都没能见上 而十几年的牢狱生涯 也让他和社会脱节 没有一技之长在身 他只能去捡垃圾 去流浪乞讨 就这样浑浑噩噩的 又活了几年 终于 他在一次意外中 得到了特殊机缘 破而后立 踏上了修炼之路 从此开启了他前缘先王的传奇 不过 哪怕是先王修为 也无法让已经死去的人复活 也无法弥补 已经过往的遗憾 这些心灵的缺憾 再度不朽结识 全部都化为心魔一举爆发 好在今生重来 一切都还来得及 上一世迫害过他的人 他统统不会放过 所有一切都将清算 这时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苏云拿起手机一看 上面来电显示的备注是老爸 喂 儿子 你到了云州没有 电话接通 听着电话另一头 那熟悉的粗广嗓音 苏云鼻尖一酸 眼眶不由湿润起来 上一世 父亲的死 是他一生最悔恨的事 爸 我昨晚就到云州了 网上提前订好的酒店 你就别担心我 我都二十了 苏云含混地说道 不想让父亲听出 自己声音中的异样 电话那头的苏傅文言 爽朗地笑了笑 道 对了 我刚刚已经和你周叔联络过了 这次他会带你在云州 好好玩一玩 他对这里可熟得很 不用担心麻烦人家 我和你周叔 那是郭明的交情 还有 你周叔有个女儿 名叫周璐璐 我也见过几次 不仅漂亮 也很有礼貌 听说去年就考到了 燕京电影学院 以后说不定会成为大明星 老爸这次 也算是给你创造了机会 你自己也要加把劲 你以后要是和陆陆能成了 我们两家也算是亲上加亲了 苏云听着老爸的叮嘱 笑呵呵地道 好了 老爸 我过了暑假也才大三 你说这个太早了点吧 也不早了 再不抓紧 好姑娘都要被人抢走了 好了 我这边还有事 就不和你多说了 自己上点心 苏傅又叮嘱了几句 然后便挂断了电话 也一下子收敛 眼神瞬间阴沉了下来 房间的气温都似乎一下降低了 他上一世的不幸 可和这周叔一家脱不了干系 周叔名叫周广志 和苏云父亲苏白河 那是从小玩到大的老铁 而且年轻时还一起当过兵 是同班的战友 一直被苏云父亲视为最可靠的朋友 曾经有一次 周广志得罪人 被一群人围殴 也是苏白河替他挨了一击狠的 导致右腿粉碎性骨折 留下了终身的残疾 可谁能想到 这么一个被父亲视为生死兄弟的人 却在前世他被冤枉入狱之后 骗光了父亲的家财 而且他被冤枉入狱 也与周广志的女儿周露露有关 前世 见到周露露后 他确实被周露露的美丽和温柔给迷住 发起了勇敢的追求 可换来的却是被恶意戏耍和愚弄 最后 他还被周露露的一个富二代男友 设计陷海 送入了监狱 周广志 周露露 张鹏 苏云嘴中念叨着一个个名字 冷冷笑道 这一世 我重生归来 便陪你们好好玩一玩 曾经你们家诸在我身上的屈辱和痛苦 我都必定十倍 百倍还给你们 虽然这次重生之后 他已经没有了那横压九天十地的无上先王修为 但他脑海中有前世千年修行的记忆 千年的修炼经验 千年的薄杀征战 无数的神功绝学 无数的神通秘术 这一切 都将是他奥立当时的根本 我现在这句身躯 还是太弱了 必须得先将肉身体魄 修炼大成 苏云感受了一下自己现在的身体 轻叹了口气 实在太弱小了 修炼知道 炼体乃是基础 是踏上修仙之路的基石 体魄不够强大 那一切都是空谈 房间内 苏云随意地盘坐在地上 双目微闭 陷入沉思 前世 他踏足修炼之路的初期 因为缺少炼体之法 所以炼体的速度并不快 不过如今 他脑海中有着太多的功法秘术 特别是有一些 乃是属于宇宙万族中某些逆天种族的不传之法 我所知的那些炼体助击之法 最适合我目前情况的 应该是九旋吞灵绝 运转此法 可以在最平级的天地环境中 吞吸出天地灵气 解灵气炼体 苏云暗自沉吟道 他很清楚 现在的地球 天地灵气太稀薄了 一般吐纳灵气的功法 效果有限 甚至一些人 只能通过外力断打刺激 或者浸泡药语等方式 进行炼体 苏云自然不必如此 他沉心静气 开始运转九旋吞灵绝 下一刻 以苏云为中心 方圆十丈之地的天地灵气 都如同向苏云这边汇聚而来 苏云整个人就仿佛化身成了黑洞 不断地吞纳的元气 仅仅几秒钟 方圆十丈范围的灵气 就消耗一空 苏云眉头皱了皱 也是有些无奈 现在他的实力太弱 能够吸纳的天地灵气范围 也就只局限在自己四周的十丈之地 只有等实力提升了 吸纳灵气的范围才会变大 现在 十丈区域的灵气被吸干之后 就只能等其他地方的灵气 重新填补这里的空缺 这个过程 有些缓慢 苏云可没有心思就待在原地等 当下 他换好衣服鞋子出门 不疾不徐地往外前行 在这个过程中 他依旧在运转九旋吞灵绝 整个人就像是一个移动的黑洞 走到哪里 哪里的天地灵气就被吸干 渐渐地 苏云身上的皮肤 渗透出了一层黑乎乎的脏东西 苏云毫不在意 这是炼体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舞者炼体 共分为九品境界 这是一个对自己身体不断开发 不断掌握的过程 境界每突破一层 身体都会排出一些糟粕和杂质 肉身体魄 会发生飞跃性的提升和蜕变 苏云无意识的前行 从早晨一直走到了日落黄昏 又从黄昏走到了深夜 然后又到第二天清晨 他走了一天一夜 身上则是一次次第吸出杂质糟粕 这个过程已经足足进行了六次 一天一夜 他已经是六品舞者 这样的效率若是让修炼界的人知道 恐怕能够把人活活吓死 此刻 苏云体表的黑色杂质 已经累积厚厚一层 都快结成那壳了 他抬眼望去 前方不远处正好有一座大湖 金霞湖 苏云愣了一下 没想到自己竟然不知不觉走到了这里 这金霞湖也算是云州的一处正名警官 日出之时 金霞湖上雾气蒸腾 阳光一照 犹如金色祥云笼罩在湖面上 每天早上过来金霞湖观景的人 络绎不绝 现在距离日出时间还早 苏云看了看自己满身的污垢 又看看周围没人 扑通一声就跳入金霞湖中 然而 就在苏云跳入金霞湖没多久 就有两辆车 缓缓驶来 停在了金霞湖边上 打头的是一辆黑色汉马 后面的则是一辆顶级的豪华商务保姆车 汉马上下来三个身材精壮的男子 一身彪悍气息 容颜绝美的女子 搀扶着一个老者从车上下来 后面 竟然还跟了一个随行的医生 二十年没回云州了 能在闭眼之前 还有机会回来看看这金霞湖 也够了 老者气色不太好 惨白的面庞上透着一丝青灰之色 爷爷 你以前是操劳过度 心力耗损太过 这次退了下来 就在这边好好调养 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搀扶着老者的女子 容颜精致 哪怕没有化妆 也依旧美艳绝伦 不过此刻 他眼中流露着一丝丝悲异 生老病死 都是难免的 到了我这个年纪 早就看开了 老者笑了笑 纵视面对生死 也依旧有一股从容不迫的气度 他走到金霞湖边 看着金霞挣腾的湖景 眼底深处 闪过一抹不舍 若有一线生机 谁又真的愿意死呢 爷爷 年轻女子 还欲在说些什么 哗啦 这时 湖水中猛地溅起一大团浪花 有一道身影 从湖中冒出来 这一下变故 灯时让那三位负责警戒的金壮男子 脸色大变 为首的一位男子 脸上有着一道猙獰的刀疤 此刻全身肌肉绷紧 如同一只猛虎 似乎随时都要扑出 后面两位金壮男子 更是习惯性地将手放在后腰 似乎要掏出什么东西 他们可是深深地知道 自己保护的这位老人 身份是何等的高贵 虽然已经命不久矣 但如果现在在自己手里出了事情 那后果不堪设想 整个云州都将迎来一场 天崩地裂般的震动 苏云洗净了身上的污垢 从湖中冒头之后 也注意到了湖边的这一群人 不过他并没有在意 自顾自地爬了上来 你是什么人 在这里干什么 刀疤男目光如阴笋一样盯着苏云 身上散发着危险的气息 听到对方这种命令般的口吻 苏云眉头皱了皱 前世身为万仙之王 何曾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 我是什么人 在这里干什么 还需要跟你交代吗 我在这里游泳 行不行 苏云面无表情地说道 此话一出 刀疤男脸上顿时涌现一抹凶光 大清早跳到金霞湖游泳 简直是将他当白痴啊 不必问了 直接把他拿下 跟在老人身边的年轻女子 冷冰冰地开口 苏云露面的方式太怪异了 不能让人不多想 不管是不是杀手 都先拿下再说 老人见到这一幕 也没有阻止 他这一生 见过了各种各样的凶险 遭遇的刺杀 也不计其数 在安保方面 他从不会去干涉 刀疤男点了点头 往前走出 拦在苏云面前 说道 小子 你给我乖乖站到一边 等一下配合调查 不要逼我动手 苏云咧嘴一笑 道 你还想跟我动手 刀疤男沉声道 你要是不配合 那我就只能动手了 说话间 刀疤男脚尖在地上用力一年 咔嚓 他脚下地面铺着的一块条石 崩裂出一道道裂缝 如果是普通人 看到他露的这一手 足可以被吓得干颤 不过苏云看了 却是微微摇头 道 我没时间配合你搞什么调查 让开 嗯 敬酒不吃吃罚酒 刀疤男眸光一沉 然后闪电般出手 一把扣下苏云的肩膀 可没等他触及苏云的身体 苏云冷冷地喝道 滚 滚 苏云紧紧吐出这个字 其他人还没觉得有什么 可是站在苏云面前的刀疤男 却是脸色狂变 只觉得有无穷雷霆乍响 他感觉有一圈圈的音波 巨涌冲击过来 碰 下一刻 刀疤男闷哼一声 就犹如被锯锤砸中了一样 整个人倒退了七八步 脸色惨白如指 你 你 刀疤男如同见了鬼一眼 看着苏云的目光 充满了恐惧 另外两个精壮男子 此刻毫不犹豫 从腰后拔出了手枪 对准苏云 别动 都别动 快把枪收起来 刀疤男看到这一幕 脸色变得越发白了 发出杀猪一样的尖叫 他连忙挡在两个精壮男子的瞄准视线 然后冲着苏云攻身道歉道 这位先生 他神情恭敬地低下头 徐决 你在搞什么鬼 还不快点拿下 齐青兰忍不住轻斥道 他看到刀疤男 先是被苏云喊了一个滚字下退 现在又低三下四地跟人家去道歉 简直莫名其妙 不过他话还没有说完 旁边的老者就已经伸手拦住他了 青兰 不得无礼 这位先生乃是世外高人 老者神情凝重地说道 齐青兰愣了愣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爷爷 脸上竟然流露出这种神情 这位先生 老朽弃国正 刚才的事就是一点小误会 还请先生不要计较 老者也抱拳拱了拱手 既然是误会 那便算了 苏云淡漠地点了点头 然后自顾自地走到了不远处的一个古树下 盘坐下来 既然来到了金霞湖 他准备欣赏一下 待会日出之后 湖上霞雾蒸腾 金色祥云铺盖湖面的美景再离开 至于齐国正义行人 虽然看着身份非凡 但苏云也懒得去结交 世俗之人再是有权有势 在他眼里也是蝼蚁 看到苏云走远 那被称为许军的刀疤脸 方才如是重负地长出了口气 齐国正也是心神一松 君哥 你没事吧 两个精壮男子已经将手枪收起 看到许军面色惨白地走了 都立刻迎了上去 我被震伤了脏腑 虽然暂时以内境压住了伤势 但接下去得好好休养一阵了 保护其老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 许军捂着胸口说道 许军 你受伤了 什么时候的事情 齐青岚这时才反应过来 一脸的不可置信 就在那人呵斥让我滚的时候 以阴波尽力 震伤了我 许军一脸苦笑道 所以 我才及时道歉退让 这怎么可能啊 齐青岚美眸瞪圆 仅仅喊出一个滚字 就将人震伤了 这在他看来 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没什么不可能的 齐国正这时候 也悠悠地叹了口气 他虽然自己不修武道 但是曾经身居高位 见过各种奇人异事 知道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隐秘 对于那些世外高人存有敬畏之心 他曾经就见过一个艺人大师 据说修炼佛门狮子吼宫 一吼之下 直接将一头牛 震得七孔流血而死 可许军 你不也是高手吗 怎么面对那人会如此不堪 齐青岚还是有些无法接受 他是知道许军底细的 乃是曾经某支特种部队的教官退役 赤手空拳 可以轻松打倒十几个持蟹壮汉 一拳打出 能够击断碗口粗的数 青岚小姐 你不通武道 所以才不知道那人的可怕 我这点本事 在对方面前根本就是笑话 许军说道 军哥 那人再是厉害 也挡不住我的子弹吧 一位精壮男子不服气道 蠢货 以那人吐自伤人的手段 武道境界之高 已经不是我能想象的了 别说你们两把枪对着他 就算是十几把枪 也打不中他 许军呵斥了一声 咳咳咳 这时 七国正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 大家都停下说话 爷爷 湖边风大 你这身体不合适久留 我看还是立刻回去吧 齐青岚一脸关切地说道 不碍事 再等一等 金霞盖湖的警官 马上就要出现了 齐国正摆了摆手 态度坚决 齐青岚也不好再劝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到金霞湖的人也越来越多 朝阳出生 阳光清晰而下 金霞湖上方雾气涌动 在阳光下 犹如降云浮动 苏云盘坐在地上 静静地欣赏 片刻后 随着温度升高 水雾消散 不过这时 他听到不远处 响起了阵阵惊呼 原来 齐国正在看完了 金霞湖的警官后 心神松懈 竟然无力地瘫倒在地上 本就十分难看的面色 竟是越来越白 他们随行的医生 已经拿出急救箱 便携式氧气瓶等开始急救 青岚小姐 齐老现在情况很危急 我现在以针灸之法 稳住他的心脉 一个小时内 必须要送到天河医院 随行医生 是个国字脸的中年男子 他一边在齐国正身上 扎着一根根细长的银针 一边冲着齐青岚说道 云州市 作为天南省的省会 有着全省最好的医疗资源 其中天河医院 更是全省第一的医院 我已经打电话通知了张院长 召集医院里 最顶级的几位专家会诊 医疗直升飞机十五分钟 就可以到这里 在这之前 古医生 你一定要保证我爷爷的安全 齐青岚沉声说道 放心吧 一个小时之内 有我银针保命 就算是阎王爷 也休想从我手里带走人 古兴医生语气中 流露出一份傲义 苏云从旁边走过 目光扫了一眼齐国正 暗自摇了摇头 没有停步 继续往外走 不过 就在他收回目光之时 他视线突然落在齐青岚的身上 此时 齐青岚正半跪在地上 搀扶着齐国正 低头之间 有一块血色的玉佛 掉坠入了出来 苏云瞳孔微微一缩 身形突然顿住 先生 许军看到苏云站在旁边不走 顿时又是一阵头大 现在齐老情况危急 他已经焦头烂额了 偏偏苏云又站在一旁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齐青岚 要是起了胆心 他还真应对不了 这位老先生的状态 非常的凶险 就算送到医院 也没什么大用了 只有我出手 才能保他一命 苏云淡淡说道 苏云此话一出 不仅许军和两个保镖一正 就连齐青岚都不又抬起头 你能救我爷爷 齐青岚皱着眉头问道 语气中明显流露着不幸 他虽然牵挂爷爷的安危 但却并不慌乱 依旧保持着绝对的清醒和理智 不错 我能救他 只要你将身上 带着的那块玉符吊坠给我 我便救你爷爷一命 苏云淡淡说道 你要我的玉符 齐青岚眸光一沉 这玉符吊坠 是他满月时 齐国证送给他的 二十多年来 从不离身 对方竟然敢趁火打劫 在自己爷爷生命垂危的时候 还来蒙骗他的玉佩 若是换成寻常人 他早就让许军出手 把人丢出去了 不用说了 我爷爷自有医院专家救治 就不劳你费心了 齐青岚咬牙切齿道 这位先生 你看 许军硬着头皮 挡在苏云面前 他也不相信 苏云可以救齐国证 虽然他知道 苏云修炼武道 实力很强 可是再强 那也是杀人的手段 和救人医术 都完全不相干的 苏云看到这一幕 也没有再进前 只是摇了摇头 道 罢了 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 错过了我 他今天必死无疑 以他先王的身份 说出这样的话 几乎等于是 判定了齐国证的生死 他说 齐国证今天必死 那绝对就看不到明天 住嘴 你竟然敢诅咒我爷爷 齐青岚冲着苏云 怒目而视 我再说事实而已 如果我没说错的话 你爷爷最近一两年 身上的那副气脏 在急速衰老 那种衰老的速度 是正常情况的十几倍 到了现在 各器官都已经快要丧失功能了 苏云轻描淡写地说道 齐青岚文言猛地抬头 不可置信道 你怎么会知道 原来 齐国证的情况 竟然和苏云说得分毫不差 这两年来 身上各器官急速老化 已经快要丧失功能了 家族中 也准备在齐国证 坚持不住的时候 便将齐国证 送到重症监护室 以各种先进的医疗仪器 替代人体气脏的部分功能 来维持齐国证的生命 不过真到那一步 就跟活死人没什么分别了 永远只能插满各种仪器 待在监护室里 苟延残喘 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我就问你 现在是否愿意让我出手 苏云说道 齐青岚这下犹豫了 他本来以为 苏云先前说能救人 是随口胡说 目的是为了骗走自己的御佛掉坠 可是现在 对方竟然分毫不差地 说出自己爷爷的情况 齐青岚只犹豫了一瞬间 便果决道 好 你的条件我答应了 只要你能救我爷爷 这块御佛掉坠 就归你了 要御佛可以 前提是得救下他爷爷 青岚小姐 你怎么能答应呢 刚刚给齐国正扎完 真的那位古医生 听到这话 当时就急了 他本来以为 齐青岚的精明 根本不会理会 对方的无稽之谈 可没想到 竟然真答应了 青岚小姐 关于齐老的病情 说不定就是 他事先打听好的 你绝对不能让 这种来历不明的人 接触齐老啊 古医生焦急道 齐青岚在有了决定后 反倒显得很坚决 古医生 就让这人试一试好了 我会盯着的 他若真敢耍手段 不管他是什么来历 我们齐家都绝不会放过 齐青岚沉声道 古医生一听 气得直跺脚 他这次被分拍到齐老身边 要是齐老出了问题 他也是要被连累的 他劝不动齐青岚 立刻恶狠狠地盯着苏云 说道 小伙子 我劝你不要胡来 齐老的病情非常复杂 连我都没有办法医治 你算什么东西 竟然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苏云目光扫了一眼对方 那你又算什么东西 敢在我面前这么说话 古医生听到这话 压着心中怒气 傲然道 我是古全涛 古全涛 不仅是天河医院 中医内科的主任医师 还在省保建局挂职 平日里都是负责给省委的 大领导们看病 心中自有一股傲气 连他都无法医治的病 他根本不相信 一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子 能够治好 在他看来 苏云也就是和许军 那些家伙一样 只是手脚功夫不错的莽夫而已 古全涛 没听过 麻烦让让 不要耽误我救人 苏云一把推开古全涛 走到齐国正面前 古全涛拦不住苏云 气急道 你连齐老的病情都没搞清楚 你怎么治 有什么搞不清楚的 这位老先生是中毒了 要想救他性命 得先解毒 苏云语气平淡地说道 中毒 怎么可能 齐老的血液检测 都进行了数十次 要是中毒 早就检测出来了 你 混蛋 快住手 古全涛说到一半 声音一下变得尖锐起来 因为他看到 苏云竟然将他 先前扎在齐老身上穴位的银针 一根根拔了出来 快阻止他 我以银针次学之法 才勉强护住齐老的心脉生机 他一拔出来 会要了齐老的命啊 古全涛发出杀猪一样的尖叫 许君和两个保镖 都立刻要冲上去 都等等 齐青岚眼睛通红 死死地盯着苏云 让他继续 苏云闻言 倒是对这女子又高看了一分 秦岚小姐 古全掏一跺脚 走到一边 掏出手机 我现在只能通知齐二先生 另一边 苏云在将银针全部拔出之后 手指在齐国正身上快速点过 每一指落下 都有一股柔和的净力 渗透进入齐国正体内 片刻之后 齐国正身子突然一阵抖动 然后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 血液呈现暗红之色 当中进入 还有一条条细小无比的怪虫 看到这一幕 齐清兰等人都是勃然变色 苏云动作不停 一只手放在齐国正后背 掌心中 堵入一股股精纯的精气 滋养齐国正的五脏六腑 很快 齐国正就清醒过来 虽然脸色依旧有些发白 但是精神头却很好 齐清兰等人都看待了 这效果 也实在太显着了 刚刚打完电话的古全涛 看到这一幕 也是目瞪口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爷爷 你 你感觉怎么样 齐清兰连忙上前问道 齐国正常常的出了口气 道 感觉浑身都松快了 已经很久 没有这么舒坦了 看到气色明显好转的齐国正 所有人都是瞠目结舌 在看向苏云时 灯食精若神人 苏云没有理会众人的注视 静止来到齐清兰的面前 伸手摊开 拿来吧 齐清兰微微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对方是跟自己索取那枚欲坠 这位先生 我们能否再商量一下 换一个条件 齐清兰眼中闪过一丝不舍 楚楚动人的看着苏云 说道 只要你愿意 多少钱都可以 他实在舍不得那玉佛吊坠 二十多年佩戴 从不离身 这吊坠 宛若他身体的一部分 苏云面无表情道 拿来 我不想再说一遍 你 见到对方如此不通情面 齐清兰不由一阵气急 不过没等他再说什么 齐国正的声音从旁传来 清兰 君子一诺 胜过千斤 齐清兰娇躯一颤 只好不甘心地 将玉佛吊坠取下 递给苏云 玉佛吊坠 血色通透 触感圆润 还带着一丝丝 齐清兰的体温 苏云拿在手中 轻轻地以手指抹撒着 似乎非常享受 齐清兰看得心中 闪过一丝羞脑之意 这可是他的贴身之物啊 这位先生 不知这枚玉佛吊坠 有何特殊之处 齐国正询问道 这吊坠 是齐国正当年无意中得来的 才是非常特殊 齐国正 甚至还请过几个玉石大家鉴赏 可那些大家却都纷纷表示 从没有见过 质地如此奇特的玉石 称之为万中无意的神玉也不为过 齐国正这才将这玉佛吊坠 送给了当时刚满月的齐清兰 以玉养人 这么些年来 齐清兰也确实是百病不生 而且 福运也异常浓厚 纵横商场 无往不利 才二十几岁的年纪 就掌控着天南省鼎鼎有名的天青集团 这枚玉佛吊坠 乃是以仙天血玉雕筑而成 苏云淡淡说了一句 能得到这么一件宝物 他心情颇为不错 仙天血玉 那是修成了仙天灵体的高手 以自身气血 常年蕴养美玉 才造就的瑰宝 这种东西 落在齐国正和齐清兰这些 不通修行的凡俗之人手里 基本没什么作用 只能辟邪养身 可是在苏云手里 那就不一样了 他能将玉石中的 仙天血气精华抽取出来 炼化之后 可以让自己身躯体魄的淬炼 一下子跋升几个层次 仙天血玉 齐国正和齐清兰都是一论 显然是没有听说过 苏云也没有进一步解释的意思 将玉佛吊坠收起之后 就准备离开 不过在走之前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冲着齐国正说道 你种的是苗疆古毒中的食生蛊 蛊虫寄身你的五脏六腑 与之融为一体 不断地吸食你脏腑气脏的活性生机 常规的医学手段 是检测不出来的 这次我虽然帮你解了蛊毒 但你之前气脏老化 却无法逆转 齐国正曾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老谋深算 如何会听不出苏云的言外之意 就连齐清兰也听得出 苏云口中说的高人 就是指他自己 还请先生再示援手 齐国正恭敬地行了一礼 他终究还是没有看破生死的豁达 既然知道有机会能活得更久 他自然是要争取的 嗯 苏云点了点头 要替你逆天夺命 不是不可以 不过代价很大 你五脏六腑生机活性 皆以激进枯竭 想要令他们重新焕发生机 需得以灵药滋补 只要你们能够收罗来足够的百年灵药 最好是千年灵药 那我就能炼出灵丹 补你亏损 再延寿命 此话一出 场内众人都被镇住了 尤其是那位古医生 更是嘴角抽搐的厉害 百年灵药 在如今便已经是绝世奇珍了 有钱都买不到 草药一旦生长足百年年份 药性都会有惊人的变化 已经脱离了一般的草药范畴 被称之为灵药 至于千年灵药 此事 我齐家会尽力半妥 齐国正深吸了口气 随即冲齐青蓝使了个眼色 齐青蓝当即上前 从随身的包中取出了一张金色的卡片 一面印着天青集团四字 另一面则只有一个手机号码 我齐家在云州 也算是小有势力 先生若是想拆人办事 打这个号码就行 天青集团所属各产业 钱财物品 人员调度 先生一言可绝 齐青蓝声音清冷 眸光平静 已然恢复了云州商业女王的风范 苏云接过金色卡片 稍一打量 便收了起来 齐青蓝也记下了苏云的号码 直言一旦百年灵药有消息 便会通知苏云 对了 还未请教先生名讳 齐青蓝问道 苏云 苏云说完之后 便施施然离开 看到苏云的身影 彻底消失在视线中 古拳涛才凑上来 小声说道 青蓝小姐 齐老的身体状况 气脏老化严重 就算是寻常的药补都承受不住 那人却要以百年灵药滋补 我总觉得有问题 或许 他所要百年灵药 另有目的也说不定 齐青蓝带眉微皱 冷声道 我不管他是不是有其他目的 只要他能给我爷爷续命就可以 你要是能做到 我也一样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古拳涛背对的面旁战红 不再吭声 齐国正冷眼旁观 也没有说什么 要是古拳涛敢当着苏云的面说那番话 他还会佩服其勇气 现在背后一人 实在令人轻视 齐老 要不要我 让人去暗中调查一下那人的身份背景 保镖许军上前请示道 齐国正摇了摇头 道 不必了 这等世外高人 心思捉摸不定 若是被他知道我们在调查他 引起误会 反而容易节外生枝 还有 今日之事 所有人都给我保密 齐国正目光威严的扫尸场那几人 不仅仅是关于苏云的消息 还有他身上古毒解除的消息 也一样要保密 一旦消息泄露 打草惊蛇 那在想调查 是谁给他下古毒 那就难了 回到酒店后 苏云立刻迫不及待地 取出了那块玉佛吊坠 他盘息而坐 再次运转九旋吞灵绝 开始汲取玉佛吊坠中的先天血气精华 武者练体的九重境界 苏云借助九旋吞灵绝 一日一夜便连破六重 可在第六重到第七重之间 却是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 在正常情况下 因为如今地球天地灵气稀薄 苏云就算有九旋吞灵绝 也得耗费数月功夫 才能突破光卡 而现在有玉佛中的先天血气精华 就不需要如此麻烦了 随着苏云行宫运进 一股股鲜红浓郁的血光 从玉佛中流出 被他吸入了体内 顿时间 苏云身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骨骼内更是迸发出了雷鸣之音 足足持续了十几息之后 苏云身上的气息才平稳下来 整个人如山似海 不可撼动 在他体表 渗透出的糟粕杂质 比起之前更多 七次翠体 踏入七品舞者之境 在当今的舞蹈界 足可以称之为舞蹈宗师 苏云缓缓吸入一口气 然后张嘴猛地一吐 一道凝炼无比的气浪长虹 自他口中喷出 急如利剑 碰 酒店房间中 用来装饰的花瓶 就像是被子弹击中 当场炸碎 不仅如此 花瓶后方的墙壁 更是显现出了一个拇指粗的孔洞 几乎将墙壁射穿 苏云满意地点了点头 准备去卫生间洗漱一番 这时 手机响了 接通之后 电话另一头传来男子声音 你是小云吧 我是你周叔叔 你爸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 这几天 周叔叔带你在云州好好玩一玩 打电话来的是周广志 态度十分热情爽朗 如果不是苏云已经知道 对方的丑恶本性 还真会被对方蒙蔽 苏云捏着手机 眼中闪过一抹森寒 但嘴上却是笑盈盈地 和对方硬合起来 周叔叔 你要来接我 这太麻烦了吧 行 行 我在军事酒店 说完之后 苏云挂断了电话 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 以他现在的能力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 弄死周广志一家 可谓是轻而易举 可苏云又如何会这么便宜对方 况且 自己父亲不知道内情 突然得知周广志一家的噩耗 肯定会悲痛万分 慢慢来吧 我有时间陪你们玩 苏云冷冷一笑 等他洗刷完毕出门 已经是半个小时以后了 此时 在军事酒店外面 一辆白色宝马停在门口不远处 驾驶座上 一个长相温雅的中年男子正抽着烟 不时地抬手看一下手表 而副驾驶位上 一个面容娇好的美妇 正翻下遮阳板 对着上面的镜子再补妆 嘴中还抱怨着 老周 你在打电话催催 苏家那小子到底在搞什么鬼 我们都等了十来分钟了 怎么还没下来 行了 再等等吧 苏云应该马上就下来了 周广志虽然也有些不耐烦 但到底是有几分诚服 不可能为这么点事情 打电话过去催促 他扫了一眼自己的老婆 叮嘱道 月梅 等一下 苏云要是来了 你对他态度好一些 说到底 他老爸对我还是有恩情的 刘月梅撇了撇嘴 不屑道 沉芝麻烂骨子的事 还总拿出来说 你烦不烦 而且苏学子先前打电话 还说让我们两家的小辈 多接触交流 不就是想撮合苏云和露露吗 不过他也不想想 就他们家那小子 配得上我们的宝贝露露吗 说着 他又补充了一句 简直是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想得倒霉 车后排坐着一个打扮时髦眼 青春靓丽的少女 一边玩着手机 一边问道 爸妈 那个苏云家里是什么情况 周广志随口回道 苏云自己还在清禾大学读书 过了暑假 应该就是大三了 他家里在临北县那边 开了小建筑公司 小建筑公司 刘月梅嘴角浮现一丝轻蔑 说道 连独立承接工程的资质都没有 只不过是苏学子手底下 招揽了十几个农民工 挂靠在人家正规建筑公司名下 彻底没了兴趣 苏云所在的清禾大学 只是普通本科大学 而且家事也不显赫 别说自己老妈看不上眼 连他也觉得 苏云和自己是两个阶层的人 周广志苦笑一声 说道 白河也没说 非要撮合苏云和露露 只是让他们年轻人相互交个朋友 交朋友 他配吗 刘月梅翻了个白眼 老周 你要知道 露露将来可是要当大明星的 和这些不上档次的人交朋友 可是会被人笑话的 周广志为难道 白河到底对我有恩 你这让我怎么回 刘月梅把手一挥 这件事 你就别管了 等一下有我安排就行了 我会让苏云那小子知难而退的 等他明白自己 和我们周家的差距 想来也不敢再有什么 不现实的想法了 这样 也算是给苏瘸子 保留了脸面 其实 周家也不算是什么 大富大贵之家 不过刘月梅在云州市财政局工作 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科员 但平日往来 时常能见到各种达官显贵 眼界自然也就高了 根本看不上苏云家 在他看来 自己女儿将来必须要嫁入官换之家 或者豪门巨妇 那他才有面子 别说了 好像是苏云出来了 周广志看见酒店门口 走出来一个年轻人 连忙拿出手机 对照了一下苏白河发来的照片 确定了身份 小鱼 这里 周广志伸手向车窗外招了招手 刘月梅目光冲着窗外扫过 发现苏云身上 穿着一身廉价的地摊货 模样也普普通通 神情越发的轻蔑 周露露隔着车窗 也在打量苏云 像苏云这种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学生 他见过太多了 遇上自己这种美女 大多都会紧张的 连话都说不出利索 周露露暗自摇头 这样的人 确实是连与自己 做普通朋友的资格都没有 苏云向周广志等人打了招呼后 便一脸淡然的坐上了车 你好 我是周露露 周露露看到苏云面对自己 竟然没有丝毫的局促和紧张 倒是微微诧异了一下 主动伸手 我是苏云 苏云蜻蜓点水似的 一握后便放开 整个过程神情都很平淡 前世 他初见周露露 确实心情激动 轻目不已 不过如今 他修行千年 经历见识过的绝世美人 天之娇女 都不知反己 根本看不上周露露这种雍之俗粉 周露露一看苏云这番作态 带眉微醋 不过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底闪过一丝玩味 欲擒故纵的把戏吗 他心中暗自冷笑 这种小伎俩 他见识过太多了 在他看来 苏云这点倒横 比起他所在燕京电影学院 那些学表演的学长来 还差了好几个级数 周广志抬手看了一眼手表 已经十点多了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先去找地方吃午饭 下午再去云州有名的 几个景点逛逛 苏云 你看怎么样 周广志问道 我没问题 周叔你看着安排 苏云无所谓道 刘悦梅通过后视镜 扫了一眼苏云 看似随意地说道 行吧 那就这么定了 老周 中午就去旺仙楼吃一顿吧 嗨嗨 周广志一听 差点被自己的口水枪去 忍不住又问了一遍 我们中午去旺仙楼 旺仙楼 可是云州市排名前三的顶级食府 在那里消费的最低规格 都是8880一桌 以周家的条件 也不是消费不起 但也就在生日 或者纪念日这种特殊日子 才会去旺仙楼吃上一顿 对啊 就去旺仙楼 老周 你也知道 苏云以前一直窝在临北县那种小地方 也没有机会吃到什么好东西 这次好不容易来一趟云州市 我们自然要好好招待一下 刘月梅笑呵呵地说道 语气中流露着一种浓浓的优越感 周广志见此 也没在吭声 默默开车前往望仙楼 苏云也没说话 心中无语至极 这刘月梅 还真把她当成了 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了 就好像没有她的恩赐 自己就一辈子没机会吃上这一顿 对了 苏云 你这大学也读了一半了 对于未来发展 有什么规划吗 还没有 走一步看一步吧 苏云随口敷衍道 刘月梅点了点头 道 也是 现在像你这种普通大学生太多了 别说你没毕业呢 就算那些毕了业的 也都迷茫得很 工作也不好找 不过苏云你倒是不用担心 真要找不到出路 还可以回你爸的建筑公司 当个经理或者副总什么的 周露露听到这话 差点没笑出声来 他已经知道 苏云家那个所谓的小建筑公司 其实就是一个收拢了 十几个农民工的小包工队 去那里当经理或者副总 周露露用了很大的毅力 才忍住没笑 刘月梅却还没有放过苏云的意思 又开始讲述他身边的故事 比如他同事的儿子 大一开始兼职 大二自己创业 现在搞得有模有样 虽然没有名着贬低苏云 但话里话外 都是拿苏云做对比 以此来衬托苏云的不堪 一直过了二十多分钟 车子终于抵达了望仙楼 望仙楼是一栋三层的房古建筑 毅力在寸土寸金的闹市区 布置精致 装修别具一格 在望仙楼门口两边 都停满了各色豪车 周广志开拐的宝马X5 根本不起眼 一行人刚停豪车 就听到一阵汽车轰鸣传来 只见又有几辆豪车 停在望仙楼门口 奔驰S600 马沙拉蒂总裁 保时捷卡燕 最张扬的是一辆黄色的兰博基尼 几辆车上下来了几个年轻男女 说说笑笑的也走向望仙楼 王少 刘月梅看到其中一个身材高大 气焰跋扈的年轻男子 眼睛一亮 立刻满脸堆笑的迎了上去 你是 那位高大青年皱着眉头看着刘月梅 似乎对他没有什么印象 王少 你忘记了 上次你来局里找王菊 是我有幸接待你的 刘月梅此时 哪里还有先前面对苏云时的傲慢姿态 满脸都是产媚的笑容 这倒也怪不得他 他自己 只是分属是财政局预算科的一个小科员 可面前这位 却是财政局局长的公子 是你啊 王少欧了一声 虽然记起了刘月梅这么一号人 但还是没放在心上 王少你贵人是吗 还能记得我 真是我的荣幸 刘月梅陪着笑 冲着后边的周露露招手道 露露 你快过来 这位就是 我时常跟你提起的王少 他是王菊家的公子 年纪轻轻 就已经白手起家 经营起了三家公司 王少看到周露露 眼睛不由一亮 态度立刻就热露了起来 不得不说 周露露确实青春靓丽 初见之下 令人有种惊艳之感 王少和他那些朋友 目光都被周露露吸引 这位是 王少盯着周露露 刘月梅笑呵呵地介绍道 这是我女儿周露露 王少 今天你们也算是认识了 以后在云州 你可要多多照顾一下她 一定一定 王少满口子答应 他主动冲周露露握手 在这个过程里 很自然地就显露出了 他手腕上那块僵尸单顿的手表 露露 以后在云州有什么事 就找你王哥 王哥保证帮你摆平 王少趁着握手的功夫 在周露露手心轻轻捏了一下 周露露非但不怒 反而娇羞地白了王少爷 这一下 顿时让王少的心 像被猫爪子挠了一下 嗨嗨 周广志干咳了一声 神情有些尴尬 哦 这是我家老周 周广志 刘月梅志士也反应过来 连忙介绍了一下 不过在说到苏云的时候 他只说了一句 是老周朋友的儿子 跟着出来玩的 连苏云的名字都没提 刘姨 露露 既然大家这要求 都是来望川楼吃饭 那正好就凑一起吧 人多也热闹一些 王少表现得非常热情 目光时不时地 就描向周露露 王少那些朋友 看出他对周露露有几分意思 自然也不会扫心 刘月梅就更是求之不得了 要说唯一的缺憾 就是还带着 苏云这个碍眼的家伙 一行人进入了望仙楼 在服务员的引领下 最后进入了三楼的一处 豪华包厢 周露露陪着王少等人 走在前面 刘月梅和周广志 刻意带着苏云落后了几步 此时 他们夫妻心中都感慨不已 望仙楼 他们也是来过好几次的 可三楼却从来没有上来过 三楼的贵宾包厢 根本不对三客开放 只有云州市那些 有头有脸的人物 才有资格进来 苏云 等一下 你能不说话 就不要说话了 你和王少他们 是两个层面的人 没共同话题 硬要掺和进去 反而会惹人笑话 还有 你没有来过这种高档地方 待会吃东西也要注意 吃相别太难看 刘月梅生怕等一下苏云 给自己一家丢脸 于是小声嘱咐着苏云 苏云冷笑不语 他心中早就对周广志一家 判了死刑 所以对刘月梅言语上的冒犯 也没有在意 豪华包厢里 等韭菜上来之后 王少端着酒杯 主动替周璐璐 介绍他的那些朋友 这位是浩劫地产公司的李景 是云州市内有名的商界精英 现在西郊那处新开的楼盘水中天 就是他负责的 王少首先介绍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青年 相貌虽然普通 但气质沉稳 让人怎么都无法忽视 周广志和刘月媒体两口子 都是肃然起敬 他们对于浩劫地产 可谓是如雷贯耳了 这是天南省排名前五的地产公司 这是赵东东 是康惠连锁超市的邵东家 王少又指向一个身材富胎的胖子 周广志夫妇又连忙带着周璐璐 起身敬酒 康惠连锁超市 在天南省可是远近闻名 光在省内就有一百多家大型超市 这位是住建局将局家的千金 姜柔柔 王少又指向最后一位清冷艳丽的女子 姜柔柔虽然在颜值身材上 不如周璐璐 但她眉宇间本能地流露着一股跋扈之意 对周广志一家并不怎么看得上 刘月梅心中感叹 不愧是能和王少混到一块的朋友 身份地位都不是自己能接触到的层面 刘月梅冲着周璐璐不断识眼色 想着让自己女儿也融入这样的圈子 周璐璐也确实很会来世 一一冲着王少和她的朋友敬酒 而且每次敬酒都有一方巧妙的说辞 一番明里暗里的吹捧之下 不说王少几个男士 就连姜柔肉都对周璐璐的乖巧感到无比满意 才一回功夫 周璐璐就已经和王少一群人打得火热 周广志和刘月梅也时不时地在旁插上几句话 唯有苏云冷眼旁观 一句话都没说 酒之半憨 王少似乎也终于住一道场内 还有苏云这个异类 于太随意道 这位小兄弟不一起喝一杯吗 苏云眼皮一抬 淡淡道 我不喝酒 嗯 王少眉头微微一皱 他本是随口一说 苏云喝不喝 他都不在意 可问题是苏云回话的语气 令他有些不爽 周广志一家极力的八姐讨好他 每次说话脸上都陪着笑脸 可苏云倒好 脸上神情淡漠 语气生硬 这让听惯了别人软化的王少不舒服 现在的年轻人哪有不喝酒的 你这么说 莫非是不给我面子 王少笑呵呵的开口 苏云还没反应 刘月梅已经连忙起身 陪笑道 王少说笑了 能和你同样饮酒 这可是求都求不来的福气 谁敢不给你面子 是吗 既然如此 那这杯酒 就让他喝了吧 王少取过一个大口碑 直接倒满了一整杯白酒 递到苏云面前 一脸细血的盯着苏云 周广志看到这满满一杯白酒 眼睛有些发直 正想要说点什么 却被刘月梅给瞪了回去 苏云 既然王少看得起你 你就赶紧喝了吧 你要知道 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 给王少敬酒的 刘月梅催促道 苏云神情漠然 这次连头都没抬 淡淡道 我说了 不喝 王少脸上还是挂着笑容 只是那笑意中 却是戴上了几分阴沉 哈哈 王少 看来你面子还是不够大 是啊 他似乎看不上你哦 旁边 李景 赵东东等人都出言调笑道 刘月梅彻底坐不住了 这次自己一家 好不容易搭上了 王少这群贵人 若是因为苏云的缘故 从而惹来王少的厌恶 那就功亏一篑了 苏云 你这是什么态度 王少给你脸 才让你一起喝酒 你还装什么装 刘月梅立生喝赤道 苏云 你刚才的态度 确实不太好 你就听我妈的 喝了这杯酒 就当是给王少赔罪了 周露露也出声劝谏 邀给他敬酒 向他赔罪 苏云痴笑一声 悠悠道 他也配 他堂堂前缘先王 纵横诛天 有资格与他共饮的 那屈指可数 王少这种货色 在其眼中 简直与蝼蚁无异 苏云话音落下 整个贵宾包厢里 顿时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一群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苏云 你疯了不成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刘月梅尖叫起来 恨不得把苏云活活掐死 这是在明着讽刺王少 说对方不配让其敬酒 刘月梅无比后悔 自己为什么会带这么个混账来望仙楼 苏云 你是吃素药了吗 还不赶快向王少道歉 周广志也勃然大怒 拍起了桌子 苏云根本没有理会 自顾自地吃着菜 仿佛完全没将王少一群人放在眼里 王少脸色已经阴沉一片 他那几位朋友 此时也没有了先前那种看热闹的心态 一个个都面无表情地看着苏云 王 王少 真对不住 我们也是今天才接触他 真没想到这小子如此不识好歹 刘月梅慌张地解释着 苏云是我以前一个发小的孩子 但我也没想到他如此没有教养 给你添堵了 实在抱歉 周广志连连鞠躬道歉 他们可不想因为苏云的原因 让王少对自己一家也有看法 王少阴沉着脸色 沉默不语 房间的气氛仿佛凝固了一般 足足过了十几秒钟 王少忽然哈哈大笑起来 说道 别这么紧张 我王党雄岂会因为别人言语上的一点冒犯 就生气动怒呢 刚才只是开个玩笑 你们有没有吓到 他这一笑 周广志刘月梅也跟着呵呵地笑起来 周露露更是轻轻用粉拳 敲了一下王少的肩膀 娇称道 王哥你好坏 刚才吓死我了 我以为你真生气了呢 周广志和刘月梅对视一眼 皆是心中苦笑 他们都很清楚 像王少这种顽固子弟 那是最看重面子的 尤其是当着他朋友的面 被苏云这种小人物嘲讽 如何可能善了 现在王少故作大度的没有计较 但转过身 说不定就要整死苏云 好在 看王少和自家露露 而并思摩亲密交谈的态度 倒是没有牵连自家的意思 他们都是暗自松了口气 苏云这个小王八 八成是喜欢露露 看到露露和王少关系亲密 就心生怨恨 疯狗一样得罪王少 不过他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 也配合王少相比 刘月梅心中冷冷一哼 对苏云越发不满 他已经决定了 等一下离开后 就让老周和苏瘸子划清界限 永远不要和苏云家扯上半点关系 这时 周广志隐闭地拉了一下刘月梅的衣角 小声道 我看到王少和浩劫地产的李景嘀咕了几句 李景就出去打电话了 你说会不会有事啊 要不要先让苏云离开 刘月梅瞪了一眼周广志 不悦道 不要多事 苏云这种小憋三 就是欠收拾 我警告你啊 以后别再和苏瘸子家再有来往了 否则迟早被连累 周广志叫去道 哪里是我愿意来往 都是苏白河主动联系我 你放心吧 以后我有分寸呢 经过刚才那件事 周广志对苏云的印象也极差 这浑小子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居然去得罪王少这种贵人 简直不知死活 周广志和刘月梅虽然是凑在一起 窃窃私语 其他人听不到他们说话的内容 但苏云灵爵何其敏锐 早就将二人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尤其是刘月梅 一口一个苏瘸子 更是令苏云眼中闪过寒芒 王少 这饭我是没什么兴致吃了 不如我们转场子接着玩吧 赵东东忽然提议道 王少点了点头 看向身旁的周璐璐 笑道 璐璐 你要不要一起 周璐璐自然是求之不得 但她还是先看向周广志和刘月梅 去吧 王少他们可都是上流的精英人士 跟他们多接触 能让你学到不少东西 刘月梅脸上堆笑 恨不得让周璐璐晚上也别回来了 刘一 你太过奖了 对了 你和周叔要不要也一起 王少假客套地问了一句 刘月梅自然不会那么没眼力镜 当即连连摆手 道 你们年轻人的活动 我们就不参与了 我和老周下午都还有事呢 王少就颇下驴道 既然有事 我就不勉强了 陆陆我会照顾好的 至于苏云 则像是被大家集体忽视了 一行人走出望仙楼门口后 刘月梅满脸厌恶地看着苏云 说道 我和你周叔下午突然有点事 一会你自己打车走吧 苏云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她估摸着 等一下周广志就会给自己父亲打电话 添油加醋地把自己告上一状 然后趁机来个戈袍断义 让两家划清界限 苏云对此肯定是乐见其成 等两家断了往来 她正好出手整死周广志一家 滴滴滴 这时 一阵急促的汽车鸣笛声传来 只见一辆黑色的宾利幕上 气势汹汹地驶了过来 根本就没有让人的意思 方向正对着苏云这边 苏云眉头一皱 及时往旁边退了一步 宾利车恰好擦着苏云身边 冲了过去 要是当才苏云反应慢上一点 现在肯定已经被撞倒了 只是没等苏云发作 那宾利车已经停下 车上已经骂骂咧咧地下来两个人 驾驶坐下来的 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光头大汉 满脸横肉 足足有一米九的个子 那正亮的光头 还有两条正宁的刀疤 凶神恶煞 不用化妆就能吓哭小朋友 副驾驶下来的是一个瘦高个 染着一头黄毛 耳朵上打了七八个耳洞 鼻子上还穿了一个鼻环 就差没在脑门上 刻下我不是好人的字样 操 你小子眼睛瞎了 没看到我们车过来了吗 居然还凑手来找死 光头大汉张嘴就骂 气焰无比的嚣张 黄毛站在一旁 用他的三角眼 打量着苏云一身的地摊货 讽刺道 泰哥这辆车五百多万 要是哪里可碰到了 你这种贱民赔得起吗 周广志和刘月梅 一看光头男子二人的凶相 就立刻缩了缩脖子 根本没打算掺和进来 卧槽 突然那黄毛发出一阵惊叫 指着兵力的一边车身 喊道 泰哥 这里被那小子刮出了一道口子 死话一出 众人都不由冲着黄毛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看见那里光亮的漆面上 有着一道非常明显的刮痕 草你大眼 光头男子勃然大怒 一把拽起苏云胸口的衣服 恶声恶气道 小子 你完了 刮了老子的新车 你说该怎么办 苏云眼中闪过一丝冷意 他很清楚 刚才自己根本就没有 碰触到对方的车 就算真碰到了 也不可能弄出这样一道刮痕 这完全是针对自己来的 能开得起这车的 几乎可以排除碰瓷了 就算真要碰瓷 首选也应该是 衣着光鲜亮丽的王少等人 现在这种情况 不用想也是 有人想整自己 你确定是我刮了你的车 苏云声音淡漠道 废话 刚才就你和我的车有过接触 不是你是谁 光头男子猴得震天响 说完之后 又看着旁边的周广志和刘月梅 陈生道 这是你们家的小孩吧 我把话放在这里 今天这是每个一两百万 休想糊弄过去 不 别误会 他不是我们的孩子 只是我老公一熟人的小孩 跟我们没关系 刘月没想都没想 就立刻撇清关系 这光头男子 明摆着是个难惹的人物 一点小寡蹭 就敢开口 要一两百万的赔偿 周广志夫妇 自然不想掺和其中 哼 那小子麻烦大了 居然惹上了孙泰 要是凑不出赔偿的费用 估计下场会很惨 不远处 王少看到这一幕 脸上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 王哥 你认识这人 周露露目光一转 小声问道 王少微微汗手 说道 有过几面之缘 这人在云州市 也算是个小有名头的人物 水澜街的酒吧 你知道吧 周露露连忙点头 水澜街 是云州市内有名的酒吧一条街 他读高中的时候 就跟同学去过几次 整条水澜街的场子 都是孙泰罩着的 他手下有几十号小弟 都是好用斗狠之辈 听说光光去年 就涉及及其致人重伤残疾的恶性案件 王少语气随意地介绍着 别人闻之色变得光头泰 在他演气室里 也就是个大混混罢了 倒是孙泰背后的那位昆爷 才是连他也不能惹的人物 那是云州地下世界的真正大佬 周露露听着王少的讲述 不由直吸了口冷气 看来苏云这次是完蛋了 一两百万 也不知道他家里赔不赔得起 周露露唏嘘道 赔不起 以孙泰的作风 怕是要非那小子两只手 王少笑了笑 眼中闪过一抹冷力之色 他身为云州市内排得上名号的顽固 又启荣苏云这等小人物冒犯 之前在望仙楼 他表面上没有和苏云计较 但暗地里 却是让李景帮忙整一整苏云 只是他也没想到 李景竟然有门路 将孙泰给请来了 另一边 孙泰已经在发飙了 他和黄毛一左一右 裹挟着苏云后 孙泰冲着周广志夫妻喊话道 既然这小子 是你们熟人的孩子 那就劳驾 你们去给那位熟人传个话吧 秀说这小崽子被我扣下了 想要接回去 准备两百万现金 我只给他三天时间 周广志文言 无奈道 话我可以带道 但他家的情况 三天之内 怕是凑不出这么多钱的 周广志说的倒也是实话 苏白河虽然算是小包工头 但借的那些工程 都是转包了好几手的 利润根本就没多少 而且 有时候工程完结了 尾款也很难要到 偏偏手底下农民工的工资 又拖欠不得 就得他自掏腰包 仓促之间 苏家能筹挫到几十万现金 那就不错了 孙太眉头挑了挑 看着苏云一身普普通通的着装 家里也确实不像是 能榨出两百万的油水 他摸了一把自己的大光头 骂骂咧咧道 他娘的 今天就当老子善心发作了 只要你小子肯跪下认错 扇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就赔给一百万算了 黄毛大咧咧地搂着苏云的肩膀 笑道 小子 你赚了 只要跪一跪 再抽自己两个嘴巴 就能抵一百万 这种好事哪里去找 赶紧的吧 别磨蹭了 苏云被黄毛搂肩搭背 也不挣扎 只是淡淡道 你们确定要我下规道歉 我怕你们承受不起的 草你大眼 到现在还能装 你还真有种 孙太满是横肉的面庞一沉 冲着周广志说道 你也听到了 是这小子自己没珍惜机会 你带话过去 两百万 一分都不能少 说完 孙太就坐上了驾驶座 黄毛则重重地推了苏云一把 呵斥道 自己乖乖上车 别逼哥们动粗 苏云也没废话 拉开后座的车门 就坐了上去 这里毕竟是闹市区 不适合杀人 看着苏云被带走 王少等人也嘻嘻哈哈地离去 周广志和刘月梅 回到了自己车里 两人都没有报警的想法 因为一旦报警 肯定要被孙太这帮人 给记恨报复 他们自然不可能为了苏云 沾染这种祸事 给苏瘸子打电话吧 让他赶紧凑钱赎人 三天之内 准备两百二十万 刘月梅说道 嗯 周广志愣了一下 道 不是两百万吗 刘月梅翻了个白眼 那二十万 算是我们的辛苦费 毕竟 为了他儿子 我们得和孙太这种危险人物打交道 也是冒了风险的 周广志一听这话 没有在吭声 默默拿出手机 准备打电话了 另一边 孙太开着车 飞快地急驰 苏云闭着眼睛 如老僧入定 黄毛也坐在后排 负责看着苏云 他看到苏云这般姿态 压然道 泰哥 这小子倒也算是有几分胆量 到现在都不哭不闹的 孙太回头瞥了一眼 不屑道 他这算什么胆量 强装镇定罢了 老子当年跟坤爷打天下 一个人一把刀 对砍对方十几人 那才是胆量 黄毛连忙恭维道 那是 泰哥 你当年可是坤爷麾下头号战将 又岂是常人能比的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孙太的车越开越偏 最后都快出城了 苏云睁眼看了一下窗外的景象 问道 你们这是准备带我去哪里 怎么 终于绷不住了 黄毛黑黑一笑 道 别急 马上就到地方了 又过了五分钟 孙太的车停在了荒郊的一处废弃工厂 小子 接下来 你就在这里待上三天吧 对了 为了防止你逃跑 我得先打断你两条腿 你不介意吧 一下子车 孙太就流露出凶恶的本色 他揉捏着自己的拳头 发出噼里啪啦的爆响 黄毛则是掏出了一根烟 叼在嘴上 好整以侠的准备欣赏 苏云淒厉哀嚎的惨状 苏云附着手 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 微微点头道 这里虽然荒凉 但景色还不错 你们倒是挑了一个好的葬身之地 找死 孙太见到苏云还在嘴硬 爆吼一声 猛的一拳冲着苏云脑门轰去 不过下一刻 孙太只觉得眼前一花 整个人就被轰飞了出去 噗 孙太仰面倒在地上 喷出了一大口血 胸口就像是一柄大铁锤砸中 稍稍一动 就传来一阵碎裂般的剧痛 不远处 正靠在车旁抽烟的黄毛 看到这一幕 眼珠子瞪大 连嘴里的烟都叼不住了 泰 泰哥 黄毛浑身哆嗦 连说话的声音都开始发颤了 他根本没有想到 在自己眼里 武力值超高的泰哥 竟然一个照面 就被人干趴下了 他甚至都开始怀疑 是不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要知道 孙泰以前是昆爷手下的头马 伸手矫健 还学过格斗 再一次次拼杀血斗中 魔力出了一身拳脚功夫 等嫌七八个人都不是他对手 可现在 却被人一拳打得 跟死狗一样 蜷缩在地上 黄毛怎么都有些接受不了 你 你 孙泰嘴角还吐着血墨子 心中也是惊怒无比 苏云走到孙泰身边 蹲下身 淡淡道 说吧 是谁让你整我的 是不是那个王岗雄 孙泰深吸了一口气 狠声道 这次是老子走眼了 没想到你一个瓜娃子 竟然有这种伸手 老子认栽 说你的条件吧 只要不过分 我都认了 混他们这个圈子 都是有一套规矩的 毕竟 常在河边站 免不了要失血 一旦踢到铁板 肯自认倒霉 出钱平视 那对方基本都会放一马 不过 苏云听到孙泰的话后 却是不由发笑 看来你是没听明白我的问题啊 咔嚓 苏云伸手猛地一捏 只见孙泰手臂的关节处 发出爆裂的声响 孙泰左手肘关节位置的骨头 被苏云直接捏碎 甚至一些细碎的骨渣 还刺破皮肉 白森森地露在外面 在这种惨绝人寰的剧痛之下 饶视孙泰这种狠人 也承受不住 凄厉惨叫起来 好了 我再问一遍 是不是那个王党熊 让你来整我的 你要还是答非所问 另一条手臂 也保不住 苏云慢条思理地问道 语气不急不缓 他那张平静的面容上 连一丝一毫的神情变化都没有 孙泰终于也怕了 他自诩狠人 可也没见过这么邪门的 对方看向自己的目光 简直就犹如 在注视蝼蚁一般 没带丝毫的情绪 我 我不认识什么王党熊 昆爷让我做的 孙泰忍着剧痛说道 昆爷 苏云皱了皱眉头 孙泰无力地点了点头 用剩下的另一只手 摸出了自己的手机 昆爷给我发了一张照片 让我找人办事 我想着 是昆爷亲自吩咐的 就自己来了 他现在后悔极了 要是早知道要对付的人 是这么一个凶神煞心 打死他都不会过来 苏云拿过孙泰的手机 打开一看 发现上面确实有自己的照片 照片的背景 就在望仙楼的那间豪华包厢内 很显然 这照片是王少那帮人偷偷拍下的 我该说的也都说了 还被你废了一条手 这件事算是结果了吧 孙泰低着头 忍气吞声地说道 不过他内心 充斥着浓浓的怨毒 他已经决定了 只要过了今天这一截 他一定要展开报复 虽然苏云显露的身手很厉害 但他可以雇人打黑枪 你本事再大 一颗子弹照样解决 孙泰心中正盘算着 就听到苏云冰冷的声音传来 事情是不是结果 你说了不算 带我去找你们昆爷 你还要找昆爷 孙泰听到这话 瞳孔猛地一说 想都不想就直接回绝 他倒是不担心 苏云能威胁到昆爷 主要是 他这次已经办杂了事情 要是还充当带路党 把苏云领到昆爷那里 以后就别想在云州地面混了 不行 不行 小兄弟 我劝你适可而止 昆爷可不是你能 孙泰话没说完 苏云已经懒得听他啰嗦 又是伸手一抓 咔嚓一声 孙泰另一条手臂的肘关节 也彻底粉碎 孙泰惨叫一声 痛得昏死过去 这残忍的一幕 吓得车旁的黄毛双腿一软 贪跪在了地上 裤裆下面 渗出大片的液体 骚气冲天 苏云盯着黄毛 皱了皱眉头 爸 带我去找你们昆爷 你愿不愿意 愿 愿意 昆爷 现在就在梅姐的深蓝之星会所 我立刻带你去 黄毛把头点得 跟哈巴狗一样 在看到了孙泰的惨状之后 他哪里敢说半个不字 苏云又伸手 指着昏死过去的孙泰 吩咐道 把这家伙也一起带过去 就当是送给你们昆爷的见面里吧 他可不管那个昆爷 是什么身份背景 无缘无故惹到他身上 那就要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 黄毛嘴角抽了抽 美感之声 老老实实地将孙泰拖了过来 在看到苏云已经坐在后排闭目养神后 黄毛犹豫了一秒钟 就很明智地就将孙泰塞到后备箱 然后屁颠屁颠地去开车 在回去的路上 黄毛将车开得几乎飞起 恨不得立刻就将这尊煞星送到目的地 对他来说 和苏云每多待一秒 都是煎熬 一路上 黄毛至少闯了十几个红灯 甚至有的路口 还有交警在执行指挥交通 可愣是没有拦截这辆车 看样子 你们这泰哥 在云州还挺有面点 交警都不拦他车 苏云嘖嘖道 黄毛苦笑着解释道 这车其实昆爷的 前几天寡蹭了一下 一直就停放在美姐的会所 这次泰哥出来替昆爷办事 才把车开出来耍耍 孙泰虽然照着酒吧一条街的厂子 收的各种保护费和抽水也不少 但他本身花钱大手大脚 还要养着手下一帮兄弟 哪里开得起五百多万的豪车 这次把昆爷寡蹭的兵力开出来 除了有牌面之外 就是想见那点刮痕 敲一笔横财 苏云沉默了一阵 突然道 把你们昆爷的情况 都跟我说说吧 黄毛一听 也没敢保留 将自己知道的那点情况 都一一说了出来 昆爷 本名曹昆 在十几年前 也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大混混 但后来得到贵人帮衬 快速发家崛起 如今已经是云州地下世界 盛名鼎鼎的大佬 他几乎垄断了云州市 70%以上的建材市场 各个地产公司开发楼盘 基本都得通过他的渠道 购买建筑材料 否则开工就不会顺利 他还成立了几个物业公司 辐设云州市过半的小区 小区业主们的装修 也基本被昆爷手底 掌控的装饰公司包园 除此之外 昆爷还掌控着几家财务公司 专门用来放高利贷 还经营着地下赌场 深蓝之星会所 是云州市内最高端的会所 实行会员制并不对外开放 直接带昆爷的生意伙伴 还有云州市内的权贵人物 深蓝之星的老板梅姐 是个三十来岁的美女 不仅滋容美艳 更是个八面玲珑 长袖善舞的人物 每年靠着深蓝之星会所 就聚财数千万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昆爷的情人 此时 在会所的一间豪华房间内 身为老板的梅姐 神情恭顺地 再替一个中年男子 揉捏着肩膀 小泰回来了吗 中年男子闭着眼睛 随口问道 他赫然便是云州地下世界的大佬 昆爷 曹昆 曹昆四十多岁的年纪 头发却已经花白 身上没有半点孙泰那种 好勇斗狠的凶性 反而显得儒雅随和 更像是一位如伤 还没呢 想来也快回来了 梅姐回了一声 随机带梅微粗道 李家那小子也太不靠谱 为了教训一个小人物 居然把电话打到你这里 简直是昏了头了 这件事 要不要向浩劫地产的李东海提一提 曹昆笑了笑 白手道 李东海老来得子 对李景那小子 确实宠了一些 这次就算了 毕竟浩劫地产不久前 才照顾了我一笔大生意 让我帮点小忙 也不算什么 顿了顿 曹昆又继续道 不过 下次再有这种事情 电话就不要接到我这了 直接给他一个小泰的号码 让他自己联系 梅姐闻言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放在旁边茶几上的手机响了 梅姐接起电话 很快脸色突然就变了 曹昆皱着眉头问道 怎么了 梅姐脸色有些不自然 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孙泰出事了 他手下的小弟金毛师 刚刚把车开回来 曹昆微微变色 孙泰是他手底下的得力汉匠 身手了得 只是派去整治一个小人物 怎么会出事 走 带我去看看 曹昆起身道 与此同时 在会所大厅 素云老神在在地坐在一张沙发上 脚底下还踩着昏迷不醒的孙泰 在他四周 已经围了一大圈会所的保安 一个个手中都拿着甩棍 似乎随时准备一拥而上 将苏云活活打死 黄毛紧张得要死 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 强哥 我还有点事 要不然我先走吧 黄毛可怜巴巴的 冲着一个满脸横弱的壮汉说道 让你先走 吴强冷笑了几声 道 你几个鸟蛋 还是等昆爷来了再说吧 吴强是会所的保安队长 和孙泰一样 看到孙泰两条手臂的肘关节都被捏成粉碎 就知道孙泰这是彻底废了 送去医院也只能截肢处理 小兄弟 真看不出来 你下手还挺狠 吴强盯着苏云 沉声道 原本你若是伤了人就跑路 孙泰也只能自认倒霉 你可千不该万不该 还主动上门来 这是在挑衅昆爷啊 苏云眼皮子一抬 不屑道 那又如何 你 吴强狂怒 本能地就想将手中的甩棍抽出去 不过就在这时 一个深沉的声音传来 退下 昆爷 吴强身子一震 连忙退开 围在四周的那些保安 也急忙让开了一条路 曹昆带着梅姐 不急不缓地走了过来 在他们身后 还跟着两人 一个身材矮小精壮 但气息凶悍 就像是一只嗜血的恶犬 另一人则相反 气质阴冷 犹如折服阴暗中的毒蛇 吴强 你的伸手还不如孙泰呢 就不要自取其辱了 曹昆拍了拍吴强的肩膀 是我鲁莽了 吴强苦笑着回道 曹昆在苏云对面的沙发上 坐了下来 目光却落在苏云脚底下的 孙泰身上 特别是在看到 孙泰那两条被飞的手臂时 他眸光略过一丝波动 但很快就恢复平静 难怪孙泰会栽根头 就连我也没有看出 你小小年纪 竟身怀如此本事 曹昆轻叹了口气 悠悠道 不过年轻人到底是年轻人 不知天高地厚啊 你既然主动送上门了 倒也省了我一番功夫 苏云冷笑道 你想如何 曹昆不答 往一旁伸出两根手指 梅姐立刻熟练递点好一根雪架 递了过来 曹昆抽了一口 图言道 孙泰给我卖命十几年了 如今落得如此下场 我这个做大哥的 总得有个说法 今天 你是不能活着走出会所了 此话一出 基本就是判了苏云死刑了 场内其他人 却都以一种怜悯的目光 看着苏云 谁都不会觉得 昆爷是在开玩笑 这些年来 但凡昆爷想要让哪个人消失 那他就永远不会再出现 哈哈 苏云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 大笑起身 蝼蚁终究是蝼蚁 真神当面一不识 否则你又岂敢 在我面前说这种话 众人文言都是一愣 觉得苏云是疯了 竟然在昆爷面前 自比是神 简直是脑子出了问题 曹昆摇了摇头 也没有说话的兴致 和神经病有什么好聊的 瓦达师傅 这人是个练家子 就劳烦你出手吧 曹昆看向自己身侧 那位身材矮小 但气息如恶拳猛兽的男子 这是他从东南亚那边 高架请回来的高手 精通泰拳和格斗术 出手狠辣 一身本事皆为杀人计 动则取人性命 孙泰那点能耐 在瓦达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也正是因为 有这等高手保护 曹昆这些年才安稳如山 没有受到半点威胁 瓦达扭了扭脖子 脊椎骨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 我最喜欢和高手切� 说着话 竟然还给苏云攻了一攻 不过当他在直起身后 眼中已经布满了残忍之色 哄 瓦达身形猛的一动 就犹如炮弹一样 一拳狠狠打到了苏云面前 速度太快了 这一拳打出 竟然形成了一种 撕裂气浪的破空声 这种声势 让场内众人都是纷纷色变 梅姐更是低声惊呼起来 她以前可没亲眼见过 昆爷这位保镖出手 这样的一拳打在人头上 头骨都要碎裂凹陷吧 她下意识地闭眼 不敢再看 不过下一瞬间 她耳边就听到苏云的声音响起 速度太慢 力量太弱 她在一睁眼 便看到瓦达那凶微惊人的一拳 竟然已经被苏云轻巧地 以单手挡住了 怎么可能 瓦达看到自己一击破杀重拳 竟然被对方一个少年单手挡住 也是脸色狂变 眼中布满了惊骇 她感觉自己 就像是打在了一堵铁墙上 根本无法动摇对方分毫 不过 瓦达终究是历经无数厮杀的高手 战斗意识出众 在一瞬间的失神后 立刻就警醒过来 猛地又轰出一拳 一拳接着一拳 拳势连绵 如同狂风暴雨 每一拳都气势万军 宛若铁锤重击 可不管她攻得如何猛烈 都无法突破苏云伸出的那只手 每次攻击都被分毫不差地挡住 瓦达越打越是绝望 怎么也没想到 面前的少年实力 竟然强大到了这等层次 你打了这么久 也该换我来了 苏云气定神弦的开口 伸出的手掌猛地捏拳 直击而出 瓦达本能地举拳迎击 可刚拼击在一起 瓦达就感觉到 一股霸决无比的力量 震荡涌来 咔嚓一声 瓦达的手臂 发出骨骼爆裂的声响 软啪啪地垂落下来 整条臂骨 起码断裂破碎 成了几十段 不仅如此 那股霸道的全径 更是进一步渗透 冲击他的五脏六腑 破 瓦达口中鲜血狂喷 死狗样跌落在地上 昆颜花仲精请来的海外高手 连苏云一招都没接住 就吐血落败 曹昆经在当场 整个身体都僵住了 整个会所大厅 灯石死寂一片 这 吴强和手底下一帮保安 都吞咽着口水 有些不知所措 吴强忍不住冲着曹昆看去 曹昆脸上肌肉狠狠抽动了几下 显然也是 没有料到这种结果 看到吴强等人呆立原地 他灯石怒吼道 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一起上 砍死他 这一喊 总算让吴强等人回过神来 一个个全部冲着苏云扑去 手中的钢铁甩棍 如同雨点一样砸落下去 你再能打 总不至于能够同时挡住几十根甩棍吧 只是他们刚刚扑到苏云身前 就被苏云体内冲出的一股无形净力 纷纷震开 苏云随手夺过一根甩棍 随意地挥击 一时间 场内惨叫连连 仅仅十几秒后 吴强和他手底下 那群会所保安 全部躺在地上淒厉哀吼 每个人不是断手 就是断脚 苏云将甩棍一丢 看向曹坤道 靠你手底下 这群烂鱼臭虾 想要让我不能活着走出去 似乎有些困难 曹坤脸上闪过一阵清白之色 猛地爆吼道 杀了他 几乎就在他喊话的同时 那个如同毒蛇般阴冷的男子 突然闪身出来 手中拿着一把手枪 黑洞洞的枪口 就对着苏云的脑门 这人 是曹坤给自己准备的 最后一道保险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曹坤是不想在 深蓝之星会所动枪的 因为一旦枪声一响 他也要花费大功夫 才能平息影响 不过现在 显然是顾不得了 碰 毒蛇男子面无表情 非常熟练地扣动扳机 一颗子弹急速射出 不过在进入苏云身前 一丈之地时 却像是遭受了 某种无形的阻碍 速度越来越慢 等到最后 已经彻底停滞住 苏云伸手捏住了那枚子弹 随意地丢在地上 那轻描淡写的姿态 就犹如 是在做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可曹坤和梅姐看到这一幕 却是震惊地差点跳起来 如果说 刚才苏云一拳重创瓦达 击败数十会所保安 那还在他们认知承受范围内 可现在 这一手凌空接子弹 简直就是做梦一般了 这根本不是人力能做到的 那毒蛇男子拿枪的手 也不稳了 他用枪几十年 夺取了不知道多少人的性命 何曾见过如此邪门的事情 碰 碰 碰 他强抑住恐惧 又连续开了几枪 可是无一例外 那些子弹在射入苏云身前 一丈范围 就被一股无形的力量阻碍 根本没有机会触及到苏云的身体 蝼蚁一般的东西 苏云轻蔑一笑 随手一挥 一股刚猛净力爆发 裹挟住那几颗子弹 倒卷而回 持枪男子根本反应不过来 脑袋就砰得爆开几个血孔 血水喷溅得到处都是 旁边的曹坤和梅姐 也被剑了一身 梅姐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 而曹坤则是面如土色 颓然地瘫坐在沙发上 这时 重伤倒在地上的瓦达 像是想到了什么 猛然叫道 这 这是宁静成刚 你 你已经跨过了那道天谦 达到了五道七品的宗师之境 神情中 充满了无边的惊骇 他曾经有幸见识过东南亚一位宗师 知道这个层次强者的厉害 普通的手枪 已经对这种存在 没有威胁了 必须要用重击枪扫射 才能破掉护身金刚 还知道五道宗师 你倒也不算井底之蛙 苏云点了点头 继续道 既然如此 那你作为五人 应该知道 冒犯一位宗师 该是什么结果 瓦达听到这话 面色狂变 宗师 被誉为五道通神者 是被五人视为神命一样的人 以死赎罪 瓦达连忙求饶道 不 给我一个机会 碰 话都没说完 瓦达头颅就被一股无形尽力洞穿 没心处呈现一个血洞 他的尸体 无力地摔倒在了地上 苏云随手间 便夺走了两条性命 大厅内 那些断手断脚的会所保安 连惨叫声都不敢发出了 曹坤已经被彻底下破胆了 他身体从沙发上滑落下来 贪跪在了地上 惊恐万壮地看着苏云 颤声道 曹某有眼无珠 不识先生真神当面 还请先生宽宏大量 饶我一命 苏云冷冷一笑 道 你不是五人 不知宗师代表的意义 倒可以算是不知者不为罪 不过 你先是让人设局整我 我上门讨要说法 你又让人喊打喊杀 我实在想不出饶你一命的理由 不如你给我一个 曹坤急忙道 只要能饶我一命 我愿奉送上我的全部家财 就算先生不满意 只要说个数 我用尽一切手段 也给你搞来 他为了能活命 也是豁出去了 毕竟相比性命而言 钱财什么的都是身外物 苏云不屑道 以我的本事 若要谋财 亿万财富 随手可得 你以为我会在乎 若他想要钱 现在一个电话 齐青兰估计 立刻就能调动海量资金给他 曹坤急得满头冒汗 他能拿得出手的 也唯有名下那数十亿资产了 可偏偏人家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看来 你也是想不出 让我饶你性命的理由了 苏云迈步走到曹坤面前 那迎白如玉的手掌缓缓抬起 不 不要 曹坤惊声喊道 他仿佛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 整张面旁都恐惧地扭曲起来 不过就在苏云的手掌即将拍落之时 曹坤像是想到了什么 猛地尖叫道 等等 我有一件宝物 愿意献给先生 以求活命 宝物 苏云手掌一顿 倒是没急着杀死曹坤 他倒想看看 曹坤能拿出什么宝贝来 曹坤像是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冲着眉睫吼道 快 帮我把那个藏在暗房中盒子拿过来 暗房 美姐郊区一阵 会所内建暗房 是用来放置曹坤最重要东西的 里面设置的保险库 也只有曹坤本人掌握着密码和钥匙 就连他也没有资格进去 他只知道 暗房里面有一些机密的账册和文件 却不知道 还有其他宝物 快去 曹坤从随身的口袋中 掏出了一把特制的钥匙 砸在美姐身上 吼道 密码是老子生日 美姐慌手慌脚地接住钥匙 小跑着离开 等过了两三分钟后 他捧着一个小巧的檀木盒子 气喘吁吁地跑了回来 曹坤粗暴地夺过盒子 打开之后 陷到苏云面前 盒子里面 盛放着一柄 只有手指长短的银白小剑 剑体光泽绚丽 蕴含着一种无形的锋锐之意 咦 苏云轻移了一声 两根手指夹起了那银白小剑 细细地打量了起来 曹坤屏凝神 看到苏云迟迟没有言语 忍不住开口道 此物绝对是个宝贝 质地坚硬无比 我动用过各种方法 都没能损伤分毫 更重要的是 每逢月圆之夜 他竟能自行传出贱名之音 苏云看了好一会 才收回目光 问道 这东西 你是如何得来的 曹坤眼角微微一跳 但在苏云的注视下 他没敢说谎 大概在六七年前 有个外地佬 在云州的地下黑市 要出手一批古玩文物 数量不菲 我暗地里派人调查到 他和他的几个同伙 其实都是盗墓贼 没什么背景 就黑吃黑做掉了他们 在那批古屋中 发现了这东西 不过这些年来 我始终没能搞明白 这宝贝的奥秘 曹坤老实交代道 苏云文言 暗自摇头 月华玄铁打造的飞剑 又岂是你们这些凡夫俗子 可以探究明白的 苏云冷冷一笑 这东西 落在曹坤和那些盗墓贼手中 一点用都没有 可要在他这等修行之人手上 那便是绝世的杀伐利器 刷 苏云手中一股尽力注入 那银白飞剑 立刻犹如活物一般跃起 漂浮在苏云掌心之上 只见苏云手指一弹 银白飞剑瞬间击尸而出 剑体外表 更是浮现风锐无匹的剑芒 哄咚咚 随着一阵巨响 只见会所大厅的地面 就犹如被铁牛犁地一般 割裂出一条十几米长的裂口 将整个大厅都分成了两半 坚硬的大理石地砖 连同下面的砖石地基 都犹如豆腐一样被切开 曹坤 梅姐 还有一众会所保安 全部都被吓傻了 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 看着那道裂口 尤其是缩在角落里的黄毛 裤裆又湿了 古之见先 遇见横行天下 怕也不过如此吧 曹坤心中狂叫 一想到自己先前 竟然要对付这种恐怖存在 他就全身颤抖 真神当面而不识 我曹坤确实是有眼无珠 还请先生饶我一命 曹坤跪伏在苏云脚下 重重地磕头 梅姐 黄毛剑子也连忙跪下 就连那些断手断脚的会所保安 也全部跪倒在地 苏云伸手一招 那柄银白飞剑 就乖巧地钻回了他的袖口之内 刚才他只是以尽力粗浅的御史飞剑 还远没有发挥出飞剑的真正威力 等于养的十日久一些 自己突破先天之境 和飞剑的联系紧密无间 那时或许就可以飞剑千里 斩人头颅 你运气不错 居然能献上一柄月花玄铁打造的飞剑 倒也够属你性命了 希望你以后别再放到我手里了 苏云淡淡说道 留下这句话 他便转身往外走去 曹坤面露犹豫之色 突然一咬牙 喊道 先生 请留步 嗯 苏云眉头一皱 先生不要误会 曹某魂恶半生 时至今日 才知晓 世上竟还有先生 这等神仙人物 从今以后 愿为先生门下走狗 还请先生能收下我 曹坤跪在地上 以膝盖挪不到苏云面前后 又重重地扣手在地 曹坤能够有今日的成就 在于他很善于抓住机会 今天得罪苏云这等存在 被对方打上门来 原本是祸事 可他想试一试 能否将祸事变为好事 如果能够搭上苏云的关系 那以后在云州 乃至整个天南省 又有谁可以威胁到他 你想坐我门下走狗 苏云打量了一下曹坤 一脸玩味的笑道 还是老规矩 你给我一个收下你的理由 在地面上也算有些影响力 先生不管有什么拆钱 我都能圆满地办妥 先生虽有通天的本事 但对那些琐碎小事 总也不愿事事亲自处理吧 苏云闻言沉吟了片刻 说道 那我交代你半件事 若你办得好 我便给你这个机会 曹坤身子一震 素然道 请先生吩咐 三天之内 尽你所能 给我收集百年灵药 苏云虽然已经让齐青兰 去收集灵药了 但百年灵药这种东西 有价无市 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有些拥有者 给钱再多都不一定愿意买 而这种事情 交给曹坤这种 混迹黑道的大佬去办 反而可能更快办妥 这也算是他给曹坤一个考验 如果曹坤事情办得漂亮 那收下这么一条走狗 也不算什么 先生放心 此事我必定办妥 曹坤拍胸仆子保证 对了 曹坤又想起了一事 说道 这次我之所以会对付先生 是因为浩劫地产的 离京打电话给我 说是要为他一个朋友出气 让我帮忙 苏云冷笑一声道 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 一群蝼蚁自取死路 曹坤连忙说道 此事无需劳烦先生 我会将首尾处理好的 在说这话时 曹坤是咬牙切齿 恨不得立刻去弄死 李景那帮人 这些混账 今天差点就害死他了 他作为堂堂云州 地下世界的大佬 又岂能罢休 曹坤要如何报复 李景和王少那帮人 苏云没兴趣去探究 这种琐碎小事 曹坤既然要出头 那他也懒得沾手了 苏云将自己的名字 和手机号留给曹坤 让他找到灵药后联系自己 然后便离开会所大厅 直到这时 曹坤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他将苏云的名字和号码 存入一部单独的手机 准备随身携带 而这时 苏云又走了回来 对了 你给我安排一辆车 这里我住的酒店 还挺远的 虽然门口就停着那辆兵力 但苏云可没兴趣做了 先前黄毛尿裤子 一路开回来 搞得车里面一股子尿骚味 有的 有的 曹坤冲着梅姐一挥手 后者立刻打了个电话 不一会功夫 就一辆崭新的麦巴赫 从会所车库开了出来 停在苏云面前 而且 在得知苏云还住着酒店后 曹坤又非常贴心地 给苏云送上了一栋 凌峰山的山顶别墅 凌峰山 云州有名的富人别墅区 最普通的一套别墅 售价都要超过5000万 而曹坤送给苏云的是凌峰三号 占地面积1500平 售价超过2.8亿 酒店毕竟人员混杂 四苏先生这等人物 岂能屈就那等地方 这栋别墅 我请人装修好后 还没有入住过 便送给先生嘛 一英的保姆庸人 我明日就给先生配齐 曹坤恭恭敬敬地 给苏云递上了一个文件袋 里面装着凌峰山别墅的钥匙 和通行证 苏云点了点头 很坦然地收下 和那柄价值连城的银白飞剑比起来 这别墅根本不算什么 在曹坤和梅姐等人的注视下 苏云开车离开了会所 这曹坤道也会来世 不过这样也好 有了这栋别墅 我正好把老爸接到云州来享福 苏云没有回酒店 直接驾车前往了凌峰山 在车载导航的指引下 不到半个小时 他就抵达凌峰山 出示了通行证后 他一路畅通无阻 来到了曹坤送他的凌峰三号 这凌峰山倒算个风水宝地 乃云州地脉交汇的节点所在 可惜如今地球已处于末法时代 林脉枯竭 否则长居此地 当有延年益寿的功效 苏云走进别墅之内 转悠了一圈 对这里十分的满意 别墅内部的装修用料 都是最高档的 布局设计 也是请了国外知名的设计师 可以说曹坤为了这套别墅 绝对是下了血本的 改天我在找人 将别墅四周改造一下 布置一个小型的距林镇 将可以天地间稀薄的灵气 聚拢过来 将这里营造成一个小福地 到时候再把老爸接过来调养 苏云心中有了盘算 他从口袋中摸出手机 想要和苏白河通个电话 不过这时 他才发现手机早没电了 看来是得换个新手机了 苏云摇了摇头 这个手机还是他高中毕业那会儿 苏白河买给他的 两年多下来 电池已经不耐用了 充电器放在酒店 苏云也只好明天再联络 与此同时 云州市 新辉小区 八状一单元 14020 刘月梅懒散地靠在沙发上 一边敷着面膜一边看着电视 而周广志则是打电话 白河 这都一个下午了 你钱凑得怎么样了 差太多了 家里的存款 再加上我从亲戚朋友那边借来的 总共才80多万 和周广志通话的 正是苏云的父亲 苏白河 广志 你能不能帮忙去和那个车主说说 我实在凑不出那么多钱 能不能再商量商量 苏白河的声音 透着浓浓的疲惫和无力 这半天时间 他联络了不少亲戚朋友 可一听说要借钱 便一个个都变了脸色 推三阻四起来 就连那些苏白兄弟 虽然碍于亲戚的情分 但每家也只肯借出几千块 吝啬的 甚至只拿出几百块 他是实在没法子了 再加上 苏云的手机一直没打通 让他急得起了满嘴起泡 还商量什么 你知道 那车主是什么人吗 他可是云州地面上 有名的狠人 手下控制着几十号打手 我拿什么跟人家商量 还有 别报警了 一旦报警 人家撕票就全完了 什么 跟我借钱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家的钱都买了理财基金 短时间内根本抽不回来 周广志不耐烦地 和苏白和应付着 刘月梅忽然冲着周广志 比了一个嘴型 周广志反应过来 连忙道 对了 白和 我记得 你以前不是在临北县县城 给苏云买了套房子吗 赶紧把房子卖了 我知道那是你给苏云以后 准备的婚房 可人 要是被废了 你还留着房子做什么 电话另一头 沉默了片刻后 响起了苏白和的声音 好吧 周广志文言 面露喜色 继续道 那你动作快点啊 售价低点就低点 最重要是速度要快 那孙太虽然给了三天期限 但谁知道这段时间 小云会受多少苦呢 这最后一句话 似乎刺痛了苏白和的神经 周广志明显感觉到 手机厅筒里传出的呼吸声 都一下子粗重了 挂点电话之后 周广志冲刘月梅 笑道 事情差不多是妥了 苏白和把临北县城的房子一卖 钱应该就凑得差不多了 刘月梅也是喜笑颜开 他们之所以这么积极 自然是为了 那比二十万的辛苦费 看来 今天运到还真是不错 不仅让璐璐结舍王少那帮贵人 而且还能意外发一笔小财 刘月梅心情美滋滋 冲着周广志抛了个媚眼 叫声道 老周 我们已经很久没那个了 不如今晚 周广志也是心头一热 抱起刘月梅 就冲进了卧室 老婆你先等等 他将刘月梅丢在床上后 熟练的从床头柜抽屉里 找出蓝色小药丸 猛吞了两片 哈哈哈哈 来吧 三分钟之后 雨歇云收 周广志靠在床头 默默地抽了根烟 纳闷地嘀咕道 这样的效力 怎么没钱好了呢 第二天 周广志可能是因为 前一晚操劳过度 睡到快九点才起床 刚洗漱完 苏白河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广志 钱已经凑齐了 我现在已经在银行 一会就把钱给你打过去 麻烦你先去把苏云接回来 苏白河的声音 有些声色沙哑 我坐下午的火车来云州 正常情况下 一个晚上时间 想把房子卖掉 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苏白河已试驾的七成 低价急售 才被一家黑中介自行吃下 除此外 他还将自己的汽车 和名下建筑公司的器材抵押了 借了一些高利贷 才凑够了220万 行的 那你把钱打我银行账号吧 一会我就替你跑一趟 周广志说完 就挂掉了电话 刘月梅正在准备早餐 听到动静 盲问道 苏学子那边钱准备好了 周广志点头道 不错 估计他也是被吓到了 生怕苏云被打断手脚 看来 人就是得逼一逼啊 过了十多分钟 两人吃完早餐 周广志的手机 就收到了汇款到账的通知 周广志咧嘴一笑 道 搞定 待会我就出去一趟 把苏云那小子领回来 你要不要一起去 刘月梅连忙摇头 他可不想和孙泰那种凶人打交道 不了 一会我要去美容院 做个水疗保养 顺便再去做个头发 刘月梅回道 在两人说话的时候 一夜未归的周露露 终于回来了 他满身酒气 但精神头却不错 哎哟 小祖宗 你这到底喝了多少酒啊 刘月梅连忙起身 给自己宝贝女儿倒水 周露露酒喝多了 也确实觉得口渴 一边喝水 一边说道 我倒还好 王少那帮人 是真的玩疯了 对了 昨晚我们在水澜街酒吧 那边嗨的时候 听到了个消息 什么消息 刘月梅随口问道 就是那个酒吧街的扛把子 孙泰 听说他昨天出了车祸 人被送到了医院 据说还得截肢呢 周露露说道 孙泰 周广志和刘月梅 都是一愣 这不就是昨天把苏云 绑走的光头恶汉吗 露露 你这消息准不准确啊 刘月梅忍不住问道 当然准确了 酒吧街那边的看场混混 都传遍了 孙泰是酒吧街的扛把子 出了事情 自然引起轰动 曹坤为了消除影响 对知情人都下封口令 对外统一说辞 就是孙泰自己出了车祸 那 那苏云呢 周广志连忙问道 周露露撇了撇嘴 道 这倒不清楚 可能已经被放了吧 毕竟都这种时候了 估计也没谁有心思 去追究车被刮了的事情 周广志和刘月梅 相互对视了一眼 神情都有些不太好看 要是苏云真被放了 那他们还怎么伸手 捞那点辛苦费 周露露没有注意到 两人的眼神交流 打来个哈欠 就自己回房睡觉去了 客厅里 周广志和刘月梅 大眼瞪小眼 沉默了片刻后 周广志叹了口气 啊 这次算苏云那小子运气好 等苏白河到了 我把钱还给他吧 先别急着还 刘月梅白了周广志一眼 说道 孙泰出事了 眼下是顾不上苏云 但谁知道 以后还会不会有麻烦 这笔钱 我们就先留下来 这不妥吧 白河那边 我也不好解释啊 周广志被吓了一跳 这可是两百多万的巨款 苏白河又不是傻子 等苏云回去一说 知道苏云是被自行放回来的 肯定回来 要回这笔钱的 要解释 理由不多的是吗 再说了 苏学子那种香巴佬 在云州人生地不熟的 随便吓唬几下 就能把他唬住了 这件事 就听我的安排 刘月梅又显露出 自己强势的一面 周广志一听 也没再多说什么 与此同时 苏云则是已经驾车 来到了云州的科技电子城 他走进电子城内的一处 手机大卖场 准备买个新手机 几乎市面上各个品牌的手机 都入住了这里 苏云对于手机的牌子型号 都不挑 而且这次来云州游玩 身上银行卡里 只有两千多块钱 他便花了一千多 买了一部杂牌机 咦 你 你是苏云 就在苏云准备离开时 一个轻柔的女子声音响起 再不远处 一个身材高挑 穿着紫色连衣裙的美女 神情有些不确定地看着苏云 叶霆 苏云眼中也闪过一丝错愕 叶霆 不仅是他曾经的高中同学 也是班级里的班花 就坐在他前排 高中三年 苏云算是叶霆的众多暗恋者之一 不过叶霆家境优越 父亲是临北线有名的富商 他的学习成绩也非常优异 苏云面对叶霆 一直自残行贿 直到毕业 都没敢对其表白 而叶霆对苏云的态度 也很普通 倒是因为前后排座位 可谓是标准的舔狗一只 想起曾经那段可笑而荒唐的过往 苏云心中不仅有些唏嘘感慨 那个时候的自己 才是未经人士 情斗初开的少年啊 苏云 没想到真是你 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呢 叶霆走上前打了招呼 道 对了 你怎么来云州了 苏云耸了耸肩 道 我是甚至暑假过来这里游玩的 你呢 你忘了 我大学可是报考了云州的云广大学 因为我爸妈都在国外 这次暑假 我也就没回老家 叶霆打量了一下苏云 亲看到 两年没见了 老同学 你还是这么质朴 苏云文言 只是笑笑 上了大学之后 不管男生女生 都开始注意自己的妆打扮了 喜欢追求时尚潮流 也爱进行攀比 苏云这一身廉价的地摊货 在叶霆看来 可不就是质朴吗 叶霆 时间差不多了 小影都打电话来催我们了 这时 有人冲着叶霆喊话 再不远处 还站在一个妆容精致 气质冷傲的女子 她和叶霆是一起的 不过她看到苏云一身廉价着装 手里还拿着未开封的杂牌手机包装盒 眼中满是嫌弃 根本没打算上前 在她看来 和这样的人交谈 有损自己身份 那是我室友监闺蜜 罗嘉仪 叶霆向苏云介绍了一句 随即给了一个抱歉的眼神 道 我还有点事 就先走了 苏云点了点头 也没准备再和叶霆有什么交集 对了 叶霆似乎像是想到了什么 连忙叫住苏云 说道 明天就是我生日了 我的几个朋友 准备明晚给我举办个生日晚宴 我希望你也能来参加 苏云微微皱眉 陈寅道 我未必有时间 她是真没兴趣参与 虽然叶霆并没有像她那个闺蜜一般 对她流露出明显的鄙视 但苏云的灵觉何等敏锐 自然能感觉到 叶霆心里其实也存在有阶层感 面对自己时 叶霆始终有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只是没有像罗嘉仪那样表现出来 当然 这也是女神对于舔狗的正常姿态 你不是来云州游玩的吗 又没什么重要事情 怎么会没时间 叶霆听到苏云推堂 小嘴微微撅起 故作不悦道 我记得高中毕业的时候 你可是说 以后我有什么困难 用得到你 都可以找你的吗 怎么现在请你参加我的生日宴会 你都推三组四的 苏云 这一波质问 让苏云无言以对 要怪 只能怪她当初太年少无知 明知道当时的叶霆 对自己没有兴趣 也依旧默默喜欢着 在毕业时 她确实和叶霆说过 以后有什么用得到她的 可以随时联系她 然后是以苏云的心境 想起这些往事 也替自己觉得难堪 行吧 我会找时间过去的 你告诉我 地方就行 苏云无奈地说道 叶霆脸上露出笑意 比了得OK的手势 笑道 那就这么说定了 对了 你的手机号码 没有换过吧 没有 那就好 到时候再联系 叶霆说完 就回到罗家仪那边 罗家仪脸上 神情满是古怪 在看到苏云离开后 她才似笑非笑地看着叶霆 参加你的生日宴 她是我高中的老同学 我请她参加我的生日宴 有什么问题吗 叶霆神情自然地说道 别装 罗家仪吃笑一声 道 我可不是小颖 那个糊涂蛋 你明晚的生日宴 听说许志军可是准备了很久 就等着那个特殊时机 要对你表白呢 你临时拉 这么个老同学过去 该不会是想让她 假装你男朋友 充当挡箭牌吧 叶霆闻言 不说话了 罗家仪眼睛突然瞪大 亚然道 不会真被我猜对了吧 叶霆白了一眼 自己这个闺蜜 无奈地点了点头 道 许志军虽然各方面条件都不错 但我感觉她性格有些暴力 真要和她在一起 我怕时间久了 会出问题的 许志军是叶霆大学的学长 是云州本地人 家境优越 人长得也帅气 还是校兰球队的队长 属于学校的风云人物 受到校内很多女生追捧 而她偏偏对叶霆情有独钟 不过 叶霆也是笑花一极的人物 眼光挑剔 看出许志军性格的缺陷 一直和许志军保持着距离 罗嘉宜一拍额头 无语道 你就算要找个挡箭牌 那也得找个像样的 就你老同学那个穷酸样 你就算拉出来 也没人会相信的 叶霆看了口气 道 如果有更好的选择 我也不用这么苦恼了 你也知道 我身边认识的那些男生 都清楚许志军对我有意思 哪里敢答应帮这种忙 她顿了顿 继续道 而且我让苏云做挡箭牌 也不需要许志军相信 只需要做出这么一个样子 她就应该明白我的态度了 这样 我也算给她留了颜面 否则等许志军开口表白了 我再拒绝 那以后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你考虑的倒是周到 罗嘉宜点了点头 嬉笑道 不过 你那个老同学 估计要被许志军记恨了 你也知道 许志军家在云州 还是有几分能量的 没事的 苏云这次来云州 就是来旅游的 应该很快就走 以后和许志军 估计也没什么交集 等生日宴结束 我就让苏云离开云州 叶婷说道 罗嘉宜点了点头 又补充道 对了 你还得多提醒几次 你那位同学 这次只是让他假装你男友 是假装 省得他心怀妄想 觉得自己会有机会 提到苏云 罗嘉宜语气中 就满满的不屑 叶婷挽着罗嘉宜的手臂 笑道 你就放心吧 这些事 我会处理好的 另一边 苏云驾车离开电子城 在半路上 他将手机卡换到新手机 给苏白河打了电话 刚响了两声 电话就被接通 传来了苏白河焦急的声音 儿子 是你吗 你现在有没有失 老爸 当然是我了 不然还能是谁 苏云听出苏白河语气不对 立刻就反应过来 问道 昨天的事情 周广志跟你说了 你这孩子 怎么能直接喊你周叔的名字呢 苏白河语气有些不满 啊 这次要不是你周叔 跑前跑后 替你忙活 你现在都还得被扣着 他替我忙活 苏云听得有些好笑 他是这么跟你说的 是啊 他说 你这次的得罪的是 云州地面上有名的狠人 若不是 他和我是多年的交情 根本不会愿意掺和此事 苏白河没有听出 苏云语气中的异样 感慨道 也多亏了他 否则我对云州 人生地不熟的 就算是凑到了钱 也没门路去熟人 凑钱 苏云越听越不对劲 老爸 你该不会真的凑了那笔赎金吧 我们家似乎没这么多钱啊 苏云对自家的家底 还是清楚的 家里 一时间顶多只能拿出 小几十万罢了 钱的事情 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已经处理好了 这次的事情 不怪你 遇上那种大混混 只能算是运气不好 就当长个教训吧 苏白河还反过来宽慰苏云 苏云闻言 不由陷入了沉默 他是真没想到 因为自己手机没电 没能联系上 结果不到一天时间 自己老爸竟然就凑钱 把自己赎出来 我 苏云正想说点什么 苏白河就已经先说到 好了 我一会就要上火车了 下午就能到云州 有什么话 我们也俩当面说吧 好 苏云挂掉了电话 下午两点 云州火车站的出口 苏云顺利地接到了苏白河 为了赶火车 苏白河连午饭都没顾上吃 父子俩就在火车站旁边的一家面馆 随意地吃了点 才短短几天时间没见 苏云就发现 苏白河憔悴苍老了很多 头上多了不少白头发 苏云看着莫名的有些心酸 爸 你现在可以跟我说实话了吧 你之前说凑的那笔钱 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云一直等苏白河吃完 才忍不住问道 苏白河犹豫了一下 也知道这些事情 终究是没法一直瞒着儿子的 毕竟房子都卖了 等儿子一回临北 就什么都清楚了 我自己的存款 还有跟亲戚朋友借了一些 再加上我把县城那套房子卖了 东拼西凑的 算是弄到了220万 苏白河轻叹了口气 220万 苏云又是一愣 眼中浮现一丝寒意 周广志跟你说的是220万 他可是记得 孙太当时放狠话 也就索要200万 可谁承想 周广志竟然又价20万 怎么 这数目不对 苏白河神情困惑道 苏云摇了摇头 道 当时 那个孙太让周广志传话 是要200万 苏白河眉头微皱 但随即便恢复正常 说道 这也正常 你周叔和我提过 那个孙太 毕竟是个凶恶之人 他需要请托关系 找人说何 这些肯定都需要额外的花费 我和你周叔 从小玩到大的交情 他还不至于骗我 苏云听到这话 不由暗自摇头 自己这老爸 就是太老实了 也太高看 自己和周广志的那点交情了 前世他被陷害入狱 就是周广志骗苏白河说有门路 可以给他减刑期 结果骗光了自家的那点家底 苏云正想在说什么 苏白河摆了摆手 笑道 就当花钱买平安吧 好在你还是全须全已的回来了 就冲这一点 我们就敢好好感谢你周叔 苏云听到这话 是再也忍不了 爸 这事就跟周广志 没有任何关系 那个孙泰昨天出了点事 根本顾不上再敲诈我了 我是自己回来的 苏云无奈地开口 他没将真实的情况说出来 因为这真相 绝对是苏白河接受不了的 他要是说自己废了孙泰 顺带打断十几个会所保安的手脚 还杀掉了昆爷两个顶级保镖 估计苏白河会以为他是失心疯了 毕竟 苏云他从小到大 就是在苏白河眼皮底下长起来的 短短几天时间不见 自己儿子就突然成了 杀人不眨眼的狠人凶土 估计没哪个父亲能接受得了 你自己回来的 苏白河愣了一下 随即大喜道 那太好了 看样子 你周叔还不知道这消息 没联系上孙泰呢 我先打个电话给他 说完 他就拿出手机走到一旁 打起电话来了 苏云心里有些无奈 如今的周广志一家 还没有在苏白河面前 显露出那副贪婪丑恶的面孔 自己要是平白无故地诋毁周广志一家 非但不会让苏白河相信 反而还会唠一顿埋怨 罢了 看来我还是有必要用点小手段 让老八知道 周广志一家的真面膜 苏云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没过多久 苏白河就笑容满面地挂掉电话 笑道 我已经和你周叔联络好了 今天晚上一起吃顿饭 好 晚上我陪你一起去 苏云点了点头 看着满是疲惫的父亲 忙说道 我带你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两人走出面馆 苏白河正准备拦辆出租车 爸 不用打车了 我开车过来的 苏云从口袋里掏出了车钥匙 指了指远处停放着的那辆麦巴赫 苏白河被吓了一大跳 他虽然没有见过大市面 但也算小有见识 麦巴赫这种顶级豪车 他还是认识的 苏云 这 这车 你哪来的 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哦 我在云州认识了一个贵人 这车是他借给我开的 苏云早就想好了说辞 笑道 之前 我机缘巧合 就下了一个老爷子 他家里是云州的大市家 他的孙女为了感激我 就把这辆车 安排给我开了 他把齐青兰拉出来坐挡箭牌 至于曹昆这种地下世界的大佬 还是不提了 省得吓到自己老爸这种老实汉子 苏白河没想过自己孩子会撒谎 倒也没有起义 小云 你顺手救了人家老爷子 这是应该的 不过把别人这么贵重的车子开出来 那就不合适了 苏白河语重心长地劝告道 苏云笑了笑 道 爸 那些钱人对钱财外物并不看重 倒是欠着我们人情 才会觉得难受 你放心吧 这车我也就开一下 过几天就还回去 苏白河一想 也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便没再说什么 苏云为了不再刺激苏白河的神经 这次没有带他前往临风山的别墅 而是去了他先前住的军事酒店 休息了一下午后 父子俩出发赴约 这次周广志挑选的地方 只是一家很普通的饭店 远远比不上望仙楼上档次 来到订好的包厢后 发现周广志和刘月梅已经坐在那了 白河来了 周广志夫妻大咧咧坐在位置上 看到苏云二人进来 也没有起身迎一下的意思 刘月梅眼神中 更是流露出浓浓的不屑 广志 弟妹 这次真是麻烦你们了 苏白河一见面 就表达了歉意 同时 他还熟练地掏出烟 准备朝周广志地去 别忙活了 广志他戒烟了 刘月梅冷冰冰地说道 此话一出 苏白河动作一顿 脸上的笑容也僵住了 苏云更是气得冒火 周广志面前的烟灰缸上 还丢着没熄火的烟头 这是在侮辱谁的智商呢 嗨嗨 周广志干咳了一声 解释道 我先前吸烟被月梅数落了一通 刚刚才向他保证戒烟的 原来如此 倒是我冒昧了 苏白河陪着笑脸 说道 弟妹也是为你的身体着想 戒烟好 有一健康吗 苏白河带着苏云落座 为了打破先前的尴尬 苏白河主动提起话题 问道 对了 广志 你家露露呢 怎么不一起带出来吃个饭 他本也是随口一问 但听在刘月梅耳中 就不像那么回事了 他觉得 苏白河这是还妄想着 撮合苏云和自己女儿呢 露露她 跟朋友出去交际了 往来的都是云州市内的 权贵富家子弟 哪有功夫陪我们出来 应付闲杂人 刘月梅阴阳怪气地说道 苏白河脸色有些不太自然 他知道刘月梅眼界高 有些看不上自己 以前倒也罢了 这次当着自己儿子面 被挖苦一通 还是有些难堪的 周广志又是一阵咳嗽 连忙岔开话题 道 白河 我们还是说正事吧 这次叫你过来 其实还是关于你那笔钱的事 苏白河神情一速 连忙道 你说 是这样的 那孙泰昨天出了车祸 据说要在医院截肢 暂时是顾不上苏云的事了 不过 我因为收到消息比较晚 已经拿出了二十万 用来请托关系 找人帮忙说何 所以 你那笔钱 现在只剩下两百万 周广志说道 苏白河点了点头 连忙道 那二十万既然用出去了 确实也不好再往回药 你将剩下两百万 转回给我就行了 他觉得自己和周广志 这么多年交情 对方还不至于 骗他这点钱 他现在就想着 能拿回两百万 把那套房子赎回来 然后把欠债还掉 那就心满意足了 周广志一脸严肃地说道 白河 那两百万 我劝你还是先 别想着要回去了 怎么了 苏白河一愣 你想啊 人家现在只是暂时 顾不上追究苏云 可不代表就这么放过他了 像孙泰那等人 怎么会放过到嘴的肥肉 就算孙泰废了 他手下还有那么多混混呢 依我看 过段时间 还是让我把钱 给主动送过去为好 否则 等他们缓过神来 肯定要对付苏云 白河 你觉得呢 周广志细细地分析道 苏白河当时面露难色 先前苏云被对方扣在手里 他自然不惜一切 筹钱救人 唯恐苏云会受罪 但现在苏云都回来了 还要给对方白白送钱 他自然舍不得 毕竟 这可是自家全部的家底 我带着苏云马上离开云州 那孙泰总不可能神通广大 到跑临北去对付我们吧 苏白河忍不住说道 周广志眉头微微一皱 沉声道 白河 你也太小看孙泰那帮人了 他们可都是刀口舔血的亡命图 别说你躲回临北 就算逃到省外 他们一样能找到你 苏白河眼皮一跳 有些担忧起来 我说姓苏的 你还真是属皮修的 舍命不舍财 反正老周该提醒的 也提醒你了 你要还是执意想要钱 那也随你 明天我就让老周把钱转回给你 刘月梅话中带刺的嘲讽了一句 等等 让我再考虑考虑 苏白河连忙说道 你还考虑什么呀 钱再重要 也比不过人命啊 哪怕就算有十分之一的风险 你也不敢拿苏云的命去赌吧 周广志苦口婆心的劝告道 苏白河明显是动摇了 就在他准备答应下来的时候 一道淡淡的声音响起 我看这笔钱 你们不是要拿去送给孙泰 而是自己想吞下吧 苏云似笑非笑地 扫量着周广志和刘月梅 这话一说出来 包厢内的几人脸色都一下变了 碰 周广志一拍桌子 起身怒道 苏云 你这是把我周广志 当成什么人了 白河 你听听 你自己听听 你这儿子说的是人话吗 周广志愤懑无比 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 刘月梅就更不用说了 指着苏白河的鼻子 大骂道 苏白河 你们父子还有没有良心 为了你们的破事 老周跑前跑后 请偷了多少人卖关系 你们却恩将仇报 反咬一口 小孩子不懂事 口不择言 苏白河慌忙起身 解释道 广志 弟妹 你们别生气 这是我们的错 一会儿我自罚三杯 说话的同时 他还拉扯了苏云一把 贺道 还不向你周叔和刘月道歉 苏云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他自然是不可能 向周广志夫妇道歉的 碰 正说话间 包厢的门被人粗暴地推开 两个满是纹身的混混 叼着烟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看来就是这里了 其中一个身材壮硕 挺着大肚腩 蹲位下人 起码有两百多斤 另一个 留着小平头 长得虽然普通 但半张脸上竟也是纹身 虎哥 彭哥 看到这两人进来 周广志身子一震 连忙迎了上去 笑道 您两位可是来迟了 快请 快请 刘月梅也是起身迎接 广志 这两位是 苏白河看到这两人进来 心里有些发怵 白河 给你介绍一下 这两位分别是虎哥和彭哥 都是云州道上 颇有名号的人物 之前为了苏云的事情 我就是请托到了 这两位大哥的身上 周广志煞有介事地 冲着苏白河介绍起来 苏白河一听 连忙出言道谢 被称为虎哥的胖子 摆了摆手 道 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罢了 你们只需要把钱准备好 我会和泰哥那边打声招呼 保证以后不会再追究你们 没等苏白河说话 刘月梅已经冷笑起来 虎哥 实在对不住 人家已经决定不给那笔钱了 他们觉得 只要自己离开云州 那就万事大吉了 胖子一听 立刻变了脸色 喝道 愚蠢 三年前 也有个外地老 得罪了太多那帮人 以为当时跑了就没事 结果跑到了省外 一样被砍得半死 成了终身残废 今天我田虎就把话放在这里 只要你们敢跑路 不出半个月 必定横市街头 苏白河听得面如土色 神情慌乱起来 周广志和刘月梅对视一眼 心中都暗自一笑 这虎哥和鹏哥 其实根本不是云州道上的大哥 而是他们临时请来做戏 吓唬苏白河父子的 这两人虽然也是 游手好闲的小混混 但根本上不得台面 只是个样子货 就连身上的那些纹身 都是用纹身贴给贴上去的 玉水即化 不过用来虎一虎苏白河 这种老实人 已经足够了 周广志和刘月梅 早就已经决定 要和苏家划清界限 所以 他们准备在这之前 捞一笔粉的 除了那二十万辛苦费 他们准备将另外两百万 也一口吃下 现在计划进展得很顺利 过来虎人的两个混混 也非常给力 三言两语 就将苏白河 吓得六神无主了 周广志清了清嗓子 准备再加一把力 不过 就在他正要开口的时候 就听到苏云又插话进来 爸 你别听他们在这胡说八道 昨天我回来的时候 那孙太的小弟 亲口和我说了 不会追究刮车的事情 苏云轻叹了口气 拍了拍自己老爸的肩膀 刚才 他就注意到 周广志夫妻和这两个混混之间 有过多次眼神的交流 要是这还看不出 他们之间的猫腻 那他也枉为先王了 真的 苏白河有些狐疑 当然是真的 苏云坦然回道 那位虎哥吃笑一声 道 我说老哥 你没毛病吧 这种幼稚的谎话也相信 孙太五百多案的豪车被刮了 你家小孩算什么东西 有什么面子 让人家不追究 就是 小孩子不知道厉害 你一个大人 难道也不知道好歹 那位鹏哥 也阴侧侧开口 在他说话之时 面部肌肉的纹身 跟着一起耸动 很有一些惊悚的效果 我是不是说谎 很快就知道了 苏云掏出手机 冲着苏白河 道 老爸 我打个电话 让人过来亲自和你说吧 这话一出口 立刻又引来一阵哄笑 尤其是周广志和刘月梅 更是满脸的戏谑 他们对苏家父子 那都是知根知底的 打个电话 就想请孙太的人过来解释 这是没睡醒了吧 苏云也不理会几人的嘲笑 走出包厢 拨通了曹坤的电话 才响了两声 电话就被立刻接起 苏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 手机里传出了 曹坤恭敬的声音 没什么大事 那天和孙太一起的黄毛还在吧 我有点是吩咐他办 苏云淡淡说道 在的 在的 你有什么事情要处理 我手里还有一些更得力的人手 不用了 救他吧 让他立刻来广员酒楼的306包厢 具体情况是这样 苏云将要做的事情 简单的交代了一遍 好 十分钟内 我让他赶到那里 曹坤保证道 苏云挂掉电话 走回包厢 虎哥正叼着烟 在吞云吐雾 看到苏云进来 灭笑一声 道 小伙子 在你虎哥面前 玩虚张声势这一套 你还嫩了一点 我告诉你 泰哥那帮人 我可都熟着呢 想随便找个人来糊弄 那只会害了自己 苏云耸了耸肩 根本没兴趣多废话 不到十分钟 包厢的门被敲响了 黄毛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在他身后 还跟着七八个身材朔壮的大汉 守住了门口 在来之前 黄毛似乎得到指示 进来后看到苏云 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你 你不是昨天那个 周广志和刘月梅 一看到黄毛 都是大吃一惊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而被他们请来的两个混混 看到这阵仗 也是双腿发软 两股颤颤 他们两个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小混混 平时顶多也就敲诈一下 中小学生的零用钱 和在酒吧街看场子很茬子 那是比也不能比的 老爸 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孙泰的心腹兄弟 人称金毛师的师哥 苏云主动开口介绍 不敢不敢 黄毛连忙一步上前 热情地握住苏白河的手 满脸诚恳道 您就是苏老先生吧 昨天的事情 其实就是个误会 让您担心了 后来我们已经查清楚 汽车室之前就被人刮了 和小苏先生完全没有关系 我为我们的鲁莽举动 给您道歉 说着 他就来了个90度的鞠躬 跟着他来的那些壮汉 以齐齐躬身行礼 苏白河被这场面 弄得有些受宠落惊 连忙道 不用道歉 误会解开就好 多谢苏老先生谅解 黄毛一摆手 那七八个壮汉 才齐齐起身 黄毛一脸惭愧地说道 都是我们办事太操 才闹出了这误会 本来泰哥 是要亲自过来道歉 可惜他出了车祸 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内 只能有我 帮他表达歉意了 不要紧 不要紧的 苏白河连连摆手 旁边 周广志等人 早就已经看得目瞪狗呆了 孙太那帮人 在道上是出了名的凶神恶煞 什么时候转性子了 就在他们心中纳闷的时候 他们看到 苏云已经和黄毛搭上话了 这两个也是你们道上混的 好像叫什么虎哥和彭哥 他们收了我爸二十万 据说是要出头 替我爸找你们说何 你认识吗 苏云伸手朝虎哥和彭哥那边指了指 黄毛一听 猛地转过身 眼神满是力气地扫尸过去 还有跟黄毛一同过来的七八个壮汉 也杀气腾腾地盯着他们 虎哥和彭哥差点被吓尿 就是你们两个要收钱平视 我在云州地面混了这么久 貌似也没听过你们的名号 黄毛走到二人面前 阴侧侧地开口 黄毛身为孙太的头号心腹 在道上也是有一定小有名头的 对各路的大佬 他知道的一清二楚 根本就没听过什么虎哥和彭哥的 操 你压还挺狠的 居然在脸上也刺了纹身 彭哥是吧 我们认识认识 黄毛用手啪啪拍着彭哥的脸 彭哥都快哭了 任凭被黄毛打脸 一动不敢动 黄毛打了几把掌后 看到彭哥脸上的刺青少了一大块 低头一看 发现已经粘自己手上了 我丢你老母 黄毛都差点没气笑 二话不说 他直接飞起一脚 就将彭哥踹倒在地 还有你 叫虎哥是不是 黄毛又把目光盯在胖子身上 胖子急得满脑门都是汗 哭丧着脸道 不敢不敢 您叫我胖虎就行 在您面前 我哪里敢称虎哥呀 今天这事 就是个误会 误会 黄毛脸色一沉 冷声道 误会你娘 你们两个衰仔 真是好大胆子 骗钱也就罢了 居然敢攀扯到我们头上了 就凭你们两条杂鱼 连跟泰哥和我说上话的资格都没有 也敢对外宣称 自己能做中人说何 胖虎和彭哥低着头 瑟瑟发抖 根本不敢吭声 你们两个混哪里的 跟的老大是谁 黄毛贺问道 二人还是没敢出声 说话呀 聋了 黄毛呵斥道 胖虎苦着一张肥脸 说道 我们没跟老大 平时就在红旗小学那边 收点保护费 你妈 黄毛抬手就是一巴掌 闹了半天 感情就是两个跟小学生 收保护费的渣渣 你们两个坏了规矩 自己说吧 该拿你们怎么办 黄毛恶狠狠地说着 还从口袋摸出了一把弹簧刀 胖虎和彭哥一瞧 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别 师哥 给我们次机会 这真不是我们的主意 胖虎更是死了爹妈一样 哭好起来 然后 他用自己胖胖的手指 指向周广志和刘月梅 检举道 是他们 就是他们封了个红包给我们 叫我们过来演出戏 忽悠一个外地来的香巴佬 我就只收了五千块钱啊 胖虎嚎啕大哭 嗓门震天响 苏白河听到这话 有些不可置信 男男道 广志 你 周广志此刻哪里有心思 去理会苏白河 他慌里慌张地冲黄毛解释道 大哥息怒 这是我真不是有意的 这样 改天我在望仙楼摆一桌 请几位大哥吃饭 就当是赔罪 是啊 我们就想骗两个钱 真没想会冒犯诸位 稍后 我们准备几个红包 还请几位一定笑纳 刘月梅也有些慌了 在他的计划里 可没有算到这种变故 黄毛呵呵笑道 看你们俩这么懂事 那就是有得了 确实没必要搞出什么流泄事件 对对 我们边吃边聊 周广志陪着笑脸 苏白河看周广志 始终没理会自己 更没有直言片语的解释 不由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这是他相交几十年的朋友 苏白河脸上满是失望之色 苏云 我不想再待这了 我们走吧 苏白河心灰意冷地说道 好 苏云陪着苏白河离开 临走前 他冲黄毛使了个眼色 让其处理后续的事情 走出酒楼后 苏白河掏出了香烟 沉默着抽着烟 苏云也没有打扰 在一连抽了三根烟后 苏白河才叹息道 广志以前不是这样的 到现在 他还有些接受不了自己的好朋友 会趁火打劫 坑骗自己的家财 爸 人都是会变的 你把人家当朋友当兄弟 人家却把你当冤大头 这种人 早点认清 早点远离 苏云劝道 苏白河点了点头 苦笑道 放心吧 你爸虽然重感情 但却不是傻子 对了 苏白河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 胡一道 那个叫金毛氏的混混 怎么对我态度会这么客气 按理说 他们那种人 就算闹出了误会 也不可能对我道歉 苏云笑道 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救了一个老爷子 他家在云州势力雄厚 发句话 也就解了这两子 苏白河恍然大悟 这一切就都能解释得通了 酒楼包厢内 在苏云父子走后 气氛一片祥和 黄毛大咧咧地坐在位置上 周广志夫妇热情地向他敬酒 胖虎和彭哥 则是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 黄毛是来者不惧 几杯酒下肚 便豪爽地说道 看在你们夫妻这么懂事的份上 我也不难为你们 把人家的那笔钱还了之后 再额外丢三百万 这件事就算了 什么 三百万 周广志和刘月梅听到这话 差点没跳起来 喊什么喊 黄毛一拍桌子 骄骂道 这三百万 我还是看你们懂事 才给你打了折扣 你们可不要不识好歹 周广志苦着脸 讨饶道 师哥 可这三百万也太多了 能不能再少点 少点 那你准备出多少 黄毛点上一根烟 慢悠悠地抽了起来 周广志和刘月梅目光交流了一下 最后 周广志伸出了五根手指 说道 你看 五十万怎么样 你妈 黄毛变脸的功夫一流 听到这话 抬手就给了周广志几个大耳瓜子 骂道 你特么当老子是要饭的吗 就我们这么些兄弟 出来一趟 想五十万就打发了 你自己问问他们 答应不答应 那七八个跟他一起来的壮汉 都是面目猙獰的 盯着周广志夫妇 一个长相丑陋的阴沟鼻男子 更是宁笑连连 说道 师哥 这对夫妻是在消遣我们呢 他们自己随便设个局 就要坑人两百多万 现在却只想出五十万打发我们 这是明摆着 看不起我们兄弟几个呀 就是 依我看这钱也不要了 直接谢他们两只手饭了 两只手哪够 上次中兴街白猫子 欠了三十万赌债还不上 就剁了一只手 他们这种情况 至少还得再摘个身 几个壮汉打手 你一言我一语 吓得周广志夫妇脸都绿了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我们不是不想拿钱出来 实在是一下子拿不出三百万 周广志脸色凄苦 黄毛哈哈一笑 说道 不要紧张 他们跟你开玩笑呢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残忍 动不动就要砍人手脚 那都是吓唬人的 不过你们真要是拿不出那么多钱 我这倒有一条门路 周广志心头一跳 看到黄毛这么和颜月色起来 他反而越发的不安 其实 我认识一个影视公司 专门负责制作爱情动作小电影 我看你老婆虽然年纪大了点 但姿色还是有的 让她过去拍几部片子 这钱就不用出了 黄毛笑眯眯的提议道 别 周广志一听 脑袋立刻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他虽然自己那方面不太行 但也接受不了自己老婆和别人啪啪 更别说还要拍成片子了 师哥 你饶了我们吧 真要拍了那种片子 我们还怎么见人啊 刘月梅被吓得花容失色 放心了 这些片子都是出口海外市场的 没人认识你们 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 头部片子 我可以亲自做男主角 黄毛拍着胸脯子 一脸傲然道 我在AV界的外号 叫做一杆金枪捅破天 我们合作 销路方面绝对没问题 周广志夫妇一听 想死的心都有了 此时此刻 周广志也顾不上其他 联盟保证道 师哥 我能凑到钱 给我三天时间 我一定把钱筹到 黄毛觉得有些扫兴 淡淡道 三天太久了 明天我就要 苏云陪着苏白河离开后 另找了地方吃饭 苏白河心情不好 点了几瓶啤酒 一瓶接着一瓶的狂义 苏云也没拦着 他知道 老爸心里难受 需要喝酒发泄一下 一个小时后 等苏云送醉醺醺的苏白河 回到酒店时 就接到了黄毛打来的电话 苏先生 事情我已经办妥了 除了让他们吐出那 220万之外 我又额外给你要了 300万赔偿 前明天就能到位 黄毛语气恭敬地汇报 行 到时候 220万打回我爸的账号 剩下的300万 就转到我卡里 苏云没有去询问 黄毛具体的经过 毕竟 敲诈勒索方面 黄毛才是专业人士 这件事你办得不错 回头我会向曹坤表扬一下你 苏云随口说道 谢谢苏先生抬卷 黄毛激动无比 他可是知道 苏云在坤爷心里的地位 是何等之高 随便一句话 就能让他自己一步登天 眼下自己的老大哥孙太妃了 只需要苏云一句赞赏的话 搞不好酒吧间那边的场子 坤爷就能让他打理 苏云没有理会黄毛的兴奋 挂掉电话之后 眼底闪过一抹冷意 对于周广志一家 他并没有罢手的意思 仅仅让对方破财 又怎能消去他心头之怒 另一边 周广志和刘岳梅 已经慌慌张张地跑回家 开始筹钱了 一个个借钱的电话 不断地打出去 两夫妻忙活到了快十二点 凑到的钱款 也才两百万出头一点 还差将近一百万 广志 怎么办 还差一百万呢 我可不想被逼去拍小电影 呜呜 刘岳梅说着说着 突然哭了出来 周广志心头一阵烦躁 恼怒道 还不都是你 非要坑下苏白河的两百万 否则能有这种事情 好啊 周广志 你个没良心的 现在到时都怪我头上了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再说了 这是你后来不也同意了吗 刘岳梅撒起泼来 他本来还想从周广志这里 得到点安慰 可没成想反倒了一通埋怨 当即不依不饶地哭闹起来 周广志听得是一个头两个大 好在这个时候 出去享受夜生活的周露露回家了 刘岳梅像是想到了什么 停下了哭闹 连忙冲着周露露 说道露露 咱们家摊上市了 你不是和王少他们混熟了吗 能不能出面让他们帮帮忙 周广志文言 也是精神一振 王少那帮人 都是云州地面有名的权贵公子 家世显赫 人脉很广 要是能请他们出面说和一下 恐怕黄毛那帮人 也不敢再敲诈自己 周露露对刘岳梅的话 充耳不闻 显得有些失魂落魄 露露 宝贝 刘岳梅使劲地摇了两下 周露露这才如梦初醒 脸色惨白的吓人 妈 出事了 出大事了 周露露声音颤抖着开口 宝贝 你别急 慢慢说 刘岳梅这时也发觉 自己女儿精神头有些不对 我本来和王少 他们约了今晚 继续在水澜街酒吧嗨的 可是一直等到 十一点都没见到他们人 后来我才知道 王少他们在来的路上 出了重大车祸 有个开大卡车的司机 不仅酒驾 而且还闯红灯 把王少他们的车 都撵了过去 周露露哭丧着脸 什么 周广志和刘岳梅 差点没蹦起来 刘岳梅连忙问道 那王少他们人没大碍吧 周露露脸色灰暗的摇了摇头 王少的半个脑袋都被压扁了 当场就没了生命体征 家里开超市的赵东东 听说身上被铁片插穿 也死了 最惨的是那个李警 他的车被撞击后 还引发了爆炸 被活活烧死 还有那个姜柔柔 倒是捡回一条命 但肯定毁容了 周露露哀声叹气 一脸的愁苦 他可好不容易搭上了 这么一个贵人的圈子 本指望着能够融入其中 变身上流人士 可谁承想 认识没两天 这些权贵子弟 竟然集体团灭了 周广志和刘岳梅 也是满脸愁容 他们本还想着 能请王少这些人出面 替自己解决问题的 现在是彻底指望不上了 他骂的 现在云州怎么老出交通事故 周广志按骂了一句 昨天孙太出车祸 今天王少那帮人又出车祸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关键是该怎么办好 刘岳梅又低声抽气了起来 还能怎么办 只要先把房子抵押了 套一笔钱出来 应一应急了 周广志无奈地说道 云州是省会城市 房价很高 随便找个财务公司抵押了 都能套出一百多万来 周露露一听 自家要抵押房子 脸色也变了 忙问道 爸妈 家里出了是什么事 怎么需要抵押房子了 刘岳梅当即就掐头去尾的 把事情说了一遍 说完还恨恨地骂道 都怪苏云那小王八蛋 要不是他去打电话 叫什么金毛狮过来 哪里会有这些事情 刘岳梅不敢去记恨黄毛这些混混 但却恨上了苏云 可他却不想想 若非他先设局 要坑苏云家两百多万 又哪会有后来的事情 这苏云一家真是该死啊 周露露也是咬牙切齿 与此同时 深蓝之心会所 曹昆也接到了一个电话 昆爷 事情已经办妥了 我亲自安排马三坐船跑路 今后十年都不会回国 电话那头的人说道 你办事我还是放心的 另外 你自己也先离开云州 避一避风头吧 曹昆说完 挂掉了电话 梅姐站在他身后 给他揉捏着太阳穴 轻叹了口气道 我以为你顶多教训一下 那几个顽固 没想到 进东这么大的事情出来 曹昆冷冷一哼 这几个小王八蛋 差点就害死我了 我岂能轻饶过他们 再说了 他们还胆敢算计苏先生 我自然不容他们再活着 梅姐目光闪了闪 试探性地问道 要不要把这件事 向苏先生那边提一提 曹昆摇了摇头 道 这么一点小事 就拿到苏先生面前表功 我还没那个脸 现在最重要的是 尽快办妥替苏先生 收集灵药的事情 梅姐迟疑了一下 道 已经有些眉目了 我收到消息 金元堂药房总部 有一株130多年的灵芝 不过那是人家 作为镇馆之宝的 恐怕不愿意出手 金元堂药房 是天南省内有名的 连锁药房 总部就在云州市 不愿出手 那就加价 我出两倍的价钱 要是还不肯 那就是不给我曹昆面子了 到时候 我叫人把金元堂的 主持人绑回来 亲自聊一聊 曹昆恶狠狠地说道 第二天上午 苏白河从宿醉中醒来 脑袋还有些隐隐作痛 摸出手机一看 居然已经十点多了 上面还有一条 汇款信息 那220万 已经打回到他账户上了 苏白河脸上 闪过一丝复杂之色 又点了根烟抽了起来 爸 刚起床就抽烟 可对身体不好 而且我就在边上 你老让我闻你的二手烟 也不合适啊 苏云一脸无奈地说道 看来昨晚的事 对老爸的打击 还是有些大 苏白河把烟掐灭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道 你周叔已经把钱还给我了 我准备下午就回临北线 你跟我一起回去吧 下午 苏云犹豫了一下 道 我答应了一个高中同学 晚上去参加他的生日宴 要不我明天回 你明天再回也行 苏白河点了点头 继续道 这次 我向家里的亲戚朋友 都借了钱 回去后会先把钱还了 不过按照规矩 我还得摆上几桌 明天请他们过来吃饭 表示感谢 你小子也必须在场 亲自道谢 否则你那些书白 故意会觉得你没礼貌 苏云文言答应道 行吧 那我明天准时回去 吃完午饭后 苏云送苏白河坐上了火车 然后便回到了 林峰三号的别墅 曹坤安排的保姆佣人 都已经到位 不仅将别墅上上下下 都清理了一遍 更是装饰了很多名贵的饰品 比如客厅的墙上 苏云就看到 多出好几幅名贵的字画 还有侧边的脚机上 还摆上了精美的瓷器 不是现代工艺品 是真正的宋代瓷器 特别是书房 几排书架上 都被放满了各类书籍 其中甚至有一些 传世的孤本真本 书桌上 摆放的笔墨纸验 也皆是上上之选 饶是以苏云的挑剔 也不得不承认曹坤办事妥贴 有这样的人 坐自己的门下走狗 确实能省很多事 下午的时候 叶婷打来过一次电话 苏云 晚上的生日宴 你可别忘了 地点定在望仙楼 你最好七点钟之前就到 叶婷今天似乎有些忙碌 匆匆说完 就挂断了电话 望仙楼 苏云饶有意味地笑了笑 能在望仙楼举办生日宴 这手笔可不是一般大 普通吃饭的包厢 显然是不够了 起码得用到一个宴客厅 最低消费都是十万起步 苏云要去参加人家的生日宴 两手空空去 肯定是不太好 怎么着 也得准备个生日礼物 眼下自己别墅中 名贵的物品倒是不少 但都不合适 沉吟了片刻 苏云突然悠悠地叹了口气 罢了 到底是我前世年少木一之时 喜欢过的人 便赠你一场福源吧 今晚之后 你我再无牵连 苏云迈步走入书房 提起一根狼好笔 静默之后 足足屏息凝成了十分钟 在精神凝聚到极致后 他才挥毫书写 哄 随着他手中的毛笔滑动 四周天地的天灵 似乎都蜂拥而至 融入了他的笔尖 过了几分钟后 洁白的宣纸上出现了四个字 诸邪不清 这四个字 只能算是方正公正 和那些书法 大家龙非凤武 神韵超义的字体 差了不知道多少倍 但如果有修炼武道的人 看到这几个字 就能感受到 这字体中 蕴含了一股霸绝无匹的武道意志 这是苏云在写着四个字的时候 只要携带这张纸 便可凭借字体中的武道意志 震慑邪魅 一切的霉运 厄运 英慧 统统都不会夹出几身 苏云等到纸上的墨迹干了之后 便将其折叠起来 最后折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平安符 晚上六点多 苏云驾车来到了望仙楼 在停好车后 他打电话给叶婷 这次 响了十几声后 电话才被接起 你在望仙楼的哪个房间 我上来找你 苏云问道 我们在望仙楼三楼 算了 这一层没有熟人带着 你是上不来的 我让家宜下来接你一下 夜听说完 又匆匆挂了电话 今晚她是主角 要招待各方面的朋友熟人 忙碌得很 肯定是不可能抛下其他人 亲自下来接苏云的 苏云在门口等了七八分钟 罗家宜才慢吞吞地走了出来 她穿着一身性感的低胸吊带短裙 裙摆很短 堪堪遮住臀部 露出了一双笔直修长的大白腿 不少路过的人 你怎么穿着这身就来了 平时也就算了 可今天好歹也买一身 有牌子的衣服啊 这不是给夜听丢脸吗 苏云耸了耸肩 道 这身穿着挺舒服的 又不是我半生日宴 没必要这么讲究吧 罗家宜文言 心中暗自摇头 香巴佬就是香巴佬 怎么都上不了台面 要是换成平时 她根本都懒得搭理苏云这种货色 扭头就走了 不过一想到夜听的嘱托 她叹了口气 道 算了 就这么着吧 你先别上去 有点事情 她这次过来 并不只是纯粹让你参加生日宴 还想请你帮个忙 假装她的男友 罗家宜说道 假扮她男友 她可没跟我说过这事 苏云眉头一皱 她这次过来 本只打算和夜听说一声生日祝福 送上那份礼物 算是和曾经那段青春懵懂的岁月 彻底做一个告别 可没想到 夜听突然来这么一手 现在 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 罗家宜对苏云的态度 有些不满 在她看来 能有机会假装夜听的男朋友 那是苏云这种香巴佬 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了 还有 这只是假装的 夜听只是想以此晚居 另一个人对她的追求 所以 你可不要有什么其他想法 罗家宜郑重其事地告诫道 你想多了 我现在 对她没有半点想法 苏云面无表情道 切 罗家宜根本不相信这话 不过她也懒得和苏云争辩 直接说道 现在你跟我上去吧 一会儿 什么话都别多说 夜听会应付的 罗家宜带着苏云 来到望仙楼三楼 进入一处艳客厅 里面已经汇聚了十多个人 皆是衣着光鲜的年轻男女 夜听犹如众星拱月一般 被大家聚在中间 苏云第一眼就注意到了夜听 今天夜听穿着一身香奈儿的粉色公主裙 脸上化着淡妆 显得清纯亮丽 是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此时 在夜听身边 站着一个身材高大俊朗的青年 俨然一副主人家的做派 替夜听招待着朋友 夜听眼神有些无奈 但又不好拒绝 看到罗家仪带着苏云进来 他眼中闪过一丝神采 抱歉 是非会 我又有朋友过来了 夜听冲旁人说了一声 脸上洋溢起笑容 冲着苏云走了过来 苏云刚欲开口说话 夜听已经很自然地 挽住了他的手臂 苏云 你可是来晚了 夜听笑盈盈地说道 语气带着几分撒娇的味道 苏云要是先前 没有得到过罗家仪的提醒 还真会被突如其来的一下 给弄猛住 好在 他现在知道 夜听只是找自己做挡箭牌 所以倒也没有刻意 去挣脱夜听的手 反正他已经决定 以后不会和夜听 有什么交集了 今晚在顺手帮的小忙 那也没什么 宴会厅内 原本欢笑的气氛 突然突然凝固住 尤其是看着夜听 挽住苏云的手后 众人一个个神情古怪 不由自主地 看向那位高大俊朗的青年 高大青年脸色一下 变得十分难看 眼底深处 更是闪过一抹凶力 不过考虑到今天这个场合 他倒是没有当众发作 一个满身名牌的娇俏少女 当先说道 夜听拉着苏云走了过来 严笑艳艳道 介绍一下吧 这位是我高中同学苏云 临北人士 也是我现在的男朋友 大家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 话音落下 场内灯时一阵哗然 众人听到这话 都是十分不可思议 那位娇俏少女 更是瞪大眼睛 说道 夜听 你是在开玩笑吧 一定是这样的 今天是你生日 你想开个玩笑 活跃一下气氛 是啊 夜听 以你的条件 怎么可能会找这种人呢 就是 你的眼光有多高 我们还会不知道吗 其他人都嘻嘻哈哈 并不相信 夜听似乎也早就料到 大家会有这种反应 他也没有多解释 转而冲着苏云介绍起来 这是孙颖 也是我的室友 夜听 指着那个娇俏少女 你好 苏云打了声招呼 孙颖只是点了点头 随即找上罗家仪 拉住她 小声问道 家仪 这是什么情况 这人真是夜听的男朋友 罗家仪撇了撇嘴 冷笑道 那小子要钱没钱 要家事没家事 模样也不够帅气 夜听怎么可能看得上 他是夜听临时拉来 做挡箭牌 回绝许志军的 这件事 你自己知道就好 别表露出来 孙颖长松了口气 拍了拍自己胸脯 说道 这就好 要是夜听伸 找了他做男朋友 我可接受不了 一想到 以后我们的圈子 会混进这么个人 我就浑身难受 夜听没理会 自己两个室友在窃窃私语 他带着苏云 将周围的人都介绍了一圈 最后 走到了那个高大青年面前 这位是我的学长许志军 他可是校内篮球队的队长 是学校的明星人物呢 夜听语气轻柔地夸赞道 大家看到夜听将自己等人 一一介绍给那个所谓的男友 那架势可不像是开玩笑 一些人脸色都变了 许志军这时 反倒已经冷静下来 他虽然性子凶利了一些 但并不蠢 很快就浓想明白了夜听的用意 他目光扫量了苏云两眼 呵呵一笑 苏云是吧 既然是夜听的对象 那也就是我们大家的朋友 你家里要是有什么困难 以后都可以跟我们说说 能帮忙的 我们一定帮 毕竟 像我们这些人 随便从手指缝里露一点东西出来 就够你吃饱全家了 许志军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语气中带着几分施舍的味道 他一眼就看出苏云身上 从上到下的行头 都是廉价货 这种人居然也赶来 假装是夜听的男朋友 坏自己的好事 他自然是要好好羞辱一下的 其他人听到这话 并不觉得许志军嚣张跋扈 反而一副身以为然的表情 因为许志军有嚣张的资本 他家里生意做得不小 资产击码好几亿 平日里出来玩 随便花销一顿 就顶得上苏云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前胖子 你家里不是开制衣厂的吗 改天送几身好一点的衣服给苏云 他毕竟是夜听男朋友 走出去总不能太寒酸了 许志军冲着一个身材富态的年轻胖子 开口道 这实在小意思 我家老爷子最喜欢做慈善 每年都给山区的贫困户 捐赠大量的衣物 再多一个苏云也不算什么 前胖子黑黑笑着 说出的话却有些难听 那意思 俨然是将苏云也当成了贫困户救济 前胖子名叫钱达 家里开了几个制衣厂 也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主 他对于夜听这位笑话级美女 心里也一直有想法 只不过夜听眼界太高 连许志军都没看上 就更不用说他了 现在 突然得知苏云这种穷逼 居然成了夜听的男朋友 他是七个不服八个部分 钱达 你怎么说话呢 夜听有些不满道 不好意思 我这人就是心直口快 实在抱歉啊 前胖子笑呵呵的道歉 但根本看不出一点诚意 算了 前胖子这人 向来说话都是直来直往的 夜听你也别叫真了 一个身材火辣 相貌冷艳的女子 出来打圆场 他说话的同时 眸光扫过苏云 就不由摇头 冲着夜听说道 不过你这男朋友 也确实太随意了一些 这好歹是你的生日宴 不要求他穿得光鲜亮丽 但总得有几分体面吧 夜听脸上神色有些不太自然 事实上 他也没想到 苏云会如此的随意 在他看来 自己邀请苏云参加生日宴 就算没提前告知对方 要假装自己男友这回事 苏云也该重视 至少要穿得正式一点 还好只是让他假装这一次 以后和他 应该也没有什么交集了 夜听心中暗道 宴客厅中充斥着欢声笑语 夜听那些朋友熟人 谈笑自若 可唯独苏云 像是个异类 被大家有意地排斥在外 夜听对此也不以为意 苏云拉入自己这个圈子 他请苏云过来 原就是做个样子 以此婉拒许志军而已 如今目的已经达到了 虽然这会让苏云有些难堪 但夜听已经想好了 等一下生日宴结束 就封一个大红包给苏云 算是补偿 夜听身为今日宴会的主角 自然不会一直待在苏云身边 此时 在夜听正在招待其他人 苏云独自站在宴会厅的一脚 端着一杯红酒 慢慢细品 冷眼相看凡尘俗世 神情无悲无喜 怎么样 被所有人忽视 心里不好受吧 罗家仪不知何时走到了旁边 怜悯地看了一眼苏云 说道 你和我们本就是两个阶层的人 就算任你打拼 奋斗一辈子 将来也一样走不进我们这个圈子 接受现实吧 鸭雀永远难与凤凰为伍 苏云闻言笑了笑 说道 你说得对 鸭雀确实难与凤凰为伍 可问题是 谁为鸭雀 谁又是凤凰 罗家仪眼中流露出鄙夷之色 这种问题 还用问吗 鸭雀自然是指你这种样貌 家世 学历都普普通通的平庸之人 居然连这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罗家仪暗自摇了摇头 懒得和苏云多废话 他直接了当地说道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等一下就找个理由 先离开吧 省得你继续留在这里 破坏了大家的气氛 说完 他就踩着高跟鞋 登登登地走了 苏云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他本也没准备继续留下来 不过就在他 走到夜庭身边 准备说话的时候 宴会厅的大门被推开了 望线楼的服务员 推着一个六层的大蛋糕 走了进来 蛋糕来了 夜庭 这可是你二十岁的大生日 快来点蜡烛许愿吧 孙颖一脸雀跃的 拉着夜庭走了过去 其他人也围了过去 随着一根根的烛火亮起 大家一起围着夜庭 唱起生日歌 最后由夜庭吹熄蜡烛 闭言许愿 等夜庭许愿完毕 孙颖便忍不住问道 夜庭 你许了什么愿望 夜庭笑着摆了摆手 道 这可要保密 愿望说出来 可就不灵了 这时 许志军突然上前一步 走 我说苏云 你这个真是太敷衍了 就算是给普通朋友 送生日礼物 你这都不合适 更不要说夜庭还是你女朋友 你这真是一点诚意都没有啊 许志军讥讽连连 就是 什么狗屁平安符 你还不如什么都不送吗 你这混蛋 诚心来给夜庭丢脸的吧 孙颖和罗嘉怡 这两个夜庭的室友兼闺蜜 这哪里是给夜庭送礼 简直就是对她的侮辱 哎 夜庭心底轻叹了口气 面对这种场面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眼下这情况 他就算想维护一下苏云 也不行了 苏云神情平淡 看到夜庭没有接过平安符的意思 他便将其放在了桌子上 说道 这道平安符 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它真的可以用你余生服员 哈哈 前胖子又是一阵狂笑 兄弟 要不要说得这么玄乎 搞得你这平安符 真的大有来头似的 老子带着这串灵法寺 高僧开光过的佛珠 都没你这么屌 前胖子拉起自己袖口 在他右手腕上 显露出一串谈慕佛珠 这串佛珠 是前胖子老爹一次性 给灵法寺捐赠了上百万的香油钱 才从灵法寺求回来的 据说 由灵法寺的得到高僧 光红大师亲自开光 其后又被放在灵法寺正殿 供奉了七七四十九天的香火 拥有安神辟邪的功效 前胖子以前 可没少向大家吹嘘 据他自己说 带了这串佛珠之后 他睡眠质量都好了 苏云的目光 从前胖子手中的佛珠扫过 眼底闪过一丝不屑 那佛珠 只是蕴含了一丝 微末的精神力量而已 顶多也就是让佩戴者 能够平静心神 有助于睡眠罢了 和他写有珠邪不清的平安符比起来 简直不值一提 前胖子对于这些自然不知道 他还在苏云面前 得意洋洋地炫耀着他的佛珠 末了 他还不怀好意地问道 你这道平安符 又是什么跟脚 是出自哪位佛门高僧 或者道家知名道长的手笔 苏云皱眉不语 根本不屑 和前胖子这种人 解释其中的玄妙 前胖子以为苏云 是被自己问得心虚了 当即伸出自己的胖手 抓过那平安符 将其拆了开来 里面珠邪不清四个字 显现在大家的面前 看到这几个字 大家差点笑喷 这该不会是 你自己的写的字吧 还珠邪不清 哥们平安符是要画上佛门 或者道家的符咒 才能称之为符 你自己随便写几个字 就折成平安符 这不是在搞笑吗 前胖子笑的大槽牙 都露出来了 许志军也是摇头失笑 讽刺道 苏云 你就算是想要省点钱 送平安符 那至少也得找个寺庙 去买一张啊 你这么搞 不是把叶婷当傻子糊弄吗 周围其他的人 也是一副无语至极的表情 就算是小孩子过家家 也不该这么儿戏啊 叶婷抿着嘴唇一言不发 一张翘脸 只觉得火烧一般 丢人啊 这可是自己二十岁生日 自己刚刚向其他人宣布 苏云是自己男友 结果对方却送上来 这么可笑的东西 简直就是在打他的脸 哪怕苏云今天 只是随便送一张生日贺卡 上面写一些祝福的话语 也比送这种东西强百倍啊 叶婷深吸了一口气 强压下心中的情绪 说道 苏云 我向来不是太信这种东西的 要是身上带着这玩意 恐怕我爸妈 还会数落我封建迷信 所以 这平安符你 还是收回去吧 苏云眉头微微一皱 沉声道 我送出的东西 便不会收回 你若是不要 那便扔掉吧 只希望 有朝一日 你不会后悔 好了 我还有点事 就先到此了 说完 他便转身离开 不知为何 看到苏云那转身离去的背影时 叶婷心中微微一颤 隐约觉得自己仿佛错了什么 不过下一刻 他便为自己 生出这种念头 感到可笑 大家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今日一别 应当再难有交集了 这哥们该不会因为我几句话 恼羞成怒了吧 这气量 实在太小了点 前胖子嘴巴嘖嘖地说道 好了 前胖子 你少说两句吧 许志军假意劝告了一句 心里却对前胖子今晚的表现非常满意 不过他对苏云 还是心怀恨意 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敢跳出来 假装叶婷的男友 坏了他的大事 有机会 他准备教训一下苏云 对了 叶婷 这张平安符要怎么处理 前胖子拿起那张平安符 询问道 叶婷摇了摇头 说道 丢了吧 这东西 他肯定是不会收下的 要是收下来 那他肯定会成为圈子里的笑谈 前胖子文言 将其荡成废纸 随意丢开 正好落在许志军面前 真是个滑稽的家伙 许志军端起一杯酒 随手撒在上面 一群人闹腾了一阵 许志军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许志军拿出来看了一眼 灯石脸色一变 冲着众人做了个下压的手势 等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后 他才接起电话 一脸恭敬地说道 吕哥 志军啊 你现在也在望仙楼 电话那头 一个唇厚的男子声音传来 嗯 吕哥 你怎么知道 许志军诧异了一下 因为我现在也在望仙楼 刚才于经理 给我送酒的时候提了一嘴 才知道 你小子也在这里 待会我们聚一聚 那感情好 我这里有几个不错的学妹 你在哪个房间 我带他们过去给你敬酒 许志军热切地说道 别 我师父他在这里呢 他喜欢清静 一会儿 我过来你那吧 行 那我们等你 许志军笑容洋溢地挂断电话 此时 周围的人都以某种奇怪的目光 看着许志军 要知道许志军 在他们这个圈子里 可向来都是核心人物 大家还从没见过他和别人说话 与其这么恭敬的 军哥 你是在和谁打电话啊 前胖子试探性地问道 许志军清晰了口气 吐出了一个名字 吕飞扬 听到这个名字 厂内不少人 都是猛吸了口冷气 是吕氏集团 那个吕儿少 前胖子声音 有些发颤 许志军点了点头 其他人 脸色都一下变了 吕氏集团 那是天南省餐饮业的龙头企业 早早就已经布局 全省十五市 以此为据点 辐射周围省份 大家现在所处的望仙楼 就是吕氏集团的产业 吕氏集团当代掌门人 一共两个儿子 大儿子 吕逸臣 瑞智早会 一直被荡城集团 继承人栽培 吕氏集团 几次布局拓展市场 都有他的手笔 是非常出众的商界精英 而二儿子吕飞扬 则正好相反 时不时的惹是生非 早些年 把人打伤打残的事情 就有好几起 像前胖子 这些云州本地人 对于吕二少的恶名 那是闻名已久 根本不敢招惹 而许志军 以前便常年 跟在吕二少后面私混 这吕二少不是离开云州 好几年了 怎么就突然回来了 前胖子说话哆嗦着 就像是一只发抖的肥猪 因为他以前 就因为长得太胖 被吕二少看不顺眼 以帮他减肥的名义 狠狠地收拾了几次 好在 前几年 吕二少机缘巧合 遇到了一个世外高人 拜其为师 跟随其修炼武道 离开了云州 前胖子减肥的噩梦 才算结束 我也是才知道 吕二少回来了 许志军感慨一声 随即冲着众人说道 待会吕二少会过来一趟 大家多恭敬点 否则后果会很严重 叶婷听到许志军 如此郑重地告诫 连忙乖巧地点了点头 吕二少那等人物 确实不是他能得罪的 在知道 吕二少会过来后 大家交谈时 明显都有些心不在焉 前胖子 更是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 燕客厅的房门被推开 走进来一个 身材雄壮的年轻男子 身材修长匀称 但却充斥着一种力量感 他给人的感觉 就像是一只人形猎豹 身上洋溢着危险的气息 吕哥 许志军热切地迎了上去 其他人纷纷跟上 就连前胖子 虽然对吕二少畏惧到极点 但一样 快不跟在许志军后面 生怕动作太慢 被吕二少误会 自己轻视怠慢他 哟 几年不见 志军 你现在倒是养得白白净净 人模狗样了 看来这几年 你在云州过得 还是挺滋润啊 吕飞扬拍了拍许志军的肩膀 痛得许志军一阵呲牙咧嘴 只觉得自己的肩膀 都要快被拍散了 吕哥 轻点 轻点 许志军连忙叫喊起来 志军 你这身子骨也太弱了 才这么点劲道都受不了 真该好好锻炼锻炼了 吕飞扬一脸嫌弃道 周围其他人听到这话 都是一阵愕然 要知道 许志军可是学校篮球队的队长 打球出了名的狂猛 被称为球场上的高手 可在吕飞扬嘴里 却变成了身子骨太弱 还有那个胖子 看起来有些眼熟啊 是不是钱家 那个钱小胖 妈的 几年不见 又肥了这么多 以后有机会 哥帮你减减肥 吕飞扬也注意到了钱胖子 毕竟 钱胖子这吨位 在这里 还是很显眼的 听到吕飞扬的话 钱胖子身上的肥肉 都是猛的一抖 连忙道 不敢劳烦吕哥你 我回去就报个减肥班 他的话 当时就引起了 场内一阵哄笑 吕哥 不是我们太弱 飞扬问道 对了 吕哥 这些年 你都到哪里去了 我们都联系不上你 吕飞扬撇了别嘴 道 别提了 跟着我师父 去了西南的老林子 做了几年的野人 每日里翻山越岭 和各种凶悍野兽搏杀 此话一出 场内众人 都是目瞪口呆 有些不敢相信 像吕飞扬这种 大集团的顽固少爷 跑去深山老林 去做野人 大家怎么听 都觉得有些匪夷所思 吕哥 你是在开玩笑吧 许志军 也以为吕飞扬 是在开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 我师父说了 这是在帮我 磨砺我的意志 坚定我的项武之心 这几年 我虽然受了不少苦难 但总算在武道一途 算是入门了 吕飞扬有些感慨道 许志军等人面面相去 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还去学武 要知道 现在这社会 只要有钱 还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聘请到 伸手出众的保镖 给自己效力 像他们这种 家境优越的富家弟子 脑子有坑 才会自己去苦练什么功夫 有个鸟用 如果对方 不是凶名赫赫的吕二手 前胖子此刻 早就嘲讽出声了 吕飞扬看到 众人不以为意的样子 当即冷冷一笑 道 你们这些人 对于武道一无所知 真以为我学的东西 和你们所知的花拳锈腿 是一回事吗 说话间 吕飞扬随手就抓过 桌上的一瓶红酒 碰 随着他五指用力 整个红酒瓶 竟然被他硬生生地抓爆了 酒水混杂着玻璃碎片 飞溅而出 场内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 吕哥 你 你的手劲怎么这么大 前胖子 惊得脸上肥肉狂抖 这一下子 要是抓在别人手臂上 恐怕能把手骨都得抓裂掉 哼 吕飞扬冷哼一声 突然深吸一口气 猛的一掌拍在桌子上 碰 落掌之处 桌面竟然崩裂出了粗大的裂缝 众人都是脸色狂变 像是看怪物一样 盯着吕飞扬 要知道 这桌子可是普通的红木 而是东非黑黄檀木的材质 号称坚硬如铁 一般人就算是拿着铁锤猛敲 也休想敲练 可吕飞扬既然徒手一掌 就拍出了裂缝 这要是打在人身上 一掌就能要人命 吕 吕哥 你这也太妖念了 许志军声音也有些发抖 在他们大学里面有不少社团 比如武术社 跆拳道社 他也见过人徒手披砖 打碎木板什么的 可那些都是花架子 和吕飞扬这一手比起来 简直一个天一个地 吕哥 你这是修炼了传说中的气功了吗 这是不是就是电视上面说的内力 一群人围住吕飞扬 叽叽喳喳 兴奋无比 像罗嘉怡 孙颖这些女生 更是眸中一彩连连 女生天生就有崇拜强者的本性 吕飞扬如今在他们眼里 已经不是简单的豪门大哨 更是奇人异事 身上充满了神秘的光环 就连叶婷也目光不眨地看着吕飞扬 眼里充满了好奇 罗嘉怡和孙颖更是大胆 簇拥在吕飞扬的身边 神情中竟是妩媚撩人之色 前胖子则在一旁大拍马屁 吹嘘吕二手 是什么天下第一高手之类的 听得吕飞扬也是哭笑不得 好了好了 你们不通舞蹈 有些话在这里说笑也就罢了 到外面千万不能瞎说 我这点本事再舞蹈见 只能算是入门 吕飞扬语气严肃地提醒道 只是入门 众人都瞪大了眼睛 吕飞扬点了点头 说道 五道修炼 共分为九重境界 每突破一境 都是自身一次 升华蜕变 下三境 主要是强化根骨皮肉 壮大力量 锻炼肉身根本 中三境 则是已经将修炼之道 由表入理 炼出了内境 至于上三境 那不提了 那是宗师强者 五道通神的人物 你们一辈子 都未必能够遇上 吕飞扬感慨一声 继续道 我这些年日夜苦练 如今也不过是翠体三次 达到三平五者的境界罢了 我的那位师傅 才是真正的高手 内境大成圆满 他可以做到 将一块豆腐 放在砖头上 一拳打在豆腐上 豆腐不破 下面的砖头粉碎 众人闻言 都是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在他们看来 那简直是神仙手段了 吕飞扬看到大家 呆若目击的样子 洒然一笑 取过一个酒杯 准备倒杯酒 这时 他恰巧描到了桌子角落 摊开着的一张纸 吕飞扬看到了桌子角落 摊开的那张纸 本来 他也只是随意瞄了一眼 就移开视线 不过下一刻 他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目光又移了回去 这几个字 他皱起眉头 这张纸 便是苏云写了 珠邪不清的平安符 不过被许志军 撒了酒水上去 上面的字迹 大部分都已经化开 变得污浊 只剩下最后一个轻字 似乎刚被浸透 墨镜没有彻底化开 吕飞扬从中感受到了 一股特别的意愈 仿佛有一道意志 直压他心神 这张纸是哪来的 吕飞扬沉申问道 前胖子 本来还想将苏云的事情 当成笑话 说给吕飞扬听 可是 此刻他看吕飞扬神情 有些不对劲 连忙长话短说道 这是叶婷的一个朋友 送给他的 当时折成了一个平安符 说是保他平安 吕飞扬脸色殷勤不定 许志军也看出 吕飞扬的反应不太对 不由问道 吕哥 难道是这张纸 有什么特殊吗 吕飞扬摇了摇头 但又说不上来 说完 他犹豫了一下 从口袋掏出手机 打出了一个号码 电话接通之后 吕飞扬恭敬地说道 师父 打扰到你了 我这边看到了一页纸 总得上面写的几个字 有些特殊 就像你以前跟我提到过的 字中有神意 对 你能不能过来看一眼 挂掉电话后 吕飞扬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吕哥 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这几个字 我看着也就普普通通啊 许志军忍不住说了一句 是啊 吕哥 我老爸书房里就挂了不少书法 有些还是出自省书法协会的大师之手 这几个字和那些书法比起来 我觉得简直上不了台面 前胖子也接口道 吕飞扬摇了摇头 神情深沉 道 你们不懂的都闭嘴吧 等我师父看过之后再说 许志军几人一听这话 都不敢再吱声了 没一会功夫 房门被推开 望仙楼的经理 一脸恭敬地引领着一位老者 走了进来 老者身穿一套白色的糖妆 头发花白 但精气神十足 相貌看着普普通通 但却有着一股逼人的气势 师父 吕飞扬马上起身见礼 唐庄老者摆了摆手 问道 你说的那叶纸呢 在那呢 吕飞扬指了指桌子角落 唐庄老者看到那张纸 都已经快被泡烂 面颊不由微微一抽 但还是凑近过去观看 前面三个字墨迹化开 都已经污浊一团 只有第四个字 还剩下小半没有化开 唐庄老者只看来一眼 就身子一震 如遭雷击 仿佛身体中凝聚出了一柄长刀 冲他当头披下 登登登 唐庄老者倒退了几步 脸上满是亥然之色 宗师手术 竟然是宗师手术 唐庄老者惊呼起来 就像是古代的大儒 看到了孔圣仙师的手稿 一般激动 师父 你是说这几个字 都是宗师强者写的 吕飞扬震惊到 他如今可不是武道界的白钉了 自然明白 宗师二个字代表的分量 宗师者 武道通神之存在 唐庄老者深吸了一口气 点了点头道 而且这些字 还不是那位宗师强者随手写的 而是他集中精神意识 凝聚成自身无上的武道意志 一并融入笔风写成的 每一个字 都蕴含着他霸觉无上的武道意志 朱邪不清这四个字 正在这里 任何的恶欲 霉欲 阴慧 邪魅 鬼祟 统统都无法加深 说到这里 唐庄老者语气中 闪过浓浓的痛息 可惜 可惜啊 字形被毁 其中的武道意志失去了字体的承载 很快就会消散得一干二净 场内众人听到这里 都是脸色连连变化 要是这话是其他人说的 大家只会当成是江湖骗子的风言风语 可现在说话的这人 是吕二少的师父 那位实力超凡的神仙人物 就那么几个字 真有那么贵重吗 能值多少钱 前胖子忍不住问道 唐庄老者长叹了口气 摇头道 无价之物 如何定价 宗师强者 那是何等的身份 根本不会拿出融入了自身五道意志的手书出来售卖 你想要开价用钱卖 那是在侮辱宗师 不过 在十多年前 老夫曾听说 金师有一顶集门法 以一字千万的价钱 向龙虎山天师府的一位道教宗师 求了家宅平安四字 唐庄老者说道 一字千万 听到这话 场内众人都瞪圆了眼珠子 一字千万 那岂不是说 这四个字就值四千万 场内这些富家子弟 一个个都面如土色 四千万 对于他们来说 那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像许志军家 虽说资产数益 可那是指资产身家 要让他家 拿出可动用的现金的话 一下子最多 也就能弄出上千万来 而且 唐庄老者说的四千万 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现在恐怕得翻个几倍 叶庭精致的小脸 一下子变得煞白无比 他怎么也没想到 苏云送他的生日礼物 竟然会贵重到这种程度 到现在 他才终于明白 为什么在自己拒绝 这平安福后 苏云会说 让自己将来不要后悔了 许志军脸色也有些发白 因为先前正是他 撒了杯酒上去 才让这张价值 数千万的纸 彻底毁掉 他生怕叶庭怪到他头上 连忙说道 叶庭 这可怪不得我 这是自己说要丢掉不要的 叶庭惨然一笑 心中止不住的悔愤 这张纸 你们是哪里来的 唐庄老者沉声问道 师父 今天是这个小姑娘 二十岁生日 她的一个朋友 将这东西 当作礼物送给她了 结果这些人 都觉得是个笑话 唐庄老者听完 深深地看了一眼叶庭 说道 你那位朋友 看来也是知道 这张纸的价值的 所以才郑重其事地 将其送给你 可惜啊 你却没有珍惜 她值多少钱 都只是其次 她是真正能庇佑 你余生福渊的瑰宝 叶庭听到这里 眼泪夺眶而出 她连忙掏出手机 想要给苏云打电话 只不过 这个号码 她已经打不通了 在苏云离开望仙楼后 便已经将她拉黑了 今天这一别后 苏云斩断了 前世今生那一抹情愫 从此天涯路人 他日相逢亦不实 苏云在离开之后 对于望仙楼后面 发生的事情 一无所知 她回到了临峰山别墅 安安稳稳地睡了一觉 第二天一早 她静止来到云州火车站 坐上了开往阳川市的高铁 天南省一共15个市 阳川市是其中 排名较为靠后的一个 而苏云老家所在的临北县 便是阳川市下辖的一个县 因为临北县没有直通火车 她需要在阳川市下了高铁后 再转乘汽车 在临近中午的时候 苏云在阳川市汽车站 检票上车 此时 车上已经坐了不少人 苏云上车之后 突然神色一动 目光朝着汽车最后排看去 在那里坐着一对中年男女 相貌普普通通 女子怀中还抱着一个熟睡着的婴儿 乍一看 就像是寻常三口之家 苏云却感觉到 这对中年夫妇 看似寻常的身躯之内 却蕴含着磅礴的静力 两个人 竟都是修炼出了内境的高手 特别是那中年男子 气机凝滞不动 稳如山岳 比起被苏云击杀的瓦达 还有跟在齐老身边的保镖许君 都要强得多 最少都是无品无者的境界 苏云没有想到 在这开往小县城的中巴车上 都能碰到两个内境高手 不过她也没有在意 目光一扫之后 就随意地收回 找了个位置坐下 过了一会 车上又陆陆续续地上来了几个人 尤其是最后上来的 是一位身材高挑的俏丽女子 天生丽质 相貌颜值 比起叶婷和周璐璐这些美女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她一身黑色的休闲运动装 秀丽的长发随意地竖成马尾 身上没有寻常 女子的娇柔之气 显得阴气勃发 在这种开往小县城的班车上 突然上来这种顶级美女 瞬间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 车内原本嘈杂的说话声 都一下小了很多 这美女上车之后 目光扫视了一圈 最后走到苏云的旁边 打招呼道 你好 我能坐你旁边的位置吗 当然可以 苏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随即起身让开地方 让对方走进里面的位置 这一幕 可是羡慕 坏了车上的不少男士 特别是苏云前排 一个戴着眼镜的瘦弱青年 看了看苏云旁边的美女 又瞧了瞧自己身旁坐着的胖大婶 一脸的生无可恋 你好 我叫顾晴 女子坐下之后 主动冲苏云伸手问好 我叫苏云 苏云也点了点头 她的反应有些平淡 并没有正常男士那种 被美女主动搭讪的紧张和窃喜 顾晴脸上微微闪过一丝诧异 随即玩耳一笑 主动道 我这次去临北 是看我外婆的 这一路应该要走一个多小时呢 我这人比较怕无聊 所以喜欢找人说说话 对了 你去临北市做什么 回家 苏云淡淡说道 她可不会天真的认为 顾晴是真想和她聊天说话 在顾晴上车后 苏云就察觉到 她眼角余光 始终有意无意地在注意着 最后排那对中年夫妇 现在主动找自己说话 也不过是 为了能利用侧身交谈的时机 观察那对夫妇 和他们怀中婴儿的情况 而且苏云还发现 除了顾晴之外 还有两个在她之前上车的男子 也会时不时地打量一下后方 这些家伙 还真是无知无畏啊 苏云心中轻叹了口气 修炼出了内静的舞蹈高手 林爵敏锐 对别人的目光窥视 非常的敏感 顾晴这些人 自以为做得隐秘 却不知道这些举动 其实早已经被对方察觉了 我叫汪大聪 我爸在临北开设了一个商铺 专门收购乡野土特产 你们有空 要不要一起过去看一下 我可以送你们一些 前排的那个瘦弱青年 费力地扭过头 自来熟地加入谈话 他心里对苏云很鄙视 人家美女都主动挑起了话题 你居然还表现得 这么不冷不热的 真是给了你机会 都不重用啊 所以 汪大聪自告奋勇地 就接过陪美女聊天 大发无聊时光的众人 顾晴盈盈一笑 也不拒绝 他找人聊天 本就是为了找个幌子罢了 不论是苏云 还是这汪大聪 其实都无所谓 他有一搭没一搭地 和汪大聪交谈着 脸上挂着温和的笑意 但心里已经有些着急 顾晴 他是阳川市局刑警大队的 在三个小时前 市里发生了一起恶行案件 有两个歹徒 光天化日之下 竟强闯入阳川市 首富陈仲鹏先生家里 将其只有三个多月大的孩子抢走 事情一出 影响非常之恶劣 市局立刻调集精干力量 重点侦查 通过全面的天眼监控 终于追查到了 这两个歹徒的踪影 发现他们已经坐上了 这趟开往临北线的班车 局里顾虑到歹徒手里的孩子 还有满车的乘客 没敢采取激进的行动 只派遣了顾晴 和另外两名同事 先混上来摸情况 这是顾晴第一次参与到 这种直面汉匪的一线行动 他想要趁着这个机会 证明自己的能力 其实 一直来他在射击和格斗方面的成绩 都是对里拔尖的 可就是因为长得太漂亮了 始终被荡成花瓶类的角色 对里的那些男同事 更是对他这位锦花保护有加 有什么危险的行动 都将他留在后面 让他充当侧应后援 顾晴是个要强的性子 否则当初也不会罔顾家里的意见 直接报考警察了 他自然是不会允许自己 始终被荡成花瓶的 汽车开了半个小时 一路上 顾晴和汪大聪交谈之余 不时地用手机发信息 和局里进行沟通 汇报车上的情况 直到他看到 手机接收的最后一条信息 精神猛的一阵 大约五分钟后 汽车行驶到某段盘山公路 砰的一声爆响 汽车猛地晃动了一下 司机连忙一个急杀 引来车上不少人的叫骂 特别是汪大聪 一直扭着头 要和后座顾晴说话 刚才那一下晃荡 差点没把他脖子扭断 你大爷的 怎么开的车 汪大聪大骂道 司机没吭声 跑下车检查了一下 然后黑着脸上来 冲众人说道 轮胎被扎爆了 这车目前是走不了了 我联系公司 再派一辆车来接你们吧 什么 这得等到什么时候 不少人都抱怨起来 这我也没办法了 好在前面不远 有个服务站点 大家可以先过去休息休息 司机一脸无奈地说道 一众乘客闻言也没办法 只能不情不愿地 举过自己的行李下车 坐在最后一排的 那对中年夫妻相互对视一眼 神情中皆闪过一丝机翘 顾青 我们也过去吧 你放心 等一下要是汽车来得太晚 我就打电话 让我爸开车过来接我们 汪大聪一脸热切地开口 想要和顾青一起下车 顾青脸上挤出一个笑容 敷衍地笑了笑 他现在可没有心思 去应付汪大聪 本来 他打算等那对中年夫妇 路过自己边上的时候 看看是否有机会 能出其不意地抢过婴儿 可偏偏车上的人 都走得差不多了 那两人似乎也没动弹的意思 在家汪大聪还等着自己下车 自己要是继续磨蹭在这里 那就显得太可疑了 顾青心中暗叹了口气 只能跟着一起下车 倒是他那两位伪装乘客的同事 还在位置上磨磨蹭蹭 显然也是打着和顾青一样的主意 想要出其不意 直接请下两个匪徒 苏云在临下车的时候 冲着他们问道 你们两个不一起下车吗 那两个便衣警察都是脸色一变 其中一个张嘴便骂 你催个鸟啊 老子的钱包掉在位置夹缝里了 不要捞出来吗 滚蛋 苏云耸了耸肩 没再多说 禁止走下了车 反正该提醒的 他也提醒了 等苏云一走 车上就只剩下了那两个便衣警察 还有那对中年夫妇 唉 真是奇怪 怎么就捞不出来呢 刚才骂人的便衣嘴里嘟囔着 钢子 你的手太粗大了 要不让我来试一试 另一个便衣开口道 在他们说话这回功夫 最后排的那对中年夫妇 终于从位置上起来往外走出 两个警察都是心中一喜 准备暴起发难 不过他们 真念头刚刚升起 就听到那对夫妇中的男子 冷笑着开口 你们两个装模作样演了这么久 真当我们是白痴吗 此话一出 两个警察都是脸色猛的大便 与此同时 下车后 走出不远的顾青脚步一顿 又要往回折返回去 唉 顾青 你这是要干什么去 汪大聪不由喊道 我的一只耳钉 好像落在车上了 我得回去找一找 顾青随便找了一个借口 就往回小跑过去 不过在他经过苏云身边时 被苏云一把拉住 顾青翘脸一遍 美眸中浮现怒意 呵斥道 你干什么 放开 我是为你好 上面那两个人 不是你能对付的 严禁于此 你若是执意找死 我也随你 苏云说完 便干脆地放手 顾青此时根本没有心思 理会苏云说的话 准备继续折返车里 不过没等他走出几步 碰 碰 两声玻璃炸开的声音响起 顾青的那两个同事 全都浑身鲜血地从车里被丢了出来 他们的四肢 全部都呈现不正常的弯曲状态 竟是被人生生折断了手脚 好在这两人都已经昏死过去 倒是不用承受那种手脚禁断的痛苦 啊 杀人了 四周 那些还没走远的乘客 看到这血腥的荧幕 都是尖声大叫了起来 汪大聪更差点被吓尿 他从小到大 也没有见过这么刺激的场面 这会儿 他可顾不上顾青这美女了 拿出了吃奶的力气 转头狂奔 警察办案 无关人等 全部退开 这时 四周的隐秘之地 冲出了一个个穿着制服的警察 形成了一个包围圈 有人上前拖走了那两个昏死过去的同事 剩下的人 十几把手枪 全部指向客车 顾青也从腰间拔出了自己的配枪 如灵大敌地盯着前方 顾青 你负责将无关人等隔离在远处 这里用不到你 一个魁梧男子 沉声喊道 是 队长 顾青虽然心中有些不甘 但还是不敢违抗命令 你还愣在这里干什么 快给我带到外面去 顾青瞪了一眼苏云 刚才 其他乘客都完了命地往外跑 就苏云还跟看细思待在旁边 一动不动 气得顾青迎牙紧咬 直接抓着苏云的衣服就往外拖 好了 好了 我自己走 苏云无奈地举起手 而另一边 那些乘客跑出了六七十米后 似乎都觉得自己安全了 他们纷纷停下脚步 卧槽 刚才真特么刺激 这么大的阵争 是在抓汉匪吗 是啊 刚刚差点没把老子吓尿 车里有两个人好像被打死了 你们看到没有 丢出来的时候 手脚都全断了 我的妈呀 我们竟然和这么危险的人物 同车坐了一路 不少人都忍不住大呼小叫 心计之余 又仰着脖子 冲着客车那边张望 你们怎么停下了 这里还是危险区域 你们至少要离开现场200米开完 顾青带着苏云走了过来 看到一群人停在这里 立刻出言提醒 200米 没这么严重吧 我看警察同志不是已经控制局面了吗 一个邋遢的中年大叔不以为意地说道 就是200米开完 那还能看到什么呀 我还准备拍个小视频 传到朋友圈呢 那个坐在汪大聪旁边的胖大婶叫囊道 他的话 立刻就引起了其他的硬核 这种大场面 对于他们这种普通人来说 那是一辈子都未必能遇到的 大家当然是 想要亲眼看个热闹 反正都离得这么远了 那汉匪总不能顶着这么多警察的枪火包围 冲到这里来威胁他们吧 顾琴气得身子发抖 他也算是看出来了 这些家伙 也就看他是个漂亮的小姑娘 才敢这么唧唧歪歪 要是换一个长相凶恶一点的同事过来 保证几句话就安排得明明白白 顾琴 没想到你竟然是警察 你手里的枪 是真家伙吗 能不能给我摸一摸 汪大聪也舔着脸 上前套近乎 顾琴差点都被气笑了 碰 就在这时 一声枪响 是那位刑警队长向天开了一枪 鸣枪示警 枪响之后 他拿起一个喇叭喊话 里面的人听着 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 还请立刻释放绑架的人质 主动投降 争取宽大处理 哈哈 这时 一阵猖狂的大笑响起 那对中年夫妇 终于从车里走了下来 面对指着自己那些黑洞洞的枪口 中年男子依然不拒 冷笑道 陈仲鹏的儿子在我手里 你只管开枪好了 看你们敢不敢让他给我陪葬 刑警队长毛荣 脸色有些难看 陈仲鹏可不是一般人 而是杨川市首富 为杨川市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平日里更是是领导的座上宾 他已经快五十岁了 好不容易老来得子 这孩子 几乎可以说是他的命根子 行动前 局里领导也是三令五身 务必让他保证这婴儿的安全 要是出了意外 他这个刑警队长肯定也当到头了 你绑架陈先生的儿子 到底有什么目的 你有什么条件 大家都可以商量 毛荣放缓了口气 他心里也奇怪得很 这两个绑匪 劫走陈仲鹏的儿子 并没有打电话勒索赎金 也没有提其他要求 真要只是求财 估计陈仲鹏宁愿花钱买平安了 商量 中年男子冷冷一笑 道 这件事没得商量 二十年前 陈仲鹏用合同诈骗的手段 坑得我吴家倾家荡产 我父亲 更是被气得吐血而死 而他则靠着我 吴家的财富发家 一步步走到杨川首富的位置 这二十年来 我吴天茂四处拜访名师 苦练本事 如今中有所成 自然要找陈仲鹏清算旧账 毛荣一听对方是寻仇 立刻便道 你既然是要找陈先生算账 那应该直接去找上他 掳走人家的才几个月大的儿子 算是什么本事 吴天茂轻蔑一笑 道 我直接去杀死陈仲鹏 当然是可以的 不过那样对他而言 未免太便宜他了 我要将这小崽子 带到我父亲坟头 冲作牲口祭县 以为他的亡灵 至于陈仲鹏 等他体会过了痛失至亲的痛苦 我再去取他性命也不迟 他们都没想到 吴天茂竟然如此凶残 要将一个数月大的婴儿 充当牲口来活进 简直灭绝人性 你太嚣张了 有我们在这里 杨川氏容不得你这种恶徒 如此放肆 毛荣大喝道 吴天茂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就凭你们这些凡夫俗子 想要阻我 简直是一想天开 吴天茂撇过头 冲着身旁的女子说道 我们已经在这里浪费太多时间了 川儿 你先带着这小崽子先走 我留下来陪他们玩一玩 好 中年女子轻笑一声 手里怀抱着婴儿 脚下猛的发力 哄 她脚下的地面 明显凹陷下去了一寸 她整个人腾空跃上了客车顶 然后又借势一个弹跳 竟然就如大鸟一般 一跃十几米 跳出了包围圈 狂奔出去 这神乎其神的一幕 看得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 一跳十几米 简直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想象 奥运会跳远冠军看到这一幕 都得跪下 站在远处观望的那些乘客 更是惊叫连连 也幸好那中年女子奔逃的方向 并不是他们这边 否则这些人 指不定又会有什么不堪的表现 快 快拦住她 毛队长在那里狂吼 有几个队员刚想有所动作 吴天帽已经大笑一声 你们还是先陪我玩一玩吧 说话间 他身形也猛地移动 如同猎豹一般迅捷 冲着距离他最近的一名队员 扑去 那名队员眼睛一花 都来不及开枪 胸口就像是被大象给正面冲撞了 吐血到飞了出去 胸口位置的骨骼 不知道断裂多少 人还没跌落在地上 就已经失去了意识 开枪 开枪 毛队长声嘶力竭的大吼 自己带头开枪 吴天帽手里没有人质 他们连最后一点顾虑也没了 砰砰砰砰 场内枪声密集地响起 可根本就无法打中吴天帽 吴天帽的动作实在太快了 急如风雷 快若闪电 奔行之间 大家只能看到一条模糊的身影 很多队员前一刻才把枪口对准 那道模糊身影 都没来得及开枪 就已经失去了对方踪迹 他们连人都看不清 身体的意识反应 就更加跟不上了 只能在乱枪忙打 远处 顾琴看到这一幕 整个身体都僵住了 只觉得有一股寒气 直冲自己脑门 要知道 自己那些队友 可不是那些维持治安的基层民警 可比的 他们射击考核的成绩 都是优异达标 队长毛荣 更是在省射击比赛中 赢得过奖牌 按照道理 近距离射击 别说打人了 就算是只小麻雀 也早就打爆了 可现在 他们却只能像是初学者一样 在胡乱射击 怎么会 这个人是怎么做到的 他的身体反应和速度 已经突破正常人的极限 顾琴声音都带着几分颤抖 他自己也学过格斗擎拿 每日健身锻炼 身体的应变反应 也比一般人要灵敏得多 可是和对方那种非人类一比较 简直就上不了台面 啊 这时 远处有惨叫响起 有队员捂着自己的手臂 满脸痛苦的哀嚎 手枪也掉落在了地上 原来 刚才吴天帽在闪躲之间 竟然还有余力 踢飞起地上的小石子 那些小石子 在他的静力加持下 冲击力大的下人 打在水手上 谁就得骨折 这就是修炼出内境的武道高手 普通人对上他 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 苏云悠悠地说道 顾琴心神已乱 全部的注意力 都被远处的枪战吸引 根本没听清苏云说什么 场内惨叫声接二连三的响起 每一声惨叫 都代表着有一位队员 失去了战斗力 顾琴那张绝美的面庞 此时已经煞白一片 没有一丝一毫的血色 至于那些原本 还在远远观望的乘客 更是早就已经吓破胆了 此时此刻 他们哪里还顾得上看热闹 拍小视频 一个个都撒腿狂奔 恨不得自己能多长出两条腿来 原地就只剩下苏云 还站在顾琴的身旁 原本密集的枪声 很快就变得零零碎碎 最后更是彻底的沉寂下去 因为所有人 都被吴天茂的飞食 给击断了手臂 手枪掉落了一地 吴天茂傲立在场中 目光四顾 张狂无比 你们不是说 杨川氏有你们在 就不容我放肆吗 那现在呢 敢不敢把这话再重复一遍 吴天茂一脸细血地开口 毛绒等人听到这话 又惊又怒 他们还是头一次 被犯罪分子如此挑衅 却又无能为力的 对方的实力太强了 强大到他们根本没有反抗的之力 毛绒从井十几年 也没有见过如此凶徒 靠他们的几把手枪 根本就不可能威胁不了对方 必须得出动特警队 动用威力更强的自动器械扫射 才能击毙这种凶徒 武道可通神 我苦练二十多年 方才练成这一身实力 又启示你们凭借一点外武 就可以对抗的 吴天茂神情傲然 眼中流露着一股 目空一切的霸气 他目光在毛绒等人身上扫过 轻蔑道 你们这群废物 不知天高地厚 竟然胆敢过来围剿我 本来是必死无疑的 不过 我念在自己大仇即将得报的份上 可以网开一面 你们要是愿意跪地求饶 向我磕头道歉 我便放你们一条生路 什么 你敢羞辱我们 毛绒等人听到这话 全部都勃然大怒 吴天茂脸上流露出戏灭之意 摇头道 既然你们不愿 那我也只好施展拉手了 说话间 他就准备下手 不过就在这时 碰 又是一声枪响 开枪的人是顾晴 他看到吴天茂又要行凶 隔着几十米 就开了一枪 不过可惜 吴天茂的灵觉太敏锐了 他枪口刚一对准吴天茂 吴天茂就察觉到了危机 瞬间闪避了出去 臭丫头 你找死 吴天茂大怒 当即就不再理会毛绒等人 直接转身朝着顾晴奔袭而去 不好 顾晴快逃 毛绒等人都大声叫喊起来 他们都见识过吴天茂的厉害 自然知道光凭顾晴手里那把枪 根本无法对吴天茂构成任何威胁 现在想逃 晚了 吴天茂奔行起来 如同猎豹捕食 那股凶悍之气隔着老远 都震得顾晴心神震荡 顾晴连忙抬手 对着吴天茂连开竖枪 可根本没有一枪能够打中吴天茂 此时此刻 顾晴终于能够体会到 先前自己队友的那种绝望了 任凭自己怎么开枪 都无法阻拦对方分毫 到最后 顾晴握枪的手都在颤抖 而就在此时 一个清淡的声音 在顾晴耳边响起 像你这样开枪 是打不中他的 不如让我试试 随着这个声音传来 一只白皙修长的手掌 握住了顾晴的手 顾晴娇躯一阵 心中羞愤交加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这混蛋竟然还来添乱 不过眼看着吴天茂 就要冲杀到面前 顾晴也没有心思 再去和苏云计较什么 他满心绝望 几乎就要闭目等死了 突然 他只觉得手里一空 手枪已经落到了苏云手里 他看到苏云握着手枪 只是随手一抬 没头没脑的 就从外胡乱开了一枪 碰 结果这一声枪响之后 吴天茂狂奔的身形猛的一顿 身上抱起了一团血花 在他肩膀位置 被打出了一个血肉模糊的枪孔 顾晴美眸猛的瞪员 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毛绒等人也目瞪口呆 刚才他们这么多人 同时射击 都没能损伤吴天茂一根毫毛 结果苏云只随意开了一枪 就打中了对方 这运气外面也太好了吧 吴天茂感受到肩膀传来的剧痛 也有些不可置信 竟然有人能走狗屎越 猛中一枪 不过吴天茂在惊恶过后 继而心中生起了滔天的怒火 自己竟然被一只蝼蚁给伤到了 不可饶恕啊 你真该死啊 吴天茂发出狂尸一般的怒吼 脚下猛的发力 竟然爆发出了 比先前还要更快的速度 苏云看都不看 又抬手又是三枪 枪枪见血 吴天茂的身形摇晃了两下 最后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 在他的脑门上呈现着三个血孔 三枪都是爆头 终结了吴天茂的性命 吴天茂双眼睁大 眼中还残留着难以置信的神色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 就这么被打死了 你太嚣张了 苏云摇了摇头 在他看来 吴天茂确实有些猖狂 不到宗师境界 无法做到宁静成刚 关键是还在他苏云面前嘚瑟 这种家伙 不打死都不行 这 这 顾琴和毛茂那群人 都被惊得呆若目击 久久回不过神来 如此枪法 神乎其身 队长 你有见过这么神的枪法吗 有队员忍不住问道 这已经不光光是枪法的问题了 毛茂摇头苦笑道 要打出他那几枪 首先必须得有无比惊人的动态势力 才能捕捉到 那吴天茂高速移动的身形 而且自身肢体反应也得跟得上 再加上百发百中的枪法配合才能做到 咱们天南省内 有这份本事的 据我所知 恐怕也唯有省厅的那位 有枪王之称的叶英才能做到 听到这里 众人都像是看待怪物一样 盯着苏云 苏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其实他做到这些 很简单 只是以自己的精神意念锁定住了吴天茂 随便开了几枪而已 好了 枪还给你吧 苏云将手枪递还给顾琴 顾琴呆呆地接过 似乎还没能从刚才的震撼中回过神 请问 你以前是否常年在国外练枪 毛绒带着几个队员过来 客气地询问 在国内 枪械禁得很严 市面上虽然也有黑枪流通 但数量很少 一些热爱枪械的富二代 通常都会出国 到海外去玩枪 甚至有的人玩腻了国外的靶场射击 直接去非洲草原狩猎狮子 那倒没有 我到现在还没出过国呢 苏云说道 毛绒等人文言 都是愣了愣 那你这枪法是 毛绒困惑道 哦 我以前玩过玩具气枪 算是有点手感 苏云随口说道 毛绒和一众队员听到这话 脸上表情全部僵住 玩具气枪 毛绒面部肌肉 抽搐的厉害 好了 这里的事情解决了 我也该走了 苏云冲着毛绒等人摆了摆手 准备离开 等一等 顾晴首先反应过来 急忙说道 你还不能走 那个女的抱着孩子先跑了 现在还没就回来呢 苏云看了一眼顾晴 神情淡淡地说道 你们是警察 追击罪犯这种事情 是你们的责任吧 顾晴听到这话 心中不由有些称怒 虽然对普通公民来说 却是没有义务去追击犯罪分子 但你这么大的本事 出手帮忙 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我不管 反正你得把那小宝宝就回来 顾晴被苏云的态度给气到了 干脆拾起小性子 抓着苏云的衣服不放 毛绒等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苦笑不得 顾晴 不得无礼 毛绒轻贺了一声 随即一脸欠然地冲着苏云说道 这位先生 我们也知道这个要求有些过分 但我们这些人 全部都受伤了 无力再去追击那女汉匪 而且那小婴儿 如今性命攸关 我们也根本没时间在等支援 只能请托先生出手帮忙了 说着 他带着自己的队员 齐齐一躬身 他们确实是没办法了 罢了 今天我就好事做到底 再帮你们一次吧 苏云轻叹了声 毛绒长出了口气 又道 我们这些人中 也就顾晴没有受伤 就让他跟着你 你做侧应吧 苏云文言 摆了摆手 道 不用了 我一个人就能搞定 顾晴美眸 闪过一丝不满 盯着苏云道 你是看不起我吗 苏云耸了耸肩 也不说话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 那中年女子 虽然实力比不上吴天梦 但也不会差太多 顾晴这种普通人跟过去 一点都帮不上忙 你 顾晴看苏云这样子 气得牙齿发痒 虽然他心里 也很佩服苏云的枪法 但这人看着 怎么这么讨厌呢 还是让顾晴跟着吧 待会解救回婴儿 你一个大男人 恐怕也不会照料 毛绒连忙说道 苏云听到这话 倒是没有再拒绝 当即 两个人便朝着 那中年女子奔逃的方向 追击过去 我进修过追踪学 痕迹学 等一下 我会找出那女汉匪 逃跑路径 路上 顾晴为了不让苏云小瞧自己 主动开口卖弄了一下 不需要 真等你慢慢观察痕迹 一路追索 还不知道得等到猴年满月去 苏云摇了摇头 那你说该怎么办 顾晴轻哼一声 有些不服气 她这些 可都是现代被证明过的 最有效的行侦手段 跟我走就行了 我已经感应到了 她一路留下的契机 苏云淡淡道 顾晴差点怀疑自己听错了 感应到对方留下的契机 你以为自己是警犬吗 就在她准备嘲讽几句的时候 她只觉得自己整个人突然一清 竟是被苏云拦腰抱起 啊 你 你干什么 还不快放我下来 顾晴发出一阵惊呼 俏丽的面旁浮现一片飞红 她没想到 苏云竟这么大胆 居然敢如此公然轻薄自己 而且更奇怪的是 自己心里并没有太过愤怒 只有些休脑罢了 闭嘴 你的速度太慢了 这样下去 天黑也休想追上对方 苏云将顾晴横抱在身前 脚下发力狂奔 呼呼呼 顾晴只觉得进风呼啸 吹得眼睛都睁不开 苏云此刻爆发出的速度太快了 就像是一辆在高速上及时的跑车 顾晴也不敢乱动挣扎了 连忙伸手抱住苏云 生怕自己摔下去被摔死 她买手在苏云胸膛 听着苏云强劲有力的心跳声 面颊更红了 这还是她从小到大 第一次和异性这么亲密接触 约某过了一刻钟 苏云视野中终于出现了 那中年女子的身影 那女子似乎察觉到后面的动静 身形一顿 紧觉得扭头回望 苏云也抱着顾晴停了 顾晴连忙从苏云怀里挣扎下来 脸上的红韵还没有退去 便冲着那中年女子 言辞利色的喝道 快把人质放下 主动投降 那中年女子根本就没有搭理她 目光盯住苏云 沉声道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竟然也是舞蹈高手 居然能够追得上我的速度 我是西北抱源泉刘家的刘春芳 不知你出自河门 苏云神情淡淡道 你还不配问我的根底 现在把人质交出来 我留你全尸 中年女子刘春芳听到这话 不由怒急而笑 真是猖狂 年纪轻轻 学了点本事 便目中无人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她目光四处张望了一下 问道 我丈夫他人呢 苏云面无表情道 我既然能带人追到这里 她自然是死了 刘春芳脸色墨地一变 喝道 不可能 天茂入坠我刘家十几年 根骨出众 一身实力 已经修炼到了五道武品巅峰 谁能杀得了她 顾琴看着刘春芳 情绪有些激动 立刻掏出手枪 她自己的配枪 已经交给苏云 不过这次来之前 她把毛绒的配枪 也要过来了 你丈夫明完不灵 袭警拒捕 已经被当场击毙 希望你不要再浮于顽抗 顾琴喊话道 刘春芳眼睛一下就红了 该死 你们统统都该死 她很清楚 自己丈夫的能耐 正常情况下 实际把手枪 还对她形成不了威胁 但要是还有一个武道高手 出手牵制她 旁边再有人打黑枪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你既然也是武道中人 但敢不敢把你们的枪丢了 和我实打实地 跟我来一场生死斗 刘春芳死死地盯着苏云 你要和我打 苏云摇头失笑 你不敢吗 你要是不敢 这孩子 你们怕是就不回去 刘春芳面色猙獰 有人质在手 显得有恃无恐 她知道自己的实力 不如丈夫吴天茂 手枪的威胁对她更大 想要顺利地将两人杀死 自然是逼对方 丢掉手枪最保险 别听她的 这些人的身手 都太变态了 顾琴连忙提醒道 在她看来 苏云虽然枪法了得 要是真拼身手 肯定对付不了 这种凶徒的 把枪丢了吧 不然她也孩子要挟 你怎么救 苏云先把枪丢了 笑了笑道 放心吧 她那点本事 还不放在我眼里 顾琴犹豫了一下 咬了咬牙 算了 死就死吧 她也将手枪丢到了一旁 看到苏云和顾琴 都把手枪丢掉之后 刘春芳眼中寒忙蹦射 嗖 在顾琴的惊呼声中 她直接就将手中的婴儿 猛地朝苏云丢去 与此同时 凶悍逼人 在这一刻 刘春芳宛若化身成了一只 暴援猛兽 要撕裂一切 苏云伸手一探一收 刚一将小婴儿接在怀中 刘春芳两只宽大如兽爪的手掌 已经拍到她面前 小心 顾琴发出尖锐的大叫 死 刘春芳嘴角浮现残忍的笑意 她修炼的暴援拳 以狂猛刚烈灼称 凭她的火候 一旦打中 足可以让对手骨断金蛇 五脏接裂 特别是此刻 她是含恨出手 就是奔着取苏云性命去的 不过就在她的手掌 即将要拍中苏云身体的时候 却仿佛遭到了一道 无形弃强的阻拦 任凭她的全境如何的刚猛汹涌 却始终无法再往前突进分喉 宁静成刚 静刚弃强 你是宗师 刘春芳脸色巨变 就像是见了鬼一样 整个人都惊得差点跳起来 她本来以为苏云小小年纪 能够在舞蹈上登堂入室 修炼出一点内劲 那就已经了不得了 可谁能想到 对方竟然是一位宗师强者 自己刘家世代习武 可是已经足足有一百多年 没有出过宗师人物了 宗师强者 对她而言 那也是传说中的人物 So 刘春芳一拳没有剑弓 根本没有勇气 再出第二拳 她脚下猛的一跺 身形往后暴退 咦 她怎么要逃了 旁边 顾情愣了愣 似乎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刚才她差点以为 苏云要被那个女汉匪给打杀了 结果对方只是冲上来虚晃了一拳 都没碰到苏云身体 就马上逃了 这一波操作 她完全就没弄懂 她没有修炼武道 根本不知道宗师强者的护身尽当 更不明白 刘春芳此刻内心是何等惊恐 苏云看着刘春芳奔逃 并没有追击 而是悠悠一探道 你既然知道我是宗师 那就更应该明白 想要在我面前活命 唯有跪地求饶 祈求我的恩赦 我不赦免你 你就一定得死 话音落下 苏云抬手便是一拳 拳头打出的瞬间 虚空中竟然传来了爆响 她这一拳太猛太快了 重重气浪 直接就被撕裂 爆发出了轰隆的破空声 下一刻 已经奔逃出几十不开外的刘春芳 身体猛的一阵 就像是被枪击中的猎物 身形亮枪了几下 就跌落在地上 在她眼口鼻中 皆有浓稠的血液渗透出来 我习悟这么多年 以往只听过宗师的威名 今天才真正知道 宗师强者的无上实力 不愧是武道神通者 我们夫妻能够死在宗师手下 虽死犹容了 刘春芳挣扎着仰起头 凄惨一笑 下一刻 扑的一声 她嘴中又喷出了大口的鲜血 当中竟然还混杂着 不少细碎的内脏碎片 刘春芳再次一头栽倒 再无声息 不远处 顾晴看的美眸圆征 早已经吃傻住了 隔空几十步 一拳就将这位实力高深的女汉匪 生生必杀了 顾晴简直怀疑自己 是在做梦 别傻愣着了 把孩子抱好 苏云将怀中的婴儿 递到顾晴面前 顾晴这才惊醒过来 将婴儿接过后 忍不住问道 你 你是怎么做的 这就是所谓的武道吗 你能不能也教一教我 今天的事情 对顾晴的触动 实在太大了 她是头一次知道 自己手中的枪 原来也不是万能的 在面对真正的武道高手时 比废铁强不了多少 自己平日里苦练的格斗琴拿 抓抓小偷小摸还没问题 在吴天茂这些武道高手面前 根本就是笑话 今天发生的一切 等于给他打开了一扇 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苏云深深地看了一眼顾晴 但莫道 武道修炼不是儿戏 有句古话 叫做法不清传 你我非清非故 我不会教你 也没兴趣教你 武道修炼 各门各派都很重传承 根本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能学到 吕飞扬 堂堂吕氏集团二少 为修武道都得老老实实拜师 甘愿跑去老林子当野人 磨砺自己 吴天茂为了学到本事 更是入坠了刘甲 苏云在这方面 虽然倒是没那么在意 但他可没兴趣花费时间 去教一个不相干的外人恋务 哪怕对象是花容月貌的锦花 也一样不行 我知道法不清传 不过 我可以拜你为师啊 你就答应我好不好 顾晴拉着苏云的手臂 不断地摇晃着 与其带着几分撒娇的意味 这一幕 要是让他那些队友看到 保管的精掉下巴 要知道 这位美女锦花 在局里 可是出了名的冷艳孤傲 对谁都不假辞色 何曾有过这种小女儿的姿态 苏云无奈地摇头道 武道修炼 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 就算我肯教你 你也未必能够练出什么名堂的 顾晴听到这话 立刻挺了挺胸 自信道 这你放心 我这人向来聪明 学什么都快 只要你肯收我为徒 教我修炼武道 我肯定能很快出成绩 你就答应我吗 你要是不答应 我以后就一直跟着你 你到哪 我就到哪 直到你认可我的诚意为止 说完 顾晴楚楚可怜地看着苏云 苏云无语至极 小姐姐 你那不是诚意 那是骚扰 好不好 唉 苏云轻叹了口气 道 罢了 我传你一套呼吸吐纳的法子 你要是能够练出名堂 我就考虑考虑收你 要是不行 以后就别烦我 此话一出 顾晴美眸灯时亮了起来 连忙乖巧地点头 那好 我们就边走边说 要是再回去这段路上 你没能记住 就不要再问我 苏云当即便将一套呼吸吐纳术 教导给顾晴 不得不说 顾晴确实非常聪明 悟性也够 没用多久 就将这吐纳术的精药掌握 呼吸节奏 变得和苏云教导的一模一样 苏云点了点头 又说道 你能做到这一点 算是踏出第一步了 这套呼吸吐纳术 并不只是简单地调节呼吸节奏 重点在于一呼一吸之间 带动五脏六腑的微妙震动 这需要你以后修炼时 自己细细地去体悟当中的奥妙 半个小时后 苏云和顾晴再次回到客车 抛锚的地方 毛绒等人都还留在原地 在等待着支援 看到苏云和顾晴抱着孩子回来后 他们一个个都面露喜色 激动不已 毛绒冲着苏云鞠了个躬 由衷地感激道 实在太感谢了 等回去之后 我一定将你见语勇为的世界 禀报上去 苏云摆了摆手 道 这倒是不用了 只是举手之劳罢了 而且我不想将弄得太张扬 这件事麻烦你们替我保密吧 保密 毛绒和他的队员都是一愣 他们为了感激苏云 原本还想将这件事宣扬出去 替苏云扬名报道一下 可没想到苏云居然让他们保密 队长 这既然是苏先生的要求 那我们就尊重他的决定吧 况且以前一些见语勇为的人 我们不也照例给他们保密了吗 顾晴开口道 毛绒闻言 不由苦笑一声 这哪里是一样的 以前那些要求保密的人 那是生怕被报复 局里处于安全考虑 这才没有宣扬 好吧 既然这位先生不图虚名 这件事我会低调处理的 毛绒想了一下之后 便答应下来 就在这时 低屋 低屋 远处传来了刺耳的警笛声 毛绒等待的支援终于到了 苏云眉头皱了皱 说道 好了 这里事情也解决了 我就先走了 毛绒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他本来还想请苏云回去 做一下笔录的 不过他也看出苏云不愿意 再留下浪费时间 要是抢求对方 那就有些不识好歹了 队长 那就由我开车送一送苏先生 顾芹连忙主动开口 他们一群人 过来这里伏击汉匪 自然也是开车过来的 几辆车就停在隐蔽处 毛绒等人全部被打断了手 唯一没受伤的顾芹 提出要开车送苏云 确实也没什么不对的 不过 毛绒听到这话 神情顿时古怪起来 他可是知道 顾芹在局里 那是出了名的冷艳玫瑰 这么积极主动的 要接送异性 还是头一遭呢 写报告呢 毛绒一味深长地笑了笑 将车要是交给顾芹 等苏云和顾芹开车离开了 一个队员酸溜溜地开口道 毛队 我怎么看顾 芹对那小子的态度 有些不对劲呢 毛绒一瞪眼 骂道 什么小子不小子的 说话注意点 人家是有大本事的 顾芹就算对人小伙子有意思 那也不奇怪 你吃什么干错 那个说话的队员 神情善善地闭上了嘴 他虽然心里不舒坦 但也不得不承认 苏云确实厉害 就那一手神乎其神的枪法 就够他们学一辈子了 另一边 顾芹开车载着苏云 朝着临北线急驰而去 一路上 顾芹都变着法地讨好卖乖 向苏云询问 关于武道界的事情 苏云便也将武道界的常识 随口说了一些给顾芹知道 过了一个来小时 两人抵达了临北线 在路过一家挂着 成兴房产中介的门面时 苏云看到了一道的熟悉的身影 不由微微一愣 连忙到先停一停 成兴房产中介 是临北线本土的一家小中介 规模并不大 十几平米的临街铺面 摆放着几排电脑桌 里面只坐着三个员工 一个面向凶恶的男子 翘二郎腿 正在玩着手机 还有一个长相油腻的胖子 嘴里叼着烟 正神情专注地玩电脑 最后一个妆容媚俗的女子 正拿着一面小话装进在描眉 苏白河站在门口 徘徊了一阵 走了进去 哟 这不是苏先生吗 那油腻胖子看到苏白河 立刻笑着站了起来 热情无比 你今天过来 是来配合办理过户手续吗 苏白河闻言 支支吾吾地说道 实在抱歉 那个资金问题我已经解决了 那套房子我不想卖了 此话一出 油腻胖子脸上的笑容 立刻僵住 然后脸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 在玩手机的凶恶男子 还有在化妆的女员工 也都神情冷力地看向苏白河 老哥 你是在逗我玩吗 油腻胖子扯了扯嘴角 用自己胖胖的手指点着苏白河的胸口 说道 之前是你说急着凑钱去救命 苦苦哀求 我们公司这才和你签了协议后 便立马把全部房款打给你了 你现在想反悔 说不过去吧 苏白河是老实人 知道这次是自己理亏 便主动说道 我知道这么做不太合适 所以我愿意赔偿损失 赔偿损失 你准备怎么赔偿 这时 旁边那个凶恶男子 也从位置上起身 冷笑着盯着苏白河 苏白河咬了咬牙 说道 我愿意用试价把房子买回去 之前为了能最快凑到钱 他可是被这家中介把售房价格 压低到了试价的七成 现在他按试价买回来 等于是白白送给中介三成的利润 临北线虽然只是小县城 但他给苏云准备的那套房子 在中心地带均价将近一万 而且还是130多平的大三市 三成利润 等于是要亏掉三四十万 苏白河心痛自然是心痛的 但一想到这是给苏云以后准备的婚房 他还是承受下来 试价 那好啊 你拿250万出来 这套房子就还是你的 凶恶男子哈哈怪笑了起来 苏白河顿时大吃一惊 啊 前天你们不是说135万吗 油腻胖子拿下嘴巴上的香烟 冲着苏白河脸上喷了一大口的烟 轻蔑到135万 那是之前的老黄历了 我们不久前收到消息 临北线几个中小区的学区划分出现了变动 你那套房子所在的小区被划分为学区房 现在房价自然要水涨船高了 苏白河冷了冷 啊 那之前你们怎么没跟我说这事 听到这话 凶恶男子和油腻胖子 还有那个妆容魅俗的女员工 都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一个个就像是看傻子一样 看着苏白河 要是之前就告诉你 我们还怎么以不到一百万的低价 吃进你这套房子 老哥 你也一大把年纪了 怎么还这么幼稚呢 油腻胖子摇头晃脑 就是 真是一只傻鸟 那女员工也是语出嘲讽 苏白河气的浑身发抖 他之前急着卖房子筹钱 根本没有时间去调查 现在房产市场的最新消息 所以只知道 一个以往的大贷均价 可他没想到 这几个中介 竟然会坑他 坑得这么厉害 简直是把他当成了二傻子 在忽悠 你们太过分了 房子我不会卖的 苏白河愤怒道 不卖 这可就由不得你了 之前你已经签了房屋买卖的合同 有签名 有手印 老子这里还有 汇款的凭证 严格来说 这桩交易已经完成了 就算到法院打官司 你也输定了 油腻胖子插着腰 显得有恃无孔地 胖子 不用和这老东西废话 和他打官司 是浪费时间 我可没那个闲工夫 那面相凶恶的男子 撇了撇嘴 撸起袖子 直接粗暴地 将苏白河推倒在地 骂道 老东西 你要是不识相 我有一百种方法 整治的你怀疑人生 你 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苏白河又惊又怒 他没想到这几个中介员工 竟然会猖狂到这种地步 呸 凶恶男子吐了口唾沫 叫嚣道 在临北线 老子就是无法无天 你这死瘸子 要是不服 老子把你另外一条腿 也给打瘸了 看到凶恶男子开始发狠 旁边的胖子和那女员工 都一脸骄横得意之色 凶恶男子外号桑标 是在这家中介公司的核心人物 在临北线的黑白两道 都颇有关系 他们开的这家中介公司 经常因为欺诈 强扣押金 乱收中介费等等问题 时常被投诉 可是这么多年下来 也有一些像苏白河这种受坑害的苦主 在受骗之处不甘心 找上门来闹事 可用不了多久 就都会被丧彪整治的服服贴贴 彪哥 你消消火气 这老东西 估计也就一时想不开 我们再给他几天时间考虑好了 油腻胖子笑呵呵的开口 这几天时间 说是给苏白河考虑 但其实也是用来给丧彪办事的 在人家下班路上 套麻袋打门棍 偷偷堵塞人家的门锁 泼油漆 这些都是常规的操作 恶心一点的 就半夜三更 踢鸡筒大便 泼到人家门口 一套操作下来 正常人家 基本都得被整治服服贴贴 上个星期 还有中年妇女 因为押金被扣的事情 上门撒泼 结果桑彪当天晚上 偷偷在人家门口的门梁上 掉了一只死狗上去 第二天据说 那中年妇女一开门 直接被吓得尿失禁 好呢 那老子 就再给你三天时间考虑考虑 桑彪冷哼一声 眼中凶光闪烁 他走到苏白河的面前 准备提起他 将其丢出门外 不过 就在他即将抓到苏白河的时候 一道淡漠无比的声音 突然想起 你要是敢动他 我让你生死两难 这个声音带着一种 宛若寒冰的森冷之意 桑彪听到这声音 都不由心头一跳 不过当他抬头 看到进来的 只是一对年轻的男女时 丑陋的面旁上 重新浮现凶恶之意 小子 你年纪不大 口气倒不小 谁给你的胆子 敢来管爷爷的闲事 丧彪恶狠狠地瞪了一眼苏云 苏云没有理会 丧彪的威胁 蹲下身 将摔在地上的苏白河 扶了起来 爸 你没事吧 小约 你怎么会在这里 苏白河愣了一下 随即脸上一丝囧态 哪个父亲 都希望在自己孩子面前 展现自己高大伟岸的一面 可现在自己 被丧彪欺负的场面 被苏云目睹 让他觉得有些难堪 原来 你和这死瘸子是爷俩 难怪赶出来 跟老子叫嚣 看来今天有必要 给你们一个教训 让你们见一见血 丧彪随手就从旁边的电脑桌上 拿起了一个装饰花瓶 做事掂量了几下 就要冲着苏云砸去 苏白河见到这一幕 大惊失色 他生怕苏云受伤 连忙把苏云护在身后 不过他 这纯粹是多此一举 因为丧彪 刚一做出杂人的动作 手中的花瓶 就被人夺了过去 然后整条手臂 被放扭了过来 你要干什么 要在警察面前 当面行凶吗 顾晴冷着脸 单手就扭着丧彪的手臂 将他整个人压在桌子上 他在警队里学的那些格斗琴拿 也不是白练的 面对真正的武道高手 自然是派不上用场 但对付丧彪这种流氓混混 那还是轻而易举 你是警察 丧彪脸色微微一变 顾晴将自己的警官正亮了出来 旁边那油腻胖子见词 连忙上前打圆场道 误会 刚才的事情就是误会 彪哥刚刚只是吓唬吓唬他们而已 你看这不是没受伤吗 对啊 我告诉你 就算你是警察也不能乱来 今天这事 分明就是那死瘸子来我们这闹事 彪哥只是阻止他扰乱影响 我们公司的正常经营 那个女员工这时也站出来插话 语气蛮横 直接就到打一趴 说完 他还挑衅地瞪了一下顾晴 本来 这女员工觉得自己自己长得还算可以 在临北这种小地方也算是个靓女 可是一看到顾晴这种顶级美女 内心就开始嫉妒了 警察同志 我没有闹事 是他们骗了我 苏白河连忙出言解释 胖子几人也不拦着 等苏白河说完之后 胖子才亮出了房屋买卖合同 还有汇款凭证 警察同志 我们这个是手续齐全的正规买卖 合同什么的都是他自愿签的 说我们骗他 有些不合适吧 我想你总不会因为和他们熟 就偏谈吧 由你胖子一脸见笑 顾晴文言 脸色为难地看了一眼苏云 微微地摇了摇头 这家黑中介 虽然涉嫌在房产交易时 隐瞒信息 坑害房主的利益 但这种经济纠纷 就算报案了 警察也管不了 只能让市主自己到法院起诉去 放开他吧 这件事 我们自己会处理好 你就不用管了 苏云冲着顾晴说道 他本就没打算让顾晴出头 丧彪这几个家伙 如此欺诈和羞辱自己老爸 在苏云眼里 早就已经是死人了 顾晴听到苏云发话 这才将丧彪扭住的手臂放开 丧彪揉了揉发酸的臂膀 呲牙咧嘴道 警察同志 你也听到了 这件事 还是交给我们双方自行处理吧 好了 没什么事的话 就请你们离开吧 别打扰我们做生意 老爸 我们走吧 苏云深深地看了一眼丧彪几人 扶着苏白河转身离去 不过 谁也没有注意到 在他转身的那一刹那 苏云手指轻轻一弹 三股无形尽力 被他凝聚成了毫毛细针 分别弹射到了丧彪三人身上 重针的地方 只闪过瞬间的微痛苏玛 然后就没有异常 丧彪三人也没有在意 看到苏云等人离开 他们脸上还浮现嘲讽的神色 就算找警察来又能怎么样 真是白痴 丧彪撇了撇嘴 而已经走到了外面的苏云 嘴角也浮现一抹森冷的弧度 那净力凝聚的毫毛细针 被他以特殊手法打入人体内后 会混在血液里 一起在血管中流动 这个过程会引发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 直到最后 血液循环 使得净力细针刺入心脏 才会让人死亡 而且戏真是净力凝聚的缘故 无形无掷 再先进的医疗仪器也检测不出来 警察同志 今天的事情真是太感谢了 要不是你出手 我们父子肯定会受伤 在离开了那家黑中介后 苏白河由衷地朝顾琴感激道 顾琴神情灯时变得古怪起来 以苏云那通天的本事 丧彪那种货色 再多少一百个也休想伤其半根毫毛 顾琴看向苏云 苏云只是微微地摇了摇头 顾琴灯时明白过来 笑道 叔叔 您不要客气 这都是我该做的 还有 你也别叫我警察同志了 我和苏云是朋友 你喊我名字就好了 我叫顾琴 对了 您还准备去呢 我开车送您过去 顾琴又问道 他是做梦都想拜苏云为师 现在好容不易遇到苏云的父亲 自然要趁机巴结一下 争取留个好印象 不过苏白河可不知道这内情 被顾琴这热情的举动 弄得有些受宠若惊 他看了看顾琴 又瞧了瞧自己儿子 仿佛明误了什么 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那就麻烦你了 我去前面的菜市场买些菜 苏白河笑呵呵的说道 上了车后 顾琴在前面开车 苏云和苏白河坐在后排 苏白河压低声音 在苏云耳边说道 儿子 你和这位女警官不是普通朋友吧 他是你谈的对象 苏云哭笑不得道 爸 你想哪去了 没有的事 别否认 要是你们没那层关系 人家姑娘会对我这么热情客奸 我说 你小子别得了便宜还卖官 这么好的姑娘 被你捡找了 你就偷笑吧 苏白河撇了撇嘴 一脸未已经看穿了的表情 苏云无奈地苦笑一声 这事算是解释不清了 父子二人谈话 虽然都刻意压低了声音 但同在一辆车内 顾琴还是隐约听到了一点谈话内容 脸颊浮现一丝羞红 等将苏云父子送到了菜市场 他便连忙告辞 小青 你要是没什么急事的话 晚上就一起留下吃个饭吧 正好今晚家里要摆个席宴 一些亲戚也要过来 苏白河热情地邀请到 苏云听得额头浮现几道黑线 自己这老爸 真是越说越不靠谱了 这是准备将顾琴 当成自己的准媳妇 介绍给家里的亲戚认识 爸 我和顾琴 真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苏云不得不再重申了一遍 我懂 普通朋友吗 难道普通朋友 就不能请家里吃一顿饭 人家辛辛苦苦开车送你过来 你不得表示表示吗 苏白河阵阵有词道 叔叔 我局里真还有急事要处理 必须要赶回去 顾琴只觉得脸颊发烫 说完之后 就逃死地驾车离开 唉 也怪我 人家姑娘第一次上门 确实不适合立刻介绍 给亲戚朋友认识 有些唐突了 苏白河拍了一下大腿 直呼失策 苏云翻了个白眼 已经彻底放弃了解释 成兴房产中介 在苏云几人离开不久后 里面突然响起了 一阵阵凄厉的尖叫 丧彪 油腻胖子 还有那艳俗的女员工 全部都莫名其妙地 痛苦哀嚎起来 在满地打滚 他们叫得实在太惨了 仿佛正在被人用刀 在活活割肉一样 就连向来硬气的丧彪 也是痛得面目扭曲 惨叫连连 那胖子和女员工 就不用说了 早就鼻涕眼泪齐下 发出受伤野兽一样的哀嚎 一些街上路过的行人 听到这动静 都被吓了一大跳 卧槽 这里面是什么情况 有好奇的吃瓜群众 忍不住凑近过去围观 看到里面的场景后 扯自己的身体 将自己抓得血肉模糊 也依旧不肯停手 似乎有毒虫 在他们体内乱钻一样 这 这是犯了什么癫病了吗 有人惊到 看着有些像狂犬病发作 你看那胖子 像是要咬人啊 一个老大爷嘟囔道 不会错了 这个样子 就和前年 王马子家那条疯狗发病 一模一样 旁边有热心群众 听到这里 已经拿出手机 开始打电话了 喂 120急救中心吗 这里有三个人 狂犬病发作了 你们赶紧派人 过来拉走 另一边 苏云陪着苏白河 逛了一圈菜市场 买了一大堆的菜 滴溜着回家 苏白河住的地方 是一个老旧的普通小区 八十多平的两室一厅 虽然谈不上空间狭隘 但也绝对不宽敞 苏白河回到家后 又不又想起了 自己为苏云准备的那套婚房 心情有些低落 说道 小云 之前为你准备的那套新房 可能是拿不回来了 你也不要太在意 改天吧 再去那些新开的楼盘转转 给你物色一套 苏云听到这话 苦笑一声 爸 这些事情 你就不要操心了 房子的事情 我自己能搞定 而且 林北县到底是小地方 我准备以后 接你去云州那边享福呢 苏白河闻言 若有所思的沉默了一阵 最后点头道 我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头子 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不过 你说的也对 林北县这种小地方 是有些不适合 你们年轻人发展 尤其是小情 这么优秀出众 确实不能委屈了人家 苏云 爸 你能不能别什么事 都想到顾情身上 我们之间 真的只是普通朋友 苏云无力的身变斗 明白 明白 我不说就是了 苏白河笑呵呵的 应了一句 就哼着小调 去厨房去洗菜了 算了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苏云叹了口气 既然这个误会 能让苏白河心情变得愉悦 那他也不打算再解释了 对了 小云 厨房这边 就不用你帮忙了 你出去玩会吧 待会顺便 买些好一点的烟酒回来 你那些书白都比较挑剔 烟酒买中华的 酒的话 就买瓶茅台好了 苏白河的声音 从厨房里传了出来 苏云一听 不由暗自摇头 他对自家这些亲戚 感官可不怎么好 一个个小气的要命 偏偏还特别能装 而且看苏白河老实 一有机会 就时不时的 要来占些便宜回去 好吗 那我出去买了 苏云应了一声 苏云在离开家门后 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眉头突然一皱 不过他不动声色 继续自顾自的前行 一直等远离了这片小区 拐进一处偏僻的胡同后 他才停下脚步 什么人一直鬼鬼祟祟的 跟在后面 可以出来了 苏云冷声呵斥道 刚刚在家门口不远 他就感应到了 两股舞者的气息 徘徊在周围 舞者因为修炼舞道 身体强悍 气血磅礴 气息和普通人 完全不一样 在苏云的灵觉感知中 普通人的气息 就像是微弱的火烛 而修炼舞道的舞者 若没有刻意自我压制的话 那气血涌荡之间 就犹如熊熊火炉一样醒目 你能察觉到我们的存在 果然也是舞道中人 看来我们没有找错人 你确实是知道 那张宗师手书价值的 随着这声音响起 苏云身后胡同的拐角处 走出了两个人 魏首者乃是一个 头发花白的老者 身上穿着糖装 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 显得极为威严 而在他身后 还跟着一个年轻男子 眉宇间流露着一种幼虎般的野性 这二人赫然便是 昨晚在望仙楼出现过的 吕飞扬和气师父 从时手书 苏云眼睛微微一眯 吕飞扬上前解释道 实不相瞒 昨晚我和师父也在望仙楼 在你从叶婷的生日宴离开后 我又进去他们的宴会厅 坐了坐 机缘巧合 看到了你送给叶婷的那张平安符 只可惜 那张纸被他们那些 蠢货随意丢弃 淋了酒水 自毁神散 毁了 苏云愣了一下 随即喃喃道 看来 终究还是他没那个福源 说完 他看向吕飞扬和唐庄老者 淡淡问道 那你们来这里找我 又是什么目的 唐庄老者微微拱了拱手 朗声道 老朽寒四海 这次冒昧的调查 小友行踪 找上门来 确实有些唐突了 老朽在这里 先向小友说声抱歉 以吕家在云州的市里 想要调查一个人的行踪 自然是很简单的 吕飞扬在夜庭那里 知道了苏云的名字和手机号码后 很快就查出苏云入住过军事酒店 然后又从酒店调出了 他登记过的身份信息 之后又查到了 苏云今天的高铁班次 当即就推断 他回了临北老家 直接找了上来 这终究是有些失礼的 苏云微微皱眉 不耐烦道 有话就快说 我没时间听你们说这些废话 你 听到这话 韩四海眼中闪过一丝怒意 他也是武道高手 内境修炼几乎已经大成圆满 不论走到哪里 都是受人敬仰 何曾被人如此轻视过 不过一想到对方身后 可能有宗师撑腰 他便将怒火强压了下来 实不相瞒 老朽今日过来 是想要拜见一下那位 赠你手术的宗师 韩四海沉声说道 拜见宗师 苏云脸上浮现一丝顽味之意 他打量了一下韩四海 摇头道 你这种情况 想要拜见他 没有什么意义 还是走吧 此话一出 韩四海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 他没想到这个年轻人 竟然敢一次又一次地不太脸面 就连吕飞扬此时也忍不住了 你太放肆了 我师父乃是堂堂六品境界的武道高手 已经将内境修炼到大成圆满之境 是谁给你的胆子 一而再地羞辱他 吕飞扬怒喝出声 伸手指向苏云 喝道 你敢不敢出来和我练一练 六品舞者 几乎已经屹立在宗师之下 最强的那一行列了 而且 韩四海更是达到了六品巅峰 这样的强者 不容侵辱 吕飞扬身为弟子 更是要第一时间维护自家师父的威严 师父估计那位宗师不好以大欺小 亲自对付这小子 那就自己来吧 吕飞扬深吸了一口气 身上筋骨猛地震动 肌肉崩起 坚硬如铁 在这一刻 他就像是一只老林子的野兽 浑身上下都散发出无比危险的气息 韩四海见此也没有阻拦 自己这个弟子 经过这些年的魔力苦练 距离练成内境 也只差半步了 苏云看着吕飞扬摆出拳架 一副准备出手的样子 不由摇了摇头 说道 我劝你 还是不要动手了 连内境都没有练出来 在我眼里与蝼蚁无异 别说是你 就连你师父 在我看来 也就是大一点的蝼蚁 狂妄 吕飞扬发出震天的怒吼 整个人猛地抱起 双手成爪 如同猛虎扑石 朝着苏云扑杀过去 他这一招 在西南老林子那边 已经修炼得千锤百炼 寻常的野兽 一旦被他扑中 虎爪一捏 就可以轻易捏碎脖梗 飞扬 记得留手 后方 韩四海出声提醒 生怕吕飞扬寒怒出手 直接把人逼杀掉 不过他 显然是多虑了 吕飞扬刚刚扑杀到苏云身前 整个人 就被一股无形的尽力气墙给挡住 根本无法再欺净分喉 什么 护身竞杠 吕飞扬 惊得整个人都差点跳起来 站在后方的韩四海 也是脸色狂变 惊慌大叫道 住手 飞扬 快快退下 他就是那位宗师强者 虽然他也不愿意相信 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年 竟能修成五道宗师的境界 可是事实摆在眼前 由不得他不信 吕飞扬听到韩四海的声音 第一时间就想退下 可根本退不了 他被苏云散发的竞杠笼罩住 整个身体完全动弹不得 刚才你觉得我几次轻视你师父 是对他的羞辱 现在呢 我再问一问你 凭你师父五道六品的修为 承受得起我的礼遇吗 苏云冷声和问道 在话音传出的同时 苏云彻底放开了自身契机的压制 体内磅礴的气血奔涌 如果说寻常的舞者 像是炙热的火炉 那此刻 苏云就四一轮烈日骄阳 苏云的每一个字音落下 都宛若滚雷乍响 字音中蕴含了他霸绝无上的五道意志 直透吕飞扬的心神 吕飞扬面色煞白 仿佛遭受着神灵 我 我 吕飞扬脸色惨白 身体颤颤巍巍 但总算咬牙坚持着 没有跪下来 强撑了十几秒钟后 在吕飞扬即将坚持不住时 那股几乎要压垮他心神的恐怖压力 突然消散一空 吕飞扬长松了口气 整个人都仿佛虚脱了一半 而他身体却突然发出霹雳啪啦的声响 肌肉不由自主地颤动 从体内渗透出一层黑色的杂质 他竟在此时完成了一次脆体 五道境界再进一层 吕飞扬感受着体内生出的一丝丝内境 又惊又喜 他没想到自己竟在刚才跨过了那关键一步 凝聚了内境 成为了五道四品的舞者 飞扬 你愣着干什么 还不立刻拜谢宗师前辈 是他以五道意志 威领你的心神 助你踏出了最关键一步 寒四海喝道 吕飞扬顿时回过神来 扑通一声跪下 刚才他强承着没有跪 但此刻却是心甘情愿地主动跪拜苏语 飞扬多谢宗师 赐我这机缘 吕飞扬很清楚 三品舞者晋升四品 这中间可有一道大门槛 虽然远比不上六品升七品的那道天欠 但靠他自己 要踏出这一步 可能需要数年也不一定 不用谢我 是你自己还算争气 要是刚才你没能撑住 被我的五道意志震散心神 那你的心灵终身都会留下阴影 以后五道成就也有限了 苏云淡淡说道 不管如何 飞扬今日能够突破境界 都是先生你的恩典 吕飞扬恭敬敬地磕了一个头 才站起身来 韩四海轻叹了口气 一脸复杂地走了过来 老朽有眼无珠 没想到宗师就在眼前 我却不知 刚才多有冒犯 还请前辈恕罪 韩四海冲着苏云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五道修炼 打者为先 苏云已成宗师境界 在修炼之道上 确确实实已经是走到了他的前面 所以 韩四海这一声前辈 喊得也是心服口服 苏云摆了摆手后 你这一大把年纪 喊我前辈 在普通人看来 太过怪异了 还是叫我名字吧 不敢 不敢 那我就喊你苏先生吧 韩四海一脸苦笑 他是五道中人 对五道界的规矩 还是很看重的 直呼一位宗师的姓名 终究有失恭敬 苏先生 四海这次过来贸然拜会 实乃有一不情之请 还请先生能够答应 韩四海犹豫了一下后 神情严肃地开口道 苏云扫了韩四海一眼 语气淡淡道 我看你已经修炼到了内境圆满 六品巅峰 你来找我 想来是为了突破 划进宗师之境吧 韩四海身子一震 肃然道 不错 我自身资质潜力有限 如今在五道修炼上 已经走到了 自己能达到的极限 若想突破至宗师境界 唯有死中求活 方能搏一线机会 我准备斗胆挑战 一位宗师强者 借着生死间的压力 刺激自己 踏出最后那一步 挑战宗师 苏云深深地看了一眼对方 说道 你可知 救你的实力 若要挑战宗师 几乎是九死一生 你真愿意付出这种代价 他知道韩四海说的挑战 可不是寻常的切磋交流 而是生死动 唯有宗师强者怀必杀之心 对他出手 才能让他直面那种绝死的境地 死中求活 成则破境为宗师 败则当场育命 不过在如今的五道界 这种近乎自寻死路的挑战 太过少见了 韩四海听到苏云的问话 重重地点头 说道 这点我当然清楚 老朽一生修武 五道之路前面的风光 我已经领略过了 可却始终未能一窥 宗师之境的奥妙 赵文道 惜死可以 老朽愿意付出这代价 韩四海说的斩钉截铁 语气中 透着一股山海难移的坚定决心 苏云青看了口气 摇头道 那你找错人了 你不该找我的 韩四海一愣 苏先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要挑战宗师 要找也该找那种 出入宗师境界的人 那样 你才会有一线机会 而你我之间差距太大 我若出手 你连死忠求活的机会都不会有 便会被我逼杀 苏云说道 此话一出 韩四海瞳孔猛的一说 苏先生 莫非你 你是八品宗师 韩四海有些惊疑不定 不 目前依旧是脆体七次 五道七品 苏云淡淡说道 他后面还有半句话没说 以他在五道上的领悟和造诣 哪怕只是七品境界 也能斩杀其他八品宗师 韩四海和他的差距 犹如云壤之别 既是七品 那四海仍旧是想斗胆一事 还请苏先生能够成全 韩四海躬身行了一礼 但心中并不服气 他的实力 虽然与宗师高手相差甚远 但他习武几十年 六品巅峰的境界 再加上几十年武道经验 就算七品高手要杀他 也做不到顺杀 总有薄命一下的资格 怎么可能 连死忠求活的机会都没有 罢了 既然你不相信 那便只管出手一事吧 苏云背负着手 松松垮垮地站着 显然是没将韩四海 当成什么威胁 好 那四海就得罪了 韩四海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猛的一跺脚 哄 一股狂暴无匹的气势 从他身上喷泊而出 他体内净力激荡 身上的肌肉隆起 整个人都仿佛膨胀了一圈 身形一动 瞬间就扑杀到了苏云身前 他这一招猛虎扑石 比起刚才吕飞扬斩 刚猛迅捷了 不知道多少倍 嗚 苏云体外护身竟刚浮现 阻拦住了韩四海 韩四海身形不停 他的一双胡爪之上 竟浮现出淡淡的血色 就像是有气血在燃烧一样 更让人震撼的 那些血色聚焦于他的手指 最后从指尖穿射出来 宛若一道道血盲利剑 硬是撕裂了苏云体外的竞刚气墙 咦 有点意思 将内净和气血结合 强行外放 用这种方法 确实是可以短时间爆发一下 可这么做 亏空自身气血 终究无法持久 苏云伸手虚空一念 射杀到他面前的那些血盲 均是被凭空捏爆 韩四海自然是知道自己这法子的缺陷 因为这本就是拼死搏命的秘法 也是他敢于挑战宗师 死中求活的一掌 炸 韩四海发出一阵爆吼 双手颜色鲜红如血 掌指尖缭绕着浓浓的血盲净利 刺拉一声 他强行撕破苏云周身的竞刚 一掌拍到了苏云的面前 哎 我早说了你和我的差距太大 暂时拼命 也是徒劳 罢了 念你向五之星赤诚 我便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真正的无上武道 苏云轻叹了一口气 单手捏起一个拳印 猛地往外推出 他这一击四缓十块 气势无匹 宛若潮汐洪流奔腾涌来 微不可挡 韩四海的那一掌 刚拍在这拳印上 他手上缠绕的血盲 就立刻被震得溃散破灭 他整个人 更是被拳印中浩浩荡荡的恐怖净利 震得连连后退 倒飞出了十几张 而这时 苏云的那拳印猛地翻转 犹如翻天神印镇压而下 轰隆 大地震战 犹如天降陨石 砸在地表 胡同的地面都出现了震动 两旁房屋 纷纷传出玻璃炸裂的声响 站在不远处观战的吕飞扬 脸色惨白 双眼死死地盯着前方 只见在苏云那一击 拳印落下的那片区域 水泥地面凹陷出了一个大坑 并且以此为中心 四周呈现出珠网般的裂缝 触目惊心 吕飞扬已经不是出入武道界的小白了 也从韩四海口中 多次听说过宗师的无上神威 可是饶是如此 他也没想到 宗师的实力会强到这种程度 不仅仅是他 就连他的师父韩四海 此刻也是北京的呆立原地 韩四海额头满是冷汗 苍白的脸上 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血色 苏云刚才那一击拳印 若是没有先将他震退十余杖 而是直接冲他当头打下 那此时此刻 他怕是已经成为了一滩肉泥了吧 多谢苏先生手下留情 韩四海满脸苦涩地走到苏云身前 低下头道 是我坐井观天 不自量力了 其实 以你的能耐 在宗师之下 也算是好人物了 若挑战的是 其他寻常的七品宗师 还真有可能被你驳出一线生机 苏云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韩四海 对方那一手将自身气血和内镜结合 强行外放的拼命秘术 倒是可圈可点 虽然入不了苏云的眼 但对于其他舞者而言 却是一门惊艳无比的绝技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苏云摆了摆手 自顾自地离开 原地 韩四海师徒 看着地上凹陷的深坑 久久无言 过了许久 吕飞扬才忍不住问道 师父 你说那苏先生 五到十力到底达到了什么程度 韩四海苦笑一声 摇头道 苏先生的实力深浅 凭我这点微末本事 又如何能够看得出来 刚才他那一招举重若轻 施展的轻描淡写 显然是还没有拿出真正的实力 若想知道他的实力极限 恐怕得有五到八品的强者 才能试探出来吧 八品 吕飞扬身子猛的一阵 惊呼道 苏先生不是说他自己 还是五到七品吗 他可是知道 五到修炼 越到后面 就越是艰难 堪称一重境界一重天 而相应的实力差距 也是天差地别 七品宗师 就算是三五个人联手为攻 也敌不过一个八品宗师 韩四海长叹了一口气 悠悠道 在五道界 总会出一些金氏绝艳的妖孽人物 他们无法以常理度量 苏先生的实力 已经不能单以五到境界来衡量了 韩四海以前 也有幸见过其他五到七品的宗师出手 可是他在心中 将对方和苏云做了对比后 发现双方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 吕飞扬听得心壶翻涌 以前他修炼五到 心中的终极目标 便是希望自己将来 能修成自己师父那样 一身无敌的本事 可今日在见过 苏云那翻天阵地的威势后 他才知道自己的目光 是何等的短浅可笑 不成宗师 也配成无敌 宗师境界 吕飞扬握紧拳头 眼中蹦射出炙热的神采 韩四海感受到自己弟子身上 磅礴激昂的斗志 轻声笑了笑 什么也没说 当年他自己年轻时 也是这般年轻气盛 憧憬十足 又问鼎宗师的决心 可惜这么多年下来 始终未能踏出那一步 飞扬 五到一图 要有百折不挠的信念和意志 你若是今后 一直能保持这种锐意进取 是成宗师的雄心 那将来未必不能成就宗师之境 韩四海拍了拍吕飞扬的肩膀 对于这个弟子 他也是寄予厚望的 是 师父 吕飞扬恭敬地应了一声 随即又问道 我们接下去是回云州吗 韩四海摇了摇头 说道 我今日以下饭上 斗胆挑战宗师 苏先生却在最后关头收手 留我性命 这份恩典 苏先生不在意 我却不能不由所表示 还有苏先生先前助你破镜 登陵五到四品 虽是随手为之 但对你而言 却无异于是一场机缘造化 你也不能理所当然地接受 等一下 你与我一起 再正式登门拜谢吧 吕飞扬文言 立刻躬身英式 另一边 苏云在外面逛了一圈 买好了烟酒 已经返回家中 此时 屋里面已经来了不少人 自家那些亲戚 正围坐在客厅里 一边吃着水果瓜子 一边高谈阔论 大伯苏成良一家 二伯苏茂君一家 还有小姑苏贵芬一家 将本就不大的客厅 做得满满当当 哟 苏云回来了 看到苏云进来 大伯苏成良笑咪咪的打了声招呼 苏成良已经五十多岁了 长得尖嘴猴腮 面相带着一种狡诈之意 这一笑起来 就像是偷了鸡的黄鼠狼一样 苏云 听说你这次 在云州可是惹了事 把人家几百万的豪车给刮了 我说 你这年纪也不小了 做事情 怎么还总是毛手毛脚的 连累你爸又卖房子又借钱的 真不让人省心啊 苏成良一开口 就拿出了长辈的架子 教训起了苏云 苏云眉头微微一皱 没有吭声 苏云 你那是什么表情 难道你大伯说你几句 你还不服气 看到苏云没有应声 大伯母也趁势教训起来 苏白河在厨房听到动静 连忙走了出来 陪笑道 大哥 大嫂 其实那事情就是个误会 苏云并没有寡蹭到人家的豪车 那件事 后来人家已经调查清楚了 说话间 苏白河从苏云手里接过烟酒 当场就把中华烟拆开 给苏成良和苏茂军等人散烟 这次是误会 下次就不一定了 大伯母撇了撇嘴 继续鼠落道 苏云 我说你也挺大个人了 就不能懂点事吗 别的大学生 暑假要么在外面勤工俭学 要么回家里帮忙 就你一天天的没事干 游手好闲 还跑云州去游玩 要不然能惹出这误会 旁边的几个亲戚 听到这话 都是一副深以为然的样子 大伯母也是越说越来劲 又道 像我家的向阳 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 早就已经能够赚钱补贴家用了 苏云文言 不由翻了个白眼 大伯母口中的向阳 是他的儿子苏向阳 读书成绩稀烂 高中没毕业 就辍学打工了 可在大伯母嘴里一说 仿佛就成了 需要别人学习的模范偶像了 嗨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还提他干什么 苏向阳摆了摆手 看着苏云笑眯眯道 堂弟 我妈说的也对 你年纪也不小了 不能一直待家里啃老 这个暑假 工资一个月1500怎么样 1500的工资 苏云听到这里 脸上似笑非笑 他闲暇时 有听老爸提起过 苏向阳现在工作的 那个电子加工厂 坐落在临北县郊区 规模很大 福利待遇都不错 别说是正事工了 就算是临时工 以及实习期的新工人 工资也在2500以上 苏向阳爆出1500的工资 这中间的缺口 肯定是被他自己揣腰包了 怎么 你还嫌少 苏云 我告诉你 向阳也就是看在 大家是亲戚的面子上 才拉你一把 你现在什么工作经验都没有 正常厂子人家 压根就不会受你这种人 也就是你向阳哥 在厂子里还有几分面子 才能安排人进去 你可别不知好歹 大伯母阴阳怪气的开口 多谢堂哥好意了 不过我不需要 苏云懒得啰嗦 直接回绝了 这一下 大伯父一家 脸色都不太好看了 苏云 我知道你是大学生 星期高 可现在大学生还真不值钱了 等你以后毕业了 混得还真比得上你向阳堂哥 苏承良说话也不客气起来 向阳他好歹 也在厂子车间里 当个小组长 手底下管着几十号人呢 你呢 这么不求上进 我看到你毕业了 也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大哥 你这话 有些过了吧 苏白河听得有些不太舒服 他对自己这儿子 还是挺满意的 被人说得这么不堪 他心里也有些不愤 老三 你也一把年纪了 怎么还跟矛头小伙一样 听不得忠告呢 苏承良面露不悦道 可小云他 苏白河还想说点什么 旁边 二伯苏帽君打起原厂道 老三 你就少说两句吧 大哥那些话 未必没有道理 人家向阳 确实是有能力的 你就让苏云跟着进场 跟着学一学吧 小姑苏贵分这个时候也插嘴道 是啊 向阳要是没那能力 也当不了小组长 管理几十号人了 将来说不定还升当车间主任 你家苏云跟在后面 不也能够跟着鸡犬升天吗 苏大伯一家听到这话 脸上都浮现出 洋洋得意的笑容 苏白河到底是老实人 看到自己两个大哥 小妹都这么说 便也不再争辩什么 但心里总觉得有些不是滋味 苏云面沉似水 心底怒气涌现 这种事情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以往过年 亲戚间走动聚会 这几家亲戚 就喜欢捧高踩低 自己老爸性子 敦厚老实 自然是被踩的那个 偏偏苏白河顾念着血脉亲情 每次都默默忍了下来 不过苏云可不是苏白河 根本不打算再惯着 这些所谓的亲戚 你们说够了没有 苏云目光冷冷地 扫视了一圈众人 沉声道 我苏云以后该怎么样 还不用别人来指手画脚 帮着我学本事 带着我鸡犬升天 就他苏向阳 有那个资格吗 听到这话 屋内的众人 都是又惊又怒 他们没想到 苏云会如此大胆 竟敢对着他们 这些长辈发飙 苏云 你这话什么意思 敢亲我苏向阳 还不被你放在眼里了 苏向阳瞪着眼睛怒骂道 你是什么橙色 难道自己心里 没点逼数吗 你那个电子厂的小组长 是怎么当上的 还不是给车间主任 塞了十万块钱 才把你推上去 你还真觉得 自己能力出众了 苏云眼中 闪过浓浓的不屑 此话一出 苏向阳就像是 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 当即就炸毛跳了起来 指着苏云的鼻子骂道 混蛋 你竟然当众造谣污蔑我 就算是亲戚 我也饶不了你 苏成良重重一拍桌子 冲着苏白河瞪眼 老三 你这儿子是吃错药了吧 还有没有把我们 这些长辈放在眼里 再不管管 都要反上天了 就是 苏白河 你自己听听 这混账说的是人话吗 早知道 之前就不应该 借钱给你们 好心没好报 大伯母也不依不饶起来 二伯一家 小姑一家 也都从旁劝解起来 无非就是 让苏白河管教苏云 让其向大伯母一家道歉 苏云冷笑连连 你们还有脸替借钱的事情 大伯母 我记得没错的话 当初你们为了苏向阳 能晋升车间小组长 用来向车间主任 贿赂的十万块钱 就是管我八戒的吧 一晃 也过去好几年了 也从来没有提过要还 说起这事 苏云就觉得讽刺 当年大伯大伯母 一家上门借钱 苏白河二话不说 就把十万块借出去了 事后大伯一家 却仿佛忘记了这回事 苏白河碍于亲戚情面 也没好意思提 可等到前些日子 苏云被人扣留 苏白河登门借钱 大伯一家就鼻子 不是鼻子脸 不是脸的一通推脱 最后不情不愿地 借出了六千块 听到苏云提起这件事 苏成良就像是 被踩到了痛脚 暴跳如雷 苏白河 我真是没想到啊 我以为你今天 请我们过来 真的是百艳感谢我们 谁曾想是来翻旧账的 还让你儿子出面挑头 真有你的 苏成良指着苏白河 破口大骂 没 大哥 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 苏白河连忙出面拦着 转头冲苏云轻斥道 臭小子 你没事提这些事情干什么 快点向大伯他们道个歉 不用了 大伯母咬牙切齿 恨声道 你们父子在这眼什么双簧呢 真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 苏白河 真没想到 你是这样的人 就是啊 老三 今天这事 就是你们做的不对了 二伯苏茂军 也开口数落道 苏云眉头一皱 看向苏茂军 淡淡道 二伯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记起来两年前 飞鹏表哥娶媳妇 彩礼钱还差了八万 也是我爸借你的吧 这次 我爸管你借钱救急 你只借了四千 苏茂军一听 灯石老脸发黑 老三 你要是这么整 可就没意思了 我不是说了吗 这笔钱我会还的 每年一千块 准时打回你账户 你还想咋地 苏茂军骂骂咧咧 每年还一千 八万块还完 得八十年 偏偏苏茂军觉得很理直气壮 三哥 亲戚之间 能不能别老是提钱的事情了 在你看来 亲情还抵不上那几个臭钱重要吗 小姑苏贵芬有些心虚地说道 她也向苏白河借过钱 几年前 她老公车祸 照是司机逃逸了 苏白河借了她十五万急救 结果前阵子 苏白河为了苏云的事情 向她借钱 她找了一堆的理由 最后咬牙借出了九百块 对于这些无耻的亲戚 你把对方当亲人 对方却把你当冤大头 还时不时地来踩上几脚 苏云是不打算再忍了 小姑 借钱这话题 可是大伯母先挑起来的 你去怪起我爸 这不适合吧 苏云冷冰冰地说道 碰 大伯母一听 苏云把矛头指向自己 顿时大怒 一把操起桌上的水壶 就砸在地上 茶水似箭 你个有爹生梅娘娇的 也不知道你爹当年 和哪个野女人 生出你这种混账 大伯母也是气疯了 插起腰就拿出 泼腹骂街的那一套 不过苏白河听到这里 像是被什么刺激到了 眼睛一下红了 喝道 住嘴 苏云的母亲 一直是苏白河心中的一个痛 让苏云长大在一个单亲家庭 苏白河本就心中愧疚 此刻听到大伯母 还拿此事叫骂 让他没能忍住火 你 大伯母还是头一次 看到苏白河这老实人发火 也是被吓了一跳 一时被震住了 不过在反应过来后 他顿时大声哭泣起来 成良 你看到了没 这对父子 今天是和其伙来欺负我啊 苏成良脸色阴沉一片 沉声道 老三 既然我们几家和不来 我看以后大家也别走动了 借给你的钱 你也不用还了 从今之后 大家一笔勾销 恩断一绝 大哥 你真要这么做 苏白河愣愣地看着苏成良 苏成良冷哼一声 似乎不屑在打理苏白河 对 对 我们一笔勾销 恩断一绝 大家谁也不欠谁的 大伯母连忙复合出声 把事情敲定下来 那言外之意 就是他们不要苏白河那几千块钱了 但也不会还早年 从苏白河那借走的十万块 苏茂军一家听到这里 也是猛地起身 老三 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 我和大哥家都是一个意思 大家今天恩断一绝 过往的一切都不计较了 谁也不欠谁的 苏茂军跟着表态道 还有我 三哥 我也看不过你们这一家 大家就这么着吧 以后有事 也别再联系我了 小姑苏贵芬不甘落后道 苏白河看到自己这些兄弟姐妹 到这个时候 竟然还在那点钱款上玩弄心思 当即也有些心灰意冷 这些年来 他本以为自己迁就包容一些 总能换回一些真心相待 可惜 始终没有 行了 那就这样吧 苏白河摆了摆手 一行人当即就准备起身离开 老三 在走之前 我给你一点忠告 以后有空 你还是多管教管教你家这小子 我看他再这么下去 他将来不是进去吃牢饭 就是得到街上要饭 苏成良临走前 还诅咒了一下苏芸 是啊 太不像话了 苏茂军和苏贵芬都赞同地点了点头 他们都恼怒 苏芸刚才口无遮拦 居然把他们当年借钱那点陈年就是翻出来 心里自然对苏芸自然很不待见 你们滚 苏白河气得眼前发黑 也是彻底被激怒了 走就走 以后你们父子要是活不下去了 可千万别瞧到我们头上 苏成良撇了撇嘴 正准备离开 而也就在这时 房门被咚咚地敲响了 请问苏先生在家吗 有人在门外询问道 苏先生 听到这称呼 苏成良等人差点笑出声来 这是哪来的傻貌 管苏白河叫苏先生 这不是要笑掉大牙吗 估计是哪来的农民工 想要跟着苏白河去工地干活 大伯母冷笑道 苏白河家的情况 别人不清楚 他们却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苏白河虽说是个小包工头 但性子太老实憨厚了 上面的工程尾款常常要不到 下面民工的工资又不敢拖欠 一年到头挣点辛苦钱 还没人家打工的轻松 苏成良顺手拉开了房门 不过下一刻 他就被外面的场景给惊到了 只见外面那并不宽敞的楼道中 挤满了一大堆人 最中间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 衣着华贵 气毒威严 而簇拥在他身边的那群人 也都一个打扮的光鲜体面 特别是其中有几个人 看着还有点眼熟 你 你不是王县长吗 苏茂军突然指着旁边一个秃头中年 惊呼起来 苏成良等人听到这话 也猛地响起 簇拥着那威严男子身边的那群人 可不就是县里的那些领导头头吗 上次县里搞了一次清明活动 他们还近距离见过这些县领导 尤其是王县长的大秃头 更是个醒目的标志 不过想起这些人的身份后 众人心里都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中间那个男子到底是什么身份 竟然能够让县里的一众领导陪同 而且看样子 似乎还是来找苏白河的 请问苏云苏先生在家吗 那位气势威严的男子 看到苏成良等人呆若目击地站在门口 只好再次问了一句 来找苏云的 苏成良等人又是吃了一惊 心中呐喊无比 这些大人物 怎么会来找苏云那个矛头小子呢 可在这么多县领导的注视下 他们还没那个胆子问东问西 只能乖乖地让开了路 不过他们也没有走 而是停留在门口 想听听这些人干嘛来了 你们是谁 客厅中 苏云正在清理破碎的水壶和刮果垃圾 看到一大群进来不由皱了皱眉头 这些人他一个都不认识 这位是我们杨川市的首富陈仲鹏先生 秃头的王县长一脸郑重地介绍起来 他话音刚一落下就立刻有几声惊呼响起 杨川首富 站在门口的苏成良等人 一个个瞠目结舌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陈仲鹏的大名 他们当然是听说过的 一世之首富 名下产业无数 就算是在整个天南省 也是排的上号的富豪 更难能可贵的是 陈仲鹏的诸多产业都扎根杨川本市 为杨川市的经济发展 做出巨大的贡献 平日里更是是领导的座上宾 这样的人物 来到临北这种小县城 难怪县里的头头脑脑都要争相陪同了 可是这种大人物 怎么会来找苏云 会不会找错人了 临北县虽然不大 但同名同姓的应该还有几个 苏成良忍不住提醒了一句 不过根本没有人搭理他 陈仲鹏在看到苏云第一时间 就已经激动地迎了上去 握住苏云的手不住地感激道谢 虽然毛荣等人答应要为苏云保密 但那是针对大众 肯定不可能瞒着陈仲鹏这等人物 举手之劳而已 你不必特意跑来谢我的 苏云态度随意地说道 不 对苏先生你来说那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陈价而言却是恩比天高 无论如何 我陈仲鹏都得表示一二 陈仲鹏拍了拍手 跟随在他身边的秘书就迈步走了出来 小张 我们陈氏集团 在临北县有什么产业没有 陈仲鹏问道 秘书小张想了一下 说道 临北县比较偏远 在这边的产业并不多 郊区那边有个做手机配件的滑星电子加工厂 还有县中心那边有在营造一座百货大楼 不过还没有竣工 县南区那边 还有一家隐城剧院 一个服装的批发市场 陈仲鹏文言点了点头 道 稍后你去变更一下工商手续 把郊区的那家滑星电子加工厂 赠送给苏先生 此话一出 厂内众人都是大吃一惊 就连那些陪同过来的县领导 也是倒吸一口冷气 那家滑星电子厂 也算是县里的明星企业了 是一家拥有三千人以上的大厂 每年产值数亿利润数千万 可陈仲鹏竟然犹豫都没犹豫一下 就将其送给了苏云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财大气粗了 就连秃头的王县长 眼中都不免带上了几分羡慕 滑星电子厂 门口 苏向阳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无比 这不就是他现在工作的那家电子厂吗 不久前 他还在苏云父子面前得意洋洋 以自己在电子厂的某车间担任小组长 而沾沾自喜 甚至还以施舍的姿态 要让苏云过去打工 可现在 这整个电子厂都成苏云的了 大伯母 二伯母 小姑等人更是眼睛都红了 凭什么 这是凭什么啊 苏白河此时也有些猛住了 小云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忍不住看向苏云 哦 也没什么 就今天我在回来的路上 帮着警察同志 从人犯的手里解救了一个孩子 正好就是这位陈先生家的 苏云轻描淡写地说道 听到这话 苏白河顿时恍然 有些能够明白陈仲鹏的心态了 对于父母来说 孩子才是最宝贵的 只是陈仲鹏的谢礼 太贵重了谢 而苏成良等人 此时是真的快要极度的发疯了 在他们看来 苏云帮的那点忙 无非也就是发现人贩子 通知一下警察而已 这种不值一提的小事 竟然能够获赠一个 体量巨大的电子厂 这还有没有天理了 不行 我不同意 苏成良叫嚷了起来 屋内众人都是冷了一下 随即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人家陈首富要送给苏云工厂 和你有什么关系 用得着你来同意吗 苏成良也意识到 自己反应有些过激了 干咳了一声 厚着脸皮凑到陈仲鹏面前 陈先生 你之前的决定 我觉得有些草率了 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苏云一家哪里承担得起 你这么厚的谢礼 他们要真收下了 那是会折售的 苏成良苦口婆心的劝解道 是啊 苏云他们父子 何德何能 有什么资格接受你的工厂 你要是真让他们父子接手 用不了几天就能把好好的工厂 给整倒闭了 大伯母也急不可耐地跳出来 他们一家刚刚才和苏云父子撕破脸 当然不愿意看到他们飞黄腾达 而且自己儿子还在工厂车间 当着小组长呢 要是苏云成了工厂的主人 打击暴富怎么办 这种事情绝不允许 苏先生 这些人是陈仲鹏神情 困惑看向苏云 毕竟苏成良等人 刚才都是从苏云家走出来的 他也摸不准 对方和苏云一家是什么关系 他们啊 无关的闲人罢了 现在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苏云一脸淡默地说道 哦 这样啊 陈仲鹏会议地点了点头 就懒得再搭理苏成良一家了 秘书小张连忙上前 将苏成良和他老婆拦开 什么玩意啊 陈总要赠送自己的产业 哪里轮得到这种无关人等来多嘴 陈先生 你真的要考虑清楚啊 苏向阳也急了 高喊道 我是华星电子厂 第三车间五小组的组长苏向阳 你就算不考虑其他 也该为厂里的三千多工人想一想啊 苏云他们父子 根本没有什么能力 你把工厂交给他们 真要是整到毕了 其他工人该怎么办 陈仲鹏冷笑着摇头 这些事情 就不需要你们费心了 工厂的日常管理 我会给苏先生留一些专门的人士打理看股 苏先生什么都不用干 只需负责 每年收钱就行了 言下之意 他就是要通过这家工厂 每年白送苏云几千万花花 苏成良一家听到这里 真是差点一口老血喷出 还有 华兴电子厂前途如何 你以后也不用关心了 因为从今天起 你就不再是电子厂的员工 陈仲鹏又补充了一句 苏向阳听到这话 只觉得晴天霹雳 差点没有昏死过去 二伯苏茂君一家 还有小姑苏贵芬一家 此时已经在心里懊悔掉死 早知道 刚才自己就不该为了赖掉那点小钱 和老三一家翻脸的 要是大家还维持着面子上的亲戚关系 那老三家飞黄腾达了 自己这边肯定能跟着占占便宜 现在好了 什么余地都没留 先前话说的太绝了 哪怕他们脸皮够厚 也吃不消 马上就当场自己打脸 去向苏白河赔罪 一时间场内的气氛 有些沉默和尴尬 苏先生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吧 希望你不要推辞 还有 这张名片上 是我的私人号码 以后在阳川地界 你有什么麻烦 只管找我 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 便绝不推辞 这时 陈仲鹏又取出了一个名片 递到了苏云手里 看到这一幕 跟在旁边的那些县领导 都是眼睛一亮 越发地羡慕起来 他们可是深深知道 陈仲鹏在阳川的能量 是何等的巨大 不仅其本身 在商界呼风唤雨 他本人更是和市委的几个大领导 有着不错的私交 他敢把自己私人号码给苏云 还给出这种许诺 那苏云以后 在阳川地界 横着走都行了 还真是个幸运的小伙子 王县长摸了摸自己 觉得苏云简直是积了三辈子的德 才能走这种狗屎运 陈仲鹏看到众人的神色 心中不由一阵冷笑 一群目光粗浅之辈 错把珍珠当鱼目 若苏云真只是帮了他一点小忙 他顶多就是派自己秘书走一趟 送上一笔巨款筹线 哪里还会不辞辛劳 亲自赶到临北这种小县城 来登门道谢 他肯过来道谢只是其次 更主要的是 他看中苏云的能力 十几个持枪警察 都对付不了的汉匪 却被苏云一个人搞定了 这种高人 陈仲鹏自然是要好好结交一下的 每天若是再有什么不测 他也能多一份指望 老爸 这张名片就由你收着吧 苏云没有拒绝陈仲鹏的侍候 将名片交给了苏白河 他自己肯定不需要陈仲鹏 解决什么麻烦的 倒是老爸 有时候自己不在身边 要是遇到麻烦 可以让陈仲鹏处理一下 请问苏先生在家吗 这时 外面楼道又有人走了过来 这次来的人 赫然便是韩四海和吕飞扬师徒 苏先生 不会又是来找苏云的吧 苏成良等人听到这称呼 脸皮子都不由一颤 嗯 韩四海 苏云听到这声音 眉头挑了挑 哦 进来吧 韩四海和吕飞扬进入后 对屋内的其他人视若无睹 琪琪向苏云行礼 恭敬道 苏先生 礼节之众 看得旁人扎舌不已 咦 我看你好像有些面熟 你和吕氏集团的吕扬红先生 是什么关系 陈仲鹏看到吕飞扬后 突然轻移了一声 你认识我吧 吕飞扬也是诧异了一下 原来是吕家的公子 难怪你和吕杨洪先生相貌 如此酷似 陈仲鹏感慨了一声 说道 三年前 我受邀去云州 参加全省杰出企业家的表彰 和吕杨洪先生有过一面支援 他还给了我一些商业上的指点 旁边 秃头王县长等人听到这里 都是肃然起敬 吕杨洪 那是吕氏集团的掌门人 隐隐表露出要占据国内餐饮业 半壁江山的野心 陈仲鹏虽然是杨川首富 但比起吕氏集团这种庞然大物 还是差上不少的 大家都没想到吕氏集团的少爷 竟然也会来找苏云 而且还是一副晚辈 拜会长辈的恭敬模样 哦 吕飞扬文言只是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了 他痴迷舞道 不是他那个被当成继承人培养的大哥 对于商界的事情并不关心 也没什么兴趣和陈仲鹏攀交情 你们过来找我 还有什么事吗 苏云看向韩四海师徒 韩四海连忙到 先前四海冒昧打扰到苏先生 所以特意过来上门拜会请罪 另外 我这徒儿得先生助力 逾越龙门 也一并过来登门拜谢 说话间 韩四海已经从身上 取出了一个小巧的礼盒 恭敬地陷到苏云面前 说道 这是四海准备的一点心意 还请苏先生一定要收下 苏云随手打开礼盒 里面放着一块颜色乌黑的木头 看着很不起眼 但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芬芳香气传来 这 苏白河本来还觉得 儿子随随便便去接下别人礼物不好 正打算说两句 可一看诵的 是一小节木头 便不再开口了 在他看来 只是一节木头而已 也值不了几个钱 要是再劝说苏云退回去 那反而 显得有些看不起人家 王县长等人 也是暗笑了一下 送礼送快木头 也是第一次听说 不过陈仲鹏看到这木头后 瞳孔猛的一缩 不由凑到竟前闻了闻 这 这是养神奇木 陈仲鹏脸色变得阴晴不定起来 嗯 没想到你倒是眼力不错 居然能够认出养魂奇木 韩四海亚然地看了一眼陈仲鹏 他本来以为自己拿出的这样的东西 场内应该就苏云这位宗师识货 没想到陈仲鹏这么一个凡俗富商也知道 陈仲鹏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从自己衣服内掏出了一个挂坠 别人挂的玉 而他挂的是一块小巧的乌黑木牌 质地和韩四海送的木头一模一样 这养神奇木有蕴养神魂的奇效 长期佩戴闻着奇木芬香 不仅可以让人精力充沛 还有延缓衰老的功效 不过这养神奇木 视所罕见 价钱更是高的离谱 一刻就要几十万 他带的这一小块不足婴儿巴掌大小的木牌 他就花了足足五百万 就这还是他机缘碰巧遇上了 才有机会买下来 而韩四海送出的那一节养神奇木 比起他这块木牌 体积大出十倍都不止 这位先生 还真是好大的手笔啊 陈仲鹏忍不住赞叹道 我是武道中人 对于钱财外武 看得不是很重 这只代表我一分心意 韩四海淡淡说道 武道修炼到他这种境界 早已经不将繁俗之辈放在眼里 哪怕是陈仲鹏 这重仪师首富 他在看来 也是自己可以生杀语夺的对象 这木头很贵重吗 苏白河惊疑不定地问道 陈仲鹏看了一眼 韩四海 悠悠叹道 这节木头 价值至少五千万以上 最重要的是有价无市啊 苏老先生 若实在要卖 陈某愿意出一亿买下 此话一出 惊得苏白河 差点没一屁股坐在地上 就连王县长 这些县领导 也是胡锡粗重起来 两眼发红 特么的 都是哪来的狗大户 送个礼 就是几千万 一个亿的 他们就算放开手脚贪污 也贪不了这么多钱啊 苏成良等人 更是极度地想杀人 场内众人目光死死地 盯着那节养神奇目 眼珠子 几乎都能冒出火星来 谁也没想到 大家自然不会相信 可既然是陈仲鹏说的 那肯定是不会错 你倒是有心了 苏云点了点头 将放着养神奇目的盒子 收了起来 如果韩四海送的是什么 古丸字画这种 值钱物品 苏云还不放在眼里 但养神奇目不一样 这东西 虽然对他并没有什么用 但对苏白河 这种普通人而言 却是有滋养神魂 延缓衰老的作用 旁边 苏白河瞪的眼珠子 都要掉下来了 这么贵重的东西 自己儿子怎么说 收就收下来了 这也太儿戏了 天上可不会白白的掉馅饼 苏白河心中 想着待会就劝说儿子 把礼物给退回去 不过 就在他心中 这么盘算着的时候 吕飞扬也上前一步 从怀里取出一个文件袋 放在桌子上 说道 苏先生 我就是一俗人 可拿不出师傅 那种奇珍异宝 这里面 是我吕家 在阳川市的几家餐厅的 转让协议书 算是表达我对先生的感激 听到这话 陈仲鹏不由面庞抽出了一下 他是阳川市的商业巨头 这些年 他的陈氏集团布局 涉及阳川的方方面面 可是唯独餐饮业 他根本扎不进去 吕氏集团在天南省 已经把餐饮业 做成了巨无霸 你小打小闹 开几个馆子可以 可想要搞成气候 就必定会遭受 吕氏集团的重击打压 他没想到 吕飞扬竟将吕家 在阳川市的餐厅 转让给苏云 兔头王县长 也是一点金融 不由问道 吕公子 你要转让的 可是上品系列的连锁餐厅 吕氏集团旗下的 餐厅品牌 就有十几个 在阳川市这边 最出名的 就是那种 银圣仙海货的 上品连锁餐厅 就连临北县 这种小地方 都开了两家上品 王县长等一干领导 平时可没少去 吕飞扬一听贴了撇嘴 道 阳川那几家 上品系列的连锁餐厅 档次太低 都是面向大众的 中低端餐厅罢了 我哪里送得出手 我只是把我们旅家 在阳川湖边上的 那家灵湖餐厅 位于皇冠大厦 八十八层的云顶餐厅 还有西宇山的 灵云餐厅 这三家 转让给了苏先生而已 此话一出 饶是以陈仲鹏的城府 也是脸色狂变 跟在他身边的秘书小张 更是惊得蹦跳起来 阳川湖 乃是阳川市 唯一的景观湖 周边本来不允许 迎接任何建筑 是吕氏集团 通了天的关系 应是在临近湖边的区域 建造了一座观湖餐厅 当时 为了买下那一小块地皮 吕氏集团便斥资数益 而皇冠大厦 则是阳川市第一高楼 在最高的八十八层 建造云顶餐厅 选用落地窗 视野开阔 从八十八层俯视 可以将整个阳川市的 景致尽收眼底 在这里用餐 绝对是独一无二的体验 西宇山那家西宇山的 凌云餐厅更绝 那是修建在悬崖峭壁上的 奥利崖壁 一览群山小 可以说 这三家餐厅 已经做到了阳川市的极致 是阳川市的富豪巨股 名刘正要用餐的首选 它代表的 已经不再是纯粹的餐厅 更是上流社会精英的聚会地 吕公子 这玩笑可开不得 陈仲鹏忍不住说道 开玩笑 苏先生当面 我就是有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吕飞扬一脸郑重地说道 他虽然比不上他大哥 将来可以接掌整个吕氏集团 但他到底是吕氏家 足够二的狄青血脉 一个阳川市内的几个顶级餐厅 还能做主的 沉重彭文言 嘴一脚抽搐 他再次看了一眼苏云 心中感慨不已 他本来以为自己 已经足够看重苏云了 赠送一家电子厂 也算是大手笔 可是和吕家一比 还是显得有些小家子气了 老三 不 三弟 恭喜恭喜了 你家这次是飞黄腾达了 可别忘了 我们这些血亲兄弟啊 这时 二伯苏茂君终于按耐不住了 到了这种时候 还管什么脸面不脸面 还是先赶紧缓和 和老三一家的关系吧 是啊 三弟 刚才我们之间发生一点误会 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 我可是你的亲妹妹 你总不会真生我气吧 姑姑苏桂芬一脸深情地开口道 就连大伯苏成良一家 也舔着脸 挤进屋里来 老三 之前的事情 确实是我们冲动了一些 我得向你道歉 希望你不要跟大哥计较 苏成良陪着笑脸 大伯母更是笑音音地道 老三 你们兄弟几个 都是同一个爹娘 没什么解不开的误会 之前的不愉快 就统统让他过去吧 苏白河看着这些亲戚的无耻嘴脸 只觉得一阵心冷 这些人 不久前才口口声声喊着 要和自己自家恩断一绝 甚至更是还咒骂苏云 以后会吃牢饭和上街要饭 还撂下狠话 让自己父子以后活不下去 别求到他们头上 可以转眼 在知道自家发达之后 就立刻换了一副嘴脸 苏白河虽然性子老实 但也不傻 他很清楚 这种亲戚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要是自家以后又落败了 恐怕立刻又会再换回原来的嘴脸 落井下石 你们不是说 从今天起 大家都恩断一绝 谁也不欠谁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自己打脸了 苏云讽刺了一句 可苏成良等人这会儿 哪里还在意这些 堂弟说笑了 那都是气头上的糊涂话 可不能当真 大家都是一家人 哪里有隔夜的仇 堂弟 华兴电子厂那边 你可得给我安排安排 我完全可以 做个车间主任 帮你监管一下 毕竟 自家人也放心一些 苏向阳笑呵呵地说道 滚 苏云懒得和这些人在啰嗦 直接发出一阵利和 声音中 已然带上了一丝 他五道意志的精神威慑 听在苏成良等人耳中 犹如雷霆在耳边乍响 冲击的他们当场心神崩溃 一个个脸色惨白的仓皇逃离 苏白河倒是没有去责怪苏云的无礼 只是苦涩地摇了摇头 实在抱歉 让大家看到了这种亲戚反目的闹剧 苏白河冲众人说道 大家都神情尴尬地笑笑 没有 没有 谁家都有一些奇葩的亲戚 我那小舅子高中文化 还老是要求我 把他安排进县政府工作呢 兔头王县长 还以自身为力 宽慰了几句 有了刚才苏家亲戚那一档子事后 大家都不好再继续留下来 免得苏白河尴尬 陈仲鹏首先带着县里的一众领导 告辞离开了 苏先生 那我和飞扬也先到此了 韩四海见此 也准备带着吕飞扬离开 等等 苏云喊了一声 随即将那个装有餐厅转让协议的文件带 递还给了吕飞扬 说道 我之前就说过 我并没有刻意去帮你什么 你也不用谢我 而且 以你的习武资质和毅力 就算靠自己苦练 顶多再过个两三年 也能水到渠成的练出内境 踏入四品五者 没必要送这么厚的谢礼 苏先生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你这 他现在直接拍到了吕飞扬的怀里 吕飞扬脸上顿时闪过一丝苦涩和遗憾 他自然不是真的钱多得慌 要送这种众礼表示感谢 而是想趁机和苏云 这位宗师强者攀上交情 为自己吕佳结一分善缘 若是苏云今日肯收下这份众礼 那以后吕佳有危难 看在这点微末交情上 说不定便会出手帮衬一把 可现在苏云果断地拒绝 显然是不想和吕佳有更深一步的纠葛 一旁 苏白河看到苏云将吕飞扬的重礼 推举了回去 当时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还有这位先生 你的那节奇目也太贵重了 一并收回吧 苏白河准备将养神奇目 也还给韩四海 毕竟 这可是价值好几千万的东西 真要是收下来 他睡觉都不安稳 苏云一听 有些哭笑不得 劝道 爸 这东西对你身体有好处 就收下吧 苏白河瞪起眼睛 美好气道 混小子 这可是几千万的宝贝 你怎么好意思就收下了 苏云一脸无奈 我也不白收这东西 等一下就赠他一份回礼 听到这话 苏白河还没有说什么 韩四海已经连连摇头 苏先生说笑 四海过来登门谢罪 若是还带礼物回去 那成什么样子了 韩四海白手道 我给你的 你就收下 我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 苏云说道 话说到这一步 韩四海已经是没办法回绝了 你们等我一下 苏云说完 便静止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这孩子 真是 苏白河嘟囔了一句 总觉得自己儿子有些狂了 不管是韩四海 还是吕飞扬 可都是自己这些平头老百姓 日常接触不到的贵人 怎么能如此怠慢 他只好自己在客厅招呼起二人 韩四海和吕飞扬相视一眼 皆是心底苦笑一声 他们自然都看出来 苏白河对自己儿子的情况 那是一点都不清楚 另一边 苏云回到了自己的卧室 他要写一份手书 充当给韩四海的回礼 在书桌上翻找了一下 发现家里根本没有纸笔 大学都读了两年 寒暑假回来也是玩手机 哪里会背着这些玩意 苏云目光扫尸一圈 随后将挂在墙上的那本日历 给拿了下来 就用这东西替代一下吧 他撕下了一张 将背面的空白叶摊在桌子上 韩四海 念你像五之星赤诚 有以死问道的信念 我今日便送你一份造化 苏云悠悠一叹 用指甲在自己食指指尖一划 星红的鲜血 从中渗透出来 苏云无动于衷 他手指虚空伸着 屏息凝神 足足过了一刻钟 他的精神凝聚了极致 伸出的那根燃血手指 猛地落下 以手指代替笔杆 以自身鲜血为油墨 第一笔刚落下 四周的元气就急剧波动 磅礴的五道意志 席卷肆虐 客厅中 苏白河这位普通人 还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韩四海和吕飞扬 却是脸色狂变 他们感觉在卧室内 苏云的五道意志发散 犹如恐怖的精神风暴 简直要摧毁一切 这种情况 足足持续了三分 才彻底平息下来 这小子都进去这么久了 在搞什么名堂 我去看看 苏白河看到 韩四海和吕飞扬 脸色不自然 以为对方是等得不耐烦了 当即就准备去催催苏云 不过他刚一起身 苏云就已经从卧室里走了出来 这东西 你收下吧 就当是我给你的回脸 苏云将手中折好的纸 递到了韩四海面前 苏白河看得眼角一跳 恨不得抬手 就在苏云后脑勺上拍上一下 这纸 不是挂笠上撕下来的吗 上面还有月份日期的数字排列呢 这缺的玩意 扯下一张日历 就当给别人的回礼 这是糊弄傻子吗 苏白河正想开口说 这是苏云的玩笑话 可韩四海 已经颤颤巍巍巍地伸出双手 如同承接圣物一般 将那挂笠指给接了过去 刚才 卧室内苏云五道意志散发的时候 他就已经猜到 苏云要干什么了 宗师手术 一字千万的宗师手术 现在看苏云递过来一张纸 他自然就更加确定了 多谢苏先生赐字 韩四海接过之后 将折起的挂笠指 在手中摊开 指尖上面 四个鲜红的血字显现出来 宗师可欺 韩四海看到这四个字的第一时间 瞳孔急剧收缩 脸上瞬间一片潮红 苏 苏先生 你这是 韩四海难以置信地看向苏云 他万万没有想到 苏云这份手书 不仅是汇聚精神 注入了其五道意志 更是以其宗师之血写成 以自身宗师之血为游墨 锁死在字体中 这四个血字中 明显比当初送给叶婷的诛邪不轻 蕴含的五道意志 更加雄浑浩大 别说一字千万了 就算一字一意 在五道界 也会有大把的人疯抢 从今天开始 你每日将自身精神力发散 去感知我自中的五道意志 进行对抗魔力 什么时候你能彻底抗住 那你便可以跨过宗师那一道门槛了 苏云淡淡说道 他这份以血书成的手书 对于武者魔力自身五道意志 有着非常惊人的作用 尤其是韩四海这种六品巅峰的武者 本身距离宗师之境 本身就只差一层隔膜 再加上其自身又有绝死破镜的信念 如今再得到这四字魔力 将来晋升宗师的机会就很大了 苏先生大恩 四海无以为报 还请接受四海一拜 韩四海激动不已 身子一攻 就准备拜倒在地 苏云伸手虚脱了一把 无形的尽力涌出 便让韩四海无法下拜 其他的话就不必多说了 未入宗师之境 你敢以性命为主 死中求活 在如今这世道 算是难得了 既然能遇到我 也算是一场缘分 要是换了其他人 哪怕是送的礼物再重 苏云都不会赠予宗师血书 就算是普通手书 都不会送 不过韩四海那以死求到的 纯粹武道之心 让苏云颇为赞赏 再加上他送的养神奇目 也合乎苏云的心意 这才赐予了这份机缘 韩四海和吕飞扬也离开了 房子里 只剩下了苏白河和苏云两父子 苏白河神情复杂地看着苏云 欲言又止 他不是傻子 刚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让他意识到自己儿子的不寻常 老爸 你想问什么 就问吧 苏云叹了口气 他原本是想找合适的时机 将某些事情 慢慢地让苏白河知道 不过今天事情 已经发展到这一步 那也没必要再瞒着 小云 刚才那位韩四海先生 还有吕家的少爷 为什么要送你这么重的礼 他们先前提到的什么舞蹈 苏白河忍不住问道 苏云点了点头 道 不错 都是舞蹈界中人 他们之所以会如此敬畏我 送礼讨好 是因为我是一个舞蹈宗师 舞蹈宗师 苏白河嘴角微微抽了抽 他以前倒是经常在电视上 看到过各种飞来飞去的武林高手 可自己儿子 老爸 其实我一直没和你说 我小的时候 曾经得到过一人传授武功 只不过 他让我在修成宗师之境前 保密这些事情 所以我就没告诉你 而不久前 我踏入了宗师之境 苏云笑着解释了一句 转世重生的事情太过诡异了 他只能编这么一个理由 说话间 他伸手往旁边轻轻一拍 哼 墙体一阵 上面赫然显现出了一个凹陷的五指手印 里面的砖墙材质 进化为粉末 苏白河看的眼珠子 都快瞪出来了 这 苏白河嘴唇哆嗦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太神了 老爸 你不用觉得太震惊 我表现的这些 并不算什么 这个世界 其实还有着你们普通人 无法接触想象的另一面 苏云不以为意地说道 在他看来 自己这五道宗师 也依旧只是凡人宗师而已 连先天之境都没有达到 唯有炼体突破九重之上 凝炼了先天灵体 那才算是超脱了肉体凡胎 当然 这些太深的东西 就没必要再和苏白河说了 那我们阳川市的陈首富上门道谢 苏白河若有所思 陈仲鹏虽然不是五道界中人 不过他的儿子遇险 今天正好被我遇到 给救了回来 所以他送的那个电子厂 老爸 你就安心收下吧 苏云淡淡说道 真要算起来 这事其实还是陈仲鹏赚到了 要不是苏云正好遇到了 陈仲鹏想另请一位宗师出手救人 那基本是不可能的 就算能够请得到 那代价绝对大的不可想象 区区一个电子加工厂 根本打动不了宗师强者 父子俩说话的这回功夫 苏云的手机响了起来 接通之后 电话另一头传来了齐清兰的声音 云先生 我这边已经收集到了一些百年灵药 你看什么时候过来 替我爷爷炼制灵丹 哦 你那边收集了多少 百年灵药十三株 其中还有一株四百多年份的老山生 齐清兰说道 苏云听完之后 眼睛一亮 他发现自己有些小看了齐家的能量 三天时间都不到 齐清兰竟然能够收落到如此多的百年灵药 这实在是惊喜 有了这批灵药 自己很快又可以炼体破镜了 我现在不在云州 明天就回来 苏云回道 挂掉电话之后 苏白河不由问道 是出了什么事了吗 怎么明天就又急着要去云州 苏云笑道 我托人帮我买了一些药材 对了 等那药材到手 我会为你调配一种特殊的药膏 能够让你腿上的伤恢复如初 苏白河闻言先是身子一震 但随即又苦笑着摇头 他腿上的旧伤 那可不是一般的外伤 当年受损很严重 根本无法治愈 医院都出具了残疾症书了 再加上又隔了这么多年 苏白河自己早就不抱有希望了 小云 你就不用为我的腿操心了 去了这么多年 我也早就习惯了 面前这两个凡俗美女 对他而言实在不算什么 他随意地坐在两个美女中间 左右手各揽住一个美人的腰肢 惬意地躺靠座椅上 被他搂腰的瞬间 左边那个气质冷艳的美女 娇躯微微一颤 似乎不习惯被异性接触 身子都有些绷紧 不过在感知到苏云没有进一步举动之后 他身子才渐渐放松下来 而右边那位妖娆美女 则咯咯娇笑一声 还主动朝着苏云怀里凑了凑 这香艳的荧幕 许君是看不到的 在送苏云上车的第一时间 许君就关上车门 上了副驾驶的位置 前后之间已经升起了隔板 就算后面开始车震 都不会受到影响 这位先生 不知道如何称呼 那个妩媚妖娆的女子 笑盈盈地开口 同时从果盘上拿过一粒葡萄 拨开送到苏云的嘴边 我姓苏 苏云笑着开口 妩媚女子脸上的笑容 闪过一丝僵硬 但很快恢复如常 苏云嘴角微翘 这妩媚女子看似热烈开放 但其实只是故作姿态罢了 以她的眼力 一眼就看出这两个女子 都是姻缘醇厚的厨子之身 真要是出自什么娱乐场所的红粉嘉丽 估计其家也不敢往自己面前送 一个刻意表现的冷艳如冰 另一个则显得千娇百媚 妖娆撩人 不管苏云喜欢什么风格 都有的选择 苏云躺靠在奢华的真皮座椅上 以红微脆 十足就像是一个浪荡公子的做派 根本没有丝毫宗师高人的样子 苏云不是那种 只懂得埋头修行的苦修士 在她看来 修行之道 除了修行之外 也得懂得享受 前世她修行千载 成就先王之尊 那一路行来 可相伴过不少天之娇女 和绝色佳人 苏哥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五媚女子 因为在苏云身边 又包了一颗荔枝 细心的去喝之后 将白嫩嫩的果肉 送到苏云的嘴边 苏云张嘴吃下 笑着反问道 你觉得我是干什么的 我猜你不是高官后代 就是顶级的富家子弟 五媚女子美眸轻眨 笑盈盈地说道 在她看来 苏云这么年轻 自己身居高位 或者开创事业 基本都不可能 无非就是官二代 或者富二代 那你可就猜错了 我就是一个普通人 家境一般 你可以把我当成一个无业游民 苏云洒然一笑 放在五媚女子大腿上的手 微微用力捏了一把 五媚女子低呼一声 然后粉拳轻垂了一下苏云的胸口 娇称道 苏哥 你真坏 就知道戏耍人家 你要真是无业游民 天真时装的名誉总监 怎么会这么巴结你 另一位气质冷艳孤傲的美女 也是微微撇了撇嘴 觉得苏云是在胡扯 天真时装 名誉总监 苏云愣了愣 随即摇头道 我没听说过 更不认识 苏哥 你真会说笑 天真时装 可是省内最顶级的时装公司 还是天青集团的全自子公司 你怎么会没听过 再说了 你要是和名誉总监不认识 他又怎么会安排我们过来接待你 五媚女子呵呵笑着 苏云一听天青集团 就明白过来了 既然那天真时装是天青集团的下属子公司 那就说得过去了 安排美女过来陪试自己 这种小事 自然不可能是齐清兰亲自出面的 这么说 你们都是天真时装的人 苏云随意地问道 五媚女子摇了摇头 解释道 我和小颖 其实都还是云广大学的学生 因为外貌和身材过得去 就经常做一些时装模特的兼职 所以和天真时装这边比较熟 外貌和身材过得去 这显然是谦虚的说法 以两人的自容相貌 不论在什么大学 那都是校花一级的人物 那个被叫做小颖的冷艳美女 但没微醋 似乎对同伴 叫出自己真名和学生的身份 有些不悦 五媚女子也意识到自己失言了 回以一个欠然的眼神 苏云也没有去追问两女的相关信息 没兴趣 对她而言 这只是逢场作戏 过了二十多分钟后 汽车停了下来 苏先生 到地方了 许军的声音在外面响起 好了 两位美女 我们该分别了 苏云拍了拍两女的相间 从她们中间起身 打开车门后 许军已经恭恭敬敬地候在外面 只是眼角余光 微微往里面瞄了一下 苏云也没在意 淡淡道 带我去见她吧 那这两位 许军硬着头皮问道 苏先生 你有什么安排吗 此话一出 车内的两个美女脸色微微一变 紧张地看向苏云的背影 苏云眉头微皱 头也没回 平静道 他们是你带来的人 还需要我来安排 他们回去吗 这 许军苦着脸 他本意是想问问苏云 有没有想法 把这两位美女安排到酒店 再深入交流一下 不过这话太直接了 所以他才委婉地表达了一下 可听刚才苏云的回复 是没听懂自己的前台词吗 你一会开车 送他们回学校 让他们好好读书吧 下次 别再搞这种事情了 苏云义正言辞地说道 是是是 许军连连点头 我先带你去见青岚小姐 然后立刻就送他们回去 碰 车门重新关上 车内 两个气质各异的美女 面面相去 她在外面装得倒是挺正人君子的 刚才摸着我的腰 手就一直没放开 色鬼一个 冷艳美女气哼哼地说道 那股刻意维持的冰冷之色消散 语气中流入一种小女孩的俏皮味道 另一个妩媚女子 则是收敛了那妖娆万千的风情 变得沉默不语起来 安飞 你怎么了 冷艳美女忍不住关切地问道 没什么 安飞摇了摇头 悠悠道 小颖 你说错了 那人可不是色鬼 刚才她虽然手有些不老实 但是我注意到她眼神 从始至中都很淡然平静 对我们两个没有半分预念 她知道自己的滋容有多美 平日里接触到的异想 见到她时 哪怕在强装镇定 眼神中都会流露一丝灼热 眼神 是最欺骗不了人的 于颖之文言 也沉默了下去 她回想起先前一路 素晕最多也就是搂了一下腰 再出阁也就没有了 她们是假意银河 而对方则像是逢场作戏 在游戏人生 于颖之心里有些不服气道 我就不相信 凭我们的姿色 她会不动心 肯定是隐藏的好罢了 安飞苦笑道 要是她但凡对我们有一点兴趣 刚才也不会连我们名字也不问了 而且 能够让茗玉总监如此讨好的人 根本没有必要在我们面前隐藏什么 于颖之哼了哼 道 行吧 就当我们今天碰到了 坐怀不乱的柳下慧了 不过也多亏她了 赔偿二十多分钟 就让我赚了二十万 这下我妈的医药费是不用担心了 安飞和于颖之 她们确实都是云广大学的再读生 而且名列四大校花之列 而且两人还是好闺蜜 时常会一起接一些时装模特的兼职 运气好 一单最多也就是几千块的酬劳 哪里像这次 简直就像是在捡钱 赔偿不到半个小时 两个人就各得二十万酬劳 安飞 我们一起给茗玉总监打个电话感谢一下吧 说实在的 这次要不是她 我们可没有这种赚钱的机会 于颖之说道 嗯 你打吧 安飞点了点头 天真实装的名誉总监 是他们合作过众多对象中最靠谱的 从来不会安排他们 参加什么乱七八糟的酒局 饭局 这次 也是他再三保证 只是陪人同车陪乘一段路 或许会有些肢体接触 但不会有进一步过分之举 为了让他们安心 名誉总监 甚至直接将一张千万存款的银行卡 压在了他们这里 若真发生了某种实质性的事情 这一千万可以当作补偿 安飞和于颖之 这才放心下来 喂 名誉姐 你交代的任务 我们已经完成了 这次真是多谢你 电话一接通 于颖之之就激动地道谢 你们已经将那位贵客 送到目的地了 她 她没对你们怎么样吧 电话另一头 一个女子声音传来 语气中带着几分紧张和忐忑 没有 她还算老实 你那张银行卡 我稍后送回给你 好 好的 名誉总监的声音带着几分失落 一张千万银行卡 没能起作用而遗憾 于颖之在打电话 而安飞则是正正地看着窗外 有些出神 直到苏云的身影 彻底消失在视野中 她才轻轻叹了口气 心中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安飞 你怎么了 该不会是看上人家了吧 于颖之挂掉电话后 看到安飞的反应 不由调笑一句 安飞脸上挤出一丝笑意 摇头道 怎么会 只是觉得那人比较特殊 有些好奇吧 虽然仅仅只是认识不到半小时 但安飞对苏云却是印象深刻 如果有机会 她还真想进一步了解一下苏云 而另一边 苏云在下车后 转头就已经将这对美女给忘了 她在许君的引领下 走进了一座装饰典雅的茶楼 茶楼名叫清新茶坊 是一家百年老字号的茶楼 在云州十分出名 苏云登上了三楼一间清幽的茶室 里面 一男一女静静地坐着品名 女子眼眉如画 容颜倾城 比至安飞和于颖之 还要出重几分 更重要的是她身上有着一股寻常女子没有的清冷高贵的气质 宛若古之皇女 正是齐清兰 而坐在齐清兰身边的男子 四十多岁 斯文儒雅 身上有着一种博览群书的书卷器 像集了在学校中教书育人的老师 二爷 清兰小姐 许君恭敬地喊了一声 说道 苏先生请来了 哈哈 苏先生 久仰大名了 那个儒雅的中年男子 朗声一笑 当先起身 冲苏云握手道 我是齐长生 也是清兰的叔叔 多谢你解了老爷子的毒 你好 苏云点了点头 神情淡淡 齐长生对于苏云那冷淡的态度 也不以为意 但凡高人 总有几分傲气的 对方不仅有解毒救人的本事 还是一位实力远超许君的武道高手 对于这种人物 齐二爷还是十分大度的 苏先生年纪轻轻 却有一身通天彻地的本事 实在让齐某佩服 不知苏先生有没有兴趣 跟着齐某人做事 齐长生没有先提起 请苏云练丹之事 而是开口拉拢起苏云 你要让我替你做事 苏云听到这里 不由摇头失笑 不错 齐某平生最看重的 就是有本事的人 以苏先生这一身能耐 若是愿意替我做事 齐某愿意每年 以三千万的高薪请你 而且平日里 不对先生做任何限制 只有在需要解决一些麻烦时 才会劳动先生你一二 齐长生一脸笑意地看着苏云 老实说 齐长生这个条件 如果是邀请其他舞者 哪怕是六品舞者 都是无比优厚了 像齐长生这种家事 基本很难碰到 什么难解决的麻烦 这就相当于 是请一个客亲 极有可能一年到头 什么事情都不用干 白领三千万的高薪 当然 这要是请舞道宗师 那就显得有些可笑了 别说三千万 就算拿出三个亿 都未必能让宗师高手出手一次 算了 我这人自在惯了 没兴趣替任何人做事 苏云敷衍地摆了摆手 目光看向齐青兰 说道 你们收集的灵药呢 交给我吧 齐长生见此 脸上的笑容 微微收敛几分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齐青兰心中轻叹了口气 他早就觉得 二叔去收服苏云之举 有些异想天开 他虽然和苏云只见过一次 但却看得出 这家伙是个十分孤傲之人 连爷爷齐国正都不放在眼里 又怎么甘愿投笑自己二叔麾下 苏先生 这些就是我们收集到的灵药 除了那十三株百年灵药之外 还有其他不少名贵的中草药 只是年份有些不够标准 齐青兰说话间拍了拍手 当即就有几个黑西装黑墨镜的保镖 提着一大堆的包装华美的礼盒进来 那些名贵草药 尤其是百年灵药 都是单独的礼盒包装 苏云随意地打开咽看了一下 满意地点了点头 苏先生 现在药材已经收集齐备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可以开始炼丹 齐青兰急切地问答 不用急 三天左右 必能炼丹出来 苏云说了一句 随即又道 另外给我准备一辆车 把这些东西放车上 我自己开回去 几个保镖一愣 不由看向齐长生和齐青兰 齐长生面无表情道 没听到苏先生的吩咐吗 还愣着干什么 几个保镖身子一震 连忙又提着东西 走了出去 苏云也跟着要离开 齐长生连忙道 苏先生 别急着走 既然来了 就一起喝杯茶吧 这龙井茶叶 可是出自施丰山的御前十八克 我好不容易搞到一点 不用了 苏云不等他说完 就已经背着手 离开了茶室 齐长生眼底闪过一抹阴沉 他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电话另一头 传来一个轻柔的女子声音 二爷 我安排的那两个女子 他没有动 知道了 齐长生挂掉电话 柔了柔眉心 男男道 年纪轻轻 却不好才 不好色 倒也是个人物 齐青兰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二叔 那苏云虽然是个奇人异士 但你也没有必要 如此大费周章地拉拢吧 齐长生摇头道 我看中的不仅是他 还有他身后的人 是谁教的他 他身后那位 才是我真正重视的 周老 你说对不对 随着他声音落下 隔壁茶室紧闭的房门打开 一个身穿青色长挂的老者走了出来 老者身材干瘦 但一双手臂青筋突起 凶煞之气逼人 在那瘦弱的躯体中 一股股内径流动着 气急破人 这赫然是一位 已经踏入了五道六品的高手 二爷说的对 医术方面我不清楚 但是五道修炼 必须要有名师引路指点 青兰小姐 你说 那人能够吐字成鹰 轻易镇伤许君 那除了要修炼 类似施口宫的鹰波绝技之外 其内境修为 也必然踏入了六品之境 这样的成就 没有五道门派的传承 是不可能的 这般年纪 便有如此五道修为 其身后 极可能站着一位五道宗师 周老细细地分析道 齐青兰听得微微皱眉 他对于宗师没什么概念 根本不知道 这两个字代表着什么 周老也没有解释的意思 而是冲着齐长生问道 二爷 需要我去探一探那厚生的底吗 齐长生沉吟了一下 摆了摆手 道 先不用了 等他治好了老爷子再说 苏云离开清兴茶坊后 直接驾车 前往了深蓝之星会所 等他到的时候 曹坤早已经恭恭敬敬地 等候在那里 苏先生 曹坤拱着身子喊了一声 便连忙要亲自给苏云泡茶 不用忙活了 之前我让你收集百年灵药 不知道你收了多少桌 苏云随口问道 曹坤听到这话 一脸惭愧地低下头 欲言又止 嗯 你该不会说 没收集到灵药吧 苏云眼睛微微一眯 曹坤面色仗得通红 憋了好一会 才说道 我只收集到两株灵药 苏云一听这话 当即有些失望地摇了摇头 齐家三天功夫 收集了十几株百年灵药 而曹坤身为云州地下势力的大佬 路子更野 按理说各种手段齐出 收集的灵药应该更多 苏先生 本来以我的影响力 拿下云州 乃至天南省市面上的那些百年灵药 是不成问题的 可是我没想到这几天 齐家二爷竟然也在收集灵药 无法与他竞争 所以才曹坤无奈地解释道 齐家二爷 齐长生 苏云神色一动 曹坤点了点头 苏云微微惊讶道 看你的样子 似乎很忌惮那位齐二爷啊 曹坤苦笑道 齐家是云州顶级的世家 而我 虽然在云州地界有些名头 手下人手众多 但终究是 尚不得真正台面的 我名下的那些产业日进斗金 可我每年至少得拿出收入的八成利润 打点上下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 便是入了齐二爷的口袋 如此 我才能稳坐云州地下龙头的位置 说到这里 曹坤就忍不住暗叹了口气 外人看他威风无限 可他却是自己知道自驾驶 像他这种凶名远扬的黑道大佬 一旦风云有变 直接就会被拿下 要么下半辈子吃牢饭 搞不好还得吃颗花生米 而齐二爷那样 隐于幕后 任外界再怎么风云变化 都是仙尘不沾 比起自己 那齐二爷才是真正隐于黑暗最深处的巨销 曹坤还知道 齐青兰的商业帝国之所以发展得如此顺利 除了齐老隐形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 很多竞争对手 都被齐二爷以狠绝手段铲除 倒是小看了齐家的能量 苏云喃喃轻语了一句 随即摆手道 这样一来 这件事倒也怪不了你 曹坤将收集第两株百年灵药送上 并且保证到 苏先生放心 天南省我是没办法了 但我已经派人前往外省去高阶收购 嗯 苏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拿上灵药 禁止离开 等苏云离开后 曹坤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庆幸之余 又有些懊恼 庆幸是因为 这次苏云没有怪罪他办事不力 而懊恼则是 事情没办好 没能在苏云面前展现出自己的能力 时间一晃 很快又是三天时间过去 这三天中 苏云所在的林峰三号别墅 就像是盘踞着一只巨兽 不断地在吸扯四周的天地灵气 林峰山本就是云州地脉交汇的宝地 天地元气 远就比其他地方浓郁一些 而苏云这三天 又时刻不间断地在聚荣灵气 使得他这三号别墅四周的环境 都发生了一变 花园中 各种花卉绿植 以一种疯狂的姿态 在野蛮生长 有些景观绿植 原来只有半米来高 可三天功夫 竟然已经长到了四五米 也多亏苏云这次回来后 将负责打理别墅的那些庸人 集体放假了几天 否则这样诡异的一幕 非把人给吓尿了不可 在别墅的阳台上 苏云站在中间 旁边的一张桌子上 摆放着十几株百年灵药 还有不少年份插上些许的名贵药材 灵气浓度应该足够支持炼丹了 再继续吸纳 我不知在别墅四周的临时阵法 就会难以维持 苏云喃喃自语了一声 开始着手炼丹 哼 苏云体内尽力勃发 宁静成钢 在自己面前 聚成了一个椭圆形的静钢丹炉 然后 他再伸手一点 指尖炙热 点在静钢丹炉下方 竟然猛地爆发出一团火焰 而且 在这火焰燃烧起来后 被吸纳于别墅内的天地灵气 不断地涌入 增添火势 这一幕 若是让董行的人看到 绝对要被害得肝胆欲裂 以宗师静钢 凝聚虚空丹炉 吸纳天地灵气 以作丹火之源 这简直是神迹 而苏云却是一副寻常之态 不急不缓地开始将药材 射入丹炉 开始炼丹 这一炼 就又是一个晚上过去 等第二天 朝阳出生 苏云已经炼丹结束 在他面前 一共摆放着三种丹药 其中一种 乌黑暗沉 是苏云给苏白河炼制的 蓄骨生金丹 只需用水化开 调配成膏状 以纱布包裹伤处 就能续接断骨经络 哪怕是陈年旧伤 也可以快速恢复 炼制蓄骨生金丹 除了用到了一些药材之外 最重要的是 苏云加入了几滴 自己的宗师之血 以宗师血液中蕴含的生机 和药材结合 才成就此丹 第二种丹药 色泽混杂偏黑 还有古南纹的味道 就像是杨屎颗粒 这是为齐国正炼制的 滋补丹药 补原丹 这是苏云炼制的最快 也最粗糙的丹药 用了一株百年灵药 外加齐青兰 准备的一些其他名贵药材 随意地炼制了一通 本来的话 苏云要是多用点心思 是可以消去那股南纹的味道 也能使丹药颜色更好看一点 不过苏云哪有那个咸心 最后一种丹药 是苏云为自己准备的 只有一颗 圆润无瑕 流转着纯正的金色光泽 仅仅只有拇指大小 却汇聚十几株百年灵药的 全部精粹 突破五到八品 就在今日 苏云捏起那枚金色丹药 一口吞下 丹药 入口即化 哼 下一瞬间 磅礴的药力猛地扩散 苏云立刻运进全身 借着那浩瀚的药力能量 开始修炼 砰砰砰 他全身骨骼颤响 筋骨之间 更是迸发雷音 每一次阵响 他的躯体内 都有隐藏极深的杂质 被排挤出来 一股汗天动地的恐怖气势 从苏云体内升冲起 如山如玉 四周摆放对方座椅 被他外散的尽力一冲 灯石就散碎了一地 五到八品 苏云破镜之后 先是去清理洗漱了一番 然后 他拿着把大茧子 悠闲地修剪着园中的花卉植株 整个过程都非常地专注认真 仿佛沉浸其内 体会着某种自然之道 忙活了一上午之后 齐青兰的电话打了过来 什么事啊 苏云问道 电话另一头 齐青兰沉默了一下 心里有些无语 他打电话过来 还能有什么事 当然是想问问你 练丹练得怎么样了 毕竟 先前可是苏云信誓旦旦地说 三天时间就能练丹出来 现在可已经三天多了 哦 练丹的是对吧 苏云自己也反应过来 当即道 丹药已经练好了 你派人过来拿一下吧 齐青兰微微松了口气 还好对方没有把练丹的事情给忘记 你说在哪 把地址告诉我 我让许军过去拿 齐青兰说道 临风山三号别墅 嗯 你 你说什么 齐青兰怀疑自己听错了 不由又问了一句 临风三号 他的声音充满了怪异 对 你让人过来吧 苏云说完就挂了电话 大约过了十来分钟 一辆红色奔驰 停在了别墅外的停车坪上 暗响喇叭 齐青兰戴着墨镜 穿着一身休闲装束 但气质依旧高贵典雅 他从车上下来 目光打亮着苏云的别墅 你怎么亲自来了 而且过来得这么快 苏云听到动静 走出门就看到了齐青兰 神情闪过一分哑然 要知道 从临风山别墅区的门径 开到这里 所需的时间都不止十几分钟 我住在临风一号 齐青兰玩耳一笑 临风一号和三号 听着像是临近隔壁 但其实还是相隔了好一段距离的 临风山的别墅区 都十分重视私密性 尤其是前面三号算是至尊别墅 那更是还要考虑风水运势 选择的建造点 都是极为讲究的 要排布在新宅望运的地势 齐青兰从临风一号 开车到苏云的三号 就用去了十来分钟 我记得不错的话 这临风三号 好像是被曹坤买走了 怎么到了你手里 齐青兰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柳眉微微一皱 这临风山别墅区的项目 就是他天青集团旗下的 天青地产开发的 所以对于临风山二号和三号的买主 他还是有所了解的 曹坤之前得罪过我 所以就将这套别墅 送给我赔罪了 苏云轻描淡写地说道 齐青兰文言点了点头 便没有再问什么 曹坤对其他人来说 那是地下世界的大佬 是不能招惹的存在 但对齐家而言 还真不算什么 请来坐坐吧 苏云招呼了一声 引领着齐青兰走入院中 齐青兰一跨进别墅院门 就被小院花园中的景观吸引 院中那些花卉植株 像是刚刚被修剪过 齐青兰一眼望去 只觉得处处合乎自己的心意 竟没有一处不圆满 每一株的花卉植株 都被修剪得恰到好处 更有种难言的灵运 似乎被人赋予了灵魂一般 你是请了哪里的园医大家 替你修剪的园子 可以将他的联系方式给我吗 齐青兰名谋放亮 一下就喜欢上了这花园 只觉得这里的一草一木 都是那么的赏心悦目 他恨不得将这个园子 都搬到自己的灵峰一号去 闲来无事 我自己随便修剪了一下 苏云淡淡说道 齐青兰一听 神情愕然 不过在看到苏云 不像是在开玩笑后 他就暗叹了口气 不再多言 如果是其他人修剪的园子 那他还可以花重金去请过来 替自己的园子也修剪一下 可对象是苏云 他就不敢有什么指望 齐青兰没跟苏云进入别墅 而是就在花园 欣赏着这里的景观 整个人都觉得异常的轻松舒适 苏云也没管他 自己走进别墅 把练制好的补原单拿了出来 由于没有特意准备容器 他直接从厨房扯了的保鲜袋 将几颗补原单装在里面 所以当苏云将那一袋子补原单 递到齐青兰面前时 齐青兰美眸直接瞪的滚原 这 这就是你练的丹药 齐青兰整个人都不好了 保鲜袋里面的几颗丹药 不仅外形看着像洋史颗粒 味道也难闻至极 他怀疑 这可能真就是苏云 从外面捡来的一些洋史 嗯 这是我练制的补原单 补精益气 滋补本源 不过练制时候仓促了点 在外形和气味上 有些瑕疵 但药效却是没有半点影响的 苏云说道 齐青兰俏丽的面庞 殷勤不定 若不是苏云 已经在他面前 展现过非凡的手段 解了爷爷的鼓毒 他肯定就把苏云当成骗子了 不过现在 行 我就再信你一次 齐青兰在心中默念了一句 从苏云手里 接过那个保鲜袋 对了 在离开之前 齐青兰从随身的包里 翻出了一张邀请卡 递给苏云 说道 今晚 在云中会馆 有一场玉石鉴赏拍卖会 会展现各种其实 宝玉 苏先生上次对我的玉坠 如此有兴趣 我想着 这次玉石鉴赏拍卖会 可能还会出现 你感兴趣的玉石 就给你要了一张邀请卡 苏云闻言 不由一笑 他上次从齐青兰那里 得到的玉佩 可是先天血雨 又岂是寻常玉石可比的 更不可能随随便便 在一个玉石鉴赏拍卖会 就能遇到 不过齐青兰 既然送来了邀请卡 苏云倒是不介意去瞧一瞧 因为他这座别墅 要想布置长久的聚灵阵 需要购买一些品质 过得去的玉石 作为例阵之机 行 今晚我会去看看 苏云收下了邀请卡 齐青兰也告辞离开 不过 他在坐上了自己车后 看着那一袋子 酷似杨屎的补元丹 神情纠结 犹豫了好一会儿 他拿起手机 拨出了一个号码 二叔 苏先生炼制的丹药 我已经拿到了 不过 齐青兰顿了顿 神情不自然道 不过外形和气味 都有些古怪 我想请你联系一家 药物研究所 拿一颗丹药 过去研究分析一下成分 他终究是没敢 直接拿过去 给齐国正服用 虽然素云不太可能 会细耍齐家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若这真是洋史 自己拿去给自己爷爷吃了 齐青兰可不敢想象那种后果 夜色暗暇 位于云州市中心的云中会馆 却是灯火通明 人声鼎沸 云中会馆 今晚要举办 御事件上拍卖会的消息 早已经赚得沸沸扬扬 会馆 分成外馆和内馆 外馆对外开放 会陈列出各种奇史宝玉 给人观赏 不论是谁 只需要缴纳888的门票 就能进去观赏 而内馆 才是拍卖会举办之地 拍卖最贵最顶级的一些玉石 那就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进入了 必须要有特定的邀请卡才行 苏云来到云中会馆的时候 并不算晚 可外馆已经人头传动 聚集了不少人 场内 每个机米 就设立有封闭的玻璃展柜 里面展示着各种各样的玉石 有天然的玉石 也有雕琢过的玉石饰品 偌大的外馆场地 起码设立了数百个玻璃展柜 每个展柜都悬挂着单独的聚光灯 设有着安全警报 还有专门的安保人士在巡逻 黄龙玉的吊坠 机械石的印章 青金石的手链 黄田洞石的小佛像 绿松石的百剑 木画石雕成的石莲 除此之外 还有各种原生态的玉石 呈现各种奇异之姿 近来观察的游客 无不惊叹连连 难怪感受888的门票 这个玉石鉴赏会 还确实有些名堂 老子得拍几张照 发个朋友圈 苏云没有马上进入内馆 距离拍卖会开始 还有一段时间 他就在外馆 这线边转悠起来 再看了一会之后 他微微有些失望 陈设在外馆的这些玉石 虽然种类繁多 但当中并没有顶级的货色 而且 有些玉石的配饰 雕琢的美轮美奂 甚至主打手工雕琢的技艺 但在苏云看来 手法也就一般 雕琢的东西 降气太重 没有灵运 反倒是一些天然的 其实还算有点韵味 此时 苏云站在一处 大型的玻璃展柜前 里面摆放着一块 足有水缸大小的圆形巨石 地质寻常 就是块普通的石头 不过巨石上面 有着一种天然的纹路 隐隐之间 凝聚成一张抽象的人脸轮廓 就这样一块石头 标价八十万 玻璃展柜上 还贴了一则 关于巨石的介绍 说这块巨石 是在某处知名寺庙附近挖出的 常年经受香火熏陶 诞生出了灵性 有着兴旺家宅 保人平安的效用 苏云看了也是想笑 他自然不可能 理会这种无稽之谈 就当笑话看 与此同时 不远处 周广志一家 正有说有笑地走了过来 不过在远远看到苏云后 他们脸上笑意一下子僵住 神情变得无比难看 这个小王八 怎么也在这里 刘月没看着苏云的侧影 双目都快喷出火来了 周广志也是脸色阴沉似水 上次他们设局 想坑苏白河两百多万 可没想到 苏云打电话叫来了黄毛 结果反敲诈了他们三百万 他们没胆子记恨黄毛 自然把这笔账 记在苏云头上 周露露也是满脸的愤恨 除了他们之外 周露露身旁 还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 样貌普通 梳着爆炸头 满脸桀骜 露露 这小子是什么人 跟你们有仇 结药青年饶有意味地问道 周露露翘脸冰冷 沉声道 这家伙就是个垃圾 人渣 就是他上次 害得我家损失了三百万 要不是你帮忙 我家的房子都得抵押掉 结药青年一听 脸上洋一起冷酷的笑容 原来就是这小子 那行 既然遇上了 我就帮你们教训一下他 让你们好好出口气 旁边的刘月没听到这话 眼睛一亮 小张 这没问题吗 结药青年不屑一笑 刘月 你这么问 就太小看我张鹏了 收拾收拾几个普通人 对我来说 那就和捏死几只蚂蚁那么简单 看着吧 我先去教训他一顿 然后再把他弄大牢里蹲几年 刘月没等人听到这话 都是一愣 要说张鹏去能打苏云一顿 他们是相信的 但随随便便把人弄去蹲大牢 他们就不太信了 张鹏也没有解释什么 拉起自己的衣袖 从手腕录下一块手表 笑盈盈地问道 刘仪 我这块劳力士的腕表 价值十几万 你说那个苏云 要是偷了这东西 够盼几年的 此话一出 刘月梅瞳孔猛的一说 周璐璐和周广志 脸色也变了 他们又不是蠢人 立刻就听出 张鹏这是要栽赃苏云 等一下 张鹏要是揍了苏云 借机将手表偷偷塞到苏云兜里 然后又在众目睽睽之下 从其身上搜出来 那苏云就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这是盗窃 而且还是盗窃贵重物品 他们没想到 张鹏手段竟然这么狠 这是要将苏云给整废掉啊 不过他们对苏云可没有同情 在回过神来后 反而心中暗息 刘月梅更是兴奋到 根据刑法 盗窃公司财物 价值人民币十万元以上的 已经是属于数额巨大 绝对够他在里面关几年了 周璐璐也是笑道 好 对付这种人 就该这么办 把他送进去 也算是为社会清理垃圾了 张鹏冷笑一声 道 这还不算什么 也就是现在仓错了一些 没有准备 否则我还能给他 弄一点有意思的东西 保管他牢底坐穿 璐璐 刘姨 你们就在这看戏吧 说话间 张鹏已经大摇大摆地走向苏云 而这时 原本正在观看展台内巨石的苏云 目光已经转向过来 神情冰冷地看着张鹏和周璐璐一家 他的灵觉何等敏锐 周遭百余杖内 有人对他生出敌意歹心 他瞬间就能感知得清清楚楚 他目光冷落寒冰 尤其是看向张鹏时 张鹏 这家伙就是前世追求周璐璐 并陷害他入狱的那个富二代 可以说 苏云前世的悲剧 就是此人一手导致的 哪怕过了千年 苏云心中的怒火和杀鸡 依旧难平 前世张鹏家住在他身上的痛苦 这一次 他要十倍百倍的奉还 看到张鹏出面 要去收拾苏云 最开心的就是周璐璐了 苏云害得他家损失三百万 差点连房子都得抵押了 他岂能不恨 也幸好天无绝人之路 让他遇到了张鹏 张鹏是周璐璐的高中同学 以前一直都喜欢着周璐璐 不过当时的张鹏 相貌和家境都非常平庸 周璐璐根本看不上眼 可谁知道 这一两年的时间 张鹏家居然拆迁报复了 几套老房子一拆 张鹏立刻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这次意外相遇 一听说周璐璐家的困境 张鹏眼睛不眨一下 就借出了三百万 周璐璐顿时被张鹏 这一颗真诚之心打动 决定给张鹏一个机会 相处试试看 小子 听说你坑得璐璐一家很惨 现在立刻跟我过去 跪下给璐璐一家磕头认错 张鹏走到苏云面前 大咧咧地开口吩咐 让我跪下磕头认错 苏云笑了一声 怎么 你有意见 有意见也给老子憋着 张鹏眼睛一瞪 威胁道 像你这种平头见名 老子想要玩死你 根本不用费什么力气 我劝你还是乖乖听话 过去下跪磕头 祈求璐璐一家能原谅你 否则 否则会怎么样 苏云玩味道 不照我说的做 信不信老子费你 张鹏眼中胸光闪烁 苏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冲张鹏勾手道 那你就试试看吧 操 你小子还给我来劲是吧 张鹏怒骂了一声 他本就是找茬来的 这时哪里还会客气 当下 他就扭了扭脖子 晃动手臂 冲着苏云逼近过去 他本身长得五大三粗 高中时就是三天两头 和别人打架斗殴的不良学生 这两年家里发达之后 他更是时常混迹健身房 和武馆拳馆 甚至还参加过几次 业余的八角龙格斗 他觉得自己一身本事 对付三五个普通的成年人 完全没问题 至于苏云这种 看着就文弱普通的家伙 他认为自己一只手就能吊打 给脸不要脸的东西 张鹏说话的同时 猛的挥拳 劲到凶猛 甚至打出了拳风 不过他的拳头 刚递到一半 啪 他整个人就被苏云 一巴掌打得原地直转悠 张鹏都被这一巴掌给打猛了 半张脸 立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红肿起来 呆呆地冷了三秒钟 他才反应过来 捂着脸痛吼 四周的一些游客 都被这惨叫声吓了一大跳 注意力都被从 玻璃掌柜那边吸引了过来 张鹏 你 你没事吧 周璐璐也慌慌张张地 上前扶住张鹏 苏云那一巴掌 太狠了 张鹏的半张脸 直接肿胀了一圈 变成了猪头 你妈的 在经过最初的剧痛后 张鹏的脸似乎都麻木了 张嘴一吐 除了满口的血水 还混杂着几颗碎牙 这一幕 看得周围的人都眼角直跳 连牙都打下来了 这得多大的手劲啊 混蛋 老子跟你没完 张鹏气得发狂 啪 他刚说完 苏云又一巴掌甩了过来 你跟我没完呢 那正好 咱们接着玩呗 这一巴掌下去 张鹏另一边 脸也肿了起来 嘴中血水飞溅 还喷了几滴在周露露脸上 吓得周露露惊叫连连 周广志和刘月梅 也被吓得干颤 谁能想到 苏云看着普普通通 结果竟然这么凶猛 两巴掌就把五大三粗的张鹏 打成了猪头 连进苏云身都不行 栽赃就更别想了 干什么呢 这里是云中会馆 你们不要在这里闹事 这时 两个负责巡逻的安保人员 也听到动静走了过来 不过在看到张鹏的惨状后 两个保安脸色一变 立刻又后退了几步 我警告你们啊 你们要打架斗狠 都到外面去 不要影响会馆的秩序 一个年长的保安 口头警告道 周露露等人听到这话 气得想骂娘 什么打架斗狠 没看到我们这边 是单方面被殴打了吗 这家伙在你们会馆 恶意伤人 你们不管管吗 周露露立声质问道 两个保安都看向苏云 苏云眼皮子一翻 淡淡道 看我做什么 是他要先动手 我只是自卫反击罢 年长保安文言 满脸无奈地冲周露露说道 你也听到了 这种事情 我们没办法管啊 他要是现在 还在继续殴打你们 那我们肯定要阻止的 不过他现在 都已经打完了 我们能怎么办 我们又不是警察 没有执法权 总不能把人抓起来吧 你们还是报警吧 周露露拿出身上的手机 就准备报警 张鹏伸手按住了他 沉声道 别在这里丢人了 先扶我出去 张鹏此时满口鲜血 说话都带着浓浓的血腥气 眼神更是酷毒无比 他只是被打肿了脸 就算报警又能怎么样 顶多也就是 把对方关上几天而已 这如何能让他消气 他要整死苏鱼 张鹏 你 周露露还从没见过 张鹏如此凶狠的样子 一时间都被吓住了 露露 听小张的 先离开这里 刘月没以为张鹏 这是好面子 不想继续让众人 看他的丑态 几个人扶着张鹏 有些狼狈的离开会关 苏鱼面无表情 也没有阻拦 在他眼里 张鹏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早一点晚一点的分别而已 而且直接弄死 也太便宜对方了 小张 你这脸上的伤 我看着有些吓人 我们先去医院消肿一下吧 云中会馆外面 刘月没一脸关切地说道 不去 张鹏眼中凶光闪烁 如同一只欲要责人 而是的野兽 我要在这里盯着 今天我要是不整死那家伙 我就不姓张 他掏出身上的手机 开始打电话 喂 刀哥吗 我被人干了 你赶快带人过来 钱的事情好说 多带些人过来 我要废了那小子 张鹏几乎是在歇斯底里的怒吼 打完电话 过了二十来分钟 两辆七座商务车 开到了云中会馆外 车里下来了 十来个身材魁梧的大汗 特别是为首的一个精壮男子 皮肤有黑 理着平头 气息格外的凶悍 刀哥 这里 我在这里 张鹏远远的挥手示意 看到这么些人 周露露一家都是被吓了一跳 张鹏 你从哪找来这些人 周露露小声问道 这群人全都体态硕壮 肌肉结实 一个个撞得跟小牛犊子似的 单单迈向就够唬人的 别怕 这些都是我哥们 张鹏咧嘴一笑 这些人都是混剑身房 拳管的 尤其是为首的那个刀哥 更是某个格斗馆的搏击教练 张鹏时常混迹这些地方 出手大方 早就和他们混熟了 哟 鹏子 你这是惹到了什么人 怎么被修理得这么惨 刀哥带人走了过来 看着张鹏那张猪头脸 差点没认出来 别提了 兄弟我这次是踢到铁板了 我原本以为 可以守到勤来 没想到对方是个恋家子 张鹏骂骂咧咧 拉着刀哥 压低声音道 别的话 我也不多说了 等一下那人从会馆出来 我给你们指人 你们给我狠狠地打 打残打废了 我兜着 云中会馆 在将张鹏收拾了一通后 苏云也没有了 在外馆继续闲逛的心思 他直接朝着里面内馆的方向走去 等等 内馆是不对一般人开放的 只有拥有邀请卡的贵宾才能进去 刚才的那两个保安 突然拦住苏云 一脸警惕 刚刚苏云当众暴打张鹏 手段很辣 两个保安显然是已经将苏云 列为危险疯子 看到苏云竟然还要往内馆走去 他们哪里敢让这种凶途进去 邀请卡 你说的是这个吗 苏云将齐青岚送给他的邀请卡 拿了出来 两个保安都是愣了一下 他们接过邀请卡 一番检查 确认邀请卡为真厚 脸色立刻一变 先生 耽误你时间了 实在抱歉 您里面请 两个保安都是攻下身子 将邀请卡双手递回给苏云 态度要多恭敬就有多恭敬 能够得到那款邀请卡的人 可都是非富即贵的人物 根本不是他们这种小保安能够得罪的 苏云没有在意 两个保安的态度变化 静止往前走去 在外馆和内馆之间 还设有单独的港亭处 几个身材曼妙 穿着旗袍的年轻女子 做着迎宾的工作 看到苏云走过来 立刻就有一个长相甜美的女子走上前 脸上带着职业化的笑容 引领着苏云进入内馆 先生 里面就是今晚举办御式拍卖会的礼堂 不过现在拍卖会还没有开始 你要不要先到旁边的偏厅休息一下 女子声音娇柔 冲着苏云请示道 不用了 苏云淡淡回了一句 便进入了拍卖的礼堂大厅 此时 里面已经坐了零零散散的 坐了十来个人 有的在闭目养神 有个别相熟的 则是凑在一块低声思雨 苏云也没去管其他人 根据邀请卡上的序列编号 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齐清兰送的这张邀请卡 自然会不会简单 对应的座位 是在第一排靠中间的位置 苏云刚一坐下 立刻就有一道道目光交汇过来 一些人更是神情玩味 小子 我看你脸生得很啊 一个身材富态的胖子 搂着一个满身名牌 画着艳丽浓装的美女 慢悠悠地走到苏云面前 胖子看着也就三十多岁 肥头大耳 满脸油腻 苏云看了胖子一眼 皱眉道 你是 你不用管我是谁 我过来也不是和你交朋友来的 只是告诫你一句 胖子笑呵呵地开口 眼中却透着一丝轻面 这里的位置 是不能胡乱坐的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趁现在人不多 赶紧麻溜地到后面去 苏云眼皮一翻 淡淡道 我的事情 就不用你操心了 胖子喝得冷笑了一声 还没有发作 因为在他身旁的那艳丽美女 首先不干了 你这是什么态度 方少可是方大福珠宝的少东家 你是什么身份 居然敢和方少这么说话 艳丽美女瞪了苏云一眼 参加今晚这拍卖会的 哪一个不是衣着光鲜亮丽 唯独苏云一身廉价休闲装 全身上下连一件名牌都没有 他很怀疑 苏云是不是从哪里 捡了别人遗失的邀请卡 混进这里的 倩倩 算了 没必要和这种人啰嗦 方胖子语气转冷 随后盯着苏云 警告道 小子 再给你一次机会 马上从这个位置离开 滚到后面去 否则 我保证你会后悔的 方胖子语气 已经隐隐带着一丝不耐烦 今晚有资格 进来这里参与拍卖会的人 也是分三六九等的 安排的位置 自然也有讲究 能够坐第一排位置的 皆是云州市内 那些上游的权贵和商界大佬 而方胖子家的方大福珠宝 在天南省算是颇具名气了 可作为代表的胖子 依旧没有资格 去坐第一排的位置 对此 方胖子自己倒是不在意 他这次来参加拍卖会 完全是因为天青集团 那位美女总裁齐青岚 而来的 他家的方大福珠宝 一直来都希望 要和天青集团搭上的关系 想借助天青集团的渠道和势力 推广自家的珠宝品牌 可惜 天青集团一直没有搭理方家 这次 方胖子是听说齐青岚 特意要了邀请卡 会参加这次拍卖会 所以才动用了关系 给举办方送了重礼 弄清楚了齐青岚的位置 并且将自己安排在了第二排 最靠近齐青岚的座位 他原本是打算 等一下拍卖会开始 不管齐青岚看中什么 他都离开花重金拍下 送给齐青岚 刷一刷好感 这一切计划 都可谓是相当完美 可谁知道 拍卖会还没开始 就有愣头青 直接坐到了齐青岚的位置上 这让方胖子相当生气 你是在威胁我 苏云皱了皱眉头 方胖子冷笑一声 你可以这么理解 苏云点了点头 陈生道 那我也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立刻在我面前消失 否则 我保证 你肯定会后悔 听到这话 方胖子肥脸一抽 怒笑道 我草 你小子有种啊 我 啪 一阵脆响 方胖子话都没说完 已经被一巴掌打翻在地 苏云面无表情地收回手 但莫道 都给你机会滚了 还非要在我面前啰哩啰嗦 真是欠仇 整个拍卖厅 顿时间死尽一片 所有人都猛住了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能进来这大厅的 也都算是在云州小有地位的人 大家都习惯了 用规则以内的方式处理问题 谁也没想到 有人竟然一言不合 就粗暴地动手打人 啊 在待着了三秒钟后 陪在方胖子身边的那个艳丽美女 似乎才反应过来 发出尖叫 慌慌张张地去扶方胖子 方少 你没事吧 方胖子面旁红肿 脑袋还晕乎乎的 等回过神来 他目光阴狠地看着苏云 恨声道 好 好的很 今天这事 没完 苏云闻言 目光冷冷地扫视过去 方胖子吓了一跳 本能地就往后缩 怎么回事 这时 负责主持拍卖会事宜的经理 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在他身后 还跟着七八个保安 方胖子看到这一幕 胆气顿时又足了 叫嚷道 汪经理 你来得正好 今天这事 你看着解决吧 汪经理一看方胖子 那高肿的面颊 也是吃了一惊 方少 你 你这是怎么了 谁把你打成这样 方胖子猛地一指苏云 气急败坏道 就是这混蛋 你赶快叫保安控制住他 几个保安文言 都冲着汪经理看去 其中有两个保安更是神情古怪 不久前 他们才看到苏云在外馆 把人打成了猪头 而现在 刚进那馆没一会功夫 又把人脸打肿了 这他妈是 有什么特殊癖好吧 梁保安低着头 没吭声 方少 你先消消气 这件事 我会处理 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那位汪经理 连忙安抚方胖子 毕竟方胖子 也算是云州地面有名的大少 而且不久前 还送上过重礼 方胖子现在 第二排的座位 就是他亲自安排的 在安抚了方胖子后 汪经理转过头 再看向苏云时 神情已经冷了下来 这位先生 这里是不允许动手的 你现在无故殴打贵兵 扰乱拍卖会秩序 我只能先将你控制住 至于接下去 要如何处置你 就由方少做主了 汪经理说话间 冲着四周的保安 目光示意了一下 当即 几名保安就逼近了过来 将苏云团团围住 方少 是需要我们带你报警 追究他的故意伤害行为 还是你自己思量 汪经理冲着方胖子问道 不用报警了 把人交给我 方胖子恨声说道 苏云听到二人的对话 面无表情地盯着那位汪经理 但莫道 我也是这里的客人 你身为拍卖会主办方的负责人 就不先了解 一下前因后果 再做出决定吗 汪经理冷冷一笑 不需要 我只知道 你嚣张狂妄 动手殴打方少 这行为相当恶劣 汪经理 身为这次拍卖会的负责人 也是八面玲珑 无比精明的人物 知道知道哪些人能得罪 哪些人不能得罪 像那些会出席拍卖会的 上流权贵和商界大佬 他早记得一清二楚 甚至有什么喜好 都打听明白了 至于一些没老板 爆发户 靠着花钱买来邀请卡的 则是无需太过重视 他对苏云完全没有任何印象 自然不会将其放在眼里 苏云深深地看了一眼汪经理 淡淡道 听你的意思 似乎一切都是我的错了 这死胖子之前 一直在我面前叽叽歪歪 骚扰我 难道我还不能教训他 你放屁 我 方胖子激动得破口大骂 不过一开口 就牵动得脸部肌肉 阵阵剧痛 他旁边那个艳丽美女 连忙怒赤道 胡说八道 分明是你胡乱坐位置 方少 只是提醒了你几句 就被你打了 汪经理微微一愣 也终于注意到苏云此刻 竟然坐在第一排靠中间的位置 混蛋 谁让你坐这里的 汪经理勃然变色 这第一排的座位 可都是给云州市那些 大老级的人物留的 纵使有多余的位置空着 也绝对不会安排给第二梯队的人 那些负责分发邀请卡的人员 脑子里装的全是狗屎吗 怎么会把邀请卡 发放到这种垃圾手里 汪经理破口大骂 苏云眸光微微一冷 取出了那张邀请卡 冷冰冰道 我现在坐的 就是我的位置 这是邀请卡 汪经理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 都气笑了 你的位置 你算是什么东西 你觉得你有资格 坐到这一排来 汪经理讥讽道 四周 其他人也发出了哄笑声 要知道 在场的人中 不乏成功人士 身家过亿 他们尚且在三四排的座位坐着 一个愣头青 竟然说 那第一排的位置是他的 汪经理目光不懈地扫过 可是在注意到 邀请卡上面的编号序列时 他不由愣了一下 因为那编号序列 还真是对应着第一排靠中间的位置 汪经理拿过邀请卡 反复看了几遍没错之后 脸色反而更加难看了 混蛋 你特么竟然还敢伪造我们 拍卖会的邀请卡 你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汪经理怒声咆哮 这个编号序列的位置 他记得很清楚 那是属于天青集团 其青蓝的 伪造 苏云皱眉 我看也不一定是他伪造的 真是是他伪造的 恐怕也不敢进这个拍卖厅 一个坐在第三排的中年西装男子 一脸玩味地看着苏云 笑道 小子 你这张邀请卡 该不会是在会馆外面的黄牛 手里买的吧 你被骗了 这应该骗子冒充黄牛 都收这种假邀请卡 泽泽 第一排序列的邀请卡 这也太假了 你这也能受骗 还是太年轻啊 此话一出 场内哄笑声更大 这种骗子冒充的假黄牛 市面上还是有一些的 专骗缺心眼的憨糊 麻痹 老子竟然被一个傻缺给打了 方胖子捂着脸 愤懵无比 方少 你消消气 等一下我把人控制到安保室 你想怎么处理 都随意 汪经理冲着方胖子 说了一句 然后朝着那些保安吼道 还愣着干什么 把人丢嫁出去 也懒得在说什么 他取出手机 按出一串号码 递给汪经理 接完电话之后 我希望你能为刚才的事情 给我一个交代 汪经理冷笑两声 根本不屑 去接苏云的手机 都到了这一步 还刻不给老子装 小子 你既然要打电话 那就打吧 我现在把话料在这里 你今天把电话 打给谁都不好使 刚才你哪只手打的我 我就要你哪只手 方胖子也发狠道 苏云也没废话 自己打通了那号码 云先生 你这个时间 应该是在云中会馆 参加拍卖会吧 齐青兰的声音传来 怎么了 是拍卖资金上 有什么问题吗 我马上让助理 替你解决 苏云拿着手机 声音淡漠的 似乎没有一丝感情 不用了 我想我应该是 没有机会参加 接下去拍卖会了 因为我很快就会被人 从这个拍卖厅 给赶出去了 是 什么 齐青兰愣了几秒钟 才反应过来 惊怒道 我送你的邀请卡 谁敢赶你 苏云悠悠道 这里负责主事的经理 说我这张邀请卡 是伪造的 觉得我这种垃圾 没资格坐在这里 还有个方大扶珠宝的胖子 也发话了 要留我一只手 你觉得今晚这件事 我该如何处理呢 苏云的声音很轻 似乎并没有在话语中 流露什么愤怒情绪 可齐青兰 却是听得心头一沉 他虽只见过苏云几次 却知道苏云此人 何等的孤傲 连自己爷爷 自己二叔 都不放在眼里 这等人物 岂肯受此屈辱 这次负责举办 玉士拍卖会的 是天顶拍卖行吧 居然给我搞出这种事情了 齐青兰心中惊怒无比 之前 他觉得苏云可能 对齐真玉士感兴趣 特意让助理 以自己的名义 向主办方要了邀请卡 目的就是为了 让主办方能够重视 安排一个最好的位置 可现在天顶拍卖行 那边这么一弄 他的一番好意 全变成了恶意 这是自己 若是处置不当 自家怕是真会饿了苏先生 齐青兰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平静下来 说道 苏先生 这件事我来处理 必定给你一个 满意的答复 好 苏云应了一声 挂掉了电话 小子 你电话也打完了 你喊的救星 什么时候过来 方胖子宁笑连连 汪经理也是不耐烦道 最好能快点 否则 我们可没有闲心 陪你耗着 其他人也都以一种 怜悯的目光 看着苏云 这种被骗子黄牛坑骗的 愣头青 能够找来什么 有分量的帮手 找来的人排 面不够大 来了 也自取其辱罢了 苏云对周围的议论声 充耳不闻 看了一眼方 胖子和汪经理 平静道 三分钟 这是他给齐青蓝 处理的时间 超过三分钟 就算齐家 想给他一个代价 他也不接受了 三分钟 好 老子就让你死得明白 就等你三分钟 方胖子阴狠一笑 他看着苏云希望破灭后 流露的那种绝望 汪经理笑道 既然芳少 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陪着 等三分钟好了 根本就不用三分钟 只过了一分钟 多一点的时间 汪经理口袋的手机 就急促响了起来 汪经理眉头微皱 掏出手机一看 脸色顿势一变 怎么了 方胖子问道 是我们天顶拍卖行的马总 应该是有人 把这拍卖厅出现的乱子 打电话通知他了 现在问我情况呢 汪经理随口说了一句 而后接通了电话 马总 我这边 汪经理话都只说了得开头 电话那边 就传来了齐总的咆哮 汪大昌 你个王八蛋 你他妈眼睛 被狗屎胡住了吗 什么人都敢惹 你他妈自己想死 也别连累我 汪经理都被骂猛住了 不是 马总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太明白 汪经理忍不住说道 不明白 你怎么不给我去死 你得罪谁不好 去得罪齐家的贵客 云州的齐家 那是你能惹得起的吗 你给我待在原地 什么都不准干 老子马上就过来 那位马总吼完这一句 就急匆匆地挂掉了电话 汪经理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嘟嘟声 额头冒出了痘大的冷汗 完了 齐家的贵宾 那个人年轻人的邀请卡 不是伪造的 而是齐家送给他的 一想到这 汪经理眼中 就涌现出浓浓的恐惧 齐家 这可是屹立在云州市 乃至整个天南省境界 最顶级的家族之一 别说他一个小小拍卖行的经理 就算是自己老板马总 也是万万不敢招惹的 以齐家的势力 想要弄死他 真的和捏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 汪经理怎么也没想到 眼前这个貌不惊人的小年轻 竟然会是齐家的贵客 我 我 汪经理此刻心乱如麻 已经慌得六神无主 苏云一脸淡然地坐在位置上 似笑非笑道 看样子 似乎不必等三分钟了 话音落下 汪经理像是被击碎了最后一点侥幸 扑通一声 跪在苏云的面前 颤声道 这位先生 刚才我是一时糊涂 才口无遮拦 冒犯了你 真的对不起 希望你高抬贵手 原谅我这次过失 他一边说话 一边自己长嘴 啪啪两声 两边的脸颊上 就留下了鲜明的红腻 方胖子看得都猛住了 肥脸乱颤 震惊道 汪经理 你这是做什么 中邪了吗 周围其他人 看到这一幕 也是目瞪口呆 你妈才中邪了 此刻 汪经理已然在心里 将方胖子恨了个半死 要不是这个死胖子找事 自己怎么会落到这一步 如果可以 他现在恨不得把方胖子 剁成肉酱 就在这时 拍卖厅外面 有人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 来人是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 脑袋正中间光秃秃一片 四周还残留着一些头发 是正宗的地中海发型 马总 有人惊呼起来 认出了 这是天顶拍卖行的老总 马总此时完全顾不上其他人 目光扫尸一圈 立刻就注意到 坐在第一排靠中位置的年轻男子 他连忙小跑过去 直接无视跪在旁边的汪经理 一脸欠然地冲苏云握手 说道 你就是苏先生吧 比人是天顶拍卖行的马长明 对于先前造成的误会 我深感抱歉 苏云看着马长明伸出手 依旧坐在位置上 根本没有起身握手的意思 这次确实是我这边管理无方才会弄出误会 今天这是要怎么处理 你只要发句话 马某必定照办 还跪在地上的汪经理也连忙叫道 是啊 这位先生还请给我一个机会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要是知道你是齐家的贵客 借我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冒犯你的 听到这里 旁边站着的方胖子已经是脸色大变 那满身的肥肉都是颤了颤 齐家的贵客 方胖子也不是蠢人 瞬间就明白了过来 兄弟 误会了 误会了 方胖子脸上挤出一个难看的笑脸 方胖子油腻的胖脸上不断的冒着冷汗 他知道自己这次传货了 自己可是千方百计想要去巴结交好齐家 可现在自己却得罪了齐家的贵客 今天这事 要是不能补救回来 自己回去恐怕要被打断腿 兄弟 误会 真的是误会一场 等一下 我做东给你敬酒赔罪 方胖子凑到苏云面前 一脸讨好的神情 误会 刚才你似乎不是这么说的吧 苏云冷冷一笑 讥讽道 你不是说 要留下我一只手吗 方胖子眼皮一跳 连忙道 刚才我是一时糊涂 你千万别把我的混账话放在心上 只要你能消气 什么要求尽管提 苏云呵呵一笑 根本懒得在和方胖子废话 马长明也看出 苏云不待见方胖子 连忙出面道 苏先生 我马上把这些暗眼的人给你轻出去 你消消气 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苏云站起身 摆了摆手道 算了 经过这么一闹 我也没什么兴致了 这里的事情 还是交给齐家来处理吧 马长明脸色一变 连忙喊道 苏先生 请留步 还请给我一个表示的机会 苏云冲耳不闻 直接离开了拍卖厅 马长明神情 一下子变得难看无比 汪经理和方胖子 更像是死了爹妈一样 周围众人唏嘘不已 这回 他们怜悯的对象 已经换成了汪经理和方胖子 得罪了齐家的贵客 那必然是要承受齐家的怒火的 方胖子家的方大福珠宝 恐怕会迎来重大的打击 至于汪经理这种货色 以后更是不可能在云州的地面上 再混下去了 方胖子身边 那个美女也不敢吱声了 像只安纯一样 缩在方胖子后面 她跟在方胖子身边有些日子了 也见过一些场面 自然知道云州齐家 那是何等的庞然大物 马总 今天这事情 还有没有挽救的机会 我在云州打拼了半生 好不容易有点成就 可不想灰溜溜的离开 你能不能帮帮我 汪经理可怜巴巴的看向马长明 他是马长明的得力助手 一直深受马长明的器重 他希望自己这位老板 能够拉自己一把 熟料 他话刚说完 马长明就已经狠狠一脚 踢在汪经理的胸口 将其踹翻在地 让我帮你 我帮你妈批啊 马长明抱了句粗口 怒声道 你他娘的 知不知道今天惹的货有多大 你知道刚才打电话 给我的是谁吗 汪经理一愣 紧张道 难道是齐家那位青岚小姐 亲自打电话给你了 方胖子也是忐忑地 看着马长明 要是刚才打电话给马长明的 是齐青岚的助理 或者其他心腹之类 那还好些 若是齐青岚本人 亲自打电话质问 那后果就严重了 马长明面皮抽了抽 像是看死人一样 看着汪经理和方胖子 沉声道 刚才给我打电话的人是 齐家二爷 齐二爷 听到这个名字 汪经理脸色瞬间煞白一片 再也没有半点血色 得罪齐青岚 还可活 但得罪齐二爷 得死 汪经理现在已经不再想 能不能继续留在云州的事情了 而是该考虑能不能活 怎么会惊动齐二爷 何至于此 何至于此啊 方胖子此时也是面若死灰 整个人就像是被抽去了骨头一样 瘫软在地 过了好半想 他才哆哆嗦嗦地摸出手机 向家里求救 马长明长叹了口气 也是一脸愁苦 非来横祸啊 这件事虽然与他本人无关 但却是发生在他的地盘上 而且汪经理也是他的手下 他怎么也脱不了干系 看来这次需要狠狠出一次血 才能平息齐家的怒火 另一边 苏云慢悠悠地走出了云中会馆 对于汪经理和方胖子接下去的结局 他没有去关心 他相信齐家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在走出云中会馆之后 突然有两个身材魁梧的壮汉 拦住了苏云 哥们 有人想见一见你 跟我们走一趟吗 两个壮汉都是刀哥的手下 云中会馆毕竟地处中心地带 刀哥等人再猖狂 也不敢在门口就行凶 所以派两个人 准备将苏云弄到偏僻点的地方再说 有人要见我 苏云打量了一下这两人 忽然笑道 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行吧 那就走一趟吧 也省得我再找他 两个壮汉一听 都愣了一下 他们都已经准备苏云不配合时 把苏云强行架走了 对方这么听话 倒是让他们省事了 苏云不急不缓地跟在两人后边 显得很淡定 这让始终关注着苏云 防止他逃跑的两个壮汉 有些纳闷 这家伙心也太大了些吧 上车吧 两个壮汉将苏云带到一辆商务车前 拉开车门 里面还坐着三个同样身材魁梧朔壮的大汉 苏云笑了笑 也没说什么 直接坐了上去 在这辆商务车开出不远 又有一辆商务车 一辆奔驰跟了上来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 三辆车停在了一处僻静的地方 这里是一处正在施工中的大厦 晚上已经停工 漆黑一片 只有路边的路灯照过来一些光亮 这个时间 基本没什么人会经过这里 小兄弟 倒是有几分胆色 可惜了 我们兄弟几个也是收钱办事 等一下 要是有什么得罪的 别怪我们啊 一个胳膊上闻着青龙的壮汉 拍了拍苏云的肩膀 一脸感慨地说道 没什么好怪的 苏云笑了笑道 你们既然收钱办事 那便生死自负吧 此话一出 那个闻着青龙的壮汉 瞳孔猛的一说 小兄弟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冷声问道 苏云笑了一声 没有回应 静止走下了车 那几个魁梧壮汉 连忙都跟了下来 同时 另外一辆商务车上 刀哥也带着一群肌肉硕壮的大汉 走了下来 而最后一辆奔驰车上 则是走下来了 张鹏和周璐璐一家 张鹏眼神阴狠地盯着苏云 应侧侧地开口道 小子 你想不到 自己这么快就落到我手里了吧 张鹏顶着一张猪头脸 远远地看着苏云 目光凶利恶毒 刚才在云中会馆的遭遇 让他感觉无比耻辱 一直来 都只有他欺负别人的分 何曾被人如此羞辱过 而且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当着周璐璐一家的面 被暴打成猪头 今天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他都要整死苏云 周璐璐一家 则站在张鹏旁边 虽然没有出声 但一个个也流露出对苏云的恨意 苏云轻笑了一声 对于张鹏等人 愤恨的目光视若无睹 淡淡道 你们要是刚才离开会馆之后 就赶紧逃命 找个地方躲起来 那还能多活几天 可我没想到 你们居然这么急着找死 听到这话 张鹏怒急而笑 就连刀哥那帮人也是乐了 小兄弟 在我们面前 还说这种话 你这是不将我们兄弟活 放在眼里啊 刀哥摇头失笑 走到苏云面前 上上下下打量着苏云 像苏云这种小年轻 刀哥也是见得多了 正常情况下 看到自己这边的阵势 就吓得腿软 不尿裤子就不错了 而苏云现在 居然还能在嘴上叫嚣 这在道上算是输人不输阵 刀哥倒是有了欣赏 不过规矩是规矩 他既然接受了张鹏的委托 哪怕欣赏苏云 也没准备放过 刀哥抽出了一把西瓜刀 递到苏云面前 说道 今天要卸掉你一只手 你自己选一只吧 张鹏一听 顿时就不满了 叫囊道 卸掉一只手 不够 我要他手脚全废 此时的张鹏 显得非常的癫狂 废苏云一只手 可不能让他满意 刀哥皱了皱眉 道 手脚全斩 会出人命的 张鹏撇了撇嘴 冷笑道 刀哥 你手里又不是没沾过人命 死了也就死了呗 别人不清楚刀哥的底细 但他是知道的 刀哥这一票人 时常搞一些 黑拳性子的地下拳赛格斗 有几次也弄出过人命 但都被秘密处理了 在张鹏看来 让刀哥等人多处理苏云一个 也不算什么 刀哥 多余的话我也就不说了 今天这事 替兄弟处理干净了 我愿意拿出五百万 给兄弟们喝茶 张鹏开口道 此话一出 跟着刀哥那些壮汉 都是神色一动 刀哥犹豫了一下 也微微点了点头 小张 这不会出什么事吗 周广志一听要弄出人命 当时有些发怒 刘月梅和周璐璐也有些紧张 之前他们也听张鹏叫嚣过 要整死苏云之类的话 但他们都以为那是气急的狠话 顶多就是找人过来 打断苏云手脚 现在一看要出人命 他们也有些慌 能出什么事 又不让你们动手 张鹏一点也不在意 笑道 根据统计 全国每年的失踪人口 至少有几十万 你以为这些人 真的只是简单的失踪 只要处理得干净点 他的家人就算报警 也只是多天一件失踪案罢了 周广志几人听到这里 立刻就不多说什么了 他们也狠狠苏云 既然不会牵扯上自己 那就当看不到好了 苏云听着几人 旁若无人的交谈 轻轻地叹了口气 你们说完了没有 真觉得靠着这些杂鱼 就能对付得了我 在苏云眼里 刀哥这批人 还真和杂鱼烂虾没什么分别 不过刀哥等人听到这话 却是勃然大怒 小子 你真是不知死活 真以为有点伸手 就可以在我们面前猖狂 那个胳膊上 闻着青龙的壮汉 突然从身后抽出一条铁棍 冲着苏云当头砸去 下手狠了 刚才张鹏许诺的五百万 极大的刺激了他的神经 苏云看都没看 随意抬手一抓 那砸过来的铁棍 立刻就被他稳稳地抓在手中 胳膊纹龙的壮汉 只感觉自己手中的铁棍 就像是镶嵌在了钢筋混凝土中 一动都动不了 哪怕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也难以抽出分毫 你 壮汉有些吃惊 想不到苏云的力量竟然这么大 苏云冷然一笑 抓着铁棍的手掌突然握紧 只听嘎的一声 这根实心的铁棍 就被苏云生生地捏扁了 不可能 这一幕 看得场内众人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这是铁棍 可不是豆腐啊 肝胆欲裂 这家伙还是人吗 分明是怪物啊 还记得我刚才和你说的吗 苏云盯着文龙壮汉 神情漠然道 你们既然收钱办事 那便生死自负吧 文龙壮汉心头一颤 看着苏云那冷冽森寒的眸光 心中突然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惧 我 我 他想再说点什么 不过苏云蓝得听 屈指一弹 手指如垫 点落在对方的脑门上 碰 文龙壮汉的脑门 立刻爆开一个邪孔 就像是被锥子给刺穿了一样 星红的鲜血伴随着一些红白之物 喷剑而出 四周其他人都惊呆了 谁也没想到 苏云如此干脆利落 说话间便弹指杀人 那等手段 另不少人都心神战力 暴龙 刀哥抱吼一声 最先惊醒过来 眼中闪过一丝惊剧 吼道 该死 一起上 砍死他 刀哥也是有见识的 看到苏云捏扁铁棍 一直点杀暴龙 就知道这不是寻常的炼家子 而是修炼武道的强悍武者 这种人物 他也在一些黑拳赛中见过 若早知道苏云是底细 他肯定是不愿意接这种货的 不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对方既然已经出手杀了暴龙 那就必然不会再留守了 自己这边只能拼了 只希望对方还没有修炼出内境 是武道前三重境界的武者 当然了 看对方的年纪 也不太可能修炼出内境 刀哥觉得自己这么多人 还是有机会能砍死对方的 刷 刀哥将手中的西瓜刀 猛地劈斩过去 出刀很辣 直取头颅 苏云两指一夹 捏住了刀身 轻轻一震 西瓜刀硬身而断 他捏着半截刀身 横向一滑 竟然带出了一抹 杖许长的灵力刀气 啊 刀哥发出凄厉的惨叫 整个身子一分为二 已经被腰斩成了两半 苏云都不屑再看第二眼 两指夹着半截刀身 随意的挥水 犹如以虚空为画目 在泼墨作画 每一次挥动 就有一条性命被收割 不远处 张鹏和周璐璐一家 看得头皮发麻 只觉得一股寒气 直冲脑门 魔鬼 这是真正的魔鬼 快 快上车 张鹏惊颤的大叫 第一时间就想要上车逃命 他已经被吓破胆了 周璐璐一家 也是被吓得魂飞魄散 手忙脚乱的 就要去开车门 不过他们才刚转身 后面的惨叫声戛然而止 一道冰冷淡幕的声音传来 你们几个要去哪 张鹏等人的身形 瞬间僵住 无边的恐惧涌上心头 几人艰难地扭过头 就看到刀割一群人 已经躺在地上 没有了声息 唯有苏云静静地站在原地 他脸上神情 没有丝毫的起伏变化 前世 他一路杀伐 逆天崛起 可是踩踏着 累累白骨成就的先王之尊 死在他手中的生灵 何止意外 眼下这点小场面 对他而言 就只是捏死几只蝼蚁而已 苏云丢掉了手中的半截刀片 不急不缓地冲着张鹏几人走去 当苏云走到他们面前的时候 张鹏终于忍不住 扑通一声跪下 别 别杀我 张鹏那肿胀的面庞上 吓得涕泪俱下 裤当处更是湿了一大片 黄色的液体 顺着裤脚不断滴落地上 他被吓尿了 但此刻 也没有人会笑话他 周广志一家 也被吓得惊恐万壮 全身贪婪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苏白和这个儿子 自己眼中本该普通平庸的家伙 竟然如此的恐怖 杀人如草剑 威如神魔 苏云 你不能杀我 我和你爸是好兄弟 好朋友啊 周广志颤颤巍巍地开口 拿出苏白和做挡箭牌 好兄弟 好朋友 苏云一听 脸上闪过一丝讥讽 道 看来你对好兄弟好朋友的理解 还真是与众不同啊 周广志哭丧着脸 道 苏云 之前都是我一时糊涂 我不该设局去骗你爸的 我保证以后一定会改过 刘月梅也是一脸气腕的哀求道 是啊 苏云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 你爸之前就想撮合你和露露 我和广志 也是这个意思 周露露在旁连连点头 恨不得立刻就脱光衣服 对苏云表明心悸 不管怎么样 都先应付过眼前这一关再说吧 只要能保住性命 一切好说 看着几人的丑态 苏云轻轻叹了口气 见到前世这几个自己恨极的仇人 如今像狗一样 跪在自己面前求饶 苏云并没有什么快意 反而觉得异性阑珊 原本他还想着 要不要让这些人 历经世间各种折磨和恐惧在死 可现在却突然觉得 没什么意思了 蝼蚁碍眼 才死就是了 根本不值得在他们身上 多浪费什么心思 刷 苏云手指齐张 指尖静气发散 只听砰的一声闷响 张鹏等人额头 进阶被指尽射穿 他们一个个瞪大眼睛 似乎游子不愿相信 自己就这么死了 苏云拿出手机 拨通了曹坤的电话 苏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 接到苏云的电话 曹坤显得有些受宠若惊 派一些人过来洗地 洗地 曹坤一愣 随即就反应过来 连忙道 苏先生你说下地址 我立刻安排专业人士过去 处理首尾 再打完电话 苏云忽然神色微动 随即闪身消失 没过多久 几道迅捷的身影 急速奔行而至 总共三个人 两男一女 都穿着统一的黑色净装 其中一个男子 五短身材 相貌奇特 他的鼻头粗大 眼睛很小 瞳孔和常人也不一样 眼眸中 泛着一丝碧绿之芒 另一个男子 则是浑身气息冰冷 所过之处 地上竟然结成一层淡淡的白霜 最后那名女子 更是邪义 其身躯娇小清零 竟然搅不着地 整个人四漂浮在地面上空 他们赶到这里 看到横尸场内的张鹏和刀哥等人 都是脸色一变 好狠的手段 竟然遗气屠杀了十几个人 难怪刚才隔着十几里地 我都能够闻到浓郁的血腥味 三人中 那个身材无短的男子 忍不住开口 他一边说话 一边闻着空气中残留的某些气息 那双碧绿小眼 也在仔细观察 现场和尸体上的一些痕迹 另外一男一女 则都保持安静 没有去打扰五短男子 过了片刻后 五短男子走了回来 脸色阴晴不定 鹰犬 怎么样 死的那些是什么人 那身躯浮空的女子 出声问道 都是普通人 有一些人练过粗浅的格斗技艺 但都尚不得台面 五短男子说道 普通人 最后 那位气息冰冷的男子 皱了皱眉 道 既然是普通人 就不需要我们介入了 直接通知当地的警方来处理吧 五短男子犹豫了一下 说道 恐怕不行 这件事普通的官方力量 是处理不了的 嗯 另外两人都目光疑惑地看来 五短男子轻叹了口气 说道 刚才我检查了一下场内的痕迹 和尸体的创伤 发现有些人 是被宗师强者的离体竞刚袭杀的 此话一出 浮空女子和冰冷男子 都是脸色大变 你是说出手之人 是一位武道宗师 鹰犬 你有没有弄错 浮空女子有些不敢置信 再三确认 五短男子脸上闪过一丝无奈 道 这么一点事情 你觉得我会弄错吗 浮空女子和冰冷男子 神情都变得无比凝重 涉及宗师强者 那事情就麻烦了 武道宗师出手击杀普通人 而且一下子就屠杀了十几个 这就太过了 已经触及了天部法令 鹰犬 冰神 你们怎么说 要不要立刻追踪过去 将其擒拿 押送天部大牢 浮空女子沉生道 若是武道界的恩怨 武者之间打打杀杀 他们还不会去管 可是武道宗师大规模屠杀普通人 这就超出了界限了 武短男子闻言 神情迟一道 靠我们三个 去对付武道宗师 怕是没什么把握吧 而且触犯法令的 既然是修炼武道的宗师 按理说 也不该是我们异能组出头 通知一下武神军的强者出面处理吧 浮空女子有些不甘 说道 既然遇上了 那就试一试吧 一直都听武神军那边吹嘘什么 武道宗师有多强多强 这次我们就请拿一个武道宗师 给他们看看 武短男子听得一阵头大 那位冰冷男子 只能无奈开口道 清雀 不要胡闹了 这次我们有重要任务在身 耽搁不得 老大这么急着 我们过去 恐怕是那件事有线索了 你要是耽误了时间 他发起火来 我们都有大麻烦 浮空女子一听对方提起老大 立刻就打了个寒战 不再吭声了 走吧 把这里的事情 通报一下武神军 我们不要管了 冰冷男子招呼了一声 随即 三道身影又飞速地离去 而在他们走后 一道身影突然显现 赫然便是之前本已离开的苏云 苏云看着三人离去的方向 喃喃轻语 道 天部 异能组 武神军 有点意思 对于天部 他其实知道一些情况 那是国家为了应对一些 个人实力惊人的强者 专门设立的秘密部门 分为异能组和武神军两个分部 异能组 收罗天下奇人异试 比如那鹰犬 明显有着异于常人的视觉和嗅觉系统 隔着十几里外 都能闻到血腥味 还有那被换作清雀的女子 可以浮空而立 这显然也是一种惊人的异能 至于武神军 则是由纯粹的武道强者组成 这两支队伍构建成天部 在普通人接触不到的黑暗世界 镇压着各路牛鬼蛇神 维持着世间的正常秩序 天部 是国家最秘密的一个部门 只对中枢的几位大佬负责 苏云之所以会知道这些 那是他在前世时得到了机缘 踏入修炼路后 和天部的人打过几次交道 天部的人来云州 是有什么事吗 苏云暗自轻语 天部的成员轻易不会出动 往往只有出现一些超自然事件 或者遇上了普通官方力量 无法解决的时候 才会出面 苏云嘀咕了一声 倒也没有心思去细究 离开之后 他便静止回到了临风山别墅 第二天清晨 一个车队出现在了他的别墅门口 不少人轻手轻脚地 从车上搬运下一个个礼盒 恭恭敬敬地候在门口 苏云感应到外面的动静 打开门走出去 就看到昨晚得罪过他的方胖子 正战战兢兢地等候着 方胖子被抽肿的脸 非但没消肿 反而更严重了 眼眶 额头等地方 还多出了很多乌青的瘀痕 一条手臂吊着绷带 挂在自己脖子上 还有一条腿 则打着石膏 被人搀扶着 怎么一个惨子了得 一看苏云开门出来 方胖子急忙挣脱搀扶他的下人 扑通一声扑跪在苏云面前 哭嚎道 苏先生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希望你高抬贵手 饶我一条小命 方胖子哭得很惨 眼泪鼻涕都下来了 他是真的被吓到了 昨天 他一得知苏云是其家贵宾的身份后 就知道自己闯祸了 连忙联系家里求助 结果家里的老爷子 二话不说 直接打断了他的腿 带着他向其家赔罪 而其家二爷 只回了一句话 除非苏云愿意接过此事 否则方胖子必须死 到了这一步 方胖子也终于明白 苏云在其家的地位 已经是高到没边了 要是不能取得苏云的宽恕 他真的会死 而且 他家族的企业 也要遭受重大打击 所以 整个方家都决定 不惜任何代价 也要求得苏云的原谅 苏先生 昨天因为我的缘故 打扰你的雅兴 让你没了兴致 参加那御石拍卖行 所以我方家未表诚意 将昨天那场拍卖 会要售出的珍品御石 全部拍下来了 方胖子一边说话 一边示意底下人 将那些礼盒一个个打开 里面赫然都是一块块 价值不菲的奇珍御石 这些东西 都是赠送给苏先生的赔罪之理 苏先生 你大人有大量 还请饶过我这一次 方胖子说着话 还冲苏云重重磕头 不一会儿 脑门就渗出一片血红 生死的关头 方胖子 对自己还是下得去手的 他很清楚 也就是自家在云州 还算有点地位 所以 齐二爷才给了 方家一个 去求得苏云谅解的机会 而像拍卖会的 那位汪经理 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听说在昨晚 人就已经失踪了 苏云目光随意地扫尸了几眼 淡淡道 东西留下 滚吧 方胖子一听 如蒙大赦 欣喜道 多谢云先生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我这就滚 只要苏云肯收下这些东西 他这条小命 算是保住了 不到两分钟 方胖子一群人 就消失得没影了 只留下那一个个 盛放着各色玉石的礼盒 放着在门口 不得不说 方家这次为了保住 方胖子的小命 确实是下了血本 足足数十块顶级的玉石 最便宜的售价 估计都得数百万 其中有一尊玉观音 更是质地非凡 雕琢的记忆浑然天成 出自玉石大家之手 放到市面上 没有数千万 根本拿不下来 方家要将这么多 顶级玉石包园下来 起码得调动数益资金 得到了这么一批玉石 苏云要在别墅中 布置聚林镇的材料 是足够了 而且还很富裕 当即 他就将这些玉石 搬回到房中 开始切割雕琢 豪刻震纹 与此同时 云州一处顶级的 私人疗养院内 齐青兰 齐二爷 坐在装饰豪华的大厅中 齐青兰刚刚接完一个电话 便冲着齐长生 说道 二叔 方家那边已经去向苏先生赔罪了 苏先生收下了他们的赔罪礼 这件事 应该算是结果了 齐长生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白色衣护服的中年男子 拿着一叠报告 快步走入大厅 有结果了 齐长生问道 穿着衣护服的中年男子 重重点了点头 说道 有结果了 青兰小姐昨天带过来的那些药丸 我们已经全面分析过成分了 确实是由一些名贵药材炼制而成 而且这些药材在炼制的过程 似乎生出了奇妙的反应和变化 内中蕴含着某种极度活跃的能量 以我们目前掌握的科技手段 和药理知识 还不能完全解析这个过程 接下来我准备 齐长生听得有些不耐烦 打断道 你直接告诉我 这些丹药 能不能给老爷子服用 服用下去 会不会有不好的结果 这个 中年男子斟酌着说道 按照我的判断 服用这药丸 有害倒不至于 不过齐老毕竟身份贵重 我觉得还是再稳妥一点 再进行几次试验吧 齐长生沉吟了一下 忽然看向齐青兰 问道 青兰 你觉得呢 齐青兰笑了笑 道 二叔 我看就不必再试验了 苏先生若是真想对爷爷不利 当初也就不需要出手替他解读 这丹药 我看不会有什么问题 之前 他提出要验证丹药 那是因为这些丹药外形丑陋 气味难闻 像是阳屎颗粒 他心头发出 保险起见 才要验一验成分 现在既然知道丹药 确实是那些名贵药材炼制的 那就不需要再深入探究了 齐长生文言 也是点了点头 说得不错 我也是这么认为 不过保险起见 在给老爷子服用之前 还是我先试一课吧 齐长生取过了一枚丹药 准备以身试药 看到这一幕 齐青兰本想说自己来代替 可以想到那丹药散发的杨屎味 就干脆不吭声了 齐长生捏着丹药 感受着传来的那股气味 一脸的纠结 这气味 实在是令人作呕啊 不过齐二爷也是个果断之人 心意狠 凭住呼吸 猛地将丹药塞入口中 下一刻 一股浓郁的屎臭味 充斥嘴腔 草 齐长生眼珠子猛地瞪大 差点没当场呕吐出来 在这一刻 他想杀人的心都有了 炼丹药 为什么能够炼出这种屎臭味 这是为什么 齐长生用了极大的毅力 才硬生生地 将那枚丹药给吞了下去 此刻 他那一张面庞 已经变得铁青发绿 那位穿着衣护服的中年男子 已经低下头 根本不敢再去看齐长生的表情 齐青兰一脸关切地问道 二叔 你没事吧 要不要去竖一下口 齐长生深吸了口气 刚想说话 可这时 他脸色猛地一变 感觉到腹中一股暖流扩散开来 那枚丹药化开了 化为了无比精纯的精气能量 渗透入他的血肉骨骼 五脏六腑 齐长生只觉得自己前所未有的轻松 浑身通透舒爽 精神百倍 仿佛年轻十七八岁 这 这 齐长生惊诧不已 这丹药的效果 太让他震撼了 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这些年来下来 他虽然保养得当 但因为年龄增长的缘故 精力已然大不如前 衰退得很快 可现在 他觉得自己 仿佛回到了三十多岁 精气神十足 看到齐长生愣住 齐青兰神色一动 问道 二叔 这丹药有效果了吗 齐长生回过神来 惊叹道 齐只是有效果 这简直是神丹啊 快 一个小时后 疗养院的一间贵宾护理室 齐国正精神奕奕地 从一台检测仪器中走了下来 之前的齐国正 脸色惨白 透着一种清灰之气 头发也是酷白暗淡 任谁看了 都像是个垂死的老人 可现在 他红光满脸 精神头十足 原本酷白的头发 也变得银亮雪白 发根处 甚至有一些转物的迹象 这种惊人的变化 让场内所有人 都是目瞪口呆 之前齐长生 虽然也服用过一枚丹药 可他本身健康状况良好 但要针对他的效果 还不明显 至少除了他之外 外人还看不太出来 可是齐国正的变化 那就实在太惊人了 小王 观测的结果怎么样 那位穿着医护服的中年男子 急忙地问道 在检测仪器后面 一个年轻的医护人员惊颤道 不可思议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齐老之前 身上各气脏的功能 都激进衰老枯竭 可现在 竟然全部恢复了活性生机 此话一出 场内的医护人员 都是亢奋无比 真是匪夷所思啊 仅仅靠着几枚丹药 竟然就有这等生效 这已经违反了 现代医学的认知了 这可能是传说中的 古炼丹术 众人激动地谈论着 那位穿着白色 衣护服的中年男子 快步走到齐长生 和齐青岚面前 强忍着激动之意 问道 齐二先生 青岚小姐 能否告知这些丹药 是哪位高人炼制 齐长生目光一闪 不准往外泄露嘶吼 中年男子愣了一下 不解道 为什么 这可是人类医疗史的 一大奇迹 一旦我们能够弄清楚 这丹药炼制的原理 还有炼丹过程 发生的药性反应和变化 那完全可以获得 诺贝尔医学奖 甚至能推动 世界医疗的变革 这种机会 齐长生冷冰冰地打断道 我说了 今天这件事 就当做没有发生 中年男子声音一顿 他这才注意到 齐长生的眼神 已经变得森冷阴寒 他先惊醒过来 自己此时面对的是什么人 其他几个医护人员 此刻也如坠冰叫 大气都不敢出 齐二先生 我明白了 对于今天的事情 我们都会守口如瓶 中年男子擦拭着额头的冷汗 连忙保证道 齐长生冷哼一声 道 最好如此 你们当中要是有谁 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我会让他永远张不了嘴 齐国正看到这一幕 微微汗手 并没有觉得什么不妥 要是不警告 一下这些人 他们为了求名求利 可能会将事情宣扬扩大 到时候牵连到苏云那里 引起苏云的不满 那就不好了 经过这一次的事情 苏云在他们心中的地位 已经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说是静若神人也不为过 长生 以后苏先生但凡有所吩咐 我们齐家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办妥 齐国正冲着齐长生吩咐道 明白 齐长生点了点头 以苏云展现的神乎其神的本事 齐家若是能够一直与其交好 将来受益无穷 别的不说 就单单这种神单 关键时刻 足以保命 这时齐国正又看向齐青兰 说道 青兰 以后有空 你最好和这位苏先生 多多亲近一下 齐青兰郊区微微一颤 他自然是听出 自己爷爷话语中的深意 多多亲近 并非是让他寻常的往来接触 而是有促成他和苏云的意思 齐青兰咬着红唇 没有吭声 他和苏云接触 前后也就只见过三次而已 不过苏云给他的印象 确实很深刻 那是个傲如天神的男子 身怀惊人的记忆和本事 他对她有敬畏 有佩服 但要说男女感情方面 他还真没想过 齐国正看到齐青兰没应声 不由苦笑一声 说道 我也就这么一说 这事还是看你自己的意愿 我不干涉 他想促成齐青兰和苏云 倒并非想要通过联姻的方式 给齐家换取好处 而是真觉得苏云不错 自己这孙女 若是能够和苏云 这样的高人结音 是一桩好的归宿 林峰山 三号别墅 苏云已经将布阵所需的玉石 都做了一些精细的分割和雕琢 然后将这些玉石 按照特定的方位 一一在自己别墅周围埋下 形成玄妙的阵势 等到夜幕暗下 苏云布置的聚林镇 已经彻底的大功告成 正式运转 四周源源不断的天地灵气 被聚拢了过来 纷纷汇聚在她的这处别墅所在的区域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里汇聚的灵气 就越来越浓郁 直至达到一个顶峰 苏云的别墅 还有别墅外的花园 聚林镇的内外 仿佛完全变成了两个不同世界 聚林镇的外面 平平无奇 没什么变化 可是聚林镇内部的区域 却是仿佛变为了洞天伏地 里面的空气都似乎格外的香甜 闻上一口 都让人精神百倍 心情通畅 不仅如此 这里虚空中的浓郁灵气 还可以改善人的身体素质 延缓衰老 让人延年易寿 长久的生活在这里 完全可以让普通人 多活个三四十年 苏云细细体会着 这聚林镇的变化 想看看还有没有改进的地方 而这时 他突然眉头一皱 眼底闪过一丝无奈 别墅附近 突然多出了很多小动物 各种飞虫 蚂蚁 鸟雀 都纷纷涌来 动物对于周遭环境的变化 是最为敏感的 刚才在聚林镇运转 将其他地方天地灵气 吸纳过来的过程 他们都感受到了灵气的流动 所以纷纷自行朝着苏云的别墅 汇聚过来 这和上次他临时聚拢灵气 用来炼丹可不同 他上次 虽然也吸纳四周灵气 汇聚于别墅 但不管是聚拢的灵气浓度 还是影响的范围 都远远无法 和耗费众多顶级预示布置的聚林镇相比 上次苏云吸纳灵气范围 基本局限在林峰山附近 可这次 影响的范围太广了 哪怕是数十里之外的天地元气 都被牵引吸扯过来 对 这时 苏云冷冷一哼 一股恐怖的精神抑制 席卷出 冲击向四面八方 顿时间 那些聚集的过来的小动物 像是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纷纷一哄而散 往外奔逃 不过 事情还没完 很快 又有一波动物 汇聚到了苏云的别墅附近 苏云只能继续释放自己的精神意志威慑 将它们吓退 可这也只算是权宜之计 因为过了片刻后 又有一批新的动物被吸引过来 而且 当中竟然还有一条胳膊粗细的花斑大蟒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出来 徘徊在四周 蠢蠢欲动 这也多亏已经是晚上 夜色昏暗 而且苏云的别墅周围也没什么人机 否则 光光这么条花斑大蟒 就可以把人吓个半死 失策了 但凡临山宝地 都会吸引各种生灵汇聚 除非是有兽王占据 凶威可以经退其他兽类 我倒是忽视了这点 看来我还得想办法 降服一只看守宅院的凶兽 实在不行 就让曹昆搞一两只野生的老虎狮子 苏云心中暗暗地盘算着 他也是被搞烦了 准备先停掉聚灵阵 不过就在这时 天空之上 猛地传来一阵凶利的阴提之声 声音尖锐 刺破夜空 徘徊在苏云别墅附近的那些小动物 在这一刻 全都都显得惊恐无比 立刻做鸟收散 就连那条花斑大蟒 都在狼狈地逃窜 不过还是晚了 一道白色的影子 从半空掠下 卷起了一阵狂风 那条花斑大蟒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一双赤红的大蟒抓住 死死摁在地上 这是一只通体雪白的大雕 有一米多高 双赤展开足有三米长 全身羽毛洁白如雪 没有一根杂毛 而其那一双阴蟒 却是鲜红如血 花斑大蟒被白雕按在脚下 都没来得及反抗 脑袋就被瞬间灼烂 被白雕叼出了蛇胆 赤爪白雕 别墅的阳台上 苏云远远看到这一幕 眼睛发亮 这种品相的大雕 还真是非常罕见 应该是发生了某种变异 形体巨大 迅捷凶猛 简直前所未见 就连号称猛情之王的金雕 与之相比 都要逊色不少 那赤爪白雕 在雕出了蛇胆之后 并没有飞走 而是与赤一张 直接冲向了苏云的别墅顶层 因为在那里 悬挂着三块玉佩 这三块玉佩 是苏云特意从那批顶级玉石中 挑选出来的 不仅亲自雕筑出了华美的文饰 更是应刻了福道法咒 最核心的地方 可以通过大量灵气运养 让玉佩最快的针鱼完美 这只白雕 显然是拥有非常惊人的灵性 竟然感应出 这玉佩的非凡 直接想要抓走玉佩 好 好 好 我正好想要降服一只 镇守宅院凶兽 你就来了 苏云哈哈大笑 和这只赤爪白雕比起来 什么老虎狮子都弱爆了 有这样一只爵士猛禽在凌峰山 足可以威慑其他各种生灵 给我留下 苏云身形一跃 就已经翻上了别墅顶层 手掌挥甩之间 一股无形静刚猛地冲出 压向白雕 救 白雕发出一阵惊怒的啼叫 身形猛地跋升 就要飞逃 不过他的身形 被苏云的静刚压住 难以突破 被不断地下压 眼看着 他就要被压落到地面 而这时 白雕竟然猛被一个翻身 视红如血的双爪 逆滑而上 锐如刀剑 更可怕的是 他这一双利爪爆发出的力量 强大的可怕 超出正常人类十倍不止 配上上锋锐的爪钩 破 苏云发出的无形静刚 竟然被生生地划拉开来 白雕身子一缩 顺着破开的缝隙 一飞冲天 迅速飞走 眨眼间 白雕就化为一个小点 消失不见 苏云不怒反省 这白雕带给他的惊喜 实在太大了 虽然刚才为了不伤到白雕 他凝聚的静刚并不算强 可被这般破开 还是很不可思议的 被我看上 走不了的 苏云脚下一阵 身形如鬼魅 也冲着白雕飞走的方向 追击过去 在走之前 他防止自己不在的时候 吸引来更多的动物 干脆停掉了聚灵阵的运转 苏云急速的奔行 迅捷如猎豹 在漆黑的夜色中 根本没人能够看清他的身形 他虽然不能像那白雕一样飞行 但奔跑起来速度太快了 犹如行驶着的高速跑车 而且遇山翻山 遇水汤水 根本没什么可以阻碍他 那白雕早已经飞得没影了 不过苏云也不急 他灵觉敏锐 可以感应白雕留在续空中的一些气息 进行追踪 只不过 这些气息很微弱 而且又是留在高空 他感应追踪起来 非常的麻烦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苏云追踪着白雕 感觉自己都在云州地界 多了好几个圈子 终于 在天光刚刚放亮的时候 苏云总算追到了白雕的踪影 白雕飞到了城郊一处破旧的老居民区 最后停落在一栋外墙 都已经脱落的居民楼上 扑斥着翅膀 拍打了一下三楼的一扇窗户 然后窗户打开 里面一个少女探头出来 似乎再和白雕说话 白雕脑袋一甩 嘴中叼着的那枚蛇胆 被他丢入了窗内 远处 苏云看到这一幕 神情惊恶不已 这白雕太同人性了 而且似乎已经被人训养了 只是令他觉得奇怪的是 能够训养得起这种白雕 要么应该是顶级权贵 要么应该算是超级富豪 怎么样也不该 是这种破旧居民区的人 看着白雕重新腾空 远远飞走 苏云犹豫了一下 没有再去追击 而是身形略动 几个跳跃间 已经攀附到了 那栋居民楼的三层 顺着窗户缝隙 往里面打亮 房间里面很幽暗 没有开灯 只能听到里面少女 在和人说话 爷爷 小白刚刚又送来了一颗舌胆 我这就给你拿去煎药 少女声音很轻 温婉柔和 听得人很舒服 嗨嗨客 屋内 一个老人躺在床上 咳嗽了几声 气息有些急促 下次你要叮嘱一下小白 天放亮了 就不要过来这边 一旦被人看到了 会很麻烦的 老人很清楚 似这等品相的白雕 在有些人眼里 那是千金难求的宝贝 一些有钱人 喜欢训音 训尸 甚至不惜一掷千金 哦 我会叮嘱小白的 少女应了一声 就转去厨房煎药 苏云差不多也弄明白了 这白雕和这一家 确实关系匪浅 家中的老人生病了 需要蛇胆入药 而这白雕 则时常送蛇胆过来 苏云沉吟了一下 身形重新落下 屋内 那少女煎好药 伺候着老人喝下 就扶着她 重新躺到床上 而少女自己 则是背上书包出门了 现在是暑假 学校倒是不上课 不过她要去 给几个同学补课 赚取一些外快 在少女下楼的时候 苏云就站在楼底下 打量着对方 少女十五六岁 容貌秀气 名谋好齿 虽然没有什么精致的妆容打扮 但胜在天生丽质 清新脱俗 唯一的缺憾 是她身上穿的衣服 有些廉价和陈旧 有些地方都洗得褪色发白了 少女也注意到了苏云 剑气一直盯着自己 她本能地低下头 准备从旁绕行过去 之前那只白雕 是你们家养的 苏云突然开口问道 是 什么 少女脸色豁然一变 眼神闪过几分惊慌之意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她并没有注意到 自己这情绪瞬间的波动变化 竟然使得四周天地灵气 也跟着有了一些起伏变化 虽然这变化很细微 可却没有逃过苏云的感应 这是 苏云神情微变 眼底闪过一丝亚然 她目光灼灼地盯着少女 再次仔细观察 渐渐地 她脸色变了 神情满是不可置信 先天灵体 这少女竟然是先天灵体的体质 要知道 修炼之道 练体只是基础 武者练体的九品境界 每突破一重 都是肉身体魄的一次提升和蜕变 九次炼体蜕变后 才有资格进阶先天之境 成就先天灵体 无瑕无垢 才算是彻底踏入修仙正途 超脱了凡俗 而这少女 没有经过五道炼体 竟然是原生态的先天之体 这简直太罕见了 这绝对是上天的蠢儿 钟灵玉秀 得天地之灵运造化 亿万人中都难出一个 苏云按下心中的震撼 柔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我和你又不熟 你问我名字干什么 少女一脸警惕地看着苏云 不要紧张 我对你没有恶意 我只是觉得我们有缘 所以想收你为弟子 你觉得如何 苏云放平缓语气 在末法时代的地球 能够碰到这等根骨滋质的天才 真的太难得了 苏云也不由起了一些心思 法不清传 那也是要分对象的 像顾晴 软磨硬泡地想要拜苏云为师 苏云却懒得收 只传了一篇简单的呼吸吐纳之术 将其打发了 临体后却是动了收徒的心思 他自己迟早要登天上 在踏仙图的 收下这样一个天才 将来可依为助力 和这少女相比 那神郡的赤爪白雕 都根本不算什么 收我为弟子 少女先是愣了一下 但随即便心底冷笑 什么收弟子 分明是想要找个理由接近我 图谋小白霸 少女眼中闪过一丝嘲讽 你是不是还想说我骨骼惊奇 天赋一饼 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恋武奇才 苏云哑然失笑 知道自己口头说说 是没什么用吗 你看到那棵树没有 苏云指了指前方 少女不解其意 那棵树她看到了 但不明白苏云是什么意思 苏云笑了笑 也不多说什么 直接隔空一拳打出 哄 恐怖的全境暴尸而出 撕裂虚空气浪 打出了一种闷尘的阴暴气浪 然后 少女就看到那棵比成人腰身 还粗的大树 就直接被从中间爆裂成了两节 少女目瞪口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怎么样 现在愿不愿意拜我为师 只要你愿意 我的本事都可以教你 当然了 你爷爷的病 我也能帮着治好 苏云淡淡一笑 少女回过神来 漂亮的大眼睛转了转 说道 那棵树 你没提前做手脚 安装了什么引爆装置吧 要不 你再让你 给我监视监视你的本事 你不是说能医治我爷爷吗 要不然你先试试 真能医治好他 那我就立刻拜师 苏云闻言 有些哭笑不得 他自然能看穿对方这点小心思 行吧 就如你所愿 少女带着苏云 重新回到了三楼的家中 屋内的老人躺在床上闭目休息 听到开门的动静 迷迷糊糊地说道 小枫 你是落下什么东西吗 少女轻轻地应了一声 说道 爷爷 我在外面碰上了一个室外高人 能够治你的病 所以带他过来瞧瞧 听到这话 屋内的老人一下睁开眼睛 室外高人 小枫 让他走 我的病我自己清楚 嗨嗨 老人挣扎着从床上坐起 话说到一半 便又是一阵剧烈咳嗽起来 少女连忙走入卧室 扶着老人 轻拍着老人的后背 平缓他的气息 苏云也跟着走了进来 狭小的卧室 被收拾得很干净 除了一股浓郁的药味之外 倒并没有什么其他意味 床榻上的老人 眼窝凹陷 枯瘦如柴 瘦得都几乎脱行了 不过老人的一双眼睛 却很清明 带着浓浓的警惕 似乎对外人十分戒备 而在看到苏云 只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时 老人脸上闪过一丝恶然 随即冷笑 小伙子 年纪轻轻地就出来招摇撞骗 装什么世外高人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我们家一瓶如洗 可没什么你能惦记的东西 苏云淡淡一笑 哦 是不是招摇撞骗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说着 他忽然一步上前 伸手冲着老人的手腕抓去 老人还想闪躲 可哪里能够躲得开 苏云一把扣住老人的手腕 手指在上面轻轻一打 下一刻 他便皱起了眉头 目光在老人身上扫视了一圈 这时 他才发现老人的手臂 尖头 胸口 小腹等多处部位 竟然都插着细如毫毛的银针 而且 银针刺入很深 几乎都整根没入到了老人体内 只留下了一点针头露在外面 若不是仔细观察 还根本发现不了 银针丰脉 苏云愣了愣 看向老人的目光有些怪异 因为这种丰脉之法 可强行致缓气血运行 让自身的星辰代谢降低到最低 但很伤身子根底 这也难怪这老人会枯瘦虚弱到这种地步 而且这封脉之法 给苏云的感觉并非是医术手段 更像是旁门左道 苏云精神抑制在老者体内蔓延 片刻后 他轻轻地出了口气 放开老人的手腕 老人喘了口气 一脸讥笑地看着苏云 问道 小伙子 你现在又有什么说法 少女也是一脸紧张地看着苏云 和老人纯粹将苏云当成骗子不同 他对苏云还是怀有几分希望的 苏云沉吟了一会 说道 你身上的问题也并不算多严重 不严重 老人听到这话 眼珠子一瞪 差点气笑 这么多年来 他日日夜夜遭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 活得人不忍鬼不鬼 居然还说不严重 苏云没在意老人的激动反应 继续道 在其他人看来 你的问题确实很严重很棘手 但对我来说 却是小事一件 你身上的主要问题 是你曾经被某种煞气氢染 在你体内形成了煞毒 你虽然用了银针蜂脉之法 强行延缓煞毒的侵蚀 但也只是银针止渴罢了 银针蜂脉之法 一样是在损及你的身体 这么继续下去 你再怎么硬撑 也撑不过两三年 老先生 我说的可对 苏云慢条思理地说道 老人瞳孔猛地一缩 神情震惊地盯着苏云 苏云说的这些 与他自身的情况 竟是分毫不差 仅仅只是一搭脉 就能知道得这么清楚 老人看向苏云的目光 也变得不同起来 小兄弟 你到底是什么人 苏云洒然一笑 道 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 现在 你还信不信 我能治好你 老人还没有说话 旁边的少女已经激动到 信 我们相信 大哥哥 你救救我爷爷 好不好 少女楚楚可怜地看着苏云 眼神中透着一丝哀求 老人一咬牙 说道 小兄弟 要你救我 需要什么条件 还请提前告知 若是一些老朽办不到的事情 苏云笑着打断道 老先生就不必操心了 条件我已经与你孙女谈妥了 老人还欲再说什么 苏云却是不想再多言 伸手轻轻一拍 一股无形的掌力 瞬间落在老人身上 老人干涉的身躯 猛的一颤 然后 他身上插着的那些银针 一根接着一根 从体内倒射而出 每一根银针上 都沾染着粘稠的黑血 老人面露痛苦之色 却强忍着没有叫出声 苏云实指齐张 连连弹射 每一指落下 都有一道纤细如尘的 静钢气针 飞射而出 冲入老人体内 宁静成钢 你是武道宗师 老人失声惊叫 脸上满是惊骇 就连身上的疼痛都顾不得了 短短十几期时间 苏云已经在老人体内 打入了数百道气针 沿着其经络运行了 几个大周天 最后 苏云伸手按在老人身上 掌心中浮现出 一股漩涡般的犀利 随着他猛地往外撤掌 老人体内那些静钢气针 也被再次吸出 不过与之前次入时不同 此刻这些被吸出的气针 每一根钟 竟然都变得乌青发黑 老人体内的煞毒 和一些坏血 显然都被气针中的静力吸附 强行拔了出来 好了 你体内的煞毒根源已经解除 以后再滋养调捕一下 就没什么大案了 苏云语气平淡地说道 对他而言 刚才那一番失为 根本不费什么力气 老人常常地呼出了口气 虽然身体状态依旧虚弱 但精神却很好 更重要的是 那种时时刻刻折磨他的痛苦 消失不见了 老人神情复杂地看着苏云 与戴金探道 宁静成刚 而且还能将静刚之力 掌控得先毫入微 这份控制力 绝非寻常的武道宗师能够做到 老朽活了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小先生 你这等天宗之才 在见识过苏云的手段后 他已经不敢再用小伙子 小兄弟的称呼苏云了 你能知道武道宗师 看来确实不是一般人 以前也是武道界中人 苏云饶有意味地打量着老人 他早就意识到 这老人不简单 否则不可能训养得了 那神郡的赤爪白雕 也不可能懂得 银针丰脉之法 甚至 那舍胆入药的滋补药方 可能都是老人 针对自己的情况调配出来的 老人苦笑着摇头道 我算不上武道中人 不过我年轻时 有幸学到过一点风水秘术 和一些粗浅的旁门手段 也算是混江湖的 所以知道一些东西 在见识过苏云的手段之后 老人就对苏云彻底放下了戒备 武道宗师强者 那是神异般的人物 世俗权势 金钱美色 只要对方愿意 那都是唾手可得的 自己家虽然有点秘密 但还不够资格 让对方给予算计 老人心里很清楚 和这等人物交谈 最好还是直来直去 不要去动什么小心思了 所以 在沉吟了一下后 老人直接便开口道 这位先生 刚才你说 你已经与我孙女谈好条件 不知那条件事 苏云笑而不语 将目光看向旁边的少女 少女立刻反应过来 当即就屈身 跪拜在地上 感激到 弟子阮子峰 拜见师父 多谢师父救我爷爷 说着 少女便重重地 向苏云磕了几个头 神情郑重无比 这是 老人愣了愣 少女阮子峰解释道 爷爷 之前我出门碰到这位大哥哥 他说要收尾 我做弟子 还说 能够医治你的病 然后我就和他约定 只要他能治好你 我就拜他为师 老人听完 震惊地看向苏云 他可是深深知道 一位武道宗师的分量 这等人物 若是放出消息说 愿意收图 不知道会有多少人 踏破门槛 可现在 苏云不仅主动 要收自己孙女为徒 还愿意接受条件 替自己治病 这让老人觉得 有些不可思议 自己这孙女 虽然从小就从回异常 学什么都特别快 可按理说 也不该被一位 武道宗师如此重视 苏云看出老人的疑惑 笑道 不用多想了 你这孙女是天纵之姿 软子风扶起 你叫软子风 很好 我叫苏云 从今天起 你便是我的弟子 我们风云相会 将来我们师徒 注定要搅动整个天下 苏云声音平静 但话语中 却透着一股 气吞山河天下的气势 软子风却约道 师父 那我跟着你 要学什么本事 能不能像你一样 一拳隔空 打断一棵大树 他对之前苏云 一拳打爆大树的场景 记忆很深刻 苏云洒然一笑 道 以你的资质 修炼武道 想要达到那一步 很容易 等一下 你就跟我回去 我先教你一些基础的法门 跟你去哪儿 林峰山 我在那里有一套山顶别墅 那里 已经被我布置好了 对你修炼有好处 你以后就住在那里吧 苏云说道 软子风文言 面露难色 弱弱地说道 师父 我以后能不能白天 去跟你学习 晚上我想回来照顾我爷爷 软子风爷爷一听 顿时就急了 子风 别胡闹 爷爷现在身子 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能够自己照顾自己 以后要听苏先生的话 老人有些急切 语气都带上了几分严厉 他以前也是江湖中人 对一些规矩很看重 孙女既然拜了苏云为师 那就一切都要听从苏云的安排 容不得任性 这种师父和弟子的关系 可不是现代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可比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弟子是师 敬同于父 习其道也 学其言语 况且 能拜一位武道宗师为师 那是多大的福分 可不能再由着子风性子来 是 爷爷 阮子风低下头 有些委屈 苏云哑然失笑 道 无妨的 阮老 你也跟着一起过去吧 我那边正好也缺一个 打理庭院的管家 自从上次他要练担 将曹坤安排的那些仆人女佣 打发了之后 别墅现在 就他一个人 而且 聚灵阵一布置出来 他也不打算 再将那些庸人再召回来了 阮子风爷爷过去 倒正好帮着打理一下 而且苏云也看出 这老爷子是个重规矩 知尽退的 这样的人 用着也放心 而且 苏云之前就准备在聚灵阵布置好后 将自己父亲也接来过住 原本还担心 父亲一个人会太无聊 阮子风爷爷过去 也算有个伙伴 两个人没事 可以一起下下棋 斗鸟 种花之类的 这 阮子风爷爷闻言 显然也是心动了 如果可以 他又怎会愿意 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孙女分开 阮子风也在从旁劝解了几句 老爷子总算答应下来 对了 你们训养的那只白雕 最好也带过去 说起来 我这次本是一路追索着白雕来的 没想到 却是收获了一个弟子 苏云笑了笑 一提起白雕 阮子风立刻兴奋起来 小白不用带的 不管我去哪里 小白自己就能找过来的 哦 苏云诧异了一下 这他倒是真没想到 阴的势力惊人 盘踞高空 可以看到数十公里之外 这点他倒是知道 可是 想要在茫茫人海中 精准地找到某个人 那就有些不现实 那赤爪白雕 要是真的能够做到 那就不简单了 靠的肯定不是眼睛 很可能是灵兽 对于主人的某种微妙感应 能够和我说说 那白雕是怎么得来的吗 苏云好奇地问道 这个 阮子风爷爷犹豫了一下 随后轻叹了口气 哦 告诉你也没什么 这件事说起来 还和子风他爸妈有关 阮老爷子 说起了一段陈锋的往事 他当年走南闯北 机缘巧合 从一个双腿残废的道人那里 学到了一些本事 主要是 一些关于风水秘术方面的东西 还有一些旁门左道伎俩 凭借着这一身本事 他道过不少古代的大墓 不光光是为了求财 更重要的是他答应 那残废道人 替其寻找一座仙人墓 不过阮老爷子耗时十数年 始终都没有任何收获 最后只能无奈放弃 后来 他又将这一身本事 传给了他儿子 也就是阮子风的父亲 而阮子风的父亲 却是对那残废道人口中的仙人墓 非常热衷 不断地外出探寻 结果后来出事了 有一次 阮子风父亲外出探幕 足足过了半年都没有消息 等到半年后的某天深夜 阮子风的父亲 匆匆地跑了回来 回到家 连话都没有说上一句 就弃绝身亡了 而在其随身的背包里 就放着两样东西 其中一样 是一枚巨大的琴弹 后来孵化出了白雕 至于另一样东西 则是一个婴儿脑袋大小的白玉缸 缸口被皇甫贴着 阮老爷子看出了 白玉缸和皇甫纸非同一般 没敢乱动 倒是他那身怀六甲的儿媳妇 不知小厉害 撕开了皇甫 打开了白玉缸 结果 白玉缸内 冲出了一股纯白的气流 没入到了儿媳妇肚肚子里 再然后 原本应该还有两个月 才生产的儿媳 当天就早产 生下了阮子风 诡异的是 早产两个月的阮子风 非但不虚弱 反而比那些族院 都要健康受壮 反倒是阮子风的母亲 像是耗尽了所有精气神 在生下阮子风后 就游进灯窟而死 阮老爷子声音低沉地 讲述着这段往事 阮子风似乎早就已经知晓 此刻只是抿着嘴巴 低头沉默不语 苏云则是越听越觉得惊奇 之前 他就很奇怪 阮子风为什么会拥有先天灵体 因为正常情况下 要一出生就有先天灵体 那几乎不可能 除非体内流淌着超凡的血脉 父母亲人都是大能之辈 可阮子风的父母 显然不是 现在听阮老爷子的讲述 苏云觉得这可能跟白玉缸中 风存的那股纯白气流有关 那极可能是一种特殊的灵物精气 被怀孕的阮子风妈妈吸收后 才成就了阮子风的绝世资质 那白雕蛋 还有白玉缸中风存的纯白质气 都不是繁俗东西 我怀疑我那儿子 可能真的找到了我师父所说的 那座仙人墓 这两样东西 应该是他从仙人墓中带出来的 阮老爷子感慨道 仙人墓 苏云摇了摇头 在他看来 那所谓的仙人墓 估计也就是某个修炼者的灵物罢了 阮老 那个白玉缸还有没有留着 苏云问道 有的 这些年一直带着 阮老爷子冲着阮子风看了一眼 阮子风立刻跑到厨房 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拿出了一个黑布包裹的东西 打开之后 里面是一个象牙白的玉缸 上面雕着着很多奇异的纹络 甚至还印刻了一些符文 苏云伸手接过 一接触 便感觉到一股股冰冷之意 传入自己手中 好东西 苏云眼睛微微一亮 他一下就判断出 这浴缸是以极北冰川之下 挖出的寒玉 制作而成的 而且炼制成浴缸的过程 还用上了一些不俗的炼器手法 已然是被炼制成了一件存储法器 用来盛放药材 丹药之类的 恐怕过个数百年 上千年都不会流失药性 就算普通的水果放进去 也可以保鲜防腐 丹丹这个浴缸 便是一件价值连城的宝贝 方胖子之前赔罪送上的那批 顶级玉石加在一起 也抵不上这东西的一个零头 苏先生若是对这东西有兴趣 那就拿走吧 子风拜你为师 老朽也没准备什么东西 此物就当作是拜师利吧 阮老爷子自然也是知道 这白玉缸价值不低 所以这些年始终收藏着 没敢出手 宝物太惹眼 他们这一对孤寡爷孙 要是拿出这种宝贝 肯定会被人盯上的 所以这些年 过得再艰辛 阮老爷子也没考虑出手这样东西 现在充当拜师利 送给苏云 倒也正合适 苏云稍稍犹豫了一下 便也将这白玉缸收下 毕竟这冰川底下的寒玉 颇为难得 这玉缸 他以后可能用得上 这时 阮子风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一看 连忙接起 电话那头 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 子风 你今天有没有空 红一这边 今天有些忙 人手紧缺 你要是有空就过来帮一下忙 红一给你开双倍的工资 红一 阮子风面露难色 正纠结着该怎么说 电话那边的女子 便匆匆忙忙道 好了 就这样说定了 你打车过来吧 车费红一 给你报销 说完 电话就挂断了 阮子风拿着电话 面露苦笑 怎么了 那个红一找你干什么 苏云问道 刚才阮子风 虽然没有开扬声 但苏云听觉敏锐 将对话听得一清二楚 红一是我一个同学的妈妈 她知道我家里情况 有些困难 所以就时常找机会 帮衬我一下 阮子风解释了几句 看向苏云 有些欲言又止 苏云看出了 说什么直接说便是 阮子风偷偷瞧了一眼爷爷 然后才壮着胆子 说道 以后我要跟着师父 你学本事了 应该也没有时间 再去红一那边 所以待会 我想过去一趟 和他当面说一下 其实 这种事情打个电话 通知一下就行 不过阮子风觉得 自己受人这么长时间的恩惠 于情于理 都得亲自过去一下 阮老爷子文言 也是微微汗手 好啊 我左右也没事 便陪你去一趟好了 苏云对阮子风的品性 颇为满意 两人从家中离开 打了辆车 去西郊的天井山庄 阮子风报了一个地方 天井山庄 在云州 也算是颇有名气的 休闲山庄 依山而建 山清水秀 一年四季 都有游客慕名而来 尤其是现在正值暑期 山庄主营清凉的山泉域 每日里 吸引大量的年轻男女 过来沐浴山泉 红一是天井山庄的客服部经理 之前时不时 就会以山庄忙碌 人手景区的由头 安排阮子风 过去帮帮忙 赚点外快 由于先前 在阮子风家待得比较久 现在 在抵达天井山庄的时候 已是临近中午 师父 现在差不多是饭点了 前面就是山庄开设的 养生餐厅 有不少田园风味的美食 我带你先过去吃饭 阮子风对天井山庄 早已是熟门熟路 等到了餐厅 他自己却没有进去 站在门口 和苏云说道 师父 你进去吃着 我得先去向红一说一声 苏云点了点头 道 没事 你忙你的 餐厅里面 此时已经坐着不少的宾客 苏云进来的时候 还在里面 看到了一些熟人 叶亭 罗家仪 许志军 前胖子等 一群年轻男女 正坐在里面说说笑笑 这群富家子弟 显然也是闲着没事干 相约过来 这里泡山痊愈的 他们所在的座位 位于餐厅正中间 是最显眼的位置 所以苏云进来后 一眼就看到了他们 不过他也没准备理会 随便找了个角落位置坐下 这时 那边的叶亭 随意地抬头张望 也看到了苏云 叶亭身子一颤 整个人都愣住了 叶亭 你怎么了 旁边的罗家仪 注意到叶亭的异样 有些狐疑地 顺着他视线看去 是他 罗家仪俏丽微变 许志军等人 也注意到了苏云 一个个脸色 都有了变化 看到苏云 他们都立刻回想起 当天叶亭生日宴上的事情 他居然也来这里了 许志军几人神情 微微有些变化 目光都有意无意地 冲着叶亭描去 叶亭脸色阴晴不定 有些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苏云 他承认那天叶日宴 自己确实是 只存了利用苏云 将其当作挡箭牌的心思 而苏云赠送他 价值惊人的宗师手书 出乎他的意料 可更令他震惊的是 苏云竟然事后拉黑了他 这哥们还挺狂的嘛 居然无视我们 前胖子撇了撇嘴 有些不满地说道 他们这一桌 在这餐厅内位置 非常的显眼 而且又都是俊男美女 至少前胖子 认为自己是俊男之猎 按理说 任谁一走进餐厅 都该注意到他们才是 可苏云却像是 根本没见到他们一样 叶亭 你也别理那小子 你不是说了吗 那小子家境也就很普通 那份宗师手书 估计是他从哪里捡的 或者偷来的 他肯定也是怕惹上麻烦 所以才干脆送出来做人情 罗家仪在旁边劝解道 他对苏云一直就都看不上 穿廉价的衣服 用廉价的手机 这样的人 完全和他们不是同一圈子的 所以 他根本不认为苏云这种底层人 能够通过正当来路 搞到守宗师手书 许志军也是点头道 嘉仪说的不错 叶亭 要知道连吕二少这等身份 都难以接触到宗师 更不要说弄到宗师手书了 这小子 真要是从哪偷的 那事情可就大了 搞不好还会牵连你 其他人闻言 都是深以为然的点头 叶亭 这种人拉黑不联系是对的 叶亭另一位室友孙颖 此刻也出言赞同道 叶亭没有说话 就看着不远处的苏云 苏云则是安坐在位置上 随意地翻越着菜谱 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叶亭一样 叶亭咬了咬牙 忽然直升而起 走到了苏云面前 哎 叶亭 罗家一拉了一下 没有拉住 苏云 你为什么把我的号码拉黑了 这时 叶亭已经走到苏云面前 他咬着红唇 水润的眼睛瞪着苏云 觉得有些委屈 从来都是他将别人拉黑 还从来没有人会拉黑他的 他这一声质问 当时将周围其他桌的一些顾客 目光都吸引了过来 叶亭自容靓丽 身材修长 曲线曼妙 异常的性感动人 本就十分惹人注目 现在 他这话一出 立刻就引人遐想 苏云感受到四周目光的注视 不由皱了皱眉头 但莫道 我很忙 没功夫 也没兴趣 再去给别人做挡箭牌 说着 他目光还冲着许志军那边瞥了一眼 之前叶亭请他帮忙 假装男朋友 一晚拒许志军的追求和表白 他还以为叶亭以后会疏远许志军呢 可现在 却还依旧和许志军混在一个圈子 一群人共同过来泡山拳 实在有些可笑啊 叶亭脸色微微一白 似乎想要解释 但终究还是没有说出什么 他盯着苏云 问道 你之前送给我的那张平安符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叶亭看了一眼四周 压低声音说道 你给我的那张平安符 里面写的那几个字 据说是宗师手书 价值千万 你是怎么弄到的 苏云嘴角勾起一抹嘲讽 笑道 你过来 主要就是为了他吧 叶亭看到那略带细腻的笑容 心里就冲起一股怒火 说道 苏云 我现在 是跟你在说正事 我们都是临北线出来的 又都是高中同学 我对你的家庭情况很清楚 你根本不可能拥有这种东西 你老实告诉我 那东西 你到底是怎么来的 真要是通过什么不光彩的手段偷的 你麻烦就大了 苏云不嫌不淡地说道 我怎么弄来的 与你也无关吧 他早就已经从吕飞扬口中得知了 自己送出的那张平安符 当时叶亭根本没在意 气如碧履 然后被酒水污浊了 已经彻底废了 现在知晓了其价值 再来谈论什么 都没有意义 你 我是看在大家同为老乡 又是曾经同学对方份上 才过来关心你 问一问 你要是这个态度 那就算了 我不管了 叶亭气个跺脚 转身离去 苏云没有理会 他本也没准备 以后再和叶亭 有什么交集 当日他离开望仙楼后 两人便注定 将来只会是路人 相逢不相识 叶亭回到自己那一桌 叶亭 你们两个似乎聊得不愉快啊 许志军明知顾问道 叶亭低着头 没有吭声 我早就跟你说了 那人和我们 压根就不是同一世界的人 大家阶层不同 注定混不到一起的 小婷儿 以后别搭理这种人了 罗嘉仪说着风凉话 叶亭深吸了口气 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点头道 放心 我心里有数的 说实话 当初在知道 那宗师手术的价值时 他心里还是闪过一丝感动的 就算那宗师手术来路不正 可能是苏云偷的 或捡来的 但他肯将这么贵重的物品 送给自己 还是让叶亭高看了对方一分 以后未必不可以 给对方一个机会 而现在 没有可能了 苏云已经亲手扼杀了自己 对他那一点细微的好感 前胖子拿起酒杯 喝了一口后 笑呵呵道 这就对了吗 那种货色 确实不值得搭理 之前叶亭你介绍说 她是你男朋友 可是吓了我一跳 我就说 叶大美女你的眼光 不可能这么低 你要想挑对象 再怎么样 也该先考虑许志军 和我这样的俊才 听到这话 叶亭嘴唇抿了抿 忍不住想笑 许志军倒也罢了 除了性格暴力冲动了点 其他各方面都还好 不管是家世财富 还是相貌学历 都算符合他的标准 可前胖子 是哪来的自信 觉得他自己是俊才 罗家仪 孙颖也是哈哈大笑 场内的气氛 很快又热络起来 似乎将肃云抛出脑后了 就在这时 前胖子忽然眼睛一亮 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餐厅门口 还用手肘碰撞着许志军 兴奋道 老许 快看那边 许志军闻言 也冲着餐厅门口看去 这一看 他登是看愣住了 只见 在餐厅门口 此时又走进来了 两位青春靓丽的美女 如果是一般的美女 还不足以让前胖子 和许志军如此动容 毕竟以他们的身份和家世 见过的各种美女太多了 但眼前这两位不同 自容太出众了 同桌的罗嘉仪和孙颖 也算是美女 可对比那两位 就显得黯然失色 唯有叶婷 还堪堪可以与对方相提并论 不过总体依旧 还是稍显青涩一些 你们两个是没见过美女吗 用得着这么直勾勾地盯着别人 罗嘉仪有些不满 与带嘲讽 事实上 不只是前胖子和许志军 餐厅内不少用餐的客人 也不断地冲着 那两个美女偷描 不是 误会了 我只是想不到会在这里 见到这两位罢了 许志军忙解释道 嗯 你认识那两个女的 罗嘉仪问道 许志军点了点头 哦 这两位说起来 你们肯定听过 他们也是我们云广大学的学生 安飞和余颖之 安飞 余颖之 几个女的都是一愣 就连叶婷也是一脸惊愕 他虽然没见过这两人 确实听过他们的名字 因为学校中 有好事者评定过什么四大校花 叶婷 安飞 还有余颖之 都在其中 而安飞和余颖之 比叶婷要大上一届 知名度更高一些 安大美人 余大美人 能见到他们一面 可真是不容易啊 听说他们课余时间 都不在学校 而是外出做兼职 做什么时装模特 前胖子妈撒着下巴 一脸猪鸽的样子 兼职 罗嘉仪不屑地撇了撇嘴 说道 看来还是两个灰姑娘 前胖子 你不是喜欢美女吗 现在机会来了 用钱砸 把这两个追到手 前胖子一听 当即摇头 行不通的 我们学校有钱子弟也不守 也追过他们两个 但都没成功 他们的眼光太挑剔了 不是单纯用钱能搞定的 许志军也点头道 其实那安飞家境听说也不错 家里经商 资产过亿 不过安飞爸妈给他生了个弟弟 对他倒是不怎么看重 后来安飞和家里闹掰了 赌气没要家里生活费 所以自己兼职赚钱 而那余颖之 家里确实普通了一些 一年前 他母亲好像还出了车祸 欠下了一大笔钱 现在还在医院调养着 许志军细细地说着 关于这两个美女的消息 学校里一些有心人 早就打探清楚了 许志军混的圈子也比较高 自然清楚这些事情 他甚至还知道 有个爆发户 想包养余颖之 开出了一年两百万的价码 不过也被余颖之拒绝了 不管怎么样 大家也算是同一所学校的校友 既然在这碰上了 干脆邀请过来做做 前胖子提议道 罗家仪翻了个白眼 冷淡道 跟他们又不熟 请过来干什么 前胖子甘笑一声 也意识到说错话了 自己去邀请安非和余颖之过来 这只叶婷等人于何地 哈哈 口误 口误 不是去邀请他们过来 只是纯粹去打个招呼而已 老许 我们一起过去 前胖子冲着许志军说道 许志军看了一眼叶婷 笑着摇头 我就算了 胖子你要去 就自己去吧 前胖子也不管 离开位置 冲着安非和余颖之走去 不过 他过去才交谈了几句 不到半分钟就又无精打采地走了回来 这不用问也知道 前胖子这是搭讪失败了 好在 众人也给前胖子留了面子 没有追问 而安非和余颖之 则是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窃窃私语 像是在说着什么 其实 他们的位置 就和苏云隔了几排 不过隔着其他客人 他们倒是没有看到苏云 大约过了五分钟 餐厅外面 又走进来了一群人 走在最前面的 是一个身材瘦弱的青年男子 叼着烟 留着长发 一边的耳朵上 还带着三四个银晃晃的耳环 姿态嚣张 有路过的客人 在他面前走过 动作慢了点 直接被一巴掌的甩开 原本还有些嘈杂的餐厅 立刻变得无比安静 就连餐厅的几个服务员 看到这一幕 也都不敢上前阻拦 一群人进来餐厅之后 静止就来到了 安非和余颖之这一桌 猛哥 你怎么来了 余颖之看到这为首的青年 脸色顿时一变 神情有些不太自然 草 你这个贱货 别脸不要脸是吧 我约你出去玩 你说没时间 现在怎么跑这来跑山泉了 要不是老子让人盯着你 岂不是被你这贱货耍了 猛哥骂骂咧咧 抱着粗口 安非喷的一声 拍桌起 喝道 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影之间你们公司的钱 都已经还清了 你还纠缠着影之干什么 担心我们报警 安非话音落下 猛哥和他身后的一群人 立刻都哈哈大笑起来 报警 那你倒是报啊 看我怕不怕 猛哥根本没将安非 这点威胁放在眼里 俞影之也悄悄拉扯了一下安非 不想让安非惹怒对方 猛哥一群人 都是财务借贷公司的 当初 俞影之母亲出了严重车祸 性命危急 在ICU病房就待了半个多月 每天的花费就两万多 半个多月待下来就得三十多万 之后又得安排几次手术 以及一些康复调养 前前后后花费五十多万 俞影之借便亲朋好友之后 还有欠缺 最后只能向财务借贷公司 借取了部分 这一届便借出了很大的麻烦 俞影之不仅要还高昂的利息 最重要的是 财务公司这个猛哥 经常性地要邀约他 弄得他不胜其烦 而前几天 他赚到了那笔巨额外快后 已经第一时间 偿还清了所有欠款 却没想到猛哥依旧骚扰他 猛哥 我欠贵公司的借款 连本贷利 已经全部还清了 你找我 还有什么事吗 俞影之怯生生地问道 还清了 真还清了吗 猛哥冷笑 确实还清了 根据借款协议 我从你那里借了五万块 为期一年 连本贷利 一共还了你十二万 俞影之说道 这利息 已经比本金都高了 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 不过之前俞影之 为了能尽快借到钱 也认了 哈哈 想什么好事呢 那份借款协议 是针对我女朋友 才有的优惠条件 你既然不答应做我女朋友 那利息就不是那么算了 至少要一百万才行 猛哥满脸细血地说道 一百万 听到猛哥这话 俞影之灯时脸色大变 安飞更是气愤道 一百万 你怎么不去抢 简直无法无天了 猛哥哈哈一笑 对于安飞和俞影之的愤怒 毫不在意 笑嘻嘻道 一百万只是现在的数目 要是今天还不上 明天可能就是两百万了 当然了 你们两个小妞愿意陪我 那钱不钱的就都好说 猛哥说着话 目光还不停地 在安飞曼妙的身子上流转 原本一个俞影之 就已经撩拨得他心仰难耐 他没想到俞影之还有一个这么漂亮的朋友 猛哥心中已经暗暗有了决定 一定要将安飞也一同弄上床 想一想奇人之福 见到猛哥在肆无忌惮地欺负两个美女 餐厅里不少男兵客 都是一份填膺 不过一看到猛哥身后跟着的七八个打手 大家便明智地没吭声 苏云眉头微微皱了皱 还没有等他有所反应 就听到砰的一声 钱胖子已经一拍桌子 站了起来 我说哥几个 欺负两个小姑娘 过分了吧 我劝你们 还是见好就收吧 钱胖子迈步而出 一脸严肃 但心里却差点乐开花 他对这两位笑话美女 心里自然是有些想法的 只是苦于没有机会去亲近熟悉 现在好不容易有个英雄救美的机会 他自然不会放过 不就是几个财务借贷公司的人员吗 吓唬吓唬小姑娘没问题 但想要唬住他 那还差了点 操 猛哥抱了一句粗口 盯着钱胖子 沉声道 死胖子 你又是谁 赶出来管老子闲事 钱胖子慢悠悠地走上前 先是冲着余影之和安妃笑了笑 这才看向猛哥等人 不急不缓道 我叫钱达 我爸是前世之一的钱名声 和市公安局的周大队 是好朋友 怎么样 哥几个 今天这是给我个面子 不要再难为他们了 猛哥等人闻言 先是一愣 随即爆发出哄堂大笑 钱胖子还有些纳闷 可没等他细想 猛哥已经一脚飞踹过来 钱胖子本就有些因为肥胖 反应有些迟缓 根本来不及闪避 就被直接一脚踹翻 草你妈 你这死胖子拽成这副样子 我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人物 搞了半天 只是家里认识一个市局的大队长而已 你要是请来了市里的州局 那我还给你几分薄面 你肯定打着一个大队长的旗号 也来压我 真当我是街面上的小混混 猛哥骂骂咧咧 踹翻了钱胖子后还不解气 顺手抄起桌上的一把水壶 直接砸到钱胖子身上 啊 钱胖子当时发出凄厉的惨叫 不仅被砸破了头 一张胖脸也被湖里的滚烫的热水 烫出水泡 痛得在地上打滚 钱答 许志军等人也慌忙跑了过来 咦 你们怎么能公然行凶上人 叶婷几个女子 都是被吓得花容失色 他们这些娇生惯养的富家子弟 哪里遇到过这种凶人 呦 今天我这是走了什么桃花院 怎么接二连三的 能碰到这么多美女 猛哥看到叶婷几人 眼睛又是一亮 那猥琐的目光 肆无忌惮地打量着叶婷 修长笔直的长腿和翘臀 他手下那群人也跟着起哄连连 猛哥 这么多美女 你怕是忙活不过来 分几个给兄弟们乐呵乐呵呗 有人嬉笑道 屁 老子我一敢迎枪挑八方 怎么会忙不过来 猛哥嚷嚷道 此话一出 当时又引起一阵更大的哄笑声 叶婷等人听得又羞又怒 他们从小到大 还真没被人这么当众羞辱过 许志军 你不是也在道上认识一些朋友吗 快打电话 叫他们过来帮忙啊 罗嘉仪忍不住喊道 许志军闻言 心中一阵苦笑 他确实认识一些道上的朋友 不过那都是酒肉朋友 想要让他们帮忙可以 就是花费不小 不过 眼下这种局面 他也没有其他好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 都拿出手机打电话 那猛哥见状 只是黑黑冷笑了一声 也没有阻止 电话之后接通 许志军便直接说道 牛哥 我在西郊的天井山庄游玩 和人起了点冲突 你方不方便过来 说和一下 是的 对方看样子 也是道上混的 许志军说了几句 随即走到那位猛哥面前 将手机的扬声器打开 说道 牛哥要和你说几句话 牛哥 哪里的牛哥 猛哥神情细虐 兄弟 你是混奶的 我是新北区的牛霸道 你是哪位 手机里 传了一个闷尘的男子声音 透着几分狠力 牛霸道 新北区那边 我只知道有个叫牛三的 牛霸道还真没听过 猛哥撇了撇嘴 许志军听得眉头一跳 牛三 那就是牛霸道的本名 不过后来 牛三混出了名堂之后 嫌弃牛三这个名字 不够档次 所以改了个名字 云州地面上 有胆子在喊牛三本名的 还真没多少了 你是 手机中 牛三的声音也变了 我是王莽 牛三 上个月我们才照过面 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 猛哥冷笑道 嘶 手机另一头 响起了一阵 呲牙咧嘴的声音 猛哥 这 这是误会 我不知道许志军 得罪的人是你 这件事 我肯定不插手 许志军一听 脸都白了 这牛哥当初认识的时候 牛气轰轰的夸口说 在云州地面上的麻烦 他都能帮忙解决 为此 许志军可没少花费 去结交对方 怎么现在说 不管就不管了呢 牛哥 牛哥 你别不管啊 许志军冲着手机喊道 志军啊 你这忙 我真帮不了 我的意思呢 最好你和你的朋友 立刻向猛哥赔礼道歉 他要是肯接受了 那就万事大吉 否则谁也帮不了你 看在我和你认识的份上 我多提醒你一句 猛哥的姐姐是王丽菲王姐 说完 那位牛哥就直接挂掉了电话 许志军呆立在原地 脸色一片煞白 就连原本还在痛嚎的前胖子 也没敢吱声了 王丽菲 听到这个名字 许志军先是冷了一下 但随即便脸色大变 怎么了 看来你的情人 似乎不太给力啊 要不要再找一找其他人 王猛满脸细血地盯着许志军 那神情就像是猫豆老鼠一样 许志军低着头 愣是没敢再应声 在云州地面 或许普通人没听过王丽菲的名字 但许志军却是知道的 因为这个女人身后 站着的是跺一跺脚 便能引发云州巨镇的地下大佬 曹坤 曹坤有好几个情妇 其中最受宠的是梅姐 替她打理着那些高端会所 维护客户人脉 而除了梅姐之外 便是王丽菲最受信任 替曹坤掌管着地下赌场 还有一些财务公司 随便一个电话 就能调动数以百计的人手 许志军虽然家境不错 可哪里敢去招惹这种狠角色 罗嘉宜和孙颖也乖巧地低下头 牙关发颤 他们都是出自云州本地的富裕家庭 自然是知道王丽菲的能量 闹出这种事 他们现在想掐死前胖子的心都有了 那么的 没事去搞什么英雄就没 这不将自己一会儿也给坑了吗 猛哥 刚才的事情就是一场误会 我那朋友太冲动了 有得罪之处 还请原谅 许志军咽了口唾沫 不得不主动向王猛道歉 说完他冲着罗嘉宜几人 使了个眼色 罗嘉宜立刻反应过来 脸上陪笑道 猛哥 我们是真不知道你的身份 否则我们再怎么胆大 也不敢得罪你啊 你大人有大量 就饶过我们这回吧 孙颖见状 也立刻拉着叶婷 说起软话 猛哥 我错了 刚才是我嘴贱 前胖子哭丧着脸 忍痛 狠狠给了自己几个嘴巴子 他心里这个苦啊 英雄救美没有救成 反而还被收拾了一通 英俊的面庞都破相了 王猛看到许志军几人这么快 就认怂服软 觉得有些没意思 他呸的一声 涂掉了嘴上叼着的烟头 冷笑道 让我原谅你们 这空口白牙地 也没什么诚意吧 许志军愣了一下 小心翼翼地问道 猛哥 你的意思是 敬酒赔罪懂不懂 王猛冷笑一声 冲着身旁一个打手 使了个眼色 后者立刻会议 小跑到餐厅的柜台 提了几瓶白酒过来 女士优先 你们三个美女 先过来陪猛哥喝一杯吧 王猛笑呵呵地看向夜庭 罗嘉仪和孙颖 那打手 则是麻利地 打开一瓶白酒 到了 满满当当地到了三杯 夜庭三人 看得翘脸发白 他们虽然也会喝酒 但喝得 大多也是红酒 果酒之类的 像这种高度数的烧口白酒 根本就不会喝 夜庭不由后退了几步 连连摇头 罗嘉仪和孙颖 也是看得发出 猛哥 能不能换成其他酒 罗嘉仪苦着脸羊求道 你说呢 王猛一脸冷笑地反问道 罗嘉仪一瞧 愣是没敢在吭声 你够了吧 这件事和其他人无关 有本事你冲我来好了 这时 于影之突然大声叫道 他性子外柔内刚 虽然也畏惧王猛的凶威 但却不愿意牵连其他人 王猛贴了一眼于影之 应笑道 小丫头还挺有个性 不过 你也不用着急 等处理了这几个家伙的事情 老子有的是时间 将你调教的服服贴贴 让你乖乖地喊爸爸 哈哈 王猛手下的几个打手 又是一阵大笑 娇躯发颤 他还想再说什么 却是被安非一把拉住 这时 王猛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他瞪了一眼 叶婷三女冷声道 你们几个磨蹭什么 要是没有道歉的诚意 那就不要勉强了 别 罗嘉仪连忙开口道 猛哥 我们喝就是了 叶婷和孙颖见状 也只能强撑着拿起酒杯 他们都已经看出王猛 已经没什么耐心了 真要等对方发作 自己这边还得再苦吃苦头 要是像前胖子一样 被热水浇得满头满脸 烫出血泡来 他们的哭死 所以三人都只能硬着头皮喝 然而只喝了一口 他们就感觉到嘴巴喉咙 都是火辣辣的 犹如烈火涌入 穿胸入腹 那种强烈的刺激 让他们难受无比 叶婷还被枪到 几身干渴之后 难受的眼泪鼻涕俱下 看到几个美女的狼狈模样 王猛一群人反而越觉得兴奋 一个个都是轰然大笑 许志军看到这一幕 也不敢阻止 脸上强击出一丝笑容 说道 猛哥 我也给你敬一杯 说着 他就要倒酒 人家小姑娘敬一杯 你一个大男人 难道也只一杯 王猛嘲讽道 猛哥 你的意思是 对瓶吹吧 吹完一瓶 那我也就不计较了 王猛淡淡说道 许志军闻言 面旁不由狠狠一抽 不过他还没有说什么 王猛又已经开口道 还有那胖子 刚才拽得很 就吹个三瓶吧 前胖子听到这话 差点没蹦起来 猛哥 饶了我 吹三瓶白的 会搞出人命的 王猛根本没有搭理前胖子 随意的一挥手 立刻就有几个打手 抓住前胖子 就开始朝他嘴里猛灌 许志军一瞧 哪里还敢废话 马上也拿起一瓶 咕噜咕噜的喝了起来 等他干掉一瓶 整个人已经变得晕乎乎的 而前胖子那边 则是已经被灌得干藕连连 浑身抽搐 几乎都失去意识了 王猛的几个手下 也只能作罢 好了 就这样吧 今天老子高兴 不跟你们计较了 王猛大度地摆了摆手 等会儿 他还要带于影之和安妃 去好好耍一耍 倒是没兴趣 再和许志军一群人纠缠 把这两个小妞带走 王猛吩咐一声 几个打手 就朝着于影之和安妃围了过来 两人都是满脸的绝望 将求助的目光看向四周 而餐厅的客人 立刻纷纷躲开他们的目光 如臂蛇蟹 毕竟前胖子等人的前车之箭 就在眼前 他们可不想也被王猛整治 在餐厅边角的位置 一个看着有几分熟悉的年轻男子 正慢条斯里的喝着茶 很巧啊 过来喝茶 苏云冲着他们招了招手 整个餐厅瞬间变得安静无比 所有人都像是看疯子一样 看向苏云 苏哥 于影之和安妃看到苏云 也是愣了一下 虽然他们只和苏云打过一次交道 但对苏云的印象 却是无比的深刻 他们知道苏云的身份可能很不一般 不过在见过 王猛刚才一系列嚣张凶残的举动后 却是不想将苏云牵连进来 所以他们并没有向苏云走去 安妃更是一个劲地冲苏云摇头 草 今天不怕死的蠢货还真多 王猛骂了一句 目光凶狠地冲着苏云的方向扫射过去 他本来以为 刚才整治过前胖子这些人后 已经不会有人赶在出头了 可没想到 立刻就又冒出一个不知死活的家伙 小子 你刚才没听到我说要带他们走吗 还敢让他们过去跟你喝茶 你这是不给我王猛面子 王猛宁笑起来 笑容有些甚人 苏云眼皮一抬 不屑道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给你面子 滚 此话一出 场内众人都是身子一颤 完了 这下事情说不了场了 徐志军几人惊诧无比地看着苏云 都觉得苏云这是疯了 这种时候还去羞辱挑衅王猛 那不是找死吗 要知道 他们几个家里 在云州也算是富裕人家 有些社会地位 尚且不敢去招惹王猛 苏云凭什么 那可是王猛 真要论起来 都算得上是地下大佬曹坤的小舅子 这样的人 又岂是随便可以招惹的 王猛的脸色一点点阴沉了下去 冲着身旁的几个打手看看 阴测测道 看来 今天是真有必要见一见血了 否则 人家还真以为我们几个是闹着玩了的 过去两个人 先把这小子的两只手给老子谢了 是 猛哥 当即 就有两个壮汉越重而出 他们从衣服中掏出了两柄 包着皮套的短刀 冲着苏云狂奔过去 行动果掘 动作利落 一看就是经常打架斗殴的老手 其中一人直扑苏云 想要进行控制 另一人则是握住短刀 做出切斩之事 这一幕 吓得一些胆小的女子 灯是惊叫连连 不要 余颖之和安妃早就吓得花容失色 根本不敢再睁眼去看 就这种垃圾 也敢在我面前动手 苏云看都不看 随意抬手一拍 大家完全都没看清她的动作 只听两声闷沉的声响 那两个壮汉就像破麻袋一样 被打飞了回来 沿途一连撞翻好几张桌子 阿豹 阿强 王猛叫了两声 却没有得到反应 直到这时 他才发现自己这两个手下 已经昏死过去了 你 王猛眼中闪过一丝惊恶 阿豹和阿强 可是他手底下 伸手最好的两个了 打起架 来凶悍得一塌糊涂 可他没想到 苏云连站都没站起来 就将他的左膀右臂 给干趴下了 上 都给我上 王猛惊怒的吼道 他那群手下文言 立刻都掏出家伙 冲了过去 可下一刻 他们便又都以更快的速度 倒飞了回来 一个个横七竖八的 瘫倒在地上 整个餐厅内 顿时变得一片寂静 看着眼前这一切 所有人都觉得难以置信 于影之和安妃 都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模样 他们完全没想到苏云 竟然这么厉害 叶婷 你这个同乡是什么情况 怎么有这么厉害的伸手 比我曾经认识的一个 专业散打队的都要厉害 罗嘉仪碰了一下叶婷的手臂 小声地询问着 苏云表露的这一手 让他有些吃惊了 他会不会和吕二少一样 是修炼了舞蹈的高手 孙莹也忍不住嘀咕 我 我也不知道 叶婷神情复杂 在他记忆里 苏云明明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高中三年 他也不是没和别人打过架 好几次都鼻青眼肿的 可现在 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厉害了 许志军听到 叶婷三人在谈论苏云 心里有些不舒服 陈生说道 身手厉害又怎么样 有些人不是他可以招惹的 王猛的姐姐 可是云州大佬曹坤的女人 你们觉得 他比起曹坤来如何 罗嘉仪和孙颖立刻惊声不语 曹坤的兄弟 他们自然是知道的 那是不可招惹的存在 在云州 但凡得罪过他的 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曾经 便有一位外来的富商 仗着资金充足 而且还和云州 常务副市长有交情 便和曹坤叫板 进行一系列商业上的竞争 结果不到半个月 那名富商的尸体 就出现在了郊区 某条臭水沟里面 市里那位副市长暴怒 一开始放话要彻查 结果最后 这件事还是不了了之了 在他们几个说话这回功夫 苏云已经慢悠悠地 走到了王猛的身前 你 你想干什么 王猛看着瘫倒一地的手下 心里也有几分慌张 刚才听说 今天要见一见血 我当然是过来满足你要求的 苏云轻笑一声 忽然探手一捉 王猛都没有反应过来 一条手臂 就已经被苏云抓住 你敢 王猛色力内忍地呵斥 可话都没说完 就已转为了七粒惨叫 整条手臂 竟被苏云扭成麻花状 手骨不知道断成了多少块 关节处 更是还有白森森的断骨 刺破皮肉 露在外面 啊 王猛发出歇斯底里的惨嚎 手臂上传来的剧烈痛苦 让他几乎痛得昏死过去 在自己姐姐靠上了曹坤的关系后 他在云州地界 一直都是呼风唤雨 为所欲为的 何曾有过这种遭遇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我姐姐不会放过你的 我姐夫也不会放过你的 王猛立声咆哮 那凶利愤恨的声音 听得餐厅内的其他人 都是脸色狂变 许志军几人 也是看得脸色发白 那点酒意都被吓没了 他们没想到苏云 竟然这么凶狠 直接费了王猛一条手臂 这已然是 惹出了滔天的祸事了 许志军压低声音 急忙冲着叶婷提醒道 叶婷 你和苏云认识的事情 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否则必会受到牵连的 这家伙 根本就是在找死啊 叶婷俏脸苍白 似乎还没有从惊吓中回过神来 听到许志军的话 连连点头 刚才在苏云那里自讨了没去后 他本也没打算和苏云再有什么联系 他 会是死吗 叶婷犹豫了一下 还初问了一句 许志军文言苦笑 就算不死 也好不到哪里去的 在许志军看来 就凭苏云今天的所作所为 那必是死定了 王猛的姐姐 可是大老曹坤的女人 现在王猛被人废了一只手 曹坤就算为了彰显自己的威严 也肯定要弄死苏云的 许志军暗自摇了摇头 有些庆幸 幸好他们跟苏云没什么关系 否则沾染上这种祸事 很容易被连累 另一边 王猛依旧惨毫不止 还不时地痛骂苏云 你死定了 我姐夫是曹坤 你敢废掉我一只手 他不会放过你的 苏云听得眉头微微一皱 但随即便冷笑起来 曹坤 苏云嘴角浮现一抹技巧 他在我面前 那就是一条走狗 你拿他来压我 此话一出 整个餐厅内的气氛 都是凝固了 许志军感觉自己头皮 都快炸开了 罗家仪和孙颖 也是被这狂妄之言 吓得面无人色 这家伙是真疯了 当然 可能也不是发疯 而是这个来自某个小县城的家伙 出来云州 根本还不知道曹坤这个名字代表的意义 所以才能说出 这种放肆的言语 你 你怎么敢 王猛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盯着苏云 不过苏云根本懒得在与他废话 伸手再一扭一抓 咔嚓 王猛另外一条手臂 也被扭得寸寸断裂 苏云这才随意一脚 将其踢飞出去 刚才王猛要让人卸掉他两只手 那他便以笔之道环石笔身 废掉其两只手 啊 王猛的惨叫声越发凄厉 他双手皆废 痛苦地打滚 真恨不得能够立刻昏死过去 可偏偏 此刻他意识却无比清醒 那剧烈的痛苦 让他痛不欲生 登登登 这时 一大群穿着安保制服的大汉 急冲冲地闯进了餐厅内 为首的是一个满脸横肉 理着寸头的精壮男子 这些人都是天井山庄保安队的队员 刚才 在王猛一开始闹事的时候 他们其实就已经被通知到 赶了过来 不过还没有等进入餐厅 就接到餐厅内服务员 通过对讲机传来的内容 得知闹事的人是曹昆的小舅子 这些保安 很明智地就返回了 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在道上混过的 自然是知道曹昆的威名 有曹昆坐后台 王猛别说是在这闹事打人了 就算在这杀人 他们也不敢管 可就在他们刚折返回去 对讲机上又传来了最新的消息 王猛被人打了 而且手被废了 于是 这群保安又立刻火速赶来 看到餐厅内的惨烈情况 为首的寸头男 当即脸都下白了 他以前去王丽华的赌场玩的时候 见过王猛 只不过 当时对方嚣张霸道 不可一世 可现在 却像是只狗一样 摊在地上哀嚎 完了 寸头男心里暗暗叫苦 在自己的地头出现这种事情 要是处理不好 那绝对会被牵连的 谁干的 是谁干的 寸头男像是一只红了眼的公牛 抽出身上挂着的一根电击棒 目光四处扫尸 我 苏云扬了扬手 好啊 有人敢承认就好 敢在我们天井山庄闹市打人 胆子还真够肥的 寸头男撸起袖子 提着电击棒 就准备上前 苏云电晕再说 吴主管 先别动手 这时 餐厅里一个服务员领班 连忙冲了出来 拦住寸头男 低声说了几句 什么 就他一个 几秒钟干趴下所有人 寸头男听完之后 脸上神色一下子变得无比精彩 手中拿着电击棒 上也不是 退也不是 他本来还以为自己一队安保人员 已经可以控制局面了 现在看来 还是想多了 寸头男看着苏云 放缓了语气 说道 兄弟 我不管你是谁 今天在这里闹出了这种事 我可不能让你就这么走 你也别让我们为难 说着 他冲着身旁的一众保安示意了一下 顿时间 十几个保安就排成人墙 将餐厅大门重重堵住 一个个抽出电击棒 按压之下 滋滋地冒着电火花 苏云视若无睹 淡淡道 放心 我还要等人 没准备现在就走 对了 听说你们山庄餐厅的养生套餐不错 先给我上一份吧 话一说完 周围的人都有些梦了 都这时候了 你还有心思吃饭呢 几个餐厅的服务员 不由看向了领班 领班又看向了寸头男 寸头男面皮抽出了一下 点了点头 给他上 只要不跑掉就行 你们两个人 要不要一起吃点 苏云大咧咧地冲着 余影之和安非问道 余影之和安非文言 简直欲哭无泪 这种时候 他们哪还有吃饭的心情 苏哥 今天这事 余影之神情纠结 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放心吧 这事就交给我好了 再怎么说 我们也算有过一面之缘 今天既然遇上了 那就顺手帮你们一把 苏云淡淡一笑 那笑容 仿佛有种特殊的感染力 余影之和安非惶恐的内心 都莫名地安定了下来 跟着苏云一同落座 不远处 夜亭神情则有些难看 之前 苏云面对他时 态度冷冷淡淡 可面对余影之和安非 却是言笑艳艳 这让他心里有些不太舒服 虽然他对苏云 并没有什么想法 但心里就是 接受不了这种落差 蒙哥 你先忍一忍 我已经通知医生过来了 大概能治好你的双手 寸头男此时已经凑到王猛身前 看到王猛那两条扭曲的 不成龟子的手臂 也是心头打鼓 别废话了 王猛气得想骂娘 吼道 打电话 拿我手机 打给我姐姐 让她带人过来 哦 寸头男慌忙在王猛身上 一通摸索 从其裤子口袋中 掏出了一个手机 从中找出了王立飞的马号 打了过去 电话接通后 寸头男立刻就将这里的情况 简要地说了一遍 餐厅内 那些用餐的客人 这里搞不好还会弄出人命 他们可不敢再留下看热闹 我还有点急事 能不能让我先离开 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 像小学生一样举起手 弱弱地开口道 寸头男眉头一皱 沉吟了一下 便道 无关人等都可以先离开 待会这里会发生流血事件 真要弄出人命 也不适合让外人目击 赌门的一群保安 让开了一条通道 餐厅内众人 都是如蒙大赦 争先恐后地离开 许致军几人也准备离开 不过这时 那餐厅的服务员领班 又在寸头男耳边 低语了几句 寸头男脸色一沉 立刻指着许致军几人 喝道 你们也不能走 许致军愣了愣 不解道 为什么 刚才 我们虽然和猛哥有点小冲突 但都已经说开了 猛哥也原谅了我们 寸头男摇头道 不是那件事 你们是不是和伤害 猛哥的那家伙也认识 刚刚大家都看到你们中 有人和他交谈说话 寸头男一边说着话 目光已经盯上了夜庭 此话一出 许致军几人都是脸色一变 该死 竟然真的被那混蛋给连累了 不 我们和他根本不熟的 许致军连忙开口解释 这种时候 要是和苏云扯上关系 那是真能要人命的 没错 我们和那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们千万不要约往我们 罗嘉宜和孙颖也纷纷开口 叶廷没敢吱声 更不敢承认自己和苏云熟实 现在 必须要撇清关系 寸头男冷笑一声 说道 你们跟我解释没用 等一下 等郑主来了 再好好解释解释吧 说完 他一摆手 那十几个保安立刻又将门口重重拦住 许致军几人看得无比绝望 王猛被弄得这么惨 等一下王立飞来了 暴怒之下 怎么可能听得进去他们的解释 苏云 都是因为你 为什么要害我们 罗嘉宜看向苏云 眼神怨恨 他一直来都看不起苏云 觉得苏云是穷乡僻壤出来的乡巴佬 和自己这些人根本就是两个圈子的 哪怕是先前苏云显露出了惊人的身手 让他有些吃惊 但他依旧对苏云心存轻视 此时 因为苏云的缘故 被殃及驰鱼 他把不满都一股哪的发泄出来 苏云闻言 扫了罗嘉宜一眼 没有搭理 一个屈炎附势 只敬罗依不进人的势力纯女人罢了 苏云 你说句话 刚才的事情 真的和我们没关系 你能不能和他们说清楚 这时 叶婷宇带哀求地说道 此时 他心里对苏云也是起了埋怨之意 原本和你不相干的事情 你非要去插一手 现在好了 搞得无法收拾了 苏云眉头微微一皱 深深地看了一眼叶婷 便移开了目光 谈不上失望 只觉得有些无趣了 这是自己年少懵懂时 倾慕过的女子 如今再看 只觉得可笑而已 放宽心吧 今天这事 连累不到你们 我可以保证 你们今天能够平平安地离开 苏云神情冷淡地开口 你 叶婷看着苏云那淡漠疏离的眼神 呆立原地 半想无言 这时 他忽然觉得眼前的苏云 陌生 保证 你都自身难保了 还拿什么保证 叶婷身旁的罗家仪 不满地冷哼道 都别废话了 现在还是想想 怎么解决这件事吧 许志军有些焦躁 掏出手机 开始向家里的副长辈求援 不过他心里也清楚 自己父亲虽然在云州 也算是小有地位 但和曹坤之间 根本不在同一层次 想要和曹坤说上话 估计都不够分 罗家仪和孙颖这边 比起许志军还要差点 他们压根不计 希望自己家里 而是开始联络 以往认识的一些二代朋友 各种官二代 富二代 只要以往交际认识的 他们都硬着头皮 去请教一下 结果电话打出去了 十几个 可对方一听 事情涉及到曹坤 便都纷纷表示无能为力 有的甚至 直接拉黑了他们 罗家仪有些绝望 忽然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冲许志军 问道 志军 你和吕二少的关系 不是还可以吗 能不能请他出面 帮一下忙 许志军一听 顿时苦笑着摇头 吕氏集团 是天南省餐饮界的龙头企业 影响力巨大 自然是不惧曹坤的 可是不惧怕 并不代表着 愿意愿意平白无故地 去招惹上曹坤这种黑道大佬 最关键的是 吕氏集团栽培的接班人 那是吕家大少 吕二少的影响力 终究还是差了些 就算肯出面 曹坤也未必给面子 许志军比罗家仪他们 还是要懂人情事故的 所以 他根本就没想 请托到吕飞扬那边 另一边 于影之和安妃 陪坐在苏云两侧 有些心神不宁 餐厅的养生套餐 已经端上来了 可他们却吃不下去 听着许志军几人 在不断地打电话求援 他们一颗心 也再次提了起来 苏哥 那个王猛的姐夫 好像真是了不得的大人物 你真的能应付得过来 于影之战战兢兢地问道 苏云笑了笑 啊 是不是大人 这我就不好说了 毕竟每个人认知的标准不同 曹坤 对普通人来说 那自然是不可招惹的大人物 可在齐家面前 便不值一提了 而在他苏云眼里 那就是一只 可以轻易捏死的蝼蚁 时间一点点过去 餐厅内 大家都觉得一分一秒 都无比煎熬 唯有苏云淡定自若 不慌不忙地 吃着养生套餐 许志军几人 看得眼睛都快喷出火来了 装 你就继续装吧 等一下 有你哭的时候 真以为 你要对付的是 你们小县城的地痞混混吗 大约过了半小时 一直由十几辆车组成车队 浩浩荡荡地抵达天井山庄 每一辆车上 都走下来几个穿着黑衣的男子 身上接鞋戴着明晃晃的刀具 在最中间的一辆豪华轿车中 则是走下了一个 身穿黑色旗袍的冷艳美女 身材修长 贴身的旗袍 将其柔美的身躯 勾勒得更加曲线起伏 这是天生的游物 让人看上一眼 都要血脉喷胀 可四周那数十个黑衣男子 却是目不斜视 恭恭敬敬地低下头 不敢有任何的窥视之举 进去 冷艳女子淡淡地吐出了两个字 养生餐厅内 许志军几人 焦急不安地踱步 就在这时 外面传来了一阵喧哗之声 只见守在门口的 那群山庄保安 猛地往两边 齐齐地退避开来 然后他们就看到了 数十个黑衣男子 手持戾气 簇拥着一个冷艳美女 走了进来 气势必然 犹如一片黑云 压迫而至 看到这种阵仗 许志军几个富家子弟 都是一阵脚软 就连寸头男这些保安 也是头发发麻 姐 你终于来了 王猛看到为首的女子 灯是欣喜大叫起来 王丽妃见到自己弟弟的 凄惨模样 眼神突然一冷 谁干的 王猛连忙扬着下巴 示意苏云的方向 咬牙道 就是那个家伙 我知道了 今天不管是谁 王丽妃冷冷地 冲着苏云那边看去 然而下一刻 他娇居猛的一阵 在看清苏云的样子后 他整个人都愣住了 你 你是 苏先生 王丽妃眼中的寒冷和高傲 瞬间被浓浓的恐惧取代 整个身子都在微微发颤 咦 你认识我 苏云饶有意味地 看着面前这女人 王丽妃快步走到苏云面前 拱着身子 神情敬畏之中 还带着浓浓的恐惧 听到苏云的问话 王丽妃颤颤微微地回道 认 认识 我听昆爷提起过您 他以前虽没有见过苏云 但却是在曹坤那里 见过苏云的画像 曹坤专门请了一位绘画大师 描绘了一幅苏云的画像 挂在供桌之上 早晚都要敬拜 宛若供奉神灵 王丽妃起初还理解不了 还怀疑曹坤是不是中邪了 后来 他才打听到曹坤敬拜的那画中之人 确实是如神明一般恐怖 刀枪不入 子弹难伤 杀人如草剑 可虚空欲剑 杀人无形 这是真正的神仙中人 曹坤在他们这几个亲近人面前 更是以对方的门下走狗而自喜 面对这样的人物 王丽妃如何能不拒 要是被曹坤得知了 自己得罪苏云 恐怕第一个就会弄死他 此时此刻 整个餐厅的气氛 变得死寂一片 大家看到王丽妃唯唯诺诺 卑躬屈膝 站在苏云面前 都觉得很难以置信 这 这怎么会 许志军几人瞠目结舌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苏云 苏云不是小县城里出来的香巴佬吗 为什么能让王丽妃如此忌惮 他们想不通 寸头男那一群保安 脸色发白 手里的电机棒也拿不稳了 他们不清楚苏云的身份 但看王丽妃这姿态 也知道对方绝对是难以想象的大人物 和苏云同坐一桌的余影之安妃 惊讶的张大嘴巴 美眸直直地盯着苏云 苏云没有众人的震惊 只是淡淡冲着王丽妃发问 曹坤怎么没有过来 王丽妃身子一震 产生道 坤爷还不知道这件事 我也没想到小猛 他竟然会冒犯苏先生你 今天这件事 你看要怎么处理 他说到最后 声音已然是带上了几分哀求 王猛是他唯一的亲弟弟 如果有一点可能 他都还想保一保的 姐 是我被他打了 两只手都快废了 你还要问他怎么处理 他就算认识姐夫又怎么样 把他给我弄死 你姐夫对你的宠爱 也不会怪你啊 王猛突然癫狂地大叫起来 原本 他还想着自己姐姐带人过来 第一时间就会弄死苏云 给自己报仇解恨 可没成想 王丽妃非但没让人对付苏云 反而对他恭敬有加 这让他接受不了 他咬牙忍痛坚持到现在 就是想要亲眼看着报复苏云的 你闭嘴 王丽妃立声呵斥了一句 恨不得现在一巴掌 将王猛拍昏过去 他已经有些后悔 自己平日里对王猛太放纵了 才造成了他如今这种 恍旺自大的性子 有些人 真的是他惹不得的 这种事情 我懒得过问 你自己看着处理吧 现在 我不想在这继续看到他 影响我用餐的心情 苏云有些不耐地说道 王丽妃一听这话 美眸中闪过一抹绝望 急要贪婪在地上 完了 他刚才之所以请示苏云 就是想从苏云嘴里 听到一个处罚的措施 只要他处罚中 没指明要取王猛的性命 他都能想想办法保王猛一条命 可苏云现在让他自己看着处理 看似将主动权还给了他 反而让事情难办了 王丽妃知道 自己弟弟死定了 他要是敢轻描淡写放过王猛 那曹坤一旦知晓 恐怕会送他们姐弟一同上路 我明白了 苏先生 今天这件事 我会处理好的 王丽妃冷艳俏丽的面庞上 浮现一丝凄凉 冲着随行的那些黑衣男子吩咐道 把小猛带走吧 王猛似乎还搞不清状况 拼命地挣扎着 喊道 姐 我不走 除非你把那人给弄死 否则你就算把我送医院 我也拒绝治疗 王丽妃痛苦地闭上眼睛 一挥手道 把他带走 几个黑衣男子 立刻强行架起王猛 急速离开 不仅是王猛 就连王猛那几个倒在地上手下 也被拖死狗一样 拖走 等做完这一切 王丽妃又向苏云攻身行了一礼 才一言不发地带人离开 一直等到他们走远了 餐厅内剩下的人 依旧还处于无声的沉默中 寸头男一众保安队的人员 战战兢兢 一个个都苦着脸 特别是为首的寸头男 更是如丧考彼 刚才他们虽然没有对苏云动手 但态度方面 可谈不上友善 也不知道会不会追究自己 寸头男磨磨蹭蹭 似乎想要上前道歉 但又有些畏惧 苏云也注意到 寸头男几人的举动 皱了皱眉 白手道 没什么事 就不要凑在这里了 影响我吃饭的性质 一众保安文言 心中大喜 连忙都告退离开 苏云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刚才听许志军他们说起 那王丽妃是云州黑道 大削曹昆的女人 为什么会这么怕你 叶婷鼓起勇气走了过来 他看向苏云的目光 无比的复杂 以前他不知道王丽妃 不知道曹昆 但现在知道了 那是足以让自己身边这些 出自富贵家庭的同伴 都谈之色变的人物 可这样的人 在苏云面前 却是卑躬屈膝 无比的谦卑 面前这人 真的是高中默默 喜欢了自己三年的 那个平凡少年吗 苏云看了叶婷一眼 皱眉 不语 他不想再和对方牵扯上什么关系了 叶婷见到苏云的冷淡态度 心中觉得很委屈 他红着眼眶问道 你既然有这样的能耐 刚才我被人逼着喝酒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肯出面帮我一下 苏云眉头皱得更紧了 之前他出手费了王猛 叶婷这些人 可都是急切地要划清界限 还抱怨他连累了他们 可现在 却又觉得 苏云应该早点出手对付王猛 解救他们 何等的可笑 苏云不再去看叶婷 只是冷笑道 我是什么身份 不要让我再看定你了 叶婷翘俏脸一白 感觉心被扎了一下 当即红着眼跑出了餐厅 许志军几人也没敢吭声 驾着还醉醺醺迷糊着的前胖子 逃死地离开餐厅 天井山庄弱大的养生餐厅 此刻就剩下了苏云这一桌客人 不远处 还有一些服务员恭敬的后者 等待着吩咐 于影之和安妃 都是神情怪异地盯着苏云 苏云挑眉一笑 道 怎么了 都盯着我做什么 没什么 只是觉得 你今天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 于影之一脸诚恳地说道 他是发自内心的感激苏云 今天若是没有苏云 他很难想象 自己被王猛那群人带走 会是什么后果 安妃忽然眨了眨眼睛 语气古怪道 是啊 这次人情欠大了 我看影之你也只有以身相许 才能报答了 于影之脸上刷的一下 浮现一层飞红 美好气地瞪了一眼自己闺蜜 轻横道 我看 是你自己想要以身报答吧 安妃哥哥一笑 非但没辩驳 反而笑容明媚 往苏云身旁凑了凑 半真半假地说道 是啊 我还真是这么想的 只要苏哥有这个心 那我非常愿意 影之 你要不要一起 于影之文言 立刻清脆了一口 这死妮子 胆子太大了 哪怕知道这是玩笑话 于影之也没脸皮去应声 苏云面带笑意地听着 也没当真 这次帮忙 本就是顺手为之的事情 倒是没想着要怎么样 看到苏云没接查 安妃微微嘟起了红唇 心里有些不服气 难道是自己的魅力不够大吗 他明眸微转 忽然说道 苏哥 你来天井山庄 也是来泡这里的山泉玉吗 等一下 要不要我们三个一起 苏云文言 都是冷了一下 泡山泉 我们一起 安妃轻轻眨了一下眼 带着几分挑逗 是啊 天井山庄这边 听说社里有很多私密的山泉池 专门提供给家人 情侣之间使用 绝对没人打扰 他说这话 自己面颊也浮现了一丝羞红 于尹之更是已经面庞发烫 死命地在桌下 要去踩安妃的脚 要死了 这丫头都没和自己商量一下 竟然就和苏云 发出这种邀请 苏云要是答应了 该怎么办 于尹之心脏急剧地跳动 眼角余光偷瞄着苏云 既害怕苏云答应下来 但却又隐隐地有些期待 竟显得异常矛盾 安妃就更不用说了 此时壮着胆子 目光直直地看着苏云 呵呵 苏云摇头失笑 他什么阵仗没见过 眼前这点 只是小场面罢了 他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挑起安妃雪白的下巴 嘴角擒着一抹笑意 你这是在玩火 招惹上我 对你们未必是什么好事 说着话 苏云一点点凑近过去 灼热的气息 打在了安妃的脸上 安妃心头一颤 但却没躲 反而针锋相对地 迎着苏云的目光 师父 你还好吗 这时 一个银铃般清脆的声音 从外传来 阮子风急匆匆地 跑进餐厅里面 神情还有几分急切 不过等他冲进餐厅 看到苏云左右美女环绕的场景 他当时愣住了 师父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阮子风吐了吐小舌头 很自觉地就要退出餐厅 回来 苏云一脸的无奈 将阮子风换了过来 说道 你这边的事情都交代好了 阮子风点了点头 说道 红衣那边 我都已经说清楚了 就是刚才听说餐厅这边 好像闹出了什么事 我担心你 所以就跑过来看看 他说着话 一边看偷偷抬眼 打量着余影之和安妃 心中暗暗嘀咕着 这两个姐姐倒是真漂亮 早知道 师父你在这里和美女 谈情说爱 我就不着急过来了 现在 打扰了师父的好事 阮子风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 苏哥 这小妹妹是 安妃神情疑惑地看向苏云 刚才 他似乎听到对方 称呼苏云为师父 他是我收的弟子 阮子风 苏云简单介绍了一句 阮子风一脸乖巧 主动打了招呼 随即又问道 两位姐姐 你们都是我的师娘吗 苏云抬手 就在阮子风额头上敲了一下 没好气道 别瞎说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阮子风揉着脑袋 一脸的委屈 我瞎说 刚才你姿态轻浮地 挑着一个美女姐姐的下巴 凑得那么近 都快亲上去了 我都看见了 哪里瞎说了 安妃哥哥一笑 帮着一起轻揉着 阮子风的额头 笑道 子风妹妹 你确实误会了 我叫安妃 那位姐姐叫余影之 和你师父只是普通的 朋友 在说朋友二字时 她明显有些底气不足 好在 苏云并没有反驳 令她稍稍松了口气 子风 你好啊 余影之也一眼 就喜欢上了这小丫头 同样凑了过来 阮子风身具先天灵体 得天地之灵秀 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 哪怕是初见 也能让人觉得亲切 三人聊了几句后 苏云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曹昆打来的电话 一接通便连忙开口赔罪 显然 这山庄餐厅内发生的事情 王丽菲已经向她禀报过了 曹昆这是又来请罪了 吴光 这件事跟你没什么关系 我不会怪罪 苏云简单地回应了几句 便挂断了电话 好了 子风 既然这件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我们也该走了 苏云说道 哦 阮子风应了一声 便和余影之安非告别 子风 你给我留一个你的号码 方便以后联系 安非说道 好啊 阮子风意味深长的一笑 将自己的号码抱了过去 等到苏云带着阮子风离去 余影之邪眼瞪了一下安非 闷声道 某人不是要向苏哥以身相报 自见诊席吗 怎么不去问苏哥 留个联系方式 安非也不甘示弱 说道 那你呢 苏哥帮你解决了这么大一桩麻烦 你就不想着报答报答 连个号码都没有 余影之颓然道 就算要了号码 我也不敢去联系 我们和她 是两个世界的人 安非文言 情绪不由低落下来 其实 她也想要苏云的号码 不过她不敢开口 生怕自己问苏云要联系方式 自己和余影之都注定和对方 不属于一个阶层的 苏云表现得越神秘 越非凡 便越让她觉得自卑 她想着 与其去索要联系方式悖剧 还不如干脆就不问了 反倒在内心保留一丝希望 而且现在有了阮子峰的号码 以后可以多多联系 也能侧面多了解一下苏云 苏云和阮子峰 从天井山庄离开后 先是折返接了阮子峰爷爷 然后才回到临风山的别墅 子峰 以后你和你爷爷就住在这里了 苏云将两人带到了自己的三号别墅 好漂亮 阮子峰一看到别墅前的大花园 就眼睛一亮 里面栽种的各种花卉植株 美轮美奂 让她感觉异常舒服 这里的绿植 被苏云修剪之后 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领域 阮子峰对此感应尤为明显 这算不了什么 这里真正的珍贵的 布置在此地的聚林镇 苏云说话间伸手一拍 一股无形掌力 飞落到别墅西北侧的一处位置 掌力压下 仿佛按压到了下面什么东西 哄 整个聚林镇再次恢复了运转 四周一股股天地灵气 蜂拥而至 全部汇聚过来 这一下 别说是阮子峰了 就连阮老都感觉到了异样 灵气 如此浓郁的灵气 阮老震撼无比地看着苏云 今生叫道 苏先生 已经能布置出如此逆天的阵法 聚纳天地四方之灵气 这 这简直 阮老心中的震惊 完全已经难用语言表述了 他年轻时 跟随那位双腿残废的道人师傅 学过不少东西 知道天地间存在着灵源之气 只不过普通人根本感应不到 因为灵气太稀薄了 可现在 苏云聚拢的灵气非常浓郁 他真感受到了 甚至 他还能察觉到 那一丝丝的灵气 不断地在浸润滋养着自己 腐朽衰老的躯体 身处此地 就犹如泡在了营养液中一般 这实在太惊人了 一个不入流的聚林镇而已 没你说得这么夸张 苏云哑然失笑 在他看来 这里布置的聚林镇 确实很一般 真要是厉害的聚林镇 一布置下来 可以瞬间 就吸干一整颗星球的灵能 当然了 那种层次的聚林镇 苏云受限如今的修为实力 也暂时没能力去布置 而且也缺少布阵的器物 毕竟 要布置那种逆天聚林镇 可不是凭借一些玉石就能做到 阮老不知道苏云的情况 所以在听到苏云的回复后 觉得苏云口气有些大了 哪怕是宗师 也不能这么吹牛啊 苏先生 你太谦虚了 如此惊世奇震 怎么可能不入流 实不相瞒 老朽西年 曾经到挖过不少古墓 其中不乏达官显贵 甚至还有一些诸侯墓 里面 有些大墓也不止有风水密阵 具有调和阴阳 牵引灵气之效 不过和苏先生这阵法相比 却是差了何止十万八千里 阮老感慨道 苏云淡淡一笑 也不解释什么 燕却不知天地之大 阮老爷子虽然阅历不俗 但终究还是凡俗之辈 眼光受到了限制 在聚灵阵重新启动后 没一会后 山林间便有稀稀疏疏的声音传来 又有一些小动物 顺着灵气流通的方向 冲着苏云的别墅汇聚过来 苏云无奈 只能不断散发出自己的武道意志 强行震慑驱赶掉这些凡人的小东西 好在 这聚灵阵是他结合地势 精心布置的 花园的花卉植株 虽然也在灵气的滋养下 但却受到了限制 不会出现之前那种草木蜂长的情况 不然的话 烦心事还会更多 下午 苏云带着阮子峰挑选了房间 熟悉了一下环境后 就开始对阮子峰进行教学环节了 不过 他并没有马上传阮子峰修炼之法 而是细细地跟他讲述了一些修炼方面的事情 不局限五道炼体 还涉及了更高层次的内容 五道炼体九重境界 只是修炼的基础 是对自我肉身的提升和淬炼的过程 每一次的突破 都是一次身体的升华和蜕变 突破炼体九重之后 便是吸纳天地灵气入体 不断冲刷洗礼肉身 直至无瑕无垢 凝练成先天灵体 便称之为先天之境 子峰 你是天生的先天灵体 与生俱来 便已经有了别人苦苦追求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 不过 你以前并没有学习过修炼之道 所以 先天灵体还处在尘峰的状态 接下去 我会教你 一步步开启你体内的先天密藏 让你以最快的速度 成为真正的先天境强者 在别墅的屋顶露台上 苏云和阮子峰 都是随意地盘坐着 苏云在说 阮子峰则是静静地聆听 师父 你现在是先天之境吗 阮子峰询问道 我 苏云笑了一下 啊 严格来说 我现在还不算 不过 我要踏入先天之境 并没什么难度 到了先天境 才算是超脱了凡俗 吞吐灵气 可欲空而行 寿缘悠长 起码能活个两三百岁 阮子峰眼睛明亮 欲空而行 岂不是可以像鸟儿一样 飞在天上 苏云手指一点 阮子峰的额头 笑道 瞧你那点出息 先天之境的修炼者 可不只是能欲空而行 还可以催山裂地 横扫千军 时间一点点流逝 转瞬间 便过去了一下午 在日头刚刚落下的时候 远处天空 响起了一阵尖锐的阴体之声 那只赤爪白雕 果然自己找来了 他和阮子峰之间 似乎真存有 某种血脉契约般的微妙感应 真的精准地找了过来 此时 赤爪白雕 非常的急切和焦躁 在别墅上空 不断地盘旋 却不敢轻易落下 昨天 他就在这里 差点被金箍捕捉了 这别墅的主人 令他感觉到了 前所未有的恐惧 如果不是感应到 阮子峰的契机在这里 他根本就不想再来到这里 就在赤爪白雕 越来越焦躁不安的时候 阮子峰突然跑出别墅 来到前面的草坪 冲着天空不断地挥手 小白 我在这里 快下来 苏云也跟着走出 就站在阮子峰的身后 赤爪白雕顿时淋雨树立 不断地尖叫 声音尖锐 小白 没事的 这是我师父 你不用担心 快下来吧 阮子峰似乎能够听懂 赤爪白雕的叫声 不断地出言安抚 赤爪白雕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飞落到了阮子峰面前 不过他看向苏云的目光 依旧带着几分警惕 这让苏云暗暗撑齐 这白雕的灵质确实不低啊 要是给他炼制一颗开灵丹 进一步开启他的智慧 或许可以让他进阶成灵兽之术 小白 这里以后就是我们的新架了 这是我师父 你以后要好好听话哦 阮子峰伸手不断地轻抚着白雕的淋雨 终于让白雕彻底地放松下来 白雕看了看苏云 而后很人心化地向他点了点头 有点意思 苏云手指抹扎着下巴 饶友意味道 子峰 这只白雕我会带在身边 亲自调教几天 阮子峰自然也不会反对 在赤爪白雕加入后 苏云别墅四周 果然就再也没有小动物赶过来 比苏云五刀抑制的威慑都管用 赤爪白雕会不时地升空 在凌峰山上空盘旋几圈 阴蹄破空 蕴含着一种其他飞禽 和野兽没有的威严凶利 别说那些蛇虫鼠蚁 就连一些人养在别墅的宠物猫狗 都会被吓得瑟瑟发抖 屎尿其下 随后一连几天 苏云一边传说着阮子峰修炼 一边则是对赤爪白雕进行训养调教 让白雕能够听得懂更多的指令 而且他还会时不时地 以自己的静刚之力 帮助白雕梳理气血 强化身躯 三四天下来 赤爪白雕早已经不再畏惧和防备苏云 反而非常地亲近他 俨然将其当成第二个主人一般 别墅的屋顶露台上 阮子峰扎着马步 身子纹丝不动 按照某种特殊的频率节奏 呼吸吐纳着 一呼一吸之间 带着他体内五脏六腑 形成一种微妙的震动 这赫然便是苏云曾经教授给顾琴的 那套呼吸吐纳之术 一股股灵气 随着阮子峰呼吸吐纳 不断地被其吸收入体 扩散全身 足足过了一个小时 阮子峰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浑身相汗淋漓 感觉比跑了几十公里的马拉松还要劳累 阮子峰正想坐下休息一会 耳边就传来了苏云严厉的声音 还不准休息 将我传给你的基础练体拳打上十遍 阮子峰文言顿时小脸发苦 但也没敢多说什么 乖乖地摆开拳架 开始练拳 经过几天的相处 他对自己师父的脾性也摸清了一些 在寻常事情上很好说话 有什么要求也会顺着自己 可唯独在修炼一事上 那是真的严厉 宽大的露台上 阮子峰身形略动 出拳 踢腿 做出的都是一些很基本的动作 但动作迅捷矫健 气势凌厉 出拳之间 拳风呼啸 甚至还能感受到拳劲的震荡 仅仅三四天的修炼而已 他便已经有了惊人的变化 身上爆发出的力量 已经远远超出了成年的壮汉 苏云面无表情道 拳劲分散了 你对力量的驾驭和掌控 还不够熟练 你虽然身具先天灵体 只要打开自身密藏 可以很容易获取强大无匹的力量 可这股力量你 若是驾驭不了 反而还是获使 不得不说 阮子风的天资真的很不错 在苏云的指点下 之前开始修炼的第一个晚上 就掌握了呼吸吐纳之术 震荡气脏 初步激活了他的灵体密藏 全身筋骨血肉之中 力量源源不断滋生 几天时间下来 他的成效 就已经相当于其他舞者 达到炼体一重的层次 这还是苏云 让他有意控制的结果 真要是放开限制 让阮子风不断地激活着灵体密藏 那进度将会更恐怖 不过那样做 力量增长过快 阮子风难以掌控和驾驭 就会如儿童五大锤 反而容易伤到其自身 所以苏云便让他不断练拳 加快熟悉和掌握自身增长的力量 苏云已经有了计划 让阮子风每个月突破一些 不用太快 循序渐进地将灵体密藏的潜能 彻底挖掘出来 这样一来 九个月后 阮子风便等同于练体九重的五到九品高手 之后 再用三个月时间 正式完成对先天之境的积累 只需一年 阮子风便能成为真正的先天境高手 子风 这两天 我要出去一趟 将我爸接过来 你自己好好修炼 苏云嘱咐道 去街市公过来吗 我要不要一起过去 阮子风连忙说道 苏云白了一眼 道 不用 你别想趁机偷懒 与此同时 云州市内 一处普通的民居内 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西装男子 坐在一张宽大的椅子上 沉声道 我手下打听到齐家那老头子 最近状况很好 还生龙活虎的 关于这件事 你要怎么跟我解释 在中年男子对面 还站着一个神情阴森的男子 身上穿着一件漆黑的袍子 头上还缠着麻丝编织的软帽 整个人就犹如隐于黑暗中的毒蛇 听到对方的质问 阴森男子眉头一皱 解释道 具体原因 我也不清楚 按理说 那是生骨 我进行培育了数十年 齐家老头一旦中了招 必死无疑 就算有高人能够解毒 也挽回不了 他被是生骨吞噬的生机 必会气脏衰竭而死 中年西装男子不耐烦地打断道 别说这么多没用的 我只知道 齐家那老头子活得好好的 而我花了两亿美金请你出手 似乎没有见到什么成效 阴森男子脸色一变 连忙道 黎堂先生 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次我必定成功 黎堂笑了笑 摇头道 你的一身本事都在羊骨下骨上面 是生骨算是你最拿得出手的手段了吧 现在齐家那边已经有了警觉和防备 你觉得你还能成功 真以为齐家那些人是废物 阴森男子咬了咬牙 不用了 黎堂一脸傲慢地开口道 我已经另外从海外请了高人 对付齐家 阴森男子闻言 灯石面露不满 黎堂先生 海外那边骗子很多 你别被人骗了 他话才刚一说完 碰 大门就直接崩碎 一个穿着长挂布鞋的老者 闲亭散步般地走了进来 你看看老朽像不像骗子 老者笑眯眯地问道 阴森男子看着崩碎的大门 瞳孔一缩 他立刻就意识到 这老头是一位舞蹈高手 是不是骗子 阴森男子说话间忽然挥手 无数笔黑芝麻还要细小的黑点 迎面就冲着老者挥洒过去 这些小黑点竟然还在动 是一只只细小的蛊虫 老者身子不动分毫 那无数的黑点刚一进到他身前 就被一股无形之力挡住 然后噼里啪啦 像是炒豆子一样爆开 落在地上堆积成了一堆灰烬 阴森男子看到这一幕 脸色狂变 惊声尖叫 宗师进刚 你是舞蹈宗师 在这一刻 阴森男子脸色煞白一片 想都不想就要跳窗逃出去 冒犯宗师 当杀 老者抬手凭空一拳 凝炼的全径 一串而过 阴森男子的胸口 直接爆开一个血洞 无力地瘫软在地上 再也没了声息 元老先生 黎森在老者进屋后 便已经从椅子上起身 此刻一脸恭敬地 冲着那老者见领 不用客气 你能够弄到 那件奇珍瑰宝 老朽自然愿意替你出手 还有什么要求 也一并说说吧 齐家的人 还有帮齐国证节骨救命的那人 我也要他死 夜晚 云州郊区 三辆黑色的轿车 排成一条直线 飞快地及时着 在中间的那辆豪华轿车内 齐家二爷齐长生 端坐在后排 手中拿着一份文件 沉吟不语 过了片刻后 他才问道 周老 你调查的那件事情 怎么样了 知道老爷子身上那鼓毒 到底是谁下的手 在副驾驶位置上 坐着一个身材干瘦的老者 体内气急涌荡 强大破人 正是当日在清新茶坊 出现过的那位五到六品高手 听到齐长生的问话 周老点了点头 说道 已经有些眉目了 应该是和曾经的黎家有关 黎家 齐长生眉头一皱 眼中闪过一亩寒意 黎家都已经搬出云州几十年了 没想到 居然还了这么一手 黎家曾经和齐家一样 都属于云州的顶级世家 不过 在几十年前 两家有过一次非常惨烈的争斗 在政治 商业等各方进行全面的搏杀 甚至后来还延伸到相互暗杀的地步 齐青岚的父母双亲 便是都在那个时候死掉的 当然 黎家作为失败一方 付出代价更大 主要成员 基本都被一扫而空 要么锒铛入狱 要么死于非命 只剩下二三个个嫡系血脉 卷走一笔财富 逃亡海外 齐长生也没想到 黎家在沉寂了几十年后 竟还记着仇恨 展开报复 根据我调查的一些消息 黎家的离堂已经秘密回国了 现在应该就在云州之内 不过具体藏在哪里 我还不清楚 周老说道 齐长生谋中杀鸡一闪 沉生道 那就把他找出来 解决掉 周老 你亲自去处理 只要能处理好 我不计任何代价 周老点了点头 齐长生又道 另外 在没有解决掉离家的云孽之前 老爷子那边 还是一直安排 住在那秘密居所 周老闻言 立刻保证道 二爷放心 老爷子现在的居所 绝对隐秘 任何人都不可能找到 他很清楚 齐国正才是齐家的擎天之柱 虽然现在已经退了下来 但他在政坛的影响力 却依旧存在 门声故旧遍地 只要齐国正没死 齐家就依旧维持着鼎盛的风光 他们正交谈着 忽然 碰 在前面开到的一辆轿车 像是撞到了什么 发出一阵巨响 随后整辆车 竟被凭空先翻了过来 狠狠冲着齐长生所在的中间车 砸落而下 不好 坐在副驾驶的周老 身形猛的一动 从位置上弹起 竟是如猎豹一般 撞破了前挡风玻璃 瞬间窜了出去 他身子凌空 抬腿一踢 就将砸落过来的汽车 一脚踢飞了出去 咦 不错 不错 净力爆发 已然有了五到六品的层次 你这样的人 也算是宗师之下 少有的高手了 没想到齐家老二身边 还有你这样的人物 难怪黎唐不得不请我出面 在前方 身穿着长挂布鞋的原姓老者 背负着双手 悠闲地站着 似乎先前徒手掀翻 及时的汽车 对他而言 只是做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周老一落地 看到站在前方的原姓老者 额头冷汗就下来了 对方给他的感觉 前所未有的恐怖 一股无形的气势 竟然震慑得他不敢妄动 这种感觉 他以前只在一些 宗师强者面前感受到过 二爷 走 快走 周老发出爆吼 强行压制着心中的筋部 身子一动 竟是主动冲着对方冲杀过去 要为齐长生拖延一点时间 躺臂当车 原姓老者冷冷一笑 脚下轻轻一顿 碰 地面凹陷崩裂 狂霸的气劲 冲击而出 他出手了 动作快得几乎难以看清 只见残影一闪 啊 一阵凄厉惨叫响起 周老身行道飞而回 鲜血狂喷 一条手臂 竟已是被对方生生地撕下 碰 周老重重地跌落在地上 面色苍白 不仅断了一臂 胸口位置也呈现一个掌印 使得他大口吐血 而此时 刚刚来得及跑下车 看到眼前这一幕 他瞳孔猛地一阵收缩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周老 那可是他最为倚重的高手 这些年替他挡下了 无数明里暗里的危机 可没想到 仅仅一个照面 就被对方中创了 二爷 你先走 这时 后面一辆轿车上 冲出来几个黑衣男子 人人拿着一柄手枪 二话不说 就冲着原姓老者射击 碰 碰 碰 一群老爷 原姓老者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所有的子弹打过去 统统都在他身前 被一层无形竞钢挡住 随着原姓老者身手一扶 子弹立时到势而回 那些保护齐长生的保镖枪手 全部身上爆开血孔 身死当场 周老躺在地上 一脸的绝望 他知道齐长生逃不了 这次出面的是一位武道宗师 齐长生也是连连变色 不过他到底是枭雄人物 面临这种境地 竟然很快就冷静下来 开口道 老先生 黎堂出了多少钱请你出手 我愿意拿出十倍 原姓老者闻言 嘴角浮现一丝嘲讽 以我的身份实力 若只是求财 多少钱都能弄来 黎堂他能请到我出手 那是因为 他拿出了一件西式奇珍 齐长生神色一动 说道 西式奇珍 实不相瞒 齐某也收藏了不少好东西 先秦古物 唐宋瓷器 古画书法 只要老先生愿意 我都可以送出 原姓老者吃笑一声 道 你别白费心计了 你所谓的奇珍 和我说的可不同 你也不用多说了 乖乖跟我走一趟 有人还要见一见你 至于另一位 原姓老者瞥了一眼周楼 不歇道 老夫就留你一条性命 让你回去报信 若想你们齐家老二活着 就让齐老爷子 不要躲着了 躲也没用 明日正午 老夫会到你们 齐家老宅 登门拜会 说完之后 原姓老者身形略动 一把抓起齐长生 狂奔离去 转眼便没了踪影 这一晚 云州动荡 第二天清晨 苏云准备出发 前往临北线 不过还没有等他出门 齐清兰电话就打过来了 苏先生 我家这边出了点事 你能过来一趟吗 电话里 齐清兰的声音有些焦急 语气隐隐还透着几分慌乱 这在齐清兰身上 是极少见的 苏云眉头一皱 问道 怎么了 齐老爷子又出什么事了 不是我爷爷 这次是我二叔 昨晚他被人绑走了 人家还传话过来 今天中午 还要在登门 你二叔 苏云冷了一下 他确实是有些没想到 齐长生在云州 那可真算得上 聚消大恶 势力盘根错节 影响力辐射云州的方方面面 就连曹坤这种 明面上的黑道大楼 在齐长生面前 也根本不够看 这样的人物 出行都有大量保镖 居然被人绑走了 忽然 苏云像是想到什么 问道 抓走你二叔的 是武道高手 对 听二叔身边的周老说 对方好像还是什么宗师 他是被我齐家 曾经的仇人请来的 包括之前我爷爷中古都 也是那仇人的手笔 齐清兰连忙说道 苏云沉吟了一下 说道 好 那我过来一趟 你把地址报给我 挂掉电话后 苏云立即就驾车 前往齐家的老宅 齐家老宅 位于南郊的公馆区 里面的建筑 都颇具有 民国时期的特色 每一栋建筑 都有着数十年 上百年的历史 齐家老宅也是如此 传承超过百年 几经休憩 但依旧保持着 原本的风貌和古运 不过此时 齐家老宅 却是如临大敌 院落间的各个方位角落 都有人紧接地巡视着 大厅中 齐国正坐在主位上 面无表情 一言不发 齐清兰一脸关切地守在 齐国正的身旁 除了他们之外 断了一条手臂的周老 也缠着绷带坐在厅内 一时间 场内的气氛 无比地凝重 这时 许军迈步走了进来 冲着齐国 正和齐清兰禀报道 齐老 清兰小姐 外面的安保人员 都已经不知妥当了 齐国正点了点头 脸上 没什么神情变化 他自然知道 那所谓的安保人员 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罢了 许军犹豫了一下 问道 要不要通知警方介入 齐国正和齐清兰目光 都看向周老 周老干咳了几声 面色依旧惨白 无力地摇了摇头 说道 许军 你也是武道界中人 应当知道 一个武道宗师 代表的是什么意义 通知警方力量 并没什么意义 许军文言 脸上浮现一丝苦涩 也不再说话了 武道强者 已经超脱了正常人的范畴 当初吴四茂 一个人 就在十几个持枪警察的射击下 纵横冲杀 如入无人之境 武道宗师 就更不用说了 原姓老者 之所以敢放话 今日在登门 便是有足够的自信 哪怕齐家调集 再多的警力 他也可以来去自如 我已经通知了苏先生 他也答应了回过来 齐清兰说道 周老神色微微缓糊了一分 齐清兰问道 周老 你觉得那苏先生 能应对得了对方的宗师吗 光靠那苏云 肯定不可能是宗师对手 周老语气很断然 上次他在清兴查方时 暗中观察过苏云 也向齐长和和齐清兰 做过一些分析 认为苏云 他能够吐字成英 镇伤许君 武道修为 可能达到了六品 且修炼了施吼宫之类的 音波绝技 这点手段 要对付宗师 那是远远不够的 周老 那你让我请苏先生 过来试 齐清兰惊愕地看着周老 周老又干咳了几声 才解释到 那苏云如此年轻 就有了此等武道修为 而且还医术超凡 掌握古炼丹术 不可能是凭空得来的 必是有不弱的传承 也一定有名师指点 医术炼丹方面我不清楚 但是武道修炼方面 我觉得他身后 极有可能有一位宗师教导他 齐国正神情微微一动 说道 周老你的意思 是让苏先生 背后那位宗师介入 保我齐驾 周老点了点头 感叹道 不过这一切 要看那苏云的意愿了 他若是不想 将其身后的宗师 托入着漩涡 恐怕齐家 今日危局 依旧难解 众人正说话间 许军佩戴的对讲机 突然响起 有外面的警戒人员禀报道 队长 有人登门 自称是宋家宋丰俊 需要放行吗 宋丰俊 他怎么来了 齐青蓝愣了一下 宋家和齐家也算是试交 不过宋家和齐家不同 主要发展都在军界 宋家老爷子 便是天南军区的大佬之一 而宋丰俊的父亲 也是晋升军中少将了 不过 宋丰俊本人 似乎并没有继承 父祖辈的勇武铁血 沾染了一些 顽固子弟的习气 一直来 宋家都有一撮合 宋丰俊和齐青蓝 不过齐青蓝 对宋丰俊并没有感觉 一直都是敬而远之的态度 让他进来吧 齐国正发话 片刻之后 两道身影 走进了齐家的政厅 一个是俊朗阳刚的青年 而另一位 则是体态魁梧的面庞 发黑的中年男子 齐爷爷 青蓝 宋丰俊冲着齐国正 和齐青蓝问好之后 便语气沉重地说道 你们家的事情 我听说了 现在的暴徒 实在太猖獗了 居然敢公然绑架齐二叔 简直无法无天 齐青蓝皱眉道 宋丰俊 你怎么知道这些消息 宋丰俊一脸无奈道 青蓝 我宋家在云州好歹 也是有几分能量的 况且昨晚还动了枪 真要调查一些事情 不难吧 不过话说回来 发生了这种事情 以我们两家世交情分 怎么也不跟我家说一声 不然我昨晚就该过来帮忙了 齐国正脸上 挤出一次笑意 说道 小俊啊 你的好意 我们心领了 不过这次 我们齐家的麻烦挺大的 所以 你还是尽早回去吧 宋丰俊淡淡一笑 哦 齐爷爷 如果只是我的话 自然不会上门来逞强 不过这次我带来了帮手 哦 众人目光都朝着 宋丰俊身旁的那位 黑脸汉子看去 这黑脸汉子 自进来之后 就一句话不说 目光平淡如水 哪怕是看到齐国正 神情反应也是十分淡猛 介绍一下 这位是来自武神军的范金武先生 这次来云州 本是为了追查 另一位暴徒的踪迹 请我们宋家帮忙搜查 这次知道了 齐二叔的事情后 我宋家便请他过来帮忙 宋丰俊傲然地说道 齐国正和齐青蓝听了 都是一愣 他们还真没听过天南军区 有武神军这么一支军队 而周老听到武神军三个字 则是脸色狂变 豁然起身 看向黑脸汉子的目光 如见恶鬼 五 武神军 周老战战兢兢地起身 眼神中透露着浓浓的惊恐 普通人或许根本没有听过武神军 可周老身为武道界的高手 却是知道的 甚至 他曾还亲眼见到过武神军的凶威 武神军曾先后一面 数个武道传承的世家和门派 擒杀的宗师强者 起码超过十位之数 也正是因为这支恐怖的军队存在 使得最近这二三十年来 武道界都低调了很多 一些武者也不敢再肆无忌惮地动辄杀人 武神军 就是镇压在整个华夏武道界头上的一品利剑 尊驾是武神军中的宗师 周老躬着身子 神情敬畏地问道 范金武扫了周老一眼 淡淡道 不错 周老长长地松了口气 向齐国正说道 齐老放心吧 这次若是由武神军的宗师大人出手 必可保其家周全 齐国正一听 也连忙起身 冲着范金武拱了拱手 道 范先生 这次你若能解我齐家之威 我齐家必有后报 范金武面无表情道 不必了 我这次会出手 一是宋老将军的请托 第二是则现在的武道界 需要到再整治一下的时候了 宗师强者动则便屠戮普通人 罔顾天部法令 看来武神军太久没有出动 有些人已经忘了我们的存在了 范金武冷冰冰地说完这些话 便不发一言 自顾自地落在到旁边的位置 丝毫没有想要和齐国正在闲谈的意思 齐国正也不生气 转而看向宋丰俊 感慨道 小俊 这次回去替我多谢你爷爷 你们宋家这份人情 老朽记下了 宋丰俊笑道 齐爷爷 以我们两家的关系 你说这话 就太惊外了 再说了 等将来我和青岚结为连礼 大家就都是一家人了 此话一出 齐青岚豁然变色 不悦道 宋丰俊 我可没答应和你在一起 宋丰俊脸上笑容不减 这是早晚的事 京城所至京时为开 我相信 你迟早会被我的真心感动 齐青岚红唇倾起 本想说自己永远不会 但考虑到眼下的情况 他还是忍住了 齐国正看到这场景 也是无奈摇头 以前 宋家提出联姻时 他还有这方面的想法 不过后来 齐青岚态度坚决表示 不愿意 他便也没再提 就在这时 外面负责警戒的安保人员 又通过对讲机 给许军传来消息 军哥 又有人过来了 自称是苏云 要不要放行 齐青岚眼睛一亮 不等许军回复 就主动说道 放行 让他进来 不 我亲自去接苏先生 说完 齐青岚便急急地跑了出去 看到这一幕 宋风俊的神情 一下子难看了下来 要知道 刚才他通报了名号之后 齐青岚都没有亲自出面去迎接 齐爷爷 那个苏云是什么人 宋风俊忍不住问道 齐国正犹豫了一下 解释道 那苏先生也是一个奇人 小小年纪 医术通神 我之前被人下鼓毒 生命垂危 便是被他救好的 这样 那倒算是 有几分本事 有机会 我动用点关系 帮他安排 今天和医院好了 也算是 对他一点的奖励 宋风俊不以为然地 撇了撇嘴 在他眼里 对方医术再厉害 也终究只是一个医生而已 不值一提 周老连忙提醒道 宋少 不可轻视苏先生 苏先生 他还是一位舞蹈界的高手 高手 有多高 比起宗师如何 宋风俊大咧咧地问道 周老闻言 一阵沉默 这话他没法接 宋风俊不是舞蹈界之人 属于无知者无畏 一张嘴 就拿宗师强者 何人比较 有这么比的吗 要不是有范金武 这位武神军强者在旁边 他都想一把掌抽过去了 在几人 交谈的这点功夫 齐青兰已经带着苏云 来到了正厅 看着齐青兰在苏云身边 一副低眉顺眼的公顺样子 宋风俊心中 就一阵不爽 你就是苏云 宋风俊斜着眼 扫量着苏云 轻蔑道 这种时候 你跑来齐家凑什么热闹 我看你还是哪来的 回哪里去吧 宋风俊 齐青兰戴眉微皱 不满道 苏先生是我特意请来帮忙的 你说话最好客气一点 宋风俊脸上堆笑道 青兰 看你说的 我这不是怕不相干的人在这添乱吗 你要是不高兴 那我不说就是 说完 他又眼神不善地瞪了苏云一眼 苏云也懒得理会这种货色 他在走进正厅之后 目光第一时间便落在了范金武身上 齐青兰见此 连忙冲着两边介绍道 苏先生 这位是武神军高手范金武先生 范先生 这是苏云 乃是我 熟料 范金武没等齐青兰说完 便冷声打断道 不用介绍了 等闲之人 还不配让我记住名字 此话一出 苏云眼睛微微一眯 看向齐青兰 他是齐青兰请来的 而这位范金武 现在也是齐家的座上课 他向齐青兰给出一个解释 齐青兰神情有些难堪 如此的不客气 范先生 苏小先生 他也是来帮忙的 齐国正不得不出面打圆场 范金武冷声一笑 有我一人足矣 其他人在这里 只是爱手爱脚 苏云皱眉道 我在这里是爱手爱脚 范金武面无表情地看着苏云 呵斥道 怎么 难道你对我说的还不服气 小子 你进来后 我就感应出来了 你气息沉稳 尽力那脸不屑 看来武道修炼 也是有了一定的火候 不过 你这点本事 在我面前还不够看 传你武道的师长 难道没有告诉你 见到宗师 当心存敬畏 当公身建立吗 范金武说到后面 已是言辞利色 周老见此 脸色一变 连忙冲着苏云连连示意 道 苏云还不像范宗师建立 苏云摇了摇头 道 让我给他建立 我怕他承受不起 此话一出 满场接济 周老脸色惨白 心中抓狂 他没想到苏云 竟然狂傲到这种地步 此话一出 便等于是在挑衅一位宗师的威严 而且这还是一位武神君的宗师 好胆 范金武那双弹幕的毛子 猛地睁大 一股铁蟹沙发的气息 如同惊涛骇浪一般 从他体内冲击而出 整个大厅的温度 像是瞬间降到冰点之下 所有人都莫名地感受到了一种 透骨的寒意 刷 范金武猛地起身 他这一动 就犹如是一座巍峨的山岳 平地拔起 那股无形的气势之盛 令周老 许军这些舞者皆是骇然变色 范宗师息怒 周老连忙劝阻 他是真怕范金武圣怒之下 就将苏云逼杀了 毕竟 在他原先的猜测中 已是认定苏云身后 也站着宗师高人 苏云要是真在这里被打死了 范金武有武神君的后台 或许什么事情都没有 但是齐家这边肯定是要被迁怒的 齐国正这时也不得不开口 一同劝卫道 范宗师 苏小先生对我齐家有恩 看在老小的一点薄面 可否高抬贵手不追究他的麻烦 范金武冷哼一声根本不听 且不说 齐国正已经从高位上退了下来 就算还没退下来又如何 照样没资格让他买这个面子 齐国正神情有些无奈 看向宋风俊 想让他也说和一下 宋风俊耸了耸肩 齐爷爷 这事我也没办法 武神君独立于军部之外 范先生身份特殊 便是我爸见到他 也是恭敬有加 这个苏云 太不知天高地后 仗着有点身手 还有医术传承 就在范先生面前放肆 连我也看不过去 宋风俊根本不可能 为苏云去求情 他还巴不得苏云 被狠狠收拾一通呢 这时 范金武目光注视着苏云 已经沉声开口道 给你两条路 第一是 现在你自己跪下长嘴 我让你什么时候停 你就什么时候停 第二条路 我也不动你 但今日之事后 我会带着你 去找上传你武道的师长 让他给我一个交代 周老听到这里 已经开始疯狂地 给苏云使眼色了 武神君登门 那后果非同小可 新年一个个不服管教的 武道宗门和世家 都被武神君 以铁血手段 或是收服 或是图灭 苏云要是再逞强下去 那就是 真是给自己的师长 招惹或使了 不过可惜 苏云对于周老的示意 视若无睹 范金武的威胁 在苏云看来 那就是一个笑话 好 好 好 范金武连说了三个好字 一字比一字冷冽 看到这一幕 齐青兰已经后悔了 觉得自己不该叫苏云过来的 哒哒哒 就在这时 齐家的老宅外 突然爆发一阵 密集的枪声 许军神情狂变 连忙抓起对讲器 吼道 什么情况 回话 快回话 对讲机中 却是毫无回应 很快 枪声也戛然而止 从枪声响起 到枪声结束 总共也就不到 十秒钟的时间 大厅内 许军脸色刷的一下 变得惨白 拿着对讲机的手 都在颤抖 外面那些安保人员 已经全被解决了 齐国正 齐青兰 还有宋风俊 此时都被镇住了 武道宗师 恐怖到这种地步了吗 齐老 我去看看 外面什么情况 许军一咬牙 就拔出配枪 准备冲出去 可他才敢迈出两步 都还没有走出正厅 哄 正厅的屋顶 就猛地破开了一个大洞 一袭长挂布鞋的原姓老者 已经一跃而下 落在厅内 而且他不是一个人来的 左右两手 都各自抓着一个人 分别是 礼堂和齐长盛 他带着两人进来 如入无人之境 外面负责警戒的 那二三十个安保人员 对他而言 根本没有半点威胁 在开了几枪后 就纷纷被原姓老者的 隔空禁力 震晕过去 长盛 二叔 看到被原姓老者 制住的齐长盛 齐国正和齐青兰 都忍不住惊呼了一声 此时的齐长盛 看着有些凄惨 全身血肉模糊 面旁肿胀 不满伤痕 显然是被狠狠折磨过 别喊了 他现在还死不了 不过也快了 等一下送你们全家一起上路 黎堂哈哈大笑 显得快意无比 好大的胆子 突然 范金武爆喝一声 气静勃发 声音震荡 黎堂只感觉 有一股无形之力 排山倒海一般 冲击过来 让他胸口一闷 差点吐出血来 这时 原姓老者手掌一挥 驱散了那股 冲击过来的无形之力 有意思 没想到齐家 竟然也请来了一位宗师 原姓老者 看向范金武 眼睛猛的一亮 随即又笑道 阁下 能成就五道宗师之境 修行不易 我劝你 还是今天 还是不要插手进来了 否则死在老夫收下 多年苦修 进阶成空 那就可惜了 哈哈 范金武凝声一笑 你倒 真是自信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有人赶在武神军面前 如此狂妄放肆的 说完 范金武身上 已经腾起一股澎湃的战意 烈如火焰 武神军 原姓老者此时 脸上神色也变了 轻声感慨道 当年 老夫就是不想 受到武神军的威慑和管束 才远走海外 没想到 这次才回归华夏大地 便遇到一位武神军中的强者 范金武哈哈一笑 你记着我武神军的威势 还不束手就擒 原姓老者微微摇头 喃喃轻语道 麻烦 才一回来 就要击杀一位武神军的宗师 看来做完这件事后 老夫又得立刻远顿海外 没法找一些当年的固有叙旧了 范金武听到这里 怒急而笑 不知死活的东西 到了这种时候 居然还口出狂言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有几分能耐 花音落下 范金武悍然出手 哄 他身形一动 体内气血勃发 整个人仿佛都膨胀了一圈 原本就朔状的身躯 现在更是变得巨熊一般 迅捷地冲着原姓老者扑杀过去 喷喷喷 下一刻 两人拼杀在一起 恐怖的尽力 四处冲击 特别是两人落脚的地面 像是难以承受 他们爆发的那种恐怖力量 瞬间崩裂 凹陷出一个又一个坑洞 四周还有珠网般裂缝而出 同在大厅内的齐国正等人 就犹如遭遇地震一样 一个个都东倒西歪 几乎难以站立 齐老 青岚小姐 快往后退 许军连忙拦在齐国 正和齐青岚身前 护卫着他们往后退 宋风俊 黎唐也手忙脚乱地逃出大厅 原姓老者和范金武交起手来 就像是两只人形暴龙 凶残地碰撞厮杀 气静震荡之间 大厅中的座椅沉射 纷纷爆开 地面军裂 地板破碎飞剑 就像是在拆房子一样 大厅内的人 根本不敢再待在里面 纷纷逃跑出来 所有人都被眼前这一幕景象 害得面无血色 太可怕了 这还只是两人交手时 散一出的气静余波而已 真要是被对方正面击中 那还了得 许军保护着齐国 正和齐青岚撤了出来 而周老则是以他那一条残壁 将其长生也脱了出来 齐长生费力地睁开肿胀的眼睛 虚弱道 周老趁现在抓住黎堂 周老看了一眼 同样躲出来的黎堂 摇了摇头 二爷 没用的 宗师强者不会轻易受威胁 就算抓了黎堂 也威胁不了那位宗师 反而还会惹怒对方 搞不好 会让他彻底血洗 其家族亲 不过 你也别担心 范先生是武神军的强者 手段能耐 都不是一般宗师可比 齐长生闻言 倒也不好再说什么 哦 就在这时 那破败的大厅内 猛地响起了一阵 如狂师授吼般的大喝 整个大厅猛地震了震 随后 就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 轰然倒塌 与此同时 两道身影瞬间 从坍塌的房屋中 猛地冲天跃起 继续在废墟之上 快速地搏杀着 破山拳 范金武猛地抱吼一声 皮肤充血 浑身肌肉膨胀 全是凶猛无品 一拳接着一拳 漫天都是恐怖的拳影 拳风烈烈 气势惊人无品 别说是普通人了 就连周老这种武道高手 都看得脸色发白 好 武神军的破山拳 范先生 这是打出了真火 此拳极为霸道 是一等一的杀人拳术 对方那宗师 毕竟年纪大了 气血衰败 难以持久 一旦气弱 便必然防御不住 周老看得精神一震 齐国正和齐青岚听到这话 都是面露喜色 宋风俊 更是哈哈大笑 唯有苏云 看了几眼 便暗自摇头 他一下就看出 那原姓老者 虽然在范金武的狂霸攻势下 不断地退避抵御 看似被逼得落入下风 但实际上 对方根本没有尽全力 范金武实力不算弱 一身能耐足 可以压制寻常的七品宗师 甚至一些出入宗师的家伙 可能会被他当场击杀 可原姓老者实力更强 苏云隐隐感受到 对方体内 有绝大一部分的力量 沉挚不动 如江河大湖 深不可测 不动则已 苏先生 怎么了 莫非你认为周老说的不对 齐青兰注意到 苏云在摇头 不由出言问道 苏云点了点头 淡淡道 对方那位宗师实力很强 武神军的家伙 不是他对手 等一下 恐怕会凶多吉少了 此话一出 周围人都是一阵恶然 这和周老预测的结论 可是截然相反的 闭嘴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这里胡说八道 你学过一点三脚猫的功夫 就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评价范宗师 谁给你的胆子 宋风俊张嘴就骂 周老脸色也不好看 门声道 苏小友 老朽这辈子 虽然没能踏入宗师之境 但宗师强者也见过几位 自认见识还可以 这点局势 还是不会看错的 苏云冷笑一声 也懒得反驳什么 事实如何 等一下就会见分晓了 哈哈 就在这时 原姓老者 发出了一声轻笑 道 好了 破山拳的威力 老夫领叫过了 再玩下去 也没什么意思 接下去 老夫便送你上路吧 玩 范金武当时狂怒 不过 还没有等他将怒火爆发 原姓老者身上 就猛地冲起一股 洪水猛兽般的气息 煞气冲销 一股股雄魂无边的竞刚 涌荡起来 范金武刚刚一拳 轰击过去 脸色就是狂变 他发现自己 凝练在拳头上的竞刚 第一时间就被震散 转而一股比他还要狂猛 霸道的竞刚逆冲了过来 莫等他反应过来 整个人就已经被 原姓老者一击轰飞出去 他那条用以对拼的手臂 更是瞬间骨头崩碎 血肉模糊 五道八品 你 你是八品宗师 范金武心神惊骇 忍不住尸声狂叫 他万万没想到 刚才对方和自己交手 竟然真的隐匿了实力 其本身 竟是一位八品宗师 五道修炼 一重境界 便是一重天 七品宗师和八品宗师之间 可是隔着一条 巨大的鸿沟 他有把握可以镇压一些 普通的五道七品宗师 可对上八品 那是必败无疑的 逃 范金武想都不想 拖着一条残壁 就要往外奔逃 自己不是对方的敌手 必须要请出 五神军中 更厉害的高手才行 至于齐家这边 他自顾不暇 哪里还会去管 现在想走 太晚了 原姓老者眼中杀鸡一闪 他既然已经知道 范金武的五神军身份 那自然不会容忍 其活着离开 招来更多的五神军高手 死 原姓老者身形一动 已经一拳破杀而出 拳势刚猛霸 与刚才范金武施展破山拳时 如出一辙 不过 原姓老者这一拳打出 气势更加的浩瀚无品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静刚凝聚的拳劲 破空穿沙 在空中拖出了一条长长的气浪 破山拳劲 你怎么也会破山拳劲 范金武眼神惊骇欲绝 伸出剩下的另一条手臂 拼命想要抵挡 可根本挡不住 拳劲震碎了他的手臂 又重重地轰击在他身上 将他整个人都打得横飞起来 鲜血狂喷 喷出的血液内 甚至还夹杂着一些内脏碎片 嘿嘿 这当然是刚才从你身上学到的 若不是 为了摸索你全境中的 发力方式和技巧 你以为凭你的本事 你可以和我缠斗这么久 原姓老者冷笑着开口 范金武瞪圆了眼睛 有些难以置信 破山拳 那是武神军中研究出的 一种杀人拳术 非常的精妙 可对方只通过和自己交手片刻 就粗略学了的大概 这样恐怖的武道造诣 实在让他惊恐 你们武神军安逸得太久 也小觑了天下的高手 你能死在老夫手里 当属荣幸 原姓老者悠悠地说道 范金武文言 口中又喷出了一大口鲜血 神情苦涩 他虽然没有马上毙命 但体内五脏六腑 都已经被对方全尽震碎 全靠着宗师生命力强大 才能支撑一回 可用不了多久 他也一样要死 原姓老者 没有再去关注范金武 因为对方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死人了 刷 他转过身子 目光淡漠地看向其他人 在这一刻 众人皆是脸色惨白 不 不可能的 宋风俊惊吓得浑身都在颤抖 他不敢相信 刚刚还霸气无双 压着对方打的范宗师 竟然会转瞬间 就被对方中创 陷入垂死境地 这 这 周老也是一脸的难以置信 他确实看走眼了 八品宗师 这原姓老者 竟然是八品宗师 这样的强者当面 寻常的宗师哪怕是再来四五个 也不够杀的 齐老 二爷 今日怕是 周老欲言又止 唉 齐国正轻叹了口气 赶伤道 看来这次是天要灭我齐家 爷爷 齐青岚神情凄凉 搀扶着齐国正的手臂 似乎也认命了 哈哈 黎唐快一大笑 大步走出 冲着原姓老者拱手抱拳 恭敬道 原先生神威无敌 一身修为通天彻地 实在让人佩服 原姓老者对于这种恭维 听得实在太多了 也懒得理会 他目光扫尸一圈 最后将视线停留在苏云身上 年轻人 你的眼光倒还不错 原姓老者 饶有意味地看着苏云 很显然 刚才苏云先前那评判的话语 也被原姓老者听到了 原本 原姓老者也以为苏云是在胡乱猜测 可现在仔细一观察 发现有些不对劲 场内其他人 此时都心神惊惶 在那绝望等死 唯独苏云神情淡然地站在原地 显得非常镇定 这让原姓老者心中起了几分好奇 须知 生死之间有大恐怖 就连看透人间百态 历经无数风云的齐老爷子 还有武道信念 坚韧的宗师范金武 在面临死亡的这一刻 都无法保持平静 这小子 凭什么可以 年轻人 你不怕死吗 原姓老者出声问道 死 苏云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觉得 就你那点本事 可以杀我 此话一出 原姓老者先是一愣 随即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朗声大笑起来 其他人也是一脸惊恶地看着苏云 要知道 原姓老者 可是刚刚才施展霸决手段 将武神君宗师重创当场 那如神似魔一般的凶威 几乎不是人力可以对抗的 要是换作以往 其家人或许还可能觉得 神秘高深的苏云 或许有办法应对 但现在 他们根本不再有这种幻想 原本已经在闭目等死的范金武 此刻也费力地睁开眼睛 神情古怪 狂啊 这家伙是真狂妄 刚才冲撞自己倒也罢了 现在见识到了原姓老者的实力 居然还敢大放厥词 简直是找死 死鸭子嘴硬 说的就是这种人 苏云对于众人的反应 视若无睹 只是平静地 看着大笑不止的原姓老者 淡淡问道 很好笑吗 原姓老者笑容微微一脸 还没有说话 黎堂就已经立声呵斥道 放肆 小子 如今你们生死皆在原先生掌控中 谁给你的胆子 敢和原先生这么说话 苏云瞥了一眼黎堂 冷冷道 你算什么东西 我们说话 也轮得到你这种蝼蚁插嘴 哄 苏云脚下未动 只是身子微微一晃 一股无形的静刚 就喷波而出 下一刻 那黎堂就犹如被炮弹击中 其精状魁梧的身躯 猛地炸开 躯体四分五裂 血肉碎骨 喷溅了一地 嗯 这一刻 原姓老者眸光猛地一宁 那古井无波的眼神中 此时也掀起了一丝波澜 宗师静刚 对方年纪轻轻 竟然也是一位武道宗师 宗 宗师周老看得眼珠子鼓起 目瞪口呆 宗师之境 可是他一辈子苦苦追求 也没有达到的境界啊 他之前一直本能地认为 苏云顶了天 也就是五道六品的境界 身后可能有一位武道宗师 指点他修行 可万万没想到 苏云竟然本身就是宗师 如此年纪 便成就宗师 这等资质 实在可怕 便是在武神君中 也极难找出这种妖念 范金武脸色也变得无比复杂 若是在正常情况下 武神君一旦遇到这种良才美誉 必会用尽手段收服为己用 若是收服不了 那便严密关注 但凡有所差错 便以雷霆之势震杀 可现在 范金武感受着自己体内 越来越弱的生机 只能无奈苦笑 他是插手不了了 没想到 老夫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这时 原姓老者常常吐出一口气 苏云这么年轻的宗师 便是让他也不得不震撼 至少 他自己在苏云这个年纪的时候 也就堪堪凝练出内境罢了 原姓老者盯着苏云叹息道 可惜了 之前你应该与那武神君的宗师 一起出手的 虽然你们联手 也不会是老夫对手 但当时老夫对你没有防备 你突然出手 或许有一两分的可能性 能伤到老夫 苏云痴笑一声 联手 你太看得起 你自己了 对付你这种货色 我何须与人联手 况且 武神君的那废物宗师 也没有资格和我联手 听到这话 范金武心神激荡 又吐出一口老血 原姓老者更是勃然大怒 大言不惭 老夫都要看看 你有几分本事 居然也敢欺辱老夫 原姓老者 这次也是动了真怒 碰 他身子一动 立刻便犹如猛虎狂狮一般 扑杀而出 体内尽力涌荡 视若山洪 在这一刻 他赫然是爆发了全部的实力 一身八品宗师的修为 净显无疑 这次 他施展的可不是 刚刚学了的大概的破山拳 而是他自己的武道绝学 这是一门掌法 名叫铁骨大手印 原姓老者苦修了半辈子 早已经将这掌法 修炼到了圆满无缺的地步 一掌打出 虚空中竟然想起了 打雷一般的气暴轰鸣 小子 为了让你死个心服口服 老夫今天便让你死在 我的无上绝技之下 原姓老者 脸色浮现一丝凝笑 掌力冲击 一圈圈气浪不断炸开 直冲苏云 不过这时 却只听苏云悠悠地说道 就这也算无上绝技 面对原姓老者 掌静凝炼 掌势一起 犹如裹挟着一片怒海惊涛 邪万军之力 狠狠冲击而下 虚空都仿佛要被他打得爆开 苏云这一掌 看上去竟和原姓老者的 铁骨大手印一般无二 可威力更强 两掌对拼在一起 以他们为两人为中心 脚下的地面 瞬间塌陷出了一个圆坑 原姓老者闷哼一声 身子犹如炮弹一样 倒飞而出 狠狠地砸在了内院的院墙上 他脚下一个亮枪 身形晃动 勉强让自己站稳 口鼻间 却是不断有乌黑的鲜血流淌出来 铁骨大手印 你 你怎么会 原姓老者难以置信地看着苏云 苏云淡淡道 刚才在你出掌之时 我便感应出 你体内近期运转 掌力爆发的方式和技巧 如法炮制地施展一下 并不是太难 你这点粗浅的功夫 谈不上什么无上绝技 此话一出 何止原姓老者震撼 周老 许君这些武道中人 更是震惊地差点跳起来 之前 原姓老者通过和范金武交手片刻 就将对方的破山拳学了的大概 那恐怖的武道造诣 就已经超出了他们想象了 可现在 苏云竟能在原姓老者出手的那一刹那 就感应到其体内近期运转 掌力爆发 就瞬间将对方的武道绝学 复制施展出来 而且展现的威力 比原姓老者还要强 这样的造诣 简直匪夷所思 就算是称之为武道神话 也不为过呀 滴答 滴答 原姓老者口鼻间流淌下的鲜血越来越多 到后面 他已经不再只是口鼻流血了 就连眼睛 耳朵等地方也有血水渗透出来 没想到 老夫这次返回中原大地 还能有幸见识到阁下这等人物 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老夫死得不愿 原姓老者声音越说越低 终于在难以压住身上的伤势 苏云轰入他体内的掌力 不断地炸开 尽力涌荡 砰砰砰 原姓老者体内炸出一个又一个血口 最终一头重重栽倒在地上 彻底没了声息 一位五到八品的宗师彻底殒灭 周老等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若非亲眼所见 打死他们也不相信 五到八品的宗师 竟然只一个照面 就被苏云碧杀在了掌下 现场 当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 所有人都呆之不语 特别是齐国正这些普通人 更是看得头皮发麻 心神战力 太震撼了 这是非人的存在 原本 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足够高估苏云了 现在看来 还是小瞧了苏云的能耐 咳咳咳 这时 一阵干咳打破了沉默 范金武一边咳嗽 一边吐血 他也快坚持不住了 范先生 宋丰俊终于回过神来 慌慌忙忙地上前 想要搀扶起范金武 我不行了 范金武摆了摆手 宋丰俊一听 就慌了手脚 心中生起一股莫名的惶恐 一旦范金武死了 自己宋家的麻烦可就大了 毕竟是自家 将对方请来齐家这边的 你既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刚才为什么不早点出手 就下范先生 宋丰俊恨恨地看向苏云 苏云冷笑一声 我为何要救他 之前范金武还说他爱手爱脚 甚至还要让他跪下自己长嘴 就凭这些 苏云不亲自出手杀了范金武 就已经不错了 还救他 怎么可能 方才是我有眼无珠 冒犯了尊家 你如此年纪 便有了这等修为 资质之高 实乃我平生警戒 你若愿意 我可以提供你联络方式 引见你入武神军 范金武目光灼灼看向苏云 苏云想都没想 便拒绝道 没兴趣 范金武呼吸一蹴 你再考虑一下 希望你不要因为我的缘故 对武神军有所抵触 武神军 苏云伸手一摆 打断道 不用再提了 我说了 对加入武神军没有兴趣 范金武张了张嘴 终究还是没有再坚持 罢了 我一个将死之人 确实也无需 我操心这么多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然后脑袋低垂 便没了声息 他也死了 谁能想到 一日之内 这里便先后陨落了两位武道宗师 消息若是传出 整个武道界都得轰动 好了 这里的事情处理完了 我还有事 就先走了 苏云打了声招呼 转身便准备离开 不过在离开前 他忽然眉头一挑 看到原性老者的尸体旁 掉落下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块婴儿巴掌大小的白色石头 质感晶莹剔透 宛若水晶石 咦 居然还有一块灵精 苏云嘀咕了一声 不动声色地将这块金石设起 收入囊中 灵精 那是灵气凝聚之物 里面蕴含的灵气精华 比起天地间游离的天地灵气 品质要高出太多了 通常 只有在古代一些灵气浓郁的灵山宝地 经过无数年月的酝酿 才会滋养出灵精旷脉 这种东西 一旦出现 通常都会被宗师疯抢 因为武道修炼达到九品之后 便需要牵引灵气 冲刷洗礼自身 成就无暇无垢的先天灵体 晋升仙天静 这种灵精的效果 可不是一般的好 原姓老者 这次不惜万里迢迢 从海外回来 替黎塘杀人 便是因为黎塘机缘巧合 找来了一块灵精 场内 其他人见到苏云收起了东西 谁也没有多嘴询问 齐国正冲着苏云拱手一败 说道 苏先生 这次 你对我齐家上下有活命之恩 客套话 我就不多说了 以后但有差遣 只管吩咐一声便是 秦岚 你好生送苏先生出去 本来苏云替其家解决危机 于情于理 其家都该大摆沿袭 设宴款待 不过今天 确实是顾不上了 需要先收拾残局 齐清兰将苏云送出门口 朱唇倾起 似想说些什么 苏云便已经先说到 就到这里吧 不用再送了 还有 若是武神军的人找上来 就将我的地址和电话 告诉他们好了 说完 苏云一刻都不多留 干脆地上车 启动离去 齐清兰站在原地 神情错愕 自己好歹也是个美女总裁 平日里多少人 可求见自己一面都不行 这位苏先生道好 连和自己多待一会 都不愿意 他取出随身包包里的 迷你补妆镜 看着镜子里 那张近乎完美的容颜 傲娇地嘟了嘟嘴 不是我的问题 一定是那家伙有问题 苏云从其家老宅离开后 便驾车前往临北线 行程计划 完全没受到任何影响 对他来说 打死一个八品宗师 就犹如是做了一件 无足轻重的小事而已 虽然 他现在也只是恢复到 五到八品的境界而已 但凭借他前世的修行经验和造诣 完全可以轻易斩杀同阶高手 甚至还能越阶斩杀九品宗师 换成真正的先天境强者来了 那才能让他重视一些 一路上 苏云将车开得风驰电撤 只用了正常情况一半的时间 就到了阳川市的地域范围 临北线 归属阳川市的地界 到了这里后 所剩的路程就不远了 这时 他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苏云拿起一看 发现竟然是顾琴打过来的 变化一接通 那一头就传来顾琴兴奋雀跃的声音 苏云 你要回临北线了吗 苏云一愣 惊一道 你怎么知道 顾琴笑道 我跟局里技术科的同事打了招呼 只要你的手机信号出现在阳川地界 就通知我 苏云闻言 面旁发黑 这你妈 窥探他行踪 就算是齐长生 曹昆这些人也没胆子这么做 顾琴道好 不仅干了 反而还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 苏云美好气道 你这是以权谋司 公器私用 顾琴笑呵呵道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我这只是徒弟关心师父而已 别 苏云无语道 我可没说过 要收你做弟子 顾琴轻哼一声 说道 上次你可是答应我了 只要我将那套呼吸吐纳的法子练出名堂 你就考虑收我为徒的 苏云微微愕然了一下 问道 你已经将那套呼吸吐纳术掌握了 当然 我早就跟你说了 我可是天才来着 顾琴的话语中流露出一股骄傲 苏云也是有些意外 须知他上次传顾琴纳呼吸吐纳术 到现在也就一个多星期而已 这么短的时间 顾琴能够将其掌握 资质确实不错了 当然了 和阮子峰这种当天学习就能掌握的妖念 还是不能比 要是没碰到阮子峰 苏云可能还会考虑收下顾琴为弟子 但现在 他自然是不想收的 师徒名分不是说说的而已 一旦收人为弟子 那就要对弟子负责尽心指点 传到授业 苏云可不想在这方面耗费太多时间 苏云你怎么不说话了 该不会是想反悔吧 顾琴的感觉很敏锐 一听苏云不吭声了 立马警觉起来 别想反悔 你要是说话不算话 我就去找你爸主持公道 苏云文言一阵心泪 他可是知道 苏白河对顾琴的印象很好 而且还把顾琴当成了儿媳妇的人选 顾琴真要找上苏白河主持公道 苏云就算不用想 也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苏云干咳一声 推诿道 这件事再说吧 下次有空 我去见你一面 验证一下 那树彻底掌握了 不用等下次了 今天我休假 等一下我也去临北县 马上就能跟你见上面 顾琴连忙说道 如果苏云还在云州 那还有些远 可临北县就在阳川市属地 赶过去也很方便 不到一个小时 苏云就抵达了临北县 远远就看到 顾琴已经在约定的地方等着了 顾琴一如既往的青春靓丽 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 下面搭配着一条紧身牛仔裤 将两条美腿 硬衬得更加比着修长 苏云眼睛飞快地瞄了一下 也没有下车 而是冲着顾琴扬了扬头 说道 先去我家再说 现在这种环境 可没法验证 顾琴对于呼吸土纳术的掌握成效 哦 顾琴应了一声 回到自己车上 启动跟上 没过多久 两人就到了苏白河所在的小区 爸 我回来了 苏云推门而入 此时 苏白河正围着围裙 清理卫生 听到动静抬起头 都闹道 怎么来得这么晚 昨天电话里 不是说一大早就出发吗 我还寻思着 你能过来吃午饭呢 苏云无奈道 出发前 临时有点事 耽搁了一回 苏白河还遇在说时 就看到了跟在苏云身后 紧来的顾琴了 小青 你也来了 苏白河立刻面露欣喜 随即瞪了苏云一眼 骂道 臭小子 你要带小青回来 怎么也没提早说一声 我这神妖准备都没有 按照自己临北县这边的风俗 儿子第一次带对象上门 那是要封红包 送一份见面里的 这小兔崽子 偷偷带人回来 也不提前通知一声 一点都不懂事啊 小青啊 你先坐下看看电视 叔叔出去买些菜 买些水果回来 苏白河脱下围裙 就要往外走 顾琴被苏白河的热情 弄得有些受宠若惊 连忙道 叔叔 您不用客气的 苏白河哪里会听 当即就风风火火的出门 叔叔 这也太热情了 顾琴感叹了一句 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 忽然看向苏云 问道 对了 上次他好像 对我们之间的关系 有些误会 你回来后 没跟他解释解释 苏云无奈道 我解释了 可是他不相信啊 等一下 你也帮忙澄清一下吧 总被这么误会着 也不是个事 没问题 顾琴爽快地答应 但随即语气一转 说道 那你说我为徒的事情 苏云闻言 一阵无语 感情我要是不答应 你还准备讹上了我是吧 他没好气地瞪了顾琴一眼 说道 先别扯这些 我要先验证验证你是否真的彻底掌握了那呼吸土纳树 要是掌握得不够好 那一切都不用提了 验证就验证 顾琴笑盈盈地底气十足 他双腿微微分开 平稳地站立着 开始慢慢地调节起自己的呼吸节奏 起初时 气息还有一丝杂乱 可随着他闭目近心 进入了状态后 他吸气呼吸 都开始契合某种独特频率节奏 一呼一吸之间 他体内的五脏六腑 似乎都被呼吸带动 形成一种微妙的振动 这种细微的振动 由内而外 对他全身进行一段特殊的锻炼的 苏云站在一旁 微微地点头 顾琴确实是有不错的悟性 对于呼吸土纳树的掌握 几乎没有什么差错 接下去 苏云还想看看 顾琴能够坚持多久 时间一点点过去 顾琴心无旁骛 不断运转呼吸土纳树 他的头顶 冒起一丝丝白气 浑身香汗淋漓 因为呼吸之间 要牵动五脏六腑的振动 对于体力的消耗非常巨大 顾琴美艳的面旁 渐渐苍白起来 不过他还在继续坚持 经过一阵时间的休息 他已经摸索出来一些经验了 坚持得越久 对自身的锻炼效果就越好 所以 他每次都坚持到 自己所能达到的极致 苏云微微汗手 眼中闪过一丝满意之色 在沉吟了一下后 他将那没刚得到的灵精 取了出来 罢了 今天就便宜你吧 苏云心中暗自嘀咕了一声 然后手指用力 咔嚓 灵精被他捏出了一道缝隙 下一刻 一丝丝纯白的烟气 从那灵精的缝隙中 散逸了出来 苏云将灵精放到顾琴面前 那散逸出的纯白烟气 立刻就被顾琴吸入了口鼻之间 随着他呼吸律动 扩散全身 顿时间 顾琴全身各处的细胞 似乎都急速活跃起来 一股股强大的生机 滋生而出 而顾琴原本还闭着眼睛 全部的心神 都在运转呼吸吐纳术上面 可此刻感受到自己体内的异样 他猛地睁开眼睛 苏云 你这是顾琴神情惊恶 苏云神情严肃 力声打断道 不要说话 不准乱了呼吸节奏 继续运转那呼吸吐纳术 顾琴听到苏云语气如此严厉 心头一跳 也不敢多问了 他连忙闭上眼睛 继续呼吸吐纳起来 很快又进入那种心无旁骛的状态中 随着时间缓缓流逝着 连顾琴自己都不知道 他身上的皮肤 渐渐渗透出了一层黑乎乎的脏东西 这是五道炼体突破 肉身得到了一次蜕变和升华后 将体内的一些糟粕和杂质排了出来 轻轻松松 顾琴就踏入了一品舞者的境地 而且这还远远没完呢 随着顾琴继续吸入灵精中的精华之气 又浮以呼吸吐纳术 将其不断地吸收消化 他的身躯还在持续蜕变提升着 没过多久 他身上第二次渗透出杂质 接着是第三次 而在半个多小时后 那枚灵精中的精华之气 彻底消耗干净了 而也就这个时候 顾琴浑身一震 身上发出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 机体急剧颤动 身上渗透出的黑色杂质 比前面三次还要多 一股股凝食无比的内镜 在体内滋生 永荡不休 五道四品 短短不到一个小时 顾琴就从一个只懂些 粗浅格斗技巧的普通人 一跃而成了 练出内镜的四品五者 这说出去 估计都没有人相信 可现在 这事情确确实实发生了 那枚灵精的效果 强得吓人 当然了 灵精能够被原性老者 这种八品宗师如此重视 有这样的效果 也属于正常 毕竟这是宗师强者 准备用来为自己冲刷体魄 凝炼先天灵体而用的 现在给顾琴这般消耗掉 其实是有些浪费的 也就苏云不在意 他自己看不上 这么点小玩意 而弟子阮子峰 本身修炼的速度 就已经够快了 还需要压制打磨 也用不上 所以 苏云干脆就用在顾琴身上 也算是对不能 收他为弟子的一点补偿 苏云 我 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这时 顾琴终于忍不住了 他感觉自己体内 充斥着无穷无尽的力量 而且这些力量 异常的狂暴 在他体内四处冲击涌荡 而他自己完全控制不了 咔嚓 他脚下踩着的地砖 突然开裂 这是收不住力的结果 苏云见此 连忙伸手一拍 一股力量涌入顾琴体内 替他梳理 体内那些乱冲的尽力 过了片刻之后 苏云才缓缓吐出一口气 解释道 刚才你以呼吸土纳树 吸收了一枚灵精中的 全部精华之气 一步登天 使得肉身历经四次蜕变 成就五道四品的境界 不过 你一时间 还无法掌控这么强悍的身躯和力量 我现在给你进行了封印压制 让你之后 能够循序渐进地掌握 这也是无奈之举 毕竟顾琴之前在五道修炼上 可没有什么基础 苏云也只能对他进行封印压制 让他慢慢适应掌控 五道四品 顾琴听到苏云的话 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我现在已经是四品舞者了 这么说 我如今也是一个高手了 现在 他可不再是什么都不清楚的小白了 上次他就从苏云那里 听了不少关于五道修炼的知识 五道修炼达到四品 修炼出了内进 这在五道界中 已算是小有成就 很多资质一般的舞者 苦修一辈子都卡在口子上 没能练出内进 而他 好像轻轻松松地就做到了 一点难度都没有 苏云听得一阵心泪 提醒道 你想成为高手 那还早得很 你首先要做的 是彻底稳固你当前的境界 等你什么时候 能够完美地驾驭自身的每一份力量 再谈其他吧 现在 顾琴这五道四品的境界 就是个豆腐渣 哪怕以后能够彻底驾驭自身的力量了 那也还不够 还得经历各种实战历练 比如吕飞扬 为了魔力自己 那时在老林子里一待就好几年 时常与各种野兽搏杀 其战斗的本能和经验 都远非顾琴可比 同样的境界修为 顾琴要是和吕飞扬交手 估计会被直接秒杀 放心 我是天才 肯定能很快就稳固境界的 顾琴此时开心无比 喜不自胜的 就要给苏云送上一个拥抱 苏云眼皮一跳 连忙闪避开来 提醒道 我觉得你现在 最好还是先去洗个澡 顾琴一听 也立刻反应过来 她身上现在可还沾染着 那些渗透出的黑色杂质 当中还散发着难闻的味道 就跟一个月没洗澡似的 啊 顾琴发出一阵尖叫 羞涨无比地跑进了卫生间 一想到自己这么狼狈 脏乱的样子 都被苏云看在眼里 她就恨不得扒开条地缝钻进去 苏白河哼着小曲 慢悠悠地回到家里 两只手上 都提着满大袋的水果蔬菜 还有各色零食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小琴呢 苏白河看到客厅里 只有苏云一个人坐着 随口就问了一句 她在洗澡 洗澡 无缘无故地洗什么澡 苏白河有些纳闷地嘀咕了一句 不过话刚一说完 她自己就愣住了 她像是想到了什么 神情怪异地盯着苏云 爸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吗 苏云被苏白河的目光 看得有些不太自在 没什么 苏白河干咳一声 心中却是暗暗嘀咕起来 现在的年轻人 还真是激情十足啊 人独相处的机会 就要亲热一番 苏白河想了想 还是提醒道 儿子 你和小琴耍归耍 但安全问题一定要注意啊 现在你大学都没毕业 两个人也没结婚 要是有了小宝宝 苏云听到一半 连忙打断 爸 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我和顾青 什么都没发生 苏白河以为苏云这是不好意思 笑了笑 爸 好吧 什么都没发生 我就是给你提个醒而已 说完 她就提着蔬菜 吹着口哨 走到厨房忙活起来了 苏云一脸的无奈 这事情 看来是解释不清楚了 过了片刻后 顾青清洗完后 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因为身上的衣服脏了 她现在只能换上苏云的衣服 下面是一条蓝色牛仔裤 上身则是一件男款白衬衫 简单素节 却有着异样的风情和魅力 不过苏云眼下 显然也是没什么心情去欣赏了 顾青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凑到苏云身前 笑盈盈道 苏云 你看我现在也是四品五者了 虽然还需要稳固一下 但应该也用不了多久 我这种情况 拜你为师 总够资格了吧 苏云没好气到 想都别想 我不会再收弟子了 顾青文言 立刻气鼓鼓地瞪起眼睛 你不讲信用 当初你说了 只要我掌握了那呼吸土那树 就会收我为徒的 苏云纠正道 我说的是会考虑收你为徒 知道考虑是什么意思吗 现在我考虑之后 觉得你不合适 再说了 刚刚我用了一枚灵精 助你突破到了五到四重的境界 这样的实力 足够你成威风了 顾青一听 气得想要咬人 感情你刚才助我 快速突破境界 就是想不收我做弟子 太过分了 他气势汹汹地瞪着苏云 不过苏云根本不理他 顾青见此 立刻态度软化 他楚楚可怜地 拉住苏云的手臂 声音娇滴滴地 带着一丝舞媚 苏云 我是真想要向你学本事的 你就收了我吧 好不好吗 再说出这话后 他自己脸颊就先红了 他是个要强的性子 在警队里 也是出了名的冷艳玫瑰 从来不会因为任何事情 去出言请求别人 像今天这般 做小女儿姿态的娇俏模样 还是头一次 不过 为了能拜苏云为师 他也豁出去了 在以前 顾青对于传统武术之类的 其实是看不上眼的 也就在警队里 学了一些擒拿格斗的技巧 他觉得 在现代社会 热兵器才是主流 一把手枪 就足以对付任何犯罪分子 可是在经历过上次的风波后 他才真正地认识到 武道强者的恐怖 特别是苏云那隔空一拳 必杀汉匪的绝世之姿 更是深深硬刻在他内心 所以 他是打定了主意 要拜苏云为师 不收 苏云闭着眼睛 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 前世 他一路崛起 成就先王之尊 什么场面没见过 怎么可能因为别人说几句软话 就改变主意 别说软语相求了 就算直接上美人计 都不好使 顾青一瞧苏云这样子 当时有些气苦 这时 苏白河端着两盘洗漱好的水果 从厨房走了出来 看着顾青一脸委屈的样子 他惊议道 小青 你这是怎么了 顾青眼神一动 连忙说道 叔叔 我想向苏云拜师学武 可他就是不肯答应 你能帮我劝一劝吗 你向他拜师 苏白河哑然失笑 哦 他不同意是对的 你们小两口子 要是还定下了师徒的名分 那辈分不是乱了吗 顾青目瞪口呆 整个人都猛住了 这是什么情况 自己和苏云 什么时候成小两口子了 虽然说 之前苏白河误会了 他和苏云再谈对象 可那也只是 将自己误以为是苏云的女朋友 可现在是误会升级了吗 顾青脑子有些发猛 这时 苏白河已经继续开口道 至于学武的事情 直接让苏云教你就是了 我也是前阵子才知道 他小时候被一人指点 修炼武道 现在 好像已经是什么宗师了 让他教你一些本事防身也好 你做警察这行业 也挺危险的 苏云听得一阵心泪 爸 你这连事情都没弄明白 就别给我添乱了 什么叫添乱 苏白河不乐意低声骂道 小青想要向你学武 你还不乐意教 是不是觉得 你自己现在发达了 我这老爸的话 也不好使了 苏云一听 干脆放弃了挣扎 现在自己这老爸 是真把顾青 当成了自家的媳妇在维护了 行吧 行吧 我有空会指点 他修炼的 苏云无奈地说道 这还差不多 苏白河撇了撇嘴 看向顾青 笑道 小青 你就放心吧 进了我老苏家的门 以后这只小兔宰子 不敢欺负你 他要是敢让你生气 你就告诉我 我替你出头 顾青正正地点头 随后才反应过来 解释道 叔叔 我和苏云之间的关系 其实还没有 苏白河笑着打断道 我懂 你们年轻人 都不想太早结婚 我也不会催你们的 你们自己慢慢出就是 顾青一脸地呆滞 等苏白河反身走回厨房后 他才愣愣地冲苏云问道 这是什么情况 我感觉 叔叔好像 对我们的误会加深了 苏云无力地点了点头 说道 他回来的时候 得知你在里面洗走 以为我们两个刚才那个了 所以 不等苏云说完 顾青脸庞已经刷的一下 变得通红无比 耳根子发烫 此刻 顾青心中修造难当 可偏偏 这种事情 连解释都不好去解释 顾青看向苏云 神情扭捏地说道 苏云 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 要不我还是先走吧 苏云眼皮子一翻 吴雨道 你可别害我 你要现在就走了 我怎么向 我爸去解释 到时候 他又得数落我了 你要是觉得 现在带这里不自在 那我先带你出去逛一逛好了 顺便给你买身衣服 毕竟 让顾青就这么一直穿着自己的衣服 也不合适 苏云说吧 便起身到厨房 和苏白河打了声招呼 就带着顾青出门了 十几分钟后 苏云开车 来到了市中心的一座大商场 临北线只是一个小县城 这里营建的商场规模 虽然不算小 但并没有什么国际顶级的排品入住 到时有几家国外二三线的女装品牌 客流都不错 苏云和顾青刚一进门 有几个陪同自己女伴来的男子 当时就是眼睛一亮 目光灼灼地看着顾青 顾青身材修长高挑 曲线曼妙 哪怕不失粉带 容貌便已无比惊艳了 而且他身上 并没有寻常女子那种柔弱之态 眉宇间流露着一丝阴气 顾盼流转 秀而不媚 这样的顾青 哪怕穿得再普通 也是非常吸引人的 而和顾青一同进来的苏云 倒是被众人齐齐无事了 顾青没有去理会其他人 拉着苏云就开始挑选衣服 苏云 你觉得这套衣服怎么样 这一件呢 会不会太艳了 不适合我 还有这件 我也觉得挺好 进店之后 顾青就像是换了一个人 兴致高昂 不断地拿起一件件衣服 在自己身上比划着 还不时地询问着苏云的意见 苏云听得一阵心泪 她觉得陪着女人出来挑衣服 那就是一个错误 不就是买套衣服吗 看上了就付钱拿走 前后两分钟的事情 打扰一下 这时 一名穿着店内统一着装的导购 手拿着一套艳丽的都市立人套装 走到顾青面前 面带微笑道 这位小姐 这是本店新上的夏季新款 而且是限量款 刘少想要让你换上 给他看一看 听到这话 苏云和顾青都是一愣 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他们顺着导购的指向看去 只见一个气态张扬的青年男子 站在不远处 正冲着顾青笑着 挥了挥手 而在这青年男子身边 此刻左右都还簇拥着两个美女 一看就是花丛老手 在更后面 还跟着两个身材魁梧的保镖 排面不小 顾青眉头微皱 冷声道 我不认识她 这衣服我也不喜欢 不喜欢 我看你们是买不起吧 导购女子目光在苏云和顾青身上扫过 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她身为导购员 自然一眼就看出 苏云身上穿的只是普通的地摊货 全身上下加起来也就几百块 而顾青穿的也是苏云的旧衣服 这在导购女子看来 两人根本就是穷鬼 刘少刚才已经说了 让你换上这衣服 钱的方面 你就不用担心了 自会有刘少买单 导购女子傲慢地说道 顾青被这女子的话语给激怒了 沉下脸 冷声道 我说了 我不认识你口中 那个刘少 也不想和她扯上什么关系 你要换就自己换吧 导购女子一听 顿时拉长起脸 有些不乐意了 她身为店里的导购员 衣服卖出去 可是有提成的 特别是这限量版的新款 售价过万 刘少要是买单了 她也能跟着占点便宜 可她没想到 顾青竟然这么能装 这位小姐 我劝你还是别不识台诀 刘少年少多近 能够看上你 是你的福气 你可别给脸不要脸 导购女子不耐烦道 顾青气的身子发颤 她还从来没有受过这种气 苏云也听得直皱眉头 你们店里就是这么对待顾客的 导购女子撇了撇嘴 神情间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 她最讨厌的就是那些到店里 只看不买的穷鬼 明明消费不起 非要到店里各种事穿 烦都烦死了 苏云和顾青显然也是 被她归为这一类 这种货色在她眼里 压根就算不上顾客 你 好 好的很 让你们店长过来 顾青深吸了口气 也不想再和导购女子废话 谁要找我 这时 一个同样穿着制服 画着精致妆容的美妇 走了过来 她瞥了一眼导购女子 淡淡问道 小文 你这边是什么情况 导购女子立刻说道 店长 是这样的 刚才刘少觉得 这位小姐身材不错 所以愿意出钱 买下店里的下装新款 让这位小姐是穿 结果她却不领情 女店长愣了一下 回头看了一眼那位刘少 随即转过来 又看向顾青 她也不得不承认 刘少的眼光 确实很厉害 眼前这姑娘体态修长 曲线妖娆 身材比例 简直比专业的模特还要完美 关键是 相貌也是一等一的 看来刘少 这是又看上的新目标了 女店长心里有数了 脸上浮现一丝笑容 冲着顾青说道 妹妹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刘少这也是一番好意 你怎么能不领情了 顾青惊恶地瞪大眼睛 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 你 你说什么 小妹妹 姐姐的意思呢 是让你听刘少的话 我可以保证 搭上了刘少的关系 你以后做梦都要投笑 女店长笑盈盈地开口 刘少可是他们店里的大客户 三天两头 就带着不同的女伴过来消费 这样的金主 女店长自然要费心讨好的 神经病 顾青骂了一句 拉着苏云就往外走 我们走吧 不在这家店里买衣服 顾青在强忍着自己的怒气 要不是顾忌着自己的警察身份 以她的脾气 早就要出手打人了 不过这时 刘少身边那两个魁梧的保镖 一左一右将店门口堵得严严实实 这位美丽女士 你又何必急着离开呢 刘少面带笑意 不急不忙地走了过来 笑道 我只是想和你交个朋友 你又何必拒人千里之外呢 顾青看着刘少 眼底闪过浓浓的厌恶 不好意思 我没兴趣和你交朋友 刘少文言 只是哈哈一笑 也不生气 她见过太多 看似青春刚烈的女子 看似真结烈父 但在她强大的金钱攻势下 没多久就纷纷沦陷 远的不说 就她现在身旁的两个女伴 其中一个原本是 临北县人民医院的护士 和她的医生男友 原本如交四期 都快谈婚论嫁 结果她刘少强势插手 送名牌包包 送名表 送豪车 一致千金 然后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 这位美女护士 就被她勾搭上床 另一个女伴 则是在银行系统工作的 刘少更是只用了三天时间 就将其拿下 对于眼前的顾情 刘少觉得 也不会是例外 美女 没兴趣和我交朋友 那看来 是我刘俊博展现的诚意 还不够 刘少笑了笑 朗生说道 既然这样 这家店里 你看上的任何东西 只管拿走 都有我买单 此话一出 四周顿时一阵哗然 店内不少女子 看向顾情的目光 充满了浓浓的羡慕 在他们看来 这就是灰姑娘 走了狗屎运 遇上了白马王子 不愧是刘少啊 一出手就是大手笔 是啊 毕竟刘少身份高贵 可不是我们 林北县这种小地方的人 可以比的 四周众人皆是一轮纷纷 特别是刘俊博身边 那两位女伴 更是醋意满满 不过 他们也不得不承认 顾情的外在条件 确实超出他们很多 美女 不知道现在你有没有兴趣 和我交朋友 稍后我会预定 这里最高档的餐厅 请你吃饭 刘俊博脸上洋溢笑容 充满了自信 顾情翻了个白眼 然后伸手挽住苏云的手臂 淡淡地说道 不好意思 我还是没兴趣和你交朋友 还有 我已经有对象了 晚上要和他一起吃饭 苏云也很配合地伸手 揽上顾情纤细的腰肢 场内原本还有些喧闹的气氛 一下子冷静下来 此举无疑是不给刘少面子 刘俊博脸上的笑容 收敛了一分 冷冷地看着苏云 说道 给你十万块 以后离开这位美女 她不是你这种废物可以拥有的 废物 你是在说我 苏云眼角微微眯起 脸上似笑非笑 不是说你 还能是谁 那位导购女子冷笑着嘲讽道 连点女朋友买套像样的衣服 都买不起 刘少说你是废物 那都是抬举你了 女店主也帮腔道 小伙子 爱情是需要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 你什么本事都没有 给不了别人幸福 还是让刘少照顾你的女朋友吧 你要真喜欢她 就要学会放手 做人啊 千万不能太自私 听着女店主苦口婆心的劝解 苏云不由摇头是笑 这种可笑的事情 她是头一次遇到 小子 你笑什么 刘俊博满脸戏虐道 趁我现在心情好 你可以拿着十万块走人 等一下 我要是不爽了 我就打断你手脚 送你离开 苏云眼神骤然一冷 你确定 刘俊博笑道 既然你不相信 那我就让你试试好了 把这小子给我 啪 话还没说完 苏云已经抬手 一巴掌抽在刘俊博的脸上 这一巴掌力道太大了 刘俊博整个人都被打得转了一圈 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还没等他回过神 苏云又已经反手一巴掌 抽在他另一边脸上 这次用尽更大 刘俊博身子都被抽飞了起来 撞到了一排展示用的衣架 啊 看到这一幕 刘俊博那两个女伴 都是第一时间大叫了起来 那两个在赌门的保镖 也是脸色大变 连忙跑过来 刘少 刘少 你没事吧 两个保镖一左一右扶起刘俊博 短短一会儿的功夫 刘俊博两边的脸颊 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地红肿起来 嘴巴里 而是满是血腥味 该死 你 你竟然敢打我 刘俊博捂着脸 气急败坏地大叫起来 他是真没想到 这该死穷鬼 贱民 竟然敢殴打自己 苏云面无表情道 你的嘴巴太凑 满嘴喷粪 赏你几个耳光 都是轻的 混蛋 刘俊博暴怒 冲着两个保镖吼道 你们两个死人吗 还能在这里干什么 给我打 打死打残了 算我的 两个保镖这时也回过神来 刚才他们都顾着刘少的情况 没顾得上收拾苏云 现在刘俊博发话了 两人立刻都气势汹汹 朝着苏云冲去 让我来 顾卿一个月步 刚先赢了上去 现在 他也不忍了 先把这几个家伙抓起来再说 刷 顾卿身形一跃 一个飞腿 当先冲着一个保镖踹去 嗯 居然还有一点伸手 那保镖诧异了一下 随即伸手一抬 一挡 粗壮的手臂 轻易就拦下了顾卿这一记飞踢 并且顺势意把抓住顾卿的脚腕 将其蛮横地拉扯下来 顾卿没想到 这保镖动作竟然这么敏捷 当即就双手往前一探 要用格斗手法 那保镖制服 不过他手掌都还没有触及对方的身体 两只手就已经被对方牢牢地抓住 给提了起来 顾卿挣扎不得 连忙求救 似地看向苏云 他如今虽然是五到四品的境界 体内都已经生出了内劲 可他的内劲 他的一身强悍力量 都被苏云给封印住了 所以 本质上就和以前差不多 他那点警队里学的擒拿格斗技巧 对付小偷小摸还行 可对上一些练家子 那明显就不够看 苏云看得也是大摇齐头 顾卿的身手 苏云面前 上来就是一个凶狠的拳锤 直击苏云的脑门 苏云看都没看 随意地伸手一拍 碰 对方的魁梧的身躯 直接就被拍翻在地上 一动不动 阿飞 另一位控制住顾卿的保镖惊呼一声 刚喊完 就感觉一阵进风袭来 他只觉得眼前一花 就看到苏云已经出现在自己面前 一把捏住了他的手臂 就像是挥甩玩具一样 将他狠狠地摔在地上 哄 店内的地板 都明显地震战了一下 就已经双双瘫倒在地上 场内 所有人都猛了 刘俊博这个时候 也是傻眼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手下这两个实力相当强大的保镖 竟然这么轻易 就被对方解决了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刘俊博正正失神 难以接受 苏云冷冷一笑 卖不上钱 刚才听你说 要把我打死打残了 是吧 你要干什么 刘俊博神情闪过一丝慌乱 连忙道 我警告你 不要乱来啊 我一个电话 就算是你们林北县的县长 都得过来 苏云根本没有理会这种威胁 直接上前一抓一扭 刘俊博整条手臂 就被他扭得骨骼爆响 然后软绵绵地垂落下来 啊 刘俊博当时发出了杀猪一样的尖叫 住手 这时 那女店主强忍着拒议 怒斥道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在这里行凶 你知不知道得罪刘绍是什么后果 刘绍可是陈氏集团的高层 你知不知道陈氏集团 在整个阳川地区 代表着什么样的分量吗 女店主连连贺问 在他看来 刘俊博这样的贵客 来到临北县这种小地方 本就已经是屈尊降贵了 可现在却在这里被刁民打了 这怎么可以 陈氏集团 苏云皱眉 杨川首富陈仲鹏的那个陈氏集团 你知道就好 实话告诉你 便是连陈首富都对刘绍十分器重 对他唯以重任 这次刘绍负责督建的临北县新百货大楼 那是县里的重点工程 连县委书记和县长 都多次邀请刘绍商谈事宜 你居然把他打了 女店主早已经将刘绍的底细 摸得一清二楚 所以此刻第一时间出面 想在刘俊博面前刷一刷好感 店内 其他人听到这话 都是肃然起敬 陈氏集团 在整个阳川地界 拥有着无比巨大的影响力 像刘绍这种集团高管 能够调动的能量非常大 要整死一个普通人 那太简单不过了 一时间 不少人都觉得 苏云这是要大火临头了 你要付出代价 还有你的家人 我也不会放过 刘俊博强忍着疼痛 面目猙獰的大吼 他一直来都是养尊处优 哪里遭过这种罪 他已经在心里打定主意 要狠狠报复苏云 先打断苏云的手脚 然后当着苏云的面 去凌辱他的女人 最后再将苏云大泄八块 如此才能发泄自己心中的怒火 听着刘俊博的威胁 苏云眼中闪过一缕寒芒 冷冰冰道 我还真佩服你的勇气 这个时候 居然还敢威胁我 你的底气 无非就是你背后的陈氏集团 还有陈仲鹏吧 刘俊博一脸的傲然 是又如何 苏云神情淡漠道 那你就给陈仲鹏打电话吧 看他敢不敢在我面前保你 此话一出 众人都是一愣 但反应过来后 皆是满脸讥讽 装吧 这种时候 居然还特么在装 就你这种穷鬼 也能认识陈首富 还放出这种狂言 刘俊博更不可能因为 这种争风吃醋的迫事 去打扰陈仲鹏 你不打 那就我打给他好了 苏云也懒得啰嗦 直接掏出了手机 就要打电话 上次陈仲鹏留下了一张名片 苏云虽然交给了苏白河 但上面的私人号码 他还是扫了一眼的 苏云 因为这种小事 去打扰陈首富 是不是不太好 要不 我联络一下局里 顾晴拦了一下苏云 他知道 苏云对陈仲鹏有恩情 上次帮助就回了陈仲鹏的独子 但他后来也打听了一下 陈仲鹏事后 好像已经回赠了苏云重礼感谢 苏云痴笑一声 道 顾晴 你错了 这不是我要打扰他 而是他需要给我一个交代 说完 他就拨出了号码 很快电话接通 我是陈仲鹏 你是 一个男子的声音传出 带着几分困惑 这是陈仲鹏的私人号码 知道的人可不多 我是苏云 苏先生 总算等到你电话了 上次也别匆忙 我还想着 什么时候能够再上门拜会一下你呢 陈仲鹏笑声爽朗 整个女装店内 一下子变得非常安静 原本还没当一回事的刘俊博 在听到陈仲鹏的声音后 脸色刷的一下 变得惨白如指 真的是陈仲鹏的声音 完了 事情麻烦了 这小子不仅认识陈仲鹏 而且从对话来看 陈仲鹏对他相当的客气 刘少 难道那穷鬼 真的是在跟陈首富通话 女店主看到刘俊博神色不对 像是也意识到什么 连忙小声询问 刘俊博咬着牙 一声不吭 根本没心思去理会他 拜会就不必了 问你一件事 我在临北这边 遇到了一个自称刘俊博的家伙 是你们集团高管 苏云开门见山地问道 俊博 陈仲鹏愣了愣 随即语气微微有些变化 苏先生 刘俊博确实是我们集团的人 他父亲是当年协助我创业的集团元老 前两年过世了 临终时让我照顾一下刘俊博 这次他在临北县 是替集团督造那边新百货大楼项目 陈仲鹏详细地解释了一遍 才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苏先生 是不是刘俊博他得罪你了 你觉得呢 陈仲鹏闻言 一时语色 他显然也是知道 刘俊博那顽劣习性的 一时间 他心里也是恼火不已 这混蛋得罪谁不好 偏偏去得罪苏云 要知道 他之前为了教好苏云 不惜送上了价值过亿的电子加工厂 好不容易建立起一点好感 结果全特么毁了 苏先生 刘俊博那家伙在不在旁边 能不能让我和他说句话 陈仲鹏问道 说吧 开着扬声 他能听到 刘俊博听到这里 也早已丢下了那点侥幸 哭丧着喊道 陈叔 我被他打了 手都断掉了 你闭嘴 陈仲鹏暴怒的声音 从手机中传出 你个混蛋 我告诉你 苏先生是我陈某人的贵客 对我陈家更是有大恩的 我不管你怎么得罪了他 现在立刻向他道歉赔罪 他要是不原谅你 我也只能开个的职务了 陈仲鹏的声音 所有人都是难以置信地看着苏云 谁也没想到 这个大家眼中的穷鬼 竟然真的和陈首富认识 而且还被陈首富如此礼敬 刘俊明脸色惨白 心中无比愤懑 这次明明自己才是受害者啊 对方连毛都没少一根 反倒是自己被打肿了脸 一条手臂也被折断了 就这 还要让自己去向对方道歉赔罪 取得对方的原谅 刘俊明内心当然不服气 不过他也知道 自己一身的荣华富贵 都来自陈仲鹏 真要是被陈仲鹏开格出了陈氏集团 那他等于是从云端被打落入尘埃了 想到这 刘俊明深吸了口气 脸上挤出一丝笑意 冲着苏云弯腰低头 说道 真是抱歉 刚才是我一时糊涂 冒犯了你们 还请原谅我 说完 他又向顾晴也鞠躬赔罪 顾晴轻横了一声 似乎被刘俊博刚才的丑陋嘴脸 给恶心坏了 还没有消气 苏云更是理都懒得理 刘俊博一咬牙 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苏先生 对不起 刚才 是我有眼无珠 得罪了你 还请你高抬跪手 饶我这一次 刘俊博低着头 无比屈辱地说道 周围众人都是看得倒吸一口气 谁也想不到 事情会是这么个结果 那个女店长反应过来后 立刻拽着那位导购女子 也扑通一声跪下 店长 导购女子还愣了一下 闭嘴 我们也立刻向贵客道歉 女店主眼神伶俐地 瞪了一眼导购女子 那也是有一定心计手腕的 知道该服软的时候 就一定得服软 苏云表现出的能量 实在太恐怖了 连陈首富都要对他恭敬相待 要整死自己 太简单了 况且 自己两个刚才也充当了帮凶的角色 出言讥讽羞辱过苏云和顾晴 真想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就懵混过去 怎么可能 连刘俊博尚且都得忍气吞声 下跪道歉 自己两个小人物就更不用说了 啪 啪 女店主二话不说 先自扇了几个耳光 对不起 刚才是我嘴贱 胡说八道 希望贵可能够原谅 女导购这时也回过神来 跟着自己掌嘴 刘俊博看到这一幕 差点气炸了 原本他觉得自己跪下道歉 也就差不多了 可哪想得到 女店主和这个导购 竟然也跪下来了 而且还直接自己掌嘴 现在三个人跪着那里 其他两个在自打耳光 就剩下的刘俊博 显得很显眼 麻痹的 刘俊博心中暗骂了一声 也只能自己掌嘴 他的脸庞本就已经被苏云抽肿了 此刻轻轻一拍 都是痛得嗷嗷大叫 苏先生 你看 手机那头的陈仲鹏 也听到了这边的动静 出声询问 苏云神情淡淡地说道 陈先生 我要是废了这刘俊博 你不会有意见吧 此话一出 陈仲鹏还没有说什么 刘俊博已是脸色狂变 其他人也是进阶变色 手机另一头的陈仲鹏 沉默了好一会 方才叹了口气 道 罢了 这刘俊博也确实欠缺了一些教训 苏先生 你看着办吧 不 刘俊博惊叫了起来 嚷嚷道 陈叔 陈叔 你不能这样 我爸死前 你答应会照顾我的呀 陈仲鹏悠悠一叹道 俊博 你放心吧 你就算废了 以后陈氏集团也会养着你的 而且 这对你来说 可能也算是一件好事 被彻底废了 以后 也不能出去惹是生非了 说完 陈仲鹏已经挂断了电话 可恶 刘俊博骂了一句 冲外面跑去 苏云看都没看一眼 身形一动 就已经出现在了刘俊博面前 啊 下一刻 刘俊博发出惨叫 他剩下的一条手臂和两条腿 都被苏云干脆利落地扭断 这狠拉的手段 吓得店内的人都是 惊惧不已 胆子小一些的 甚至当场被吓尿了 倒是顾琴表现得很平静 他最讨厌刘俊博这种 仗着权势和金钱 威逼利诱玩弄女性的渣男 废了他 就废对了 今天这件事 他人恐怕要遭大罪了 现在好了 以后刘俊博 估计也没能力去祸害其他人了 苏云 我们走吧 等一等 你的衣服还没有买呢 苏云走过去 将先前顾琴挑选 觉得比较满意的几套 都拿了过来 装起来 买单 苏云说道 女店主连忙脸上陪笑 道 单不用买了 这几套衣服 就当是本店赔罪的一点心意 少废话 我说了买单 苏云懒得啰嗦 直接丢出了一张银行卡 上次黄毛师从周广志一家敲诈出的三百万 打入这张卡上 苏云都还没有动过 对他来说 金钱那真是一串没有意义的符号而已 不用这么多 一套就行了 顾琴连忙说道 拿着吧 省得下次再逛街买 苏云说道 顾琴一听这话 简直无语 逛街对于女人来说 那是享受好吗 两人离开商场后 静止回到苏云家 苏白河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饭 吃饭的时候 苏白河一边热情地给顾琴布菜 天色也晚了 你开车回去也不安全 就在家里住一晚吧 苏云的房间 我刚刚已经专门收拾过来 顾琴一听这话 差点没呛到 他忙将口中的饭菜咽下 说道 叔叔 这不太方便吧 你和苏云的感情 已经进展到这种地步 还有什么不方便的 苏白河一边说话 一边还冲苏云 偷偷使眼色 苏云以手扶额 相当的无奈 自己老爸也太热心了 爸 顾琴明天还要回杨川市局上班 今晚真不合适留下 推诿道 苏白河倒不是不讲理 一听顾琴明天要上班 倒也没再提这一茬 倒是顾琴 神情异样地看了一眼苏云 下次 下次要留我一起过夜 吃过晚饭 苏云送顾琴出门 顾琴特意提醒道 苏云 你之前可是答应了你吧 要教我修炼的 你可别忘了 苏云听得一阵无奈 说道 等你什么时候 完全稳固了当前的境界 能够完美地掌握自身之力 我再教你其他的 武道修炼 切记好高无远 顾琴闻言 点了点头 这话他是听进去了 那你有没有办法 能够让我快一点稳固境界 掌握自身力量 顾琴又问道 苏云犹豫了一下 说道 那我传你一套基础的练体拳法吧 你每天抽出两三个小时练一练 这练体拳法 卵子锋也在练 都是很基础的东西 主要是用你锻炼自身体魄 增强自己对躯体的掌控力 苏云当即就在楼道里 给顾琴演练起来 看着都是很简单的动作 一便演练下来 顾琴就记住了 这就完了 你这个也太简单了吧 顾琴神情错愕 在他看来这和一些公园广场中的 大爷大妈练习的健身操 也差不了多少 他怀疑苏云是不是在敷衍自己 简单 苏云也不多解释 只是笑了笑道 等你回去练一练就知道了 你要是三天之内 能够将这一套动作 给顺利的练下来 那我就承认你是个天才 顾琴神色一动 心中若有所思 他估计 这看似简单的练体拳法 苏云又提醒道 还有 你除了自己修炼外 最重要的还是欠缺实战经验 舞蹈修炼不能闭门造车 唯有和其他舞者交手 甚至进行生死搏杀 才是最快的进步办法 生死搏杀 顾琴听得有些扎舌 要知道 他的那点实战经验 那都是来自局里 举办一些格斗的教学和竞技 不过基本也都是点到为止 生死搏杀 那根本不可能 你这边 算了 你以后休假有空的话 就到云州来找我 苏云也懒得说了 干脆让顾琴有空去云州 到时候安排他和阮子峰对打吧 说话间 两人走出了居民楼 还没等顾琴上车 一群人就冲着这边走来 苏先生 有人喊了一声 说话的是一个年轻斯文的男子 苏云看了对方一眼 倒是有些印象 上次陈仲鹏来自己家时 对方就跟在身旁 好像是陈仲鹏的机要秘书 苏先生 还记得我吗 上次和陈总一起去过你家 对于今天下午的事情 陈总深感抱歉 不过他现在因为有药师在身 没办法赶过来 所以委托我过来 表达一下歉意 张秘书语气攻签地说道 苏云一听也没有在意 那事情都已经解决好了 陈首富没必要这么客套 张秘书原本还想再说什么 可这时 在他身后一个体态雄壮的中年男子 朗声一笑 张秘书 你就别婆婆妈妈了 陈总的歉意传达道 也就行了 能不能让我和这位小兄弟说几句 张秘书脸色一僵 善善地退到一边 你是 苏云看向说话的中年男子 这位是陈总刚刚重金请来高手 专门负责陈总和其家人的安全问题 张秘书连忙介绍道 说那么复杂干什么 简单说 就是陈总过来的保镖 中年男子撇了撇嘴 朗声道 介绍一下 我叫赵金虎 今天 跟在刘俊博身边 那两个被你打伤的保镖 是我的记名弟子 哦 苏云眉头一挑 笑道 这么说来 你是要来找回厂子的咯 那张秘书一听 连忙又插嘴道 苏先生 你别误会 赵金虎不耐烦地伸手 一下就将张秘书扒拉到了一边 张秘书也是敢怒不敢言 自从陈仲鹏上次被人强闯入宅 掠走独子后 陈仲鹏就已经不相信一般保镖的能力了 这个赵金虎 是陈仲鹏花费了天大的代价 请来的武道高手 陈仲鹏对其也是尊敬有加 张秘书自然不敢得罪对方 赵金虎目光打量着苏云 直截了当地说道 我听陈总说起过你 说你枪法如神 十几个持枪警察 枪械之术 可我检查过两个弟子的伤势 他们都被人以尽力震伤了气脏 所以我就过来看看 你到底是什么人物 赵金虎说话很直接 没有任何拐弯抹角的意思 只是看看我 苏云神情玩味 赵金虎坦然道 原本有着和你切磋一下的心思 不过见到你后 我觉得不太合适 你太年轻了 或许再给你几年时间 你才有资格和我交手 现在我就不以大蹊跷了 不过今天既然来了 那我就给你露一手 免得让人看低了我这一脉 说话间赵金虎脚步猛地往前一塌 哄 地面猛地一震 旁边的人能够清晰感应到 脚底下地面的震动 当赵金虎一开脚掌之后 原地 那水泥地面上 竟出现了一个足有三公分身的脚印 苏云看着这个脚印 脸上没什么神情变化 心中觉得很无语 对方的这点手段 对他而言 简直就是扳门弄斧 赵金虎看到苏云没有说话 以为是被自己这一手给惊住了 当即宇太傲然地说道 年轻人 给你一句忠告 对于我等习武之人而言 枪械终究是小道 你若过分依仗 便会失去了五道进取之心 浪费了你的五道天赋 苏云听得哑然失笑 怎么 对我说的这些有意义 赵金虎冷冷一笑 道 枪械之威 只能让你得力一时 等遇到了真正的强者 那就是一堆沸铜烂铁 等哪一天 你的实力达到一定的境界 就会知道这个道理 今晚十点 杨川的青月山庄 有一场地下拳赛 我也会参加 你要是有时间 可以过去看看 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五道之威 说完 赵金虎迈步离去 这 张秘书一脸尴尬 冲着苏云连脸鞠躬 说了几声抱歉 就追着赵金虎一起离开了 顾琴凑到苏云旁边 小声道 那个赵金虎口气这么大 也是宗师强者吗 苏云笑了一下 他还差得远呢 连内境都没有修炼圆满 顶多就和那个 被我射杀的吴天茂差不多 要不是 看他心性耿直 没什么恶意 刚才就给他一个教训了 对于赵金虎这些人 苏云是真没放在心上 在他们离开后 苏云看着顾琴 说道 好了 我就送你到这了 自己开车回去小心点吧 等等 顾琴突然拉住苏云 犹犹豫豫地说道 刚刚那赵金虎说 今天晚上 杨川的青月山庄 有地下拳赛 要不 我们过去看看 苏云文言 想都不想 就摇头道 不去 没兴趣 对于他来说 那种地下拳赛 实在太低端了 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像样的高手 舞蹈宗师级别的人物 也不可能去打这种地下拳赛 况且 就算是舞蹈宗师 苏云也一样不放在眼里 去那里干什么 顾琴拉着苏云的手臂 又流露出那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央求道 你就带我去看一看吗 你不是说我缺乏实战吗 我去那种实打实的地下拳赛 正好可以观摩一下 苏云迟疑了一下 顾琴这情况 还确实适合去那种地方打磨打磨 那种地下拳赛 充满了血腥和暴力 有时候打起来 真的会弄出人命 每一场都是生死实战 是个历练的好地方 之前苏云没有想到这一茬 现在想想 或许以后可以将阮子峰 也安排过去打全赛 通过激烈的格斗和拼杀 来磨砺自身 行 今天我陪你过去看看那边的环境 苏云想了想后 还是答应下来 他给苏白河打了个电话后 便和顾琴驾车前往阳川市 一个来小时的功夫 两人就来到了清越山庄 此时 山庄外面的停车场 已经停满了各色的豪车 乡车美女 目不暇间 这清越山庄 是阳川市内有名的肖金库 据说连陈首富都在这里 拥有一定的股份 顾琴冲着苏云小声地说道 他身为警察系统内的人 对于清越山庄的底细 还是知道几分的 据说 里面时常会举办各种各样的赌局 有时候涉及资金 甚至能高达数十亿之多 没有足够的背景和身份 根本撑不住 像今天这种地下拳赛 自然也不仅仅是纯粹的全赛 里面早就开了各种压住的资金盘口 一些富豪 富二代 就是冲着赌全来的 苏云和顾琴走进去 光光进门费 就一人交了一万 清越山庄 占地极广 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庄园 甚至堪称一个基地 里面划分出了各种主题景区 有古堡风景区域 有文化科普区域 有水上乐园区域 有烧烤野炊区域 有林木花卉区域 还有跑马场 赛车场 山庄内部 还配套建设了五星级标准的酒店 还有日式 中式 欧式 等十几家各具特色的美食餐厅 苏云和顾琴进入山庄之后 就被安排坐上了山庄内部的 一辆八座的游览车 和他们坐上同一车的 还有一个烫着黄色卷发的富二代 和他的女伴 此时 山庄中的大部分园区都已经闭圆了 大家这个时间点过来 自然都是为了参加地下全赛过来的 王少 这一次全赛 你准备了多少资金 富二代的女伴 娇生娇气地问道 准备了八百万资金 小玩玩了 上次在这里赌马 我就是投入的太少 只赢了三百万 这次要成胜追击了 黄发卷毛一边抽着烟 一边旁若无人地揉捏着女伴的大腿 女伴发出一阵低呼 娇生娇气地说道 汪少 我这也存了三十来万 要不你也带我玩玩呗 三十来万玩个毛线 等我这次赢了 直接赏你一百万 汪少才大气粗地说道 汪少 你真好 女伴双眼水汪汪的 说着就直接给汪少 送上了一个香吻 汪少来者不拒 搂着女伴就是一阵狂吻 游览车最前面 开车的司机 和穿着旗袍的向导女子 都是目不斜视 似乎对于这一幕 细以为常了 不过坐在后面的顾晴 却是看得满脸通红 关键是 大家坐在同一辆车上 他就是想避 也没地方避开 喂 你们两个能不能注意一点 这里是公共场合 你们实在忍不住 就找个私密点的地方去搞 不要脏了我们的眼睛 顾晴看着汪少和他的女伴 动作越来越过分 红着脸 有些气愤地提醒道 那女子一听 脸上闪过一丝羞脑 怒斥道 你谁啊 要你多管闲事 你要是看不惯 可以自己下车 汪少这时 也神情不善地回过头 由于天色较暗 当才他也没有仔细 去观察后面的人 现在仔细一看 他顿时眼睛一亮 原本准备发怒的他 看着顾晴 立刻哈哈一笑 调戏道 美女 你这话就不对了 男女之间那点事 怎么能说是瞎搞呢 你这么生气 莫不是因为你男人满足不了你 没事 汪哥我能耐大 要不你就跟了我算了 顾晴一听 灯时大怒 你无耻 汪少笑眯眯的也不当回事 还挑衅似的 冲着苏云扬了扬头 笑道 哥们 我看你的女人不错 要不要我替你调教调教 那女伴一听 灯时粉拳捶打汪少的肩膀 娇晴道 汪少你真坏 看一个就喜欢一个 那我怎么办呢 苏云轻叹了口气 什么话也没说 两手往前一抓 一左一右 就滴流起汪少和他的女伴 往两边丢去 你干什么 混蛋 放开 汪少话都没说完 就化为一阵惨叫 他和他的女伴 都被苏云干脆利落的丢出了车外 游览车的司机 还有那旗袍向导 都是脸色一变 就要停车下去看看 不准停 继续开 苏云冷冰冰的开口 语气中流入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冷力 司机和旗袍向导对视了一眼 只好继续记开着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直接动手就行了 和这种垃圾 不必废话 苏云提醒了一句 顾卿也是无奈 他倒是想动手来着 不过身为警务人员 他以前一直遵循的文明执法的习惯 刚才一下也没反应过来 过了十几分后 游览车开到了山庄中心 一处巨大的广场上 此时 这广场上已经分隔成了几个区域 每个区域都设立有单独擂台 几座擂台上 都有人在上面激烈的拼斗 下方则是围满了不少看客 此刻 整个广场上 人声鼎沸 几座擂台上 都有人在你来我往的拼斗搏击 而下面围着的观众看客 则是在大声的喧哗嚎叫 苏云从游览车上下来 看到这一幕 神情有些呆滞 他有想过 这地下拳赛的档次 可能会不符合自己的预想 但也没想到 层次会低到这种程度 此时在几座擂台上拼斗的人 基本都是些花架子 连舞者都谈不上 这就是地下拳赛 苏云失望至极 想拉着顾晴 直接离开算了 当然不是 真正的地下拳赛 还要再等一个多小时 等晚上十点才开始 地点是在那边那座红兵楼 这时 一个穿着白制服黑马甲的工作人员 正好路过苏云身旁 解释了一句 这里的几座擂台 都是用来给大家打发时间 娱乐娱乐的 你们要是有兴趣 也可以上去报名玩一玩 每场报名费也是一万 上面兜手关制 只要在任何一座擂台上 连续胜利无场 守住擂台 就可以获得山庄奖励的 一百万奖金 要是能够守关十场不败 那就可以获得五百万奖金 工作人员笑着解释道 苏云文言 这才点了点头 他冲着顾晴说道 那我们就先在这里随便逛逛吧 顾晴应了一声 注意力已经集中在擂台上的战斗 不过在看了一圈之后 他似乎有些扫兴 冲苏云说道 我看这些参加擂台全赛的人 也不怎么样吗 感觉还不如刘俊博身边那两个保镖呢 我要是报名上台 估计都可以轻易赢下百万奖金 苏云文言 笑了笑 别想得太美 你要是报名上去了 或许能让你赢个一场两场 但你想连胜五场 那是不可能的 清月山庄可不会白白送钱给你 苏云刚才就有留意到 擂台上面的拳手 基本都是实力稀松的货色 就算能够侥幸赢下一两场 那体力精力也损耗巨大 很难再应付接下去的比赛 就算真出现了特例 能连胜了四场 便立刻就也会有高手上场 终结对方的胜利 苏云不用想也知道 这是清月山庄安排兜底的 顾琴被苏云一提醒后 也立刻明白过来 想要拿这种擂台的奖金 没有一点真本事 确实是不行的 好 三号擂台 黑狼王上场了 快下座 这黑狼王我认识 好几次参加过山庄的全赛 三次夺取过百万奖金 有一次首关九场 差一点就能获取五百万大奖了 我也压黑狼王赢 这时 四周喧哗声更响了 好多人流都涌向了三号擂台 顾琴也好奇地冲着三号擂台看去 见到了一个皮肤微黑 留着寸头的凶悍男子 跃上了擂台 他一登场 立刻就爆发出了狂猛的攻势 如同恶狼烈石 出手凶残狠辣 他的对手原本已经连胜了三场 气势如虹 可是在这凶悍男子的攻击下 却是节节败退 不到十几秒的功夫 就被打倒在地 踢飞出了擂台 看到黑狼王的样子 顾琴不由有些愣神 怎么了 那人你认识 苏云随口问道 他看出那凶悍的寸头男子 出手动作风格 带着一种军中的做派 顾琴点了点头 说道 认识 他叫李朗 以前被我们局里 请来做了一阵子的搏击教官 后来听说违反了纪律 从队伍中被开除了出去 没想到 现在在这里打黑拳 黑狼王在赢下了这一场拳赛后 四周喧哗声更大了 四周都喊着黑狼王的名字 其他几个擂台 结果无一例外 都被干净利落地打下来 等到黑狼王联姻四场的时候 一个头上绑着布袋的精壮男子 登上了擂台 看向黑狼王的目光 就像是盯着一个死人 黑狼王 上次已经给过你警告了 想要在山庄捞饭吃 那就得守我们山庄的规矩 你现在这样 让我们很难罢啊 精壮男子轻声开口 因为四周太过喧闹 那声音也就堪堪构同在擂台的黑狼王听到 我不打假拳 凭自己的本事 赢你们山庄的奖金 怎么 你们这么大一个清月山庄 难道输不起吗 黑狼王痴笑一声 不知死活的东西 那点奖金算个屁 之前让你连续三次拿走了百万奖金 你还不知足 又不肯听山庄的安排 现在这一场 压宁的赌注 已经达到了五千万了 你不死都不行 精壮男子面露凶光 那点奖金在他眼里 真不算什么 之前 黑狼王刚来打全赛 没什么名气 压在他身上的赌注也不多 黑狼王就算连胜无场 清月山庄 也就付出一点奖金而已 所以 山庄也由他去了 可之后 黑狼王知名度打出来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 黑狼王是高手 压他的赢面很大 所以都纷纷压重住在他身上 一旦再让黑狼王赢下去 那山庄损失就大了 要知道 这可不是真正的地下拳赛 而是正式拳赛之前 山庄弄出的活跃气氛的热场活动而已 大家基本也都是小玩玩 是一室水而已 能搞到五千万以上的单方面压住 那已经是很惊人了 清月山庄 自然不允许黑狼王这么继续下去 在那精壮男子登台的第一时间 苏云就悠悠地说道 你那个以前的搏击教官 要完了 嗯 顾清愣了一下 有些不幸道 不会吧 李朗的搏击实力很强的 对方都没动手 你怎么知道他会输 他虽然知道 苏云是宗师强者 但两边都还没有开打呢 宗师也不能为不先知吧 不是输 而是死 苏云淡淡地说道 以他的实力 灵觉敏锐 远远就感应到了 对方身上的一些细微波动 那李朗身手是不错 可肉身境界 也只停留在五到三品的层次 距离练出内镜 都还差了一截 而那精壮男子 却是有内镜涌荡 寒而不露 只有无形的杀意倾斜 这显然是动了杀技 三号擂台上 以黑狼王做名号的李朗 傲气满满 并不太将精壮男子放在眼里 清月山庄之前几次举办的全赛 他都参加了一下 打得很顺利 三次都获得了百万奖励 也就是一次性不断战斗场次太多 会让他体力精力消耗过大 后续状态下滑严重 否则他觉得自己能够十连胜 所以 哪怕知道精壮男子 是清月山庄安排的兜底拳手 他也不畏惧 李朗不是传统的舞者 没有系统的传承和修炼 而是靠着自己的天赋异能 以军中的体能训练方式 强行让自己肉身不断地突破强大 达到五到三品的境界 这无疑是非常恐怖的 想要对付我 嘴巴说说是没用的 在我第一次参加擂台赛 在连胜四场的时候 也有个身手不错的家伙过来阻我 可惜没用 还是被我打了下去 获取了百万奖金 第二次 第三次 也是如此 这次也不会例外 李朗冲着精壮男子勾了勾手指 神情轻蔑 不知死活 精壮男子冷笑一声 然后一把抓下自己额头上绑着的那根布袋 猛地往上一抛 下一刻 他整个人瞬间扑杀而出 快如闪电 众人几乎只见残影一闪 他人就已经冲杀到了李朗面前 狠狠一拳砸出 这一拳刚猛无比 竟打出了一种气流撕裂的破空声 李朗脸色不由一变 连忙双手夹起 猛地一挡 碰 刚一接触 李朗就感觉到 对方的力量强大的不可思议 一拳之间 仿佛裹挟着千军之力 甚至 还有一股暗藏的静力 渗透冲击而来 使得他这两条锻炼的尖弱铁石的臂膀 都是一阵剧烈疼痛 还没有等李朗再有所应对 精壮男子的第二拳 又已经砸到了面前 接着是第三拳 第四拳 这精壮男子 几乎是在瞬息之间 连续打出了九拳 李朗起初的两三拳 还在强撑着勉力抵挡 可后面就完全不行了 根本挡不住 那精壮男子的拳头 一击比一击重 全是叠加 如锯锤冲击 九拳之后 精壮男子收拳而立 李朗则是身形一个摇晃 口中猛地喷出一大口鲜血 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而这个时候 先前被精壮男子 抛飞的额头绑带 才飘落下来 被骑一把接住 重新绑回头上 黑狼王受伤晕倒了 快把他送去医务室 这时 有穿着制服的山庄工作人员 急匆匆地冲上擂台 将李朗抬了下去 说是受伤晕倒 但苏云却是知道 李朗已经被精壮男子 活活打死了 五脏六腑 全在那九拳之间 打得破碎不堪 而擂台四周的看客 谁也没人 去在意李朗的情况 一些压住在李朗身上的人 此时更是在破口大骂 什么狗屁黑狼王 名头这么大 前几次看他打得这么猛 老子这才压了一百万在他身上 结果这次连五场都被打满 我呸 一个身材富泰的胖子 看到工作人员 抬着李朗 从自己身边走过 直接一口浓潭吐出 正好落在李朗的脸上 李朗动也不动 根本没有知觉 他现在怎么样了 顾青也走了上去 想要查看李朗的情况 山庄的工作人员连忙拦住 客气地说道 他受伤了 这位小姐 我们现在要带他去急救治疗 还请你不要打扰我们 顾青愣愣地站着 他也不是傻子 李朗胸腹之间 一点呼吸起伏都没有 显然已经断气了 他和李朗倒是没什么深厚交情 只不过 对方有段时间 来局里做过一些格斗的教导而已 他只是有些接受不了 李朗就这么说 打死就被打死了 这就是黑暗世界的残酷 怎么样 你以后还想不想继续修炼武道 若是继续 你以后深入武道界 遇到这种事情 还会更多 说不定 哪一天可能就会是你被人活活打死 对有些人来说 做一个普通人 反而更好 苏云悠悠地说道 顾青猛地抬头 眼神坚定 你不用说了 我是不会放弃的 等一下 我就上去报名试一试 苏云文言点了点头 并不阻拦 他带顾青来这里 本就是为了让他有所历练 增加实战经验 现在当然不会阻止 等一下 你不出现生命危险 我是不会出手的 上去之后 你就得靠自己了 苏云提醒道 当然了 在这种擂台上 出现生命危险的可能性 实在太小了 李朗会被打死 那是因为 他自己坏了青月山庄的规矩 仗着有点本事 不断地来这里薅羊毛 赚纳奖金 被青月山庄警告了也不听 所以才被打死 其他上场的拳尸 哪怕落败受伤了 也不会太严重 毕竟 这只是青月山庄 用来活跃气氛的 稍后 十点钟在红冰楼内 举办的地下拳赛 那才是真正血腥残酷的赛事 苏云陪着顾晴 来到一处擂台的报名处 刚想要登记报名 旁边的一群人中 有个身材高挑 年约三十来岁的女子 忽然叫出声 小晴 顾晴抬头看去 神情微微一愣 齐姐 你怎么在这里 我还要问你呢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叶齐盯着顾晴问道 她身材也很高挑 玲珑有致 不过皮肤没有顾晴那么白皙 属于健康的小麦色 看上去虽不如顾晴那般惊艳 但也颇为亮眼 且比顾晴 多出一分岁月沉淀的成熟韵味 我是听说 这边有地下拳赛 所以就和朋友过来这边看看 看看 叶齐瞪了顾晴一眼 没好气到 我看你刚才都要去登记报名了 这还只是看看 你胆子还真大 平日里 你来找我过过手 切磋一下 也就罢了 竟然还敢来这里打擂台 这是 我要是告诉你家里人 看他们怎么收拾你 叶齐的语气 这几位知道 非得唠叨死我不可 顾晴连忙做出投降状 向着叶齐讨饶 叶齐冷冷一哼 说道 等一下你就跟在我身边吧 像你这样的外行 千万不要胡乱尝试 这地方 真的会要人命的 数落完顾晴之后 叶齐又将目光扫向旁边的苏云身上 你就是小秦的朋友 他刚才要去登记报名 你也不劝阻劝阻 叶齐皱眉问道 为什么要劝阻 上去玩玩一 出不了危险 苏云语气平淡地说道 玩玩 叶齐都被气笑了 毛头小子 真是无知无畏啊 刚才被抬下去的黑狼王看到没有 那人已经被打死了 叶齐冷冰冰地说道 小秦 这时 不远处 叶齐那几位同伴 也都走了过来 两男一女 身形都比普通人要高大一些 尤其是说话的那男子 身高超过一米九 浑身肌肉球节 看着异常凶悍 他来到叶齐身边 看了看顾晴和苏云 疑惑道 小秦 这两人是 叶齐介绍道 这是我林家的小妹 顾晴 旁边那位是他朋友 两个小家伙 不知天高地厚 来这种地方 若是看看热闹也就罢了 刚才竟然想报名登台 叶齐说着 便是一阵摇头叹气 这确实是有些大胆了 那男子点了点头 爽朗一笑 道 两位 这种地方可不是开玩笑的 虽然外围的擂台上 都是娱乐性质的 但保不住就会出现意外 你们两个既然和小秦认识 那等一下 就跟在我们身边好了 顾晴看着说话的男子 神色一动 说道 你应该就是齐姐经常地提起的唐峰大哥吧 没错 我就是唐峰 那魁梧男子一听这话 脸上顿时喜色 一直来 他都在追求叶齐 不过始终还差上一些 没有成功 现在得知 叶齐经常在朋友面前提起自己 顿时就大受鼓舞 不过他却不知道 叶齐其实只是以前闲暇时 向顾晴提过一嘴罢了 只不过唐峰身高和体魄太突出 所以顾晴第一次见 就对上好了 你好 我叫许鹏和唐峰 叶齐一样 都是神武术协会的 这时 另一个男子也主动地冲顾晴 自我介绍起来 他态度很热情 视线几乎落在顾晴身上 就一步开了 武术协会里 虽然也有不少女成员 但真正出挑的 也就只有叶齐一个 唐峰正在追求着 他插不上手 至于其他的女成员 那不提也罢 就像今天一同跟过来的那个女成员 水捅腰 胳膊比男人还粗 许鹏自然看不上 现在见到比叶齐 还要年轻靓丽的顾晴 他内心立刻就活跃起来 叶齐似乎看出了许鹏的心思 推波助澜道 小晴 你上次不是想要向我请教秦拿之术吗 我可以告诉你 许鹏才是这方面的行家 这次既然碰上了 你可以好好向他学一学 顾晴一愣 还没有说话 那许鹏已经诧意到 顾小姐 也对秦拿有兴趣 叶齐解释道 顾晴可是我们阳川市局的美女锦花 在局里也学了秦拿格斗之术 而且巾帼不让须眉 许鹏一听 哈哈一笑道 紧对教学的秦拿格斗 虽然看似灵力训捷 但其实还是简单了 大多是用来对付普通的犯罪分子 真要遇上行家 那就不够用了 我修炼的是家传的英爪秦拿 传承久远 高深莫测 小晴 你要是感兴趣 找个时间 我可以好好教一教你 不知绝间 他已经将对顾晴的称呼 从顾小姐很自然地切换到了小晴 顾晴文言 委婉地推举道 既然是你的家传绝学 那我还是不方便学了 无妨 现在也不提倡老一辈那种 避肘自真的做派了 再说 就算是不传之秘 看在叶琦的面子 我还能不传你几手 许鹏打个哈哈 叶琦也劝道 小晴 你别想太多 就当是相互切磋就好了 我们几个也是时常组局 相互切磋交流的 话说到这一步 顾晴也是不好再拒绝了 许鹏见此 心神激动 这样一来 以后就有机会 能够时常和顾晴接触了 他觉得 凭借自己的能耐和魅力 拿下顾晴 应该也就是时间的问题 小兄弟 等一下 你也跟在我们身边吧 许鹏看向苏云 态度就冷淡了许多 叶琦也觉得 苏云和顾晴 顶多也就是认识的普通朋友 毕竟苏云看着也太普通了 看在顾晴的面子上 这次就勉强带着苏云玩吧 苏云 你看呢 顾晴看向苏云 我随意 苏云无所谓的耸了耸肩 继续看着全赛 还不时发表一些见解 尤其是那许鹏 更是凑在顾晴面前 吹嘘不断 至于苏云 则是被几人完全冷落了 不过 苏云一点也不在意 通过几人的一些谈话 他差不多也知道这些人的情况 那叶琦是顾晴的邻居 算是出生在武术世家 他父亲 还是省武术协会的副会长 叶琦从小受到薰染 也酷爱传统武术 在刀法 长枪等方面 也是非常精通 而那唐风 许鹏这些人 家里也算是有些武学渊源 手上有点拿得出手的绝活 算是在省武术协会中的排面人物 在普通人眼里 他们自然算得上是高手 但在真正舞者的眼中 那就不值一提了 武学协会里 弄的那些基本都是表演性质的花架子 以前就闹出过笑话 有名头很大的太极大师 和某不知名业余全手比斗 结果十几秒被打趴下了 看得人大跌眼镜 一群人又看了一回后 许鹏忽然说道 就这么干看着 也没什么意义 我也准备上去玩一玩 正好向小秦展现一下 我应找秦拿的玄妙 叶琪和唐风都是愣了一下 来之前 他们可是听许鹏说过 今天过来就是看个热闹 没准备上场的 不过他们稍一琢磨 也猜到了原因 无非就是 许鹏想在顾秦面前表现表现 乘一乘威风 他们也没有去点破 叶琪甚至还有点乐见其成 据他所知 许鹏家里的条件相当不错 多了不好说 但几千万资总是有的 很快 许鹏已经登记报名 登上了一座擂台 上去之后 许鹏就火力全开 施展出了应找秦拿 想要干脆利落地制服对手 他的这些手段 要是对付普通人 自然是一拿一个准 不过此时上来擂台的 好歹也都是练过一两手的 虽然不算高手 但也没那么容易中招 两个人你来我往 纠缠了足足十几分钟 许鹏才窥到了一个破绽 秦拿住了对方的关节 将其扭倒 摔出擂台 等打完这一场 许鹏已经有些气喘 压根没准备打第二场 就自己走下了擂台 小青 刚才为了让你能看得仔细一些 所以我就和他多纠缠了一下 否则 我全力以赴 一两分钟也就解决了 许鹏大言不惭地说道 听到许鹏的话 苏云差点没笑出声来 他没想到许鹏这些人 水准比自己预估的还要低 就这样的水平 居然还在顾情面前大吹特吹 你笑什么 许鹏看到苏云脸上流入的古怪笑意 登时不爽了 怒视道 我这高深的鹰爪擒拿 你看得懂吗 苏云摇头失笑道 你这鹰爪擒拿 我还确实看不懂 上去擒拿了十几分钟 才勉强把人擒住 之前被送走的黑狼王 十分钟不到 都连赢四场了 许鹏一听这话 气得脸色涨红 当着顾情的面 他哪里肯丢这种面子 当即怒道 小子 听你的意思 是不太服我的鹰爪擒拿 要不我们两个也练一练 不要 顾情一听 连忙上前阻拦 他可是知道 苏云的本事有多大的 当初对付女汉匪 轻描淡写的一拳 隔空就必杀了对方 这许鹏真要是触怒了苏云 可能真会被打死 好歹也是叶琪的朋友 顾情还是要顾及一下的 可他这一番举动 落在其他人眼里 却像是在保护苏云 叶琪也拉住许鹏 劝道 许鹏 算了吧 你好歹也算是协会里的知名人物 和人家小孩子计较什么 再说了 人家怎么说 也是顾情的朋友 看他面子就算了吧 许鹏文言不情不愿地哼了一声 还瞪了苏云一眼 说道 这次就看在小情面子上 饶过你一回 下次再犯 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叶琪也接口道 小情也让你的朋友 说话注意点 他一个外行人 什么都不懂 就不要乱说话 这次也就是遇到我们 要是换成其他脾气暴躁一点的 起码打到他一嘴牙 顾情文言有些哭笑不得 连忙解释道 琪姐 苏云可不是什么外行 他也是修炼武道的 而且还是个高手 此话一出 叶琪几人都是一脸的嘲讽 高手 面前这小子 有高手的样子吗 要知道 自己这些人都是从小修炼 十几年练武下来 才略有小成 但也不敢说自己就是高手 越是接触武道 就越知道自己的渺小 只有那些什么都不懂的矛头小子 才会练了一点把势 就不知天高地厚的 认为自己是高手 小青 你在这方面 认知和阅历都太有限了 被别人忽悠了都不知道 叶琪轻叹了口气 道 罢了 现在说再多 你估计也听不进去 等一下红冰楼的地下全赛开始了 你跟着我们一起进去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高手 唐峰看了看手表 说道 时间差不多了 再过一会儿 地下全赛也要开始了 我们先过去吧 此时 广场上的几座擂台 人流也已经开始变少 很大一部分人 都已经朝着红冰楼的方向而去 苏云和顾晴 也跟着叶琪等人一起过去 要进入红冰楼 竟然还要再收一次入门费 每个人十万 毕竟这正式的地下全赛 规格可是非常高的 设立这么一个入门费 也是为了筛选客户 要是连十万块的入门费都交不起 那也就别进去凑热闹了 稍后全赛的压住金额 可最低都是百万亿住的 小青 带卡了吗 没有的 我先帮你刷了 叶琪问道 叶琪 还是我来吧 说好了 今天我请客 许鹏掏出了一张银行卡 笑道 前天我被隔壁市的俱乐部 请去打了场全赛 刚收了五十万报酬 本就想着用来请客的 他干脆递刷了卡 领了五张入场券 分给了叶琪 唐峰 还有同行的女成员 最后两张券 则是留给了自己和顾琪 小兄弟 不好意思啊 这张卡里的钱 刚好刷完了 许鹏冲着苏云探了探手 一脸看戏的神色 他看苏云穿着普普通通的 也不像是富家子弟 能够凑钱买了外面的门票 看几场娱乐兴致的擂台上 那已经顶天了 接下去 还是乖乖等在外面吧 苏云 我这有带着卡 顾琪也不知道 苏云身上钱够不够 下意识的 就要去翻自己的钱包 不用 苏云笑了一下 对于许鹏这种无聊的较劲举动 压根懒得理会 自己刷卡 领了一张入场券 红冰楼高达四十多层 这次全赛的举办地点 便是在红冰楼的最顶层 这一层被专门改造过 所有的墙壁全部打通 中间是一个往下呈现的 巨大平台类场 足足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在类场外面 则是分布着一圈圈高低错落的座位 像是一个缩小的古罗马斗兽场 而在类场和看台之间 还有一些手持枪械的安保人员 这正式的地下拳赛 和之前娱乐性质的擂台赛 立刻就显现出了不同 苏云一进来 就感受到场内 有着一股股舞者的强劲气息 有不少都是修炼出了内境的舞者 他们气血旺盛 精气十足 在苏云的灵觉感应中格外的醒目 普通人如果是小火苗 那么这些内境舞者 那一个个就如同熊熊火炉 尤其是在观众席旁边 一片单独隔出的休息区内 就起码汇聚了十几个内境舞者 苏云等人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 很快 十点一到 就有一个长相帅气的主持人登场 多谢大家赏脸 来参加今晚的清月拳王赛事 在比赛开始之前 我们山庄准备了一场娱乐活动 先给大家热热场 主持人话音一落下 观众席中就有人不满了 又搞娱乐活动 我们是来看全赛的 真想要看娱乐活动 就自己找个高端的会所完了 上这来干什么 快开始全赛吧 有人催促道 主持人笑道 我们这的娱乐活动 其他地方可是看不到的 大家请耐心欣赏吧 啪 啪 他一拍手 下一刻 休息区内就走出来一个皮肤有黑的光头壮汉 身材高壮 竟然不在唐风之下 他一出场 就是一个飞跃 跳入了那泪场之内 看到这光头壮汉 跃到中间的泪场之中 四周的看客都是一愣 大家本来还以为 这开场的娱乐活动 可能是找几个美女 跳些热辣的舞蹈 可现在看来 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这家伙的身体素质 恐怕不比我差 而且身上绝对是沾了人命的 唐风盯着那光头壮汉 脸色有些凝重地说道 叶齐 许鹏也是微微点头 那光头壮汉身上 那骨子煞气太浓了 哪怕隔着老远 都给人一种凶利的感觉 看到这么一号人物出场 四周的看客也提起了精神 有人催促道 他要表演什么娱乐活动 赶紧吧 那主持人淡淡一笑 既然大家都等不及了 那就开始吧 话音落下 下方那巨大的擂场中 突然有一个暗门打开 门后突然有一个升降台 升了上来 有山庄的工作人员 手里牵着一只只 形体巨大的藏鸥 走了出来 每一只藏鸥都有半个人高 戴着嘴套 不断发出呜呜的声响 眼神透着嗜血之意 诸位 接下来的热场表演 就是这位勇士 徒手搏斗十几只藏鸥 这些藏鸥都是经过精心培训的 攻击性十足 而且已经饿了三天 待会绝对会是一场精彩的人敖大战 在大战开始之前 大家也可以投注 座位上都有投注的按键器 大家可以随意地下注 主持人不急不缓地介绍道 四周那些看客听到这里 都立刻兴奋起来 这种人敖大战 确实足够刺激 十几只特殊训练过的藏鸥 可以轻而易举地厮杀掉老虎 狮子这种大型猛兽 那些人的想象 当即就有不少人 开始拿起自己座位上的按键器 开始投注 按键器上连接着一块液晶屏幕 上面显现着相应的盘口和赔率 这光头看着挺猛 不过和十几只藏鸥搏杀 肯定是死定了 不过死前应该能够杀个两三只藏鸥吧 三只 老子压住这光头能杀三只藏鸥 我分别压四只和五只 两边各下一注 场内气氛一下子就热烈起来 苏云没有去下注 内心更是没有丝毫波动 那光头男子连内镜都没有练出来 连让苏云去看场热闹的兴趣都没有 过了片刻之后 投注结束 主持人宣布开始后 山庄的工作人员就解开了那些藏鸥戴着的嘴套和身上的锁链 立刻退回升降台 整个擂场中只剩下了光头男子和十几只恶红眼的藏鸥 那些藏鸥在拖去了束缚之后 第一时间就冲着光头男子扑杀过去 光头男子神情凝重 两只大手如闪电般探出 精准地就捏住了两只冲在最前面的藏鸥 咔嚓一声爆响 两只藏鸥骨骼 瞬间就被他捏爆 而这时 其他那些藏鸥也已经扑杀而至 光头男子脚步击退 同时如钢筋铁骨一般的双手 继续探抓 不过藏鸥实在太多了 而且都是经过特殊的训练 专门攻击脖子 脑袋这些要害地方 光头男子 哪怕是伸手矫健 不断腾磨 可依旧还是挂踩了 手臂 后背 双腿 不断地有血肉被撕离 而藏鸥也一直接着一只被打死 场面 无比的血腥 这可比先前外面那种玩闹性子擂台上 震撼无数倍 四周看台上 那些平日里已经见过各种场面的富豪 富二代 此刻也被彻底调动情绪 直呼刺激 甚至有一些女子 虽然惊呼不断 看得花容失色 但眼睛视线也没移开 仅仅三五分钟之后 擂场中就重新陷入了瓶颈 十几只藏鸥 死了一地 唯有那光头男子还站着 但也摇摇欲坠 形象凄惨到了极点 手臂 胸口 大腿 全身各处都有血肉被脏鸥撕咬掉 浑身都像是被血水浸透了 而有的地方 甚至还露出了白森森的骨头 好了 人鸥大战结束 看来最后获取了胜利的 还是我们这位勇士 主持人的声音重新响起 泪场上 立刻有工作人员进场 将光头男子带下去急救包扎 还有一部分则开始清理场地 唐峰一脸感慨道 那个人底子很好 身手也很不错 可惜现在一身本事也差不多废了 许鹏一撇嘴 不以为一道 话也不能这么说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他参加这一场 起码能从清月山庄 领到超过一千万的金额 足够有些人冒险了 叶琪悠悠叹道 这种活动是清月山庄 有针对性安排的 选择的人选 既不能弱 也不能是顶级的高手 正好能够和十几只藏熬斗的两败俱伤 才能吸引眼球 估计清月山庄也不会同意 毕竟我的鹰爪秦达太厉害 找出如风 对付十几只藏熬 那太简单了 说着 他还冲顾琪那边瞧了瞧 想是故意说给顾琪听的 叶琪和唐峰一听 琪琪扭过头 都没有吭声 这吹牛吹得有些过分了 他们两个都没好意思去应和许鹏 对于许鹏 他们两个也是知根知底的 真要打起来 估计还未必是那光头壮汉的对手 顾琪清晰了口气 从那血腥的场景中回过神来 他刚才将自己 带入到那光头男子的境地 想象着 自己面对十几只藏熬的扑杀 该怎么应对 可只想了一下 他就知道自己死定了 会被藏熬撕碎吃掉 苏云 这么多藏熬一同扑杀而至 最好该怎么应对 顾琪询问道 他想从苏云那里 讨教一点技巧 苏云眼皮子一翻 淡淡道 简单 他们一扑过来 直接以尽力 将他们都瞬间全部震死 顾琪张了张嘴巴 有些无言以对 许鹏在一旁心里狂骂 操 老子以为自己 已经够能吹了 没想到这小子 比老子还能吹 叶琪和唐峰 也暗暗摇头 连嘲讽苏云的兴趣都没了 很快 雷场上的痕迹 就被清理一空 主持人登场 笑容洋溢 大家晚上好 刚才那一场娱乐活动 想来大家应该 看得还满意吧 接下去 就是今晚正式的全赛了 今晚的全赛 排了好几个场次 第一场要上来的 分别是 我们杨川市威龙舞馆的馆主 胡友德先生 另一位是来自 蒙石市的侯拳大师 向正奇先生 请大家掌声欢迎 话音落下 场内 顿时爆发一阵剧烈的掌声 下一刻 便见到有两道身影 分别跃入到了内场之内 胡友德已经是 年近六十的年纪 但身手依旧矫健 穿着白色练功服 留着长须 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 而向正奇 年纪到要小上一些 但也有四十多岁了 身形微微勾搂 走起路来左右摇晃 似乎刻意在模仿猴子的神韵 他们两个 都算是在各自室内的知名人物 尤其是胡友德 更是本地武馆的馆主 支持他的人很多 很多人都是 直接下注在他身上 没想到胡友德老先生 竟然也被他们请来了 这清月山庄的能量 还真大啊 我父亲曾经便想邀请胡老先生 在我们协会挂个名 可惜对方都没答应 没想到居然出面 来清月山庄来打全赛了 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叶琪诧异道 许鹏笑道 有钱能使鬼推磨 只要代价足够高 没什么是做不到的 唐峰摇头道 我还是比较相信胡老先生的人品 他也未必全是因为钱 说不定可能是为了和其他高手切磋禁忌呢 许鹏文言也不争辩 拿起案件器 冲叶琪和唐峰问道 这一场 我们要不要投上一注 我准备压一注在胡友德老先生身上 毕竟他的名头 可都是靠真本事打下来的 另一个象征齐 虽然也小有名气 但那是因为练猴拳的人手 才显得他比较突出 这一局 虎有的迎面很大 叶琪文言迟疑了一下 看向唐峰 说道 我倒是想支持一下胡老先生 不过身上的资金不够 唐峰 我们两个合买一注如何 在这种档次的全赛赌局中 根本不接受小额压注 一注 就是一百万 叶琪虽然家里宽裕 但保险起见 还是找人合买 分担一下 小青 你要不要也玩一玩 叶琪问道 顾琪看了一眼苏云 见苏云没有反应 便摇了摇头 道 我就算了 这次过来主要是掌掌见识 许鹏遗憾道 小青 不下注 那真是可惜了 我的眼光可是很准的 跟着我压 那就是白捡钱 顾琪笑而不语 很快 投注结束 主持人宣布全赛开始 整个场内立刻都安静下来 仔细地盯着场内 哄 下一刻 胡友德和向正齐激斗在了一起 两人一出手 立刻就展现出了惊人的破坏力 内场地面上 都是铺了特制的钢板的 可是两人力量爆发 竟然在那钢板上 都踩他出了一个又一个硬痕 看得不少看客 都是惊呼连连 苏云却是兴致罚伐 在他眼里 这两个家伙都是挺弱的 年纪一大把 却都只是五到四重 练出内劲的层次 两个人你来我往 还用上了各种花式的招法 炫技十足 在观赏性上 自然是要远远超过那些正规的拳击比赛 两个人足足打了将近半个小时 胡友德才因为年纪大了 气力不支 败下阵来 苏云看得有些叹气 他本来还想借着这场战斗 向顾琴指点一下某些官窍 结果这两个家伙 看似打得激烈 显向还生 其实根本就是在假打 甚至招式应对 可能都排练过了 也就是苏云这种宗师强者 能够以看出端倪 一般的舞者 可能真会被唬住 至于那些外行的土豪富二代 那就更不用说了 苏云不用猜也知道 那胡友德和向正齐 肯定已经和清月山庄 暗中达成了协议 通过押注的数额比对 让两人打假赛 这一书 他压的一百万也等于没了 哎 胡老先生看来还是上了年纪 状态下滑了 叶琪也叹了口气 心中暗暗庆幸自己 是和唐峰合买的一注 损失没那么大 是啊 我也小看了那项正齐 他刚才那一招老袁掏心 实在是精妙 也就是胡老先生应对得当 要是换成其他人 恐怕立刻就会被打爆心脏 唐峰感慨道 小青 刚才那比赛你也看到了 这才是真正的舞蹈强者交手竞技 一招一式 都是暗藏杀鸡 这次回去 你好好回忆回忆 若是有一丁点收获领悟 那你这十万元的入门费 那就算值了 叶琪趁着这个机会 指点起顾琴来 顾琴连连点头 他也觉得 刚才那场比赛非常精彩 苏云健壮 呵呵笑了一声 也没有在这种时候去说什么 而之后 清月山庄又安排了几场对战 参与之人 皆是修炼了内进的高手 不过无一例外 都是假打 只是没人看得出来而已 特别是有一场 一位舞者被对手一击中脚 踢飞出了十几米 当场吐血倒下 让人怀疑 是不是被踢死了 可苏云却知道 那只是那个舞者 自己借对方一脚之力而退 造成那种被踢飞的效果而已 真谈不上多严重 时间 一直快到十二点 苏云终于等到了赵金虎上场了 大家注意了 接下去 是我们今天全赛的最后一场压轴赛 首先出场的是 外省全市赵金虎先生 大家或许对他不太了解 但我可以保证 他绝对是一位举世罕见的大高手 大家欢迎赵金虎先生 在主持人夸张的声音中 赵金虎从休息区走出 一个起月就飞腾出十几米 重重地落到内场之中 轰隆 那动静就犹如上百斤的铁块 从高空砸落 四周看客都是看得脸色一变 叶齐几人更是眼睛都直了 高手 绝对是高手 实力层次 起码要超过胡友德 向正齐他们一个层次 唐风沉声说道 赵金虎站在内场中间 气势如虎狼盘踞 充满了一种狂野的凶性 他目光扫视全场 突然朗声说道 我今天过来参加拳赛之前 先去见了一个武道界的后辈 他的天资还算不错 不过却是在武道修炼上 走了岔路 过分地依仗枪械这种热兵器 所以 我就让他今晚过来看一看这地下拳赛 见识一下 什么是真正的武道之威 我不知道他到底来了没有 就当他来了吧 我现在准备露一手 让他看看 枪械也并不是什么时候都管用的 遇上了武道强者 那就是废铁 赵金虎的话音在内场上回荡 站在内场外的主持人 听到这话 脸色微微一变 连忙提醒道 赵师傅 你这不符合规矩啊 安排的流程可没有 赵金虎伸手一摆 打断道 我说的话 就是规矩 说话间 他身形一跃而起 猛地抓住内场边缘的一处 粗大的石心铁栏杆 他手掌发力 猛地一念 嘎吱 一条手臂长的粗大铁栏杆 被扭了下来 被他荡成铁棍 拿在手里挥舞了几下 然后返回类场中 你们这些人 全部冲我开枪 赵金虎手拿铁棍 冲着手在类场和看台之间的那些持枪安保人员喊道 那些安保人员都是愣住了 显然也没有料到这一出 纷纷看向主持人 主持人也是一连猛 这时 那些安保人员的耳机里 似乎传来了一个声音 开枪 下一刻 场内起码十几个安保人员 齐齐举枪射击 而赵金虎则是身形立刻掠动起来 快若闪电 手中铁棍猛地挥舞起来 当当当 匿急的金属碰撞声响起 射击出的子弹 一部分被赵金虎闪避过去 另一部分则全部被他用铁棍硬生生地挡了下来 这倒不是说他的反应速度 能够比子弹还快 而是那些安保人员一台枪 还没有射击 子弹射出的轨迹 就已经被赵金虎预判了 用铁棍挡子弹 这可比当初吴天帽单纯的闪躲 更有难度 片刻之后 几个安保人员纷纷打光了枪里的弹夹 那恐怖的金属碰撞声才消失了 赵金虎扬了羊手上那满是弹坑 已经扭曲变形的铁棒 然后随手一丢 轻蔑到 枪线 呵呵 此时此刻 四周的看客 早就已经看得呆若目击 一些土豪富二代 哪里见过这么刺激的场景 一时间都看傻了 卧槽 一根铁棒 就轻易挡下这么多人的射击 干 老子就压他了 石柱 一千万 就要他赢 我也是 不管他的对手是谁 我都压他赢 再回过神来之后 场内爆发出冲天的喧哗声 叶齐几个武术协会的人 也被深深地震住了 许鹏本来还想再吹牛几句 可是嘴巴张了半天 终究还是没敢瞎吹 顾芹也是看得震撼无比 虽然他已经见过吴天帽 当初纵横闪躲子弹的场景 可现在看到赵金虎这一手 还是免不了震撼 还行 那竟快要修炼圆满了 比那吴天帽倒是超出了一点点 苏芸在心中暗暗点头 与此同时 在红兵楼 一处奢华的包房内 一个身穿大红长裙的女子 看着房间中的巨大荧幕 上面 赫然便是那类场中 发生的实时画面 在女子身旁 还站着一个堂装老者 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男子 西装男盯着手中的便携电脑 并报道 安小姐 这赵金虎出来乍道 居然一点规矩都不守 太不听话了 现在那些宾客 都把柱马压在他身上了 哪怕调低了赔率 大家也压他赢 红裙女子文言 淡淡一笑道 有本事的人 难免会有些脾气的 真要都是胡有得 像正齐这样的货色 那反而就没去了 西装男迟疑了一下 说道 可是 我们原本的计划 是想借着大家对赵金虎不熟悉 推出上次在全赛中 赚足了名头的闪电手王奎出面 和赵金虎对战 届时 大家会压住在王奎身上 可以让我们大赚一笔 可现在赵金虎搞出了这么一手 大家都压重住在赵金虎身上 一旦赵金虎赢了 那我们山庄这次 起码要赔出好几亿 红裙女子笑道 那就别让赵金虎赢了 魏爷爷 你觉得王奎有没有把握 能够打赢赵金虎 魏长通摇了摇头 与其断然道 那赵金虎实力很不错 已经是五到五品巅峰的境界 甚至半只脚已经迈入了五到六品 那今快修炼圆满了 比起我也只差一线而已 他真要下狠手 三秒钟就足以打死王奎 红裙女子闻眼点了点头 犹豫了一下 便道 那就给赵金虎换个对手吧 反正现在也没有宣布人选 西庄男一脸为难 我们山庄 除了魏老 恐怕换谁上去 也不是那赵金虎的对手吧 红裙女子奄然一笑 道 不 山庄里还有一位 把地牢里关着的那位给弄醒 送上去和赵金虎打 此话一出 不仅是西庄男 就连那唐装老者脸色也变了 魏长通沉吟了一下 也出言道 小姐 这件事还是慎重点 那位一旦放出来 失控就不好了 实在不行 就由我亲自出面 去和赵金虎打这场吧 不行 红裙女子摇头道 魏爷爷 你可是我们家的家臣 以你的身份 怎么能出去打全赛呢 况且 以你的实力 就算地牢中的那家伙失控了 难道还支不住 魏长通看到红裙女子态度坚决 也只能叹了口气 道 好吧 那我一会儿 也得亲自上去坐镇 免得出现意外 此时 红冰楼举办全赛的顶层 气氛已经彻底达到了巅峰 赵金虎展露的那一手 让四周众多看客 纷纷为之疯狂 压在他身上的驻马 不断在加高 这时 主持人听着耳脉里传来的指令 重新恢复了从容的神色 朗声笑道 赵师傅刚才给我们展现了一场 非常精彩的表演 接下去 我们就要进入正题 欢迎赵师傅的对手登场 有请来自毛兄国的安德烈先生 随着他声音响起 内场侧边那个升降台 再一次升了起来 里面有一个纯钢打造的铁龙 被推了出来 铁龙里面 蜷缩着一个毛发浓密的壮汉 浑身肌肉强壮的夸张 他好像还处在 沉睡昏迷的状态 这家伙敢被推出来 那些守在内场和看台之间的 那些持枪安保人员 就一个个都紧张了起来 握紧手里的枪 似乎随时准备射击 与此同时 身穿堂装的老者魏长通 也已经出现在了 距离类场最近的 前排看台的一个位置 诸位 安德烈先生患有严重的狂躁症 最近情绪不太稳定 所以在平时治疗阶段 我们就给他注射了 麻醉安眠的药剂 现在有请工作人员 将他唤醒 主持人招呼一声 立刻就有几个工作人员 拿着大好的注射器 隔着铁龙 打入安德烈体内 做完这一切后 那几个工作人员 便立刻匆忙地 跑回了升降台 关闭了暗门 只过了十几秒钟 那蜷缩着的壮汉 身子微微动弹了一下 一双眼睛猛地睁开 顿时间 一股洪水猛兽一般的恐怖气息 从其体内爆发出来 哦 壮汉猛地仰头 发出了一阵 非人一般的吼叫 碰 关着他的那个特制铁龙 在他双手拉扯 一根根钢铁 开始扭曲变形 最后 整个铁龙 竟然被他像是玩具一样 给生生地撕开了 死 在这一刻 四周看台上 响起了一阵阵 到吸冷气的声音 这还是人吗 叶齐几人 看得瞠目结舌 那壮汉 全身毛发浓郁 就像是大猩猩一样 而且从铁龙出来后 身子站直 身高竟然达到了 两米三左右 一般人在他面前 那就是娃娃 更重要的是 这壮汉双眼星红 不见半点清明 充斥着 如野兽一样的嗜血凶性 咦 苏云看到这壮汉的情况 也是轻移了一声 眼中闪过一丝意思 泪场上 那赵金虎 也已经不负先前的从容淡定 脸上布满了凝重 我对手是他 他皱了皱眉头 主持人正想答话 可这时 被称为安德里的壮汉 已经抱吼着 朝着赵金虎扑杀过来 这安德里 似乎意识并不太清醒 眼中闪烁着嗜血的凶光 看到这宽阔的泪场上 就只有赵金虎在旁边 就当先冲赵金虎杀去 So 安德雷虽然身材高大 宛若小巨人 但其动作 却异常的迅捷快速 身形移动之间 巨大的身影 便以奔雷之速 冲到赵金虎面前 两只长满毛发的巨大手掌 狠狠捶尖下 似乎准备一下子 将赵金虎捶爆成肉酱 赵金虎伸手一挡 可随即 就整个人都被砸得连连倒退 好强的力量 赵金虎心惊 面对继续扑杀过来的安德里 他不再硬抗 而是连忙藤魔闪臂 碰 碰 碰 泪场上 发出惊天的轰鸣声 安德烈每一拳轰出 每一脚落下 都造成了五与伦比的破坏力 之前几场拳赛 那些内进舞者 虽然也可以在内场铺设的钢板 留下硬痕 可和安德烈一比 那根本不够看 很多钢板 直接都被踏穿先飞 四周那些看客 都被惊得目瞪口呆 这简直是人形怪兽 有点意思 速度 力量 都已经全面超过赵金虎 不过力量爆发 战斗方式 都很粗暴 像野兽一样 凭借着一种本能在厮杀 苏云看着安德烈 眼中闪过一丝好奇 他基本可以确定 这安德烈绝非 是通过五道修炼 让自身强大到这种地步的 大概是通过什么特殊药剂 或者某些人体基因试验 让他极具强化 不过这样的强化 显然并不算成功 让安德烈的意识魂恶 身上一些地方 还出现了兽化 这已经不像是人了 更像是一个人形的杀戮机器 而且还是不受控制的那种 面对这种非人的存在 哪怕赵金虎 这位五道五品巅峰的高手 也是遭遇了巨大的危机 对方没有什么招法技艺 就是将纯粹速度 和力量爆发到极致 更重要的是 对方的身体素质 也强得吓人 这种强大 不仅体现在皮肉骨骼 其五脏六腑 也像是铁一样 内径震荡进去 都难以损伤 你打他一拳 他一点事也没有 但是 你挨上对方一击 可能就会被直接中创 赵金虎 也是第一次遇上这样的对手 激战一番之后 他被打得节节败退 全身各处 都传来碎裂一般的疼痛 该死 赵金虎暗骂了一声 犹豫着 是不是要认输退场 不过 默等他做出决定 安德烈突然发出 一阵痛苦的嚎叫 没有在攻击赵金虎 而是发疯一样 在锤打自己的头部 胸口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众人都是愣了一下 赵金虎眼睛一亮 这可是意外之喜 他正想着 要趁机翻盘 可这时 安德烈体内 骨骼发出咔咔的响声 在所有人惊颤的目光下 本就已经无比 雄壮高大的安德烈 身体竟然还在进一步长大 都快长到了三米高了 其浓密的毛发 纷纷脱落 皮肤上竟浮现出 淡青色的鳞片 散发的气机 无边的凶利恐怖 赵金虎刚一靠近 安德烈癫狂大叫 挥拳一甩 速度比起先前快出了数倍 赵金虎都来不及反应 就被砸得正着 直接被轰飞了十几米远 刚一落地 就大口吐血 站都站不稳 坐在看台 第一排的堂庄老者魏长明 此时也是脸色狂变 猛的一下起身 怎么可能 毛熊那边 不是说这家伙是失败的实验废品吗 怎么还出现了 二次进化 魏长明流露出 浓浓的惊怒之色 连忙大喊道 全赛终止 快 立刻麻醉枪射击 他最担心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其实真的失控了 在魏长明喊话之后 立刻便有几个提着麻醉枪的安保人员 冲着泪场中的安德烈开始射击 可是 那些麻醉针头 根本就穿刺不进去 该死 直接实弹射击 将他当场射杀掉 魏长明大吼道 碰 碰 碰 密集的枪声响起 可是令人惊恐的一幕发生了 那些子弹射击在安德烈身上 竟然没能打破 对方表皮的那层淡青色鳞片 只能在上面 留下一个个点状的印记 看到这一幕 魏长明脸色 瞬间煞白无比 肉身硬扛子弹 这是连武道宗师都做不到 就算是宗师强者 也只是以静刚之力 强行凝制子弹 将其挡下 若不运转静刚 肉身照样会被子弹贯穿入体 可现在 安德烈竟用肉身挡住了子弹 而泪场中 已经身受重伤的赵金虎 也是脸色惨白如指 二话不说 强撑起最后一点尽力 逃出泪场 这是怪物 哦 那密集的子弹 没能伤到安德烈 但却带给了他剧烈的痛苦 他发疯一般的狂吼 然后身子猛的一跃 竟也从泪场之中跃了出来 啊 这时 四周看台上的观众 终于回过神来 一个个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 他们终于意识到 眼下的情况 已经脱离了青月山庄的控制 那人行怪误杀出来 一个身材肥胖的土豪 发出杀猪一样的惨叫 因为安德烈烈出泪场之后 就落在他身边 那兄弟腥红的眼睛 一扫视过来 当场就将土豪吓尿了 碰 安德烈手掌一拍 土豪惨叫声戛然而止 被安德烈一巴掌 将脑袋拍入了胸腔 场面残忍至极 四周其他的观众 看到这一幕 更是发疯了一样 开始往外逃窜 不过人流太多 大家都在往外逃 反倒把门口给挤住了 坏了 前面被堵住了 该怎么办 叶琪等人也在往外逃 不过他们的位置 本就靠里 现在落在了人群的最后面 眼看出口 那边挤成一片 他们心都凉了 该死 清月山庄搞什么东西 弄这种怪物出来 许鹏又惊又怒 在那破口大骂 快 我们快散开 别往外挤了 那怪物就要冲这边来了 这时 唐峰连忙提醒了一句 其他人一看 发现安德烈 确实朝着人群所在的方向 狂奔而来 这一幕 吓得不少人头皮发麻 该死 这时 魏长明一咬牙 立刻身形暴起 主动冲着安德烈迎击过去 他必须要制止安德烈 今天在这里 汇聚了太多的富豪名流 不仅是杨川市的 几乎天南省各地市的人都有 真要被安德烈杀死太多的话 那影响就太大了 安小姐也承担不起 树上 跟我来试一试 魏长明声震如雷 那并不高大的身躯中 此刻竟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气势 他冲上去想要去纠缠安德烈 可是刚一照面 他就被安德烈冲击地飞退回来 魏长明只觉得胸口气血翻涌 难受得想要吐出血来 如果是之前 他还是有绝大的把握 可以制服安德烈的 可他也没想到 安德烈竟然在刚刚突然二次进化 现在连他也根本奈何不了对方 就算是拖延纠缠 也做不到 对方的肉身和爆发的力量 简直已经超过了一般的宗师高手 要是早知道会这样 他打死也不会同意 将安德烈送上来打拳赛 哒哒哒 这时 场内又响起了密集枪声 和手枪射击的动静完全不同 大家都冷静 不要慌 有序撤离 只见一身红裙的安小姐走了上来 在他身旁 跟着十几个穿着战术服的男子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自动步枪 他们都是通过类场中的升降台 从下面一层直接上来的 小姐 你怎么上来了 快走 这里的局面 我已经控制不住了 魏长明看到安小姐出现 脸色大变 魏爷爷 放心吧 那怪物能扛住手枪 我倒要看看 他能不能扛得住自动步枪 安小姐无比冷静地对身旁 那些战术服男子 吩咐道 你们过去将那怪物杀掉 是 那十几个男子配合默契 同时冲着发狂的安德烈开枪 安德烈虽然速度和力量 都已经达到了飞人的地步 但毕竟脑子不够清醒 不能像赵金虎那样 有意识地快速闪躲 所以第一时间就中枪了 被子弹射中的地方 鳞片军裂 有鲜血渗透出来 这一下 也更进一步刺激到了安德烈 安德烈当即就舍弃了人群 冲着那些战术服男子冲杀过去 死 防御这么强 步枪子弹 竟然也只是打破他的鳞片而已 没能射穿 瞄准他的眼睛打 那十几个战术服男子火力全开 打得安德烈身上不时地冒出一片续化 不过在他高速移动中 想要打中他的眼睛 难度太大 根本无法成功 几个眨眼的功夫 安德烈就已经冲杀到了那些战术服男子身前 抬手一拍 碰 一个男子直接被打爆成了一团肉泥 紧接着是第二个 第三 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 安小姐带来的那些援兵就成了一地的碎肉 安小姐吓得花蓉失色 待在原地 一动都不敢动 小姐 快走 魏长明身形冲出 一把抓起安小姐 就朝着升降 抬狂奔而去 可是安德烈的速度比他们更快 身形如巨猿飞踏 狠狠地踏落在升降台 轰的一声爆响 升降塔立刻扭曲变形 里面的升降装置彻底毁坏 看到这一幕 安小姐和魏长明掩路绝望 那些还被堵在场内的宾客 也是心如死灰 完蛋了 魏爷爷 没想到我一念之差 竟然会惹出这种麻烦 安小姐面露苦笑 魏爷爷 我不想被那个怪物撕碎 你给我一个痛快吧 魏长明身躯一颤 小姐 还不至于 我就算拼了这副老骨头 也要保你周全 话虽是这么说 但魏长明自己都没什么底气 安小姐自然也清楚 他现在心里无比悔恨 一个错误的决定 让自己和其他人陷入了 必死的绝境 那安德烈在二次进化后 恐怕就算是一般的舞蹈宗士过来 也未必能够奈何得了对方了 这是真正的死局 安小姐心中暗叹了一声 而这时 他眼角余光却是看到 有一道身影 忽然从人群中走出 姿态悠闲 主动冲着安德烈走去 在这种时候 所有人对安德烈 都是如臂蛇蝎 恨不得离得越远越好 可现在 竟然有人主动出来 冲安德烈走去 不仅安小姐看到了 其他人也都看到了 她跑出去干什么 叶齐惊叫一声 因为她发现走出去这个人 竟然就是苏云 苏云 你这是 顾琴也连忙跑出去 拉住苏云 神情有些交集 虽然她知道 苏云是舞蹈宗士 是高手 可是 在见识过安德烈的 恐怖凶威之后 她不觉得 苏云能够和对方对抗 要知道 这可是肉身 能扛子弹 连自动步枪 都打不死的怪物 不用担心 这家伙有点意思 我出去和他玩玩 苏云一脸随意地说道 此话一出 所有人看待他的目光 就像是在看疯子一样 苏云 却是毫不在意 就在众人 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大步冲着安德烈走去 是你 快 快回来 人群中 赵金虎口吐鲜血 有气无力地叫喊道 他没想到苏云 竟然如此不知天高地厚 要知道 以他的实力 尚且都撑不住 安德烈的一击 苏云过去 那不更是找死吗 普通的枪械 对这家伙根本无用 除非苏云有带狙击步枪过来 魏爷爷 这人有胆气出来 莫非是宗师高手 安小姐眼中 生起了一丝希望 魏长明文言 面露苦笑 宗师高手 小姐 你安家就是影视的舞蹈事件 你虽不涉猎舞蹈 但舞蹈高手也见得多了 你有见过这么年轻的高手 安小姐一听 就神情黯然地摇头 我大哥天纵之姿 却也才在三十岁的时候 达到五到六品 我安家祖上 倒是出现过经验的一位宗师 也是在三十多岁 迈入宗师之境 魏长明叹息道 就算是宗师 恐怕也很难奈何 得了现在的安德烈了 此时 安德烈半蹲在那损毁的升降台上 双眼星红 也看着那跃重而出的苏云 他虽然意识魂恶不清 被一种嗜血的兽性主导 但他对危机的感应 却是异常的敏锐 看到苏云出来 他像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仰天狂吼起来 苏云目光看着安德烈 带着几分玩味 有点意思 比舞蹈宗师还要强大的肉身 应该是某种基因试验的产物 虽然超越极限地提升了肉身强度 但比起舞蹈宗师 却少了几分活性 也没有了更进一步的潜力 最重要的是 连神志都受到了影响 无法保持清醒 苏云暗暗摇头 这样一句肉身体魄 若是让一个舞蹈宗师来驾驭 强悍的体魄 配合宗师高手的舞蹈造诣 那发挥出来的威力 才是真的恐怖 至于现在 还真不够让苏云重视 也罢 就让我看一看 你这句身躯 这一刻他身上猛地爆发出一股惊人的气势 无形的静力在他体内涌荡 犹如怒海狂潮肆意地在席卷 那些普通人也就罢了 可场内的那些舞者 却都是第一时间神色大变 他们都感觉到 在这一刹那 苏云体内涌现了一股霸决无比的舞蹈意志 唯我独尊 举世无敌 这 这种气势 魏长明身躯站立 赵金虎 胡友德 像正齐这些内境舞者 全部都瞪圆了眼睛 碰 一声惊天动地的暴响 苏云脚下一踏 整个人一跃而起 瞬间踏入泪场之中 体外无穷的静刚之力涌荡 他整个人就犹如一柄斩天神剑 直击安德烈 哦 安德烈大叫 声音中明显流露着一种惊慌巨异 他想要进行抵挡 可是下一刻 他所在那片区域 直接被爆碎 他那强悍无比的肉身 也在瞬间被撕裂 血肉飞溅 碎裂成了数十份 每一块血块 伤口都平滑如镜 像是被刀剑切割出来的 不仅仅是安德烈 就连其所在附近那片区域 也是布满了纵横交错的划痕 顿时间 整个场内 竟如死境 谁也没有想到 那凶悍无敌的人形怪兽 安德烈 就这么死了 同在泪场中的安小姐 看得呆立当场 魏长明更是身子颤抖不停 嘴中喃喃道 静刚宁峰 以身化剑 这 这是传说中的无上手段 刚才他看得很分明 苏云竟刚凝练于外 以身化剑 斩碎一切 一剑斩过 无数剑其纵横 瞬间就将安德烈 和其周围的一切给绞碎 这样的手段 根本不是一般的宗师可以做到 赵金虎 虎有德 像郑奇这些内进舞者 看得几乎要跪下 尤其是赵金虎 一想到自己先前 居然还在苏云面前说教 指责对方 他就恨不得给自己两个巴掌 难怪之前苏云对自己 提点劝告的话语 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自己当时还觉得 对方是年轻气盛 听不进劝告 现在想来 那是根本懒得理会自己 这是少年宗师 绝世添骄 又岂是自己这种 凡俗之辈可比 赵金虎暗自苦笑 这 这 顾青 你这朋友 此时 最为震撼的 还是叶琪等人 他们几个嘴巴张德老大 眼中竟是难以置信之色 叶琪远远看向 泪场中站着的苏云 眼神无比的复杂 原本 他以为苏云 只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 毛头小子罢了 根本不懂武道 先前顾青介绍苏云时 说其是武道高手 他还痴之以鼻 觉得苏云是骗子 可哪里想得到 对方一身实力 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 宗师 传说中的武道宗师 唐峰喉咙干涩地说道 之前 无比张扬的许鹏 此时 更是差点 要将头埋到裤裆里 那么的 就自己这点三脚猫的本事 先前竟然在一位宗师面前叫嚣 甚至还放话 要和对方练一练 这简直是做死啊 这时 那位安小姐回过神来 立刻带着魏长明 来到苏云身前 我是青月山庄的 掌控仁安青月 此次 多谢先生出手 解救我等于危局之中 不知道青月 能否有幸请先生 单独一续 安青月微微低着头 恭恭敬敬地开口 苏云沉吟了一下 目光却是扫过安德烈 那些碎裂的血肉 淡淡道 也好 我也正好有些事情 要问你们 安青月听到苏云同意 轻出了一口气 冲着魏长明 说道 魏爷爷 还请你在这里 处理一下后续的事情 红冰楼 一处装饰 无比奢华的宴客厅中 苏云大咧咧地坐着 安青月亲手泡了一杯香茶 送到苏云面前 一双美眸落在苏云的脸上 感慨道 我安家是西宁 传承了上百年的武道世家 却也从没有见过 向先生这般年少成就宗师的 不知先生如何称呼 他一边说话 一边却是在脑中 快速地猜测着苏云会 是出自哪一个武道家室 或者影视门派 我叫苏云 苏云爆出了自己的名字 安青月神色一动 问道 苏云 姓苏 先生莫非是北渊苏家 秘密培养的不是天才 苏云哑然一笑 哦 你不要猜了 我并非出自哪一个武道世家 你可以当我是独来独往的散修 安青月听到这话 脸上带笑 但暗地里却是撇了撇嘴 散修 开什么玩笑 能在这个年纪 成就武道宗师之境 要是身后 没有武道底蕴身后的家族 或者门派支持 打死他都不相信 不过 既然苏云既然这么说了 安青月自然不会再追问什么 他转移话提到 对了 苏先生 你刚才说有事要问我 苏云点了点头 说道 那个安德烈是怎么回事 能够跟我说说吗 安青月犹豫了一下 苦笑道 那安德烈 是我们从毛雄国那边的 一处研究机构 购买过来的试验淘汰品 那处研究机构 是专门研究 将其他生物的基因 通过分离嫁接的技术 导入人体基因组 引发异变 快速强化人体 安青月以为苏云 对这方面有兴趣 提醒道 不过 据我所知 这研究到目前为止 基本都是失败的 嫁接过其他生物基因的试验体 也都如安德烈一样 意识混乱 不受控制 变得十分的狂暴嗜血 而且在经过一段时间后 就都会癫狂而死 这安德烈算是例外 我也没想到 先前在类场上 他竟然还会二次进化变异 苏云闻言 若有所思道 过一段时间 这些试验品 自己就会癫狂而死 是的 安青月点头 眼角余光关注着苏云 小心翼翼道 苏先生 若是对这种试验品有兴趣 我可以给你联络一下 替你也购买几个 苏云洒然一笑 我倒是对这种失败的试验品 没什么兴趣 不过却有些好奇 你们大费周章的 去买下这种淘汰的实验体 要什么用处 难不成 只是为了用来打全赛 安青月神情微微一变 有些迟疑 苏云见此 也没有追问的意思 淡淡道 要是觉得不方便说 那就算了 说吧 苏云就准备起身 苏先生 还请稍等 其实这件事 安青月一咬牙 刚准备说点什么 这时 燕客厅门被推了开来 魏长明走了进来 说道 小姐 外面的情况 已经处理好了 现场的宾客 也都进行了安抚 不过之前 有几个被安德烈打死了 之后 恐怕需要动用一些关系 将银箱给压下来 安青月此时 可没有心思 去理会这种杂事 他看向苏云 继续说道 苏先生 我们之所以购买这样试验品 是因为我们安家不久前 曾经得到过 魏长明脸色一变 连忙打断道 小姐 他神情闪过一丝交集 刚才 他和安青月 一直开着通话器 他就是因为 听到安青月 要说出机密 这才貌 贸然的推门 进来阻断 可他没想到 安青月竟然还是要说 哪怕对方 救下了自己等人 也没有必要非 要说出这等机密之事 魏爷爷 你不用说了 苏先生既然已经问了 那我就不该瞒着他 安青月制止了 魏长明的劝阻 说道 苏先生 其实这件事 关乎我安家的一桩秘密 我安家在不久之前 机缘得到了一样古 上面刻着一片古老的秘书 苏云眉头一挑 古老秘书 不错 是关于练师之术的 安青月详细地说道 其实 在古时 敢识练师之道并不罕见 甚至有好几道专门的传承 不过后来都失传了 而我们安家得到的那篇秘书 便是记载了如何炼制无敌尸馈 控制横行的法门 而炼制尸馈 需要强大的肉身 一般的舞者身躯 根本满足不了要求 家族中也尝试炼过几次 可都失败了 后来 族中不惜代价 联系上了毛雄国的那家研究室 花重金购买了失败的实验体 之前已经运送走了两个 这安德烈是第三个 前两天才交接到我们这边 魏长明在一旁 听到安青月事无巨细地交代着 不由脸色连连变化 心中叫苦 他知道事情麻烦了 小姐将家族中 最不能说的秘密 给宣扬了出去 炼师知道 在武道界 向来都是被视为邪门歪道 经常被针对攻击 若非如此 这一脉的传承 也不至于失传 安家开始修习炼师一道的消息 一旦传出去 那必将迎来天大的麻烦 炼师知道 苏云眸光微微一闪 随即饶有意味地盯着安青月 笑道 我之前只是随便问问 没想到你居然向我透露 安青月深吸了一口气 躬身道 青月遇头先生麾下 自然要先表明心计 不敢有所隐瞒 嗯 你要投身我麾下 苏云微微一愣 也有些错愕 要知道 安青月可是出自武道世家 眼界和见识 都不是曹昆这种世俗世界的 地下大佬可比 就算是见到武道宗师 也不可能随便 就要投身其麾下 毕竟 西宁安家 在武道界 那也是一方诸侯 小姐 万万不可 你实在太胡闹了 魏昌明这次 是真的忍不住了 安青月可是 安家嫡系血脉 族中也有宗师强者 甚至不止一位 他去投身其他宗师麾下 这传出去 像什么样子了 我没有胡闹 安青月神情冷静 说道 我虽是安家血脉 可在那些族中 长辈眼里 真将我当成至亲血脉了吗 我只是一个 先天心脉受损 无法洗我的废物罢了 我自愿请命 出来经营试验 可那些功劳 无人放在心上 更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便将我需给了 贺家弟子联姻 用意交换利益 之前我没得选择 但今日 既然让我遇到了苏先生 我想试一试 只要苏先生 愿意庇佑我 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魏昌明听到这里 张了张嘴 再说不出什么 只于一声叹息 半想之后 他才神色复杂道 小姐 你知道自己这么做 会有什么后果吗 违逆家族命令 改投门庭 败入其他人麾下 这等于是 叛门而出了 对于安家这种 百年世家而言 又岂会容忍这种事情 安清月文言 语气坚定道 我知道后果 也愿意承受 就在这时 苏云忽然笑出声 他盯着安清月 一脸玩味道 你想改换门庭 投身我麾下 给我庇佑 倒是打得好主意 可你凭什么认为 我会同意 安清月连忙说道 那练师秘书 我存留有副本 可以献给苏先生 此话一出 魏昌明脸色再变 惊道 小姐 你 你什么时候 留有副本的 安清月淡淡道 当初 那件刻着秘书的古物 就是一位书红眼的赌客 压在这里的 最先过了我的手 然后我财上 交给了家族 我手里留有副本 很奇怪吗 魏昌明文言苦笑 安清月 先接手那古物 留下副本 那不奇怪 真正让他吃惊的是 这件事 他竟然不知情 而且 安清月因为心脉受损 不能习武 就算留着副本 也用不上 可他还是偷偷留下了 这用意 魏昌明 已是不敢再想下去 苏先生 那练师之术 可练出无敌诗魁 只要成了气候 就算是寻常内进武者 控制积聚诗魁 也可围杀宗师 其价值 也不用我多说了吧 只要你愿意庇佑我 我便将那秘书 双手奉上 安清月 信心十足地看向苏云 对于那练师之术的价值 他知道得很清楚 自己家族 在得到之后 都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韦 秘密开始修炼 苏云想来 也不会拒绝 他邀请苏云过来 单独一叙 目的就是为了这件事 炼师之术 苏云忽然笑了笑 眼中闪过一丝轻面 这炼师之术 对于其他人而言 那是不传之秘 是非常有价值的秘书 可对苏云来说 那真不算什么 前世 他一路逆天崛起 成就先王之尊 修炼掌握了 无数的神通绝学 这种粗浅的炼师之术 对他而言 简直就是垃圾 让他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 你想投身我麾下 让我庇佑你 不是不可以 你身后的安家 我也不怕得罪 不过 你拿出的架码 我看不上 炼师之术 在我眼里 一千不值 苏云站起身 直接往外走去 原本还信心满满的安清月 瞬间愣住 就连魏长明 也是惊愕不已 苏云的反应 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要知道 安家在得到这炼师之术后 那可是欣喜若狂 就连安家的宗师 也是十分关注的 苏先生 还请留步 眼看着苏云就要离开宴客厅 安清月终于回过神来 他急忙喊道 苏先生 除了那炼师之术 我还有东西奉上 苏云摇了摇头 本来想直接回绝 他并不觉得 安清月能够拿出什么 打动自己的东西 不过话到嘴边 他还是改了主意 毕竟 上次曹昆就拿出了一柄 月华玄铁打造的飞剑 说不定 这安清月也能拿出什么宝贝 好吧 你可以先把东西拿来我看看 苏云说道 苏先生稍等 我这就去取来 安清月松了口气 说了一声之后 便急冲冲地跑出雁客厅 魏长明神情有些狐疑 他也很好奇 连练师之术 都没能被苏云看在眼里 安清月还能拿出什么好东西 要知道 他被安家派出来 负责协助安清月 坐镇清月山庄 对于安清月的情况 可谓是了如指掌 这一次 足足过了十几分钟后 安清月才气喘吁吁地 跑回雁客厅 此时 在他手里 还拿着一个鸡蛋大小的木质圆球 木球材质特殊 通体散发着一种阴森之气 而且 在木球表面 还会刻了 无数繁杂的符纹 苏云 只是远远地瞥了一眼 就皱起了眉头 这种符纹 像是封印类的符纹 而木球的材质 阴气也太重了一些 魏长明看着这小木球 脸色微微有些变化 小姐 这东西 怎么好像之前那件硬客 有练师之术的古物材质 是一样的 魏长明忍不住说道 他虽然不认识那些符纹 但却看出来 两种木头材质相同 皆是阴气森森 安清月神情淡淡道 魏爷爷 到了现在 我也不必瞒你了 这枚圆球 其实就隐蔽的契合 在那古物之内 我怀疑那件古物 可能只是 盛装着圆球的容器而已 所以在发现了圆球后 我就将它私自收了起来 魏长明闻言 又惊又怒 指着安清月 颤声道 你 你怎么敢这么做 安清月面无表情道 这本就是我的机缘 我上教了练师之术 藏下另一部分 没什么不妥 说话之间 他将那枚小木球 递到了苏云面前 苏先生 你看看这件东西 能否入得了你的眼 安清月语气带着几分紧张 虽然他觉得这小木球 比那应刻了 练师之术的古物 还要有价值 但那终究 也只是他的猜测而已 一旦苏云还是看不上 那他就没办法了 这已经是 他最后的一仗了 苏云神情 不负先前那种随意 接过那枚小木球 打亮了一会儿 随即 他手直猛地用力 咔嚓 小木球 灯石崩裂出一道道裂缝 开始破碎 苏先生 安清月 发出一阵惊叫 闭嘴 苏云呵斥一声 手指一震 小木球裂缝 越来越多 外壳碎裂脱落 下一刻 一股庞大的能量波动 从内散发而出 原来 苏云捏碎的只是 一层外表的木质外壳 里面竟然还包裹着 其他的东西 那是一枚灰色的圆珠 表面坑坑洼洼 也不知道 是什么材质 摸着很是粗糙 但其中却蕴含着 庞大的精华能量 外层的樱幕 还有上面的符纹 其实都是一种封锁 用以防止圆珠的精气外泄 魏长明一感受到 那股冲出的能量波动 脸色就猛得大变 只觉得自己体内的气血 在疯狂涌荡 全身细胞都一下子活跃起来 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他震撼不已 苏云捏着这枚圆珠 眼中也是闪过一丝惊讶 这 这是金丹 苏云损着手中的 这枚圆珠 眼神也非常吃惊 金丹 是金丹镜强者 在体内凝聚出的那丹 五道炼体九重之上 是仙天镜 而仙天镜高手 在修炼圆满突破之后 方才能证得金丹之镜 如今这末法时代 连找出一尊 仙天境界的高手都难 更不用说是金丹镜了 不对 这不是金丹 忽然 苏云神色一动 暗自摇头 自己手中这枚圆珠 虽然蕴含了 无比高绝的能量精气 但品质 依旧达不到金丹的层次 这是一枚贾丹 来是一位仙天境界 大圆满的强者 冲击金丹境界失败后 留下的半成品 虽然是没有成功 但这一枚贾丹之内 也蕴含了一位 仙天境界圆满高手的 全部精气能量 这绝对属于无价之宝 特别是一些卡在 五到六品境界的 内境巅峰舞者 他们有的人 可能潜力耗尽 一辈子都无缘冲击 五到七重的宗师境界 可若是将这枚贾丹中的 仙天境界引导出来 让他们吸收 便能轻而易举地 助他们突破到宗师境界 这一枚贾丹中的仙天境界 足可以造就好几位 五到宗师出来 如此贵重的东西 也就是安清月不识货 否则 别说是投身一位宗师麾下 请求庇佑了 他自己 就完全可以造就 几位宗师 好 你的要求 我答应了 苏云将手中的贾丹一收 朗生说道 这枚贾丹 对他用处很大 里面的仙天精气 足可以让他境界 再做突破 等一等 这梅圆珠 到底是什么东西 魏长明连忙出言问道 他虽然没有认出 这贾丹的根底 但却也猜到道 这不是寻常之物 尤其是刚刚那股 能量波动扩散 让他气血翻涌 全身细胞都在活化 要是能长时间 处在这种状态 他感觉自己 突破宗师有望 苏云瞥了魏长明一眼 淡淡地说道 这是什么东西 你觉得我有必要 向你交代吗 魏长明语气一致 随即甘笑道 是我冒昧了 不过 此物毕竟是安氏之宝 小姐他贸然将这东西赠出 实在不妥 族中的长辈若是知晓 恐怕不会答应 安清月神色一变 厉声道 魏爷爷 我说了 这是我的机缘 我能将那间应客 有炼师之术的鼓 上交家族 那已经是人至一尽了 现在这件东西 由我做着 魏长明摇了摇头 他虽然也同情 联系安清月 但他终究是安家的家臣 若安清月只是偷偷留下了 炼师之术的辈分 那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可是这枚圆珠 明显价值非凡 可能远远超过那炼师之术 他就不能再放任安清月胡来了 这极可能是能让人突破到宗师的宝物 说不定便是古代 封存的灵丹 他可不能眼看着安清月 将这东西奉送给外人 小姐 上交此物 说不定家族会重新考虑 取消你和贺家的联姻也说不定 魏长明劝说道 安清月凄惨一笑 摇头道 不可能的 家族那些族佬的做派 我太清楚了 我就算上交此物 他们只会接受了宝物 依旧将我送去联姻 而我父母全部心血 都倾注在我大哥身上 也绝不会为了我 去违逆那些族佬 魏长明文言 微微叹了口气 他也知道安清月说的是事实 他沉声道 不管如何 此物都不能赠予外人 还是等族中的宗师 鉴定过价值再说吧 还有 小姐 这两天族中必要过来人了 你还是在等等吧 老夫不会容许你胡来的 你 魏长明硬起心肠 没有去看安清月 他转而冲着苏云 拱手行李道 这位先生 还请你将宝物归还 至于你今天出手 解救我山庄危机 安家自会 另外奉上报酬 以作感谢 魏长明一番话 说得不卑不亢 虽然此时 面对的是一位宗师强者 但他身后 站着的是西宁安家 是武道界中的一方诸侯 族中宗师都有几位 此时代表安家出面 他倒是不惧怕什么 苏云听到魏长明的话 脸上扬起一抹冷笑 这东西是安清月 他既已和我完成了交易 那东西便是我的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我面前废话 滚 魏长明脸色一白 强压怒火道 苏先生 你难道就不考虑一下 西宁安家的态度吗 苏云撇了撇嘴 不屑道 西宁安家是算什么 不来招惹我也就罢了 真要不知死活冒犯到我头上 我不介意灭掉一个武道世家 魏长明还欲在说什么 苏云却是懒得听了 伸手一挥 一股静缸席卷 碰 魏长明如遭重击 整个人直接吐血倒飞 再废话半句 我就杀了你 苏云冷冷说道 魏长明眼中闪过一抹金句 捂着胸口 仓皇退去 苏云见此也没有理会 冲着安清月说道 给我在这里准备一个房间 今天他要留下 炼化那枚甲丹 因为刚才他捏碎了包裹 在甲丹外面的那层樱幕窍 破掉了符文封印 而且尽力震荡渗透时 也破坏影响了 甲丹的构造平衡 如果不尽快吸收 炼化其中的先天精气的话 那能量就会不断地散移浪费 这红兵楼中就有休息室 我带你过去 安清月当即就带着苏云 走出这宴客厅 外面 顾卿正一个人等在过厅 看到苏云出来 连忙迎了上来 苏云问道 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 顾卿面露苦笑道 七姐他们不敢来见你 早早就离开了 托我过来向你赔罪 在见识苏云 展现的无比实力后 叶齐他们是真的被吓到了 想起先前 对苏云的轻视和傲慢 他们就一阵心虚害怕 毕竟他们也算是 五道戒魂的 知道冒犯一位宗师 那后果有多严重 真要追究的话 他们有十条命 也不够死的 所以 还是先溜了 让顾卿留下 帮忙说何说何 苏云听得暗自摇头 他才没有那个功夫 和几个小人物斤斤计较 不用管他们了 待会 我要留在这里 练花一枚假单 你也跟着一起来吧 苏云说道 假单 顾情一愣 神情困惑 你不用管是什么 反正对你有好处 苏云也没有多解释 片刻之后 在一处装饰奢华的套房之中 苏云随意地盘 稀坐于地上 那没假单 被他重新取出 随着他运转 九旋吞灵绝 整个人仿佛化身成了一个 幽暗的黑洞 那假单之中 一股股精纯无比的先天精气 被渐渐吸取出来 如同狼烟滚滚 被他不断吸收入体 噼里啪啦 顿时间 苏云体内发出密集的爆响 骨骼内雷音阵阵 全身的毛孔中 无数细如毫发的劲气 裹挟着一些杂质 不断地冲射而出 碰 碰 碰 只见苏云附近的桌椅板凳 各种陈设百件 全部瞬间爆碎 躲在远处的顾情 看到这一幕 惊得是目瞪口呆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刚才苏云要让自己 离他远点了 要是站在旁边的话 自己现在 恐怕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短短十几席的时间 苏云身上 涌现的气机 越来越恐怖 威如魔神 那种威严气势 如山海炼狱 让人心生战力 刷 苏云睁开了双眼 眸中似有日月星辰 在轮转 浑身上下流转着志强的气息 身上的每一寸血肉 都仿佛有阴晕霞光涌动 肉身圆满无缺 他借着吸收甲丹中的先天精气 突破到了炼体 九重之径 肉身有种金刚不坏的意味 而此时 他手中的那枚甲丹 只剩下了先前三分之一大小 不得不说 这枚甲丹中蕴含的 先天精气能量 确实足够多 让苏云突破九重之径 还剩下不少 当初 他从齐青兰那里 得来的那块先天血雨 里面蕴含中的先天气血精华 和这甲丹比起来 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可惜 剩下这么一点 远远不够 我进一步 凝炼先天灵体 而且甲丹结构平衡 已经彻底打破 剩下的先天精气 很快就会流失消散 苏云轻轻叹了口气 冲着顾晴招呼道 过来 真是便宜你了 顾晴温言 眼中还带着几分好奇 便宜我什么 苏云也懒得解释 继续开始 将剩下甲丹中的先天精气 提取出来 却并没有自己吸收 而是转而注入顾晴体内 哼 下一刻 精气能量贯穿顾晴全身 顾晴猛地瞪大了眼睛 他隐隐又感觉到了先前 吸收灵精精华时 肉身突破境界的那种感觉了 这次 他根本不用苏云吩咐 自己就主动开始运转 呼吸吐纳之术 主动牵引先天精气 淬炼自身 过了一会之后 顾晴的肉身一次出现蜕变 预示着 他已经迈入了五道五品 可事情还没有完 苏云还在向他注入先天精气 又过了片刻 哼 顾晴肉身继续蜕变 成功晋升五道六品 直到这个时候 苏云才停了下来 因为那甲丹经过两次消耗后 已经只剩下了一丁点 只有原本甲丹 十分之一都不到了 这么一点量 显然是不可能 再让顾晴继续强行突破 晋升五道七重 不过就算如此 那也已经十分吓人了 要知道 在今天之前 顾晴可还算不上五者呢 可一天时间下来 他先是吸收了一枚灵精的全部精华 然后又在苏云帮助下 吸收一部分先天精气能量 直接一口气 突破到了五道六品的境界 这进展速度 简直和苏云之前 重生归来时 就连苏云也不得不感慨 顾晴确实负责气韵浓厚 要不是 他今天正好跟在自己身边 那必然就不可能遇上这些机缘 不管是灵精 还是那先天精气 凝聚的甲丹 都是足可以让五道宗师 都癫狂的东西 苏云 你的封印好像破了 我的力量又失控了 顾晴都没来得及高兴 就已经慌张大叫起来 之前苏云 给顾晴身上留下的封印 那只是压制他那五道四重的力量 可现在顾晴 已经强行被推升到五道六重 先前的封印就不够用了 直接破裂 顾晴根本没能力 驾驭体内那雄魂无匹的内境神力 也无法掌控 五道六品高手的强悍肉身 他站在原地 脚下地板不断地开裂 破碎 这是他无法控制 尽力外泄的结果 而且地板崩裂之后 他身子一个踉枪 差点摔倒 本能地伸手扶着旁边 一根雕龙纹式的柱子 结果那内里 是钢筋混凝土胶筑的柱子 被他这么一扶 竟然也在破裂 可若仅仅是如此 那也就罢了 可问题是 顾晴控制不了体内静力的运转 那些静力散乱的涌动 冲击到五脏六腑 让他自己差点吐血 苏云见此 连忙出手 手指在顾晴身上快速点过 注入一股股静力 疏离其体内的力量 重新形成了封印 直到这时 顾晴才终于恢复了 对自己身躯的控制 而且 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 不像以前那么灵活了 就像是 背负着无形重压 苏云笑容完未到 恭喜了 你现在达到了很多舞者一生 也难以企及的高度 不过我提醒你啊 从今天开始 你就得疯狂地打磨根基 拼命地去稳固境界 之前我和你说过 让你每天练两三个小时的基础拳法 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了 至少得每天得四五个小时 而且 你要是能够坚持的话 那时间是越长越好 还有那呼吸吐纳之术 你也不能拉下 顾琴文言呼吸微微有些急促 但还是神情坚定地点头 不就是每天多出四五个小时练拳吗 没问题 咬咬牙 我能坚持的 苏云看到顾琴的神情反应 嘴角笑意更浓 那套基础拳法 顾琴还没有开始修炼 根本不知道其中的难度 那些动作看似简单 可是一套打下来 可是要耗费大量的体力和精神 每天让顾琴去练拳四五个小时 足可以让顾琴累成狗了 苏云心中暗笑 你不是想尽办法 想要跟我修炼学武吗 现在我教了 就看你撑不撑得住 随后顾琴跑去洗澡了 每次突破之后 肉身蜕变 体内都会排出很多杂质 顾琴自然要清理干净 苏云倒是不用那么麻烦 因为这次他突破的时候 直接运转尽力 裹挟着那些排出的杂质 一同充射出去了 苏云离开房间 再次找上了安清月 那贾丹还剩余下一丁点 浪费也可惜了 苏云想了想 干脆还是用在安清月身上好了 毕竟在这次交易中 苏云算是占了大便宜了 苏先生 你现在找我有什么事吗 安清月看到苏云找上自己 有些诧异 现在已是凌晨 他本都打算休息了 你送出的那件东西 价值很高 我不想占你什么便宜 现在过来 分润你一点好处 苏云直截了当地说道 分润好处 安清月愣了一下 随即艳丽的面庞上 浮现颠倒众生的魅笑 不知道苏先生 要分润我什么好处 苏云将手中那点假丹残骸 猛地捏爆化为一股股气浪 缭绕在掌指之间 安清月神情困惑 刚想要询问 苏云就将那些先天精气 凝聚成了一根根精气长针 随着他手指弹动 这些精气长针 不断地被他刺入安清月体内 苏先生 你这是 安清月发出一阵痛呼 忍住 你先天心脉受损 正常情况下 几乎没有办法治愈 不过先天精气 拥有非凡的神性 可再造生机本源 生残补缺 再配合我的补天真术 应当可以治好你 苏云一边说话 一边落针 长针一入体 当中的精气就散开 渗入他的五脏六腑 安清月立刻面色朝红起来 鲜红的珠唇轻微张合 发出一阵诱人的轻盈之声 他那雪白细腻的肌肤 浮现一片飞红 就像是置身在温泉汤浴之中 苏云抬头看了一眼安清月 然后继续忙自己的 过了将近半小时 苏云长长地出了口气 终于停了下来 而安清月此时 已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软绵绵地摊在沙发上 浑身香汗淋漓 就像是刚刚从水缸里 捞出来的一样 他那一身鲜红的长裙 也已经被禁湿 紧紧地贴靠在 他那妖娆有志的动体上 让人一看了 就造火上涌 安清月也知道 自己此时的形象不雅 但却一动都不想动 注入他体内的先天精气 虽然不多 远比不上固情吸收的 但是这些先天精气 被苏云以补天真术引动 用以生残补缺 修复他受损的心脉 这个过程出时微痛 之后却是异常的舒服 那种难言的滋味 令他销魂石骨 愈先愈死 激进沉沦 你好好休息吧 等明天恢复精神恢复 你应该就能察觉到 自身的不同了 苏云说完 目光又在安清月那恶挪多姿 性感火辣的身上瞄了几眼 这才不急不缓地离开 因为已经太晚 苏云和顾晴都塑在了红兵楼 第二天清晨 有一支豪华的车队 行驶入清月山庄 最后停在了红兵楼前 车门打开 车上下来了一个个气息强盛的精壮男子 足足有二十多个人 气焰至盛 其中有修炼出内进的舞者 都有五六个 而此时 这些人都簇拥着一位 穿着练功服的中年男子 以及一位年纪和安清月差不多的女子 那女子虽然不计安清月那般经验夺目 但姿色也算不俗 而且身上流转着强大的气机波动 赫然也是一位舞者 安清月倒是挺会挑地方的 短短几年 借着家族之事 便开创了这么一片基业 女子下车之后 目光环视周围 满意地点了点头 阳川市 在天南省的诸多地势中 排名靠后 但也正因为如此 才更容易圈进这么大一片地方 营造出清月山庄 要是换做省会所在的云州 那肯定做不到 清月虽然先天心脉受损 不能习武 但经营之道上 却是很有天赋 玉曼 这次家族 安排你来接替清月 你可要好好表现 中年男子说道 三叔放心 现在这边的经营 都已经步入正轨 出不了大问题 而且 除了家族 原本安排在这里的人之外 我自己也带来一些可靠的人手 安玉曼信心满满地说道 他们这批人 皆是来自西宁安家 这次过来 除了要来运走新道的那实验体之外 还准备从安清月手里 交接清月山庄的掌控权 毕竟 安清月和贺家的联姻之期 已经快到了 对了 三叔 我们这次过来 可没有提前通知安清月 要夺取清月山庄的掌控权 你说安清月会不会不愿意 安玉曼问道 由不得他不愿意 安心帽冷冷一哼 这清月山庄的建立 是我们家族出钱出人 调动影响力 才能建立起来的 他只是负责打理罢了 足劳已经有了决议 又启容他一个小丫头为逆 说话间 安心帽取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没一回功夫 魏长明就匆匆赶了过来 三爷 玉曼小姐 你们到这里 怎么也没有提前通知一声 魏长明看到安心帽和安玉曼 也有些惊愕 哼 我们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没必要搞得心事动众了 魏老 这些年 你在这里辅助清月掌管山庄 真是辛苦了 以后 玉曼代替清月接手这里 还需要你多多支持啊 安心帽态度热情地说道 玉曼小姐要接手这里 魏长明文言吃了一惊 但一想到安清月和贺家联姻之妻将近 便也恍然过来 安心帽点了点头 道 这件事 族中的几位族老已经有了决议 我怕我们直接过去会让他有情绪 魏老你和他感情还不错 去请他过来一趟吧 魏长明一听 脸上闪过一丝复杂之色 他神情闪过一丝挣扎 还是说道 三爷 实不相瞒 昨晚山庄之内发生了一些变故 清月小姐 他一时糊涂 做了一些不理智的决定 安心帽皱眉道 什么情况 魏长明叹了口气 道 三爷应该还记得 之前清月小姐上交的那件古物吧 安心帽眉头皱得更紧 记得 那件古物很有价值 魏此家族还特意褒奖赞扬了他一番 你提起这是做什么 魏长明叹息一声 道 清月小姐 将那古物上印刻的秘书 私自抄入了一份 不仅如此 那古物上 原本还隐藏着另一样 更有价值的宝物 也被清月小姐私藏了 他为了不愿和贺家联姻 昨天将这东西 奉送给了一位年少宗师 请对方庇佑 安心帽听到这里 脸色豁然大变 惊怒到 好大的胆子 清晨 豪华套房中 顾晴已经在早早开始演练 那套基础拳法了 不是他想这么刻苦 而是他发现 苏云在他体内留下的那封印 并非一成不变的 每天都会有一丝丝的封印的力量 会渗透出来 这也就是说 顾晴当天必须要将渗透出的 那部分力量掌控熟练 要是一旦进度赶不上 封印渗透出的力量越来越多 等到他难以驾驭 就会再度陷入那种力量失控的状态 可以说 现在就等于有一根无形的皮鞭 在鞭挞着他不断的前行 演练了没一会功夫 顾晴就开始暗暗叫苦 苏云传给他的那套基础拳法 果然有古怪 看着无比简单 但是上手之后 才深刻知道其中的难度 一套动作都没有打完 顾晴就觉得手脚酸软疼痛 不过他不信邪 休息了一阵后 便又继续开始 苏云则在一旁看着 不时提点几句 咚咚咚 就在这时 有人敲响了房门 苏云上前打开房门 外面 站着一个山庄的工作人员 恭声道 苏先生 安总请你们到艳客厅过去 好 苏云应了一声 然后让顾晴继续留下眼练拳法 便跟着工作人员离开了 很快 他就来到艳客厅 不过一走进里面 苏云眉头就皱了起来 艳客厅里面 此时站着不少人 唯独没有见到安清月 安清月呢 苏云语气平淡地问道 目光看向了站在一旁的魏长明 魏长明没有言语 阁下便是苏云先生吧 如此年少 便以成就宗师之境 实在令人惊叹 之前魏老和我说起 我还不相信 现在却是服了 安清帽一脸热情地走了出来 冲着苏云拱手抱拳道 我是西宁安家的安清帽 昨晚之事 我已经听魏老提过了 关键时刻 阁下能出手援助 我安家感激不尽 稍后 我会命人筹备重礼 好好答谢 不过 我安家的宝物 还请你能交还 苏云看都没看安清帽一眼 自顾自地在沙发上坐下 淡淡道 安清月人呢 我只和他谈 安清帽看到苏云如此无视自己 心中灯石闪过一丝怒意 不过他没有发作 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说道 苏先生 现在这边是由我做主了 清月他胆大妄为 居然瞒着足里 私自将重宝赠予外人 这是绝不允许的 还请你看在我西宁安家的面子上 能够归还宝物 苏云不耐烦道 你们是龙了吗 我说了 在这边 我只认安清月 其他人还不配跟我谈事情 此话一出 安清帽脸上那勉强维持的笑脸 瞬间将主 其他那些安家人手 也一个个惊怒无比 安玉曼更是冷横道 安清月损害家族利益 而且还有叛族之意 已经被我们拘押了 很快就会送回族内 接受族牢审判 你想见他 怕是不太可能了 苏云神情平淡 并没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清冷的目光扫 是向魏长明 语气悠悠道 昨天 你也在场 应当知道 安清月已投身我麾下 给我庇佑 你没跟他们说吗 魏长明被苏云的目光一注视 只觉得头皮一麻 有一股寒气直冲脑门 在苏云的气势威慑下 他竟是出言反驳的勇气都没有 这件事 魏老已经和我提过了 不过安清月受安氏族人 想要脱离出去 改投他人 可由不得他 安清帽脸色阴沉地说道 哦 苏云微微汗手 说道 这么说来 你们是明知他受我庇佑 还是将他拘押了 对吧 安清帽语气也强硬起来 是又如何 你虽是宗师 可我安家乃五道世家 族中也有几位宗师高手 我劝你还是三四二后行 不要给自己招货 他现在也是豁出去了 之前 顾及对方是年少宗师 所以自己说话 也是客客气气的 谁知道这小子这么不给面子 真当堂堂的西名安家 是你捏的不成 苏云和的笑了一声 你是在威胁我 安清帽不卑不亢地说道 我只是就是说事罢了 你如果认为是威胁 那就算是好了 苏云听到这里 起身大笑 好 真是有种 我也懒得和你们废话 五分钟 苏云伸出五根手指 但莫道 五分钟之内 要是我没有见到安清月 那么这个房间里的人 通通都要死 哄 说话之间 苏云身上猛地冲起一股惊天的气势 犹如一只绝代凶兽苏醒 要吞噬所有人 场内众人顿时脸色突变 我不信你敢 安清帽惊怒大吼 他不信苏云敢这么做 毕竟自己西宁安家 也不是小门小户 苏云真要是出手屠戮自己这些人 那等于是彻底和西宁安家开战了 再无缓和的余地 不信 苏云脚步往前一踏 周身静刚涌荡 宛若在身前凝聚成一重无形气墙 随着他这一动 静刚气墙冲出 碰 安清帽整个人 就像是被一辆高速行驶的货车撞中 猛地倒飞 重重地撞在了墙壁上 这一撞之下 他身上发出骨骼碎裂的声响 身体软绵绵地瘫坐在地上 身后的墙壁 更是军裂出粗大的裂缝 你 安清帽艰难的抬手 指着苏云 眼神中充斥着难以置信之色 他也是修炼武道的好手 和赵金虎一样 都已经达到了武道武品巅峰的境界 可是在苏云面前 却若如蝼蚁 一层静刚之力的冲击 都难以挡住 瞬间就是重伤 你要是不信 便可以等够五分钟 看我敢不敢杀掉你们全部 苏云冷笑一声 双眼之中 竟是无情和冷酷 前世 他一路杀伐 宇宙万族允命在他手中的生灵 何止千万 现在区区几个蝼蚁 依仗七族中有几个武道宗师 居然觉得自己不敢杀他们 苏先生 还请留守 我立刻就去将清月小姐请出来 魏长明连忙出声 他五道六品的修为 算是场内苏云之下 实力最高的了 灵爵也更加敏锐 刚才他真是真切地感受到 苏云动了杀机 若是五分钟不将安清月带出来 对方可能真会动手杀人 安心怒 安玉曼这个时候 也不敢阻拦了 不到五分钟 魏长明就急匆匆地将安清月带到了燕客厅 苏先生 安清月看到苏云 顿时笑容明媚起来 尤其是想起 昨晚苏云在给自己治疗室场景 他面旁就浮现一抹红韵 安心怒和安玉曼看到这一幕 都是心中大恨 他们似乎有些明白了 难怪苏云这位年少宗师 不惜得罪安家也要保安清月 那件宝物或许只是原因之一 很可能安清月本人 已经和对方勾搭在一起 他们没有对你怎么样吧 苏云目光扫量了一下 也没有发现安清月身上有什么不妥 安清月摇头道 现在倒没什么事 不过稍后他们想要将我押回族内 苏云一摆手 说道 不用担心 我既然答应了和你的交易 那自然会庇佑你 以后 你就再继续留在这里好了 安家那边不敢再找你麻烦了 此话一出 安心冒忍不住了 他捂着胸口 强忍着痛苦说道 你也想去我安家了吧 安清月违逆家族之内 现在更是投身外人 形同叛族 你却说我安家不敢找麻烦 安玉曼扶着安心冒 也是一脸的不满 他这次过来 可是来接收清月山庄的 可现在看苏云的意思 竟是要连这清月山庄 也留给安清月 我安家乃是武道界的世家大族 族内有三位武道宗师 你若是一意孤行 怎能承受得了三位宗师的怒火 安玉曼何问道 苏云痴笑一声 眼中闪过一丝轻蔑 他扭头冲着安清月说道 你这有纸笔吗 安清月愣了一下 有是有 苏先生 你这是要 苏云平静道 下一份战帖 送给你们安家的那几位宗师 看有没有人敢接 听到这里 场内众人皆是神色一阵 以武道界的规矩 苏云真要是 向安家下了这样一份战帖 那安家除非是 愿意忍气吞声 封铁认输 否则就必须要出动宗师强者 过来和苏云战上一场 而且下了战帖之后 那可就不是简单的切磋了 必须要打到 其中一方甘愿认输为止 这关乎宗师的颜面 甚至要是碰上性子 爆裂的宗师 还会演变成生死战 这种事情 以前在武道界也发生过 两个宗师打出了真火 谁也不愿退让认输 越打越狠 生死相向 你竟然下战帖 安心帽目光死死地盯着苏云 有些错愕 其实 之前他始终觉得 苏云之所以这么强势霸道 只是欺负自己这些人 不是宗师罢了 若是自己族中宗师 亲临此地 对方未必敢这么猖狂 可现在 对方竟然要直接下战帖了 苏先生 你真要下战帖 安心月忍不住 再确定了一遍 去准备吧 我虽答应会庇佑你 但却没有时间 一直待在这里 干脆一次性地 打赴你们安家所有的宗师 这样他们 也就不会再来烦你了 苏云说道 安心月听到这里 并也不再犹豫 他打出了一个电话 很快 就有山庄的工作人员 送来了笔墨 还有一份空白书帖 苏云提笔沾墨 立刻书写起来 在之前 他有两次写过宗师手书了 可之前两次 他都凝神许久 一动笔 五道意志涌荡 甚至牵引四周的元气 声势浩大 可这一次 他在提笔书写 却是风平浪静 什么异样都没有 因为他已经跨入了 五道九品的境界 练体 以至巅峰 恐怖的静刚 掌控随意 心念一动之间 那霸绝无边 可挡住子弹的静刚之力 犹如流水一般绵柔 被他轻易融于笔风 划入写出的字体之内 五道意志 也翘无声息地融入 片刻之后 那张空白的书帖上 已经出现了一个战字 安心帽和安玉曼等人 远远看到那战字 都是眉头一皱 觉得有些奇怪 他们竟然从这个字帖中 看不出任何的非凡之处 要知道 他们安家 也是有五道宗师的 他们也有幸见过 几幅宗师手书 赐他们这种舞者 去观摩手书 意识交感之下 立时就会感受到字体中 恐怖的五道真意涌出 可现在 他们却在苏云 这份战字帖上 没有感受到任何东西 将这份战帖带回去 交给你们安家的几位宗师 苏云将字帖一甩 丢到了安心帽身前 安心帽探手抓住 然后什么话都没说 就带着安玉曼等人离开了 都到了这一步 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 小姐 魏长明看了安清月一眼 欲言又止 然后也跟着安心帽等人离开 安清月如今此举 已经相当于是背叛家族了 魏长明身为安家的外姓家臣 自然不好再留在这里 等到这些人都离开清月山庄后 苏云向安清月说道 好了 我也差不多该离开了 离开 安清月脸色微微一变 有些惊慌道 苏先生 你现在离开 那族中的宗师过来 我该怎么办 他被苏云的话给吓得不轻 苏云笑道 放心吧 收到了我那份战帖 你们安家那几位宗师 恐怕是没那个胆子 赶快找我了 甚至 就连这座清月山庄 也依旧会交给你掌控 安清月胡一道 真的 虽然他知道苏云很厉害 但也不觉得他能厉害到这种程度 一份战帖 就吓得族内三位宗师都不敢冒头 是不是真的 用不了多久 你就知道了 我的联系方式也已经给你了 他们要是真赶过来 你再通知我好了 我反倒是期待他们赶来 苏云感慨了一句 随即又道 对了 昨天我以补天真术 配合仙天精气 替你治愈了心脉损伤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安清月一听苏云提起此事 脸上重新洋溢起笑容 惊叹道 已经好多了 清月万没想到 你不仅是五道宗师 还身怀一道神术 连我这种先天心脉奇症都能治愈 你的这份恩情 真让清月无以为报 对于此事 他是真的有种感激苏云 因为先天心脉受损的缘故 使得出自五道世家嫡系的他 无法修习五道 被排斥在家族核心之外 这些年 他只能苦心孤意地经营商业 替族中赚取金钱 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可最终 还是被家族舍弃 用来联姻 冲作换取利益的筹码 现在苏云治好了他的病症 让他以后能修炼五道 也算是 全了他的一桩心愿 苏云和顾晴离开了 清月山庄 苏云负责开车 顾晴则是毫无形象地摊在后排 浑身软绵无力 他练了一个多小时的基础拳法 还是没能将拳法完整地练下来 反而将自己搞得筋疲力尽 这个状态 肯定是开不了车了 苏云 只能一直将他送回阳川市局 然后再者返回临北县 去接自己老爸 你昨天吃完晚饭去送小晴 结果送了一个晚上没回来 你们年轻人啊 算了 记得做好安全措施 苏云看着苏云 又苦口婆心地提起了安全问题 苏云一阵头大 这次干脆也不解释什么了 老爸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东西都收拾好了吧 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出发去云州吧 苏云说道 他来之前已经和苏云河沟通好了 苏云河在房子里四处摸摸看看 胆慨道 住了这么多年突然要离开 有些舍不得了 苏云笑道 爸 你要是到我住的地方待上两天 估计也就不会再怀念这里了 苏白河也笑道 希望吧 到时候和你小晴再给我生的大胖孙子代代 那我也不无聊了 听到这话 苏云有些淡疼 这天聊不下去了 随后 父子俩上车朝着云州而去 回到云封山别墅时 已经是下午了 苏白河一踏入别墅范围 立刻就感觉到这里的不同 里面的空气都仿佛异常的清新 苏白河只觉得整个人通体舒爽 精神奕奕 原本一路坐车过来 苏白河还有点小疲惫 可现在他一点都感受不到疲劳 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 那种精神饱满的状态 咦 这地方还真是奇特 苏白河神情哑然 随后闭着眼睛细细地体会享受 苏云笑了笑 说道 爸 别站在院子里 别墅里面聚灵效果更好 我们进去吧 我给你介绍一下阮老和子风 与此同时 宇阳省西宁市 安家的议事大厅中气氛一片深沉压抑 安兴茂等人还没有回来 但却已经通过电话 将清月山庄发生的事情 提前禀报了回来 安家是传承百多年的武道世家 家族传承至今已经无比的庞大 除了几只主脉 还有诸多旁系分支 安兴族人数以万计 此时 这座议事大厅内 已然汇聚了安家的诸多头面人物 在大厅的上方区域 陈列着三张座椅 高出其他座椅 上面坐着的 赫然便是安家的三位宗师强者 安凤鱼 安镇光 安平衙 安家以武力机 便是这三位宗师强者 撑起了如今西宁安家的辉煌 下方的安家头面族人中 有的是商界大亨 有的已是政坛高官 可是此刻 在这三位宗师祖老面前 却是低眉顺耳 大气不敢出 真是没有想到 我安家传承百多年的武道世家 竟然也会出现不孝子孙 居然敢叛门而出 头身外人麾下 真是让我想不到 坐在左侧位的宗师强者 安凤鱼轻声一探 目光环视其他人 问道 这种情况 大家说应该怎么办 其他安家的族人听到这话 目光都朝着 场内一个胖胖的中年男子看去 那胖中年脸色发苦 连忙主动起身 请罪道 三位祖老 是我娇女无方 使得家族出现了这样的败垒 不过 清月应该是一时糊涂 稍后我会亲自走一趟 将这死丫头压回来 不管这么处罚都没问题 只希望三位祖老能够饶她一命 三位宗师祖老相互对视了一眼 都点了点头 安凤鱼出声道 可以 原本这种叛族之举 其罪当诸 不过考虑到安福全的儿子 五道天资非凡 三十多岁 便进入五道六中 将来宗师有望 对他女儿网开一面 也不是不行 对于安清月的处罚 等压他回来再以 现在的问题 还是那未必有他的宗师 这时 位于右侧的宗师祖老安镇光尘声道 根据新茂他们传来的消息 那位宗师也就双十之灵 能够在这种年纪成就宗师之境 天资确实妖孽 不过这也可以理解吗 对方有这样的资质 也难怪会如此傲气凌人 敢来招惹我安家 说到这 安镇光突然冷笑两声 说道 不过 他还是太嫩了 这次 我倒要过去 会一会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看他有几斤几两 听到这话 安凤鱼笑了笑 哦 我本来还想着 由我走上一趟 教训教训那五道界的后辈 镇光 不如把这机会 让给我如何 安镇光还没有说话 便听到坐鱼最终的安平衙 朗生说道 这次挑战 你们两个都不用去 由我亲自去一趟 此话一出 满场皆惊 因为 安平衙在安家之中 位分最高 比起其他两位宗师 都长出一倍 而且实力也最强 是安家三大宗师之手 平衙叔父 没必要这么小题大做吧 对付一个后起之秀罢了 哪里需要 劳动你亲自出面 安凤鱼有些不以为然的说道 是啊 你都快要达到 五到八品的境界了 让你出面 太抬举对方了 安镇光也劝道 场内其他安家的族人 也是连连点头 他们也觉得 对方只是一个年轻宗师而已 虽然天赋不错 但年轻也意味着火候不足 经验不够 像安凤鱼和安镇光 这种老牌宗师 随便一个就能对付苏云 根本无需安平衙出面 安平衙伸手一案 说道 你们不必再说了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这次挑战 我们安家不仅要赢 还要赢得漂亮 等到新茂他们 带着挑战帖回来 便以我的名字 回书一份 定下时间地点 等到傍晚十分 安心茂一行人 终于风尘仆仆地 回到了西宁安家的老宅 这次 聚在议事厅中的人更多 安家的三位宗师足楼 一脸的巨傲 把那小子的挑战 贴拿上来看看 安凤鱼吩咐道 这种宗师级别的挑战帖 上面字体中通常 也会蕴含一些 对方书写时 融入的武道意志和战意 虽然无法彰显 真正的实力水准 但他们通过观摩字体 也能看出一些东西 安心茂听到安凤鱼的话 自然也明白 对方是什么意思 他将那封挑战帖 送到了三位宗师面前 脸上略意犹豫 还是说到 凤鱼足楼 那小子送过的挑战帖 只写了一个站字 而且那字平平无奇 好像并没有融入 他的武道意志 恐怕是没什么官阅的意义 他话一说完 不仅仅是三位宗师 就连其他案家的头面族人 脸色都不好看了 虽然宗师强者 在书写字体时 去融入武道意志 会耗费一些精力 但这毕竟是挑战帖 就算出于尊重 也应该凝聚精神 写出蕴含宗师意志的字体 可谁承想 这小年轻 竟然一点规矩都不讲 吝啬一副宗师手书 只简单写了一个字 充当挑战帖 这对安家而言 无疑是一种羞辱 数字无礼 安凤鱼脸色阴沉地喝骂了一句 安正光脾气更暴躁 探手夺过那张挑战帖 就要将其撕碎 不过 下一刻 他眼角余光 突然瞄到了帖子上 那看似平平无奇的战字时 脸上神色微微一变 这个字不对劲 他皱着眉头 看出了一点不对劲 安凤鱼和安平衙文言 目光也落到那字帖上 也是微微汗手 他们也看出了这个战字 有些特殊 里面似乎另有乾坤 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了 安心冒愣了一下 连忙说道 再回来路上 我看了一路 也没有看出明白 魏长明也看过 同样也没发现什么 实力最强的安平衙 轻声一叹 道 你们的五道境界不够 这个战字中 却是另有玄机 唯有宗师强者 才能察觉其中的奥秘 当然了 里面具体藏着什么奥秘 还需要我们细细感悟一下再看 安凤鱼吃笑道 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小把戏而已 我倒要看看 他这个字中 到底隐藏着什么玄机 说话间 三个安家的宗师 纷纷发散出自己的精神意识 想要渗透入那字体中 进一步窥探其中的奥秘 可是他们这一动 立刻像是触发了什么 字贴上那个战字内 猛地爆发出了一股 汗天动地的五道意志 战役滔天 更恐怖的是 那字体之内 竟还有一股凝炼到极致的 静刚之力爆发 碰 整张字贴彻底爆开 那股爆发出的静刚之力 融会着那汗天动地的五道意志 化为了今天的一击 冲向安家的三位宗师 安家的三位宗师祖老 脸色狂变 神情惊骇欲绝 怎么会 绝不可能的 他们在惊怒 在狂吼 瞬间展现出自己的最强实力 去抵御这字贴爆发的惊天一击 碰 整个意识大殿 突然爆发巨响 犹如引爆了一颗炸弹一样 狂暴的静气 四处冲击 其他人甚至能够感受到 地面传来的震动和摇晃 而当一切平静下来后 大家再抬头望去 只见三位宗师祖老早 已经从原来的位置被震退 一个个形象狼狈 劈头散发 嘴角甚至还有鲜红的血液流出 虽然受伤不重 但此刻三位安家的宗师祖老 却像是被吓傻了一样 身躯战力发抖着 竟然能够将静刚之力 引纳归藏于笔墨字迹之内 这怎么可能做到 他是什么 此刻 他们三人眼神中 都残留着无边的恐惧 他们根本不敢相信 刚才发生的事情 宗师强者能够在书写过程中 将自身五道意志融入字体 这是没问题的 几乎所有的五道宗师 都可以做到 自终有神 可是要将静刚之力也融入字体 藏纳于其中 那就太匪夷所思了 毕竟纸张是脆弱的 正常情况下 宗师将静刚之力注入其中 哪怕只有一丁点 也足以瞬间将纸张炸碎 可现在 有人做到了 在那一张挑战贴中 注入了静刚之力 能够做到这一点 说明对方对于力量的掌控 已经达到了先豪入微的层次 志强无匹的静刚之力 在其控制下 可以缠绵如水 可以轻柔如风 唯有如此才不会炸碎纸张 而他们几个方才探入精神意识 触发了自贴中的五道意志爆发 也连带着打破了里面 静刚之力的平衡 这才一举引爆 遭受了冲击 这等鬼神莫测的手段 已然超出了三位安家祖佬的认知 七品宗师做不到 八品宗师也做不到 九品大宗师 恐怕一样做不到 三位安家宗师祖佬 岂能不惧 岂能不怕 祖佬 刚才是什么情况 此时 场内的安家高层 都是一脸惊疑 都还不清楚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过三位宗师祖佬 根本没有心思去解释 安平衙回过神来后 近乎是一种颤抖的声音 喊道 此等手段 已然超出舞者的范畴 堪称武道之神 快 替我准备重礼 我要以最快的速度 前去拜会武神大人 其他两位宗师祖佬 也是连连点头 其声道 天下再出武神级强者 我等也必要去觐见 听到这话 安心帽这些舞者 都是身子矩阵 一个个神情骇然的 看着自家三位祖佬 武神 这个称号 可不是随随便便的能说的 只有实力强决无边 纵横无敌的人物 才能被冠以武神之称 那代表着武道界的神话 据说 国内那只镇压黑暗世界 威慑武道世家和门派的武神军 当年的缔造者 便是一位武神级的强者 而武神军之称 便也由此而来 武 武神 三位祖佬 你们确定 那小子是武神级强者 安心帽一脸惊颤的问道 在他看来 苏云小小年纪能够突破到七品宗师之境 都已经是天赋惊艳了 至于武神级 他根本不敢想象 不会错的 能够写出这份挑战帖的 就算寻常的九品大宗师都做不到 安平衙感慨唏嘘 场内 安清月的父亲神色一动 忽然说道 那我女儿清月 该如何处置 安平衙眼睛一瞪 处置 处置什么 清月既有幸能够投身一位武神大人麾下 那是我们安家天大的荣耀 你居然还想处置 你是什么巨星 安凤鱼和安正光也是连连点头 安凤鱼道 清月这孩子 我早就看他聪慧过人 而今更是独具慧眼 和一位武神拉上了关系 真是浮缘深厚 安正光也接着道 我提议 将阳川市的那处清月山庄 赠予清月作为他的私产 还有 他既然不惜与贺家联姻 那就退了 夜晚 临风三号的别墅中 苏云老神在在地坐在椅子上 看着阮子峰修炼 滴滴 外面传来了一阵汽车鸣笛声 苏云扭头一看 就见到一辆红色跑车 停在自己别墅外的停车坪上 齐清兰优雅从容地从车上下来 他今天穿着一身素雅文静的休闲套装 洋溢着青春阳光的气息 你怎么过来了 昨天那些事情的首尾都处理好了吗 苏云走出去 打量着齐清兰 觉得他今天和以往有些不同 以往的齐清兰 身上时刻都带着一种商业女王的高冷气质 给人一种难以清静的感觉 而今天的齐清兰更像是一个邻家女孩 似乎感受到苏云的目光打亮 齐清兰嘴角微微浮现一抹弧度 但随即却不动声色道 事情已经大体处理好了 其他的倒还好说 就是死了一位武神军宗师 有些麻烦 宋家那边已经通过秘密渠道 和武神军联系过了 到时候 那边可能还会有人过来和你接触 无妨 到时候让他们来找我好了 苏云倒是不怎么在意 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毕竟 武神军的宗师陨落 这可不是小事 武神军肯定会再派出高手来调查 虽然范金武并非苏云杀的 但苏云袖手旁观 做事范金武被原姓老者击杀 武神军肯定也会对苏云有意见 不过苏云自己并不在意 对了 下星期 就是我的生日了 我原本是想简单地过一下 不过爷爷和二叔都认为 最近我们齐家运头不佳 所以想要趁这次举办一个宴会 热闹一下 给家里增添一下洗头 苏先生 不知道你是否有空参加 齐青兰美眸中眼波流转 含蓄深晚地注视着苏云 这是齐国正和齐长生 刚刚商定下来的事情 原本 他们是只想邀请苏云一人的 不过那样一来 有些意味就显得太明显了 他们怕苏云拒绝 所以就干脆准备举办一个生日宴会 再邀请苏云 也就显得自然一些 齐青兰对于自己爷爷和二叔的用意 心里也清楚 但却并没有反对 下星期的生日宴 苏云想了一下 说道 可以 要是那个时候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会过去 对于齐家 他还是有些看重的 毕竟是云海的地头蛇 苏云以后要将云州 当成自己的立身之地 肯定少不了一种齐家 苏云 是不是来客人了 这时 苏白河在阮子峰的陪同下 也走了出来 齐青兰也是疑惑地看向苏云 似乎没想到 苏云这别墅里还有别人 这是我爸 旁边的小丫头 是我新收的弟子阮子峰 爸 这位是齐青兰 是我在云州的朋友 苏云冲着双方 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齐青兰文言 立刻主动迎了上去 冲着苏白河问候 而后他看到阮子峰 更是莫名产生一种清静感 子峰妹妹 这次来得太匆忙 没有给你待见面礼 下次补上 对了 我就住在不远处的 林峰一号别墅 你有空就过去玩啊 几人一番客套地交流后 齐青兰便主动告辞 苏白河意味深长地盯着苏云 神情古怪 爸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苏云被看得有些莫名其妙 苏白河干咳一声 提醒道 臭小子 我可是提醒你啊 你和小晴现在都发展到那种地步了 你可别再年华惹草了 虽然这姑娘也不错 但 苏云听着一阵无语 连忙打断道 爸 你就别多瞎想了 我只是帮了人家一些忙 他过来感谢我 顺便邀请我 参加他下星期的生日宴会而已 没你想的其他关系 是吗 苏白河一脸的不幸 阮子峰小嘴亲民 也不相信 上次他就在天井山庄的餐厅 看到师傅和两个美女姐姐关系清静 当时对方两个小姐姐都恨不得要一声相许了 自己这师傅什么都好 就是太会招惹阴阴厌厌的 就在这时 苏云手机响了 电话是安清月打来的 喂 有什么事吗 苏先生 组里刚刚给我打电话了 他们不敢接你的挑战 自愿认输 组中的三位宗士组老 还想怪拜会你 你看我该怎么回复 电话另一头 安清月强压着心中的激动 冲着苏云询问 他是万万没想到 苏云那一副挑战贴效果会这么好 组中的宗士组老 不仅不敢挑战苏云 简直是将苏云当神一样对待 连带自己都跟着沾光 苏云想都不想 便回绝道 拜会我就算了 我不想被外人打扰 就这样 安清月当即便回道 我明白了 这件事我会处理 挂点电话后 苏云看到 旁边苏白河还竖着耳朵 似乎在听着什么 嘴上嘀咕道 又是哪个女孩子打给你的 还是普通朋友 他刚才隐隐听到 电话那边是女孩子的声音 苏云有些哭笑不得 刚想解释两句 苏白河已经一脸比一地背着手 返回了别墅 阮子峰则是做了个搞怪的表情 然后就屁颠屁颠地跑去 讨好新来的施工 苏云摇头失笑 也准备回去 可这时 他神色一动 忽然身子一折 往外走去 很快 他走到了距离别墅数百米开外 脚步站定 如同一座难以逾越的巍峨山岳 高耸而立 在他不远处的地方 也有一道身影 脉步而来 悄无声息 但却又气势万钧 这是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男子 体态高大 但却并不雄壮 身躯很匀称 脸上也戴着一个黑色的面具 只露出一双凌厉有神的双眼 他看着出现在前方拦路的苏云 微微汗手 赞赏道 我虽然并未刻意收敛契机 但你能隔着这么远 感应到我的存在 提前等在这里 他向对方眉头微微一挑 武神军的人 面具男子点了点头 那双灵力有神的眼睛 细细地观察着苏云 似乎要将他整个人都看透似的 苏云则是有些不耐烦道 直接说你过来的目的吧 要是过来找麻烦 我也不想浪费什么时间 直接出手就好了 哈哈 有意思 真的有意思 已经太久 没有人敢在我面前如此说话了 听到苏云的话语 面具男子仰天而笑 他并不愤怒 反而对苏云这种张扬狂傲很欣赏 年少宗师就该有这种屁腻天下的傲气 放心 我今日过来并非是来找麻烦的 范金武之死 我也调查过了 他是死在袁传之手 你未对他施以援手 老夫虽心中不满 但还不至于迁怒你身上 特意过来找麻烦 面具男子沉声说道 苏云皱眉道 那你过来干什么 面具男子沉默了一下 缓缓地吐出一口气 说道 我想邀你加入武神军 嗯 苏云听到这话 愣了一下 似乎怀疑自己听错了 面具男子看着苏云 轻叹了 一口气道 我也不瞒你 在来之前 我已经调动了一些力量 调查过你的身份信息 你的身世家境都很干净 也很普通 既非出自武道世家 也非来自那几个显赫的武道门派 身后 没有家族和门派的支持 就算有高人曾经指点你修炼之道 按理说 成就也有限 而你能这么年轻 却跨入宗师之境 甚至击杀原纯 天资财情 堪称绝世经验 似你这样的人物 只要不是大奸大恶之徒 武神军非常愿意为你敞开大门 面具男子 语气诚恳地说道 他很清楚 像苏云这样的天骄妖孽 若是能吸收入武神军 那么以后将会为武神军 增添一位超级战力 反之 对方若是走上了邪道 自己武神军将来就会有大敌了 武神军这些年来 看似威风无限 镇压着黑暗世界的各路牛鬼蛇神 但是伤亡也非常的大 虽然通过收养孤儿和烈士遗孤 重重培养选拔 也补充尽了不少新鲜血液 但是精彩绝艳的武道添骄 那就太少太少了 好不容易遇上一个像苏云这种 身家清白的天才妖孽 武神军当然是要争取的 之前 范金武也是出于这个考虑 所以才在临死前 也极力劝说苏云加入武神军 苏云沉吟了一阵 忽然道 我若是不加入 会如何 面具男子文言 眸光微微一沉 那以后 你和你的家人 便都要处在我们武神军的监察之下了 不过你可以放心 若是你不犯法乱计 我们也不会干涉你们的正常生活 若是你要仗着自己的武道实力 霍乱社会秩序 我们武神军便会出手拿你 苏云听到这里 眼中骤然闪过一抹寒芒 面具男子言下之意 就是以后会时刻监视他和他的家人 说什么不违反乱计 就不会干涉正常生活 那都是屁话 就算是对普通人 你也不能在对方没有犯罪的情况 就给监视上了 这是侵犯公民隐私的 普通人尚且都接受不了 苏云这等人物 怎么可能会容许自己的一举一动 被人时刻监视着 而且武道界 武道家族和门派也不少 武者更是不知道有多少 他们都有远超普通人的实力 有着霍乱社会的能力 你怎么不都去一起监视了 说来说去 这其实就是武神军用来逼苏云 加入其中的一种手段罢了 要是换成其他武者 武神军肯定也不会那个闲功夫 安排人手去全天监视 你这是在威胁我呀 苏云咧嘴一笑 不过那笑容中 却是带着一丝森然之意 好啊 你不是想要邀请我加入武神军吗 可以 只要你能接得住我一招 我就算加入又何妨 面具男子听到这里 眼中迸发出两道金芒 怒急而笑道 好小子 接你一招 你这是在看不起谁 要知道 他可不是武神军的普通成员 他是宗师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宗师 是武神军第六军的副将主 五到八品巅峰的高手 将来有望接任第六军将主的强人 就算是九品大宗师 也不敢说一招就能败他 小子 别以为你击杀了袁淳 就可以小觑天下高手 袁淳 我也能杀 面具男子猛地发出一声爆吼 主动出手 要给苏云一个教训 哄 他全身尽力涌荡 身上的衣袍都鼓荡起来 抬手一拳 顿时间 一股凝炼武匹的竞刚权力 裹挟霸道武匹的权益 猛地轰击过来 杀神斩魔 粉碎一切 这是破山拳技 不过这面具男子施展出来 可比当日范金武施展时 厉害了何止十倍 一拳打出 当真有种破山裂地的恐怖神威 不过苏云却是看都不看 手掌一番 随意地往外拍去 碰 拳掌交击 恐怖尽力爆裂 面具男子 发出一阵惊怒的惨叫 整个人被瞬间打飞出十几米 苏云那一掌 看似轻描淡写 但是当中蕴含的力量 实在太恐怖了 他完全无法化解 身上的特制黑衣 一处处鼓起破裂 里面蹦射出鲜血 就连他脸上戴着的面具 也瞬间分崩离析 露出了一张 戴着疤痕的面庞 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子 对于武道宗师而言 正处在巅峰壮年 可他却已有了一丝苍老之态 此刻 他瘫坐在地上 口吐鲜血 神情惊恶 由此无法相信 自己竟然就这么败了 无法接住对方一招 这样的实力 就算是自己将主 恐怕也不是对手 可眼前这人才多大 再给他时间 继续成长下去 将来又该达到什么程度 想到这 他莫名有些惶恐了 嗯 是你 苏云看到对方显露出的相貌后 似乎像是想起了什么 眼神中闪过一丝复杂之意 男子愣了一下 你认识我 苏云犹豫了一下 摇了摇头 其实 他确实认识这男子 准确地说 是苏云前世时 见过这男子 前世时 他被陷害做了十多年冤狱 出来后 又浑浑噩噩地流浪了几年 之后 无意中得到了机缘 才踏入了修炼之路 逆改了人生 而那时 在他修炼之初 曾遇到过一次动乱 情况无比的凶险 是面前这男子 带人一手镇压下了那动乱 当然了 在这一世 一切都没有发生 面具男子 自然是不会知道自己 和苏云之间 还有着这样一份纠葛 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子 苦笑着拱手道 阁下手段了得 是我严峻山既不如人 无话可说 告辞 等等 苏云叫住了他 严峻山听到苏云的声音 身形顿主 他回过头 神情迟一道 怎么 你改变主意了 苏云却是摇头道 别多想了 我这个人自在惯了 受不得拘束 所以不会加入五神君 不过 你以前无意间 结下过一份善缘 所以我可以答应 替你出手一次 严峻山文言一愣 我结下过善缘 什么时候 和谁结下的善缘 他听得一头雾水 根本想不起 自己结过什么所谓的善缘 苏云并没有去解释什么 那毕竟是前世的善缘 就算说出来 严峻山也不会相信 还不如不说 前世 他算是欠严峻山一份人情 所以答应以后 替他出手一次 也算是了轻因果 说完之后 苏云便准备反身而回 你等等 严峻山回过神来 盯着苏云问道 你刚刚说的是不是真的 可以替我出手一次 他虽然弄不明白 苏云为什么会做出这种许诺 但这对他来说 可是有利无害的 正常情况下 想要请动苏云 这样的强者出手 那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而且对方还未必会答应 自然是真的 不过 我也只会出手一次 苏云说道 严峻山脸色微微有些变化 在犹豫了一阵后 他轻出了口气 道 你说的要是真的 那我这里还真有一件事 想要请你出手 苏云皱眉道 你要考虑清楚 能够让我出手的机会 可是非常宝贵的 你确定立刻就要用掉这次机会 他语气流露出一丝不满 觉得严峻山太不重视 自己许诺的这次出手机会了 自己才刚说完 对方就马上提出要自己出手 似乎生怕自己 以后会反悔 所以想立刻就用掉这机会 严峻山苦笑着解释道 你别多想 确实是因为情况紧急 其实 我这次过来云州 可不仅仅是因为范金武和你的事情 更主要的 还是接到了天部其他同仁的球员 我原本想着招揽你之后 再赶过去帮忙 不过刚才和你对了一招 身上伤势不清 已经无力应援了 所以 严峻山眼中 带着几分欺忌的看着苏云 原本 他已经打算再向武神军总部通禀 让其另行派出高手过来 不过那需要时间 可能会误了大事 苏云听完解释 点头道 好 我可以出手 严峻山文言大喜 当即从身上取出了一个手机大小的仪器 递给苏云 解释道 这是我们天部的加密联络器 上面有定位标示 你只要通过定位标示 就能找到地方 这次球员的 并非武神军成员 是异能组的人 异能组 苏云像是想到了什么 神情闪过一丝怪异 上一次 他在御市拍卖会之后 击杀了张鹏和周露露等人 似乎就吸引了三个路过的天部异能组的人 球员的 该不会就是这三位吧 严峻山这时 继续说道 异能组和武神军都归属天部统侠 不过他们人数更少 每一个都身具奇异之能 非一同小可 折损一个都是巨大的损失 如果他们遇险 我希望你能尽力相助 苏云携了严峻山一眼 皱眉道 你已经是五到八品巅峰的强者 将来甚至有希望 踏入九品大宗师的境界 对于几个区区异能者 有必要如此推崇吗 严峻山解释道 我并非盲目推崇 若以纯粹的实力搏杀而言 我自然不会将那些异能者放在眼里 但不得不承认 在某些方面 异能者确实超出了我们武者很多 他身为武神军的一位副将主 见过各种各样的异能者 有些异能者 有控水之能 可以在湖泊海洋之内 潜行几天几夜都没问题 甚至能还在水中控水 开辟一个小型的空间 帮助其他人在水中潜藏 还有的异能者 可以控制气流 如飞鸟一样 遇空而行 有的能够隐身 有的能够虚空生活 这些能力 便是让武道宗师 也是叹为观止 若是能够运用得当 能够发挥出无比可能的作用 也正因为如此 人数不多的异能组 却能够在天部和武神军 相提并论 苏云也懒得和严峻山辩驳什么 拿到了那联络器后 他先是回了别墅一趟 和苏白河等人交代了几句 便立刻动身 联络器上定位的区域 就在云州市边境 苏云也懒得开车 直接急迟狂奔 一个多小时后 苏云就来到了云州市 北方的一片连绵山脉 联络器上显示的定位标示 就在那山脉之内 苏云看了一眼 继续前行 与此同时 在这连绵的山川里面 一群人汇聚在一座 荒凉的大山脚下 当初 在云州露面过的三个异能者 赫然在列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一个异能者 身穿宽大的长袍 身子修长曼妙 竟然也是一位女子 她双腿修长 身材火辣 前凸后翘 十分惹人眼球 也正因为如此 她才在身上 穿了一件异常宽大的长袍 用以遮蔽 自己那傲人的身材 此时 这位身材傲人的女子 站在前面 其他三个异能者 则都微微落后半步 垂手而立 宛若下属 她一手拿着一柄杖 另一只手上 则托着一个 小巧的透明玻璃圆球 圆球里面 竟还有一只血色的小蝙蝠 在不断地冲击 似乎显得异常地暴躁 而在他们更外围的地方 还有二十多位 身穿作战服 武器精良的战士 神情紧接地守候着 木铃老大 这雪蝙蝠 反应越来越大了 看样子 我们找对了 她的巢穴 应该就在那里面了 身材无短的异能者鹰犬 出言说道 她一双碧绿的眼珠子 盯着不远处 一个被树木遮蔽的 有幽暗洞窟 有些有些蠢蠢欲动 被称为木铃老大的 长袍女子 神情淡淡道 不要急 我已经向武神军那边传信了 让他们相助 等武神军派出的高手过来了 我们再一起进去 此话一出 其他三个异能者 都有些不以为然 木铃老大 没这个必要吧 这种血蝙蝠虽然厉害 而且蕴含剧毒 但凭着我们的能耐 怎么能威胁到我们 能够扶空而立的清雀 撇了撇嘴 语气隐隐透着一丝轻面 不要小看武神军中的武道强者 木铃提醒到 在其他一些能力方面 武道强者虽然远比不上我们 但论及近身搏杀 他们还是十分恐怖的 有武神军的强者 守护在我们身边 才能万无一失 听到自己老大这么说 其他三个异能者 也都是笑了 木铃老大说的 还是有点道理的 那些武夫 别的能耐没有 但打架还是有一手的 跟在我们旁边 做一下保镖也不错 不过希望到时候 他们乖乖听指挥就行了 我可不想 被那些武夫指手画脚 放心吧 木铃老大在这里呢 谁敢指手画脚 几个异能者说说笑笑 言语之间 并没有太将武神军放在眼里 在他们这些异能者眼里 武神军中的那些家伙 就是一群鲁莽武夫罢了 一抓一大把 哪里比得上 他们这些异能者金贵 尤其是一些 身具特殊异能的人士 那就更不用说了 出一些危险的行动时 呼叫一些武神军宗师 做保镖 那是常有的事情 过了片刻之后 忽然身为老大的木铃神色一动 说道 有人来了 应该是武神军的人 鹰犬愣了一下 忽然抽动了一下鼻子 似乎在嗅着什么气味 不对啊 有人靠近 我应该立刻嗅到气味了 木铃说道 应该是对方 用内镜封闭了自身契机 几乎就在他话音刚落 一道身影就已经快速突入 出现在他们身前 外围负责警戒的 那二十多个精锐士兵 形成的封锁线 根本没有起到任何用处 就是你们几个球员 苏云扬了扬手中的加密联络器 上面定位标示的地点 就是这里没错 木铃几个异能者看到苏云 先是一愣 随即脸色都不太好看了 武神军这次就派了你一个过来援助 鹰犬语气非常的不满 在他看来 自己这一队的老大 亲自向武神军那边要支援 武神军再怎么 也应该出动一些高手过来 就算出动不了某一军将主 也应该来一位副将主级别的强者 结果现在一看 只来了一个矛头小子 这是看不起谁呢 你们武神军未面也太敷衍了吧 你是隶属武神军中的哪一军的 长官是谁 清却一副质问的语气 他和木铃一样都是女子 不过他身材娇小 此时便身形凭空漂浮起来 居高临下地俯视着苏云 就连木铃 此时也皱起了眉头 苏云神情冷淡 啊 我是受人请托 过来援助的 你们就是这种态度 对 就是这种态度 废物 可没有资格得到我们的尊重 武短身材的鹰犬 一脸傲慢地说道 自己这么多人等了许久 本以为会等来一个高手 结果只来了这么一个家伙 他们都知道 武者和他们这些异能者 可是不同的 想要成为高手 那都是需要长年累月的修炼 需要时间的累积 才能成为高手 苏云这才多大 又怎么可能是高手 了不起 也就是刚刚修炼出内劲而已 几个异能者 哪里会放在眼里 实力不行 竟然还妄图得到我们的尊重 简直是笑话 说我是废物 苏云笑了一声 而后身形猛地移动 速度快的几乎只剩下一道残影 啊 鹰犬只发出一阵惨叫 就已经被苏云踹翻在地上 苏云一只脚 还踩在鹰犬的脸上 嘲讽道 现在你再说说 谁是废物 该死 你敢偷袭我 鹰犬愤怒大叫 四肢猛地发力 想要从苏云的脚下挣脱出来 不过苏云一脚踏在那里 窥然不动 就宛若一座巨大的山岳镇压着 这时 其他几个异能者也反应过来 都是一眼惊慕 他们也都没有想到 苏云居然敢直接就动手了 混蛋 居然敢在我们面前行凶 太放肆了 青雀漂浮在半空 伸手一甩 一柄柄的锐利飞刀 直接射向苏云 不过 他还是有所克制的 飞刀避开了苏云的要害 只是射向了他的手脚等部位 可就在这时 苏云体内一股静刚之力爆发 如同凝聚成了一层无形屏障 青雀的飞刀射杀过去 立刻就被那无形屏障挡住了 宗师静刚 你竟然已经修成了五道宗师了 青雀看到这一幕 眼中闪过一丝错愕 似乎没想到 苏云这么年轻 就能成就宗师 不过很快 他立刻就会恢复了平静 手掌在腰间一抹 取出了几根细长的青色长针 这是特制的破钢针 专门用来破解宗师的护体静刚 与此同时 另一位异能者身上冰冷的气息流转 也准备一掌拍下苏云 好了 都给我住手 木铃忽然发出一阵利盒 青雀和另一位异能者都是一阵 纷纷停下手来 木铃深深地看了一眼苏云 声音低沉道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 居然已经修成了宗师境界 确实是天总之姿 难怪敢如此胆大妄为 在我面前攻击我的队员 苏云将脚从鹰犬身上移开 冷冷一哼 敢侮辱舞蹈宗师 这次只是给他一个教训 没有杀他 已经算他走运 下次再说话 最好小心点 混蛋 鹰犬从地上爬起来 气得都快发疯了 自他加入异能组以来 还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屈辱 武神军的舞蹈宗师 他以前也不是没有接触过 可哪个敢这么大胆妄为的 够了 鹰犬 木铃喝了一声 鹰犬虽然不甘心 但也只好退了回去 木铃又看向苏云 神情似笑非笑道 小弟弟 给你一个忠告 舞蹈宗师也不是无敌的 这次以执行任务为先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等任务结束之后 我陪你玩一玩 就连鹰犬也不怒了 眼神带着几分玩味 老大果然 也是被这家伙给惹出火气了 等任务结束 有这小子好受的 好了 这件事就先结果 我们要进去探索了 木铃盯着苏云 吩咐道 等一下 你就跟在我们身边 必须听令行事 其他的不准问也不准说 苏云点了点头 也懒得多说什么 他只想尽快完成这次援助 木铃老大 这小子 估计也就是出入宗师境界而已 对我们帮助恐怕不太大吧 清却飞落下来 忍不住说道 木铃轻叹了一声 那也没办法了 要让五神军再派人手的话 那又有得等了 而且再派过来的 也未必如意 这次回去 我非要好好质问一下 那几位五神军的将主 出发 随着木铃的一声命令 外面那二十多个 全副武装的精锐士兵 立刻就聚拥过来 在前面开路 他们是军中的王牌特战队 每一个成员 都是万里挑一的兵王水准 这次被木铃特意调动过来 末一会儿功夫 那山洞外面遮挡的树木 就被清理一空 特战队员分成两批 一批在前面开道 一批则是负责殿后 中间则是守护着苏云 和木铃几个异能者 苏云看着前面的特战队员 慢吞吞地往前探索 有些不耐烦 说道 这些士兵虽然战力不错 但终究是普通人的层次 调动他们过来 只是浪费时间罢了 要不就我们几个 快速突入进去好了 木铃则是摇头道 他们有他们的用处 不能什么事情 都指望我们亲力亲为 他们能够解决的事情 就交给他们处理 毕竟 我们运用异能 对精力消耗很大 就像你们舞者 也不可能一直与人厮杀吧 清却在一旁撇嘴道 莽夫就是莽夫 考虑问题自然不会全面 刚才木铃老大已经说了 让你在一旁 听从命令就是 你还不够资格 来指手画脚 苏云贴了对方一眼 没有说话 也懒得跟人斗嘴 吱吱吱 这时木铃手上玻璃球中的 血色小蝙蝠 发出急促的尖叫 越来越暴躁 不断地在冲击着玻璃球 那无短身材的狼犬 突然脸色一变 碧绿的眼珠子 盯着前方 猛地喝道 注意 前面出现了一大群蝙蝠 前面的那群特战队员文言 都是一愣 因为他们打着强光手电筒 照射的范围很远 根本没有看到什么蝙蝠飞出 不过他们都习惯 听从命令 此时立刻警觉戒备起来 过了几十秒后 果然在这洞窟深处 冲出了一大群蝙蝠 不过颜色并非血红 而是黑色的 他们黑压压的一片 如同黑色潮水 冲击过来 前面的几个特战队员 立刻便有人取出了一把特殊的枪械 枪管粗大 宛若火箭炮 碰 扳机扣动之后 那炮筒之内 立刻电光狂闪 射出了一团光球 而那团光球射出后 瞬间展开 竟然形成了一张电光 那些蝙蝠 一冲过来 立刻就被电光裹住 瞬间跌落一地 三个特战队员 轮流启动电光枪 一炮接着一炮地打出 十几次之后 冲出的所有蝙蝠 全部都被消灭得一干二净 电光瞬间爆发的电压太强了 那些蝙蝠 几乎都被电的交互 看到了吧 这就是带上他们的用处 否则遇上这种情况 你是让我们 耗费精力动用异能 去杀这些蝙蝠 还是你这位舞蹈宗师 上去一只只打爆 清雀撇了撇嘴 苏云没有搭理他 而是目光 在地上那些蝙蝠尸体上扫过 忽然 他神色一动 灵觉感应中 像是感应到了什么 冲着前方那些特战队员 提醒道 小心 还有蝙蝠没死 没死 不可能吧 这是特制的电网枪 那瞬间爆发的 超高电压 别说蝙蝠了 就算是大象 都能电死 一个特战队员说道 而几乎就他 话音刚落下 那厚厚的蝙蝠尸体中 突然冲出了一只蝙蝠 颜色和木灵手上 玻璃球内困住的蝙蝠一样 都是血红色的 不好 是血毒蝙蝠 几个异能者 都是脸色一变 想要出手阻止 可终究还是晚了 那只血色蝙蝠一闪之间 就已经咬住了说话 那个特战队员的脖子 啊 那队员发出一阵惨叫 下一刻 一柄飞刀射出 瞬间刺穿了血蝙蝠 将其带离 最后定刺在洞窟壁面上 可那名被咬的特战队员 叫声却是越发的凄厉和痛苦 脖子上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在快速的消融腐烂 前后不过十几息的时间 他整个人就被腐蚀干净 化为了一滩浓血 原地 只留下一套衣物和枪械装备 落在浓血上面 嗯 这什么蝙蝠 好惊人的毒性 苏云看到这一幕 都是吃了一惊 这毒性实在太凶猛了 仅仅只是将人咬了一口而已 竟然短时间内 就将一个活人 彻底腐蚀成了浓血 这效果 简直比浓硫酸都厉害得多 而且 那只被清却用飞刀钉刺 在洞壁上的血色蝙蝠 竟然还没有死 依旧剧烈地挣扎着 生命力强悍的吓人 这里果然 就是这种血毒蝙蝠的潮血 慕林脸色凝重地叹了口气 在一个多月前 就有一只这样可怕的蝙蝠 出现在了外界 接连造成了十几人死亡的重大事件 每一个都是被咬之后 很快化为浓血 这诡异的事件 被上报了天部 然后交派到了异能组 最后又由他们这一小队接手 慕林倒是很快抓住了那只蝙蝠 可之后 却足足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才一点点探索到这处洞窟 老大 这蝙蝠洞窟中 我看大部分飞出来的蝙蝠 也都是普通蝙蝠 这种血毒蝙蝠 会不会只是偶然出现了 基因突变才形成的 清却问道 不会是偶然 如果是自然突变 是不可能从普通蝙蝠 一下子变得这么剧毒无比 而且生命力还强得如此不可思议 这肯定是受到了 某些外界引诱的影响 慕林判断道 在他们交谈的时候 苏云已经凑近 那只被飞刀钉刺着的蝙蝠旁 他发现 这只血色蝙蝠 在挣扎的过程中 竟借着飞刀的锋利 将自己半个身子都割开 马上就要挣脱出来了 而且 那割裂的伤口 居然还在快速地愈合 这样强悍的生命力 根本已经超出了 正常物种的范畴 不要靠近过去 就算你是武道宗师 被咬上一口 也必死无疑 慕林呵斥了一句 随后冲着旁边一位异能者吩咐道 玄霜 你过去把这东西解决掉 那位异能者当即上前一步 浑身一股冰寒至极的气急涌荡 伸手一点之下 那只正在挣扎的血色蝙蝠 立刻僵住 身体浮现冰霜被彻底冻结凝固 而后 那名叫玄霜的异能者 屈指一弹 砰 那只被冻住的血色蝙蝠 就像是瓷器 破碎成渣 玄霜露了一手冰冻之术的异能 也是有些想要在苏云面前 卖弄的意思 他这能力 完全可以冻结别人体内血液 武道宗师虽然气血旺盛 炙烈如火 但他若是有足够的时间 可以持续施展冰冻异能 也有把握能将五道宗师兵封住 好了 继续前进吧 我今天一定要探查清楚 这洞窟里藏着什么秘密 否则 他人要是再有其他蝙蝠 一变成毒蝙蝠 那还是麻烦 木铃一挥手 冲着众人吩咐道 当即 大家便继续前行 苏云这时也起了几分好奇之意 原本 他只是过来完成原著的任务 可在见过了那奇异的毒血蝙蝠后 他也想探一探这里的秘密了 一行人继续往前走着 渐渐的发觉有些不对劲 这洞窟的通道 似乎一直在蜿蜒 倾斜着往下而去 似乎是通往地底的 再走了十几分钟后 骚骚骚 一阵古怪的声响 远远传来 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摩擦着地面拖行着 什么东西 前面那些特战队成员汗毛倒数 经过刚才毒血蝙蝠的事情后 他们现在时刻绷紧着神经 一个个都拿出了冲锋枪 稍有不对 就准备先来一阵扫射 鹰犬碧绿的眼眸 盯着那强光手电 都无法照射到的黑暗处 似乎看到了什么 微微松了口气 倒 不用担心 只是一条蛇而已 不过他自己才刚说话 就变了脸色 不对 这不是一般的蛇 好快 冲我们来了 我的视线都快要捕捉不到他了 开枪 快开枪 这时 那些特战队员也看到有一条 穿行极快的细长影子 出现在强光手电的照射范围 而且以一种恐怖的速度 再往自己这边冲来 他们根本无法进行瞄准 射击 有人大喊了一声 顿时间 起码石鱼把冲锋枪同时扫射而出 而且 他们并非是胡乱扫射 而是有配合的在身前百米 开外射击出了几道火力网 不管是什么东西 都休想突破过来 那条穿行极快的影子 在冲到火力网的时候 终于被密集的子弹打中 显现出身影来 前面那些特战队的成员看到之后 无不倒吸了口冷气 脸色狂变 那是一条 足有三米多长的大蛇 在眼里也不算什么 就算是能够生吞活人的巨蟒 特战队的精英战士 也有把握可以射杀掉 可眼前这条大蛇不一样 它既然通体鲜红 鳞片皮肤仿佛染上了一层血色 就和那血色的蝙蝠如出一辙 更重要的是 这条血色大蛇 刚才被密集的子弹扫中 少说也挨了十几枪 可它仅仅只是打退了一点 根本没有流血受伤 这些特战队的成员 看得心都凉了 面对这种怪物 他们有些无从下手 榴弹炮这种威力更大的武器 害怕把洞窟给震塌掉 这条蛇也是变异过的 木铃神情冷峻 越发觉得这洞窟不简单 长官 接下去该怎么办 有特战队的成员连忙请示 虽然冲锋枪扫射组成的火力网 可以暂时阻拦住那条变异大蛇冲击过来 可是他们携带的子弹是有限的 如今前面一批特战队员枪上的弹夹 已经快打完了 负责殿后的那批特战队员 也已经跑上来接应 那条大蛇眼中流露出感兴趣的神色 这样的异兽在外面非常的少见 他想着要不要将这条大蛇抓回去 给那只白鸟充当食物 毕竟那白鸟可是尤其偏爱蛇嘞 就是不知道这条大蛇 是不是也和蝙蝠一样有着剧毒 这时清雀已经自告奋勇地开口道 老大让我过去试一试 木铃点了点头 说道速战速决 要不要让玄双辅助你 清雀骄傲的一扬头 道不需要 说完他就已经双脚离地 飘到了前方 抬手就是两柄飞刀射出 这两柄飞刀 直接锁定那条大蛇的眼睛 不管那大蛇怎么动 那两柄飞刀都跟着变化轨迹 冲着大蛇的眼睛而去 这一手飞刀之术 简直骇人听闻 不过苏云却是看出来了 这并非是清雀的飞刀之术 如何厉害 而是他可以掌控空气 有驾驭虚空气流的能力 射出飞刀之后 他可以随时通过控制空气变化 来操纵飞刀轨迹 而他能够身躯凌空 那也是控制空气 拖住自身而已 碰 那条大蛇虽然身上 鳞片皮肤坚韧 子弹难破 但是眼睛这种薄弱处 明显还是有缺陷 此刻 飞刀刺入 猛地炸开了一团血化 那条变异大蛇历史 剧痛发狂 在原地四处冲撞 清雀又捏起了一枚破钢针 轻轻一弹 嗖 破钢针在他的气流控制下 灵巧地刺入了 变异大蛇眼睛的破洞 继而穿刺入体 在其躯体之内快速游走 很快 变异大蛇就无力地摔在了地上 一动不动 搞定 清雀拍了拍手 一群特战队成员看到这一幕 灯石敬畏无比 异能者 可怕 清雀傲娇地走了回来 在路过苏云身边时 还轻轻哼了一声 很显然 他这也是和玄霜之前一样 再给苏云下马威 舞蹈宗师又如何 我们异能者个个都身怀绝技 苏云笑了笑 也没有说什么 平心而论 这些异能者 确实还是有些能耐 否则像严峻山这种高傲的舞蹈宗师 也不会推崇有加 苏云倒是更好奇 那位明显 是几个异能者头领的慕灵 他的异能是什么 又有多强 留下两个人 看守着这条变异大蛇的尸体 到时候 我们要运回去 做研究 其他人继续深入 慕灵招呼一声 又走了大概十来分钟 这条斜向下的洞窟通道 豁然开朗 大家发现 自己竟然走入一个地下的实验基地 不过 这里明显已经被荒废很久了 空气中充斥着一股腐朽腥臭的味道 一眼望去 随处都可以看到一些破碎仪器的残骸 老大 快看那边 鹰犬第一个有所发现 指着某个方向惊呼起来 鹰犬这么一喊之后 一道道强光 立刻都顺着他指向的那个方向照射过去 在那里 大家看到了 有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铁皮筒 陈列在那里 有些铁皮筒已经破掉了 里面流出一种像血浆一样粘稠的液体 这些液体并未干掉 由此可以推算 这些铁皮筒破损时间并不会太久 桶里保存的是什么液体 清雀看着那种血浆一样的色泽 就是一阵皱眉 有两个特战队员已经提着枪 想要上前检查了 你们还是不要过去了 苏云忽然开口道 其他那些桶里 还有活物 很危险 清雀一听 首先就冷笑起来 怎么可能 那些铁通都是汗死的 不知道在这里封存了多少年月 怎么可能还有活物 鹰犬也是一脸嘲讽道 你是根据什么 判断里面有活物 难不成你和我们一样 也有异能 你的异能是透视眼 要知道 就算是他虽然视力惊人 但也无法看穿物体 窥探到里面的东西 苏云一个武夫 怎么可能有这个本事 木铃和玄霜这两位异能者 也看向苏云 苏云平静道 我无须用眼看 就已经感知到了桶内 有生命的波动 此话一出 清雀和鹰犬脸上 讥讽的意味更浓了 玄霜也是冷笑道 小兄弟 你怕是不知道吧 我们木铃老大 对于生命的感应 是最为敏锐的 别说是动物 就算是植物 只要拥有生命 它都能感知到存在 哦 苏云诧异的 看了一眼木铃 小子 你这是搬门弄斧啊 清雀脸上浮现细腻的笑容 随即转冲着木铃 问道 老大 你有没有感应到这桶内 有什么活物吗 木铃摇了摇头 道 桶内装着的那种液体 有些特殊 能够隔绝我的感应 我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不过 按照厂里 这些铁筒密封了 这么长的年月 里面肯定不可能 有什么活物了 苏云一听 也懒得多说 他是真感应到了 那些铁筒之内 真的有生命波动 只不过 那种波动很微弱 他懒得和这些异能者 争辩什么 直接打出击鼓竞刚之力 哄 厂内 还剩下十几个完好的铁皮筒 本就因为腐朽 已经有些脆弱了 此刻被苏云的 竞刚之力一击 纷纷爆开 顿时间 无数的粘稠血色液体 流淌出来 而那破开的铁筒之内 大家还看到了一只 只形体各异的动物 也显露出来 有猫狗兔子 这种家养的小动物 也有虎豹 这种大型的猛兽 随着铁皮筒 纷纷破开 血色粘液流淌 这些动物 竟然纷纷眼皮颤动 开始苏醒过来 更令人心颤的是 这些动物身上的颜色 也是腥红如血 和之前的血色蝙蝠 血色大蛇一模一样 场内众人 都看猛了 不好 这些粘液 可能是某种特质营养液 能够让这些动物 浸泡其中 也保持着生命活力 不是普通的营养液 里面还肯定 加入了其他的东西 导致这些生物 都发生异变了 在这一刻 不管是那些特战队员 还是几个异能者 都是脸色狂变 异变的动物太多了 而且 有些动物 明显是比毒蟹蝠 还有那变异大蛇 强出太多了 一股股凶利的气息 散发出来 是一只巨熊 此刻它毛发如血 猛地从破铁筒中起身 立刻便是地动山摇之势 其他的那些变异动物 也纷纷冲出 冲着众人扑杀过来 这一下 都无需别人下令 所有特战队员 都火力全开 发疯一样的射击 阻拦这群变异动物 这些动物 变异的方向 其实都是有区别的 像之前的蝙蝠 一变之后拥有剧毒 随便咬一口 就能让人化为浓血 而那变异大蛇 则是拥有了 刀枪不入的防御 至于现在 冲出来的这些动物 变异的特征 也有着不同的差异 不过有一点 那是共同的 那就是在一变之后 这些动物的生命力 都变得无比的强大 有些变异动物 哪怕是能够 被子弹伤害 但一时半会 也休想打死它们 尤其是现在 起码十几只变异动物 同时扑杀过来 那些特战队员 也已经慌了手脚 根本无法形成 有效的火力拦减 特别是那只暴熊 皮操肉厚 子弹射不透厚厚的皮毛 如同装甲车一样 冲击过来 一些变异动物 完全可以躲在后面 一起冲来 该死 曾经有人在这里 以各种生物 做秘密实验 弄出了这些怪物 清却看到眼前这一幕 又惊又怒 而后恼怒地冲着苏云吼道 混蛋 看看 你都做了什么好事 他一边怒骂 一边已经射出了 一柄柄的飞刀 通过空气控制 这一下 他足足爆射出 数十柄飞刀 不过这一次 他的飞刀攻势 没有成功了 冲在前面的那只暴熊 实在太猛了 巨大雄爪挥舞 爆发出的拍击速度 竟然要超过清却的飞刀 一拍之间 攻击到他面前的所有飞刀 全部都被拍飞 有的甚至直接被 捏成了废铁 冰方 玄霜也针对那暴熊 施展出冰冻一能 只见 那暴熊身上的皮毛 浮现出一层冰霜 不过针对里面的血肉 一时就冰冻不进去 眼看着这群猛兽 就要冲到面前 那群特战队员都绝望了 鹰犬更是破口大骂 不是跟你说了吗 让你听命令 你特么找死 也别连累我们 苏云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碰上稍微大一点的场面 异能者就有些不够看啊 他往前迈出一步 准备出手 不过 就在这时 木铃突然发出一阵 无奈的叹息 混蛋 让你们武神军过来援助 真是个错误的决定 真是越帮越忙啊 在说话的同时 木铃猛地将自己手中的那根权杖 插入到了地底 砰砰砰 下一刻 无数的藤枝破土而出 将冲过来的变异动物 全部重重缠附住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原本正准备出手的苏云 立刻停住 他有些亚然地看着木铃 刚才在木铃将权杖插入地下后 他就感觉到 一股庞大的木系的能量涌动 凝聚出了草木种子 然后瞬间生成一根根粗大的藤枝 冲破土壤 将那一只纸变异动物缠附住 这整个过程 竟然在眨眼之间完成 简直超乎想象 这种异能 倒是有点意思 有种五行木铃根的味道了 苏云心中嘀咕着 要是苏云自己修炼到先天境界 能够运用灵力 倒是可以施展五行道法中的木系道法 也能做到快速催生植物 但是 在速度上 依旧不可能快得过木铃 还愣着干什么 快帮忙将这些变异动物 全部击杀 我坚持不了太久的 看到苏云还在愣神 木铃力声大喝起来 他想掐死苏云的心都有了 弄出了这么大的麻烦 现在居然还在看血 他的那些藤条 虽然将所有的变异动物 全部缠附住了 但那只是应急之举 那些变异动物 爆发的力量太强大的 尤其是那暴熊 还有一些虎豹猛兽 发力之下 将体外的藤条不断地正断 而木铃则只能继续催生出 更多的藤条 继续缠附 这样剧烈地动用异能之力 哪怕对他而言 也是无比巨大的消耗 这时 清雀 悬双这些异能者 已经快速出手了 就连那些特战队员 也加入进来 对付行动 受制的变异动物 他们开始急火 针对那些动物的头部猛轰 转瞬间 那些变异动物 就被杀死了一大半 只剩下四只变异动物 还在疯狂地挣扎 这些变异动物 防御都非常的强大 能挡子弹 而且生命力强悍 哪怕是清雀 动用了破钢针 穿刺破了表层血肉 可也被肌肉和骨骼卡住 快 用你的宗师静钢 以震荡之力 破损他们的头部 或者心脏 木铃喊道 他以前也和五神君的宗师合作过 知道五道宗师的静钢破坏力 苏云点了点头 神形略动 在几只变异动物的头部 一一点过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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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剩的几只变异动物 脑袋都是发出一阵 轻微的闷响 外表看不出损伤 但里面的大脑都已经成了稀烂 这时 缠服在他们身上的藤条 也都软绵绵地跌落 木铃长长地出了口气 脸上闪过一丝苍白 老大 没事吧 清雀等人一脸关切地上前 木铃摇了摇头 说道 没事 只是这些变异动物太强了 为了将它们全部控制 刚才那一下损耗有些大 休息一下就可以恢复 这些变异动物确实是很强大 尤其是那暴雄 变异之后 单纯的力量爆发 简直比寻常的七品宗师都猛 木铃一下子要禁锢这么多变异动物 那难度已经不亚于 禁锢一位八品武道宗师了 现在危机解决之后 清雀立刻气愤地盯着苏云 质问道 谁让你擅自动手 打破那些铁皮筒的 你知不知道 刚才要是没有老大出手 会有什么后果 这里会有多少伤亡 听到这话 就连那些特战队员心中 也有些不满 毕竟 他们既不是异能者 也不是武道高手 刚才要是没拦住那些变异动物 他们这边说不定就要死伤殆尽 苏云皱了皱眉头 说道 我既然敢打破那些铁皮筒 自然是有应对的把握 把握 你有个屁的把握 清雀气得大骂 都到了这个时候 居然还不认错 小子 你这话骗骗普通人还可以 但想要忽悠我们 那还差了点 我们以前又不是没有和武神军的宗师合作过 武道宗师有几分能耐 我们知道的一清二楚 要是那些变异动物 一只一只过来 你或许可以成功解决掉 但他们一拥而上 你就算是宗师 也对付不了 以那只变异暴雄的力量 一掌拍过来 你就算是宗师 也无法正面相抗 还有那些变异的虎豹狮子 爪牙之力 可破你的护身进钢 他们全扑杀过来 你顶多必杀掉其中几只 就要被撕碎了 你现在 之所以还能站在这里说大话 应该感谢我们老大 鹰犬盯着苏云 就是一通冷嘲热讽 说话一点也不客气 莫灵也没有制止 他也对苏云非常失望 一是不听从命令 擅自妄动 将大家拖入险境 二是不知错不悔过 这样的人 哪怕是武神军中的 武道天才少年宗师 他也看不上 苏云听到众人的指责 也懒得辩解什么 他敢打破那些铁皮筒 自是有绝对的自信 可以掌控局面 纵使里面的那些变异动物 再强大十倍又如何 只要他想 反掌之间就可朱砂干净 清雀等人觉得 他是在吹牛 苏云也懒得解释 反正这次他只是 完成对严俊山的许诺罢了 以后也未必会和这些人 再有什么纠葛 好了 都不用再说了 莫灵制止清雀等人 然后看向苏云 说道 你这次的表现 我会原原本本地 向你们武神军上级汇报 我希望下次 你们武神军 再派人过来 和我们异能组协同合作 能够派出一些靠谱的人 苏云笑了一声 道 我也不认为 我们还会有合作的机会 最好如此 莫灵说完 转过身 冲其他人吩咐到 将这些变异动物的尸体 全部保存 另外那些桶里的液体 也要封存 然后再仔细找一找 看看这里 还有没有什么研究数据 和笔记之类的存留 在他吩咐下去之后 其他人立刻都忙碌起来 不管是变异动物的尸体 还是那些铁桶里的液体 都非常有研究价值 苏云倒是没有理会这些东西 而是走到了那些 残破铁桶靠后一些的地方 在这底下 我还感觉到 有一股生命的波动 他点了点脚下的位置 莫灵等人都是一愣 真的假的 清却有些怀疑 虽然苏云说 能感应到铁皮桶内 有生命波动 而且也证明 事情是真的 但清却总觉得 那有凑巧的成分 莫灵犹豫了一下 说道 挖开看看 几个特战队员上前 很快就挖开了地面 末一会功夫 又一个铁桶 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而且这个铁桶 和之前随意堆放在外面的 普通铁桶不同 它通体都是特种刚才制成 过了这么多年 也没有任何腐蚀和袖剂 依旧光亮 这里面 不知道又是什么动物 用来被做实验了 清却有些好奇地 用手指敲击着铁桶避免 打开看看 不就知道了 银犬笑道 只是一只变异动物 它们倒是没有放在眼里 莫灵也是点头道 打开吧 将里面这只也解决掉 这时 苏云神色微微移动 提醒道 我劝你们还是别打开了 这只铁桶有些特殊 里面的生命波动很强 苏云这话一说出来 场内众人脸色都有些不太好看了 清却更是神情不善地瞪了苏云一眼 这家伙实在太讨厌了 什么事情 都要和大家对着干 刚才鲁莽地打破十几个铁桶 给大家造成了危机 还不觉得有错 而现在这里 明明只剩下一个铁桶 有这么多高手在场 完全可以轻易应付 苏云却又出来唱反调 说不能打开 这不是存心和大家作对吗 鹰犬也是不愤道 你就闭嘴吧 这里轮不到你来发号施令 莫灵叹了口气 也没有理会苏云的建议 冲着其他人吩咐道 把铁桶打开 不管里面是什么变异动物 我们都不能留下后患 他这一发话 其他人都立刻行动起来 两个特战队员 直接拿出了一个小型的激光切割器 开始切割这特质 刚才炼制成的铁桶 苏云看到这一幕 也不再多说什么 微微往后退了几步 吱吱吱 随着铁桶被切割出一道缝隙 里面顿时就有粘稠的血色液体 渗透出来 而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强大无匹的力量 从那桶内爆发 铁桶中间的位置 猛的瞬间往外突出 而且这突出的部分 竟然形成了一只手掌印的模样 还没有等大家反应过来 整个铁桶已经被硬生生的打穿 而后四分五裂 一股比变异暴熊 更为凶悍的恐怖契机 从内透射而出 哗啦 血色液体流淌 只见一道高大熊壮的男子身影 从那破桶内站起 竟然不是动物 而是一个人 这人身上流转着丝丝荧光 已经不像是正常的血肉 反而有种玉石般的精英质感 更可怕的是 他除了正常的一双手臂之外 内下竟然还比常人 多出一双更粗壮手臂 四条手臂 阴森凶煞 他那一双眼睛 赤红如血 充斥着无比的凶利和暴虐 所有人都看得愣住了 万万没有想到 这最后的桶内 竟然封存着这样的怪物 多少年了 这便是人体试验的成果吗 男子低头看着自己的四条手臂 赤红的眼睛中 还存在着一丝魂恶 似乎还没有完全的清醒 众人闻言 又是一惊 这家伙竟然还有清晰的意识 你是什么人 这处地下实验基地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木林立声喝问道 旁边 几个异能者 都是一副 随时准备出手的一样 就连那些特战队员 也都纷纷用枪 锁定着这怪物一般的男子 男子没有理会木林的询问 而是伸着四条手臂 凭空抓握着 似乎在体会着 自己这具身体的状况 清晰说道 老大 我们也别和他废话了 先把他置住再说 木林点头道 好 那就拿下他 但不要伤他性命 我还要询问关于 这座实验基地的情况 这座地下实验基地 弄出的这些东西 太惊人了 可以让生物出现变异 甚至让人也出现变异 必须要调查清楚 底细才行 玄霜 动住他 听到木林一声吩咐 玄霜直接动手 咔咔咔 那变异男子体表 立刻就浮现出一层白霜 而且开始凝结家后 不过才刚形成一层薄冰 里面的男子身形一阵 立刻冰霜崩碎 死 四臂男子只吐出这一个字 身形扑杀而出 视如奔雷 瞬间就已经杀到了境前 四条手臂拍落 竟然带出了一种风围之声 玄霜脸色狂变 连躲都来不及躲 眼看着旧药被拍成肉架 就在这时 一根根藤条破土而出 将男子的四条手臂 重重缠附起来 大家都是松了口气 可下一刻 莫灵已是神色狂变 惊吼道 退 快退 几乎就在他话音响起的同时 那些藤条已经砰的一声 被四臂男子强行正断 一节节断裂得到藤条 裹着恐怖的净力 四处飞溅 如同石弹一样 不少特战队员 都被打得吐血跌倒 怎么可能 几个异能者看到这一幕 都是难以置信 他们可是 深深地知道自己老大的能力 之前力量分散之下 尚且能同时缠附住 十几只变异动物 而现在 只是针对一个目标 一能加持下 就算五到八品的强者 被缠附住 短时间内也休想挣脱 一群蝼蚁 也敢对我出手 四臂男子意识 越来越清明 但身上那种凶利的契机 也越发浓烈 该死 清却按骂了一声 伸手一扬 飞刀 破钢针不断地倾泻而出 被他控制着 朝四臂男子的一些要害攻击 玄霜则是在隔空施展冰冻一能 试图影响四臂男子 就连鹰犬 也是拿起了一把大口径的特制步枪 通过自己超凡的势力 在捕捉对手破绽 寻击开枪 不过这种种手段 在四臂男子面前 统统失去了用处 四臂男子不闪不避 大步向前 四条手臂如风狂舞 犹如牵手观音 打出了各种拳印 掌影 止境 在这一刻 他显现出了 无比高深的武道修为 各种飞刀 破钢针 还有子弹 通通被他挡下 就算偶尔有射中他的 也根本破不了他的肉身防御 莫灵重新凝聚出更多的藤条 洗脚去 可还没有等靠近 就被四臂男子 凝聚出一道道静刚之力 给凭空斩断 这四臂男子 竟然本身就是一位武道宗师强者 更可怕的是 他还经过了 那血色液体的浸泡和异变 比起正常的人类宗师 强大太多了 这一幕 看得众人都是无比绝望 啊 一声惨叫 清雀被一枚弹射回的破钢针 反向刺穿了自己的身躯 重重摔落在了地上 玄霜和鹰犬 则是被四臂男子的静刚 直接震飞出七八米 直接瘫软在地 蝼蚁一样的东西 就凭你们这点本事 也想拿我 四臂男子冷笑连连 莫灵一咬牙 手中拳杖 进一步往弟弟刺入 他原本就已经苍白的脸色 一下变得惨白无比 哼 这一下 弟弟爆发出更多的藤条 也更为坚韧 形成了一道厚厚的藤墙 拦截在四臂男子面前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带着青雀 他们逃命 我给你们争取 最后一点机会 莫灵冲着苏云 发出大吼 他的双手 始终牢牢握着权杖 似乎透支着自己的生命力 再进一步增强异能 好了 你可以停下了 我来搞定那东西吧 苏云这时 终于不急不缓地走了出来 这些家伙 已经吃足了苦头 他再继续看戏下去 也不太好 混蛋 你没听到我说的吗 让你带他们逃 莫灵气得破口大骂 这家伙是五道宗师变异进化的 速度和力量都有恐怖的提升 而且刀枪难伤 生有四臂 更拥有宗师的五道造诣 你怎么搞定 在他看来 眼下这种情况 除非是五道九品的大宗师来了 那还可以对付一下四臂男子 可五道九品的大宗师 放眼天下有几个 五神军中 也只有那几位将主才有这种修为 苏云不知天高地厚 想要出头 简直是找死 更会浪费了自己苦心争取的一点时间 哄 哄 哄 木铃消耗生命力 强行提升异能凝聚的藤强 在四臂男子狂攻之下 开始崩解 木铃面若死灰 眼神满是绝望 完蛋了 好不容易争取的一点时间 被浪费了 自己这一支小队 今天可能会全军覆没 这个时候 他甚至连斥责苏云的心思 也没有了 碰 终于 藤强分崩瓦解 四臂男子迈步走了过来 一身煞气冲天 他正想着 先将爱手爱脚的木铃解决掉 然而这时 一道身影却是拦在了他的面前 你这边一道是有点意思 苏云打量着四臂男子 若有所思的说道 我前两天 也遇到过一个变异的家伙 不过他是被其他物种基因 嫁接改造的 而且变异之后 完全丧失了神志 属于失败品 你这情况比他好很多 居然一世清明 除了多出两只手臂 其他方面都看成完美 说说看 你是怎么做到的 要是老实配合的话 我或许饶你一条性命 此话一出 场内众人都是一愣 木铃等人 看着苏云的目光 就像是在看待疯子一样 这都是什么时候 还敢口出狂言 四臂男子此刻放声大笑 饶我一命 自从我修炼武道以来 还真没多少人 敢在我面前说这种话 几十年前 我就已经踏入了 五到八品的境界 不过苦于前路断绝 无法踏入九品 大宗师境界 这才另辟蹊径 这将机缘得来的那灵兽宝血 用来淬炼自身 如今 我经灵兽血洗礼 已成金刚不坏之身 便是九品大宗师当面 我也敢与一战 你却说能饶我幸免 四臂男子每说一句话 身上的气势就跋升一分 胸威滔天 在说完之后 男子猛地踏出一步 四条手臂齐齐握拳 猛地击出 顿时间 四股全径和凝聚合一 强行打出 这一击就如同大炮轰袭 在地下巢穴这种封闭环境 爆发出了惊雷一般的闷响 木铃等人感受到这一招的威力 无不脸色狂变 他们都是异能者 对于力量波动最为敏锐 眼下这一击 简直等同于 是四五个五道八品强者 联手一击 几乎可以说是打谁 谁就得死 寻常的五道宗师 根本不可能挡住 瞬间就会被打爆掉 他死定了 莫灵叹了口气 不想再去看苏云 被当场打爆的场面 他虽然对于苏云很不满 但眼看着对方将被击杀 心里还是觉得有些可惜的 毕竟 这么年轻的五道宗师 太少见了 将来有机会 问鼎大宗师境界 只可惜这个小子太狂妄自大 毁掉了自己的未来 不只是牧林 其他几个异能者 还有那些特战队员 此时也不觉得 苏云还有活命的可能 毕竟 这四臂男子展现的实力太强了 摧枯拉朽 就解决了一个异能者小队 那些特战队员 更是连交手的资格都没有 就纷纷被震伤 苏云不过区区武神军的 一个后背星宿 如何能是四臂男子的对手 眼看着那四拳合一的竞刚之力 即将撕裂苏云的时候 苏云终于动了 他一手负在身后 只用一手往外探出 五指齐张 一卷一抓 只见四臂男子爆发的那股竞刚之力 竟然被苏云轻飘飘地 拿捏在了掌中 没有爆开 也没有溃散 而是被苏云 以自己发出的竞刚之力牵引控制 凝聚成了一个小球 在掌心中低溜溜地旋转 犹如玩具一般 怎么可能 四臂男子 先前那从容细虐的神色 瞬间变了 自己全力爆发的一击 威力何等的狂猛霸道 那竞刚之力 可以说处之变爆 就算是九品大宗师 也休想这么轻飘飘地接住 更不用说 将竞刚之力 聚拢在手中把玩了 这需要 何等逆天的掌控力 才能做到 我不信 四臂男子 猛地狂吼一声 身上气血涌荡 原本如同玉石般精英的机体 瞬间浮现血红 气血爆冲 他整个身躯 都像是膨胀了一圈 浑身肌肉隆起 如同一块块坚硬的钢铁 破 他大步迈进 如鬼魅一般 瞬间冲到苏云面前 四条手臂各自握拳 分别攻击苏云的头颅 脖梗 心脏 还有小腹 可怕的力量 凝于拳头之中 他要以自己的强悍肉身 正面打爆苏云 苏云只是轻声一笑 手中捏着的 那个竞刚之力捏成的小球 立刻被他凝聚成一根尖锥 弹射而出 嗖 下一刹那 四臂男子 那刀枪南上的身躯 当即爆开一团血花 胸口被贯穿出了一个血洞 而这还没完 苏云赴于身后的那只手掌 也同时出手 几乎在瞬间 同时打出四拳 分别和四臂男子的四条手臂 拼杀在一起 啊 刚一拼击 四臂男子就发出惨叫 他的四条手臂 齐齐发出鼓裂之声 鲜血横流 整个身体 犹如破麻袋一样倒飞出去 这一幕 看得牧林等人都是目瞪口呆 这是什么情况 在他们眼中 怎么在苏云面前这么不堪一击了 清雀看得小嘴张大 几乎都能赛下一个鸭蛋了 这个家伙 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牧林此时也是震撼无比 一双妙目死死地盯着苏云 眼神中满是难以置信 不可能 这不可能 这种对于力量的爆发和掌控 根本不是寻常九品大宗师可比 此时 四臂男子也在心中狂叫 他以前也见识过九品大宗师 甚至就他如今的综合实力 也足以和一些九品大宗师斗一斗 能够这么碾压他的 恐怕只有 四臂男子眼中突然浮现浓浓的恐惧 惊吼道 武神 你是武神级的强者 一念至此 他想都不想 就要逃命 武神 听到这四臂男子的惊叫 莫林等人都是身子狂震 神情不满惊骇 死死地盯着苏云 现在想逃 太晚了 苏云淡淡一笑 身上气势冲天 摇摇地打出一拳 群峰烈烈 气势滔天 这一拳 破山裂地 唯我独尊 哼 虚空中 仿佛有一道龙形气劲冲击而过 正在奔逃的四臂男子 身子猛的一阵 继而身躯崩裂 瞬间瓦解 犹如一座山岳破碎解体 这简单一拳 是武神军中广为流传的破山全境 修炼的人不少 可从来没有谁 能够一拳之间 必杀了一位堪比五到九品的强者 场内 瞬间死寂一片 地下洞窟中 苏云背负双手 如松而立 神情无悲无喜 仿佛对于他而言 击杀一位堪比五到九品的强者 只是做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不远处 木铃正正地看着 心神阵战 看走眼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认为的一个武神军 心秀厚背 竟然身怀如此实力 武神 号称武道神话 武神军当年 便是武神级强者创建 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 那创始人武神 早已经消失不见 如今的武神军中 那几位武道九品的将主 虽然厉害 但也担不起武神的桂冠 亲眼见到了武神之威 清雀捂着嘴 满是震撼地看着苏云 鹰犬和玄霜 也是身躯战立 如见神魔 武神 和自己等人同行一道的家伙 竟然会是一位武神级的强者 你不是武神军的人 你到底是谁 木铃神情复杂地看着苏云 异能组和武神军都归属天部 武神军若是出现了武神级的强者 他不可能不知道的 苏云神情淡淡地说道 我也从来没有 说过自己是武神军的人 这次只是受了严君山的委托 替他过来援助你们罢了 木铃等人面面相去 心中有些苦笑 之前他们还在心里埋怨 武神军对自己这边不重视 只派了个不靠谱的后背过来 现在才发现 对方请来的 竟然是一位武神强者 这让他们受宠若惊之余 觉得有些小题大做了 我这边只希望能来一个 副将主级别的高手就行了 你居然给请来了一位武神 之前我等不知武神大人当面 多有冒犯 还请大人恕罪 木铃墙撑着起身 带着其他几个异能者 来到苏云面前 恭恭敬敬地行了一礼 他们丝毫不敢埋怨 苏云没有提前出手 导致他们受伤 因为他们心里很清楚 过错在自己 尤其是清雀和阴犬 想起之前对苏云的埋怨和斥责 就恨不得给自己两个巴掌 冒犯了这样的存在 对方没有直接杀死自己等人 那已经是走了狗屎运了 道歉就不必了 苏云懒得和他们计较这点小事 但但说道 等这件任务完成 我们以后也就没有交集了 现在 你们抓紧处理这里的收尾 我还可以再给你们护法一段时间 木铃等人一听 心中都有些苦涩和后悔 他们知道自己 错失了一个和武神强者 建立交情的机会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 说什么也晚了 木铃也不再多想 抓紧开始恢复伤势 他们也不敢指望 武神及强者一直保护在身边 木铃取出了一个瓷瓶 里面装着一粒粒 绿豆大小的黑色小药丸 分发给几个异能者 还有那些受伤的特战队员 这些小药丸 是天部特制的疗伤盛药 凝聚了各种珍贵草药的精华 改良了好几种古方炼制而成 对于外伤内伤都有拥有奇效 那群特战队员吞下药丸之后 虽然依旧难以动弹 但伤势已经稳住 在渐渐的好转 而木铃几个异能者 更是不断以异能之力 加速炼化药力 恢复速度更快 没一会功夫 木铃等异能者 便都基本恢复了战力 而在这期间 苏云也没有闲着 他将这处地下实验基地 都逛了一遍 在他的敏锐的灵觉感应之下 他又发现 这处地窟的两个方位 感应到了异常的波动 他走到某处区域 来回踱步 面露沉吟之色 武神大人 是有什么问题吗 木铃剑子 上前询问 下面应该有点东西 埋得还挺深 此话一出 众人都是脸色一变 立刻如临大敌起来 他们生怕再挖出 四臂男子这样的怪物 苏云哑然一笑道 不用紧张 底下有些能量波动 但应该不是活物 你们退开一点 说完之后 苏云猛地发出一声低吼 脚下猛地一蹬 轰隆 立刻地动山摇 脚下的地面 猛地崩裂出一道粗大的缝隙 他在强行裂点 木铃等人都是吓了一跳 既然脸色泛青 要知道 这可是在大山底下的地窟 苏云这么搞 他们还真怕地窟塌陷 将自己等人给活埋了 还是让我来吧 木铃连忙走出来 主动开口 你来 苏云看了一眼木铃 木铃苦笑着点头 现在那些特战队员 都受伤不清 肯定是不能再来挖掘了 只好他出手 无非就是多耗费一点异能之力 总比冒着地窟塌塌的风险来得好 木铃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将手掌全杖插入地底 再度催动异能 碰 碰 碰 很快 大地破开 一根根粗大的藤条破土而出 这一次 藤条末端 还缠绕着一个巨大的铁箱子 长宽阶超过了两米 比一张床还要大 打开之后 众人都惊呆了 里面 竟然装着一张完整的兽皮 这 这么大 别说特战队的普通人了 就连几个异能者 都看得目瞪口呆 一张兽皮而已 折叠起来之后 竟然还能塞满一个 比床还大的铁箱 等到将其摊开 那就更夸张了 死 这是什么动物的兽皮 未免太大了吧 侏罗纪时代的霸王龙 也不过如此吧 几个异能者面面相去 苏云想起了 之前四壁男子所说的灵兽宝雪 神色微微移动 说道 这是一只灵兽 灵兽 不错 超脱了野兽的范畴 已经开灵明智的灵兽 苏云说道 这世上 可并不是 只有人类才能修炼 一些动物也是能修炼的 在古代 便时常有兽类吞吐 日月精华 幻化成精 不过在进入现代后 地球天地灵气枯竭 进入了末法时代 各种野兽动物 基本也就无缘开灵明智 更不要说成妖成精了 这至少是一只 先天静的灵兽 将那一处地底的东西 也挖出来 苏云又指出了一片区域 木铃没有迟疑 当即又催动一能 轰隆 很快 又有一个大箱子 被从地底拉了出来 这次里面装着的 是一些巨大的兽类骨骼 形体大得夸张 看到这些巨大的兽类骨骼 所有人都沉默了 太大了 随便一根小腿骨 就比人都要高 特别是那颗头骨 形似牛头 还长着鸡脚 足足有三四个水缸那么大 真要是拼接起来 远远要比展览馆里的 那些恐龙骨架来得大 更重要的是 这些兽类骨骼 还呈现火红的色泽 木铃等一能者 都能感受到 有一丝丝温热的能量 似乎在骨骼上流转 至少是先天静大圆满的灵兽 苏云轻声叹息了一声 他猜测 应该是那四臂男子 无意中发现了这一具灵兽的尸体 只不过里面血肉 被他捣过 成了铁桶中的血色粘液 用以借助当中的灵能 使得自身变异 而最坚韧的兽皮 还有坚硬的兽骨 则一时没用得上 便埋藏了起来 武神大人 这些东西 木铃看着兽皮和兽骨 欲言又止 其他几个异能者 也是双眼火热 他们都能看得出来 这兽皮和兽骨 绝对是难得的好东西 若苏云 苏云只是寻常的武神军宗师 甚至是副将主 他们也不会犹豫 直接就会下手 将这些东西收入囊中 毕竟 这次是异能组负责的行动 而武神军这边派出的人 只是援助一二 有额外的战利品 自然是异能组接收 不过在苏云展现出了 武神级的实力后 他们自然不会再有这种想法 他们只希望苏云吃肉 能留给他们一点汤水喝一喝 苏云看了几人一眼 淡淡的 这些兽骨我有用 至于那兽皮 可以分给你们一半 此话一出 几个异能者等时欢呼起来 武神大人 你真是太帅了 清却一脸笑意地讨好道 苏云无语地摇了摇头 没有搭理 而是走到了那些兽骨面前 轻轻地触摸着 这些兽骨 确实是难得的宝贝 要知道 就算是寻常的虎骨 都属于名贵的珍稀动物药材 具有固肾一经 强筋剑骨 抑制延年 输筋活血 通血脉 强筋剑骨等功效 面前这些灵兽骨 那就更不用说了 效果比虎骨超出百倍 千倍 苏云自己是用不上了 但是他老爸 还有徒弟软子风 软老等人 确实能够用得上 至于兽皮 坚韧不破 可以制造成防护服 另一边 木林几人 已经兴奋地围在那兽皮旁边 老大 这兽皮的材质 也太坚韧了 连我特制的飞刀都割不破 清却拿着自己的飞刀 想要将这张巨大的兽皮 分割切开 可是飞刀的刀锋 划在上面 仅仅只能在上面 留下一道浅浅的白印 根本无法将其割开 而且那道白印 也很快转弹 消失不见 几人都是震惊无比 要知道 这毕竟不是活着的生灵 而是死后 留下的一张皮而已 拥有这种可怕的防御 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光光这兽皮本身的材质 就刀枪难伤 若是在进行炼制加工之后 那还得了 鹰爪激动地说道 这么大一张兽皮 起码可以制成 十余剑防护服 哪怕苏云只是分他们一半 那也足够将他们这一小队 全部装备起来 还有副足 现在唯一的问题是 如何将这兽皮裁剪开来 都让开吧 这时 苏云走上前来 屈指一弹 刷 只见一道银白之光闪过 这张坚韧无比的灵兽皮 顿时就如宝纸一般 被从中间一分为二 在灵兽皮的上方 一柄手指长短的银白小剑 漂浮在那里 木铃几人都愣住了 刚才 就是这一柄小剑飞过 散发出的剑气 瞬间将灵兽皮割裂了 这样无比的锋芒 令他们内心惊颤 如此绝世力气 谁能抵挡 当然了 普天之下 恐怕也没几个人 能够逼得一位 武神动用这样的神兵力气 这 这是什么材质的金属 清雀瞪圆了眼睛 还想再仔细观察观察 可这时 银白飞剑倒是而回 没入苏云的袖中 消失不见 清雀当即一脸忧怨地看着苏云 要知道 他最擅长的兵器 就是飞刀飞针之类的 而苏云这柄飞剑 小巧精致 又锋利无匹 和他非常相配 之前 若是有这样的神兵在手 他有把握自己 单独一人 便能够破掉 那四臂男子的防御 清雀 你别看了 这种神兵力气 还不是如今的你有资格掌控的 木青提醒了一句 老大 你说的我也知道 只不过 我太喜欢那柄小飞剑了 清雀吐了吐小舌头 目光还是时不时 冲苏云那边看去 苏云也懒得搭理他 居然觊觎自己的飞剑 简是想屁吃 过了一阵后 木林通知的接应人手 也赶到了地窟 足足有一个连的人 虽然都是普通士兵 但剩在人多 用来清理的窟 援助伤兵 搬运各种变异动物的尸体 那是绰绰有余了 甚至 就连那些残破铁桶 还有泄露出的血色粘液 都被清理收拾带走 一点都不上 等做完这一切后 天色已经蒙蒙亮了 这个时候 大家发现了新问题 车辆刚好只够运送木林等人 以及装载他们打包的物品离开 而苏云这边 那些零售股太庞大了 光光运送这些零售股 就起码还得再来一辆大卡车 才能装载的下去 武神大人 这件事是我思虑不周 我现在立刻打电话 再调集一辆大车过来 木林一脸 欠然的冲苏云说道 算了 我自己交车吧 不必麻烦你们了 苏云掏出手机 给曹坤打了通电话 让他派一辆大货车过来 替自己运送东西 木林看到苏云已经自己叫人 便也不再多说 告辞一声后 便带着队伍离开 一个多小时后 清晨温和的阳光 倾洒而下 苏云随意地 坐在山道口处的一块石头上 再不远处 则是一根根粗大的兽骨 堆得跟小土坡一样 在阳光的照耀下 显得火红耀眼 滴滴 随着一阵鸣笛声传来 苏云起初以为 是曹坤派来的车道了 可是起身摇摇一看 才发现来的不是 一辆破旧的面包车 在前面开道 后面跟着三辆奔驰 寄袭越野车 在距离苏云所在不远的地方 几辆车停了下来 为首 云小姐 汽车只能开到这里了 前面的山道 就只能不行了 面包车上下来了 几个穿着制服 带着红袖章的男子 一脸讨好的 来到三辆奔驰越野车面前 陪着笑脸 三辆奔驰越野车上 走下来几个人马 其中 为首的是一对年轻的男女 男子相貌俊朗 但气态张扬 一脸的桀骜 而女子身材高挑 也没精致 两条美腿比直修长 看的人挪不开眼 丽雅 前面的那些山路 就需要不行了 你行不行呢 年轻男子 有些关切地 冲着同行的女伴问道 于丽雅冷傲一笑 道 我以前跟着导师去考古 更险恶的地方都走过 去去崎岖山路 算得了什么 不过 是从那地方挖出来的 我可不想到地方了 白跑一趟 于丽雅说着话 雪白细腻的玉手上 还在把玩着一枚 文士奇特的古钱 年轻男子笑道 放心吧 我早就问清楚了 肯定不会让你白来一趟的 于丽雅点了点头 那就走吧 一行人继续前行 走出没一会儿 他们就看到了苏云 以及他身旁 堆着的那些巨大的灵兽骨 卧槽 这是什么野兽的骨骼 怎么这么大 看到这些兽骨 微少一帮人 都此大吃一惊 看直了眼睛 微少更是好奇的上前 抓起一块相对小些的骨骼 掂量了一下 惊奇道 这是用什么材料 打造的工艺品吧 于丽雅也是一脸惊讶的上前 不过 她在看了鸡块兽骨之后 脸色就不由一变 这不是工艺品 她本身学的就是考古 除了鉴上古物文丸在行 对于生物化石之类的 也有研究 她一下就判断出来 这些兽骨 并非什么现代材料 打造的工艺品 而是真的出自 某种生物的骨骼 还有一股暖意 简直比一些顶级玉石的触感都要好 宝贝 这绝对是宝贝 这些东西 可以制作成各种器物 要是运作营销的好 自己家的古玩店 不仅可以卖出天价 更能打响知名度 做到天南古玩型的第一 于丽雅一脸欣喜道 搬走 你们都别愣着了 这些东西 全部给我搬车上去 那些穿着制服 带着红袖张的男子 看着这么一大堆的兽骨 都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微少骂道 你们都聋了 没听丽雅让你们把东西搬到车上吗 其中一个红袖张 男子苦着脸 说道 微少 于小姐 这些东西太大太多了 你们开过来的那些车 恐怕也装不下 微少一拍额头 连忙取出手机 就开始打电话叫车 在微少打完电话之后 于丽雅冲着那几个红袖张男子 吩咐道 原定计划改变 今天你们负责协助 将这些兽骨给我运送走 只要顺利 我给你们每人发五千块的红包 此话一出 几个戴红袖张的男子 都跟打了鸡血一样兴奋 甚至有人已经准备上手 要先将兽骨一一部分出去 至于坐在一旁的苏云 则是被他们完全忽视了 我说 你们一个招呼都不打 就要搬走我的东西 这合适吗 苏云这个时候不得不开口了 你的东西 微少和于丽雅还没有说话 几个红袖张男子就先不干了 谁说这是你的东西 你叫他一声 他能答应吗 就是 这分明是于小姐的东西 小子 我告诉你 别在我们面前闹事啊 几个人根本不打理苏云 继续就要搬东西 其中一个胖中年 更是用手指着苏云 警告他别惹事 啪 苏云也不废话 直接一巴掌甩过去 打得那胖中年 脸上一下子浮现红红的巴掌印 场内众人都愣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 面对自己这么多人 苏云竟然还敢动手 操 你敢动手打我 那胖中年登时大怒 叫骂道 你吧 老子是山林巡防队的 现在怀疑 你到这里盗链 盗法 老实点 说话间 他已经从妖后掏出了一根锁链 准备先将苏云绑起来 于丽亚见此 咒媚道 算了 不要节外生枝 给点钱 把这人打发掉吧 胖中年一听 虽然心里有些不乐意 但也不敢多说什么 威少叼着香烟 卖步走出 掏出了一千块钱 随手丢到了苏云面前 不耐烦道 拿着钱赶紧滚蛋 苏云看着洒落在脚下的钱 笑着摇了摇头 说道 你们要用钱买这些零售股 不是不行 但是 钱不够 威少轻蔑一笑道 原来是闲钱少 那你说说 要多少钱 苏云淡淡道 一千亿 你们要是能拿出一千亿 这些零售股 你们可以搬走 此话一出 众人都像是看疯子一样 看着苏云 一千亿 天南省的首富 都拿不出来 你一张嘴就要一千亿 不是疯子是什么 麻痹的 你居然敢戏耍我 威少气笑连连 我出来混这么久 还没有人敢这么耍我的 苏云 鹤道 给我打他 打断这小子两条腿 再丢出去 几个山林寻防队员 都立刻走了出来 那胖中年更是笑道 威少 于小姐 我早就说了 根本不需要 和这种货色客气 你们是贵人 根本不知道 这种刁民的可恶 你给他一点好处 他就敢跟鼻子上脸 隔几个 威少已经发话了 我们也赶紧的吧 省得耽误了 威少和于小姐的正事 给我打 胖中年一马当先 冲在最前面 碰 下一刻 胖中年以更快的速度 倒飞了回去 被踹了一个四脚朝天 两眼翻白 而其他山林寻防队员 也没好到哪里去 在苏云动手的第一时间 就一一被抛飞了出来 不是断手 就是断脚 一时间 场内哀嚎一片 威少和于利亚一行人 看得脸色大变 他们完全没想到 苏云身手竟然这么厉害 几个身强体壮的寻防队员 竟然一个照面的功夫 就被全部赶下了 看到苏云 还冲自己走了过来 威少心里有些发慌 喝道 你别过来 别乱来 我们可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 他话音刚落下 一个巴掌就在他眼前放大 啪的一声 威少直接被一巴掌扇飞了出去 威少被这一巴掌扇得晕头转向 过了好一会儿 才回过神来 你 你竟敢打我 他惊怒无比地盯着苏云 似乎不敢相信自己 居然被人打了 打你又如何 再不滚 我继续抽你 苏云面无表情地开口 然后又是一巴掌拍过去 将威少另一半的脸也打得红肿起来 其余人都是看得脸色大变 那几个寻山队员更是惊叫连连 小子 你完蛋了 竟然敢对威少出手 你知道威少是什么人吗 他可是新化区龙哥的地点 你死定了 苏云压根没有理会这群人的叫嚣 提起威少 将他一把丢了出去 冷声道 都给我滚 威利亚皱着眉头 脸色也阴沉起来 威胁道 够了 你别太过分 仗着有点伸手 就敢横行无几 可不是你这种声斗小名能占据的 别给自己招货 苏云一听 忍不住笑了起来 我是声斗小名 那你又算什么 威利亚一脸傲然的说道 我是天圣古玩的大小姐 她家里搞古玩生意 家资丰厚 更重要的是 平日里做古玩交易 往来的对象都是大富大贵之人 她借此也结交了不少上流人脉 对于苏云这种普通人 她自然看不上眼 这批灵兽谷 材质特殊 得手之后 可以请老师傅进行雕琢加工 制作成各种各样的摆件 饰品 再搞些噱头 进行包装 完全可以卖出天价 威利亚对此事志在必得 本来今天这件事情 完全可以和平解决 不过你偏偏打了金威 那就不好处理了 我劝你 现在立刻给金威跪下 磕头认错 否则等她叫人过来 那你就算想后悔 都来不及 威利亚一脸轻蔑的说道 滚 苏云冷冷的回应了一个字 你 威利亚当时大怒 在她看来 自己能够放下架子 和苏云说上几句话 那已经是给苏云添大的面子了 可对方竟然不珍惜 好好好 你别后悔 给我等着吧 等一下 让你跪着求饶 威利亚怒视着苏云 啪 回应她的是苏云拍出的一个大耳瓜子 让你滚 你不滚 还敢威胁起来 苏云也没惯着 你 威利亚气得要发疯 不过看着苏云目光 冷冰冰的看着 她心头一颤 这次倒是不敢再放什么狠话 待人扶着微少离开 那几个寻山队员也都相互搀扶着跟上 不过 他们并没有走远 来到他们停车的地方 微少就开始打电话叫人 苏云听着不远处的动静 也没有理会 过了半个来小时 又有几辆面包车 气势汹汹地赶到 哗啦 车门打开 每辆车上都下来了七八个 手拿铁棍砍刀到的混混 而在最后面一辆汉马上 则是走下来一个精壮男子 脖子上戴着粗大的金项链 露出的胳膊上 满是纹身 他手中拿着一根棒球棍 叫嚣道 是谁吃了狗胆 感动我飞龙的弟弟 他一边说话 一边挥甩着手中的棒球棒 气焰嚣张 旁边还有三十四个混混 也拿着家伙 簇拥在他周围 声势吓人 哥 你终于来了 金威连忙捂着脸迎上去 于丽雅也是轻轻出了口气 脸上浮现了一丝笑意 他对于金威大哥飞龙的势力 还是有所了解的 云州市九个区中 星化区虽然已经是边缘的郊区地带 和其他几个主城区没法比 但飞龙能够成为星化区的扛把子 也非同小可 手下小弟好几百 他也是看在飞龙在道上的能量 才会和金威打得火热 现在 他看到飞龙亲自带着几十号小弟过来 心中顿时兴奋无比 飞龙哥 这次让你们赶过来 真是辛苦了 等一下解决了那小子 我会拿出一百万的茶水费 于丽雅说道 此时 飞龙已经听金威将刚才的事情 简单地说了一句 他拍着手里的棒球棒 笑道 放心 那不止死活的小子 敢打你和小薇 算是活到头了 等一下 看我怎么收拾他 话一说完 飞龙挥了挥手 一群人就浩浩荡荡地往前行去 很快 他们就看到 苏云老神栽在地山道口的那块石头上 飞龙看到苏云原本正要喝马 不过下一刻 他的注意力就被那堆灵兽骨给吸引了 他瞪着牛眼 惊呼道 卧槽 这是什么东西 于丽雅连忙解释道 龙哥 这是一些古生物的骨骼 我们天圣古丸准备将它们运走 拼接起来做成展览品 飞龙也是个棒锤 并不知道这些兽骨的价值 在最初的震惊过后 也没有再关注这些东西 他掏出了一根烟 慢条斯理的点头 目光打亮着苏云 问道 小子 就是你打了我弟弟和于小姐 你可知道 这么做会有什么后果 飞龙神情玩味 脸上流露着一种猫斗老鼠的神情 苏云眼皮多懒地抬一下 淡淡道 你也想找仇 此话一出 飞龙都气得发笑 他手下那帮混混更是勃然大怒 挥舞着铁棍砍刀 叫肖道 小子 你特么敢这么跟龙哥说话 找死是不是 立刻跪下 否则今天就把你埋在这山里 一群混混群情激动 一个个似乎都恨不得 立刻上去砍死苏云 飞龙谈了谭言辉 宁笑道 我也是很久没遇到过 这么有胆的小伙子了 龙哥 我很欣赏你的勇气 可以给你一条活路 你现在立刻跪下 向我弟弟和于小姐道歉 然后哪只手打的他们 就自己砍下来 我就饶你一命 如何 我抽完这根烟 你要是还没下决定 那今天 我真的只能把你埋在这大山里了 飞龙将手里 还剩下一半的香烟举了举 神情间满是细血 他示意了一下 当即就有一个混混 将一把砍刀丢到了苏云的面前 金威和于利亚 都是幸灾乐祸地看着苏云 刚才他们先后被苏云抽了耳光 现在总算是可以出一口气了 苏云轻叹了一口气 终于抬头看了眼飞龙 叹息道 活着不好吗 为什么非要来找死 飞龙神色一沉 不知死活的东西 到了这时候还嘴硬 行啊 那我就看看是你嘴巴硬 还是我的刀子硬 上去 先废了他手脚 飞龙一挥手 当即就有七八个混混 迫不及待地往前走出 飞龙的几个手下 争先恐后地走出 都想在自家老大面前表现表现 不过还没有等他们动手 远处又传来了几声 汽车的鸣笛声 这次来的是几辆运送渣土的大卡车 哥 你带了这么多兄弟过来 对付这小子已经足够了 怎么还通知了一批人过来 这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金威以为这次来的 也是飞龙叫过来的兄弟 毕竟 这片荒凉的大山 平日里可没什么人会过来 飞龙皱着眉头道 不是我叫来的人 金威和于利亚都是愣了一下 随即 于利亚反应过来 指了指苏云那边 说道 会不会是那小子叫来的人 应该没错了 飞龙音笑了一声 我说呢 刚才那小子 哪来的底气跟我叫板 原来还准备了后手 于利亚担心道 飞龙哥 不会出问题吧 我看那边人也不爽 那几辆渣土车已经停下 驾驶舱 还有后面的挂箱 都有人跳落下来 黑压压的骑马 也有三四十号人 飞龙撇了撇嘴 不屑道 放心吧 在新化区这片地带 还没有任何人能放在 我飞龙眼里 他一边说话 一边还挑衅式的冲苏云 勾了勾手 轻蔑道 小子 这就是你的底气吧 瞪大你的眼睛看清楚 等一下我飞龙的名号一爆出来 他们都得夹着尾巴溜走 苏云根本没有搭理他 你有种的 我先把你的援兵给解决了 看你还狂不狂 飞龙一挥手 当即就带着几十号小弟 迎向对面过来的那群人 你们这群不知死活的东西 过来我的地盘 有没有问过我 知不知道整个新化区 都是我飞龙说了算 现在 立刻给老子滚蛋 飞龙屁腻着众人 然后对面的人群却是一动不动 操 你们耳朵龙啊 没听到我大哥飞龙发话了吗 还不快滚 惊威力声大喝 飞龙 对面的人群中 响起一阵冷笑声 好大的威风 我倒是很好奇 你要让我们怎么滚 听到这话 飞龙脸色一沉 气急而笑 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一个个听到他新化区 扛巴子飞龙的名号 居然都不害怕了 看来 今天必须动用一些血腥手段 震慑一下了 刚才是谁硬的声 给老子滚出来 今天要是不废了你 我飞龙两个字 就倒过来写 飞龙提着棒球棒 双眼中流露出 恶狼一般的凶利眼神 废了我 对面的人群 哗啦一下分开 从中走出了一个 身材硕壮的寸头男子 眼角留着一道伤疤 斜斜的哗啦过半张脸 看着就让人汗毛到树 看到这人一走出来 原本还气势汹汹的飞龙 顿时脸色大变 萌马 飞龙身上瞬间就冒出了冷汗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次带人过来的 会是这个煞星 要知道 他虽然号称是 新化区的扛把子 但在云州地面上 根本排不上号 新化区因为地处郊区 油水太少 一些道上的头头 根本看不上 这才轮到他飞龙在这里 作威作福 而这萌马 可是在主城区的 繁华地带魂的 掌管着一个分区的娱乐场所 而且他 还是曹老大的德力属下 不管是比人手小弟 还是掌握的地盘钱财 飞龙在对方面前 都是渣渣 自己这个新化区扛把子 在对方眼里 那就是个笑话 飞龙 你很掉吗 居然要废了我 行啊 我现在就站在这里 你废一个给我看看 萌马大咧咧地走出 飞龙脸都变绿了 误会 萌马哥 这就是个误会 飞龙连忙解释道 萌马啪的一个大耳瓜子 就甩了过去 把飞龙抽的一个亮枪 而飞龙根本就不敢躲 金威 玉丽雅 还有飞龙那些小弟 更是大气都不敢出 萌马哥 这真是误会 我哪知道 你会屈尊将决过来 你有什么事吩咐 打个电话给我就行了 我完全可以代劳 飞龙陪着笑脸说道 代劳 萌马抬腿就是一脚 这次我是过来接待一位贵客的 你算是什么东西 也配代劳 飞龙一愣 纳闷道 萌马哥 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这种荒山野地的 哪来的贵客 对了 那边倒是有个不知死活的小鳖三 我正准备弄死他 他肯定不可能是你要找的贵客 萌马正要说话 后面传来了汽车喇叭声 几辆渣土车后面 一辆汉马停了下来 车上下来了一个中年男子 赫然便是云州地下大佬曹昆 萌马 你这什么情况 看到苏先生了吗 曹昆看到前面闹哄哄的 被很多人堵着 眉头不由皱了起来 昆爷 看到曹昆出面 所有人都是大吃一惊 飞龙更是震惊的 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他本来以为 萌马已经是这群人的头头 可没想到 竟然连曹老大 竟然也来了 这可是云州地下世界的 无冕之王啊 连曹老大都亲自过来了 看来这片山区中 今天有大人物在这里 都怪那个鳖三 误导了我 害我差点冲撞了 蒙马和曹老大 真是该死啊 飞龙心中暗恨不已 此刻 他连忙走出 解释道 昆爷 我是新化区的飞龙 刚才在这里教训一个小鳖三 我误以为 你们是他喊来的帮手 所以刚才鲁莽冲撞了 曹昆根本看不上飞龙这帮人 他沉着脸 冲蒙马吩咐道 赶紧把这些人赶走 苏先生应该就在前面不远了 不能让他久等 说完 他就准备重新上车 不过就在这一回身的瞬间 他终于注意到 不远处坐着的苏云 苏先生 曹昆惊呼一声 然后立刻小跑过去 走到苏云面前 弯腰低头 恭恭敬敬地说道 苏先生 让您久等了 看到这一幕 飞龙等人 差点下瘫在地上 他 他是昆爷的贵客 飞龙下的冷汗直流 恨不得把金威和于利亚 活活掐死 你马的 让自己过来收拾人 结果要收拾的目标 竟然是曹老大的贵宾 飞龙就算脑子再不好使 看到曹昆对苏云那种敬畏的态度 也知道自己惹上的 绝对是一个得罪不起的大人物 金威和于利亚这个时候 也已经是被 吓得六神无主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看着普普通通的苏云 竟能让曹昆这位大佬 都恭敬有加 完蛋了 这次捅出大佬子了 苏先生 这是什么情况 曹昆忍不住问道 苏云指了指着金威和于利亚 冷笑道 这两个家伙 之前看上了我的东西 想要抢抢 被我收拾了一通之后 又请了那位飞龙哥过来 那位飞龙哥更厉害 要让我跪下磕头 自断手臂 否则就要把我埋在山里 曹昆 这个飞龙 不会是你小弟吧 曹昆听到这话 惊得差点没跳起来 不 不是 我和这什么飞龙的 没有任何关系 新华区这边 没什么油水可捞 我的人手平日里都不会过来 曹昆连忙解释着 他没想到 飞龙这一帮人 竟然会这么作死 差点还连累上自己了 他虽然是云州道上的大佬 可并不是什么混混都归他管的 曹昆咬牙切齿道 苏先生 这件事 你就交给我处理好了 他们赶得罪你 那就是在 打我曹昆的脸 听到曹昆那阴瑟瑟的话语 飞龙吓得半死 扑通一声 直接跪在地上 哭丧道 昆爷 给我次机会 我真不知道他是你的贵宾 你饶了我这一次 说着 他也顾不上什么脸面 直接就啪啪给了自己两个大耳瓜子 飞龙手下那帮小弟见此 连忙也纷纷跪下 和曹昆猛马那些手下一比 他们就是乌合之众 饶了你 曹昆冷冷一哼 沉声道 你要是得罪了我曹某人 饶你一命 也不是不可以 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去冒犯苏先生 你不是喜欢把人埋在山里吗 那行 稍后我会让猛马给你挑个风水宝地 把你埋进去的 人听到这话 飞龙眼前一黑 差点昏死过去 饶命 亏也饶命啊 都是这两个王八蛋 坑了我了 飞龙绝望地大叫起来 现在就扑上去 将金威和于丽雅给撕碎 我 我也不知道 她是昆爷的贵宾啊 金威哭丧着脸 就跟死了爹妈一样 于丽雅也早没了之前的傲慢 一张俏脸惨白无比 我爸是天圣古丸的于大鹏 我愿意出钱平事 出钱平事 曹昆撇了撇嘴 根本懒得去回应 钱 他曹昆缺这么点钱吗 至于那天成古丸的于大鹏 那就更不放在他眼里了 苏先生 我们先上车吧 这些事情 就让手下人处理好了 曹昆冲着苏云 做了个请的手势 苏云点了点头 嘱咐道 我那些兽骨 要一块不落地装走 还有底下那半张兽皮 也别落下 放心 猛马会搞定的 随后 苏云就和曹昆 坐上了那辆汗马 苏先生 这是我最近收落到的 几株百年灵药 一上车 曹昆就献宝寺地 递上来六个礼盒 每个里面都装着 超过百年份的灵药 之前 他收落灵药不利 去高价收购 总算拿下了六株 苏云看着这些灵药 心中微微叹了口气 如今 他已经是五到九品的境界了 再进一步 便是需要冲击先天之境 百年灵药 其实对他已经没什么用处了 除了按部旧班的 吸收天地灵气入体之外 想要走捷径 恐怕得千年灵药 辅助才行 当然了 苏云也没有打消曹昆的积极性 这些百年灵药 也不是没有用处 完全可以用在阮子峰 还有自己父亲等人身上 辛苦了 百年灵药以后 你继续替我收取 有多少多少 同时还给我关注一下 市面上有没有千年灵药 苏云说道 曹昆一听 灯石心中叫苦 百年灵药在市面上 就已经十分罕见了 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更不要说千年灵药了 不过苏云既然发话了 他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白忙活的 过几天 我会炼制一些丹药出来 可以送你几枚 苏云说道 曹昆神色一震 连忙说道 给苏先生办事 不敢奢求报仇 苏云笑了笑 也没有多说什么 虽然曹昆以他门下走狗自居 但就算是养的走狗 那也是要适当的给些好处 车开了十几分钟后 忽然 开车的司机忽然开口道 昆爷 情况有些不对劲 曹昆皱眉道 怎么了 司机脸色凝重道 后面那两辆车 在我们来的时候 我好像遇到过 现在回去 又碰到了 有些巧了 曹昆一听 神情也严肃起来 你确定 昆爷 你知道我是侦察兵退役的 这种事情 绝对不会弄错 曹昆文言 先是看向苏云 不过苏云微闭着眼睛 似乎在闭目养神 根本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一样 曹昆沉吟了一下 吩咐道 加速 甩掉他们 司机文言当即猛踩油门 将车速提了起来 可下一刻 原本不急不缓 跟在后面的两辆车 也猛地提速 而且有一辆车 似乎还进行过改装 提速之后 没一会儿就超车过去 将曹昆的车逼停 后面的车 也连忙封堵 一个不留 干掉曹昆 两亿赏金到手 两辆车上 都下来了几个 戴着面具的男子 手中拿着各种 形式怪样的土枪猎枪 曹昆脸色 一下子变得无比难看 他没想到 在云州地界 竟然有人敢公然袭杀他 昆爷 看来这些人都是有备而来 趁着现在猛马 他们都不在这边 才动手了 司机看到对方的人数和火力 脸色也有些发白 虽然他身上 也携带了一把喷子 但以眼前的架势 根本不可能拼得过对方 苏先生 曹昆只能将求助的目光 看向苏云 苏云吃得一笑 说道 曹昆 看来想要你死的人 身份也不简单 不仅找来了这么多亡命徒 还弄来了不少枪械 这次麻烦 我替你解决了 以后你就要自己多加小心 说话间 他伸手一挥 一道璀璨的荧光 飞射而出 银白小剑如同白红掠空 射出车外 旋转了一圈后 便重新没入他手中 整个过程 不到三秒钟 而那群逼近过来的蒙面持枪汗匪 一个个脖梗间 喷溅出大片的血污 然后一头栽倒 车内 一片寂静 司机手里拿着一把手枪 不住地在发抖 七八个持枪的汗匪 三秒钟不到 就全部被凭空割裂了几脖子 成为了尸体 他都怀疑 是不是自己眼睛出问题了 曹昆也是在艰难地吞咽着口水 哪怕之前 他已经见识过 苏云如神一般的手段 可是如今在看 依旧还是震撼无比 苏先生 你还真是 曹昆想要夸赞几句 可苏云却是懒得听 打断道 好了 别拍马屁了 先送我回临风山别墅 曹昆连忙应了一声 让司机继续上路 他自己则掏出了手机 给蒙马打了个电话 蒙马 你们跟上来没有 蒙马在电话里禀报道 快了 刚才装那些兽骨 用了一些时间 还把飞龙给埋了 现在正准备 再料理一下他那些小弟 曹昆压着火气 说道 别管那些小角色了 你马上给我过来 刚才我遭遇了别人枪袭了 在旷北大道那边 躺着几具尸体 你给我清理了 顺便查一查 这些人是什么来临 敢在云州地面动我 我倒要看看 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 曹昆将苏云送回了临风山 在下车之前 苏云犹豫了一下 说道 这次对付你的人 你要是应付不了 可以来找我 曹昆文言心中一喜 但还是拍着胸铺子说道 苏先生放心吧 一般黑白道上的人 还奈何不了我 我平时输入 都起码有两对保镖 今天也是大意了 苏云点了点头 带着六个装着装有灵药的礼盒 就回到了别墅 刚到大门口 就见到苏白盒在别墅的前院 跟着阮老漫悠悠地打着太极拳 苏先生 你回来了 阮老看到苏云回来 立刻就停下 上前接过了礼盒 笑道 刚才苏老爷还在念叨着你 阮老拿过盒子后 只觉得一股浓郁的草药气味涌来 他打开一看 顿时就震惊了 这老山生 恐怕超过百年的年份了吧 这是手握 血灵芝 阮老眼睛越睁越大 呼吸都急促起来 他可不是普通的老汉 年轻时修过旁门左道 也是见过不少世面的 一下就认出了这些灵药的根底 每一株 都是有价无市的宝贝 旁边 苏白盒听到这里 也无法淡定了 一个晚上没见到你人 干什么去了 这些东西 又都是哪来的 苏白盒一脸警惕地问道 出去应酬了一趟 帮人解决了点麻烦 这些都是 别人送来感谢我的 苏云随口应喝道 真的 送这么贵重的东西感谢 当然是真的 老爸 你别忘了我的本事 对了 待会还有一批东西会送到 你可别惊吓道 苏云提了个醒 等一下 还有一大车的零售骨要送过来呢 苏白盒撇了撇嘴 道 怎么说话呢 你把我吃过的盐 比你吃过的饭还多 什么东西没见过 怎么可能会被惊吓到 又过了半个小时 两辆大卡车 缓缓地开到了苏云的别墅区 蒙马亲自带着一群小弟 开始从车上 将零售骨搬卸下来 听到动静出来的苏白盒等人 看到眼前的一幕 都被惊得瞠目结舌 这些都是什么鬼东西啊 没一会功夫 蒙马几人 就将车上的那些粗大兽骨 还有半张零售皮 给搬了下来 他们很懂规矩 虽然对这些东西也很好奇 但却没有打听 苏先生 东西都给你卸下来了 要给你搬到别墅里面吗 蒙马询问道 不用了 就堆在这里好了 苏云回应了一句 便打发他们离开了 师父 你是不是把省里那座 古生物博览馆展示的 生物模型给弄来了 这时 阮子峰也凑了过来 一脸好奇地问道 你觉得这是模型 苏云笑问道 难道不是吗 阮子峰上前摸了摸 那硕大无匹的灵兽头骨 下一刻 他脸色微微一变 惊呼道 不对 这好像不是现代材料制造的模型 我感应到 里面有很精纯的灵性能量 好像是天地灵气 和这些骨头凝结在一起 这难道是真的生物骨骼 它是先天灵体 对于这方面的感应很敏锐 苏云点了点头道 不错 这确实是生物骨骼 不过不是一般的生物 而是一只灵兽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天空中 传来一阵刺破长空的阴体声 只见一只神骏的白雕 飞落而下 直扑那堆灵兽骨而来 小白 阮子风喊了一声 却被苏云拦住 此时的白雕 显得异常的亢奋和激动 似乎是见到了什么难以抗拒的美味 它飞落下来之后 一找抓住了其中一根粗大的骨头 就开始猛啄 不过那灵兽骨太坚硬了 任凭白雕如何抓脑 都始终难以损伤 好了 你这畜生灵觉倒是敏锐 知道这是好东西 不过这灵兽之骨 凭你现在的能耐 还破不开 更别想吞噬其中的精华了 苏云上前拍了拍白雕的脑袋 笑道 等我将这些东西祭练一番 炼制出一些好东西 再奋腻一点 白雕听到这话 才不情不愿地让开 之后 苏云开始了闭关 那些灵兽骨 还有那半张灵兽皮 全部都被他搬移到了别墅顶层的屋顶 他要对这些东西进行祭练 不仅如此 就连布置在别墅周围的距林镇 都被他掌控 将吸纳的天地灵气 全部都收束于他所在的一小片区域 时间一天天过去 五天时间下来 在别墅顶层 不时地迸发血光 有时甚至还有 爆发出一阵阵暴虐的兽吼之声 声音不大 可却犹如直透灵魂一般 其他地方听不到 可是住在别墅的阮子峰等人 却是一个个被惊得汗毛倒树 觉得自己仿佛时时刻刻 都被一只恐怖的凶兽盯住 尤其是 这种感觉 一天比一天严重 这臭小子 到底在搞什么鬼啊 苏白河嘴中嘟囔着 但眼神却流露着一丝担忧 师公 你的放心吧 师父的本事大着呢 不会出什么事 阮子峰乖巧地安慰道 正说着 突然 一阵前所未有的惊天兽吼 猛地爆发 响彻整座凌峰山 一股莫名的凶利气机 直冲云霄 天上的浮云都被瞬间冲散 苏白河等人猝不及防 惊吓得差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这一刻 整个凌峰山震荡 这一声兽吼 太恐怖了 一吼之下 漫天浮云散开 在三号别墅的顶层 甚至能够看到 一只巨大的凶兽虚影 一闪而至 别墅里面 苏白河几人都是心神战力 刚才那一下 差点将他们吓得半死 此时 在别墅顶层 苏云的祭练已经到了尾声 在他身前 放置着好几样东西 其中最显眼的是三枚玉佩 这三枚玉佩 是苏云上次在布置聚灵阵时 挑选了最顶级的玉石 雕琢了福道法咒 制成了法器一般的存在 这段时间 一直放在别墅法阵的阵眼 承受灵气滋润酝养 而这次 他更是将那些灵兽谷中 蕴含的灵兽凶性 彻底引导出来 全部炼入了三枚玉佩中 如今 三枚玉佩光滑闪耀 里面隐约之间 显现出了一只 形似火牛的的灵兽形态 庞大的灵牙胸威 在玉佩之内 若隐若现 三枚玉佩 已经彻底成了 三件强大的护体法器 白玉缸里面 堆放着一粒粒黄豆大小的丹药 呈现红火色泽 质地圆润 足足有几百颗 这些丹药 是他提炼出了那些灵兽谷中的精华 在和六珠百年灵药的药力相结合 炼制出的原羊丹 药效非凡 可以强身健骨 通筋活血 滋补晶圆 使身体重新焕发出血肉活性 甚至能增长寿命 而且 以灵兽谷精华为主料 功效比上次 他随便给七国正炼制的补原丹 强大了十倍不止 更重要的是 此丹还有续命之能 只要没有咽气 服下此丹 都能借助超凡的药力 强行续命 若是这些丹药拿出去 就算是开架一元一枚 也会遭到疯抢 除此之外 那半张巨大的灵兽皮 也被苏云炼制过了 不过并没有炼制成防护符 而是被它裁剪成一块块 制作成了符禄 那些灵兽谷被提炼出了精华后 剩下的骨骼也没浪费 而是被苏云碾压成了骨粉 和朱砂混合 用来充当绘画符禄的颜料 那半张灵兽皮 被它足足炼制成了一百八十张灵符 这些东西 便是苏云这五天时间的成果 哪怕是以他的实力 连续五天五夜 不眠不休地祭练这些东西 也有些疲惫 要是换成其他人 哪怕是先天进的高手 也不可能成功 他将东西收起 回到了别墅里面 臭小子 这几天 你在上面搞什么东西 苏白河看到苏云 原本还想抱怨两句 不过看到苏云一脸的疲态 就不由一阵心疼 我没什么事 就是耗费了一点精力而已 不过倒是给你们搞出了一点好东西 苏云说着 将那个白玉缸取了出来 介绍道 这是我炼制出来的原羊丹 对身体有好处的 不过药效有点强 老爸要服用的话 可以隔一个月服用一枚 软牢也是一样 子风的话 五天服用一枚 原羊丹 苏白河听得一头雾水 问道 这丹药有什么用处 用处可大着呢 强身健体 滋补晶圆 那是最基本的 更重要的是 能够焕发生机 延年益寿 苏云简单地说道 听到苏云说得这么夸张 换成以前 苏白河肯定不可能相信 不过这段时间来 他见过自己儿子太多的神奇之处了 武道宗师 之前炼制的药丸 将自己瘸腿治好了 现在又搞出了这个原羊丹 似乎也不算什么 来 试试看 苏云取出了丹药 分发给苏白河 阮老 就连阮子风也分了一枚 让他们当场服用 那我就试试看这要玩 有没有你说得这么深 苏白河接过之后 一口吞服下去 丹药入口即化 化为了一股股温热的精气能量 瞬间游走苏白河全身 苏白河只感觉浑身热的冒汗 头顶甚至还生腾起 一缕缕白色的烟气 全身上下轻松舒爽 整个人一下子变得精神异异 仿佛回到了自己二三十岁的年纪 而且 这可不是他的错觉 除了精神头十足 他浑身上下的气血 也变得异常充盈 就像是大小伙子一样 全身都仿佛充满了力气 没地方宣泄 而另一边 阮老也服下了丹药 效果更好 不仅白色的发根 都有转黑的迹象 就连脸上的皱纹 似乎都变淡了 阮子风也是面泛红光 头上有丝丝白色烟气升起 激动道 师父 你这丹药效果太好了 我感觉自己就算 全天不间断地去修炼呼吸土纳术 还有基础拳法 都不会累 苏云笑道 没那么夸张 但这丹药 确实可以免去 你一天几个小时的调息修养的时间 你要是能够适应的话 破镜磨合的时间 可以缩短一倍 正在众人交谈的时候 苏云的手机响起 打电话过来的是齐清兰 接通之后 齐清兰小心翼翼地询问 苏先生 刚才临风山上发出的古怪异响 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刚刚物业那边已经发出警戒通告 说是可能有大型猛兽 在临风山出没 之前 苏云将灵兽谷中的凶性 完全炼入三块玉佩之内 将这三件法器 彻底祭炼大成 引发了兽吼异响 震战了整座临风山 到现在 大家都还没弄清楚 那恐怖的吼声来自哪里 不过齐清兰第一个想法 就是与苏云有关 苏云无奈道 那兽吼声你不用在意 也不用担心 并不是什么猛兽出没 齐清兰文言也是松了口气 他现在就在临风一号的别墅 刚刚那受吼爆发的时候 他正在练瑜伽 一吼之下 将他吓得直接摔在了地上 搞得他根本不敢出门 现在听到苏云的保证后 他才彻底放心了 对了 苏先生 明晚我的生日宴会 你可别忘了 地点定在东华明珠的顶层 到时候 你记得把子风妹妹也带过来 齐清兰特意提醒到 苏云想了一下 明晚确实没什么事情 便也答应下来 东华明珠 可以说是云州市的地标建筑 足足有99层 设计高度达到了500多米 而齐清兰这次生日宴会 便是在东华明珠的最高层举办 脚踏云颠 俯瞰整个云州 此刻 天色才刚一暗下 东华明珠楼前的停车场上 就已经停满了密密麻麻的豪车 一眼望去 价格就没有低于百万的 车牌来自天南各市 有些车牌号更是牛叉的吓人 光光车牌就价值几百万 卧槽 今晚还真是大场面啊 这时一辆奥迪A8停了下来 前胖子前达眼睛四处一走 发现根本找不到自己停车的位置 几位美女 看来你们得在这里下了 我去把车停远一点 前胖子扭头冲着车里的几个女子说道 坐在他副驾驶和后排座位上的 赫然便是叶婷 罗嘉仪 孙颖几人 行吧 动作利索一点 许志军应该也快来了 罗嘉仪催错了一声 便和叶婷 孙颖下了车 看到眼前那密密麻麻的豪车 跑车 饶是他们见过世面不守 此时也不由吸了口凉气 天青集团不愧是省内的明星企业 那位美女总裁举办一个生日宴 竟然能够让这么天南富豪过来捧场 叶婷不由地感慨道 他想起了不久前 自己也举办生日宴 地点是挑选在望仙楼三层的宴客厅 看起来也不错 毕竟望仙楼算是云州市内的顶级石斧 三楼的一间宴客厅包下 也得十几万 算是很有排面了 可是和齐清兰的生日宴一比 那就完全不能看 叶婷 这里就错了 齐清兰之所以有这么大影响力 可不单单因为 她是天青集团总裁的缘故 更重要的是 她是齐家敌长公主 罗嘉仪看着那高耸露云的高楼 神情流露着浓浓的羡慕 她出生自云州本地富裕家庭 自然是知道齐家的背景和能量 今天这宴会聚集着云州 乃至天南的上流权贵 富豪 一般人根本参与不进去 也不知道等一下 许志军能不能顺利弄到邀请卡 罗嘉仪有些的担忧道 毕竟 这种层次的宴会 已经不是简单的生日宴了 可以说是整个云州 乃至天南省的上流聚会了 可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 都能参与进去的 不管是钱达 罗嘉仪 还是孙颖 虽然都算是家境富裕 但和那些顶级富豪相比 那还是差得太远 正常情况下 他们连门都进不来 也就是之前许志军拍胸脯保证 可以搞到邀请卡 他们才有勇气过来 叶婷 看来许志军对你 还真是情真意气 他要搞这些邀请卡 恐怕要费不少力气 我们这次算是沾了你的光了 我看你就不如考虑一下 接受他吧 孙颖在一旁劝道 叶婷听到这话 不知道又想到了什么 神情有些低落 说道 我暂时还不想考虑这些事情 罗嘉仪神色一动 说道 你该不会还对你那个老同学 耿耿于怀吧 叶婷沉默不语 罗嘉仪吃笑一声道 我承认 以前确实有点小看 那家伙了 没想到 他居然和道上的曹坤都有关系 不过这也没什么 曹坤毕竟是混黑道的 现在看着是威风 可在真正的权贵眼里 根本不算什么 说不定哪天闹出了事 舆论一起 就会被送进大牢 至于你那个老同学 和曹坤掺和在一块 恐怕也不会有好下场 孙颖也是连连点头 他们虽然惹不起曹坤 但也知道像曹坤那样的人 基本都不会有好下场 在二十多年前 云州的地下大佬 叫做牛路 名头比现在的曹坤还要大 可后来也是说倒就倒了 在他们说话这回功夫 潜达已经停好车 走了回来 一同过来的 还有许志军 你们在聊什么呢 许志军笑着问道 罗家仪瞥了叶婷一眼 笑道 没什么 就是聊起了叶婷那个老同学 他不是和曹坤有关系吗 我再想等一下进去 会不会在里面遇到他 提起苏云 许志军就想起了之前 在天井山庄餐厅的难堪一幕 他面颊微微一抽 甘笑道 不可能遇上的 曹坤在云州的名头虽大 但却并不是什么好名 真正的上流权贵富豪 都不会愿意和他扯上关系 齐家常公主的生日宴 怎么会容许一个道上的大佬过来 我敢保证 就算曹坤本人 都不会被允许进去 就更不要说你那位老同学了 他对苏云 还是有些看不上 觉得苏云就是巴结上了曹坤而已 借曹坤之势成威 将来也必要遭曹坤连累 好了 不说他了 我们进去吧 许志军说道 罗家仪眼睛一亮 问道 你弄到邀请卡了 许志军从口袋了 抽出了几张邀请卡 亮了亮 笑道 我去请托了吕二少 让他帮忙给我搞来的 罗家仪文言迫不及待地问道 那吕二少来吗 他对吕二少这种豪门少爷 还是很有感觉的 这次若是对方也过来了 他想抓住机会清静清静 说不定将来有机会 能够嫁入吕家 许志军摇头道 吕二少他不喜欢这种交际场合 没有过来 不过吕家这次过来的是 吕氏集团的继承人 不止吕大少 天南境内各家青年才俊 好像都会露面 我还听说 齐家二爷的公子 昨天也刚刚从海外回来了 孙颖也是听得激动无比 问道 那等一下 我们也能和顶级大少见面 交谈一下吗 许志军神情有些异样 干咳一声 说道 这个怕是有点难 因为我弄来的邀请卡 是副卡 等一下上去后 我们只能待在外厅 而那些顶级权贵富豪 还有各家大少 则是在内厅 啊 只是副卡 罗家仪有些失望 不甘心地问道 能不能想想办法 搞到进入内厅地主邀请卡 我的姑奶奶 你还真敢开口 主邀请卡 整个吕氏集团 都只收到了两张 代表着只有两个 进入内厅的名额 吕一辰得了一个 本来吕二少倒是也能来 不过他放弃了 那名额也被吕家 以为千金顶了 我一个外人 怎么可能搞得来 许志军叫苦不已 主邀请卡太难得到了 副卡倒是容易很多 对应的外厅 主要是用来 安置那些餐厌富豪的 随身助手和秘书之类的 听到许志军这么说 罗嘉宜立刻乖乖闭嘴了 连吕氏集团这样 体谅的巨无霸 也只收到了两张 主邀请卡 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恐怕身家十亿以上的 根本不用奢望 能得到一张主邀请卡 副卡也没关系 反正这次 我们就是过来掌掌见识 开开眼界的 真要是让我们进入内厅 面对天南省的 诸多超级富豪和大佬 还有那些顶级大少 我们也根本说不上话 钱打也开口道 其他人一听 也都是点了点头 他们几个 确实还不够资格 混入那个最顶层的圈子里 说起来 能进入外厅也不错 毕竟就这副卡 也不是一般人能搞到的 几个人说说笑笑的 走入东华明珠楼 出示一副邀请卡 就来到了大唐的专用电梯 不过在等电梯的时候 他们看到有一个中年男子 偷偷摸摸的 从旁边的员工通道中出来 东张西望的一下 然后也凑到旁边等候电梯 叶婷几人都是愣了一下 许志军压低声音 冲着几人解释道 这人应该是没有邀请卡 可能买通了工作人员 从员工通道偷偷放进来的 不过他顶多也只能混到外厅 去见一见世面 罗嘉宜一听 顿时面露鄙夷之色 目光扫过那人 眼神有些不屑 原来是偷溜进来的 这在他看来 这种偷溜进来的 比起自己这些有邀请卡的 层次就低了一等 几位好 我是太华公司的张建 这次听说天青集团的齐总在这里 举办生日宴 所以特意过来 结识一些人脉 不知道几位如何称呼 中年男子很自来熟地 冲着许志军等人打着招呼 太华公司 几人一听 都对着太华公子 没有什么印象 显然是一家不知名的小公司 罗嘉宜挽着叶婷和孙颖 骄傲地养着头 根本没有搭理 许志军倒是笑呵呵地说道 我们都是无名小卒 不值一提 这次也是得到的朋友 送了几张邀请函卡 过来见识一下罢了 张建文言笑道 几位太谦虚了 据我所知 唯有那些收到了 主邀请卡的大家族大企业 才能被赠予一定数量的付卡 几位的身份想来也不一般 许志军呵呵笑着 随口和张建敷衍着 很快 电梯就抵达了顶层 顶层面积十分地巨大 足足有三千多平 几乎都快抵得上 小半个足球场了 大厅外的前堂 站着一排身高腿长的美女迎兵 一有人走出电梯 他们便齐齐 恭声欢迎 许志军等人目不斜视 走入大厅 大厅分成内外两重 中间还有一道门厅相隔 许志军等人只能进了外厅 不过就算是外厅 也是富丽堂皇 宾客满堂 一个个男女衣着 光鲜亮丽 在这里高谈阔论 能够来到外厅的宾客 身份也不简单 大多都是一些超级富豪大佬的秘书和助理 掌握的能量非同小可 甚至一些中小企业的老板 都得上杆子巴结着他们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大企业大家族的庞系子弟 他们没有资格获取主邀请卡进入内厅 但也要了副卡 进来外厅结识人脉 王哥 听说你现在已经是天马公司的核心高管了 负责运营公司的主打新品 恭喜啊 哎 这是范总看在我多年安钱马后 提携我一把 道士孙晨不过才三十来岁 据说已经拿到了繁星电子的股权奖励 令人羡慕啊 魏小姐 你可是赵总的贴身小秘 听说赵总最近调集了景荣集团海量的资金 要有大动作 方不方便透露一下 我老板 可是非常想和赵总合作一把 听着耳边传来的交谈声 许志军一群人都是惊叹不已 进来这种场合 他们感觉就像是迈进了更高一层的圈子 哪怕只是在外厅 聚集在这里的也是真正的精英人士 他们几个还在读书的大学生 根本连上去搭讪插话的资格都没有 这才是真正的上流聚会啊 叶婷轻声感慨道 是啊 罗嘉仪也点头道 将来我要光明正大的出入这种场合 就算靠我自己做不到 也要寻觅个好夫婿 到时候欺贫富贵 这时孙颖忽然一声嘀呼 叶婷 你快看 刚刚走进来这家伙 是不是你那个老同学 不可能 罗嘉仪当即就撇嘴 冷笑道 这种上流宴会 他那个老同学哪里有资格进来 话没说完 罗嘉仪的声音就戛然而止 因为他也看到了 刚刚从门口进来的人还真是苏云 而且身旁还挽着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 真的是他 罗嘉仪一看到苏云 顿时带眉微醋 面露不悦 真是讨厌 他怎么来这里了 他对苏云的第一印象很不好 后来虽然不知道苏云如何和曹坤 扯上了关系 但他依旧看不上苏云 他早已经从夜庭那里知道 苏云的来历和家境 那就是来自底层的普通家庭而已 旁边的许志军也看到了苏云 脸色也变得非常难看 他闷声道 按常理来说 他是进不来的 我猜他和之前那张剑一样 也是通过色好处给底层员工 偷偷溜进来的 罗嘉仪等人文言 都是点了点头 认同了这种判断 毕竟这次的宴会规格非常高 出入的皆是云州 乃至天南的权贵富豪 各方精英 连曹坤这种道上的大佬 都不被允许进来 而苏云只是和曹坤有点关系而已 更不可能通过正常途径进来 叶廷看着苏云 眼中闪过一丝复杂 尤其是看到他和一个秀丽少女 一路谈笑 心里就更不舒服了 那个苏云真是够禽兽 他旁边的少女明显还未成年 居然也能下得了手 前打眼珠子盯着苏云旁边的少女身上 有些酸溜溜的说道 罗嘉仪眼珠子微微一转 忽然道 你们说要不要给他找点麻烦 把他偷溜进来的事情 给举报上去 让七家的人把他赶走 许致君文言有些异动 眼角于光瞥了一眼叶廷 嘴上说道 这不太好吧 这毕竟是叶廷的老同学 直接举报 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赶走 有些难堪吧 叶廷咬着嘴唇 没有吭声 上次苏云话说的太绝了 直白地表明 不愿和他扯上什么关系 他自然也不会上杆子 去顾念这段同学情 罗嘉仪冷哼道 那就不举报 让他自己离开吧 看到他就烦 这种高档聚会 可不是他这种人有资格参与的 罗嘉仪仰着头 直接就走了过去 他一脸傲慢地拦住苏云 冷冰冰道 苏云 你怎么来这里了 今天这个宴会 可不是你有资格能进来的 我劝你 还是赶紧离开 许志军等人 也跟着走了过来 一副看好戏的模样 今天宴会的层次太高了 往来的 皆是顶级的权贵富商 他们根本不怕苏云敢乱来 就算是曹坤在这里 都不敢放肆 苏云皱着眉头 目光扫过几人 罗嘉仪等人 毫不退让地和苏云对视 叶廷倒是有些不自然地 避开苏云的目光 但随即又挺起胸膛 说道 苏云 你就听嘉仪的吧 还是赶快离开 你偷偷溜进来这里 一旦被发现 肯定要被赶出去的 苏云听到这里 有些想笑 旁边 阮子峰解释道 我们不是溜进来的 是通过邀请卡进来的 听到这话 罗嘉仪嗤之以鼻 就你们也配拿到邀请卡 不要搞笑了 说谎也要考虑 一点实际情况 许志军因笑着说道 嘉仪说话有些耿直 但本意也是好的 你们现在自己离开 那还好一点 要是等一下偷溜进来的事情 被人发现了 被当众丢出去 那就丢人了 我的事情 就不需要你们操心了 麻烦让一让 苏云懒得多说什么 拉着阮子峰 就要往里走 罗嘉仪看到苏云 还敢无视自己这些人 顿时心中活气 你站住 他面带寒霜 威胁道 苏云 你要是再不离开 我就向这里的保安举报 让他们把你赶出去了 苏云根本懒得理会 你要举报 那就去吧 你 看到苏云如此嚣张 罗嘉仪等人气得牙痒痒的 叶婷也是气愤道 苏云 你可不要不知好歹 嘉仪他们若非 看在我的面子 早就举报了 现在给你机会 你还不领情 叶婷不用为这种人生气 他既然要自取其辱 那就随他去吧 许志军安慰了叶婷一句 随即看着苏云 冷笑道 别以为你跟曹坤有点关系 就可以胡作非为 今天来参与宴会的人 就算是曹坤都得罪不起 他要是知道 你在这里闹事 恐怕第一个就要弄死你 罗嘉仪不耐烦的说道 还和他啰嗦什么 叫人把他丢出去 他们这边的争执 自然早就惊动了 附近的其他人 一个个衣着亮丽的 企业高层和主管 目光多落在苏云这边 眼神闪过不屑 苏云今天 依旧是一身 普通的休闲装束 阮子峰跟着苏云 也没有特意打扮 穿的也是普普通通 在今日这种高端场合 自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你偷溜进来也就罢了 至少也该在衣服着装上 下一些功夫 不少人都暗自摇头 毫不掩饰自己的鄙夷 不远处 同样偷溜进来的张健 也是面带冷笑 心中嘲讽着苏云太年轻 既然是偷溜进来的 那就该像自己这样低调一样 居然还公然 和其他人争执起来 引起了关注 这不是脑残吗 另一边 许志军已经准备去韩保安了 不过 就在这时 远处 有精华之声响起 只见在里面的那处内厅中 有一群人走了出来 走在最前面的 是一个容颜惊艳的女子 赫然便是今天的主角 齐青兰 她穿着一身滑贵的黑色礼服 身形修长 摇之纤细 一举一动 都显露着雍容滑贵的气质 齐总 她怎么从内厅出来了 外厅的众多宾客 都是精神一阵 看着那齐青兰走出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 就连许志军和罗家仪等人 此刻也顾不上去 针对苏云了 一个个全部看向齐青兰 齐青兰 就像是一颗最耀眼的明珠 不论出现在哪里 都能光彩夺目 齐总 生日快乐 恭贺青兰小姐 永远年轻漂亮 外厅内众人把握机会 纷纷出言 想要在这位商业女王面前 留下印象 齐青兰无视众人的热情 目光四顾 终于看到了苏云和阮子峰 她俏丽美艳的面容 上扬起一丝笑容 快步走到二人面前 说道 苏云 子峰 你们来这 怎么不提前通知一声 我好亲自下去接你们 之前她就特意打过招呼 让苏云来之前提早知会一声 她要下去 亲自迎接 体现重视 没想到苏云和阮子峰 直接就上来了 还好她之前留了的心眼 让楼下的迎兵 在检查邀请卡时 看到苏云的名字 就及时通知自己 苏云笑道 没那个必要吧 今天是你的生日宴会 要招待各方兵客 用不着特意来迎接我们两个 齐青兰迎迎一笑 道 怎么没必要 你们可是我齐家 最重要的贵宾 此话一出 旁边所有人都蒙住了 贵宾 而且还是齐家 最重要的贵宾 大家都有些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几个先前 还轻视 鄙视苏云的职场丽人 更是死死地 捂着自己的嘴巴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看着平平无奇的家伙 竟然会是齐家的贵宾 不是说 这人是偷溜进来的吗 怎么成了齐家的贵宾 更惊动其家长 公主亲自出来迎接 许志军看到这一幕 呆若目击 继而脸色惨白 罗家仪更是瞪大了双眼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 这 这 怎么可能 他完全接受不了 在他看来 苏云就是个出生底层的屌丝 和曹坤那种倒上魂的 能扯上关系 也就算了 毕竟曹坤以前也是底层出生的混混 但齐家那可是显贵豪足 苏云何德何能 竟能与齐家扯上关系 叶婷紧紧地咬着嘴唇 神情异常地复杂 苏云 你身上到底还有多少 我不知道的命名 他内心一阵苦涩 一直来他心气都很高 以前苏云追求他 他看不上 觉得自己要挑选的对象 必须得是家境和才华 都能与自己匹配的青年才俊才行 而苏云太普通了 包括之前巧遇苏云 他也只是让苏云充当他回绝 许志军的挡箭牌而已 并非真要给苏云机会 可现在 他回过头一看 他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看透过苏云 若是当初自己没有拒绝苏云 那 叶婷心中一股悔恨之意在蔓延 另一边 齐青岚根本没有理会其他人的反应 子枫 又见面了 谢谢你来参加姐姐的生日宴会 齐青岚摸了摸阳子枫的脑袋 给了他一个拥抱 然后 他又很自然转向苏云 冲着苏云也是轻轻一抱 苏云 多谢你能过来 他看似神态自若 但心跳却是急剧加速 绝美的面庞上 也浮现一丝浅浅的飞红 自从上次的事情后 他对苏云的态度 又有了些许微妙的变化 甚至就连称呼上 也不再是之前苏先生 而是叫苏云名字了 苏先生这个称谓虽是近称 但却也代表了隔阂和距离 苏云倒是没想那么多 苏云 我们进去吧 爷爷和二叔 他们都在等着你 对了 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位朋友 齐青岚拉着苏云和阮子峰 走进了那厅 原地 许志军等人 呆立当场 而四周 还有不少人都冲着他们指指点点 他们刚才嚷嚷着苏云是偷溜进来的 还要搞什么举报 结果现在证实了 被他们针对的那人 竟然是齐家的最重要的贵宾 连齐青岚都亲自出来迎接 这乌龙闹得可不是一般大 在众人一样目光的注视下 他们脸皮在后 也无法当作什么都没发生 继续留下来 于是几人纷纷灰溜溜地离开 这时 苏云已经在齐青岚的引领下 走入了那厅 这里的布置更加的豪华 人数也更少一些 但能出现在这里 无疑不是真正的上流人物 齐青岚知道 苏云喜欢清静 所以也没有带着苏云去和其他人去交警 在和齐国正 齐长生打过招呼后 他便拉着苏云和阮子峰 走向了一个安静的角落 在这里 有一个气质清雅的靓丽女子 静静地站着 背影估计 似乎和这里的环境格格不入 你要带我去见什么人 苏云远远就看到那女子了 对方和齐青岚一样 都是自容角色的大美女 不过气质却截然不同 如果说齐青岚是倾国倾城的牡丹 那这女子便是冷傲高洁的兰花 她是我的好朋友 叶冰威 也是青州叶家的迪迈掌房掌女 叶家 控制着国内九省之地 名贵中草药市场 旗下有超过五家的上市药企 据说齐足中 搜藏有不下于三株的千年灵药 齐青岚小声地冲着苏云说道 你之前不是让我家帮你收集灵药吗 百年的灵药 以我齐家的能耐 还能替你收集一些 但千年灵药 我家也没办法 苏云闻言 神色微动 当初 他是打着替齐国正治病炼丹的名义 让齐家去收集灵药的 他没想到 在齐国正的病治好之后 齐家还没忘记这档子事情 而且 还带来了千年灵药的消息 叶家愿意出售这千年灵药吗 苏云问道 千年灵药是叶家的镇足质保 正常情况下 是不可能对外出售的 不过之前 我向叶冰威打听了一下 叶家的老家主叶元奎病重了 几乎到了迷流之际 你若是能够出手治好叶老家主 叶家会愿意奉送一株千年灵药 我知道你艺术超绝 手段通审 所以便向他推荐了你 齐青兰说道 苏云闻言 点了点头 说话间 他们已经走到了叶冰威的近前 叶冰威一看到齐青兰 便有些着急地询问道 青兰 你不是说 要给我引荐一位神医吗 他人呢 齐青兰笑道 人不就在眼前吗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便是我和你说过的苏云苏先生 旁边那位是他的弟子阮子峰 叶冰威看到苏云 就是眉头一皱 他就是你和我说的那个神医 青兰 你确定不是在和我开玩笑 叶冰威脸上浮现浓浓的怀疑 他本身并非以貌取人之辈 可问题是 齐青兰给他介绍的这个人 实在太年轻 太平凡了一些 在他的料想中 真正的神医 就算不是先锋道骨的白胡子老者 那至少也该是位稳重的中年人 毕竟 医术需要时间去沉积 也需要医治无数的病例 累积经验 如此才能成就神医 可苏云呢 看着也就二十来岁 这么点年纪 恐怕读个医科大学都没能毕业 叶冰威哪里敢相信 这样一个人会是神医 青兰 这是关乎我爷爷的生命健康 这种玩笑可没什么意思 叶冰威面露不悦 他和齐青兰是好朋友不假 但好朋友开玩笑 也该有个限度 他本来根本不想参与这种交集宴会 是齐青兰信誓旦的说 能够为他介绍一位神医 他才一直等在这里 可结果 齐青兰介绍过来的人 竟然是一个 看着还没他大的矛头小子 叶冰威自然生气 齐青兰拉住叶冰威 笑道 你别急啊 我都为人 你还不了解吗 怎么可能和你开那种无聊的玩笑 苏云的医术 真的非常厉害 我家老爷子 之前情况也非常凶险 要是无一 幸亏苏云出手 才让他转为为安 叶冰威神色一动 刚才他也见到了齐国正 对方声音洪亮 精神异议 完全不像是之前得过重病的样子 这时 阮子峰也接口道 这位姐姐 我师父的医术真的很厉害 我爷爷之前 也是多年卧病在床 可被他治疗后 如今已经和常人无异了 叶冰威神情缓和了几分 但还是有些拿不定主意 毕竟 这件事关系太大了 自己请人过去医治 那是要承担责任的 老家主本就已经处于弥留之际 要是自己请去的人 没能医好老家主 而老家主又在那个时候厌弃了 非但自己要遭殃 就连自己所在整个掌房 都会遭受其他几方的攻击和责难 齐清兰看到叶冰威还在犹豫 当即催促道 冰威 你别想了 还是赶紧和苏云先说一说 你爷爷的情况吧 叶冰威沉吟了一下 目光忽然指示苏云 说道 在说我爷爷的情况之前 我想先见识一下你的本事 齐清兰一愣 冰威 你的意思是 叶冰威说道 等一下宴会结束 我想和这位神医 一起去一趟天河医院 我会安排一些病人 让她诊治一下 这是想亲眼验证苏云的医术 苏云笑了一声 道 不用这么麻烦了 你既然想见识 我现在就让见识见识好了 现在 叶冰威愣了一下 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齐清兰和阮子峰 也是吃惊地看着苏云 没明白苏云的意思 这里也没有病人 你在这要怎么显露医术 苏云指了指叶冰威 说道 你既然想要见识我的本事 那我就先把你身上的问题 给解决掉好了 由你本人亲自体会 你也更能相信 我 叶冰威脸色微微一沉 我身上可没什么问题 你要是想要用江湖骗子那套手段 用话术来恫吓我 你就打错主意了 齐清兰也有些担心 提醒道 苏云 你会不会弄错了 我看冰威确实不像有病在身 苏云淡淡一笑 看着叶冰威 欲气悠哉地说道 我关你说话 中气不足 眼神中透着疲态 最近几日 是否都时常神思不暑 夜间又失眠多梦 双腿是否久战无力 此话一出 叶冰威脸上神情灯石将至 有些不可置信地盯着苏云 说中了 苏云竟然将她身上的一些症状 给分毫不差地说中了 最关键的是 她既没有用西医的仪器检查 也没有用中医的把脉诊断 仅仅这么一看 就说得分毫不差 而且这些情况 都是最近一段时间才出现了 因为并不算太严重 叶冰威也并没有去求医问诊过 换言之 苏云并不可能通过其他渠道 去提前了解到相关的信息 你 也是好奇地看着苏云 只是一点小手段罢了 不值一提 苏云一脸淡然地回道 对她而言 这真不算什么 以她的灵觉感应 比这先天境高手的神识 还要敏锐 叶冰威站在她面前 苏云甚至能够感应到 对方体内气血的流转 心脏的跳动幅度 肺部的呼吸频率 还有其他器官的种种情况 有病没病都无需看 瞬间就能感应出来 那你能诊断出什么病因缘由 叶冰威问道 苏云连犹豫一下都没有 便断然道 也没什么 你自己吃错药了 引发了你自身的一些排斥反应 吃错药 叶冰威瞪圆了眼睛 齐清兰也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要知道 像她和叶冰威这样的身份 为了保证自身的健康 身边都是配备有专门的营养师的 连饮食方面 都会经过科学合理的搭配 至于乱吃药 就更不可能了 不错 你吃的药中 成分应该有白纸 茯苓 单皮 山鱼 苏云爆出了一连串的药名 叶冰威起初还听得有些迷惑 因为自己近期根本没有吃过什么中药材 可是 等苏云爆出的草药越来越多的时候 她像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微微一变 连忙道 停 别再说了 阁下的本事 我服了啦 齐清兰好奇道 冰威 到底怎么回事 叶冰威闻言 苦笑道 我也是才想起来 前阵子 我管理那家药企 研发部门最新搞出了一款美容养颜的胶囊产品 主打提取纯中草药精华 无副作用的旗号 所以 我亲自拿了几盒服用 试验效果 没想到 齐清兰恍然道 原来如此 看来是你们产出的新产品有问题 还好苏云看出来了 叶冰威却是忽然皱眉 道 不过 那美容胶囊 试验过的人也不少 怎么就只有我出了问题 要知道 叶冰威可是叶家的嫡系长房长女 更是那家药企的实际掌控人 这美容胶囊 既然要给她试用 那必然是已经经过多次试验 确保了安全性 并没有什么问题 问题在于你 你从小到大 应该是吃过太多的滋补药品 体内还残留着一些草药的药性 它们和你的美容药的药性混合 才出了点问题 叶冰威顿时恍然大悟 接而急忙问道 那我现在的情况 需要如何调理 苏云也不多说什么 屈指一谈 一道道细如毫毛的气静 瞬间弹射入叶冰威身上的几处穴道 下一刻 叶冰威立刻就感觉到 自己身体出现变化 原本凶猛的感觉没有了 小腹隐隐的痛处也消失了 甚至就连精神也一下变得活力十足 像是打了兴奋剂一样 苏先生 你果然医术超反 刚才是我多唐突了 还请见谅 叶冰威尝出了一口气 对苏云的能耐是彻底服气了 对方这种神乎其神的手段 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 甚至都已经不好用医术来形容了 当然了 苏云用的也确实不是什么医术手段 苏云先生 我现在正式向你发出邀请 希望你能去我叶家 救治我爷爷 只要你能救下我爷爷 报酬随便你提 多少钱 我叶家都愿意出 叶冰威一脸郑重地说道 苏云摇了摇头 淡淡道 我不要钱 只要你叶家收藏的千年灵药 此话一出 叶冰威神色微微一变 下意识地就看向齐青兰 他立刻就知道 自己这边的底细 怕是被自己这个好朋友给泄露掉了 虽然叶家确实愿意拿出一株千年灵药 作为报酬 用来请高人救治老家主 可那是最后的无奈手段 唯有当其他条件都请不来高人之后 叶家才会拿出那千年灵药 并威 你别这么看我 以苏先生的手段 普通的钱财根本打动不了他 我只有说出你叶家许诺千年灵药的事情 他才答应过来见你一面 齐青兰坦荡地说道 他倒并非一味地要讨好苏云 才将叶家的消息透露出来 同时也是真心地想帮叶家一把 这是双赢之局 苏先生 其他的条件真的不考虑考虑 我叶家传承数百年 收罗其真无数 叶冰威有些不死心地问道 我只要千年灵药 苏云的态度也很坚决 其他的东西 他还真看不上 叶冰威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一咬牙 冲着苏云伸手道 行吧 苏先生 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东华明珠楼顶层 内厅大堂 一众上流宾客 目光都时不时地冲着某处方向看去 齐青兰身为今天的主角 自然是备受关注的 看着齐青兰和苏云 叶冰威几人聚在一块 一副相谈甚欢的样子 不少人纷纷探听起来 齐青兰左边的那女子 好像是青州叶家的人 青州叶家 那可了不得呀 另外 那一男一女是谁 刚刚齐家大小姐 好像还亲自出面迎接了 不清楚 我看刚才齐老和齐二爷和他打招呼 也对他也非常客气 会不会是从龙都 或者中海来的超级大烧 一群人意润纷纷 而此时 在另一处方位 几个年轻男女也聚集在一块 能够出现在内厅的年轻人 身份地位自然都非同小可 无异不是顶级豪门的大少 吕氏集团的继承人吕逸晨 吕家千金吕秀珠 都混在这圈子里 而位列核心的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男子 一脸的桀骜不羁 他姓齐 名叫齐明辉 是齐长生的独子 常年在海外留学 昨天刚刚回到云州 明辉 你姐去迎接进来的那小子 到底什么来头 我看齐老和你爸都挺重视的 给我们也介绍介绍呗 有人询问道 齐明辉摇头道 我昨天刚回来 具体情况不清楚 不过打听了一下 好像是之前我叶病重 是被他给救治好的 他 围在旁边的几个大少和千金 都是不太相信 他们和叶冰威一样 都觉得苏云太年轻了 根本不像是精通医术的样子 更不可能治好齐老 齐老之前的情况 他们也是有所耳闻的 病情危急 天和医院的专家 都会整过不知道多少次了 可始终没能治好 苏云一个小年轻 怎么可能治得好 齐明辉阴沉着脸 说道 我本来想去查一查这人的底细 不过被我爸训斥了一通 他还警告我 不要去招惹这小子 还说我爷爷和他 正准备撮合这小子 和我堂姐在一块 听到齐明辉爆出了这么一个猛料 旁边的一众大少和千金 都差点惊掉一地下巴 明辉 你不是开玩笑吧 这话可不能乱说 一个女子眼嘴惊呼道 齐明辉美好气道 你觉得这种事情 我会乱说吗 看到齐明辉这样子 大家便知道 这事情不会有假了 齐国正和齐长生 真的可能想撮合齐青兰和苏云在一起 一时间 场内一些未婚的青年才俊 心绪都有些复杂 齐青兰不管是容貌气质 还是家世身份 都是那么非凡出众 更是他们这些人联姻的首选 甚至他们当中有些人 也曾经发起过追求 可都纷纷碰壁 被干脆利落地回绝 可现在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子 居然有望 取走齐家的这颗珍宝明珠 大家心里自然不服 明辉啊 看来你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一下子就要多出一个唐姐夫了 恭喜啊 一个戴着金矿眼镜 气质斯文的男子 调笑了一句 他名叫孙淼 家里是搞海贸的 孙家的平海集团 占据着天南省七成以上的海运贸易 而孙淼 便是孙家平海集团将来的继承人 论及身份 他完全不逊色吕一辰 唐姐夫 齐明辉黑着脸 低声骂道 想要做的唐姐夫 那得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 对了 宋家的宋风俊呢 他今天怎么没有过来 当初追求我唐姐 救他最狂烈 怎么现在我唐姐生日宴 他连人都看不到了 其他人面面相去 都不太清楚缘由 吕一辰说道 听说前段时间 宋家出了点事情 现在低调了很多 宋风俊好像被家里 送到部队摩利去了 据说还不是我们天南军区 而是送到边疆去了 我去 齐明辉瞪圆了眼睛 嘀咕道 宋风俊是惹了什么大祸 居然都被家里发配到边疆去了 泽泽 看样子他和我唐姐 是没什么可能了 其他人也是无言 孙表叹息道 若真是输给宋风俊 那我倒也服气 可现在 我们这些人 随便哪个 比不上那小子 他看着远处 齐清兰和苏云 一副亲密的样子 就有些伤心 吕一辰也是面露苦笑 或许就是因为 你们都太优秀了 才适得其反 你们说 齐清兰现在的情况 会不会像是电视剧里 那种附加千金 喜欢上穷小子戏码 忽然 吕家千金 吕秀珠脑洞大开地说道 吕一辰以手扶俄 吴语道 秀珠 别胡说八道 对方真要是个普通的穷小子 齐老和齐二爷 恐怕也不会赞同的 齐明辉却是神色微动 一拍大腿道 未必没有这个可能 我唐姐那个人 你们也都知道 是商业女强人 掌控欲非常强 真要和你们这些精英俊才结合 他未必能够掌控得住 反倒是一个普通小子 很好拿捏 至于 我爷爷和我父亲 那就别提了 他们宠爱我唐姐 那宠的都没编了 特别是我爸 对齐青兰比对我这个亲儿子都要伤心 我那唐姐要是真打定了主意 我爷爷和我爸 估计也只能赞同 齐明辉细细地分析 越说越觉得自己有道理 吕秀珠也是拍手道 没错 肯定是这样 而且这种戏码 也不是只有电视上有 棒子国 三星集团的长公主 她不就是嫁给了身边的保镖了吗 吕一辰等人文言都是疑论 若有所思起来 确实 像齐青兰这样身份的女子 已经不能用一般的想法去揣测了 其他女子挑选对象 还得考虑男方是不是有钱 有权 有势 可齐青兰无需考虑这些 齐家这块牌子立在那里 便是权是钱财的象征 他唯一需要考虑的 唯有感觉二字 真要是有感觉 他便是要和一个无业游民在一起 那也没问题 想到这 一群大少都很受伤 齐明辉脸色则是越发难看了 他可不容许一个平庸的废物 成为自己的姐夫 你们先聊着 我去探一探那小子跟底 齐明辉端着一杯酒 起身走去 齐明辉端着酒杯 不急不缓地走向齐青兰 面带微笑道 姐 你怎么还在这里 你可是今晚的主角 怎么这也得去招待一些 其他的宾客 刚才孙苗 吕依晨他们还提起你了呢 齐青兰文言 脸上闪过一丝无奈之色 这话 他还真没办法回绝 今晚的宴会便是他的生日宴 他作为主人 于情于理 都去招待一下其他宾客 毕竟 能进来内厅的宾客 都不是什么小人物 秉薇 苏云 子风 我去和其他人打个招呼 先失陪一回 齐青兰一脸欠然地说道 叶冰威不以为异地道 没关系 你忙你的 我正好也得出去打个电话 向家里禀报一下那件事 苏云也说道 我们这边 你也不用管了 我带着子风先吃点东西 今晚的宴会 是以自助行事举办 尤其是内厅 陈列着各种顶级的生鲜美食 珍藏红酒 齐青兰一走开 苏云就带着阮子风 准备拿些东西吃 其他人 来这里主要是捧场其家的面子 再就是将这里 当成上流的交际场所 而苏云不管这些 也没兴趣去解释其他人 等一等 齐明辉拦在了苏云的面前 脸上重新显露出 那种桀骜不逊的姿态 你有事吗 苏云皱着眉头 我叫齐明辉 齐长生是我爸 齐青兰是我唐姐 齐明辉目光挟视着苏云 神情傲慢道 我不管你是 怎么吸引住齐青兰的 现在给你一个警告 以后离他远一点 苏云闻言 齐明辉淡淡地问道 你来这里警告我 你爸知道吗 齐明辉闻言顿时脸色一沉 你别给我扯这些没用的 我爷爷和我爸宠溺齐青兰 不会干涉什么 但我绝不允许 小子 我不管你之前 已经从齐青兰那里 骗了多少好处 都是可而止吧 否则 有些后果不是你能承受的 苏云闻言 嗤笑一声 你是在威胁我吗 齐明辉重重一哼道 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齐家 可不是随便什么小人物 可以攀附的 要是之后还让我听到不好的消息 我会打断你两条腿 说完 齐明辉便转身离去 阮子峰扭头看了眼苏云 嘀咕道 师父 你不生气吗 这个齐明辉也实在太狂了吧 苏云摇头道 一个白痴而已 和这种货色生气 太掉价了 在苏云眼里 齐明辉还真就和白痴没什么两样 连自己的身份都弄清楚 居然就敢直接过来与出威胁 从这一点 他就知道 齐长生根本没有将 齐家的一些核心机密消息 告诉齐明辉 阮子峰也是点头道 他也太无礼了 明明是青蓝姐的堂弟 可刚才提及青蓝姐 都是直呼齐明 苏云却是不觉得 有什么奇怪 齐青蓝 被齐家视若珍宝 更是年纪轻轻 就执掌了天青集团 而齐明辉 则是一直送到海外 空有齐二爷独子的名头 可至今 好像都没有接手齐家什么资产 要是他心里没点想法 那恐怕也不可能 另一边 齐国正和齐长生 也正在和其他一些宾客寒暄 齐老 刚才青蓝那丫头 出去迎接的那年轻人 到底是什么来头 我看他和青蓝的关系 好像很亲密 有人打听起苏云的身份来历 那是青蓝的朋友 说是懂医术 上次我病重 青蓝特意请来看我 至于他和青蓝的关系 年轻人的事情 我老头子从来不去管他 齐国正呵呵笑着 话说得滴水不漏 关于苏云的情况 他并没有向其他人透露 一是他知道 苏云喜好清静 并不屑结交什么富商政鸟 第二嘛 他自然也不愿意看到 其他一些家族 也攀附上苏云的关系 爸 我去苏先生那边看看 这时 齐长生在齐国正耳边 悄悄说了一句 齐国正皱眉道 你过去干什么 让青蓝招待苏先生就行了 要给他们年轻交流的空间 齐长生一脸苦笑道 刚才我看到明辉那小子 拦住苏先生 我是怕明辉不知天高地厚 冲撞了苏先生 侄子莫若妇 对于自己这儿子是什么德性 齐长生自然知道一清二楚 以前养在身边 仗着齐家的事 那是无法无天 到处惹事 后来齐长生没办法 干脆将他送去海外 希望没有了齐家的威势借助 能逼齐能够成熟一些 不过昨天齐明辉回来后 通过短短一会交谈 齐长生就知道自己这儿子 还是没啥长进 去吧 齐国正点头 齐长生当即匆匆地走向苏云 苏先生 刚才犬子过来 不知和你聊了些什么 齐长生小心翼翼地询问 苏云看了一眼齐长生 似笑非笑道 他呀 就是过来警告我 让我离齐青兰远一点 离你们齐家远一点 听到这话 齐长生眼珠子都鼓了起来 你妈 自己和老爷子费尽心机 都想要进一步拉拢苏云 甚至还想促成苏云和齐青兰的好事 以此来稳固双方的关系 可自己那小兔崽子倒好 才刚回来 就要坏自己齐家的百年大计 这时 阮子峰补充道 对了 他还说我师父要是以后 还和青兰姐有什么联系 他要打断我师父两条腿 此话一出 齐长生只觉得眼前一黑 差点昏死过去 你也出啊 齐长生心中大恨 若非现在是齐青兰的生日宴 鬼兵汇聚 他都恨不得冲过去 当场揪出齐明辉 独打一顿 苏先生放心 等青兰的宴会一结束 我就打断那浑小子腿 压他到你面前 亲自给你磕头赔罪 齐长生说道 那倒不用了 苏云摆了摆手 说道 打断腿就行了 赔罪就不必了 齐长生脸上神情一愣 随即苦笑着点头 刚才他说 要打断齐明辉的腿 那只是向苏云表明一个姿态 他本以为苏云会饶过齐明辉 没想到 苏云竟一口硬沉了下来 这下子 不打断齐明辉的腿 似乎都不行了 齐长生已经心里在打算 待会就提前打电话 联系几个骨客专家过来 方便打断齐明辉腿后 及时就医 内厅中 气氛热烈 齐明辉混在那个大哨圈子中 说着自己刚才的教训苏云的场景 至于齐青岚并不在这里 他只是在刚才过来聊了几句后 便又去招呼其他人了 那小子估计也没什么背景 刚才被我训斥了一通 硬是没敢还嘴 你们等着吧 很快 他就会从齐青岚身边离开 现在宋风俊去了边疆 怕是没什么机会了 孙淼 吕亦臣 赵志高 你们要是有想法 那就加把劲吧 齐明辉大咧咧地说着 在他看来 齐青岚趁早嫁人最好 那样自己这位齐家的嫡系大少 就可以有机会光明正大的 接手齐家的大权和产业 明辉 你看那边 那小子和你爸好像聊上了 孙淼冲着苏云所在的方向 努了努嘴 齐明辉扭头一看 发现自家老爸 果然在和苏云说话 虽然齐长生背对着自己这边 但自己老爸的背影 他还是不会认错的 草 这孙子 该不会刚被我警告过 就转头 就向我爸告状了吧 齐明辉此时也是一阵狂怒 恨不得现在就弄死苏云 不过他也知道 如今的场合 不能闹事 而且齐长生和齐伯正 也都在内厅 他也不能乱来 看来明辉你 常年不在云州 你的名头 唬不住人家了呀 孙淼笑道 齐明辉沉着脸 骂道 这小子 不给他一点教训 他还真以为 我是在跟他开玩笑 骂的 今晚宴会结束 我就让人收拾他一顿 就在这个时候 有工作人员 急匆匆地走入内厅 冲着齐国正 禀报了什么 齐国正微微点头之后 那工作人员 又来到齐长生这边 低语说几句 齐长生脸色不由微微一变 脸上闪过一丝错愕 随即冲着苏云说道 苏先生 师陪议会 外面有贵客前来 我要出去迎接一下 齐二爷请便吧 苏云点了点头 当即 齐长生就带着那工作人员 匆匆往外行去 这一幕 也让内厅不少人为之惊讶 能够劳动齐长生 亲自出面迎接的 那对方来头 都绝对非同一般 苏云看到走回来的齐青岚 随口问了一句 是什么贵客过来了 齐青岚摇了摇头 也是一脸的疑惑 说道 我也不清楚 按理说 能够让二叔亲自出去迎接的 恐怕是省委的那些大领导来了 才有那个分量 不过这也不太可能啊 若是爷爷的兽蛋 那些大人物可能会过来 而这次 只是我一个小辈的生日宴 以他们的身份 是不太可能会来的 苏云文言 也没有探究的意思 不管来的是什么贵宾 都与他无关 凡臣俗世 再是位高权重 在他眼里 也不算什么 片刻后 外面响起了一阵喧哗之声 中海唐家的嫡系公子 天呐 齐家的影响力 什么时候这么大了 连中海那边的豪族公子 竟然都来参加宴会 人群中惊呼不断 很快 内厅中众人 就看到齐长生 陪同这一群人走了进来 走在最前面的 是几个衣着华贵的年轻男女 尤其是为首的男子 长得高大帅气 透着一种贵气 哪怕见到了内厅中 诸多云州 乃至天南省内 有头有脸的顶级富豪 也是面露不屑 就像是古代的豪门贵族 看到了乡间的土财主一样 齐青兰看到那领头的男子 眸光微微一沉 神情间闪过一丝厌恶 苏云看到齐青兰这副神态反应 好奇到 这是什么人 齐青兰还没有开口 旁边倒是传来了一阵诧异的声音 唐元卓 中海唐家的嫡系子弟 青兰 你这面子真够大的 连唐元卓都请来参加你的生日宴了 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刚刚出去打完电话回来的叶冰威 齐青兰皱眉道 我和他根本就不熟 更没有邀请他 另一边 齐明辉所在的那个小圈子 一个个本地的大少千金 此刻也是目瞪口呆 中海唐家的嫡系子弟 居然不远千里 过来给齐青兰庆贺生日宴 明辉 这是什么情况 你们齐家什么时候和唐家搭上关系了 几个大少千金 都纷纷看着齐明辉 中海 那可是除了龙都之外的国内第一大都市了 权贵云集 无数富豪名流汇聚 在天南省内有名有姓的富豪 到了中海 可能根本排不上号 而唐家则是中海最顶级的四大家族之一 唐元卓身为唐家嫡系子弟 在外面代表就是唐家的门面 看到他出现在这里 大家岂能不震惊 齐老 后辈唐元卓在这里给你建立了 在齐长生的引领下 唐元卓来到了齐国正的面前 恭敬地行了个晚辈 对于这位曾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唐元卓还是表达了敬意 中海唐家齐国正难难轻语 他自然清楚 中海唐家这几个字的分量 自己齐家与之相比 不管是底蕴 还是影响力 都差了一截 齐家只偏安天南异渝 而唐家的影响力 可以辐射国内大半的省市 而让齐国正想不通的是 自家和唐家似乎也没有什么交情 对方为何会兴师动众地过来 不愧是唐家齐林子 当真气宇轩昂 一表人才 不知你今日过来是 齐国正询问道 唐元卓文言目光四顾 最后落在一席盛装打扮 绝美倾城的齐清兰身上 他淡淡一笑 朗声说道 我今日过来 一是为了庆贺清兰生日 二是想趁着这个机会 向齐家提亲 此话一出 满场哗然 齐清兰脸色一下 变得无比难看 半年多前 他为了开拓天青集团 在中海的市场 亲自去了一趟中海考察 也就在那一次 和唐元卓有所接触 之后 唐元卓便对他发起了追求 哪怕被齐清兰回绝之后 也依旧热情不减 齐清兰大受困扰 但碍于中海唐家的威势 只能选择退避三社 甚至为此 终止了中海市场的开拓 回到了云州 他本以为这事也就过去了 可没想到唐元卓 竟然追到了云州过来 甚至还当着众多宾客 直接提亲 唐元卓不请自来 当众提亲 出乎所有人预料 不仅齐清兰脸色难看 就连齐国阵和齐长生 也是一阵头大 要是换成以前 唐元卓身为中海唐家的嫡系子弟 和齐清兰结成连礼 他们也是乐见齐成的 但现在 他们可都想着 促成齐清兰和苏云 能走到一起 唐元卓这么一搞 令他们非常为难 哈哈 齐老 恭喜啊 唐家公子 乃是人中龙凤 不远千里亲自赶来提亲 可见其一颗赤诚之心 是啊 今天真是双喜临啊 我等都得恭贺 你齐家 将要招来一位成龙快婿 四周的宾客 纷纷出言道贺 在他们看来 齐家和唐家的联姻 确实是天作之和 齐国阵和齐长生文言 都没有坑声 而另一边 齐明辉等一干本地的大少千金 则是神情呆滞 等回过神来后 吕逸臣 孙苗等人皆是无奈地叹了口气 要是齐清兰和苏云 这种无名小卒在一起 他们自然是不服气的 可对象换成了唐元卓 他们就不得不服了 中海唐家 全是太显赫了 哈哈 好啊 齐明辉神精致地笑了起来 脸上满是喜色 这中海唐家的子弟 做他的唐姐夫 再合适不过 齐家和唐家联姻之后 自己将来也等于是多了一方靠山 等自己以后执掌了齐家 说不定还可以借此 将齐家的影响力 渗透入中海 就在齐明辉畅想着 自己光明的未来时 一个清冷的声音 响彻场内 我不同意 齐清冷冷着翘脸 走了出来 看着唐元卓 与其声音地回绝道 唐少 上次我就和你说得很清楚了 我们之间不合适 所以提亲之事 我看你就不用再说了 唐元卓文言 温和地笑笑 清冷 我们都还没有深入的交流认识 你就说不合适 这未免也太武断了 给我一个机会 我会用时间去证明一切 其实 在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已经深深地喜欢上你了 更确定 你就是我往后余生的伴侣 唐元卓温情款款 就差说出此生非你不娶的话了 四周的宾客 都是豁然动容 以唐元卓的身份 把话说到这种程度 几乎已经是不容其家拒绝了 齐清冷皱了皱眉头 唐少 我们之间没可能的 我劝你 还是别把心思花费在我身上了 那只会浪费你时间而已 齐国正冲着 齐长生使了个眼色 齐长生当即走出 打员场道 唐少 按理说你们年轻人的事情 我们长辈不便插手 不过感情这事 终究还是要看 双方是否情投意合 清冷他既然已经表态 你看 唐元卓眸光微沉 打断道 齐二叔 你也说了 我们年轻人之间的事情 你们做长辈不便插手 既然如此 你也别说了 除非你看不起我唐家 觉得我唐元卓 配不上你齐家的千金 若是如此 我转身就走 齐长生脸色一变 连忙道 别误会 我并没有这个意思 看不起唐家 这话要是传出去 那自家麻烦就大了 就算是老爷子 还没退下来的时候 都招惹不起唐家 如今就更不用说了 看了一口气 没有多言 元卓 你这千里迢迢地 赶过来提亲 诚意十足 可齐家这边 似乎好像不太领情 这时 和唐元卓一同而来的 几个年轻男女中 有人阴阳怪气地开口 是啊 这什么云州齐家 也太狂了吧 元卓亲自登门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居然还敢拒绝 哪来的底气 真是矫情 唐少 依我看 你就是对他们太客气了 要不要我们都调动一下资源 联手狙击齐家 好让他们认清一下现实 唐元卓的那些同伴 此时纷纷开口 替唐元卓打抱不平起来 他们能够和唐元卓玩在一起 身份家世 自然都非同小可 虽然比不上唐家 但也都是中海排的上号的豪门贵族 当中任何一家的能量 都不会比齐家逊色 这么多豪门家族 真要联手起来 在各方面狙击齐家 齐家根本不可能撑得住 恐怕用不了多久 就得衰败下来 听到这些人 毫不掩饰的威胁之意 场内众人都是脸色一变 不由看向齐国郑和齐长生 他们想不通 能够和唐家结成殷亲 对齐家来说 那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为什么齐国郑和齐长生 都没有做主答应下来 就算对齐青岚再宠溺 也该有个限度 尤其是在这种 关乎家族兴衰的大事面前 儿女的感情问题 算个屁呀 齐青岚脸色铁青 盯着唐元卓 冷声道 我若是不答应你的提亲 你就要联合其他中海豪族 打压我齐家 都是一时戏言 你不要当真 不过我对你的情谊 却是千真万确的 在来之前 我已将此事禀报了父母 他们也支持我的决定 青岚 你就答应我吧 此话一出 齐青岚脸色又难看了三分 唐元卓这次的提亲 得到了齐父母的支持 这说明 此事已经不是唐元卓个人的举动了 而是代表了中海唐家的意志 齐家胆敢拒绝 不成殷亲 便是仇敌 你还犹豫什么呢 能够被唐少看上 那是你的福气 你可知道 在中海想要嫁的唐少的富家权贵的千金 不知道有多少 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一个来自中海豪族的美艳少女 冷声讥讽道 刘月 你少说两句 唐元卓瞪了说话的少女一眼 刘月叫去道 唐少 我这不是替你不值吗 你在中海哪里受过这种气 他齐青岚算什么东西 也敢在你面前摆谱 给脸部 好了 好了 我不说了 此时 在内厅的一角 苏云端着一杯红酒 悠然的细品着 阮子峰拉拉拉苏云的袖子 低声道 师父 青岚姐姐好像有麻烦了 你不帮一帮吗 人家向她提亲 我有什么立场去主动出头 苏云不急不缓道 再看看吧 这种小麻烦 齐家自己应该就能解决了 实在解决不了 我再帮一手好了 旁边 叶冰威听到这对师徒的对话 神情有些古怪 小麻烦 这要真是什么小麻烦 那齐家上下 就不用如此为难了 只是单纯的拒绝提亲 很容易 可这样做 得罪了中海唐家 不仅要面对唐家的打击 还有在座的满座兵棚 都是天南省的名流富豪 他们得知了齐家的情况 保不齐也会落井下石 在各行各业 打击侵占齐家的生意 叶冰威虽然和齐青岚是朋友 但也不敢说 在这种事情上 能帮上什么忙 至于苏云 在他看来 虽然医术通神 可想要插手 进这种豪门之间的纠葛中 那远没有这种资格 这时 齐明辉忍不住了 快步走了出来 他看到自己爷爷和父亲 久久没有出生表态 早就急不可耐了 毕竟 这可是关乎整个齐家兴衰的大事 怎么还能 由着齐青岚的性子来呢 同意唐元卓的提亲 和唐家结成殷亲 那是双赢 反之 齐家会得罪唐家 还会遭受各方的狙击针对 就算是傻子 也该知道怎么选了呀 唐姐 唐少他身份高贵 仪表堂堂 更对你一片痴情 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 赶紧答应下来吧 齐明辉催促道 齐青岚俏脸一寒 这里有你什么事 闭嘴 我也是齐家人 为什么不能说话 齐明辉一脸的不满 唐少这样的身份 才是你的良配 如果连他这种俊才人杰 你都看不上 那还有谁能入你的眼 齐青岚气急无比 他没想到 这种时候自己家里人 居然还来被刺一头 齐明辉却是没有理会 齐青岚愤怒的眼神 目光忽然看向苏云那边 冲着他指了指 说道 唐姐 你该不会是中了 那穷小子的迷魂术了吧 不然怎么会昏了头 拒绝唐少 反而和那种货色混在一块 此话一出 顿时间 场内所有人的目光 都焦距到了苏云身上 尤其是先前 大家都看到齐青岚亲自外出 去迎接苏云进来 当时 大家都还在猜测苏云的身份 在疑惑对方一个 平平无奇的小伙子 凭什么享受 齐家贵宾的待遇 甚至让齐青岚亲自向盈 现在被齐明辉这么一说 大家都恍然过来 一时间 大家神情都变得怪异起来 目光不断地在苏云 齐青岚 唐元卓几人身上扫过 唐元卓眼底闪过一抹森然 但脸上却还维持着笑意 说道 原来青岚你心里已经另有所属了 不知道他是什么显赫的家世背景 能给我介绍认识一下吗 齐明辉撇了撇嘴 说道 狗屁的显赫家世 那就是一个无名小卒 和你唐少相比 那就是一堆臭狗屎 住口 闭嘴 这时 齐国正和齐长生齐齐 这小畜生 先前去挑衅苏云的旧账 都还没有清算 现在居然又冒出来倒是 这次不仅将苏云扯进来 冲作吸引仇恨的目标 言语中更是充满了羞辱之意 做死啊 自己和老爷子 之所以不肯答应唐元卓的提亲 那就是 心里存了一份幻想 希望齐青岚和苏云能成 让苏云成为自家人 混账 你给我马上滚下去 齐长生咆哮起来 那神情就跟要吃人一样 齐明辉被吓了一跳 但还是耿着脖子 说道 爸 我没错 我这是为齐家考虑 你不能由着齐青岚胡来啊 他能嫁给唐少 那才是最好的选择 齐明辉也是豁出去了 这种时刻 可不能退缩 大不了事后 被齐长生修理一顿罢了 难不成他 还能打死自己这个唯一的儿子 他不顾齐长生喷火的眼神 转头看向齐青岚 数落道 你也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还是任性妄为 只顾自己 你要有良心 就得为家族考虑一下吧 齐长生再也忍不了 冲上去就是一脚 直接将齐明辉踢的飞起 他也是练过的 这一脚是大力尘 根本就没有流力 踹得齐明辉惨叫连连 爸 你干什么 齐明辉惊惧无比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家老爸竟然在这种场合 就动上手脚 齐长生根本没有半句废话 抓着齐明辉 就是一顿暴打 打得他凄厉惨叫 鼻血喷剑 最后 他更是下狠手 直接踩断了齐明辉的两条腿 齐明辉发出一阵 非人的惨嚎 彻底被痛得昏死过去 这血腥的一幕 看得场内众人 无不变色 云州本地的那些大佬富商 都知道齐二爷历来形势很辣 但以往的很辣 都是针对外人的 可没想到 他对自己人 竟然也这么狠 唯一的独子 说打断腿 就打断腿 太狠了 不过唯有齐长生自己知道 他这么做 是在救齐明辉 像苏云那等如神如魔的人物 岂会容忍别人 几次三番的挑衅羞辱 自己必须干脆地 给出苏云一个交代 否则等苏云自己出手 齐明辉就真的保不住命了 保安娜 把这小子拖下去 给我关起来 齐长生喊了一声 当即就有两个工作人员 跑了进来 架起昏迷的齐明辉 往外走去 他这一狠辣的手段 将唐元卓身边那些年轻男女 都震慑住了 唐元卓脸色阴沉 说道 齐二叔 你儿子说的那些话 并无不妥的 你下次狠手 唐元卓误会了 老子教训儿子而已 天经地义 唐元卓点了点头 那好 其他的话 我也不多说了 你们也别拐弯抹脚了 今天我提亲 你们齐家答应 还是不答应 齐长生看了齐国阵一眼 齐国阵微微一扬头 齐长生笑道 唐绍 青岚刚才已经表态拒绝了 我们这些做长辈的 也不方便在感情的事情上勉强他 我看这件事 就这么算了吧 唐元卓脸色一下 变得无比难看 当着众多名流富豪的面 提亲悲剧 对于整个唐家来说 颜面都不好看 本来 唐元卓当众提亲 是要彰显自己 志在必得的决心 也是在借势逼迫齐家 来之前 他根本没想过会失败 好 你们齐家好得很 唐元卓点了点头 随即转身就走 不过他没有立刻离开内厅 而是转而走向了苏语那边 唐元卓 你要干什么 齐青岚见此 立刻上前拦住 唐元卓眼角微微一抽 神情越发的阴沉 冷笑道 青岚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莫非真如你唐弟说的那样 你真的是 看上了这小子 齐青岚面无表情道 是不是都与你无关 他今天来参加我的生日宴 是我的贵宾 你不要去打扰他 贱人 那个名叫刘月的少女 张嘴就骂 齐青岚 唐少对你一片真心 屈尊降贵 亲自跑来向你家提亲 你不接受也就罢了 居然还和这种废物勾搭上 你真是犯贱 唐元卓这次没有制止刘月 他心里也充满了怒火 自己堂堂中海唐家的嫡系子弟 哪里比不上对方一介无名小卒 小子 别躲在女人后面 出来聊两句 唐元卓冲着勾了勾手 苏云眼皮子都懒得抬一下 淡淡道 你还没资格和我聊什么 滚蛋 什么中海唐家 他可不放在眼里 这一刻 场内一片寂静 大家都正正地看着苏云 觉得他是疯了 一开口 就让唐元卓滚蛋 还说唐元卓没资格和他聊 你以为你是谁 混账 你算是什么东西 也敢和唐少这么说话 该死的东西 以为攀上了齐家的关系 就能无法无天了 简直是找死 跟随唐元卓一起来的那些年轻男女 首先就不干了 一个比一个愤怒 在他们眼里 云州的这些名流富商都不算什么 更不要说苏云了 唐元卓也是眼神冰冷 小子 有些人不是你可以挑衅的 他伸手一挥 铁军给他一点教训 话音落下 一个身形魁梧的汉子 脉步走出 唐元卓一行人进来 除了几个年轻的男女同伴 还有几个随从 这魁梧汉子 便是其中之一 进来之后 他一直都保持着沉默 几乎让人忘记了他的存在 但此刻 在他脉步走出之后 一股张扬的契机 肆虐而出 犹如一只人形猛兽 周围的人 奇奇发出一阵嘀呼 往两边让开 齐青岚见此 连忙上前要说什么 唐元卓沉声道 青岚 你最好还是别开口了 之前我对你 已经足够容忍了 要承接他一番 在他说话的同时 那魁梧汉子已经动手 宽大粗硬的手掌 直接一巴掌 冲着苏云山去 手掌中 尽力涌荡 寒而不发 这是一位内境武者 而且实力非常高 已经达到了五到六品的层次 丝毫不逊色于 安清岳身边的魏长明 如此人物 在世俗间 已经属于难得一见的高手 也唯有中海唐家 这样的顶级权贵家族 才能网罗到这样的强者 砰 铁军的一巴掌 扇到苏云的面前后 被一只白皙修长的手掌 牢牢地抵住 嗯 铁军那冷气的面容 闪过一丝惊恶 看着苏云 苏云也正盯着铁军 悠悠说道 内境孕于掌中 看样子 你这并不是只想给我一个教训 而是想要我的命 以他的实力 自然一眼就看穿了铁军那点伎俩 明面上看着 也就只是打你一巴掌 除了面旁红肿外 看不出什么不妥 但实际上 对方掌中蕴含的内境 却是会渗透入你体内 破坏你的脏腑器官 用不了几天 你就得体内各气脏出血 死得莫名其妙 小子 没想到 还是武道中人 倒是小看你了 不过唐家的抵御 不是你能想象的 你敢挑衅唐少 简直是在找死 铁军低声说了一句 随即吐气开声 准备展现出真正的实力 不过还没有等他有所动作 一股无形的进刚之力 就冲着他猛地冲击过去 铁军浑身俱阵 整个人就犹如遭受一柄 无形大锤的撞击 整个人不由往后倒退 差点都撞到唐元卓身上 他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惨白无比 原本脸上那种张狂傲慢的神情 也瞬间化为浓浓的恐惧 铁军 怎么回事 唐元卓皱眉道 铁军的实力有多强 他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的 这次 也是家族考虑到 他要离开中海 远赴天南云州 这才临时安排铁军过来保护一下唐元卓 铁军一只手捂着胸口 另一只则是拉着唐元卓 语气急促道 唐少 走 快离开这里 唐元卓脸色殷勤不定 看了看苏云 又看了齐家的人 最后才咬牙道 走 这一幕 看的众人都是莫名其妙 就连唐元卓的那些同伴 也都是一头雾水 因为他们刚才看到的 只是铁军朝苏云扇了一巴掌 结果被挡住 然后苏云做事轻轻一推 搞什么鬼 唐少 这就撤了 刘月有些不甘心 听铁军的 唐元卓没有多解释 带着人就离开了那厅 等一行人 离开了东华明珠楼后 唐元卓这才神情 不满地盯着铁军 沉声道 这次在出发前 我爸说 让你负责我的安全 还让我在必要时刻 必须得听你的 刚才我听了 但现在 我要你给我一个解释 铁军扑地喷出了一口大鲜血 差点一头栽倒 唐元卓等人都是被吓了一跳 你 你怎么了 唐元卓惊道 铁军喘着粗气 艰难道 这就是我让你立刻离开的原因 我不是那个人的对手 刘月抱怨道 那你倒是早说啊 我们这边也是跟来保镖的 我的保镖还配了手枪呢 愚蠢 铁军骂了一声 那是宗师高手 普通的枪械根本伤不了他 你们的那些保镖 也是练过武的 你去问问他们 面对武道宗师 敢不敢开枪 他骂完也不理会刘月 而是向唐元卓急切地说道 唐少 我们现在需要立刻离开云州 马上返回中海 唐元卓等人的车队 急驰而行 快速地离开云州 一路上 铁军不断地在吐血 看得唐元卓胆寒心颤 铁军 你到底撑不撑得住 要不我先送你去医院 唐元卓咬着牙问道 他可是知道 这铁军的身份不简单 连自己父亲都颇为倚重 要是死在这里 他回去不好交代 没用的 医院就不了我 宗师静刚入体 除非同样有宗师强者出手 化解侵入我体内的静刚之力 否则我死定了 现在 速速返回中海 我已经打电话通知门内宗师 也赶往你唐家了 铁军脸色灰暗 死死地捂着胸口 每时每刻 都像是在忍受极大的痛苦 静刚之力 侵入了他的五脏六腑 却又没有彻底爆发 而是在慢慢地摧毁他的生机 铁军知道对方 这是以比之道 还师比身 在惩治他 好在 这也给了他活命的机会 他觉得自己撑上几天没有问题 这段时间 足够自己门内宗师赶来 救下自己了 另一边 东华明珠楼上 随着唐元卓一行人的离去 那厅似乎又恢复了 先前热闹喜庆的气氛 只不过 每个宾客 神情都有了些许微妙的变化 目光不时地冲着苏云那边看去 虽然他们都不知道 唐元卓等人为什么突然匆匆离去 但都觉得 以后齐家和苏云会有麻烦了 齐青兰居然为了这么一个小子 拒绝了唐元卓 这真是胡闹 齐青兰不懂事 齐老和齐二爷竟然也不阻止 是啊 齐家恐怕要有大麻烦了 不少人都在窃窃私语 苏云皱了皱眉头 他可不想被人这么平头论足 他带着阮子峰 走到齐青兰面前 直接就要告辞离开 不过在离开之前 苏云犹豫了一下 取出了一块玉佩 递给齐青兰 说道 之前 我要走了你一块先天血雨 今天便还赠你一块玉佩 作为你的生日礼物吧 旁边的阮子峰 一看到这块玉佩 眼睛立刻就亮了起来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 因为这玉佩 赫然便是苏云祭练的 三块法器玉佩之一 不仅本身玉智绝佳 还被苏云放置于聚灵阵核心 以灵气酝酿 化为了一块灵域 最后更是炼入了那灵兽凶性 这是吴家的瑰宝 不仅可以无形的滋养佩戴者 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能力 阮子峰可是亲眼见过 这玉佩的神奇和玄妙 齐青兰看着面前的玉佩 先是一愣 随即脸上浮现一丝喜色 她并不知道 这玉佩的真正价值 也不在乎她是否贵重 只要是苏云赠送的 她就很高兴 她接过玉佩 发现上面还雕筑了一些文饰 和细微的符文 使得这枚玉佩充斥着一种古朴的抑郁 等回去之后 记得滴落一滴你的血 在这玉佩上面 苏云小声提醒了一句 齐青兰虽然有些不解 但还是点了点头 随即 苏云便带着阮子峰 离开了东华明珠楼 一出来 阮子峰就拉着苏云的手臂 撒娇道 师父 你还真是偏心 你炼制的那三枚法器玉佩 连我这个弟子都没有呢 要不 你也送我一枚 苏云抬手敲了一下阮子峰的脑门 没好气道 别胡闹了 你现在有我炼制的元阳丹辅助 要是勤快刻苦一点 过个半年多 或许就能成为真正的先天进强者 这玉佩法器给你 根本没有什么用处 阮子峰捂着自己的脑袋 可怜兮兮的看着苏云 说道 可是师父 我就是想要你送我礼物吗 苏云一脸无语道 别装了 你这一套在我面前不管用 不过 等你正式成为先天进强者 那我倒是可以给你 亲手炼制一件厉害的法器给你 阮子峰文言 立刻精神一震 握拳道 一言为定 我现在就回去修炼 等回到了临风山别墅 阮子峰还真就风风火火的 投入了修炼 而苏云 则是接到了叶冰威的电话 两个人约定 在三天之后 苏云跟着叶冰威返回青州叶家祖宅 替叶家老家主看病 另一边 东华明珠楼的宴会散去之后 齐家一行人都回到了公馆区的老宅中 齐国郑和齐长生脸色都不是太好看 这次的生日宴 其他各方面都挺好 偏偏出了唐家提亲的这档子事 提亲虽然是回绝了 但得罪了中海唐家 后续的麻烦不会少 这时 齐青兰的手机响起 他的助理打来电话 汇报道 齐总就在刚刚 万象集团的郑总刚刚打来电话 说是他们资金出了问题 和我们天青集团合作开发的那个项目 要停一停了 知道了 齐青兰回了一句 就面无表情地挂断了电话 什么资金出了问题 分明是看到自己这边得罪了唐家 怕受到牵连 所以搁浅了合作而已 像这样的电话 在回来的路上 他已经接到过三四个了 秦兰 你那边的情况很糟吗 齐长生问道 也不算太糟 齐青兰摇了摇头 道 一群墙头草而已 现在无非是想要抽身出去 看看我们齐家 是否能够撑得过唐家的报复 我有准备 能够应付 齐长生点了点头 这就好 你那边要是实在应付不了 就告诉二叔一声 我会动用一些手段 在其他地方 我们斗不过唐家 可在云州 我齐家还不会怕了谁 唐家想要对付我们 就要做好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准备 齐国正轻叹了口气 道 情况真要是危急 我也会联络一些老关系 齐家在云州 乃至整个天南省 都算得上是根深蒂固 保住这里的基本盘 还是有一些信心的 哪怕是遭受唐家的打击报复 那也有把握 可以应对过去 不过天南省之外的很多投资 产业 肯定是没办法了 伤筋动骨 是难免的 爷爷 二叔 这次是我连累家里了 齐青兰一脸欠然地说道 傻丫头 说什么呢 齐国正苦笑着摇头 齐青兰幼时 父母便遭遇意外 所以对齐青兰 他是真的宠密 就算不考虑苏云的因素 他也不会为了一点利益 牺牲齐青兰的幸福 让他嫁给不喜欢的人 对了 明辉现在怎么样了 在安抚了齐青兰一阵后 齐国正又突然问起了齐明辉 齐长生顿时脸色暗沉了下来 哼了一声道 爸 你就别担心那小子了 我下手有分寸 除了打断了他两条腿 其他的都是皮肉伤 刚刚已经让人送去医院了 提起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儿子 他心里的怒火 就又不受控制地涌上来 本以为这小子送出国几年 会有所渐进 结果现在看来 还是想多了 这才刚回来 竟然就去挑衅羞辱苏云 差点惹下大祸 齐国正沉吟了一下 说道 明辉这孩子 确实有些不成器 等他伤好了之后 还是继续送他出国吧 以后定期领生活费就可以了 齐家的产业 就不要让他沾手了 以齐老爷子的身份 这话说出来 基本也就基本 宣告了齐明辉的命运 以后只能在国外 混吃等死 齐长生点了点头 并没有什么意见 齐家的产业太庞大了 齐青兰手里的天青集团 只是当中很小一部分而已 若是继承人太废物 那对整个齐家而言 都是灾难 齐明辉这种货色 自然要直接踢出去 在外人看来 齐明辉是齐长生的独子 可实际并非如此 事先说好啊 我可没有和苏先生比较的意思 这礼物 我可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齐长生解释了一句 他拿出的这块玉佩 非常的华美 正面相勾连云文金氏 文氏流畅 金玉辉映 格外耀眼 玉智洁白无瑕 金银光润 显得富丽堂皇 齐青兰眼睛一亮 但随即又苦笑起来 二叔 你这就让我为难了 总不能让我随身携带 两块玉佩吧 齐长生笑道 苏先生送你的玉佩 你好好妥贴地保管着便是 平日里就带着二叔 送你这玉佩吧 我告诉你 这可是唐代的东西 白玉香精配饰 本就是一般人能够带的 美眸微微一转 说道 二叔 你这玉佩太贵重了 我怕带着她给磕坏了 所以我还是配带苏先生送的吧 齐长生文言 意味深长地笑了起来 齐国正也是摇头失笑 齐青兰正想将苏云送的玉佩收起 不过这时 他想到了苏云让他滴血的事情 他犹豫了一下 用牙咬破了指尖 挤出了一滴鲜血 滴落向玉佩 齐国正和齐长生看到这一幕 都是愣了一下 青兰 你这是干什么 齐国正纳闷道 苏先生之前嘱咐我 让我滴血在玉佩上面 齐青兰解释道 这 这是他跟你开玩笑的吧 齐长生神情有些怪异 觉得很荒诞 不过 他话音刚一落下 齐青兰只见的那滴血液 已经落在了玉佩上 下一刻 血珠瞬间融入到了玉佩里面 嗡嗡嗡 这玉佩竟然自行振战了起来 一股股灵气能量在那涌动 使得玉佩凭空飘服了起来 齐国正和齐长生皆是目瞪口呆 玉佩竟然形成了一种玄妙的联系感应 他缓缓伸出手 玉佩飘落到了他手中 一股股信息 从玉佩中传入他的脑海之内 齐青兰微闭着眼睛 不言不语 保持着同一个姿势 一动也不动 青兰 齐长生喊了两声 可并没有得到什么回应 他伸手去碰了一下齐青兰 可下一刻 一股庞大的力量 突然从齐青兰身上翻涌而出 直接将齐长生震飞了出去 这 这是什么情况 齐长生大惊失色 就连见惯了风风雨雨的齐老爷子 也是警察不已 先不要去打扰青兰 这应该与苏先生赠送他的那玉佩有关 齐国正强自保持着镇静 齐长生闻言没有在妄动 但他掏出了手机 打出了一个电话 很快 只剩下独臂的周老 就急急地赶来 周老头上次被原姓老者撕掉一条手臂后 就一直在齐家老宅养伤 所以接到电话 不到三分钟就出现在大厅里 周老 你是舞蹈界的高手 看看青兰现在是什么情况 齐长生当即就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简要地说了一遍 周老堂堂六品修为的舞者 在听齐长生说完之后 眼珠子猛地暴徒 惊得差点跳起来 法妾 这难道便是早已失传的法妾 他压不住心中的震惊 狂吼起来 法妾 听到周老的惊叫狂吼 齐国正和齐长生都是神色一动 眼神闪烁 不错 周老身吸了口气 说道 我曾经在一本古老的典籍中 看到过记载 五道炼体是凡人强大的途径 更强的修行者修仙正道 他们能够炼制出各种匪夷所思的玄妙法器 有的法器可分江断流 有的可射魂夺破 还有的可焚山竹海 周老越说越激动 我以前看到这记载时 还以为是什么古怪奇谈 也没有当真 可现在看来 这玉佩很可能就是一剑法器 低血认主 自动防御 不会错的 这玉佩就是一剑法器 齐国正和齐长生听到这里 觉得有些梦幻 不切实际 分江断流 焚山竹海 还射魂夺破 周老却是没理会二人的反应 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齐青兰手中拿着的那玉佩 他沉吟了一下 说道 齐老 二爷 请容许我出手再验证一下 齐国正和齐长生对视了一眼 相继点头 下一刻 周老抬起仅剩下的独臂 内进运转 而后朝着齐青兰轰击过去 当然 这个过程很缓慢 一旦那玉佩不能自我防御 那他也能及时收回力道 避免伤到齐青兰 哄 就在周老的拳头 即将碰触到齐青兰的时候 一股无比凶利的契机 在玉佩中涌现 灵力凝聚成另一只巨大的凶兽影像 猛地冲出 砰的一声 周老直接就被撞飞 口中鲜血狂喷 这一下变故 也终于将齐青兰惊醒过来 他睁眼一看后 脸色一变道 周老 你没事吧 周老满脸苦笑道 是我太草率了 法器之威 岂是我可以轻易去尝试的 他有些庆幸 还好自己这次出手 有所克制 没有动用权利 否则那股反振过来的力量 会更强 要是引发来宗师级力量反振 他可能会被当场逼杀 青兰 刚才你到底是什么情况 齐国正关切地问道 刚才我在滴血刀纳玉佩后 脑海中就接受了一些关于 这玉佩的信息 一时沉浸在了里面 齐青兰一边回答 一边却是握着玉佩 往前一挥 顿时间 里面有一股灵气能量渗出 冲入周老体内 稳住了他的伤势 在接受那些信息后 他已经能够初步掌控一些玉佩的功用了 而且这玉佩里面 硬刻有微型的聚灵阵 就算玉佩中存储的灵能消耗掉了 也可以自行吸纳虚空中的灵气 进行补充 不过效率比较低 堪堪只够用来这件法器的能量补充 想要像苏云布置在别墅中的聚灵阵那样 使得整个环境都改变 那自然是不可能的 法器 这真是无价之宝啊 齐长生感慨道 秦兰小姐 恕我冒妹 你能告诉我 这件法器是从何而来的吗 周老忍不住问道 齐秦兰犹豫了一下 还是说道 是苏云先生今晚送我的 苏云赠送玉佩的时候 看到的宾客可是不少 倒是没有隐瞒的必要 原来是苏先生 真是好大的手笔啊 周老既是感慨 又是惊叹 按理说 这样的绝世奇珍 便是对武道大宗师来说 那也是无比珍贵的 他没想到 苏云竟然会送给齐秦兰 秦兰小姐 以后这块玉佩 你一定要随身携带 此法器不仅平日里 可以滋养你的身躯和精神 危机时刻 更是可以护你性命 有这东西在身 便是武道宗师 也休想伤你分毫 周老提醒道 齐秦兰握紧玉佩 重重点头 齐长生有些疑惑道 周老 我看这玉佩上的雕琢刻痕 好像都是新的 难道这件法器 是苏先生最近刚刚炼制出来的 周老听到这话 脸色猛的一变 但随即就连连摇头 说道 应该不可能 苏小先生 虽然武道修为惊人 但想要炼制法器 那还是不可能的 法器 那已经超脱出凡俗之物 武道九品大宗师 也炼制不出 这应该是苏先生 从什么古仪记中得到的 至于你说的 刻痕向心的 那应该是法器的特殊性导致的 法器拥有非凡灵性 历久弥新 几百年的岁月 都未必能够在他上面 留下什么痕迹 齐国正和齐长生文言 皆是点了点头 心中也松了口气 要是这么厉害的法器 都能炼制得出来 那苏云就太恐怖了 一夜无话 第二天 清晨的太阳升起 整个云州 与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 昨晚发生在 东华明珠楼的冲突 对于那些普通人来说 根本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而此时 中海的一处机场 唐元卓等人刚一落地 就有早已待命的车队 将他们接上 一个多小时后 唐元卓抵达了一处 环境雅致清静的别墅 而铁军 则是被人抬着进来的 此时 在别墅内 一个长相和唐元卓 有几分酷似的中年男子 神情深沉地喝着茶 此人赫然便是唐元卓的父亲 唐雄风 在一旁 已经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护人员 开始在给铁军检查身体 好一会后 一个医生模样的男子摇了摇头 说道 这位先生体内的气脏 都在不断地恶化 正常手段 我们是没办法稳住伤势 必须要立刻进行手术才行 铁军有气无力地说道 不可 对方宗师静刚 渗入我体内 现在还不足以立刻要了我的命 可是若对我进行手术 胸腹一开 破坏了那里的气压平衡 引发宗师静刚完全爆发 我必死无疑 唐先生 等我师兄过来吧 唐雄风文言 只好向那些医护人员摆了摆手 让他们离开 元卓 你将这次去云州的详细经过 都和我说一说 等没有外人后 唐雄风开口问道 虽然 昨晚唐元卓就通过电话 简要地说了一下缘由 但并不全面 而现在 他需要仔细了解一下情况 唯有弄清了所有情况 他才好制定接下去的计划 毕竟云州齐家 也不是小门小户 唐元卓将自己到 东华明珠罗后的经过 详详细细地诉说了一遍 甚至 包括自己当众提亲后 齐家人 还有其他宾客的反应 都视无巨细地说了出来 还有齐明辉的言论 以及齐明辉被齐长生暴打的事情 也都没有漏过 唐雄风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么说来 齐家不惜得罪我唐家 拒绝你的提亲 主要便是因为你说的那小子 这时 旁边的铁军虚弱地开口道 那小子可并非简单的货色 他是宗师 武道宗师 这么年轻的武道宗师 我也是头一次见到 齐家人若是想撮合齐青兰和对方 那得罪唐家 也就说得过去了 唐雄风点了点头 轻叹了口气 武道宗师啊 唐家和其他普通的大家族不同 是知道武道宗师有多恐怖的 因为唐家本身 就有交好的武道宗师强者 我唐家可以动用商界 政界的资源去对付齐家 而对于武道强者 就无能为力了 铁军 你的伤 唐雄风欲言又止 铁军闷哼道 唐爷 你无需管我 那位宗师 等我们派强者来了 自会去对付他 话音落下 别墅外面 立刻就有一个雄魂的声音传了进来 铁军说得不错 武道界有武道界的规矩 对方宗师的事情 就交给我来解决吧 随着这声音响起 唐雄风和唐元卓 本能地扭头往外看去 就见到有两人已经直接迈入了大厅 外面的大门 巡逻的安保 对于这些人武道高人来说 根本就像是不存在一样 进来的两人中 当先一人乃是未年约五十来岁的男子 穿着宽大练功服 气度威严 行走之间 竟然有一种猛虎呼啸山林的气势 这是一位武道宗师 而在他身后 则是跟着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子 穿着休闲装 眉宇间流露着一种孤傲之色 在他身上 也隐隐有尽力流转 已然是跨入了内境阶层 达到了五到四平的境界 能够在这种年纪 修炼出内境 算是难能可贵了 天红兄 唐雄峰看到来人 连忙起身相迎 一脸欠然地说道 真是抱歉 这次让铁军保护袁卓 去了一趟云州 却没想到连累他受了重伤 穆天红摆了摆手 说道 雄峰兄不必如此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你唐家祖上 也曾有人拜入我八级门学武 这些年来 唐家更是每年供奉不断 让铁军助手你唐家效力 那是门中的共识 他这次受伤 怪不得你们 铁军这时也挣扎着起身 天红师兄 我既不如人 给门派丢人了 对方既然是宗师高手 那你被对方所伤 就没什么好丢人的 穆天红沉着脸 神情一片肃杀 以宗师之境 欺负你一个六品武者 真是好大的威风 这是七我八级门师无人吗 铁军文言 犹豫了一下 还是老实地说道 是我先动的手 当时我根本也想不到 对方会是五道宗师 就直接出手 准备给他一个教训 结果 穆天红皱起了眉头 自己师弟先对一位宗师出手 这就有些不占理了 师父 我看这事也怪不了铁军师叔 对方又没有表露自己是宗师 若是早点说明 铁军师叔也就不会动手了 穆天红身后那女子说道 五道剑 谁不知道中海唐家 和我们八级门关系匪浅 铁军师叔更是我八级门的高手 对方仗着宗师修为 将铁军师叔打伤 分明是不将我八级门放在眼里 穆天红点了点头 这件事 不管是不是铁军有错在先 八级门都必须要有所表示 穆天红冷冷一哼 伤我八级门之人 自然不能这么算了 依照五道界的规矩 我会送一份战书过去 和他来一场宗师战 我倒要看看 对方有几斤几两 在他们说话这回功夫 铁军又咳嗽了几声 吐了一口血 穆天红见此 深沉道 其他先别说了 铁军 我先替你治事 唐雄峰连忙道 天红兄 要是有用得上我的 还请直说 各种名贵药材 我这里都有备着 穆天红摆了摆手 傲然道 不用了 一点小问题罢了 我轻松就能解决 说吧 他走到了铁军的面前 手掌轻轻放到了铁军的胸口 放轻松一点 等一下 我也会打入一股金刚之力 渗入你体内 将滞留你五脏六腑中的 另一股金刚给牵引吸射出来 穆天红嘱咐了一句 随即手掌微微一震 掌心间立时有一股力量渗入 宗师金刚 可刚可柔 现在穆天红用的就是柔镜 慢慢渗入铁军的脏腑之中 很快就接触到了 苏云先前打入的金刚之力 也就是在这一刻 一变突生 原本苏云打入铁军体内的那些金刚之力 虽然在损伤其五脏六腑 但过程还算平缓 但此刻和穆天红的金刚接触之后 立刻像是触动了什么 直接被引爆 就像是火花飞溅到了炸药桶 两股金刚之力 都瞬间爆开 不好 穆天红脸色狂变 身形猛地往后退去 而铁军则是眼珠子瞪出 眼神中闪过无边的惊恐 他想大叫 可嘴巴张开 根本没来得及发出声音 整个身体就猛地炸开 鲜血碎肉 喷溅的大厅到处都是 唐雄峰和唐元卓父子 吓得发出杀猪一般的尖叫 穆天红那位女弟子 也是吓得面无人色 师父 铁 铁军师叔他 女弟子牙关打战 话都有些说不利索了 穆天红脸色阴沉的 能够滴得出水来 该死 穆天红发出震天的咆哮 他以为凭自己的能耐 去牵引吸射出 铁军体内的竞刚之力 那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毕竟 对方那股竞刚之力 算是无根之瓶 没什么威胁 可等上手之后 他才发现自己错了 对方那股竞刚之力 以铁军的藏斧为依托 以一种十分微妙的方式维系着 自己的竞刚之力 一渗透入内 就破坏了那种微妙的联系 结果竞刚之力全面爆开 穆天红怒火滔天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重新冷静下来 确实厉害啊 对于竞刚之力的控制 竟然精巧到了这种地步 我把几门一脉 走的是刚猛至强的路子 在这方面 确实做不到你这种程度 不过 你给我来上这么一手 算是彻底惹怒我了 不管你是谁 我倒要让你付出代价 穆天红身上 升起一股森然的杀意 三天之后 几辆奔驰越野组成的车队 离开了云州 中间的一辆车上 叶冰威看着苏云 有些无奈地说道 苏先生 青州距离这里 可是足有两千多公里 你为什么拒绝坐飞机 苏云神情淡淡道 我习惯掌控自己的命运 在地面上 不论发生什么危机 我都有把握应对 但坐飞机遇到意外的话 那就危险了 以苏云如今的实力 五道炼体圆满 甚至就算是越阶搏杀 先天境强者 都不是不可以 但那指的是战力 而他还无法做到 先天境强者那般 可以遇空而行 一旦飞机失势 从万米高空坠落 他也有可能完蛋 所以 保险起见 他宁愿多耗费一点时间 选择汽车出行 好在车队有足够的司机 能轮换着开车 日夜兼程之下 耗费了两天多的时间 一行人终于抵达了青州 夜家在青州 有无数的房产 价值数千万 上亿的别墅 也有很多 不过夜家的祖宅 却是处于远离市区 在青州边缘地带的 重重大山之中 在一处环境优美的山峰之上 修建有一片仿古式的建筑群 青山碧水 环境清幽 这里 便是夜家的祖宅所在 夜宾未抵达这里的时候 风尘仆仆 满脸都是疲惫之态 恨不得倒头就睡 太累了 这两天多的时间 他几乎都是在车里度过的 倒是苏云依旧神清气爽 精神头十足 你们夜家建宅的地方 挑选的倒是真不错 苏云看着眼前 这恢弘宏大的宅院 不由微微点了点头 这处山峰 和云州的林峰山一样 在以前都属于 地势灵脉汇聚之处 哪怕现在已经处于末法时代 天地灵气枯竭 但在这里建宅 仍旧非常有益处 常年生活在此地 可让人身子骨 比常人更健康一些 也能多活几年 这宅院地址 据说是我夜家祖上 请了高人特意挑选的 而且还留了祖讯 说是这里 是我夜家的龙兴之地 后世子孙不得搬迁 在最初的时候 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小院 后来随着我夜家兴盛之后 不断扩建 百十年下来 才有此等规模 叶冰威解释了几句 带着苏云往里而去 有他这位夜家嫡迈的 掌房掌女 亲自引领 一路都是畅通无阻 夜家宅院太大了 庭院幽深 重廊曲折 内里亭台楼阁 蓝亭水泻 还有各种花园精致 假山骑石 比起古代的王公府邸 也毫不逊色 不过苏云却是神情平淡 对于周遭的警官 没有丝毫看在眼里 足足走了二十多分钟 先后走过了五重院门后 叶冰威终于带着苏云 走进了一处清幽小院 小院中 一对中年男女 此时正满脸 急切地等候在这里 男子虽然已是中年 但依旧俊朗非凡 有着一种儒雅之气 女子面容娇好 浑身都显露着一种 雍容华贵的仪态 兵威 你总算是到了 这对中年男女 一看到叶冰威出现 都是连忙迎了过来 他们赫然便是叶冰威的父母 叶阳海和彭丽 叶阳海急不可耐地问道 你说的那神医呢 这位就是我请来的神医 苏云苏先生 叶冰威连忙将苏云让了出来 同时也向苏云介绍道 这是我爸和我妈 苏云冲着二人点了点头 而叶阳海和彭丽 看到苏云后 神情顿时一将 然后脸色就变得 有些难看起来 兵威 这就是你说的那神医 叶阳海面色阴沉得 几乎能滴得出水来 她和当初叶冰威的反应一样 在看到苏云的第一时间 就觉得不靠谱 太年轻了 这种小年轻 根本不可能是神医 兵威 你太胡闹了 这是给你爷爷找的神医 你也敢乱来 找个矛头小子 过来充当神医 你是想害死我们吗 彭丽也立声呵斥起来 他们非常愤怒 同时也想不通 自己这个女儿平日里 办事还是很可靠的 这次怎么会如此胡闹 爸 妈 你们听我说 苏先生是奇人异士 不能以年纪去揣夺他的本事 我可以保证 他绝对可以救治好爷爷 你们相信 我一次好不好 叶冰威信誓旦旦地说道 闭嘴 叶阳海沉着脸 骂道 我们之前就是太相信你了 听你在电话中吹嘘 找到的神医多么厉害 还放话说 要索要千年灵要为报酬 我们也就信了 现在这件事 已经报给你爷爷知道了 你说 要怎么收场 叶阳海越骂越生气 如果这件事 还没有上报给老爷子知道 那还没什么 一切都还有兜转的余地 可如今 他们已经将消息告知了老爷子 甚至其他几方的人 也都知道了 现在要是再说 什么没请到神医 那不是在戏耍老爷子吗 最关键的是 最近几天 老爷子的情况 似乎更凶险了 现在好像将全部的希望 都寄托在叶冰威 找到的这位神医身上 要是此刻希望落空 老爷子受刺激走了 那他这整个大房一脉 都要跟着倒大霉 可恨啊 自己这次 是真的被这个不孝女 给坑死了 叶阳海心中苦涩 就在这时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 也来到了院中 忠说 你不在我爸身边后爪 怎么过来了 看到这老者 叶阳海和彭丽 都是脸色微微一变 这老人名叫叶忠 但并非叶家血脉 而是老爷子身边 最亲近的心腹下人 跟了老爷子几十年了 在叶家地位超然 老爷子对叶忠的信任 甚至超过了 他们这些叶家正统子嗣 大爷 大夫人 叶忠点了点头 说道 我接到门卫通报 说是兵威小姐已经回来了 所以特意过来 接她和她请来的神医过去 老爷她现在的情况 已经很不妙了 说话间 叶忠目光扫视了过去 视线落在叶兵威和苏云身上 这位是 叶忠盯着苏云 神色有些惊疑不定 叶阳海和彭丽 都是苦着脸 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叶兵威已经开口道 钟爷爷 这位就是 我请回来的的神医 听到这话 叶忠脸色也是 豁然一变 当即转身就走 大爷 大夫人 还有兵威小姐 这件事 你们还是亲自 去和老爷解释解释吧 看到叶忠变脸离去 叶阳海和彭丽 都是脸色变得一片惨白 彭丽颤声问道 杨海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叶阳海痛苦地闭上眼睛 叹息道 事到如今 也没有办法了 只能过去 向老爷子主动请罪 希望事情 不会发展到 最糟糕的地步 叶冰威忍不住说道 爸妈 你们就让苏先生 出手试一试吧 我可以保证 他绝对是真正的神医 这是我亲自验证过的 而且云州齐家的齐老 便是苏先生治好的 叶阳海闻言 神色微微移动 但还是有些不太相信 叶冰威一咬牙 说道 爸 我愿意以性命 替苏先生担保 在见过苏云 神乎其神的手段后 他已经彻底被折服了 他对苏云有十足的信心 叶阳海和彭丽 都是豁然动容 阳海 要不就听兵威的 让这小伙子试一试 彭丽劝道 叶阳海犹豫了一下 然后目光猛地盯着苏云 年轻人 我可提醒你 我叶家可不是 能招摇撞骗的地方 若是老爷子 一旦有什么意外 你怕是无法活着离开的 你真的有那个本事吗 叶阳海沉声问道 苏云看了一眼叶阳海 淡淡道 你们把千年灵药 准备好就行了 他懒得多解释什么 只要叶家的老家主 没有断气 他都有把握救治 好 那就跟我们进去 叶阳海咬牙之下 硬着头皮 带着苏云 进入了院后的一处房间 古色古香的房间中 此刻站着七八个 衣着华丽的男女 在这些都是 叶家各方的头面核心人物 在老家主病危之后 他们几乎都是 整日里陪护在一旁 表现着孝心 并床上 一个头发全白的老者 半躺靠在床上 脸色苍白无比 随时醒着 但给人的感觉 却像是风中烛火 似乎随时都会熄灭 这便是叶家的老家主 叶阳德 他就像是古时帝王 哪怕已经垂垂老矣 但依旧牢牢地 掌控着叶家的主宰大权 此时 在他床前 站着刚刚路过面敌叶中 叶中弯着腰 似乎在叶阳德耳畔 笛声诉说着什么 叶阳海等人 带着苏云一走进来 立刻就吸引房内众人的目光 病床上的叶阳德 面无表情地看了叶阳海一眼 就这一眼 便让叶阳海浑身冒出冷汗 脑袋空空 之前准备好的一些说辞 全部忘得一干二净 还是叶冰威 关键时刻鼓起勇气 说道 爷爷 这就是我在外面 为你请来的神医 苏云也走了出来 要替叶阳德诊治 不过没等他靠近过去 就被人拦了下来 这就是你请的神医 冰威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一个相貌和叶阳海 有几分相似的中年男子 阴阳怪气地开口 道 这小伙子看着年纪 也就二十来岁 这么年轻的神医 我还是头一次听说 是啊 我们以前也是闻所未闻 年轻人 我看你这连行医执照都没有吧 还神医 就是 之前冰威还特意打电话回来请示 说什么 请来的神医 指定要以千年灵药作为报酬 让我们好一阵商议 我还以为他请来了什么国手神医 一阵阵奚落训斥的话语响起 让叶阳威都说不上话 之前最先开口的那男子 又看向叶阳海和彭丽 冷声道 大哥 大嫂 并未年纪小不懂事 难道你们也跟着他一起胡闹 还把这所谓的神医给带进来 是想害死老爷子吗 听到这话 叶阳海脸色一变 惊怒道 杨树 你不要胡说八道 叶阳树撇了撇嘴 道 我有没有胡说 你自己清楚 大哥 你平日里表现的可比我们精明多了 你自己能相信这么个矛头小子 能是神医 叶阳海一时语色 他当然是不相信的 只不过是被逼得没退路 只能硬着头皮 让苏云过来试一试 杨海 兵威 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病床上 叶元德轻叹了口气 虽然他也知道自己的情况 非常不乐观 可再是死马当活马医 也得找个看着靠谱点的呀 叶冰威连忙解释道 爷爷 你听我说 苏先生 叶元德摆了摆手 显然是不想听什么解释 夜中见此 上前一步 悠悠说道 兵威小姐 我看你 还是带着你这位神医 先离开吧 爷爷 叶冰威喊道 叶元德微微闭上眼睛 没有理会 叶冰威神情惨然 在来之前 他有想过 大家会因为苏云的年龄 而怀疑他的能力 可他觉得 在自己的担保下 爷爷怎么也应该给一个机会 让苏云整治一下 但现在 叶元德连听他解释的心情都没有 苏云站在旁边 始终冷眼旁观 叶家的人不想让他整治 他自然不会上杆子 求着要救治别人 不过他这次千里迢迢地赶到这里 可没准备空手回去 到时候 说不定就只能用另外的手段了 而也就在这时 叶阳术忽然接了个电话 脸色忽然狂洗起来 他快步走到叶元德床前 并报道 爸 好消息 云荣回来了 他请来了有回扬圣手之称的邹怀骨 此话一出 房中众人都是精神一震 邹怀骨 那是天下顶尖的名医 有着回扬圣手之称 可以说是国内中医界的钢顶人物 医术超凡入圣 平生医治了无数病患 各种奇难杂症在他手里都能轻易被解决 只不过他平日里喜欢云游四方 很多龙都的顶级权贵 中海的超级富豪 想要找到治病都得看机缘 之前 叶家这边也想过 请邹怀骨给叶老爷子治病 可一直找不到 邹怀骨已经足足消失了三年之久 叶家这边也已经不抱有希望了 没想到竟然被叶云荣找到了 快 快请邹神医过来 杨树 你亲自去迎接过来 叶元德也激动地睁开眼 叶杨树点了点头 急匆匆就走了出去 叶阳海和彭丽见到这一幕 松了口气的同时 心里也有些不舒服 邹神医来了 能够一只好老爷子 那是好事 可将邹神医请来的 却是老二家的叶云荣 立功的也是二房 而自己女儿请来苏云 想到这 叶阳海心情越发低沉 片刻之后 叶阳树再次回到了房间 除了他自己之外 身后还跟着一个相貌娇俏的女子 以及一个年约六十多岁 身材略微有些发福的白胡子老头 那女子是叶阳树的女儿 叶云荣 在自容相貌上 并不比叶冰威逊色 而且 她的身材无比热辣 两条玉腿又长又直 简直就是职业模特的身材 叶云荣在走进房间后 先是冲着叶冰威那边看了一眼 笑容玩味 冰威 我刚才听我爸说 你也找了一个神医过来 要替爷爷治病 不知比起我请来的邹神医 又如何 叶云荣显然是已经从叶阳树口中 得知了苏云的情况 此刻故意讥讽道 叶冰威皱了皱眉头 没有吭声 虽然苏云在她面前展现过超凡的医术 但邹淮谷神医 有数十年累积起来的弱大名声 叶冰威纵是对苏云再有信心 也不敢说苏云能够比得过邹淮谷 云荣 你怎么说话呢 邹神医岂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比的 你说出这话 本身就是对邹神医的一种不敬 叶阳树与带责备的 训斥了一句叶云荣 是我失言了 叶云荣立刻低头认错 并且向那位白胡子老头道歉 无妨 邹淮谷摆了白手 并不在意 他留着长长的白胡须 气质先锋道鼓 肩上跨着一个红色的古旧木头药箱 一看就给人一种世外高人的感觉 爸 这位就是名震天下的邹神医 云荣找了大半年 才有幸找到了他 叶阳树上前介绍道 病床上 叶元德挣扎着坐起 神情激动地看着邹淮谷 这可是天下文明的绝顶神医 自从其医术针鱼巅峰之后 便很少再出手了 一般的富豪 根本都不够资格让他出面诊治 唯有国内那些顶级的权贵 超级富豪 才能请动他 不过最近这三年 邹淮谷消失无踪 叶家 响请都请不到 邹神医 有劳你了 叶元德脸上挤出一丝笑意 态度变得很温和 其他的都先不用说了 让我看看你的情况 邹淮谷并没有多言 坐到床前的座椅上 便要开始去给叶元德号脉 叶阳树看到这里 马上就冲着叶冰威 说道 冰威 邹神医要开始给你爷爷治病了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立刻把你领来的这片子给带出去 叶冰威脸色有些难看 倒是苏云此刻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啊 现在就要把我赶出去 未免也太早了点吧 万一这位邹神医没能治好 说不定还对我来出手吗 此话一出 场内那些叶家人都是一愣 继而都冷笑起来 邹神医乃是世界顶级的神医 若是他都无法医治 那怕也没人能治了 你算什么东西 居然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立刻给我滚出去 叶阳树立声呵斥 叶云荣也是讥讽道 冰威 我以为你带来的这家伙 只是一个普通招摇撞骗的家伙 来我们叶家蒙混一点好处而已 没想到他竟然还是一个疯子 居然觉得自己的医术 比邹神医还要厉害 叶阳海和彭丽夫妇 此时心里也是恼火无比 恨不得把苏云给掐死 这都什么时候了 居然还敢胡言乱语 这不是要给他们招货吗 宾威 把人带出去 叶阳海沉着脸 冲着叶冰威吩咐道 叶冰威看着苏云 有些难以启齿 就在这时 那邹怀谷抚摸着自己的胡须 呵呵笑了起来 年轻人 你的口气很大 既然你有勇气说这种话 那你就留下好了 等一下 我倒是要试一试 你有几分本身 听到邹神医这么说 原本已经准备赶人的叶家人 都停了下来 这时 邹怀谷开始替叶元得诊脉 而苏云面无表情地看着 旁边 叶冰威一脸无奈 犹豫一阵后 低声冲着苏云说道 苏先生 真是对不起了 这次害得你白跑一趟了 我也没想到 云荣竟突然请来了邹神医 他是真的有些抱歉 毕竟是自己千里迢迢地 将苏云请过来 结果到了地方 家里这边对苏云各种质疑和不信任 根本不让他治病 现在叶云荣还找来了邹怀谷生意 叶冰威知道 苏云这次肯定是要无功而返了 至于先前许诺的那一株千年灵药 更是想都别想 苏云轻笑一声 摇了摇头 并没有多说什么 那叶元得的情况 他此时已经感知得清清楚楚 可以说是十分棘手 繁俗的医术手段 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他倒是想看看 这邹神医 是否有那个本事解决 过了三分钟后 邹怀谷号迈结束 眉头紧紧皱起 也不言语 看到这一幕 叶家人的心都一下提了起来 邹神医 老爷的情况怎么样了 叶中第一个忍不住问道 其他人也都一脸紧张地看着邹怀谷 在之前 叶家已经请来过太多的知名医生 可非但没能让叶元得的情况好转 反而还越来越糟了 现在叶元得的身体 每况愈下 不断地变虚弱 而且时不时就会陷入昏迷 大家真担心哪次昏睡后 叶元得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如今 邹怀谷已经被他们 视作最后的希望了 叶老先生的情况 有些麻烦了 邹怀谷深深地叹了口气 此话一出 场内众人皆是变色 叶元得虽然竭力保持着镇定 但眼神中还是透着一抹紧张 他再是历经世事 可依旧看不透生死 邹神医 我现在情况真的很糟糕吗 叶元得咬牙问道 邹怀谷点了点头 道 很糟糕 叶老先生你 本就已是快到了大线授数 生机已经枯竭 而且身上好像还中了毒 中毒 众人听到这话 都是吓了一跳 要知道 叶元得最近几年 一直都是身居在这深山祖宅之内 能有机会给他下毒的 唯有身边的亲近之人 邹神医 你说的可是真的 叶元得沉深问道 邹怀谷点头道 是中毒了 不过你们无需紧张 那毒素很微量 对叶老先生的影响并不严重 我等一下以银针排毒之术 应该就可以轻易化解了 真正麻烦的 是我先前说的 叶老先生的问题 是他本身的寿数大陷阱了 生机已经枯竭 想要人为的续命严寿 很麻烦 听到邹怀谷第二次说起很麻烦 叶元得法儿心神一松 邹神医 很麻烦并不代表没办法 对不对 叶元得目光死死地盯着邹怀谷 在知道自己寿数大陷到了时候 叶元得心中也是异常的惶恐 没有人不害怕死亡 他这位叶家之主自然也是如此 尤其是他知道 寿数大陷将至 生机枯竭 那基本是没救的 就算是嘴里含着数百年 甚至千年的人生都没用 那顶多只能将命再掉一小段时间 那种手段基本只有到了油镜灯窟 意识都快溃散的时候才能用上 这 这个 邹怀谷一脸的纠结 似乎有些难以下定决心 叶元术见此 趁机表态道 邹神医 只要你能治好我爸 我叶家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叶元蓉也立刻说道 是啊 爷爷 可是我叶家的擎天之助 千万不能有事 不管花费再多的钱 都没有关系 叶元得看着老二妇女 眼中闪过一丝宽慰 随即目光转向邹怀谷 笑道 邹神医 我叶家的底蕴 想必你也是知道的 直接开条件吧 他不说虚的 直接让对方提条件 邹怀谷文言苦笑起来 过了好一会 他才常常一叹 说道 这或许便是天意吧 实不相瞒 我这次找了一处清静地 闭关了三年 耗费了无数精力 便是因为之前机缘 得到了一张古丹残方 三年苦工 耗资无数 历经数十次失败 我才终于炼制出了七颗丹药 邹怀谷从随身的木头药箱中 小心翼翼取出了一个瓷瓶 如同捧着一件圣物 大家的目光 都一下子汇聚在那瓷瓶上 叶元德忍不住问道 邹神医 你这丹药是 邹怀谷傲然说道 此丹拥有补精益气 滋补本源的功效 服下之后 可令你体内再焕发一些生机 强行严兽 我将你命名为续命精丹 说话间 他打开了瓷瓶 从里面倒出了一枚丹药 只有蚕豆大小 通体褐色 散发着一种特殊的药气芳香 众人闻言 都是身子狂症 满是难以置信的 看着邹怀谷手中的丹药 要是邹怀谷说的是真的 那这丹药就太惊人了 逆天夺命 强行严寿 难怪敢以续命精丹命名 不远处 苏云看了一眼邹怀谷手中的丹药 脸上闪过一丝古怪之色 对方的丹药 竟然和他以前 给齐国正炼制的补元丹 有些相似 但是比起补元丹 似乎又差了几分 至于他最近炼制出的 那批元阳丹 那更是比都不能比 看样子 邹怀谷应该就是得到了 补元丹的单方残偏 并且进行补权了 这丹药 虽然比起正版的补元丹差了一些 但确实也有滋补本源 再造生机的功效 邹怀谷一个繁琐名医 能够将残缺单方 补充到这个地步 并且将丹药炼制出来 那已经非常不简单了 叶元德激动地问道 邹神医 你这丹药 效果如何 他并没有怀疑 这丹药的续命之能 毕竟以邹怀谷神医的名声 既然说了 这丹药能够续命 那必然就能续命 要是没有效果 叶家也不会罢休 他现在就关心 这丹药能够续命多久 这丹药续命长短 也是因人而异的 叶老先生这种状况 我可以割让两枚丹药给你 应当可以让你多延寿三年的寿命 邹怀谷沉吟了一回 说道 此话一出 叶元德眼睛猛地亮起 连忙说道 两枚不够 邹神医 不如将你手里的七枚丹药 统统卖给我如何 这一刻 不仅仅是叶元德 其他业家的头面人物 一个个也都盯着邹怀谷的丹药 两眼放光 邹怀谷苦笑着摇头 道 这可不行 我为了炼制这丹药 三年下来失败了数十次 毁掉了无数珍贵药材 平摊下来 每一颗丹药的成本都过亿了 而且 这次炼丹成功 也是侥幸 以后再想炼制 我这把年纪 也未必还有那个精力 我还得为自己留两颗 听到邹怀谷的话 饶是以业家的财大气粗 也有些扎舌 每一颗丹药的炼制成本 竟然都过亿了 而且 这还只是炼丹过程中 折损的材料 都没有计算邹神医 耗费在上面的时间成本 精力成本 真要细算 一颗丹药 价值两三亿都不止 当然了 以业家的家底 真要下决心 调集出十几二十亿的资金出来 那也是没问题的 既然邹神医要给自己留两颗 那剩下五颗都卖给我吧 二十亿 如何 叶元德再次说道 旁边 苏云看着叶冰威 笑道 你们叶家还真是财大气粗 这样的丹药 居然出价到四亿一颗了 叶冰威却是不觉得有什么奇怪 反而还感慨道 这是续命的仙丹 四亿一颗 不贵 国内 有的是权贵富豪 愿意出钱买寿命 也就是我叶家幸运 碰到了刚刚炼丹出关的邹神医 否则我爷爷未必有机会能够买到 苏云闻言 淡淡一笑 我身上也带了一些丹药 看在你和齐青兰是朋友的份上 我卖给你如何 叶冰威以为苏云是在开玩笑 心里有些无语 不过一想到这次让对方白跑了一趟 他还是有些愧疚 想着要怎么补偿一下 于是 他便说道 好啊 你的丹药 售价是多少 苏云说道 我的丹药不卖钱 钱财之物我也看不上 就用你们叶家的千年灵药来换好了 一株千年灵药换五颗丹药 你们叶家有三株千年灵药 要是都换的话 我可以给你个优惠 换给你们二十颗丹药 叶冰威一听 直接翻起了白眼 都不想和苏云说话了 原本心里那点愧疚之心 立刻不翼而飞 这混蛋 想什么好事呢 你真不考虑考虑 说实话 这种机会 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错过了可别后悔 我的丹药 比那邹神医七颗丹药加在一起 都要厉害 苏云又说道 叶冰威压根不搭理 苏云和叶冰威 站在人群后面低声交谈 其他人的注意力 都在邹神医的续命经单上 倒是没什么人 听到他们谈话的内容 否则 就苏云刚才的说的那些话 恐怕又免不了 要被讥讽嘲弄一番了 叶老先生 我实话告诉你 这续命经单 虽然拥有续命严寿的奇效 但是同一人 要是连续服用的话 效果是会递减的 第一枚丹药 能让你延寿两年 而再服第二枚 就只能再延寿一年 第三枚就只能延寿半年 所以 你想买太多的续命经单 根本没有意义 邹怀谷苦口婆心地劝告着 叶叶元德 想要打消其原本的想法 他的续命经单 根本不愁卖 一旦消息放出去 有的是达官显贵 跟他求要 总共就只练之出了七颗 邹怀谷自然不会让卖给叶元德太多 叶元德听完之后 脸色殷勤不定 最后讨价还价 硬是说服了邹怀谷 售卖了三颗丹药 商定了此事之后 叶元德心中松了口气 如此一来 他再活个三年半是没问题了 他看向邹怀谷 笑道邹神医 接下去就麻烦你替我解毒吧 邹怀谷沉吟了一下 取过一枚丹药 递到叶元德面前 说道 叶老先生 我这嬴针解毒之术 有些霸道 现在进行解毒 我怕你此刻的身子骨 未必支撑得住 所以 你还是先吃一颗续命精丹 等你生机焕发 精气补足后 我再来下针 叶元德一听 也没敢耽搁 结果丹药就吞服下去 而在不远处的苏云 看到这一幕 不由暗自摇了摇头 不过现在大家注意力 都在服用丹药的叶元德身上 倒是没人留意苏云 在叶元德服下丹药之后 不到三分钟 丹药的效果就彻底发挥出来了 老爷子身上的气色 明显好转起来 原本苍白的脸色 变得红润起来 精神异议 周神叶 你这丹药 简直神了 叶元德说话的声音 都变得洪亮起来 看那样子 就和正常老人没什么两样 周怀骨轻抚了一下自己的胡须 一脸傲然道 这是自然 若非这丹药 具有此等逆天功效 我又怎么会耗费这么多精气去炼制呢 正说这话的时候 叶元德脸上突然浮现一丝清灰之色 他发出一阵痛苦的闷哼 连忙用手捂着胸口 像是透不过气来 看到这一幕 围在四周的叶家人 都是大惊失色 叶阳树更是第一个扑到床前 惊慌道 爸 你 你这是怎么了 叶元德依旧是紧紧地捂着自己胸口 说不出话 周神医 这到底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的丹药有问题 叶云荣慌忙看向周怀骨 要知道 周神医可是他请回来的 要是把爷爷治出问题 那他也要被连累 不可能 我的丹药 绝对不可能有问题 都别吵 再让我看看叶老先生的情况 周怀骨面色沉重 抓起叶元德的手腕 就开始再次好迈 可这一次 他在好迈之后 脸色却是突然大变 不可能 怎么会如此 周怀骨脸上 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周神医 到底出了什么事 叶家众人看到周神医如此失态 都是心头一沉 周怀骨额头冒出痘大的汗珠 根本没有理会叶家人的询问 只是嘴中喃喃自语着 不可能的 这不应该啊 叶老先生体内中的毒 刚才明明只是很微量的 为什么突然之间 会一下子猛烈这么多 这到底是什么毒 这么一回功夫 叶元德脸上的清灰之色 越来越浓 整个人都几乎丧失意识了 老爷快不行了 叶中忽然尖叫了一句 周怀骨听到这里 终于回过神来 他当即从随身的木头小药箱里 取出了一套银针 刷刷刷 抬手间 周怀骨就在叶元德身上的几处穴位上 开始落针 起初速度奇快 快到让人看不清他的动作 不过渐渐的 他落针的速度就慢了下来 而且是越来越慢 最后每一针落下 似乎都要耗费他海量的精力 足足过了半个多小时后 周怀骨落下了最后一针 终于收手 他整个人都差点摊坐到地上 而这时 叶元德脸上的清灰之色 倒是消散了下去 只不过叶元德依旧双眼紧闭 没有苏醒过来 周神医 我爸情况怎么样 叶阳海也上前问道 周怀骨叹息了口气 说道 暂时性命是无碍了 叶老先生体内的毒暂时被我压制了 但我无法彻底解除 此话一出 房内众人进阶变色 周神医 你之前不是说 我也严重的毒很微量 并没有什么大影响吗 现在怎么又变这么严重了 叶云荣忍不住问道 周神医摇了摇头 老朽平生也没有见过 见过这么特殊的毒 之前他确实很微量 可是我没想到 随着叶老先生体内的生机壮大 这毒素竟然也跟着猛烈了起来 叶阳海问出了一个 大家都最关心的问题 那我爸还可以活多久 周怀骨一脸无奈道 叶老先生体内的毒 现在被我强行以银针次学之法 给暂时封住 但此法不可持久 等我的银针术压不住那毒素时 便是叶老先生的大限之期 三天 我在旁看护 应该还能为叶老先生 争取三天的时间 等叶老先生苏醒之后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最好都提早交代了吧 听到这话 叶家众人脸上都是一片悲戚 至少表面看上去 都是无比的沉痛 只剩下三天了 是我能力有限 就不下叶老先生 这次诊经我就不收了 之前被叶老先生服下的 那颗续命金丹 也算我无偿提供吧 邹怀骨神情怯然地说道 叶家众人听到这话 也没敢去怪罪邹怀骨 毕竟邹怀骨名头太大了 而且以往 他给龙都和中海的 不少权贵看过病 都留有一份香火钱 再有就是 他们现在还得靠邹神医 再给自家老爷子 强撑三天命呢 要是现在去怪罪指责 搞不好人家不干了 这三天时间的缓冲都没有 叶家 还有很多重要事情 需要老爷子安排交代呢 叶家的一众人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清冷的声音 吐得在房中响起 我能救他 不过之前说好的酬金 要翻倍 此话一出 立刻就将大家的注意力 都吸引了过来 叶阳树看到说话的人是苏云 顿时勃然大怒 张嘴就骂道 混蛋 你是觉得 我们叶家现在情况 还不够糟糕吗 这个时候还来添乱 就是 连邹神医都已经无能为力了 你算什么东西 难道你真觉得自己 医术比邹神医还要厉害 大哥 兵为侄女 你们还是先将 这人带走吧 其他一些叶家人 此时也纷纷出言 叶阳海和彭丽脸色难看 他们也没想到 苏云这个时候 竟然还敢跳出来 真是太会找事了 并为 这里的事情 你就别管了 把你带来的人给弄走 叶阳海没好气地说道 至于邹怀谷 只是皱着眉头 斜了苏云一眼 并没有多言什么 换成之前 他可能还会教训刁难一下 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但此刻真的没那个心情 苏云被众人斥责 并没有解释什么 也懒得和这些人废话什么 他身形一动 立刻就从大家身旁穿过 来到了叶元德的床前 你要干什么 住手 快滚出去 大家显然没有想到 苏云会突然冲过来 一时都是大惊失色 尤其是邹怀谷看到苏云 竟伸手要去拔出 叶元德身上的银针 顿时被惊得脸色狂变 大吼道 快 拦住他 叶老先生身上的银针 一根都不能动 一旦被他动了 我的银针术就破了 再也无法封锁压制毒素 叶老先生会马上避免 本就守在床边的叶中 想都不想 立刻就冲苏云扑过去 苏云伸手一挥 一股绵力冲出 当即就将叶中弹开 而苏云自己 则是轻轻在叶元德身上一拍 扑 扎在叶元德身上 那些密密麻麻的银针 立刻全部都弹了起来 被苏云一把抓住 也就在这时 叶元德脸上瞬间布满清灰之色 瞳孔猛的瞪大 眼球充血 就像是一只 被丢到岸上暴晒的鱼一样 完了 邹怀谷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摇头 他是彻底无能为力了 银针术被破 那些压制的毒素 爆发得比之前更猛 他也没办法再去压制了 用不了三分钟 叶元德就得彻底殉命 啊 你真是该死 保安哪 还不快来把这人抓出去 老爷子要是死了 就控告这混蛋谋杀 我要让他牢底坐穿 几个叶家人 都是气急败坏地大叫起来 恨不得将苏云撕成碎片 叶冰威此时也是愤怒无比 他根本没想到 苏云会这么乱来 这一下 把他也害惨了 而苏云根本没有理会叶家人的反应 将手上拿着的银针中 取出九根 一一刺入叶元德身上的九处穴道 每一根银针上 在刺入之时 表面都微弱的光芒浮现 银针轻颤 宛弱拥有灵性 这是苏云 以银针为媒介 将静刚之力凝炼其中 以银针度入叶元德体内 在苏云精准的控制下 一丝丝纤细如真的静刚之力 飞快地在叶元德体内游走 宛弱在其体内 交织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 立刻就将已经全面扩散 开来的毒素 硬生生地又压制封锁了起来 叶元德脸色立刻恢复了红润 原本痛苦的表情也消失了 呼吸也重新恢复平缓 就连他的精神意识 也在渐渐恢复清醒 这一幕 让几个正准备扑上来 拉扯苏云的叶家人 都是瞬间呆至原地 邹怀谷这位神医 更是瞪圆了眼睛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刚才他试真半个小时 才将叶元德身上的毒素 强行压制封锁 而在封锁被迫之后 毒素猛烈反噬扩散 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可眼前这年轻人 竟然仅仅用了几期时间 只落下了九针 就轻易重新压制了毒素 这神乎其神的手段 简直超出了他的认知 而且刚才苏云落真的九个位置 在他看来也没什么稀奇的 按理说是根本无法 重新压制毒素的 他实在想不出其中的关桥 这 这 叶家的一众人 看着眼前这一幕 都是震撼无比 哪怕他们不通医术 也能看得出来 苏云这一手银针风毒 比起邹神医 强出了不止一心半点 难道这小子 医术真的比大名鼎鼎的邹神医 还要高超 在回过神来后 众人神情都变得有些尴尬起来 要知道 刚才他们对苏云的态度 可谈不上友好 更没少冷嘲热讽 你是怎么做到的 邹怀谷目光死死地盯着苏云 按耐不住心中的好奇 苏云看了对方一眼 淡淡道 你是纯粹的医者 不通武道 我的手段 你学不会的 他那一手银针风毒 关键点在于将静刚之力 聚于银针 堵入夜缘德体内 而这不仅需要有武道宗师的修为 还得有他这么恐怖的灵觉 可以完全把控 感应夜缘德体内的细微情况 神医 苏先生 你真是神医啊 刚才是我等有眼无珠 慢待了你 恕罪恕罪啊 夜阳还脸上堆笑地迎了上来 热情的不得了 是啊 苏神医 刚才确实是我们无理了 还请原谅我们 老家主这边 就拜托你了 其他夜家人也都纷纷出言 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就连夜阳术和夜云荣妇女 都低声下气 给苏云道歉 苏云见此 只是冷冷一笑 道 道歉什么的就不必了 还是说说报酬的事情吧 我刚才说了 我能够治好夜老先生 不过之前 说好的一株千年灵药不够 我要两株 此话一出 夜家众人脸色立刻都难看下来 毕竟 夜家总共也只有三株千年灵药 作为镇足至宝 苏云一开口 就要拿去两株 这让他们难以接受 苏神医 之前兵威不是和你谈好了吗 我们夜家 拿出一株千年灵药 夜阳海忍不住说道 苏云淡淡道 之前是之前 现在是现在 我也不知道 自己过来你们夜家 会遭受你们的奚落和羞辱 这多出一株灵药 便算作你们额外付出的代价吧 你们若是不愿意 我转身就走 听到苏云这话 一众夜家人 脸色都不太自然起来 特别是夜阳术 夜云荣妇女更是低下了头 一声都不吭了 而夜阳海和彭丽 则是连忙冲着夜宾威使着眼色 夜宾威轻叹了口气 美眸看着苏云 说道 苏先生 你也别为难我们了 这件事 我们真的做不了主 夜元德此时已经不再如先前那般完全昏迷 身体已经有了一些反应 精神意识在渐渐恢复 但还没有彻底清醒 这种状况下 显然是没办法再做出什么决定的 苏云伸出手指 在夜元德身上随意一点 下一刻 夜元德发出一阵闷哼 眼睛猛地睁开 一下子就从浑浑噩噩的迷糊状态 彻底清醒了 老燕 你没事了吧 还有没有感觉哪里不舒服 夜中连忙问道 其他几个夜家人 也是连忙凑上去 而夜元德醒来的第一时间就看向邹怀骨 急切地询问道 邹神医 你已经将我体内的毒素都化解了吗 邹怀骨神情闪过一丝尴尬 说道 夜老先生 实在抱歉 你体内的毒素 我没能力化解 夜中也连忙将夜元德昏迷后的事情 快速地说了一遍 夜元德脸色当即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要知道 先前就连他也一样打心底里 没瞧上苏云 结果倒好 现在证实 对方是唯一能救自己的人 苏先生 之前是我夜家慢带了你 你心中有气 我也能理解 不过千年灵药 对我夜家意义非同小可 你看这样行不行 除了先前许诺的那一株千年灵药之外 我夜家还愿意拿出五亿 作为赔罪 夜元德沉吟了一阵后 缓缓开口 一下子就加价五亿 只是作为赔罪的补偿 这手笔不可谓不大 不过苏云 却是眼皮子都懒得抬一下 淡淡道 我不是和你们在这里谈价还价 两株千年灵药 你若是同意 我就出手救你 你要是不同意 那就等死 此话一出 夜元德老脸灯是漆黑一片 其他夜家人也是气嘴巴舌 想要劝解 苏云却是听得不耐烦了 打断道 我只给你半分钟考虑 半分钟后 要是没有结果 我扭头就走 房间内一下子安静了 空气都仿佛凝固住 大家都知道 苏云这次是铁了心 要敲夜家一笔了 现在只能看夜家老爷子 舍不舍得下这个血本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 很快 半分钟的时间就到了 夜元德叹息了一声 苏先生 如你所愿 我夜家愿意拿出两株千年灵药 请先生替我解毒 他终究还是想求火 好 苏云点了点头 当即就上前一步 一掌扣在夜元德胸口 他五指须抓 哄 在夜元德体内 交织成网的静刚细丝 猛地被他抽出 那丝丝缕缕的静刚之内 流转着细微的绿芒 赫然是将毒素全部凝练其中 全部带出了 他手掌猛地一捏 静刚之力激荡爆裂 然后苏云伸手一抹 将插在夜元德身上的那些银针 也一并收走 好了 毒已经解了 他拍了拍手 听到这话 周围众人眼珠子差点给瞪出来 这就好了 你伸手一抓一收 这就解毒了 完呢 苏先生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夜宾威忍不住开口道 你觉得 我会有心思和你们开玩笑 苏云冷笑 夜元德扭动了一下身体 倒是没再感觉到有什么不适 但依旧有些不放心 我来看看 这时 周怀谷也忍不住上前 重新给夜元德耗脉 他也难以相信 苏云手掌 这么一抓一收 就解了毒 从一这么多年来 他就没有见过这么神的医术 连听都没听过 不过再一次耗脉之后 周怀谷当时震惊了 夜元德体内的毒素 竟然真的消除得一干二净了 你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周怀谷就像是见了鬼一样 我说了 我的手段 你学不会 你只是纯粹的医者 说了你也不懂 苏云说道 那你能告诉我 夜老先生中的是什么毒吗 我平生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毒 连我的苦修数十年的银针术 都无法排毒 周怀谷还是有些不死心 这次苏云毒倒是没有敷衍 而是给出了答案 那是木煞之毒 周怀谷听到这话 像是想到了什么 脸色不由一变 木煞之毒 竟然会是木煞之毒 五行煞毒 我曾经在一本古旧医术上看到过 可从来没在现实的病例上见过 五行之木 代表的是生机 木煞凝聚于体 生机越强 木煞之毒 就会变得越强 之前夜老先生 生机激进枯竭 哪怕沾染了木煞之毒 所以毒性也很微弱 对它几乎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可他服用了我的续命经单之后 生机壮大 却引发了木煞之毒变得剧烈 邹怀谷喃喃自语 顿时将之前的困惑都想通了 不过根据我从那古籍记载中看到 五行煞毒 极难生成 通常都是和一些五行 其真义物有关 夜老先生 你之前一段时间 是否接触过什么木属性的其真物品 邹怀谷询问道 夜元德眼中闪过一丝惊疑 但随即脸色一板 说道 没有 我并没有接触过什么奇怪的东西 说吧 他便冲着夜阳海等人 吩咐道 我有些乏了 想睡一会 你们先送两位神医出去吧 苏云眉头微微一挑 淡淡道 夜老先生 你是不是忘了 要交付我两株千年灵药 夜元德眼中闪过一丝不悦 但还是出言说道 放心 我既然答应了 就不会反悔 不过千年灵药 并不是收藏在这宅中 而是存放在另外的地方 需要三天的时间取过来 苏先生若是有时间 可以在这里待上三天 要是没时间 可以先自行离去 到时候 我会让冰薇将灵药给你送去 夜元德虽然被成功解读了 但他心里对苏云却并不感激 这代价实在太大了 足足两株千年灵药 简直让他心痛 要是苏云是耗费无穷精力 用上各种手段 才医治好他 那他也认了 可结果 苏云只是在他胸口 伸手一抓一收 就解了毒 赚走了两株千年灵药 夜元德气度再大 也有些接受不了 苏云对夜元德的反应并不在意 此时语气平淡道 那好吧 我就在你们夜家等上三天好了 苏先生 这边请 夜宾威做了个请的手势 将苏云带了下去 而夜云荣则是引领邹怀骨离开 等他们走远之后 房间中气氛凝滞 看着脸色铁青的夜元德 其他人都是大气不敢出 阿忠 夜元德喊了一声 夜中身子一震 连忙说道 老燕 你有什么吩咐 夜元德沉声道 你安排人手去调查了一下 并未带回来的小子 到底是什么跟点 我要全面详细的消息 速度要快 此话一出 众人都是脸色微微一变 夜阳还忍不住问道 爸 你现在去调查苏先生的消息干什么 夜元德冷哼一声 语气深沉道 我想看看 那小子到底是什么来头 居然有勇气对我夜家趁火打劫 勒索我两株千年灵药 是的 夜元德对苏云 索要两株千年灵药的行为 就是定性成趁火打劫 之前 自己生死掌握苏云手上 夜元德只能忍气吞声 答应对方条件 但现在 他心中生出了其他想法 镇足之宝 他岂会轻易交出去 其他夜家人 自然也明白 夜元德的意思 夜阳术当即就拍手道 爸说的没错 那家伙之前就是在敲诈 我们堂堂夜家 岂能被他轻易得逞 千年灵药 他是不用想了 随便给他的几百万 算是高抬他了 是啊 依我看 几百万都多了 我们就算一分不给 他又能如何 其他夜家人也纷纷出言 夜阳海听了 脸色有些发苦 干巴巴的说道 爸 那苏先生是兵威请来的 据说和云州的 齐家关系匪浅 夜阳术当即就打断道 云州齐家又如何 齐家根基在云州 和我们夜家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交集 这要逗起来 我们夜家 难道还会怕了齐家 他一边说着 一边冷笑盯着夜阳海 质问道 大哥 莫非你的意思 是同意 将我夜家的千年灵药 送两珠给那小子 夜阳海文言 连忙摇头 我可没这意思 只是觉得此事 还需要慎重一些 都不必说了 这时 夜元德不耐烦地摆了摆手 说道 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 等夜中调查的消息 过来再说吧 三天时间 很快就过去了 对于夜家这边的谋划 苏云并不知道 这三天中 苏云就安安稳稳地待在夜家 一点也不急 他根本就不担心 夜家是否会赖账 夜家要是老老实实地交出灵药 那也就罢了 真要是赖账 那他就自己拿 不过到时候 可就不是两珠灵药就能解决了 咚咚咚 苏云的房门被敲开 夜中出现在苏云的门外 朗声道 苏先生 千年灵药已经调集过来了 老爷请你过去一叙 苏云看了一眼夜中 点头道 带路吧 夜中也没有多说 静止往前领路 片刻之后 他带着苏云来到了另外一处院落 苏云踏入之后 眉头忽然微微一皱 苏先生 请吧 夜中指了指院中 一处露天的亭台 亭台之内 还布置了十桌十椅 十桌上面 还摆放着一个箱子 苏先生 这就是老爷给你的筹线 夜中说道 苏云走过去 将箱子打开 顿时间 里面金光闪闪 里面赫然叠放着一排排的小金块 苏云面无表情地 将箱子重新合上 眼神变冷 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夜中站在一旁 黑黑笑着 这里面是几十公斤的黄金 价值超过千万 便算做苏先生 你此次出手的酬劳 苏云声音淡漠道 这么说来 你们夜家 是不愿意支付答应的 两株千年灵药啊 夜中脸上笑意一脸 说道 苏先生 做人还是不要太贪心了 见好就收吧 哈哈 哈哈 苏云听到这里 不由笑了起来 真是有意思 没想到你们夜家 竟然真的有胆子敢赖我的东西 而且还只派你一个夜家的老奴才来打发我 真是不将我放在眼里啊 夜宾威呢 他出面请我过来 不过来 给我一个解释吗 夜中眼帘低垂 淡淡道 宾威小姐太年轻了 难免有些意气用事 现在被责令禁足面壁 怕是过不来了 与此同时 在夜家另一处庭院 夜宾威一脸恼怒地看着夜洋海 爸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做 这是爷爷亲口答应下来的 如此出尔反尔 传出去 我们夜家还有颜面吗 夜洋海闻言 苦笑道 你和我说也没用 这是你爷爷的决定 要怪 只能怪那个苏云太贪心了 若是只要一株千年灵药 那我们夜家捏着鼻子 也就忍痛印象了 他可做地起价 索要两株 这不就是逼着老爷子毁诺吗 夜宾威神情纠结 眼神带着一分妻忌看着夜洋海 恳求道 爸 你能不能让我再去和爷爷说一说 你们这么干 让我以后还怎么去面对青岚 而且云州齐家对苏云态度 非常特殊 为了他 甚至不惜得罪中海唐家 我们这么戏耍苏云 齐家那边也不好交代的 夜洋海轻叹了口气 拍了拍夜宾威的肩膀 你爷爷就是不想听你啰嗦 所以才让我看着你 在事情结束之前 你就待在这里吧 至于齐家那边 你就不用考虑 齐家如今早已自顾不暇了 你现在最好还是祈祷 那苏云能够识时务 见好就收 不然的话 他纵使本领再打 今天都要大获临头 听到这里 夜宾威脸色大变 惊道 爸 族中准备要怎么对付苏云 夜洋海听到夜宾威的问话 轻轻叹了口气 没有说什么 夜宾威却是明白了 脸色瞬间变得一片惨白 从夜洋海的态度中 他已经知道了 若是苏云不肯退让 坚持索要两株灵药的话 族中可能会下狠手 夜洋海叹息道 这件事 由不得我做主 也由不得你做主 与此同时 在另一处院落 苏云站在停台之下 将那个装满了黄金的箱子 直接丢到了地上 站在不远处的夜中 脸色突然一沉 眼中猛地闪过浓烈的杀机 沉声道 苏先生 有些错误的决定 一旦坐下 可就无法挽回了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将箱子捡起来带走 立刻离开夜家 苏云面无表情地说道 既然如此 那我也给你们夜家一个机会 让叶元德现在过来 跪在我面前 奉送上你们夜家 全部千年灵药 我可以饶他一条狗命 听到这话 夜中脸上勃然变色 怒斥道 住口 你敢出言侮辱老爷 简直是找死 啪 啪 夜中拍了拍手 下一刻 这处院落四周 立刻冲进来了十几个 身穿黑色西服的男子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枪械 枪口就对着苏云 苏云眼皮子都没有抬一下 不屑道 你们夜家凭这些人 就想杀我 夜中身形往后退着 嘴角擒着冷笑 道 当然不止如此 阁下可是五道宗师强者 动若奔雷 急如烽火 寻常人就算手持枪械 也无法打中你 不过 若是有同等层次的强者牵制 你行动受限 那就另说了 夜中脸上笑容洋溢 有着一种掌控全局的自信 他微微一躬身子 朗声喊道 穆先生 您可以出来了 我夜家愿意协助你 一同击杀此人 话音落下之后 一道身影 猛得飞跃小院的围墙 重重地落在地上 一股霸道狂猛的气机 从此人身上散发出来 如同一只狂狮猛兽 此人 赫然便是八级门那位宗师 穆天红 夜中一脸戏虐地看着苏云 说道 小子 你之前若是拾去 我夜家本也不想插手的 穆先生也会等你离开 我夜家府宅之后 再对你出手 不过现在 你自找死路 我夜家也只能配合 穆先生对付你了 三天前 在夜元德吩咐之后 夜中就调动各方关系 在云州打听 一切关于苏云的消息 而这个时候 穆天红正好也来到云州 要找苏云报仇 夜家的人探知道这消息 找上穆天红 双方一拍集合 直接就达成了合作 本来夜家是不想 直接对苏云下手的 毕竟苏云才刚刚治好夜元德 要是夜家转头就翻脸 对苏云下手 那传出去 名声不太好听 最好是等苏云离开了夜家之后 和等在外面的穆天红遇上 那不管结果如何 就都和夜家无关了 但苏云太不知死活了 坚持索要千年灵药 夜家只能跟着一起出手 有穆天红牵制苏云 然后夜家十几个枪手 袭击苏云 必然万无一失 毕竟哪怕宗师高手的 护身静刚 有抵御子弹的能力 但那也是有限度的 除此之外 夜家还在隐秘之处 安排了一个狙击手 狙击枪加上特制的穿甲弹 连钢板都能打穿 宗师静刚也抵御不住 小子 你胆敢杀我师弟 可有想过今日 穆天红盯着苏云 眼神冰冷 身上的契机 已经完全锁定了苏云 再看到苏云的第一时间 他也有些震惊 太年轻了 这么年轻的武道宗师 便是连他也是第一次遇到 不过这也更坚定了他的杀意 你师弟 你师弟是谁 苏云眉头微皱 没有什么印象 混蛋 几天前你 才在东华明珠楼 对我师弟下了毒手 难道就已经忘了吗 穆天红大怒道 哦 原来是那家伙 苏云恍然 随即淡淡道 那你这次过来 是怕你师弟路上太寂寞 要我送你一起上路 死到临头还嘴硬 穆天红眼中猛地蹦射出一道寒芒 也不再废话 他脚下重重一顿 整个人如同猎豹一般 朝着苏云扑杀过去 哄 在这个过程 穆天红的气势暴涨 每一部落下 都宛若有千军之力 整个小院的地面都在发颤 院中那座亭台都在震动 如此威势 看得夜中和周围那些枪手 都骇然不已 准备 一旦穆先生纠缠住对方 我们立刻射击 一个领头的枪手大声说道 其他枪手一个个精神 都千百倍的激动 准备瞄准射击 他们都不是普通的枪手 皆是修炼过一些年月的舞者 对于身体和肌肉的控制 远超普通人 每一个都堪称百发百中的神枪手 不过他们也清楚 自己这点本事 对付武道宗师远远不够 武道宗师的速度和爆发力太快太强 正常情况下 他们根本难以跟上对方的速度 更不要说锁定射击了 就算击中 也无法突破对方的护身进钢 可现在 另有宗师高手 会替他们牵制苏云 这就给了他们机会 一个枪杀武道宗师的机会 与此同时 在两百米开外 叶家另一处高楼顶端 一个狙击手 也正丙心灵神等待着机会 小子 认命吧 这时 穆天红已经冲杀到苏云身前 一双大手 如同垂天之云 猛地压下 将苏云整个人都笼罩 其实 他更想 自己能和苏云正大光明的交手 以绝对的实力 击杀对方 不过他也清楚 一位宗师高手 若是一味想逃 自己未必拦得住 所幸 还是配合叶家 以最轻松的方式 解决掉苏云好了 哼 宗师 苏云讥讽一笑 在穆天红那两只大手 将要击中自己的前一刹那 猛地往前踏出一步 轰隆 一股凝练到极致的竞刚之力 猛地从他身上冲出 如由一口无形之刀 破空斩出 碰 心血喷剑 穆天红只来得及 发出一阵惊怒的吼叫 整个人瞬间被从中间撕裂 两半失去 再分开的刹那 就直接炸碎 血肉碎骨 还有花花绿绿的脏腑 洒落了一地 一位武道宗师 瞬间惨死 正在等待机会的一众枪手 看到这一幕 都梦了 此刻 院中的一众枪手 都是瞪大了眼睛 呆滞当场 这穆天红不是武道宗师强者吗 可现在却莫名其妙地死了 而且死得还如此儿戏 别说纠缠牵制住苏云了 特么的连一个照面都没撑住 就被分尸当场了 夜中也是看傻了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 请了一个假宗师过来 不过此刻 他根本没有心思去想其他的 眼看着苏云迈步往前逼近 他惊吼道 开枪 快开枪 那些枪手也都回过神来 事到如今 他们都知道没有退路了 只能强压着心中的恐惧 朝着苏云射击 虽然大家都清楚 这可能起不了作用 但他们还有一张底牌 那就是隐藏着的那名狙击手 现在大家开枪 其实就是掩人耳目 给那位狙击手争取机会 碰 碰 碰 密集的枪声响起 无数的子弹倾泻而出 他们并非胡乱地开枪 而是呈现网状 封锁了一整片区域 不过苏云却是根本没有闪避 继续犹如闲庭散步一般 往前行进 子弹射到他身前三尺之地 立刻就被静刚阻碍 陷入了停滞 一群蝼蚁 也妄图是神 苏云眼神闪过一丝不屑 伸手一挥 那些停滞在身前的弹头 瞬间倒射而回 砰砰砰 院中的那些枪手 甚至都来不及发出一声惨叫 身上便纷纷爆开一个个血孔 瘫倒在地 哄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阵震动虚空的轰鸣声响起 隐藏在暗处的狙击手 最终开枪了 特制的穿甲弹撕裂空气 瞬间射杀到了苏云身前 将其体外的护身静刚 都强行钻头撕裂 眼看着 子弹就要射入苏云的太阳穴 而下一刹那 子弹停滞 被两根白皙如玉的手指 给生生的捏住 那位狙击手通过瞄准镜 看到这恐怖的一幕 整个人惊得差点跳起来 他拿枪的手都在颤抖 就在他想着 要不要再开一枪的时候 一道银白之光 破空而至 只见一柄银色的小剑 在虚空中划过一个半圆 又倒是而回 那位隐藏在200米开外的狙击手 身子骤然一将 随即人头滚落 滚烫的鲜血 从脖梗上喷射而起 还有没有其他手段 都一起使出来吧 苏云看着夜中 咧嘴笑了笑 可这笑容 落在夜中眼里 却是比恶魔还要恐怖 你 夜中脸色惨白 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 不过 哪怕到了这种时候 他还是手偷偷背在身后 快速地用手机 发了一条信息出去 与此同时 在叶元德所在的那处小院 叶阳术等人 都会聚在这里 爸 我听到枪声好像停了 想来夜中他们 应该是已经解决那小子了吧 叶阳术笑着开口 其他人闻言 都是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一位武道宗师 再加上十几位神枪手 还有一位狙击手 这样的阵容 没理由会干不掉苏云 这时 叶元德收到了夜中的那条信息 内容就两个字 快逃 叶元德脸色豁然一变 脸上闪过一丝震惊 叶阳术见此 连忙问道 爸 你这是怎么了 叶元德神情凝重 夜中那边出事了 大家都愣了一下 有些难以相信 叶元德深吸了一口气 起身道 夜中既然发来了这样的信息 那边必然是出了什么变故 我们得立刻撤走 其他人一听 也连忙跟上 不过一行人刚刚撤离这处小院 碰 一团黑影就从远处被投掷了过来 重重地砸落在他们面前 大家定睛一看 发现砸在地上都是黑影 赫然便是夜中 不过此时的夜中 脖子歪斜 颈部折断 早已经没了气息 只有那双眼睛瞪得大大的 眼神中还残留着浓浓的恐惧 夜中 众人脸色一变 在抬头 看到苏云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出现在了前方 一时间 所有人都惊慌了起来 就连夜元德 虽然极力想要保持着镇定 但身子依旧不受控制的战力 他们都很清楚 既然苏云出现在了这里 便已经代表那位八戟门宗师 还有他们安排的那群枪手 恐怕都已经死了 苏神医 夜元德强撑着身子 脸上一片惨白 哪怕他执掌夜家数十年 全是通天 见惯了无数大场面 可是面对苏云这种恐怖的人物 心中依旧忍不住 生起浓浓的恐惧 一个武道宗师 十几个枪手 还有狙击手 竟然转瞬见面 这还是人吗 夜元德 我救你性命 你们夜家便是怎么回报我的 苏云神情淡漠 冷泪的眸光 如同刀剑 一般在夜元德等人身上扫过 夜元德身子一颤 苍白的老脸上 浮现一丝难言的苦涩 成王败寇 事已至此 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夜元德深吸口气 道 我夜家愿意奉上 原先说好的两株千年灵药 另外再拿出十亿 作为赔罪 希望苏神医能够放我们夜家一马 苏云一听 忍不住发笑 你们谋算为杀一位 武道志强的大宗师失败 居然觉得 拿出十个亿就能摆平 我真不知道该说你们天真 还是无知 还有那两株千年灵药呢 这可是多少钱 都买不到的东西 人群中 夜元德忍不住反驳了一句 不过他却是忘了 那两株千年灵药 本就是夜家之前答应苏云救人的报酬 根本不能计算入内 夜阳树脸上挤出一抹笑意 也开口道 苏神医 见好就收吧 只要你同意了 那今天这件事就到此为止 我夜家以后 也绝对不会再追究此事 否则 你纵是宗师强者 真要在我夜家大开杀戒 那后果你也承受不了的 在经过最初的慌望后 他此时也已经冷静了下来 自己夜家可是豪门大族 不说民阵全国 但在本省以及周遭数省之地 都有巨大的影响力 老爷子更是省内众多大领导的座上兵 苏云杀死夜中这种吓人也就罢了 他不相信 苏云真敢在夜家大开杀戒 一旦那样做 国家都会震怒 武道宗师 在整个国家机器面前 还是不值一提的 苏云闻言 脸上闪过一丝冷笑 无知楼也 死到临头 居然还敢威胁我 碰 苏云屈指一弹 弹射出的止境 就犹如古代的众母 瞬间贯穿夜阳树 在其胸口洞穿一个粗大的血洞 心血喷溅 叶阳树眼睛猛的瞪圆 嘴中发出咯咯的声响 不断地冒着血沫 然后一头栽倒 看到叶阳树被苏云弹指击杀 场内瞬间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 大家都瞪大眼睛 似乎有些不敢相信 要知道 叶阳树可不是夜中那等下人 而是真正的夜家嫡系血脉 是老家主夜元德的第二子 更负责掌管夜家的不少产业 在青州 绝对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 可苏云却是连一丝犹豫都没有 就将其杀死了 爸 叶云荣发出惊呼 本能就想冲出来 可下一刻 他一接触到苏云那冰冷透骨的眼神 胶躯瞬间僵住 一动都不敢动 整个人就犹如坠入冰窖 夜元德面颊抽搐了一下 眼中浮现一丝黯然 他沉默了一阵之后 方才叹息道 苏神医 你想如何就直说吧 我夜家无不应从 夜家众人闻言 皆是面露悲色 因为这话一出口 就等于夜家彻底认灾了 任由苏云予取于求 不过不认灾也不行 从刚才苏云干脆果决的 击杀夜阳术的行为来看 这家伙像是没有任何的顾虑和忌惮 要是继续强撑下去 还不知道会杀多少人 无不应从 苏云笑了笑 很好 既然如此 我就先要你夜家三珠千年灵药 夜元德对此早有预料 听到这话之后便点了点头 虽然痛心 但却没有办法 苏云继续说道 除此之外 我还要你们夜家全部的百年灵药 甚至栽种草药的基地产业 这话一说出来 夜家众人都是神情狂变 夜家控制着国内九省之地的中草药市场 最关键的便是遍布全国的各处栽种草药的基地和药园 这些东西都交给苏云手里 那夜家也等于是断去了根本 要不是现在生死都掌握在苏云手上 他们早就叫马出声了 苏云却没理会夜家一众人的反应 还在继续说着他的要求 他盯着夜元德 但莫道 除了以上我说的两点之外 还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 你得死 夜元德脸色一片惨然 苏神医 难道就没有再通融一下的余地了吗 夜元德声音发颤 透着浓浓的不甘 哪怕他已经准备认栽 有心接受苏云各种过分的条件 可此刻他依旧还是接受不了 苏云冷笑连连 你不是受我的要求 你们夜家无不应从吗 怎么刚说完就反悔了 夜元德脸上闪过一阵清白之色 可你 你这些要求 实在是 我早料到你接受不了 你这老家伙 怕死怕到那个地步 不惜耗费天价求单续命 又岂会肯乖乖受死 罢了 还是由我出手 送你一程吧 至于其他东西 我自己拿 说话间 苏云伸手虚空一抓 夜元德整个人凭空 被吸射到了苏云面前 苏云一把捏住夜元德的脖子 将其死死地提了起来 住手 快放下 几个夜家人看到这一幕 全部都大惊失色 不过他们也只敢嘴上喊喊 根本不敢靠近上去 我面旁发紫 呼吸急促 艰难地开口道 我是夜家之主 你已经杀了杨树 现在在杀我 就彻底无法挽回了 难道你真敢屠罗 整个夜家吗 到时候国家震怒 你也得陪葬 夜元德并不是在虚言恫吓 像夜家这种豪门大族 一旦要是真被灭门了 那就是震惊国内外的大事 国家肯定要不惜代价地 绞杀凶手 天部的武神军和异能组 甚至会高手进出 进行追杀 不过苏云自然不会 就这么被吓唬住 苏先生 还请手下留情 饶我爷爷一命 这时 小院外传来了 夜宾威急切的声音 只见在这关键时刻 夜阳海带着夜宾威 急急地赶了过来 很显然 夜阳海也是收到了 这里的消息 急着带夜宾威过来救场 希望能让苏云 看在夜宾威的面子上 放自己夜家一命 苏云看了一眼夜宾威 脸上神情没有丝毫的波动 饶你爷爷一命 晚了 苏云手掌轻轻一捏 咔嚓一声 夜圆德脖子瞬间扭断 原本他那还在挣扎的身躯 也立刻瘫软了下来 苏云随手一扔 像是丢拉机一样 将夜圆德的尸体 丢在地上 夜阳海看得眼前一黑 差点昏倒 夜宾威脸色刷的一下 变得惨白如指 再没有丝毫血色 执掌夜家数十年大权的家主 夜圆德 死了 这是足以震动 整个青州的头等大事 对于夜家而言 更是犹如天塌地线一般 夜宾威看着夜圆德的尸体 看着横尸在一旁的二叔夜阳术 神情苦涩 苏云手段之狠辣 让他心寒 但他也知道自己无法指责什么 毕竟这次是自己 夜家先过河拆桥 想要联合外人对付苏云 现在被苏云反杀 也确实只能算是咎由自取 何至于此 何至于此啊 苏先生 今日之事 虽是我夜家错了 但你也没必要如此很绝吧 夜宾威满脸悲气地说道 很绝 原来是好友的份上 我现在就灭了你夜家满门 夜宾威娇区一阵 在苏云目光注视下 低下了头 其他夜家人更是静若寒蝉 如果说之前 他们还心存一些侥幸 觉得苏云不敢放肆杀戮 可在苏云眼睛都不眨一下地 将夜阳术和夜圆德杀死后 他们彻底没了侥幸 这家伙就是个疯子 苏云目光环视场内 淡淡道 对于我之前提出的条件 还有人反对吗 没有人敢应声 更不敢反对 生怕自己也成为一具尸体 既然没人反对 那就将我要的东西 给我拿来吧 苏云有些不耐地说道 一众夜家人你看我 我看你 谁也没有动 最后还是夜阳海硬着头皮 说道 那三株千年灵药 其实一直收藏在这祖宅中 不过具体藏在哪里 唯有家主一人知晓 之前夜圆德说 灵药收藏在其他地方 那只是拖延时间的说辞 用来让夜中探听消息情况的 现在夜圆德死了 死前也没留下什么话 他们自然无法知道 千年灵药收藏在哪里 夜家巨大的府宅中 苏云微闭着眼睛 随意地从一处处庭院穿行而过 千年灵药就收藏在这里 可无人知晓其具体的位置 夜家这祖宅太大了 没有丝毫头绪 想要找出来 根本不可能 苏云只能自己搜寻 他将灵药提升到极致 精神力近乎离体外散而出 一片区域一片区域的感应搜查着 而在身后 则是跟着神情惨淡的夜宾威 夜宾威看着苏云的背影 神情复杂 问道 你如此肆无忌惮地杀人 难道就不怕我们借助国家的力量 来对付你吗 苏云头也不回 毫不在意地说道 随便 只要你们有那个胆子 他是真的不在意 这件事 是夜家谋算对付他在先 他仅仅只杀了夜元德和夜杨树 那已经算是有所克制了 就算天部的武神军和异能组织道 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夜宾威听到苏云的话 心中苦涩一笑 自己夜家那些人 现在还有和苏云作对的胆子吗 他无法确定 但就目前而言 恐怕是不敢的 他们都已经被苏云那狠辣的手段 震破了心弹 就连夜杨树的女儿夜云荣 对苏云也是惧怕大国恨意 再去报复苏云 若是失败 夜家可能真的会被灭门 等找到三株千年灵药 我就会离开 至于你们夜家其他的百年灵药 还有遍布全国各地的药材 栽种基地和药源 就有你替我先管理着吧 等我什么时候需要 会再通知你 苏云语气平淡地吩咐道 对于百年灵药和药材栽种基地 其实对苏云本人是没什么用处了 但对身边的苏白河等人 却是很有用处 苏云以后有需要药材炼丹 就可以从夜家随意索取 也不必再费力地让齐家 曹昆他们去到处收集 让我管理 夜宾微微微一正 本想直接拒绝的 但想了想之后 他还是点头答应了下来 自己掌管这些产业 还能借此维系住夜家以前的人脉关系 对外也还能保持住夜家的影响力 这样 短时间内 夜家也不至于就落败下去 而这时 苏云突然脚步一顿 猛地扭头 指向左前方的一处古桌的小院 那是什么地方 苏云问道 夜宾微看了一眼 回道 那士族中的佛堂 平日里只有爷爷会过来这边 佛堂 苏云眼中闪过一丝意味难民的神色 直接就走向了小院 夜宾微神色一动 也连忙跟上 小院之内 只有一座殿宇 里面供奉着一尊三米多高的大佛 佛像外表 刷有金粉 金光闪闪 而在这偌大的殿宇中 除了这金佛之外 也就只有佛前的一个仆团 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 简洁到了极点 你是猜测那千年灵药 会收藏在这佛堂当中 夜宾微试探性地问道 猜测 苏云摇头失笑 不是猜测 而是确定 他敏锐的灵觉 已经感应到一丝异样 不仅仅是千年灵药 他还感应到了木杀 虽然极其微弱 但确实存在于此 夜宴德身上的木杀之毒 应该就是在这里沾染上的 你让开一点 苏云说了一句 然后突然往前连续踏出六步 每一步落下 都有一股强大的净力爆发 等到他第六步踏落之后 碰 他脚下的地砖猛地破碎 不仅如此 下方显露的一块活动钢板 以及连接的金属部件 纷纷都被踏破 而后 一个幽深的坑洞显现了出来 很显然 这里设置了一个秘密地下室 原本需要触动某个机关才能开启 而现在 却被苏云以暴力手段直接打开 底下洞口连接着楼梯 苏云一走下去 壁面上的感应灯就都纷纷亮了起来 这处地下室非常的狭小和简陋 在其尽头 摆放着一张桌案 而桌案之上 则是放着一截大腿粗细的木头 诡异的是 在这截木头上 竟然栽种着三株草药 一股股血红的雾气 缭绕在三株草药四周 不断地涌动着 这 这是什么情况 跟在后面进来的叶冰威 看到这诡异的景象 忍不住尸声惊呼 这就是你们叶家作为镇族质保的千年灵药 你以前没见过吗 苏云说着话 目光却直直钉前方 他看的并非那三株灵药 而是下方那截木头 叶冰威连连摇头 我只知道族中收藏有千年灵药 但以前却没有见过 甚至就连这处地方 也是今天才知道 苏云没再理会 叶冰威继续观察着那截木头 透过那血雾 那木头有焦黑的迹象 像是被雷劈过 可偏偏 木头却又洋溢着一种惊人的生机灵药 这是一节灵木 不仅如此 苏云还看到焦黑木头的表面 还沾染有斑斑血迹 每一个血斑之上 都散逸着浓烈的凶煞之气 那煞气和灵木的生机灵药结合 便形成木煞 苏云看了一会之后 忽然轻叹了口气 脉步走上前去 他探手抓起那三株灵药 一把拔起 然后随手就丢到了地上 你做什么 叶冰威发出惊叫 眼珠子瞪得滚圆 要知道 这可是千年灵药 他实在想不通 之前苏云还对千年灵药苦苦追寻 可现在找到东西了 却又气如碧履 直接丢弃 没用了 这三株灵药已经废了 苏云神情闪过一分无奈 废了 叶冰威神情惊愕 苏云点了点头 说道 灵灯倒转 这三株千年灵药的精华 已经倒流回这节灵木之内了 看到叶冰威依旧是一脸疑惑的神情 苏云也懒得再解释 他大概是明白了 叶家这三株千年灵药怎么来的了 新年 叶家的祖先应该是无意中得到了这节灵木 感知到了其中蕴含的充沛灵能 所以心血来潮将三株灵药栽种到了这节灵木之上 结果 还真被他们成功了 如果苏云没有猜错 这三株灵药 其实根本没有达到千年的年份 只不过是借助了灵木中充沛的灵能 快速的升华 可能百十年的滋养就能达到生长千年的效果 可是有一点情况 是叶家先祖没有料到的 那就是灵木之上沾染着强大修炼者的鲜血 而且还是临死前吐出的一口血 里面蕴含着其不甘的怨念和惊人的煞气 本来正常情况下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怨念和煞气就会慢慢消散不见 可是这口血吐在了灵木上 血液中的怨念和煞气在灵能滋养下 反而壮大起来 而今更是形成了怨灵一样的东西 寄居在灵木控制着灵木 反将三株灵药的精华给吸收了回去 三株灵药失去了精华之后 已经只是空有其形 根本没用了 苏云将其拔起丢掉 可诡异的是 缭绕在灵木四周的血色雾气 反而越发的浓郁 这时 那节灵木当中忽然发出了凄厉的怪音 逆室内更是凭空刮起了阵阵阴风 叶冰威身上汗毛倒树 只觉得有股寒气 从脊椎直冲自己大脑 他仿佛在眼前看到了尸山血海 看到了身躯腐烂的尸骸 突然从地底钻出 朝着他攀爬过来 还有一具 只剩下半个身子的腐尸 出现在他脚边 拉扯着他的裤脚 他一低头 正好看到一张面部迷烂 眼球都已掉落的腐烂面孔 啊 叶冰威发出歇斯底里的尖叫 几乎就要吓昏过去 旁边 苏云轻叹了一口气 神情相当无奈 灵木中 此时散发的怨念和煞气 实在是太浓烈了 叶冰威终究只是普通人 此刻近距离接触 神智立刻就受到了影响 脑海中幻想平生 破 苏云猛地呼吓一声 同时他脚步迈出 手掌成印 猛地冲着那节灵木 按压而下 磅礴的五道意志 席卷而出 哄 充斥着密室的阴风寒气 瞬间消散一空 叶冰威眼前看到的一切 恐怖的画面 也立刻纷纷溃灭 苏云的身影 就犹如一轮烈日 驱散了一切 没了三株千年灵药 但得到了这灵木 好处更大 苏云将灵木上的怨念和煞气 强行驱散 甚至 连灵木上沾染的那些 早已经干枯的血迹斑点 也都纷纷脱落 这节灵木 属于五行中的木系奇珍 里面当中的灵能之充沛 若是提取出来 恐怕足够两三个五道九品大宗师 洗礼自身 成就先天灵体了 当然了 苏云属于例外 他对于自己的肉身筑基太强 灵木中的灵能 还不够他晋升先天静的 拿走了灵木之后 苏云也没有久留 直接便离开了叶家 他这一走 叶家所有人都是长出了口气 大哥 那个煞星走了 我们这边要不要有点动作 一处大厅中 叶家高层商议着事情 叶家的核心族人都齐聚一堂 此时 说话的是一个衣着华丽的贵妇 她是叶元德的小女儿 叶月贤 叶元德和叶杨树被苏云杀了 她心里并不太伤心 但是如今叶家的核心产业命脉 被苏云夺走了 还交给了叶兵为管理 她就有些接受不了 动作 你要有什么动作 叶阳海看了一眼 自己妹妹 面无表情地开口 省公安厅的赵厅长 和我有几分交情 我可以将事情直接报上去 让他特事特办 以最快速度调动力量 对付那个苏云 我想那苏云再是张狂 总也不可能和国家抗衡吧 叶月贤说道 众人听到这话 都是神色微动 但谁也没有马上应声 毕竟苏云之前的狠辣手段 让他们心有余悸 求助国家力量 对付苏云 那自然是一个好办法 可问题是 一旦没有成功 那该怎么办 苏云的手段 他们也是见识过的 武道宗师 加上十几个枪手 还有狙击手的围杀 都没能对他造成丝毫损伤 反而被他全部反杀 自己这边 要是再搞出动作 没能一举弄死苏云 那叶家恐怕就真可能 会被对方给灭门了 所以 就连身为叶阳树女儿的叶云荣 听到叶月贤的提议后 虽然异动 但也没有吱声 叶冰威看着场内沉寂的气氛 忍不住开口道 小郭 我觉得此事 还是就此作罢吧 苏云的本事 对我等而言 已近乎神明了 这次的事情 是我们叶家有错在先 如今能够保全一家性命 已是侥幸 再行报复之举 恐怕真的会为我们叶家 带来灭顶之灾的 叶冰威是真没想到 苏云这才刚走 有人就会按捺不住 而且 最先跳出来的人 还是小姑 兵威 你居然还在听那个混蛋说话 叶月贤神情易冷 呵斥的 你可别忘了 他杀了你爷爷和二叔 莫非他将族中那些核心的产业 交给你打理 你就被收买了 小郭 叶 叶冰威脸色一白 叶月贤却是没有去看他 而是目光 转向了场内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 询问道 袁理书 你老怎么看这件事 老人 是叶元德的胞弟 叶元李 在叶元德死后 叶家嫡系之中 他算是辈分最高的 他沉吟了一下 缓缓说道 大哥原本就并未垂死 那人救治了他 又杀了他 我无话可说 而我们叶家 参与算计为杀他失败 以杨树的死和那三株灵药 作为代价 那我也认了 但是 族中那些百年灵药 还有遍布全国的草药 种植基地和药源 他也要一并拿走 那就太过了 这是我们叶家 代代传承下的基业 不容有失 叶家在发迹之后 掌控的资产 自然不可能 局限在中草药这一方面 还涉足了房地产 酒店 旅游 影视娱乐等个方面 但唯独草药方面 才是叶家的核心根本 也是叶家 维系影响力的关键所在 占据国内九省之地的 中草药市场 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昆彦 你没事吧 一个保镖 看到曹昆走路有些摇晃 连忙上前搀扶住 放心 老子还死不了 曹昆咬着牙 眼中流露出凶利的光 那个贱货 竟然真敢对我下手 等我这次过了这一关 非把他千刀万剐了不可 他身为云州地下大佬 可短短半个月不到的时间 他却已经遭受了两次刺杀 第一次刺杀事 虽然出突然 但有苏云在旁 他无惊无险地度过了 在那之后 他还特地加强了 自己身边的安保力量 更是暗中让自己的一对保镖 人人配枪 可他没想到 第二次针对他的刺杀 会来得如此迅速 而且一出手 便是识破惊天 更令曹坤没想到的是 这策划袭击 他的幕后主使 竟然是他最为亲近的 枕边人之一 王丽飞 也正为如此 曹坤很多暗中的安排和布置 在对方面前 根本就没有秘密可言 这次王丽飞直接破釜沉州 悍然发动 差点直接救了他的命 曹坤那一对贴身保镖 足足十几个人 就只有两个活了下来 而他自己 更是被第一时间激活 死 若非苏先生之前 让人送了我一张灵符 我就真的完了 曹坤从上衣内衬的口袋中 掏出了一张 已经残破的符露 这是一张兽皮材质的符露 赫然便是当初 苏云以灵兽皮为载体 以朱砂和灵兽骨为颜料 炼制成的灵符 苏云在离开前 除了拿出了几颗许诺 给曹坤圆扬丹之外 还多送了一张灵符给他 也正因为这张灵符 在关键时刻挡劫 才让曹坤捡回了一条命 此时 这张灵符 已经变得残破不堪 就连上面的符纹 都已经彻底淡化消散 原本坚韧的灵兽皮材质 也变得腐朽脆弱 显然是已经失去了功效 曹坤眼中闪过一丝痛惜 这可是保命的宝贝啊 坤爷 历解他反叛了 我们必须要尽快通知到其他兄弟 过来这里救我们 一位保镖说道 进去这座厂房 里面左手边是一个废弃车间 走进去数到第七个工位 推开之后 下面是一个地下室 里面除了有一些枪械 和医疗急救物资之外 还有一部卫星电话 曹坤说道 他们身上原本携带的手机 因为害怕被定位 早在他们逃命的第一时间 就已经丢在路上了 不过 曹坤身安角兔三窟的道理 早就给自己安排了退路 这处废旧的厂房 其实就是曹坤秘密准备的 一处安全屋 就连王丽飞 美姐这些情人都不知道 两个保镖听到这话 都是心中一喜 他们当即上前 将厂房的大门 费力地推开 碰 碰 两声闷沉的枪响 竟然从厂房内部响起 曹坤瞳孔猛地一缩 当时就看见 自己前面的那两个保镖 脑袋喷血 整个人已经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而在那厂房幽森的黑暗中 缓缓地走出了几个人 其中为首之人 是一个身材硕壮的寸头男子 眼角留着一道伤疤 斜斜地滑拉过半张脸 看到这人的样子 曹坤眼珠子瞪大 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猛马 你 你怎么会 运送灵兽皮和灵兽谷的那位心腹手下 这处安全屋 也是很早以前 猛马亲自替他安排的 坤爷 没想到你竟然活着逃到了这里 猛马看到曹坤 眼中也闪过一丝复杂之色 如果可以 他是真希望自己没有等到曹坤 曹坤脸色越发的惨白了 在这里看到猛马 他就知道自己完了 那个贱人 这次明显是做了完全的准备 连自己最心腹得力的下属 都已偷偷收买了 猛马 为什么 为什么连你也背叛我 那个贱人 能给你什么好处 曹坤死死地盯着猛马 心里有些难以接受 要知道 猛马可是跟了他十几年的心腹手下 一直来都是忠心耿耿 甚至曾经几次舍身救他 而曹坤在发迹后 也没有忘记提携猛马 猛马如今的权势富贵 可以说是曹坤给的 曹坤想不通 王丽妃到底有什么筹码 能让猛马背叛自己 坤爷 对不起 我也不想的 猛马叹了口气 眼神中闪过一丝无奈 坤爷你也知道我猛马的为人 我追随你这么多年 不管是金钱 还是美色都诱惑不了我 可有些东西 比死还可怕 曹坤怒骂道 白痴 我这次也是没有想到 那件人会对我下手 没有防备才被他得手 你现在回头 我可以既往不救 等我调集了兄弟 分分钟可以灭掉他手底下那些人 猛马文言 却是摇头 坤爷 真正搞不清情况的人 是你 你等着吧 等历解来了 你就一切都会明白了 说完之后 猛马便闭嘴不语 只是以手枪指着曹坤 过了半个小时后 一支车队赶到了这处废弃厂房 在中间的豪华主车上 王立飞缓缓下车 他身上穿着一袭大红旗袍 身姿修长 体态妖娆 脸上画着精致的淡妆 只是那张清诚绝艳的面庞上 却满是冰冷之色 曹坤看到王立飞 顿时勃然大怒 贱人 这些年来 我对你不薄 你竟然敢背叛我 他将自己的地下赌场 还有几家财务公司 都交给王立飞打理 但没想到 却换来的是背叛 所以在看到王立飞后 他直接就冲着王立飞扑去 不过还没有等进前 王立飞身边的一个保镖 就抬起一脚 将曹坤踢飞出去 曹坤一落地 嘴中就开始吐血 他抬头看着那出手的保镖 惨笑道 金镖 好得很啊 当初我派你过去 替这个贱人镇住场面 也让你盯着他 现在倒好 你也彻底倒向他 敢对我出手了 曹坤西年上位之后 将一些重要产业 都交给了自己的几个情人 不过他担心 自己这些情人不能服众 就安排了不少得力手下 帮着正场面 这金镖便是这样一号人物 坤爷 实在对不住 我只想活着 金镖低着头 又退到了王立飞的身侧 王立飞走上前 清冷的目光盯着曹坤 冷声道 曹坤 你大势已去了 认命吧 曹坤怒目原睁 眼睛盯着王立飞 不甘道 为什么 为什么 王立飞冷笑道 你还有脸问我为什么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竭心尽力地 替你打理那些 见不得光的产业 可你呢 居然因为一个外人 就逼得我弟弟去死 那可是我在世间 唯一的血脉亲人啊 曹坤身子一震 瞪大了眼睛 惊怒道 你说的是王猛那个蠢货 这些年 他打着我的旗号 做奸犯科 我都没有理会 可他上次 居然去得罪苏先生 我岂能再留他 他若不死 我都要跟着完蛋 闭嘴 王立飞立声打断道 你不用再废话了 这一次不仅你要死 还要那个苏云 我要让他 也给我弟弟陪葬 曹坤 惊得差点跳起来 你疯了 苏先生 那是神明一样的人物 又岂是你这种蝼蚁 可以撼动的 他是真的被王立飞的疯狂 给震惊到了 他完全没想到 王立飞不仅要对他下手 甚至还想报复苏云 王立飞鄙意地 瞥了一眼曹坤 说道 我既然会出手 自然是有十足的把握 关于那苏云的底细 我有调查过 这次请了一位 可以图神的人物过来 曹坤文言 不由一愣 王立飞却是没有再理会他 而是身子微微下驱 公身道 曲先生 这次还要劳烦你出手 再对付一位舞蹈宗师 下一刻 有一个略显沙哑的声音响起 舞蹈宗师 嘿嘿 没问题 我已经好久没有 吃过宗师血肉了 随着这个声音响起 只见一个黑袍斗篷人 突兀地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这个人大半张面孔 都被斗篷遮蔽 只余下鼻子以下部位 显露出来 他皮肤很白 比流血过多的曹坤 还要苍白 看到这个人出现 不管是猛马 还是金镖 以及他们的手下 脸上都显露出 难以抑制的恐惧之色 连猛马这种身材魁梧的壮汉 此刻都忍不住 身子瑟瑟发抖 黑袍斗篷人 缓步走了过来 很自然地 伸手揽住了王立飞纤细的腰肢 王立飞娇躯一颤 表面上神情看不出什么变化 但眼底深处 却夹杂厌恶和恐惧 你是什么人 曹坤惊怒地看向对方 在这黑袍斗篷人出来后 他就感觉自己 像是被阴冷的毒蛇盯上了 头皮发麻 全身的毛孔都急剧收缩 我 在你们这等的我一眼中 我应该便是神灵了吧 黑袍斗篷人发出大笑 随后 他身上的衣物突然塌陷 在黑袍之下 无数的指甲盖大小的怪虫 蜂拥而出 如同潮水一般席卷而出 似乎这个黑袍人 就是有着无数的怪虫构建的 这诡异的一幕 看得曹坤大惊失色 连连后退 可他根本避不开 这些怪虫速度太快了 眨眼间就已经 踏满了曹坤全身 不论他怎么拍打 都没用 每一只怪虫的甲铐 都像是钢铁一样坚硬 爬到曹坤身上后 就不断地往他肉里钻 啊 曹坤发出凄厉的惨叫 仿佛在遭受千刀万寡的酷刑 猛马和金镖等人看到这一幕 都是不由地缩了缩脑袋 他们之所以会毫不犹豫地 背叛曹坤 就是被黑袍人 这种恐怖手段地惊吓到了 他们每个人体内 都已经被钻入了一只怪虫 那怪虫现在处在折服状态 那还没什么影响 可若是他们不听从吩咐的话 那只怪虫就立刻会唤醒 在他们体内是要血肉 那种痛苦 根本不是正常人能够承受的 而现在的曹坤 更是凄惨 被蜿虫撕咬 转瞬之间 曹坤就已经血肉模糊 尤其是双腿 更是已经被吃光了皮肉 陷入出了白森森的骨骼 苏先生一定会为我报仇的 曹坤发出最后的惨叫 便被怪虫彻底淹没 王立飞站在一旁 神情冷然地说道 放心吧 你的那位苏先生 我也不会放过 他很快就会过去陪你的 猛马连忙上前说道 那苏云住在凌峰山三号别墅 我曾经替坤爷运送过东西 那里好像还住着苏云的家人 废弃的厂房前 重新恢复了寂静 那密密麻麻的怪虫往后退去 原地已经没有了曹坤的躯体 他的血肉骨骼 都被怪虫吞噬得一干二净 只剩染血的衣物和鞋子留在原地 而那些怪虫 则是重新爬向斗篷人掉落的黑袍斗篷 隐约之间 大家可以看到黑袍之内 还隐隐有一张人皮 那些怪虫钻入人皮之中 立刻就让这人皮重新冲冲引起来 变成了一个人 只不过他的双眼 还是空洞洞的一片 只是被垂下斗篷遮臂 蒙马和金镖等人 看得身子站立 大气都不敢出 这家伙太邪门了 根本就是怪物 王立飞此刻还强自保持着镇定 功声说道 屈先生 那我们是现在就去临风山 嗯 黑袍斗篷人点了点头 黑袍下的身子不自然地扭动着 凡俗之辈的血肉 实在太丑太难吃了 无道强者的血肉才是美味 我已经等不及 要去品尝一位宗师了 临风山三号别墅 阮子峰已经结束了今天的修炼 正在和人打电话 而苏白河则是和阮老 正在下棋 好的 好的 师父现在不在 等他一回来 我就告诉他 不用谢我 只是小事一件 阮子峰挂掉电话 脸色有些怪异 子峰 你是在跟谁打电话呢 苏白河听到阮子峰提起苏云 不由随口问了一句 阮子峰文言 灯石神情古怪起来 说道 是师父的一个朋友 请他帮点小忙 打电话过来的是安妃和余颖之 安妃家里不知道出于什么缘故 竟然逼着安妃去相亲 要知道 安妃现在连大学都还没有毕业呢 安妃和余颖之商量之后 没有办法 只好求助到苏云身上 希望苏云能够假装一下他的对象 先应付过去 毕竟 他们现在也隐隐知道 苏云身份不简单 若是出面 解决这种小事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不过阮子峰做不了主 只答应苏云回来之后 进行转达 他将事情简单地和苏白河说了一遍 苏白河脸颊也微微一抽 有些无语 自己这儿子 桃花运未免也太好了一些吧 苏白河叹了口气 而就在这时 轰隆 几辆汽车及时而来 也没有减速 当头的一辆汽车 更是猛地冲击过去 直接就将别墅院子外的两扇铁门 给硬生生地撞开 蒙马等人 气势汹汹地下了车 而后方 王立飞和那位黑袍斗篷的曲先生 也走了下来 冲进去 把里面所有人都控制住 王立飞冷冰冰地吩咐道 蒙马等人文言 立刻抽出随身的刀棍和枪线 往里面闯去 咦 曲先生跟着走入别墅院子中时 忽然发出了一阵轻疑 奇怪 这里汇聚的灵气 怎么会如此浓郁 比起其他地方 超过百倍都不止 好地方 真是好地方 这里我要了 曲先生声音中 透着一丝激动之意 那黑袍笼罩之下 惨白的人皮不断地抖动着 里面无数的怪虫 似乎都在贪婪地 攫取着这里的灵气 王立飞此时也是震惊无比 在走入这处别墅院子后 他也感觉到自己通体舒畅 浑身就像是沐浴在温暖的泉水之中 不仅疲劳静消 就连精神也变得神采奕奕 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这里是灵脉交汇之地 是以前灵山伏地的残植所在 我在陷落国修行的那座灵花谷 也远远不及此地十分之一 曲先生由衷地感慨道 王立飞文言立刻便道 曲先生既然看上了这里 那此地自然是归先生所有 说起来 这处地方还是曹坤的私产 送给了那苏云 曲先生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 上空突然传来了一阵尖锐的阴蹄之声 院中猛地卷起一股狂风 只见别墅上空 有一团巨大的阴影落下 啊 刚刚闯进去的猛马等人 好几个都被巨力给硬生生地撞飞了出来 直到这时 大家才看清 刚刚飞落下来的 竟然是一只巨大神骏的白雕 双翅一张开 挥舞之间便卷起狂风 一扇之下 就像是在小范围掀起一阵风暴 猛马仗着体态朔壮 身子灵活 硬是抗住了那股大风 然后快速击净 手中一柄砍刀 直接披下白雕 不过下一刻 咔嚓 钢铁锻造的砍刀 竟然被白雕一爪子捏住 然后再一爪子 就将猛马整个脑袋都生生捏爆 如此震撼的一幕 立刻就吓住了其他人 好一只灵情 曲先生看到白雕的出现 又是一阵欣喜 你们都让开 由我亲自来收服这畜生 说话间 曲先生已经迈步而出 直接冲向白雕 白雕提叫一声 瞬间腾空 竟然在半空中 翻转过一个不可思议的弧度 出现在了曲先生的身后 两只利爪 齐齐探找而出 碰 曲先生的身子 在被利爪抓中的第一时间 就已经自己爆开 化为了无数的怪虫 将白雕包裹了进去 白雕显然也是 没有料到这种变故 想要再挣扎顿走 已经是晚了 他整个身体 都被那密密麻麻的怪虫覆盖 根本难以挣脱 那些怪虫 不仅全身坚硬如铁 更可怕的是 他们一旦被咬了猎物 就会释放类似 麻醉毒素一样的东西 让猎物机体贪乱 没有反抗能力 白雕中究还不是灵兽 没能抗住 无力地摊在了地上 而这次那些怪虫 也没有将它吞噬 而是重新聚合 凝聚成了人形 曲先生重新将黑袍披上 手上一抖 落出一卷坚韧的钢丝 将白雕重重捆绑起来 好极了 这次过来 真是收获不小啊 要是收服了这只灵情 充当做旗 下次再遇上宋西 正好可以将它那条大龙 给比下去 曲先生哈哈大笑起来 这时 别墅内的苏白河 阮子峰几人 也听到了院中的动静 开门走了出来 看到院中的景象 几人都是脸色一变 你们是什么人 四闯民宅 我要报警了 苏白河惊怒呵斥的 小白 你们快把小白放开 阮子峰看到白雕被抓住 急得不行 听到苏白河的威胁 曲先生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报警 若是没有掌握超凡的力量 普通的警察来得再多 也难以伤及他半根毫毛 除非天部的武神军和异能组 触动大量的高手来围剿他 可那是不可能的 天部顶尖战力 总共也没有多少 要监察分阵滑下大地 若是没有发生什么轰动的大事 根本就无法惊动那等存在 除非是他屠灭了 齐家这种云州豪族 曲先生根本懒得抬眼 去关注苏白河这种蝼蚁 不过当他的目光 看到阮子峰身上时 他身子不由一颤 体内凝聚的无数怪虫 似乎都有些开始狂暴失控 你 曲先生震撼失声道 怎么会 我身上的嗜血虫反应 怎么会这么大 当初我曾经吞过一尊 武道宗师的身躯血肉 都没有让这些嗜血虫 有如此反应 滚开 滚开 曲先生急不可耐 身上一股剧力涌出 直接将挡在前面 爱手爱脚的金镖等人掀翻 急吼吼地冲着阮子峰冲过去 曲先生 王丽菲都看呆了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曲先生 如此势态 曲先生充耳不闻 身上煞气冲天 眼中似乎只有阮子峰 阮子峰毕竟跟着苏云修行 时间上短 也缺少了生死搏杀的实战 如今一下子面对 曲先生这种恐怖的存在 第一时间 就被对方身上 那股骇人的气势给惊到 本能地后退 倒是苏白河撞着胆子 猛地拦在了阮子峰的面前 怒斥道 你要干什么 蝼蚁一般的东西 给我滚开 曲先生身上的黑袍挥甩 一巴掌就要将苏白河 拍死到一边 不过 就在他即将打中苏白河的前一刹那 苏白河手中 已经握住了一块玉佩 曲先生刚一碰触到苏白河 苏白河身上 立刻就涌现出一股浩瀚无匹的力量 这股力量之强大雄厚 简直匪夷所思 虚空中 甚至都发出了一阵气暴的闷响 碰 曲先生身上的黑袍斗篷 手当其冲 直接炸开 他整个人也被震退了十几步 什么 你 你手中的竟然是 法器 曲先生惊叫起来 再次被震惊到 今天在这里 他遇到了太多的意外 先是这座别墅范围 天地灵气异常的浓郁 接着是那只神俊无比的白雕 再就是阮子峰 现在竟然又冒出了一件法器 这里竟然还有一件 如此惊人的法器存世 曲先生声音激动无比 他也是知道法器的 曲先生 本名屈屋 原也是华族血脉 不过自幼 随父母移民先罗 之后更是机缘巧合 拜入仙罗国的一位大将投师 学习详头术 他也是一位天纵之才 在术法有成之后 曾回归过华夏祖地 深入苗疆 还学到了养谷炼谷术 两相结合 修成了一身通天的巫谷之术 他在仙罗国修行时 便知道法器的存在 因为教授 他修行的那位大将投师 就掌握着一件巫道法器 名叫夺灵怨偶 只要拿到别人的血液 或者毛发 包裹入书写 有巫术秘咒的符纸中 焚烧成灰 涂抹到夺灵怨偶身上 就可以通过怨偶 操控别人生死 很是邪门 但此刻 屈屋却觉得 苏白河手中的那块玉佩 似乎比老师的夺灵怨偶 还要好上一些 法器重宝 岂能落入你等这种繁俗之辈 给我拿来 屈屋说话间 娇身形猛地崩解 再次化为了密密麻麻的怪虫 冲着苏白河冲了过去 看到这诡异的场景 苏白河也是慌了一下神 不过好在 当初苏云在炼制着玉佩法器时 本就是考虑到苏白河这种普通人的情况 所以 玉佩法器有自动护住防御的功能 眼看着那些怪虫 浩浩荡荡地扑涌过来 一股无比凶利的契机 在玉佩中涌现 内里的灵力能量 凝聚成另一只巨大的凶兽影像 猛地冲出 刷 涌过来的虫巢 全部都被冲撞了出去 不过那些怪虫坚硬如铁 哪怕是 受到那种可怕的力量震荡 竟然也依旧没有受伤 只是晕眩了一下 竟然又立刻成群结队地继续涌上来 苏白河见此 也没有好办法 让阮子锋往后退去 而自己则是一个人挡在门前 以玉佩法器进行抵御 那些虫巢 被一次又一次地震飞出去 依旧没有丝毫停止的迹象 这是非常可怕的 要知道 苏云炼制出的玉佩法器 反击的力量越来越强 就算是换成其他武道宗师 也难以承受那种反振伤害 可这些怪虫 却硬是扛了下来 防御之前 简直害人听闻 也正因为这虫体之躯如此强大 屈屋才会不惜让自己变成 这种不仁不轨的怪物 玉佩法器在一连催发了几十次后 光华终于黯淡了下去 凡夫俗子 纵使掌握了法器 也难以发挥出它真正的威力 如今法器中存储的灵气耗尽 我看你还有什么手段 那些怪虫 重新凝聚成人形躯体 发出阴冷的哮声 如果这法器 是掌握在一位武道宗师手里 能够发挥出的威力 可绝不只是这么一点 屈屋也根本不会留下硬汗 而是转身就逃 可惜 苏白河根本不懂修行 执掌着法器 却只能靠着法器内的灵力 自行触发 这在屈屋看来 就是对法器本身的亵渎 现在 你可以给我去死了 屈屋大步迈进 再次冲着苏白河而去 然后就在这时 一边再生 房门前上方虚空 突然垂落下一道 又一道的兽皮灵符 总共是36张灵符垂落而下 正好环绕住别墅 将其保护在内 每一张灵符之内 都发散出一片灵光 彼此连接一体 仿佛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护照 这显然是苏云 留在别墅的又一重保险 36张灵符 组成了一种临时的阵势 更重要的是 这浮阵还和别墅中 布置的聚灵阵相连 可以将聚纳而来的灵器 源源不断地供应灵符 屈屋冲上前 凶猛地冲击这灵光护照 可是轰击了一阵 他也没能撼动护照 该死 屈屋暗骂了一句 心中着实有些震惊 这别墅中的人 手段太多了 区区几个普通人 竟硬是阻拦住了他 屈先生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丽飞早已经看得目瞪口呆了 先是玉佩法器 然后又冒出了灵符法阵 这一切都早已超出 他这种正常人的认知范围 别墅外几张俘虏垂落下来 发出的光幕 便将自己眼中 无所不能的曲先生 给阻拦了下来 屈屋没再有什么动作 而是静静地看着面前 那灵符法阵 好一会之后 才沉声问道 你老实告诉我 这次要我对付的 到底是什么人 王丽飞文言 心头一跳 连忙说道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但我听曹坤提起过 对方乃是武道通神的宗师 屈屋轻叹了口气 摇头道 对方绝不会是普通的武道宗师 灵符布阵之法 这是古之修士的手段 便是连我也只是 从我老师哪里听说过而已 这人可能是得了 古修士的传承了 所以才会有法器 有灵符 说到这里 屈屋顿了顿 才说道 这次我们怕是招惹上大麻烦了 屈先生 连你也对付不了那人吗 王丽飞听到这里 心中不由一极 他本以为自己请到 这位高人曲先生 足可以对付的苏云 所以才悍然发动反叛 先弄死了曹坤 然后带人过来对付苏云 可现在 一听屈屋的语气 竟然有了忌惮之意 要是屈屋现在放弃离开 那他麻烦就大了 曹坤一直以苏云门下走狗自居 自己杀了曹坤 没有屈屋挡在前面 他哪里承受得了苏云的怒火 屈屋一摆手 道 不必慌张 我既然已经出手 自然不会半途退缩 也幸好 你说的那位宗师 并不在这里 若是有他亲自坐镇此地 掌控灵符法阵 掌域法器 我就得立刻逃走 不过现在嘛 多花一点时间 我还是可以破掉这灵符法阵的 屈屋已经下定了决心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苏云不在这里 正好方便他破阵杀人 抢夺法器 到时候 法器一得手 他就可以用巫蛊之术 最快时间的祭练掌控 再占了这处灵器伏地 就算对方回来了 他也不怕 叫你的手下都一起帮忙 朝着同一张灵符下面的光幕 一起攻击 屈屋吩咐道 虽然金镖等一杆打手 单体实力都不怎么样 但加在一起 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可以用来帮忙耗损灵符法阵 而屈屋自己也没闲着 化身无数的怪虫 这次并没有在冲击灵符散发的光幕护照 而是攀附在上面 开始撕咬 别墅内部 苏白河几人都是一脸的忧色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有人会来袭击这里 而且当中 竟还有一个满身虫子构成的怪人 子风 打电话报警了没有 苏白河问道 这法阵一启动 隔绝了内外 手机没有信号 阮子风犹豫了一下 道 而且以怪物的本事 恐怕报警也没有用 阮子风跟随苏云有阵子了 虽然如今实力有限 但对于武道界的认知和眼界 那都非同小可 他一下就判断出来了 屈屋比起一般的武道宗师都要恐怖 普通的警方力量加入进来 根本威胁不到这种存在 而事实 也确实如阮子风所说 屈屋根本不怕他们报警 当然 为了避免一些麻烦 王立飞在过来之前了 已经提前安排不少手下 在云州各地闹出了事端 吸引警方注意 这边就算是报警 一时间也分不出警力过来的 与此同时 在往云州方向赶得苏云 忽然身形一顿 停止了狂奔 脸色突然变得有些难看 因为他在那灵符法阵上 做了一些手段 一旦法阵被催发 他这边就能感知到 别墅那边出了什么事 居然让子风启动了灵符法阵 苏云眉头皱起 灵符法阵 那是他在别墅准备的最后保命手段了 不到紧急关头 根本不用使用 一般的凶徒 要是想袭击别说 连白雕那一关都过不了 经过他的调教之后 就算是一般的内进舞者 白雕也能应付得下来 还有老爸苏白河身上 也有一枚玉佩法器 防御护主之下 就算是一些武道宗师 也得被镇伤 可现在灵符法阵启动 显然是这些手段都失效了 想了一会 他拿出手机 打给阮子风和苏白河 结果不出意外 对方那边无法接收到信号 应该是处在灵符法阵 笼罩的范围之中 接着 苏云又准备打给齐家 不过想了想 他还是没有打出 能够让阮子风 启用灵符法阵 他们面对的威胁 起码是武道宗师级别的 通知齐家也没用 该死 不管是谁 敢对我家人出手 这次都死定了 苏云心中暗恨 下一刻 他盘膝坐在地上 枪 一阵清脆的剑鸣之声响起 只见 他那柄只有一指长的银白小剑 漂浮在他面前 苏云一把握住飞剑 任由飞剑的锋芒 被不断地融入飞剑之中 这柄飞剑的剑身 由原本的银白之色 渐渐蒙上了一层淡淡的血红色泽 苏云现在距离云州 还有一千多公里 就算全力奔行 一刻不停地赶路 也得好几个小时 他自己肯定是赶不及回去了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隔空遇剑 飞杀千里 斩杀敌人 不过这种手段 便是一些先天境的修饰 也未必能够做到 而苏云如今 还没有恢复先天境 正常情况下 也无法隔空遇剑 飞杀这么远 所以这次他也是发狠了 强行抽离自己体内 大量的气血精华 分裂出一股精神意识 强行融入飞剑之中 这样可以短暂地 将飞剑冲作分身剑体 不过这样做 代价巨大 抽离了大量的气血精华 还分割精神意识 就算是五道巅峰的九品大宗师 也得瞬间中创 甚至会损及根基 苏云也是仗着自己 得到了一节灵木 有灵能可以恢复 才敢如此 遇见千里 斩 随着苏云一阵爆赫 他手中那柄 已经彻底化为血红的飞剑 猛地射出 在虚空中贯穿出一道五匹剑红 时间一点点过去 三号别墅外的灵符法阵 虽然没有被攻破 但是却已经有一些灵符 出现了破碎 很多光滑都暗淡了下来 哪怕有距灵阵的灵气能量维持 也依旧承受不住 连续不断的攻击 三十六张灵符 已经有五张破碎 别看损毁的只是少数 在第一张灵符破损后 就代表着灵符法阵受到了影响 之后的灵符损耗 就会越来越快 笼罩整个别墅的光幕护照 不断地闪烁着 这边动静 也不是没有其他人知道 凌峰一号别墅 齐青兰独自一人 坐在别墅顶层的露台上 喝着清茶 目光却是摇摇地注视远处的天空 那里有盈盈的光辉 映照着天景 根据方位和距离来看 应该是苏云的三号别墅 齐青兰也没觉得有什么 以为这可能 是什么绚丽的灯光效果 毕竟苏云跟着夜宾威去了青州 剩下阮子峰这个小丫头 玩得疯一点 也可以理解 她掏出手机 打电话给阮子峰 可是打了几次 都没能打通 奇怪 齐青兰嘀咕了一声 想了一下 还是下楼开车 朝着三号别墅那边驶去 不过 就在她快要抵达三号别墅的时候 砰 汽车轮胎 直接爆掉 好在齐青兰车速不快 没有失控 齐青兰眉头一皱 眉眸中闪过一丝惊疑 她的所有车辆 都定期有专人保养 按理说 根本不会出现突然爆胎的情况 她沉吟不定 没有立刻下车检查 不过就在这时 一阵咔嚓咔嚓的怪声响起 四耳无边 齐青兰甚至感受到自己的汽车 出现了轻微的颤动 然后 她就看到 有两只黑色的怪虫 竟然钻破了汽车 爬到了里面 车门都被咬出两个孔洞 似乎钢铁对她们而言 也只是一种实物罢了 齐青兰看到这一幕 脸色瞬间发白 还不等她有什么动作 刷 两只怪虫 就已经冲着她扑杀过来 而也就在此时 齐青兰身上携带的那枚玉佩法器 猛地亮起 在体外凝聚成一道光幕 将两只怪虫牢牢挡住 并且一股反振之力传出 将其弹飞了出去 直到这时 齐青兰才回过神来 匆忙地下车 朝着三号别墅跑去 可越往前去 出现的怪虫越多 跑了几步之后 她立刻往回撤出 同时掏出手机 往外拨通电话 二叔 苏先生的别墅这边出事了 不到半小时 一支全副武装的车队 开进了凌风山 和齐青兰会合在了一起 车队中 齐二爷亲自过来坐镇 失了一条手臂的周老 也跟在一旁 他虽然伤势还没有痊愈 但作为五到六重的高手 足可以应对大部分的局面 而在他们四周 则是足足有十几手持枪械的警卫人员 青兰 到底是什么情况 齐长生询问道 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 但苏先生的别墅四周 遍布了一种怪虫 能够吞金是铁 而且攻击性十足 我一开车靠近 就遭到了袭击 齐青兰说道 齐长生闻言也是诧异无比 能够吞金是铁的怪虫 他也是闻所未闻 周老 你有听说过吗 齐长生问道 周老沉吟了一下 回道 我倒是有听说过几种 苗疆那边有一种特殊蛊虫 便是坚硬无比 刀枪不入 湘西那边也有铁甲狮虫 国外仙罗那边 则有降头式圈养的嗜血虫 这当中每一种 都需要耗费海量精力去饲养 很多更是需要喂养人的血肉 齐长生神情一领 盲问道 这些虫子 会不会是苏先生圈养的 应该不可能 周老苦笑着说道 以苏先生的高绝的武道天资和实力 恐怕是看不上这种歪门邪道的 齐长生松了口气 那就好 在他们交谈的这回功夫 外面已经有人警卫人员 操控着一架无人机升空 飞向三号别墅进行侦查 很快 无人机携带的摄像头 就传回来了三号别墅外的监控画面 大家通过监控面板 看到有一群人正围着别墅 正不断地在攻击一片光木 而在另一片区域 更是有黑鸭鸭一片虫子 也趴在光木上是咬 看到这一幕 大家都是心头一震 正想要再看清楚一些 可这时 砰的一声 画面立刻为之一案 操控无人机的警卫人员 禀报道 二爷 无人机被击落了 齐长生点了点头 说道 已经确定 是有人在攻击苏先生的别墅 你们立刻过去支援 如今苏先生不在云州 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的家人出现意外 是 这一对警卫人员 立刻拿出各种装备 朝着苏云的别墅逼近 在这个过程中 果然又冒出了一些怪虫 当即 就有警卫取出了一架架火焰喷射器 启用之后 立刻就喷出了一条条的炙热火龙 这是军用火焰喷射器 威力巨大 可瞬间喷出超过千度高温的火焰 那些怪虫虽然刀枪不入 可是面对这种超高温火焰 也是立刻退避开来 冲过去 齐长生一声令下 车队继续启动 往前冲去 与此同时 正在攻打林府法阵的重巢 猛的一句 重新形成人形 王立飞也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汽车轰鸣声 屈先生 有人过来了 王立飞说道 屈无点了点头 道 来了一群蝼蚁 居然还携带了高温火焰喷射器 逼退了我不知在外围的一些嗜血虫 不过也没关系 他们要找死 那就让他们过来好了 他抬头看了一眼别墅外的林府法阵 此时 那三十六张林府 如今已经只剩下了六张了 用不了多久 他就可以彻底破去这林府法阵 不过他并不知道的是 此时 在别墅的附近 还有两道身影折服于暗处 竟是连他也没有察觉 这两人 皆是五道宗师强者 一身契机收敛停滞 封闭了自身气血 躲在暗处 让人很难察觉 这两个隐喻暗处的五道宗师 都是五神军的强者 自上一次 严峻山试探苏云 被一招击败之后 五神军对于苏云的重视程度 就已经又提升了一个层次 更重要的是 随后木铃带领的那只异能小队 也传回消息 确认苏云疑似五神强者 这让天部的高层都坐不住了 所以 天部便派遣了两位五道宗师 驻守在凌峰山之外 木地自然不是监视苏云 而是充当联络员 一旦五神军的那些将主 有了决定 便可以通过他们去接触苏云 不过他们过来后 还没有等到联络苏云的命令 倒是先遇上了 有人过来攻打苏云的别墅 王坤副将主 我们现在要不要出手 这两位五神军的宗师 一个是五道七重 另一位是五道八重 和严峻山一样 都是第六军的副将主 此时 问话的便是那位七重宗师 王坤看了别墅那边一眼 摇了摇头 说道 再等等吧 现在还没有到最危急的时候 只有当那灵符法阵被攻破 里面的人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 我们再出手 救人于险境 如此才能最大程度的 让那苏云成我们的人情 说到这 王坤便不由笑了笑 胆开道 今天我们真是见到了 很精彩的一幕啊 法器 灵符法阵 还有布置在别墅外的聚灵之阵 这些都是古之修饰的手段 原本我还奇怪 这苏云年纪轻轻 怎么能修成如此强悍绝伦的实力 现在看来 他应该是得到了古修士的传承了 另一位宗师流空文言 也是点头附和道 是啊 根据调查的消息 这苏云绅士简单 出生自普通家庭 根本没有机会接触什么武道世家和门派 按理说是 不可能修成一身如此通天彻地的修为 就连我们武神军中 各军的将主也都很好奇 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 流空也是唏嘘无比 古修传承太过罕见了 对于他们这些人而言 也几乎等同于传说 但他们知道 这是确实存在的 因为武神军曾经挖掘出一些古老的碑纹和古籍 上面就记录了不少古修的事迹 不过后来 因为天地间灵能枯竭 世界进入末法时代 这些古修才消失不见 这个苏云 他得到的古修传承中 搞不好就有什么灵丹妙药 他服下之后 洗经法水 脱胎换骨 才能在如此年纪 修成武道极致的实力 可惜啊 这样的传承 若是交给我们 王坤叹息连连 说实话 刚才他远远看到苏白河的玉佩法器 还有这灵符法阵 眼睛也有些发红 恨不得将东西夺过来 如此重宝奇物 岂可掌握在苏白河这些繁俗之人手中 唯有交给自己武神军 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可以更好的 让自己这些人保家卫国 维护民众的安全 在他们暗中交谈的这一会儿功夫 齐长生的那一支车队 终于冲到了别墅之外 打头的一辆大车 进行过特殊的改装 玻璃防弹 车体更是装在了厚厚的一层装甲 而且携带了车载的火焰喷射器 随着车里的人操控 喷射器立刻旋转着 喷出一大圈的高温火焰 所过之处焦黑一片 王立飞手下那帮人 看到这种阵仗 都是吓得腿软 没用的东西 滚开 屈屋冷冷一哼 根本没将齐长生等人放在眼里 在他说话的同时 他体内已经飞射出了两只嗜血虫 这两只嗜血虫和其他的嗜血虫不同 其他的虫子全身黑漆漆的 可这两只却是鲜红如血 而且个头骑马 是其他嗜血虫的三倍以上 而且在其体表 更是萦绕着一层淡淡的血光 刷 这两只嗜血虫瞬间窜出 直奔着车队而去 其他嗜血虫 对那超高温的火焰不敢靠近 可这两只嗜血虫 却是从火焰中直接穿行而过 分毫未损 啊 不到三秒钟 打头的那辆防暴装甲车 就被咬穿了外部装甲 顿时间车内响起了凄厉的惨叫 有人迅速打开车门 只不过刚走下两步 整个人就立刻干瘪下去 成为了干湿 其他的嗜血虫 会吞进血肉骨骼内脏 可这两只特殊的嗜血虫 似乎只吞噬血液 而且 他们吞噬血液的过程 身体就像是一个过滤器 似乎只会汲取血液中的精华 剩下的污血 就会通过身体排出 所以 后面车上的人 就看到了无比诡异的场景 他们体外 却是一片发臭的污血流淌而出 而在这污血中 两只嗜血虫身上的血光 似乎越发的精纯和璀璨 这是嗜血王虫 还隐藏在暗中的两位武神军宗师 都是脸色猛的一变 他们身为武神军强者 不仅要镇压国内黑暗世界的牛鬼蛇神 还要威慑外敌 对于国外一些超凡力量 也是收集了很多消息 仙罗国的匠头师 也在其中 若只是普通的嗜血虫 他们自信还可以轻松镇压 可没想到 屈屋竟然都养出了两只是血王虫 这样一来 事情就棘手了 要不要出手 流空冲着王坤询问道 已是血王虫的杀戮速度 恐怕用不了半分钟 就足以将齐家过来的这对人 给杀干净了 王坤沉吟了一下 还是摇了摇头 没有出手的意思 他要让苏云成武神军的人情 自然是要等屈屋攻破临府法阵 威胁到苏白河那些人才行 现在一旦出手救了齐家的人 那就不好再装容作哑了 很快 两条是血王虫就已经灭杀掉了第二辆车上的警卫 就在他们要冲着第三件法器攻击的时候 碰 两只是血王虫被弹飞了出去 齐青蓝手握一块玉佩法器 走了出来挡在了前面 嗯 屈屋神色震惊 完全想不到 这样的玉佩法器 竟然还有一块 隐藏在暗处的两个武神军宗师 也是瞪大了眼睛 一脸的不可置信 好好好 看来今天 注定是我屈屋的幸运日 竟然一日之间 能够得见两件法器 而且都掌握在凡俗之辈手里 这就是给我准备的呀 屈屋哈哈大笑 他一边控制着重巢 准备继续磨灭剩下几张灵符 攻破入内 另一边 则是以两只嗜血王虫 纠缠住齐青蓝 只要等到齐青蓝 玉佩法器中的灵气能量耗尽 他就又可以得到一件法器 此时此刻 两位隐藏在暗处的武神军宗师 也有些无法淡定了 流空神情焦急地看着王坤 问道 现在怎么办 要不要出手 王坤强压下心中的震惊 道 再等等 再等等 还等 要是让那家伙 先夺到了一件法器 那事情就麻烦了 流空忍不住说道 法器的威力有多强 他们都已经亲眼见到了 像苏白河 齐青蓝这种普通人掌握在手 短时间内都可以稳入泰山 武道宗师都攻不破防御 要是法器落到屈屋手里 那还得了 恐怕他们两人联手 都未必能够治得住对方 必须得武道九品大宗师出马才行 不要慌 那家伙就算夺到了法器 想要祭练 也需要一点时间吧 王坤冷静地分析着 流空闻言 便知道自己这位副将主心意已定 便也不再多说 不过 也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天际 猛地亮起一点刺眼的光芒 鲜红明亮 犹如一颗血色的星辰 坠落天地 这点血光一出现 对于普通人而言 还没感觉到有什么 可是曲污 两位武神军宗师 甚至就连齐长生身边的周老 在这一刻 都是脸色狂变 他们感受到 一股浩瀚无匹的剑意 突然涌荡过来 充斥了整个虚空 就仿佛有一柄绝世神剑 从天上斩入了人间 他们顺着感应 猛地抬头 正好就看到那一点血色的光亮 如星火划破虚空 正好朝着临风山而来 这是 众多嗜血虫重新聚拢 形成屈污的躯体 就连那两只嗜血王虫 都收了回去 屈污看着那一点血色光亮 内心忽然变得无比惶恐不安 那血色光亮速度太快了 初看之时 还在远处天边 可再一看去 这血光已经飞临了临风山 直到这时 大家才看看清楚 这血光很是一柄飞剑 飞剑本体虽细小 但剑体之外 却是缭绕着浓烈的血光 显化的剑影 就显得非常的巨大 仔细看去 甚至还能在那血光之中 隐隐看到一道模糊的身影 那是苏云的身影 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苏云在一千多公里之外 遇使而出的飞剑 就杀到了临风山 一路穿行 爆发出洞的速度 超过了音速 而此举 爆发的代价 也无比巨大 先前苏云融入飞剑中的 气血精华 精神意识消耗了大半 此刻 飞剑飘浮在别墅前 血色之光 照亮了虚空 整个场内 顿时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当中 之前气焰嚣张 无法无天地屈屋 此时整个人都在颤抖 隔空欲剑 先天之境 屈屋差点被吓个半死 这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手段 如今的末法之势 怎么还会有先天强者在外行走 而且竟然还被他遇上了 不知前辈是何方高人 加是是先罗国的塔尼上师 屈屋磕磕巴巴的开口 不过 飞剑上想象的苏云身影 却是寒声道 赶来攻打我的居所 对付我的亲人 不管你是谁 今天都得死 在花音落下后 飞剑迸发出一阵轻盈的剑音 飞剑直直冲着屈屋展露而下 等等 屈屋顿时被吓得魂飞天外 他完全没想到 自己现在攻打的这处别墅 竟然就是这位先天境强者的 不是说对方是一位武道宗师吗 屈屋现在恨不得将王立飞活活掐死 这贱人 竟然让自己 来对付一位先天境的绝代强者 这可是已经真正脱离了凡俗的修行者 别说是自己了 就算是自己老实过来 那也只有受死的份 还请饶我一命 我被骗了 屈屋凄厉的大叫 可是苏云根本不为所动 飞剑斩落而过 破 屈屋的身躯瞬间被撕裂 重新化为了黑压压的嗜血虫 不过此刻大部分嗜血虫 全部一动不动地跌落在地 没有了声息 在被苏云那一剑斩过之后 这些嗜血虫 全部都被飞剑中蕴含的灵力剑翼 抹杀了全部的生机 唯有那两只是血王虫 从一堆虫尸中爬出 飞快地往外逃窜 可这时飞剑再次一阵 两抹剑光射出 两只是血王虫瞬间爆碎 仅仅只是一个照面 刀剑难伤 掌握一身通天巫蛊之术的曲巫 就彻底毕命 随同他一起过来的王丽妃 还有其一众手下 早已经看傻在那里了 你是曹坤的女人吧 敢带人来对付我 胆子不小 你既然出现在了这里 想必曹坤已经是死了吧 漂浮的飞剑上 苏云显现的身影 注视着王丽妃 而王丽妃自然也已经认出 飞剑上显化的苏云身影 脸色变得惨白一片 屈屋一死 他就知道自己完了 苏云看到王丽妃没有回应 也懒得说什么 飞剑一阵 一道剑气射出 贯穿了王丽妃的额头 碰 直到王丽妃的尸体摔在地上 金彪等人终于回过神来 纷纷跪地求饶 饶命 神仙饶命啊 我们都是被逼的 是丽妃带来了那个怪人 逼着我们杀死昆彦 苏云根本懒得听 这群杂碎 既然敢来攻打临风山别墅 苏云自然不可能放过 剑光一闪之下 场内历史又多了一堆尸体 不远处 齐长生那帮人 已经全部屏住了呼吸 这 这是苏先生 齐长生神情呆滞 旁边 周老吞咽着口水 艰难道 准确地说 这是苏先生的飞剑 当中附着了他的精神意识 他顿了顿 压下心中的惊骇 感慨道 隔空欲剑 这是古之剑修的手段 我一直以为苏先生 是舞到绝顶的强者 却没想到他已经超脱了凡俗 跨入了先天修士之境 二爷 青岚小姐 我们立刻过去拜见苏先生 齐长生点了点头 正要有所动作 而这时 大家看到那柄飞剑突然一转 渐渐指向了另一处方向 可怕的剑势轻浮而下 等等 苏先生 我们是武神军的成员 没有恶意 在那里隐藏着的两个武神军宗师 连忙高声大喊 狼狈地跑了出来 他们生怕自己晚上片刻 就会被飞剑给斩杀当场 看到两个武神军宗师突然冒出来 场内众人都是吃了一惊 尤其是周老 更是脸色大变 他刚才根本没有察觉到 还有外人在场 当然了 宗师强者封锁气血 脸心逆气 他区区五到六重 确实也发现不了 只是他想不通的是 既然明明有两位武神军宗师在这里 刚才为什么没有出手 反而还隐匿在一旁 坐视区无攻打别墅外的灵符法阵 一念至此 周老脸色顿时变得微妙起来 王坤和流空 看着苏云那柄飞剑 杀气流淌 锁定了自己二人的契机 顿时一阵头皮发麻 苏先生 误会 我等时都是武神军中人 奉命驻守在附近 用于关键时刻 代表武神军联络苏先生的 王坤硬着头皮解释道 他是怎么也没想到 苏云竟然有隔空遇剑的手段 人都没过来 就控制一柄法剑 袭杀了屈屋 这不仅让他先前的谋算落空 现在更是弄巧成桌 被苏云敌视 果然 在他说完之后 飞剑中 显现的苏云身影 便冷冰冰地问道 你们两个 在这里多久了 王坤和流空 脸色都有些不自然 我们也是刚刚抵达不久 看到有些到妖人作祟 正要出手 没想到就苏先生 你就已经回来了 王坤干巴巴地说道 这话一说出来 别说苏云了 就连周老 还是齐青岚等人 都是一脸的不幸 什么刚刚赶到 真要是刚刚赶到 那有必要立刻躲到隐秘阴暗处 苏云也懒得多说 飞剑上 瞬间飞射出两道剑光 啊 王坤和流空 同时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 两个人都各自有一条手臂 被剑气生生搅碎 血无喷涌 两人痛吼的同时 心中也愤怒无比 为什么 我们并没有对你家人出手 难道仅仅因为 我们没有救人 你就对我们下手 王坤满脸惊怒地喊道 似他这样的武道强者 折损了一条手臂 对于战力影响太大了 苏云冷冰冰地说道 我没记错的话 武神军的职责 便是守国护民 镇压那些掌握 超凡力量的邪门歪道 就算今日是普通人被屠戮 你们也该出手 可我的家人被邪 你们却是坐视不管 看来你们是对我有意见 我断你们二人一条手臂 莫非你们还不服 你 王坤和流空都说不出话来了 因为他们今天的做法 确实也已经违背了武神军的职责 滚吧 苏云一声冷喝 王坤和流空也只能捂着断臂 灰溜溜地离去 苏先生 这时 齐长生 周老等人 纷纷上前 冲着苏云那柄飞剑攻身行礼 如同在参拜神灵 特别是那些警卫队员 虽然训练有素 哪怕是有炸弹在身边爆炸 也能面不改色 但此刻见识到这种超凡场景后 还是一个个大受震动 难以保持平静 倒是齐青兰 打量着那飞剑上显化的影像 眼神雀跃 似乎想要伸手触碰一下 但又有些不敢 苏云看得有些无奈 说道 你们不该过来的 但不管怎么说 还是谢谢了 另一边 别墅内阮子峰等人看到外面的动静 也解开了灵符法阵 走了出来 师父 你总算回来了 这就是你以前和我说过的 隔空欲剑之法吗 阮子峰看到飞剑上显化的苏云影像 也像齐青兰一样 非常的兴奋 不过他比齐青兰还有胆大 伸出手指去戳了戳苏云的影像 结果发现并不是实体 手指可以轻易地穿过去 别胡闹 苏云轻斥了一句 不过目光看到阮子峰和苏白河等人都没有受伤 便松了口气 小月 你这是怎么回事 苏白河看到苏云的剑体显影 同样有些好奇 似乎也想上来用手戳一戳 苏云看得一阵心泪 爸 我现在没时间解释了 我宁恋在这飞剑上的气血精华和精神意识 消耗得差不多了 有什么事情 等我回来再说吧 苏云说着话的同时 显现的影像也确实变得更暗淡了 而且剑体上的血光 也没有最初时那么光彩耀眼 毕竟 斩杀屈污 还有斩掉王坤和流空手臂 爆发出的威力都无比强大 远远超过宗师级的爆发力 对于气血精华和精神意识的消耗 自然也更更剧烈 再加上之前 一路爆发急速 玉空归来 飞剑内的气血和精神已经所剩无几了 隔空玉剑千里杀人 听着是厉害 但还真不太实用 若非遇到了万不得已的紧急情况 苏云根本不会这么干 苏先生 你这隔空玉剑恐怕消耗不小吧 要不要我们安排车辆过去接你 周老师叹性地问道 齐青兰也是连忙点头 说道 是啊 苏云 你现在人在哪里 我亲自去接你 苏云轻叹了一口气 摇头道 不用了 我现在还在一千多公里外 还是我自己回来吧 此话一出 众人进阶愕然 一千多公里 周老金的差点把眼珠子都瞪出来 隔空玉剑飞略一千多公里过来杀人 这是什么手段 玉剑百里就已经足够惊人了 可苏云 竟然玉剑一千多公里 齐长生心中感慨不已 飞剑千里斩人头 苏云这样的神仙人物 若是想要杀谁 恐怕对方就算是请一支军队来保护自己 也没用吧 还好自己齐家 和苏云不是敌人 这时苏云突然喊了一声 齐长生身子一震 连忙说道 苏先生 你喊我名字便可 苏云也没有纠正 直接道 这次来袭击我别墅的这群人 除了那个修炼巫蛊之术的家伙之外 其他人都以那女人为首 他是曹坤的一个情妇 曾经与我有过仇怨 怀恨在心 你替我去查一查 他手下还有什么余孽也没有 如果有地话 就替我一并铲除了 齐长生闻言 当即就保证道 苏先生放心 此事我会办妥 苏云点了点头 又看向阮子枫 子枫 收好这里飞剑 等我回来 留下这最后一句话 飞剑上的血光身影彻底脸去 跌落在了地上 阮子枫连忙将其捡起 用手擦拭了一下后 便小心翼翼收起 在苏云遇见千里 斩杀屈屋的同时 南疆 一片人际罕至的荒野之中 一群气息悠长强劲的舞者 登上了一座荒山 这些舞者中 最弱的 都是将内境修炼圆满的 舞蹈六重强者 而走在前面的三人 更是达到了宗师之境 每个人额头上 都绑着白色的丝带 神情流露着一股悲伤之意 他们都是八级门的舞者 就在不久前 中海唐家那边 已经打电话传来了消息 门中那位宗师穆天红 已经战死于叶家 宗师陨落 对于任何舞蹈门帕而言 那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次 八级门当代掌门 带着门中的精锐 登上了这座荒山 而在这荒山的山腰处 有这一处人围 挖掘出的洞窟 洞口 立着一块石碑 上面刻着外人纸布四个字 每一个字 都铁化银钩 充斥着一股可怕的舞蹈意语 哪怕是场内的几个宗师 看到这四个字 都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 不得不止步 郑基师说 门中出了大事 如今需要你出关力挽狂澜 否则我八级门数百年威名 就要就此没落 说话的人 是八级门如今的掌门 他已经年过甲子 就算是在当今舞蹈界中 也是辈分和威望极高的人物 但此刻 他却恭恭敬敬地 站在洞窟的石碑之外 躬身行礼 而在他身后的其他人 也是一般无二 如同古代朝臣 面见帝王一般 在洞窟内闭关的那位郑基 乃是八级门内 如今存世的辈分最高之人 也是舞蹈修为最强之人 他已经在这片荒山 闭关了二十年 二十年前 郑基的舞蹈修为 便已经达到了九品大宗师之境 横行天下 连败敌手 甚至 他还前去天部 挑战过武神军的强者 连败了三个同为五道九品的 武神军将主 他几乎就要以一己之力 带领八级门 突破武神军定下的限制 但可惜的是 最后关头 武神军中有影视强者出面 与郑基相斗了一天一夜 最后 郑基落败了一招 便来到了这处荒山 闭关二十年未出 平日里 八级门的人 也不敢来打扰这位活祖宗 但这次却不得不来 那幽暗深沉的洞窟内 在沉默了好议会后 终于有一道苍老的声音传出 门中出了何事 你们还解决不了吗 需要让我出来 莫非是门中的弟子 外出为非作歹 惹出了武神军 八级掌门门言 连忙说道 那倒没有 武神军是大 门派上下都紧遵你的告诫 不敢去挑衅武神军 也没有公然去违抗天部的法令 那又是何事 八级掌门犹豫了一下 说道 门中有宗师被人击杀了 门中宗师被杀了 洞窟内 赠继的声音微微一冷 在武道界 武者之间的搏杀 其实很常见 弄出人命也不稀奇 但宗师强者陨落 那就很少见了 宗师之间 更多的还是笔斗切磋 点到极止 除非是血海深仇 才会搞出生死斗来 是什么人 敢敢杀我八级门宗师 赠继寒声开口 仅仅只是一句轻声低语 可洞窟之外的众人 却是感觉一阵寒意刺骨 八级掌门硬着头皮说道 出手之人 是一个名叫苏云的年轻人 算是武道界的后起之秀 根据调查到的消息 他身后四并没有什么武道门派 和世家的支持 疑似得到机缘 才了今日这一番成就 话音落下之后 洞窟内 赠继瞬间暴怒 废物 老夫当年在门派时 八级七号 威震武道界 就连武神军 都要给我们八级们几分薄面 一个武道界的晚辈 而且还是散修 斩了门中宗师 你们不去报仇 反而要请我出山 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容不得赠继动目 要是门中的宗师 是被其他武道世家 或者门派的老前辈给逼杀了 那他还能接受一些 可八级掌门硬说 门内的宗师 竟然死在一个晚辈散修手里 这简直是耻辱 一众八级们的高手 都低着头 没有吭声 如果可以 他们也不想来请赠继出山 关键是 他们自己真的没能力 替穆天红报仇 更没能力维护八级们的威严 虽然他们 没有亲眼见到 苏云的实力有多强 但是叶家那边 却是将一些情况 告知了唐家 由唐家转达了过来 当日 叶家派出了十几个枪手 还有一位狙击手 配合穆天红围杀苏云 结果前后 可能不到几分钟 苏云就全部解决了 这样的实力 根本不是他们可以对抗的 要知道 他们这些人 也就八级掌门实力 比穆天红强一点 但也强出有限 必须得请动 郑继出山才行 看来是我销声匿迹太久了 世间都已经忘却了我的威名 也罢 这次我出山一趟 正好看一看 如今的舞蹈界 又出了什么惊艳人物 郑继苍老的声音 从洞窟内传出 随后 一阵脚步声响起 他本人从洞窟深处的黑暗中 缓缓走出 等他走到洞口的时候 所有人都呆住了 郑继身上穿着一身 陈旧的长袍 但上面却没有丝毫的灰尘和污渍 似乎在他身上 时时刻刻都流转着一股轻柔的静刚之力 身躯无瑕无垢 仙尘不染 更让人震惊的是 郑继按照年龄 明明已是超过古希之灵的老者 但皮肤却是顺滑紧致 一点都看不出老太 比起八级掌门都要年轻 看着也就四十来岁的样子 八级掌门像是想到了什么 惊呼道 师叔 莫非你已经是突破了五道极致 踏入了先天之境 其他八级门舞者闻言 也是全身一震 激动起来 确实 也唯有灵气贯体 肉身蜕变升华 成就先天灵体 才能让腐朽的身躯再生造化 郑继却是没有理会众人的兴奋 只是微微摇头道 在如今的凡尘俗事 要踏入先天之境 可没那么简单 我只算是踏入了半步 转化了半个先天灵体 不过这也够了 说到这 他眼中绽放出两道璀璨的光芒 傲然道 在这凡俗世间 我足以称神 距离云州一千多公里外 某处偏僻之地 苏云盘膝而坐 身上携带的那节灵木 绽放着淡淡的光辉 不断有浓郁的生命能量 涌入苏云体内 恢复着苏云先前遇见所造成的亏损 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 苏云原本苍白的脸色 渐渐恢复红润 不得不说 这灵木确实是当今世上 绝世罕见的奇真灵物 苏云仅仅只是汲取了 其中小部分的能量 那一节灵木 本就不够他晋升先天之境 现在又耗去了其中的一部分精华 那就更不够了 虽然曲巫已经被他遇见必杀 但苏云依旧有些不解恨 只杀一个曲巫 不够 他还要诛灭曲巫满门 他要以此酷略手段来震慑天下 让所有人都知道 感动他家人的下场 否则话 其他人也有样学样 派出死士对付他的家人 以此来威胁他 那还得了 仙罗国 塔尼上师一脉 苏云眼中闪过一抹寒芒 随即又平复而下 随后 苏云继续往云州而去 这次他虽不急着赶路 但奔行起来 速度依旧奇快无比 如同高速行驶的汽车 一千多公里的路 他只用了一天时间就走完了 第二天 他就回到了云州 不过还没等踏入临风山 苏云脚步就顿住了 在临风山前 有两道身影默默地站在一旁 分别是一个穿着中山装的高大老者 以及一位身材修长 曼妙地靓丽女子 那高大老者也不知道站在这里多久了 整个人的气息 似乎与身后的临风山都融为一体 仿佛他人就是山岳 便是天地动荡 也难以撼动他分毫 而那一位靓丽的女子 气息空灵 手握一柄权杖 正面带笑意地看着苏云 他赫然便是 曾经和苏云打过交道的 那只异能小队的队长 穆灵 苏先生 你终于回来了 穆灵笑着打了声招呼 苏云点了点头 算是回应 苏云以来 见过的实力最强的武道高手了 武道九品 算是走到了武道炼体的顶峰 苏先生 这位是武神军第六军的将主 方天山将军 穆灵冲着苏云介绍道 方将军已经知道了前天晚上的事情 这次特意过来 是为了赔罪而来 苏云皱了皱眉头 随即神情玩味道 赔罪 要怎么赔罪 莫非要斩了那两位宗师 给我赔罪 此话一出 穆灵脸色一僵 善善不言了 就他所知 王坤和刘空 可并没有参与袭击苏云的家人 甚至也不是见死不救 只是存了一些小心思 想要等到苏白河等人 真正生命受到威胁时再出手 以此来让苏云欠一份人情 只不过这两个家伙 运气不好 搞砸了 这事情 严格说起来 虽然是违背了武神军的纪律 但顶多也就是训斥和惩戒一下 而这次苏云动手 分别斩了王坤和刘空一条手臂 已经算是对他们从重从严的处置了 要是为了这点事情 就自斩两位武道宗师谢罪 哪怕慕陵都觉得不可能 真要那么干了 武神军中的人心恐怕都要散了 高大老者轻叹了口气 此事拱手道 苏先生 王坤和刘空已经为他们的错误 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苏先生要是觉得不解气 老夫可以亲自道歉赔罪 说话间 高大老者冲着苏云微微躬身 低下了头颅 方将军 慕陵看得有些动容 同为天部所属 他自然是知道 这位老将主 在武神军中 是有着何等超然的地位 这是屹立在武神军 最顶端的几位巨头之一 尤其是方天山 更是一步一个脚印 从武神军底层走上来了 一生征战杀伐无数 刚之不阿 从未向人低头 可今天 他低头了 苏云脸上 神色没有什么变化 语气依旧淡漠 道歉就不必了 我以后并不想再和武神军 扯上什么关系 方天山听到这话 心中又忍不住重重叹息一声 其实 自从上次严俊山和慕陵等人 相继传回消息 说了苏云的实力后 武神军几位将主就在商量 想要将苏云邀请入武神军 并且 还派出了王坤和刘空两人 过来云州 充当联络员 可还没有等他们具体商量出 一些邀请的条件和细节 就被王坤和刘空捣砸了 方天山这次亲自过来 也是有补救的意思 想看看 如何能让苏云消气 可看苏云的样子 根本不想给这个机会 当即 方天山也只好按下劝说的心思 转而冲着慕陵使了个眼色 慕陵无奈 只好出言道 苏先生 我们今天过来 其实还有一件事 想要和你说 根据我们收到的消息 八级门的一位影视老古董出山了 是冲你来的 天部监察着天下 像八级门这种 曾经非常辉煌的武道门派 自然是他们重点关注的 增计出山这么大的事情 他们自然也收到了消息 冲我来的 苏云眉头微微一挑 随即面无表情道 那就让他来好了 因为去屋的事情 他心中的怒火 还没有宣泄干净 那什么八级门的老古董过来 正好可以让他再发泄一下怒火 苏先生 那八级门的老古董憎迹 可不是寻常人物 在二十年前 他便已是纵横武道界的顶尖高手 几乎有了无敌之势 最后西败在武神军 一位不出世的强者手中 这才必是隐居了二十年 如今二十年过去了 他的实力谁也不知道 强到了什么地步 甚至有可能已经踏入了 传说中的先天之境 墨林神情郑重地提醒道 他和八级门那位老古董不认识 陷入先天之境又如何 苏云不为所动 淡淡道 他若敢来惹我 纵是先天之境 我也斩了他 听到苏云这话 墨林和方天山都是身子一震 他们都听出来了 苏云在说这话时 充斥着强大的信心 墨林和方天山面面相去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太狂了 苏云真有斩杀先天境强者的实力吗 两人心中都很怀疑 毕竟当今之事 已经有太久 没有先天强者现世了 方天山沉吟了一下 忽然说道 苏先生 恕老朽貌美 你应该也还没有踏入先天之境吧 你虽然有隔空欲剑之能 但根据王坤他们的禀报 之前你遇使的那柄飞剑 剑体缭绕着浓郁的气血精华 这和先天境强者 欲剑是不同的 先天境强者 已经凝练先天灵体 体内滋生灵力 他们隔空欲剑 那是以灵力附着剑身 而苏先生你的欲剑之法 更像是一种 耗损气血的旁门左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当是先天以下武者 以损耗自身为代价的 另类欲剑之法吧 方天山一边说话 一边则是在观察着苏云的反应 你知道的还不少吗 苏云诧异地看了一眼方天山 也没有否认 他这隔空欲剑之法 确实不是正统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毕竟他现在还没有踏入先天境 想要隔空欲剑 就只能剑走偏锋了 武神军这些年来 除了镇压黑暗世界的肖小灵异 同时也还探寻着中原大地的一些古遗迹 收集了很多的资料和隐秘 我知道一些修行方面的事情 也不算什么 苏先生若是愿意加入武神军 这些资料和隐秘 可以任由你翻阅 方天山趁机说道 苏云呵呵冷笑一声 根本就不接着这茶 方天山也不失望 继而说道 苏先生没有踏入先天境 却强行隔空欲剑杀敌 按理说损耗一定很大 不过 我现在看你精气神充足 不像元气大伤的样子 看来 你应该是服用了什么疗伤药物 恢复了过来 短短一天时间竟有如此奇效 恐怕也唯有古修炼制的灵丹妙药才行 再加上苏先生你掌握的布阵之法 还有分发出去的法器 看来苏先生 确实是获得了极为了得的古修式传承 方天山意味深长地看着苏云 苏云笑了笑 也没有解释的意思 别人要误会 那就误会好了 看到苏云像是默认了 方天山继续说道 不知道苏先生 你愿不愿意将你得到的古修传承 用来和我们天部掌控的传承 进行交换 交换 不错 不说异能组 就单单我们武神军内 就收藏有好几种古修的传承 苏是苏先生愿意 我们可以相互交流 共同进步 方天山目光热烈地看着苏云 他这次之所以亲自过来向苏云道歉 除了看中苏云本身实力 想让其加入武神军之外 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苏云得到的古修传承 这件事已经被他们下了定论 毕竟苏云的家世和背景 都已经被调查得一清二楚 没有其他势力扶持 却突然崛起 只可能是得到了古修传承 最重要的是 苏云暴露出的那些东西 不管是布置在别墅区域的聚灵镇 还是灵符法镇 以及送给苏白河和齐青兰的玉佩法器 都昭示着他得到的那古修传承 非同小可 武神军以前收罗到的那些古修传承 加在一起也无法与之相比 苏云看来一眼方天山 还是没有搭理 前世他修炼到先王至尊的境界 掌握无数的神通道法 甚至连一些宇宙中的 治强种族的修行之法 都知晓得一清二楚 哪里会看得上 武神军收集的那点古修传承 武神军挖掘出来的 估计也就是以前的一些 先天境修士所留 在苏云眼里 那就是不入流的东西 方天山看到苏云 一副轻蔑不屑的样子 脸色微微一僵 觉得有些下不来台 以他的超然身份 以往不论到哪里 都要以礼相迎 哪怕是那些武道宗门的掌门 和世家家主见到他 都得恭敬有加 可今天却在苏云这里 连连吃扁 饶氏以方天山的沉稳心境 也微微有些动目 罢了 苏先生既然不愿 那我也不勉强 今日就不再打扰了 告辞 方天山冲着苏云一抱拳 便招呼着穆林离去 穆林看向苏云 欲言又止 最后轻轻叹了口气 跟着方天山离开 而就在他们离去后 不到半天 又有人登陵了临风山 来人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 衣着华贵 赫然便是八级门的掌门 他犹如一个闲散的游客 步履悠闲 可根本没人 能够捕捉到他的身影 临风山别墅区的门径 安保 对于他这等人而言 根本就是形同虚设 最后 老者来到了苏云所在的三号别墅 聚百里之灵气 新一家之地 好手段啊 我八级门 若是能得此聚纳灵气之法阵 何愁不兴盛 八级掌门站在别墅前 感慨叹息 以他的实力 自然能够轻易感应这别墅区域中 正式流转 聚纳灵气的玄妙 可具体如何布置 如何运转 他就不知道了 这种手段 就算是在古时天地灵气 还未枯竭时 也少有修饰能够掌握 八级门先辈的众多祖师 也没有流传这样的法阵下来 否则 有这样的聚灵阵 八级门的宗师高手 恐怕会比现在多出好几倍 那苏云若是愿意交出聚灵部阵之法 或许可以让师叔饶他一条性命 八级掌门心中默语 就在这时 天空中传来一阵尖锐的阴体之声 有狂风席卷而下 八级掌门一抬头 就看到一只神骏的白雕 从高空扑杀而下 挤入星火 就像是在捕食猎物一般 冲着他抓拿过来 在经过屈屋袭击别墅的事情后 白雕对于任何贸然靠近别墅的陌生人 都十分警惕 好一只灵情 八级掌门眸光一亮 下意识就要抬手抓拿 不过一想到这是苏云的伏底所在 这灵情很可能是对方圈养的 他就又立刻放下手 白雕立着破空 然而就在 即将抓住八级掌门的时候 却像是被一层无形的屏障挡住 任凭白雕如何冲击抓滑 就是无法突破他身前的静刚气墙 八级门当代掌门施红波 奉师叔之命 前来奉送战帖 还请苏云先生出来一见 八级掌门朗声开口 八级掌门的声音 蕴含着他气力发生的技巧 听着声音不大 可是阴波在传进别墅后 却像是雷霆轰鸣 显得无比的威严肃目 在他说完后 立刻有一道灵巧娇小的身影 从别墅的阳台翻越而出 八级掌门定睛一看 发现只是一个小姑娘 也没有在意 就是 你要向我师父下站说 阮子峰上下打量着石洪波 一脸的好奇 问道 胆子真大 你就不怕被我师父打死吗 石洪波老脸一黑 心中登时生起一股无名之火 自己堂堂八级门的掌门 在武道界中都算得上是一方大佬了 武道界的那些晚辈见到他 哪一个不是战战兢兢 生怕说错话 可这孩子倒好 一开口就调侃讥讽他 若非对方自称是苏云的弟子 他此刻都忍不住要出手教训一下 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娃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 阮子峰看到石洪波沉着脸不语 继续劝解道 我说的是真的 我师父很厉害的 你肯定不会是我师父对手 我看你年纪也一大把了 和我爷爷差不多 何必非要挑战 我师父呢 阮子峰一脸真诚地看着石洪波 石洪波强压着心中的火气 沉声道 不是我要挑战 而是我代替我师叔上门 送上战书 你师叔 阮子峰瞪大眼睛 你都这把年纪了 你师叔岂不是得七八十了 这么大年纪来挑战我师父 不是开玩笑 石洪波一阵心累 但关乎师叔的威名 他还是不得不开口道 我师叔乃是屹立在武道界巅峰的人物 二十年前 他就几乎打出了无敌之势 他的实力 岂是你这种小娃娃可以揣夺的 还是快点让你师父出来吧 在说这话时 石洪波语气已经隐隐有些不耐了 他堂堂一派掌门亲自登门送上战书 这样的礼遇 在整个武道界都极为罕见 他哪有心思和一个小女娃废话 阮子峰却像是没听出石洪波的不耐烦 兴致勃勃地问道 你师叔打出了无敌之势 听着好像很厉害 那他能不能隔空遇剑 千里杀人 石洪波听得脸色一僵 差点骂娘 传承的可是拳法之道啊 和剑修一脉根本不挨着 石洪波深吸了一口气 没再搭理阮子峰 阮子峰似乎还要再开口 而这时 别墅大门打开 苏云从里面走了出来 子峰 退下吧 苏云轻斥一声 阮子峰乖乖地退到一边 石洪波心中微微松了口气 从怀中取出了一份帖子 双手地送了过来 苏云先生 我门中师叔赠记 于五日后 约战阁下于泰山之巅 了结你与我八级门的恩怨 八级门是五道界中的大门派 依照五道界的规矩 送出战铁 定下交战的时间和地点 来解决相互之间的仇怨 就算是五神军都不会来干涉 而且这次八级门 不惜请出赠记出山 自然不局限于简简单单的报仇 更要趁此机会 重振门派西年的无上威势 决战地点 之所以挑选在泰山 那是因为 泰山是古之帝王的风扇之地 有着特殊的意义 八级门要在特殊之地 将八级门的威势 重新推回到鼎盛巅峰 苏云接过战书 随意地看了一眼 笑道 弄出的阵仗还挺大的 不过你们确定 真要挑战我 石洪波看到苏云神色 如常的观月丸战书 没有表现出丝毫异常 就不由心中意领 因为那战书 乃是赠记师书亲手所写 帖子上的字体中 蕴含了赠记师书 融入的五道意志 若是实力不够的人 观月战书上的字体 就会遭受 自中的五道意志冲击 就连一些五道七品 八品的宗师 也不可能毫无反应 必然会流露一些异样 唯有五道九品的大宗师 才能淡然自若 五道九品啊 石洪波看着苏云 那张年轻的过分的面庞 心中一阵感慨 有这样的实力 那慕天红死的也就不远了 石洪波压下心中的念头 神情严肃地说道 门派宗师陨落于阁下之首 我八级门必须要有一个说法 苏云点了点头 将战书收起 道 好 你们的战书我收下了 五天后 我会去泰山走一趟 要是换成其他人挑战他 哪怕是九品宗师 他也懒得大老远的跑去泰山 不过五神军那边既然说这赠记 乃是二十年前五道巅峰的强者 那倒是有资格让他重视一下 他也想看看 赠记这二十年闭关苦修 又突破到哪一步 能不能给他一点惊喜 在见到苏云答应下来后 石洪波也没有停留 禁止离开了临风山 而接下来 短短几个小时 赠记和苏云相约 在五日后 于泰山之巅约战的消息 便在五道界中传开了 因为 华夏五道界中 那些上得了台面的五道门派 和五道世家 都各自收到了八级门送来的请柬 邀请他们五日后 前往五泰山之巅 做个见证 当然了 有资格收到请柬的 那都是拥有五道宗师 坐镇的门派和家族 宇阳省 西宁市 安家的议事大厅中 三位安家的宗师祖老 还有几个核心子弟 汇聚在这里 在大厅中间的一张桌子上 就摆放着一张请柬 八级门送来的请柬 安家三大宗师 安凤渝 安镇光 安平衙脸色都无比凝重 赠记 没有想到他消失二十来年 竟然还没有死 安平衙感慨道 安家作为传承百年的五道世家 对于赠记的事迹 自然是清楚的 二十年前 这人可真是在五道界 打出无敌气势 最后更是单枪匹马 闯入了五神军挑战 连败了三位五道九品的大宗师 要知道 五神军的强者 本就已战力见长 可见赠记之强大 最后 据说是惊动了五神军中 一位影视的五神级强者出面 才击败了他 具体内情 外人不得而知 不过赠记在那之后 就消失不见了 很多人都猜测 他可能是伤重而亡了 可没想到 对方今天会以如此强势的姿态出山 赠记一出山 安家的几个宗师立刻都知道 五道界将迎来一场惊天动地的震荡 只是让他们震惊是 赠记出山的第一件事 竟然就是挑战苏云 其他人或许不清楚 苏云是何许人 但他们如何会不知道 苏先生这下有敌了 安平衙忍不住叹息道 安清月已经投身苏先生门下 苏先生虽然没有同意 与我们苏家接触 但因为清月的缘故 我们安家也算是和苏先生牵扯上了关系 此战 还是希望苏先生能胜吧 安凤宇也开口道 难啊 苏先生虽然是五神级强者 但那赠记又何尝不是 二十年前 以他连拜多位五道九品大宗师的强悍实力 那一是五神级的水准啊 而且那是二十年前 如今谁知道他还有没有突破 安正光摇头感慨道 其他的苏家核心族人 听到三位宗师族老在对话 都沉默不语 插不上话 过了好一会 安平衙摆了摆手 道 我们如今再说这些 也没有意义 具体情况 还得等苏先生和赠记交过手才行 五天后 一切都会有结果了 这时 有人问道 平衙祖老 不知道 这次我们安家前去观战 除了你们三位之外 还会带谁前往 如此惊世之战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 都能过去观战的 到时候 泰山之巅可能会封山 就算是收到了勤俭的安家 也不可能带一大帮人过去 除了宗师强者之外 各家估计 顶多也就只能带两三个小辈 过去见一见世面 安平衙想了一下 便说道 安清月已投身苏先生门下 他自然是要带去了 除他之外 就带安天赵吧 此话一出 底下的几个安家核心族人 全部都一脸羡慕地 看向旁边的一个中年胖子 因为安清月和安天赵 都是这胖子子女 一个搭上了苏云的关系 另一个则是 武道天才 已经修炼到五道六重境界 将来宗师有望 而安家商议事情的同时 龙虎教 行义门 剑卢赵家 飞刀门 太极门 这些武道界的门派和世家 也是风波涌动 而此刻 在武神军某处修建的秘密基地中 一道道气息强大无匹的身影 聚集在一处类似地窟一样的建筑中 每一道气机都强觉到了极巅 让人有着一种窒息的压迫感 这些人分坐在两边的座椅上 其中那位第六军的将主方天山 赫然在列 在他身旁其他座椅上 坐着的自然是其他几军的将主 此刻 在他们中间 一张请柬放置在桌子上 这张请柬自然也是八级门送来的 而且和其他请柬不同 送来武神军的这张请柬 所用的材质并非纸张 而是百炼金铁 上面的字迹 是被人以手指声声画刻出来的 字体无比的张扬 霸道 每一个字都充斥着汉天动地的武道意志 就仿佛那些字会化为刀剑 从里面冲杀出来 好嚣张 这赠记竟然还将请帖 送到我们武神军这里来了 这是在挑衅我们啊 一个身材粗壮的汉子忍不住怒道 老周 你这就错了 赠记并不是在挑衅我们 在他眼里 我们这些人都是他手下败将 他恐怕也没兴趣挑衅 这份请柬 他不是送给我们的 而是送给 另一位年纪稍长的男子 叹息着开口 不过他没有将话说完 而是将目光 看向了最上方一个空着的座位 西年便是那个位置的主人 击败赠记 哼 西年我实力还未达到巅峰 所以败于他手 要是换成现在 我可不会怕他 这次他送来的请柬 我周浩阳接下了 五天之后 就由我去泰山观院那一站 顺便瞧瞧他 如今有多强 粗壮汉子闷声开口的同时 突然冲着那张铁制请柬 隔空抓去 他发出的静刚之力 在他精妙的控制下 凝聚成为一只大手 瞬间探找到请柬上空 往下压落 老周 不要妄动 这份请柬 你接不住的 其他的几位将主 都纷纷变色 因为这份请柬 是赠记特意为武神军锻造的 书写字体时 当中不仅融入了其五道意志 更是注入了恐怖的静刚之力 这就和当初苏云 写下一个战字帖 威舍安家的事情 一模一样 一旦有人触动这字帖中 立刻就会引发当中的静刚之力爆发 而不同的是 当初苏云用的是纸张作为载体 所以 里面注入的静刚之力有限 只作为一种震慑 而赠记这次 用上了百炼金铁作为载体 显然是注入了非常雄厚的静刚之力 一旦爆开 那威力非同小可 送上这样的请柬 目的很简单 就是想让武神军能够接得住的人 五日后前去观礼 一些将主 都没兴兴去接下这请柬 可周浩阳来这么一出 让大家有些措手不及 有人想要阻拦 但来不及了 哄 擎铁之内 原本凝制不动的静刚之力 被触动之后 猛地爆开 金铁的擎铁 瞬间碎裂成数十上百块细微的碎片 每一块碎片在那 爆开的静刚之力作用下 皆裹挟着无比恐怖的力量 一旦被击中 恐怕就算是防弹装甲 都得被击穿 出手的周浩阳 手当其冲 契机牵引之下 大部分的碎片 全部都射杀向他 雕虫小剑 周浩阳大喝一声 体外一重重护体 静刚凝聚 瞬间叠加 在体外凝聚成了一层 三寸厚的护照 以他九品宗师的护身静刚 纵使重击枪的子弹 都能够挡一挡 不过就在那些碎片 传设到他护照上时 周浩阳脸色不由大变 因为他的护照上 那些碎片的落点 竟然在不断地突进 虽然被阻缓了威势 但依旧坚定地刺入 他的护身静刚 挡不住 只是眨眼间 碎片就射穿了护照 刺到了他的皮肤 皮膜裂开 鲜血流淌 可那些碎片 竟还是在网里穿刺 似乎要将他整个人都射穿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一股轻柔如水的掌力 隔空打至 落在周浩阳后背 一下就将那些碎片 全部震飞了出去 赠机确实是个不是奇才 二十年闭关 终究还是让他突破了智骨 哎 五天之后 我亲自走一趟泰山之巅 随着一阵叹息响起 这处地下大厅中 又有一道身影走了进来 整个华夏武道界 风云动荡 而作为引发这一切源头的苏云 却是像是没事人一般 日子过得无比悠闲 他带着阮子峰 离开了云州 来到了杨川市 这次过来 主要是为了安非的事情 之前苏云没有回来的时候 安非电话打到了阮子峰那里 想要请苏云充当他的男朋友 以此来推掉家里安排的相亲对象 苏云知道后 犹豫了一下 便也答应下来 这和之前叶婷让他做挡箭牌不同 叶婷对他是存了利用的心思 而安非这边是真的在求助 举手之劳的事情 苏云不介意帮上一把 杨川市的一家咖啡厅 苏云和阮子峰相对做 师父 你对付那个八级门的老古董 到底有多少把握 阮子峰随口问道 他对自己这位师父很有信心 非箭千里 斩杀屈屋的壮举后 更是对其奉若神明 不过那八级门的老古董 名头很响亮 上次八级掌门 更是在他面前 说赠记曾经横扫五道界 打出无敌之势 也正因为如此 阮子峰才问一问 要是换成其他人 他连问都不会问 几成把握 苏云笑了笑 没有回应 反问道 那你觉得我有几成把握 阮子峰奄然一笑 道 师父你 还有心思过来替安非姐姐帮忙 想来是有实诚的把握了 不过这也正常 师父你也就是年轻了一些 要是早生二十年 横扫五道界的人就是你了 哪里还有八级门那位的事情 说到这 阮子峰微微叹了口气 可惜八级门这次挑战来得太早了 要是肯再等上半年 到时候也无需师父你出马 有我出手 就能解决了 他并非是在信口开河 而是真有这个自信 有苏云调配的原阳丹辅助 又有别墅距林镇俱纳灵气修炼 还有苏云 清传的修炼法门 再加上他自己与生俱来的先天灵体 基本半个月就能突破稳固一重境界 半年之后 他可以彻底开启自己的先天灵体秘藏 成为名副其实的先天境高手 到时候 自然有资格代替苏云去和郑纪交手 苏云听到阮子峰的话 哑然失笑 他摸了摸阮子峰的脑袋 告诫道 你想要和郑纪那种巅峰舞蹈强者交手 还差得远 哪怕你晋升先天之境 也未必可以 对于你而言 最重要的还是得通过足够的战斗进行魔力 苏云很清楚 像赠计这种老一辈的武道强者 几乎都是一步步从杀伐斗争中崛起的 这样的人 一生征战无数 几乎已经将战斗搏杀 都融入了自己的本能当中 而阮子峰则更像是在温室中培养出的花朵 没有足够的斗争和魔力 到时候 就算晋升先天之境 那也是空有境界 遇到厉害一些的九品大宗师 都可能会被越界反杀 也正因为如此 苏云这次泰山之行 便带上阮子峰一起 让他见识一下 真正的巅峰舞者交战 是何等的景象 等了片刻之后 一个青春靓丽的美女 走进了咖啡厅 双腿修长 身材玲珑有致 美艳的面庞上 画着淡淡的妆容 一走进来 就有不少人的目光 被他牢牢的吸引 尤其是一些衣着光鲜的男士 更是蠢蠢欲动 想要上前搭讪 不过这女子确实目光环视着四周 像是在找什么人 冲着于尹之招了招手 他虽然只是 上次在天井山庄时 和于尹之安非打过照面 不过之后 他们倒是经常通话 有时还会开视频聊天 彼此间已经非常熟络 苏哥 子峰妹妹 于尹之连忙走过去 笑着打了声招呼 不过在看向苏云时 目光闪过几分羞怯 在以往 他基本是不化妆的 不过这次过来见苏云 他刻意化了素雅的淡妆 咦 安非姐姐怎么没有过来 阮子峰疑惑道 于尹之脸上 我们现在 也只能通过电话联系 安非他爸妈 这次真的是过分了 把他骗回来相亲 也就罢了 为了防止他逃走 居然还强制软禁他 说起这件事 于尹之就一脸愤愤之色 安非和家里的关系 本就有些不和睦 所以暑假 也一直待在云州 这次是家里打电话过来 说是安非的爸爸生病了 通知他回去 结果安非一回去 就发现自己被骗了 他爸根本没病 只是骗他回去 安排了一场相亲 而且 为了不让安非溜走 直接就把他锁在家里 我们这次也是没办法了 所以只能请苏哥 你来帮忙 于尹之看着苏云说道 苏云文言 微微点了点头 本来像这种父母 让孩子去相亲的事情 外人是不好插手的 不过安非的父母 确实过分了 安非现在还在读大学 年龄也不大 哪里用急着去相亲 而且还是采用了欺骗 软禁这样的方式 安非家里 是什么情况 苏云问道 于尹之想了一下 说道 安非家境其实不错 家里是做生意的 据他自己说 几千万身家是有的 以前安非他爸 还挺宠溺他的 不过后来 他弟弟出生后 就不怎么管他了 再加上他妈也 对了 那是他后妈 苏云听到这里 倒是有些了然 难怪安非明明家境优越 却会和于尹之 一起去兼职 做时装模特赚钱了 于尹之叹了口气 说道 安非这次被安排相亲的对象 应该很有背景 安非爸妈 可能想借此攀附上对方 安非没办法 只好请苏哥你过来 假装成他男朋友 以此来让他爸妈 放弃相亲的打算 假装男朋友什么的 就算了 不过 他这点麻烦 我可以顺手帮他解决了 苏云站起身 说道 走吧 带我们去安非家走一趟 在他眼里 安非这点麻烦 根本算不上什么麻烦 杨川市 一处高档别墅小区 安非在自己房间内 和于尹之打着电话 脸上浮现 欣喜雀悦之色 你和苏哥现在就过来吗 好的 好的 挂掉电话之后 安非立刻急匆匆地 坐到梳妆台前 准备给自己化妆 这几天 他被禁足在家里 可一直没怎么打扮 他虽然天生丽质 但想到 要见苏云 安非还是想将 自己最美丽的样子 呈现出来 碰 这时 房门被从外面打开 一个年约四十多岁的 中年的男子 直接推门入 爸 你怎么不敲门 就进我的房间 安非皱着眉头 神情闪过一丝不悦 这中年男子 正是安非的爸爸 安东来 一时情急 就忘记敲门了 菲儿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吴少刚刚已经打电话过来 说是今天就有时间 想要见一见你 你赶紧收拾打扮一下吧 安东来笑呵呵地开口 安非一听 脸色就沉了下来 爸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对那个吴大志 没有感觉 你不要再安排 我跟他接触了 安非语气很不满 他在最初被骗回来的时候 又不过安东来 于是准备敷衍一下 去见过一次吴大志 而且那次会面 安非表现得很冷淡 想要让吴大志知难而退 可没曾想 吴大志反而 还迷上他了 时不时就要邀约他 安非是不胜其烦 而安东来却是乐见其成 不断地想要促成安非和吴大志 非儿 你别胡闹 吴少的身份可不一般 若是能够搭上他的关系 我们家就能立刻 就能飞黄腾达 安东来语气严厉 根本没有通融的余地 爸 我是你女儿啊 你总不能为了好处 就牺牲我这个女儿的幸福吧 安非翘脸发白 看着安东来质问道 安东来有些不自然的一开目光 眼中闪过一丝愧色 不过默等他说什么 房间外面就传来一阵干咳声 随后一个打扮光鲜亮丽的美妇 也走进了房间 这是安非的后妈蒋秋月 蒋秋月年纪不大 也就三十多岁 而且保养得很好 看着也就像是三十出头而已 容貌美艳 浑身上下都透着一种成熟的风韵 菲儿 你怎么能这么和你爸说话 什么叫牺牲你的幸福 像吴少那等人物 又不知道多少富家千金 想要对他投怀送抱 攀上他的关系 他能看上你 那是你的福气 你爸这么费尽心思的撮合 那可都是为了你好 蒋秋月苦口婆心的说道 安东来文言也是劝道 是啊 菲儿 我这可是为你的将来考虑 你和吴少若是成了 那后半辈子 就是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安非听到这里 也有些死心了 懒得在争论什么 直接回道 你们不用说了 我看不上那吴大志 我自己已经谈了一个男朋友 安东来和蒋秋月听到这里 都是脸色微微一变 蒋秋月更是不满道 安非 你这不是胡闹吗 连吴少你都看不上 你是想上天吗 还自己谈了男朋友 你谈的这个 能比得上吴少吗 恐怕给他提鞋都不配吧 安东来沉着脸 虽然没有说话 但也很认同蒋秋月的说法 吴少 那可是杨川市龙威集团董事长 吴天德的公子 吴家的龙威集团 虽然比不上首富陈仲鹏的陈氏集团 但也排得近前三 这样的身份背景 别说普通人了 就算是他安东来 也只有仰望的份 我不管你之前 有没有什么狗屁男朋友 等一下吴少来我们家 你提都不要提这事 否则他的下场会很凄惨 安东来沃狠狠地说道 安妃瞪大了眼睛 惊道 吴大志等一下要来我们家 还不是因为你 之前吴少约了你几次 你都找各种理由推剧 他只好亲自来我们家拜访了 安东来冷冷一哼 说道 这次吴少居尊将棍来我们家 你最好态度好一些 毕竟这事 可不仅仅关系到你自己 还关乎我们整个家庭 还有你弟弟的未来 蒋秋月挽着安东来的手臂 说道 好了 现在不说这个 我们也赶紧去收拾收拾 安东来点了点头 两人就走出安妃的房间 等等 安妃这才回过神来 脸色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等一下 苏云也快到了 那时候岂不是两拨人 要在他家碰上了 还有什么事吗 安东来脚步顿住 回过头来 安妃本想说苏云要过来的事情 不过想了一下 又改口道 没事了 他仔细想了想 双方遇上了或许更好 也能让吴大志死心 别再纠缠着自己 吴大志家事背景 都非常显赫 不过苏哥也不差 而且很神秘 天真时装的名誉总监 要花费心思讨好他就算了 关键是他和云州底下大佬的曹坤 都有交情 想来 他要压一压吴大志 还是没问题的 安妃暗自嘀咕着 他认识的人当中 也有一些青年才俊 但家事背景 能和吴大志相比的 那基本没有 唯独苏云 一直来都是神秘莫测 可惜 这次只是请他来假装 要是真的就好了 安妃嘟囔着 自己脸颊就浮现了红韵 过了半个两小时 安家的门铃响了起来 此时 安东来 蒋秋月 安妃 还有安妃的弟子安英才 都坐在客厅中 听到门铃声响 安东来愣了一下 疑惑道 咦 吴绍 难道这么快就到了吗 安妃眼睛一亮 立刻起身道 我去开门 说完 他就急匆匆地跑过去 看到安妃这么积极 安东来脸上浮现一丝笑意 说道 看来菲尔是想通了 吴绍过来 他这么迫不及待 话说到一半 安东来脸上的笑意 顿时僵住 因为他看到进来的人 并非无首 而是一男两女 尤其让他冒火的是 安妃在开门之后 竟然一把就挽住那男子的手臂 热情地迎了对方进来 爸 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的男朋友 苏云 安妃挽着苏云 大大方方地走过来 听到安妃的话 安东来差点气炸 蒋秋月也是脸色阴沉似水 要知道 吴绍可是快到了 现在还来上这么一出 等一下 被吴绍看见了 那该如何交代 闭嘴 安东来冲着安妃 吏声一声 随即目光像刀子一样 直直地盯着苏云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有一点可以明确告诉你 你想和我女儿在一起 那是做梦 给我赶紧滚 等一下 我们家里 还有贵客要过来 要是让你们这些家伙 冲撞了贵客 那就麻烦了 安东来冷冰冰地开口 言语非常的直白和粗鲁 若是换成平日里 他可能还会为委婉一些 但今天显然是顾不上 吴绍很快就要过来了 他哪里有心思 和这些没名堂的人纠缠 于尹之和阮子峰 听到安东来的呵斥 都是气得脸色通红 爸 进门街市客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的客人呢 安妃也是一脸的气氛 客人 他们算哪门子客人 安东来不屑地冷哼一声 说道 你是忘了 我刚才跟你说的吗 不管你之前 和这家伙有什么联系 从现在开始 都给我断了 否则 后果不是他能承担的 苏云倒是显得很平静 并没有流露什么愤怒之意 此刻听到安东来的话 他不由笑了笑 说道 哦 你要这么说 那我还真想知道 什么后果 是我承担不起的 安东来脸色一沉 骂道 愚蠢的东西 真以为我在吓唬你吗 你可知道 如今在追求我女儿的人是谁吗 那是龙威集团的太子爷吴大志 在说完之后 安东来目光 在几人身上扫过 于尹之并非杨川本事的人 也不了解省内的商界大企业 所以在听到龙威集团时 并没有什么反应 阮子风也差不多 一脸的茫然 苏云就更不用说了 哪里会有心思去关注这些东西 在杨川市 他就知道 是首富陈仲鹏的陈氏集团 就这 还是因为和陈仲鹏有纠葛 才了解一些 所以 在看到三人的神态反应之后 安东来先是一愣 继而摇头即笑道 我也是昏了头了 居然和几个不知事事的年轻人 说这些东西 下重不可与兵 你们这些井底之蛙 又如何会知道 龙威集团代表的是何等的分量 蒋秋月此时也盯着苏云 面露嘲讽道 年轻人最好有点自知之明 在现实里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可没有好下场 他说得很直白 几乎就是明着在说 苏云就是癞蛤蟆了 爸 蒋姨 你们太过分了 安妃也是完全没想到 两人说话会这么渴薄 生怕触怒了苏云 连忙开口 过分 我说的是事实 安东来脸上明显有些不耐烦了 起身感人道 好了 吴少马上就要过来了 你们几个立刻给我离开 不过也就在这时 门铃响了 安东来脸色一变 立刻就知道坏事了 吴少来了 和这些家伙撞上了 该死 安东来暗骂了一句 这个时候 他反倒不好 再强硬地往外赶人了 否则在吴少面前闹腾起来 那就不好看了 我们家有贵客灯门 待会给我闭嘴 一句话都不准多说 冒犯了贵客 我饶不了你们 安东来语气严厉地警告了一句 亲自上去开门 而蒋秋月则是很自然地走到了苏云和安妃之间 将两人硬生生地隔开 另一边 大门打开 外面站着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男子 看着帅气高大 但眉宇间却是流露着一种目空一切的傲气 吴少 快 里面请 里面请 直到你要过来 菲儿一早就开始收拾打扮了 一看到门外的男子 安东来脸上立刻洋溢起和煦的笑容 是吗 吴大志文言脸上一洗 随手就将自己手里拿着的一瓶红酒递给安东来 笑道 东来说 这是我爸的珍藏 知道也是好酒之人 我就带了一瓶给你尝尝 吴少 你这太客气了 你能过来 就已经是我们天大的荣幸了 安东来脸上笑容更加浓郁 将吴大志迎到了客厅 吴大志看到苏云几人愣了一下 疑惑道 这几位是 哦 是菲儿的同学凑巧过来看看 刚刚正要告辞离开呢 安东来说着 便朝蒋秋月使了个眼色 说道 秋月 你送送这几位同学 蒋秋月笑着答应下来 随即苏云等人说道 几位同学 今天家里来贵客了 招待不周啊 下次有空再来玩啊 一旁的安妃 气得身子发抖 苏云被他请过来 连坐都没来得及坐 就被催着离开 而最讨厌的吴大志 却被封为贵宾 安妃美眸中浮现雾气 委屈地想落泪 不过这时 他突然觉得腰间一紧 随即一脸惊恶地看向旁边 只见苏云正一手揽着安妃的先腰 咧嘴一笑道 不用麻烦了 让安妃送送 我们就行 反正是男女朋友 也不用这么身份 顿时间 客厅内的众人 都是呆若木鸡 那吴大志 更像是实话了一样 你 你 混蛋 你在干什么 快放开我女儿 安东来反应过来后 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他没想到苏云竟然这么大胆 当着自己的面 竟然就敢乱来 苏云则是不以为意 原本在过来之前 他还没想 假扮安妃的男朋友 准备调动一些势力 帮安妃解除麻烦 也就行礼 比如 打个电话过来说和一下 估计也就化解了 不过 安东来和 讲秋月的嘴脸 让他有些厌恶 所以苏云便想质疑至他们 男女朋友 什么男女朋友 这时 吴大志也回过神来 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安妃相貌身材都无比出众 更重要的是 有着一种 几乎天生的妖娆风姿 吴大志见过一次后 就心仰难耐 他早就将安妃 当成了自己的禁卵 看到苏云 竟然敢当着自己面 搂着安妃 他是看得双目 都快喷出火来了 放开 快给我放开番 安东来尖叫一声 看到吴大志 脸色已经变得铁青 连忙解释道 吴少 别误会 这小子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想要缠着我家番 什么男女朋友 我根本不同意 另一边 蒋秋月也已经匆忙上前 强行将安妃 从苏云身边给拉开 同时还恶狠狠地 瞪了苏云一眼 他也没想到 这个年轻人 竟然会这么混账 这不是存心 要坏自己家的富贵吗 吴大志沉着脸 没有发作 嘴角反而浮现一抹笑容 只是那笑容 显得有些猙獰 和阴冷 没关系 东来书 安妃这么漂亮 有人追求 那也是正常的 就算有男朋友 我也不介意 大家公平竞争吗 吴大志笑了笑 反而还从苏云伸出手 说道 哥们 我们也认识认识 我叫吴大志 我爸是龙威集团的吴天德 不知道你怎么称呼 家里 又是干什么的 吴大志笑容透着冷意 他当然不可能 真的如此大度 现在也就是在安妃面前 装装样子罢了 顺便探一探苏云的底细 等搞清楚了苏云的身份来历 那接下去 就可以动用家里的势力 整得对方家破人亡了 苏云看着吴大志伸出的手 却根本没有握手的意思 淡淡说道 不好意思 我没兴趣认识你这种货色 还有 以后没事别 再来骚扰我女朋友 此话一出 吴大志本就假意挤出的那点笑容 顿时将助 随即脸色一点点阴沉下来 混蛋 你在胡说什么 竟然敢和吴手这么说话 是谁给你勇气 安东来勃然大怒 反应抵吴大志还要激烈 他甚至都想冲过去 给苏云一个嘴巴子 安妃连忙上前拦住安东来 不让他过去 他可是亲眼见过 苏云的身手有多厉害 上次在天井山庄 王猛和他几个手下 眨眼功夫就被苏云收拾趴下 自己老爸要是去打苏云 恐怕没有好果子吃 爸 苏哥说的没错 我实在受够了 不想再和这吴大志有什么纠葛 安妃壮着胆子说道 听到这话 安东来脸都变绿了 现在说这些话 不等于是火上浇油吗 吴大志更是差点气吐血 混蛋 你们一家也在玩我是吧 到了这种时候 吴大志急火攻心 干脆也不装了 刘璐本性 脸上神情癫狂凶狠 砰的一声 他一脚踢飞了面前一张椅子 冲着安东来怒骂道 安东来 老子是给你脸了是不是 当初是你求上门来 主动要撮合你女儿和我在一起 我看在你诚意十足 加上你和我家也有些微末的远亲关系 这才答应借你八千万周转 你现在给老子来这一出 安东来脸色发白 慌忙上前解释道 误会 吴少 这真是误会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这小子的存在 吴大志根本不等他说完 就已经啪的一巴掌打了过去 吴少 安东来捂着脸 却是不敢反抗 他可是深深知道 吴大志的秉性 在阳川地面 那也是出了名的顽固 无法无天 之前表现得丝丝纹纹 彬彬有礼 那是因为确实对安妃有好感 想留个好印象 可现在 对方显然是懒得伪装了 你怎么打人 安妃一脸惊怒的 看着吴大志 打人 吴大志吐了口唾沫 骂道 打人又算什么 实话告诉你 你爸之前 为了补生意上的窟窿 欠了我威龙集团八千万 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从今天起 做老子的女人 一直到我玩你为止 要么 就立刻还八千万过来 否则我让你家破人亡 八千万 安妃脸色一白 目光不由冲着安东来看去 他是知道自家底细的 各种资产算上 也就大几千万左右 可那是全部资产 加在一起 要想拿出八千万现金流 根本不可能 安东来根本没看安妃 而是脸上堆笑 冲着吴大志 讨好道 吴少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这笔钱 我五年之内一定还你 说起来 我家和你家还有一些 远方表情的关系 还请通融通融 菲尔年纪小 刚才胡言乱语 还请原谅他 安东来之前 一笔大生意出了问题 需要赔付十倍违约款 对方已经申请 冻结他的资产 他是借了龙威集团的 八千万 才渡过了难关 要是龙威集团 要强行收回借款 那他就真的完了 蒋秋月 也是推了安妃一把 清贺道 还不快 向吴少道歉 你个死丫头 难道真要害了全家才高兴 你也不想想 吴少能够看上你 是你多大的福分 安妃脸上 没有丝毫血色 呆立在原地 愣愣无言 八千万 对于他而言 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安妃 旁边 与影之关切地看着安妃 但却又帮不上忙 心中无比交集 他的家境 还远远比不上安妃 别说八千万了 就连八十万 对他而言 都是巨款 呵呵 吴大志看到这一幕 心中顿时 一阵舒爽 他目光略过安妃 落到了苏云身上 小子 你刚才 不是挺狂的吗 现在怎么不继续狂了 我看你牛X轰轰的 要是真有能耐 这八千万 要不就有你替他们家还了吧 吴大志说到这里 脸上神色 越发的细虐玩味起来 在他看来 苏云估计也和安妃一样 就是得没走出 象牙塔的大学生 无知无畏 连自己有几斤 几两都不知道 竟然就赶来 挑衅他堂堂吴大少 这样也好 今天 就正好给这小子上一课 让他知道一下 有些人 是不能得罪的 看到苏云没有说话 吴大志以为苏云 是被这巨大的数字 给吓傻了 继续嘲讽道 怎么不吭声了 你倒是继续狂啊 小子 我告诉你 就凭你之前说的那些话 我就能让你全家遭殃 除非你现在 给我跪下磕头道歉 再从我裤装底下钻过去 那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饶了你 吴大志越说越来劲 还意味深长地 看了安妃一眼 这家伙不是你男朋友吗 那好 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 让他给我下跪 钻裤装 吴大志呵呵笑着 还伸手要去拍打苏云的脸 不过 下一刻 碰 吴大志整个人倒飞而出 直接砸在了墙上 顿时间 吴大志只觉得头昏眼花 全身都传来剧痛 仿佛身上的骨头都裂开了一样 吴大志只觉得自己 像是被一百个大汉给围殴了一样 全身各处都痛得要死 他一边惨叫 一边还不忘威胁道 混蛋 你敢打我 完了 你扣么完了 是吗 苏云冷冷一笑 走上前 抬脚就冲着吴大志踩下 咔嚓 一阵骨骼断裂的脆响传来 吴大志的一条手臂 立刻就呈现不规则的扭曲 啊 吴大志 发出杀猪一样的尖叫 不过苏云 似乎根本没有停手的意思 又是三脚踩下 吴大志的另一条手臂 还有两条腿 也被硬生生地踩断 身为丸固子弟的吴大志 哪里经受过这种痛苦 顿时眼睛翻白 就直接痛得昏死过去 客厅内 历时安静地落真可闻 安东来和蒋秋月之前 看到苏云一脚 将吴大志踹飞 原本还是怒不可遏 想要冲上来 但之后 看到苏云干脆地踩断了吴大志 双手双脚后 他们都不敢动了 那种果决狠辣的手段 吓到了他们 吴绍 吴绍 安东来凑到吴大志身边 叫唤了两声 吴大志两眼翻白 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完蛋了 都是你 害死我们一家了 安东来 脸色变得惨白无比 指着苏云 神情悲愤无比 虽然动手打吴大志的人是苏云 但事情 却和自己安家脱不了干系 吴家要是报复起来 自己这些人肯要被牵连 安飞看着死狗一样 贪在地上的吴大志 也有些紧张 苏哥 这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他应该没死吧 他虽然觉得苏云背景深厚 可能不忌惮吴家 但真要把人打死 那也会惹上麻烦 放心 这家伙还死不了 就算真死了 也没什么 有什么事 我兜着 苏云不以为意地说道 听到这话 安东来气得眼皮直跳 你妈 都这种时候了 还在那吹牛逼 还你兜着 简直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 东来 先别管其他了 赶快打120 通知救护车过来 要是吴少出个好歹 我们就真晚了 蒋秋月颤声开口道 吴东来反应过来 连忙逃出手机 打出了电话 不到20分钟 救护车就开到了楼下 几个医护人员 抬着担架进来 看到吴大志的惨烈模样 几个医护人员 也是吓了一跳 胸骨开裂 肋骨断裂五根 还有只手脚 几个医护人员都是咧着嘴 直吸冷气 医生 他这情况 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吧 安东来忐忑地问道 生命危险倒是不至于 不过手脚断裂位置 粉碎得太厉害了 就算恢复了 以后行动也不怎么灵活了 简单说就是残了 那人说了一句 便带人抬着吴大志离开 安东来还呆立在原地 脑门子上全是冷汗 残了 他实在不敢想象 吴天德要是知道 自己儿子的情况后 会如何地暴怒 东来 现在该怎么办 蒋秋月也是六神无主 安东来颓然地摊坐在沙发上 半想后才无力地说道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眼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我们家和吴大志家 论起来也是有一点远房表亲的关系 希望看在这点关系上 他们只追究手恶 不会牵连到我们身上 蒋秋月点了点头 说道 没错 我们是无辜的 说完之后 两个人就都像防贼一样 防着苏云 似乎生怕他跑掉 毕竟这家伙可是罪魁祸首 而苏云则是不以为意 似乎根本没将这些事情放在心上 反而还大咧咧地让阮子风 与影之野坐下 旁若无人地聊天起来 他这次既然答应了 要帮安妃一把 自然会将首尾处理好 不知死活 安东来看到这一幕 心中冷冷一哼 他虽然无比恼恨苏云 但此时倒没有再说什么 那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蒋秋月目光微微一闪 在安东来耳边轻语道 东来 这小子敢这么胡来 将无少毒打残 会不会真的有些背景 安东来闷声道 你别抱什么希望了 这小子再有背景 难道还能比得过吴家 你也知道 吴家背后站着的是什么样的靠山 蒋秋月闻言 眼神也黯然下去 约某过了一个小时 碰 碰 碰 安家的大门 响起了重重的锤打声 那动静 就像是很多人在同时撞门一样 屋内的众人 都是被吓了一跳 安东来战战兢兢地起身 想要去开门 不过这时 轰的一声 大门竟然被从外面 直接给撞破进来 只见外面一群身材魁梧的大手 蜂拥而入 而在最后面 一个神情阴冷的中年男子 脉步而入 看到这个人 安东来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无比 吴 吴总 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安东来哆哆嗦嗦地开口 吓得说话都不理所了 因为这中年男子 就是吴大志的父亲 也是荣威集团董事长吴天德 我儿子过来你家做客 却被人打断了双手双脚 我该不该过来要一个说法 吴天德英策策地开口 声音透着一种无边的阴狠 在他说话的同时 他带来的那群魁梧打手 已经守住了大门 一个个抽出了身上 鞋带的短刀和棍棒 其中有几个人 身上散发着强大的契机 竟然是舞者 虽然没有修炼出内境的 但有两位却是达到了五到三重 也正因为如此 才能将安家那防盗大门 给硬生生地撞开 吴总 你听我解释 吴绍的事情 可跟我们没有关系 都是那个家伙动的手 安东来看到这阵仗 二话不说 就直接甩锅 吴天德冷笑一声 说道 动手打残大志的人 当然得死 不过你们家 也休想蒙混过去 安东来 别的不用说 你先把那八千万的借款 给还了吧 安东来一听 顿时哭丧着脸 说道 吴总 你开恩 那笔款子我现在真的拿不出来 你现在来收款 这不是逼我去死吗 当初从卫龙集团借出的款项 虽然签订的借款合同 是几年后分阶段还款 但上面还有一条补充协议 那就是 威龙集团若是遇到了资金问题 可以提前收款 像这种协议 其实并不合理 等于是将命门交到了别人手上 不过当时安东来为了借钱救命 也只能认了 现在 麻烦大了 吴总 看在我和您夫人都是心安的份上 还请高抬贵手啊 安东来言辞恳切地请求道 蒋秋月也连忙道 是啊 吴总 大家说起来 还算是有些亲戚关系 吴天德听到这里 眼中闪过一抹阴冷之色 呵斥道 给我闭嘴 若非你姓安 我现在就已经弄死你们全家了 你居然还敢跟我来攀关系 我夫人那是出自西宁安家的敌脉 而你算什么东西 安家分出去 不知道隔了多少代的庞系边缘人物 连族谱都没有收录姓名的货色 也配合我夫人放在一起比较 安东来闻言 面色丈红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但终究还是没有出口 因为吴天德说的也是事实 西宁安家 是传承过百年的世家华族 而且还是五道传承的世家 势力遍布周边诸省 扎根各行各业 别说安家中那些超然于世的主脉子弟 就算是一些亲近的庞系投面人物 那也是社会上的名流和行业翘楚 吴天德就是二十多年前 运气好 娶了一个安家的嫡脉女子 凭借着这份关系 这些年来 他的威龙集团才能不断扩张 甚至 就连室内的陈首富 还有室里的一些大领导 都要给他几分面子 而他安东来 在他祖父那一带 还算是安家的静之庞系 而传到他这里 关系就有些太远了 所以 安东来真要算起来 勉强能和安家有点关系 但想要沾上安家的光 却又不行 吴天德看到安东来没有吭声 眼中闪过一丝不耐烦 下了最后通牒 好了 废话我不想多说 八千万 我给你三天时间拿出来还我 要是拿不出来 你的那些产业 还有名下的房产 汽车 我就全部让人全部收走了 安东来和蒋秋月 脸色顿时变得惨白一片 他们都知道 吴天德可不是说说的 这家伙手下养了好一帮人 根本不需要通过法院 去冻结自己的资产 完全可以让手底下的人 强行接收 你要是不肯配合 有的是办法整治你 吴总 安东来近乎哀求地 看着吴天德 吴天德却是根本不为所动 这次他儿子之所以会被人打残 起因就是安东来一家搞出来的 若非安东来和西宁安家 还真攀扯得上一点关系 他连安东来一家也要搞死 安东来无力地瘫坐在地上 他看到吴天德眼中胸光闪烁 就知道对方是心意已决 绝不可能留情了 在这一刻 他心里恨不得要活活掐死苏云 明明是这小子乱来 打残了吴少 结果却要连累自己一家 也跟着受牵连 他愤恨地冲着苏云那边看去 不过这一看 却差点让他气吐血 只见苏云此时 还像是个没事人一样 坐在旁边 慢条丝里地 吃着客厅中摆放的果盘 安东来是彻底忍不住了 怒吼道 你这个混蛋 把我们家害惨了 你之前不是很狂吗 你特么倒是给老子都住 苏云则是包了一颗葡萄 塞进嘴里 显得不急不忙 苏哥 安妃苦着脸 扯了扯苏云的袖子 他知道 苏云是看不上自己老爸先前的态度 所以刻意冷眼旁观 但安妃看到安东来 如今这歇斯底里的绝望模样 还是有些难受 想请苏云帮帮忙 好吧 苏云看了一眼安妃 拍了拍手 站起了身 直接看向吴天德 说道 你儿子是我打残的 这件事 我们等一下算 先来说说安家的事 他们家欠你的八千万 我替他们先还了 嗯 此话一出 场内突然一静 就连原本眼中 寒光闪烁的吴天德 都是愣了一下 随即摇头失笑道 小子 你年纪不大 口气倒真是不小 你替他们还 那是八千万 你还得了吗 安东来几人 也是有些不太相信 你 你有八千万 安东来忍不住问道 我手里目前没有八千万 但可以借吗 苏云大咧咧的说道 你妈 安东来气得眼前发黑 那是八千万 你当八千块呀 这么容易借 要知道 当初他向威龙集团借款 那时名下 还有各种产业 还有房产 可以用作抵押 你以为自己是谁 特没一张嘴 就能借来八千万 哈哈哈哈 有意思 行啊 你要是能够借来八千万 那你和我儿子的那笔账 且先不说 但安家这边的事情 算是寥寥 吴天德一脸细虐的开口 他可不相信 苏云这个小年轻 能够借来八千万 苏哥 八千万 真没问题吗 安非也不由小声问道 试试看吧 苏云说完掏出手机 拨出了一个号码 陈先生 我这里需要用笔钱 你那边 八千万就可以了 好 好的 苏云只说了三句话 似乎已经谈妥了借款的事情 旁边的人 都听得有些瞠目结舌 神情怪异了起来 你他妈演戏演的也太假了吧 这时 苏云一边拿着手机通话 一边冲着吴天德看来过去 说道 抱一个账户过来 吴天德眉头一挑 冷笑道 年轻人 你这戏演的有些过了吧 可以跟我说说 这位借你八千万的人是谁吗 能够随随便便借出八千万 应该不是无名小卒吧 说出来 我认识一下 他根本不相信苏云 觉得他 就是在装模作样而已 你应该认识 苏云笑了一声 将手机免提打开 说道 陈先生 我这边有位吴天德吴总 想要认识一下你 吴天德 是龙威集团的那个吴天德 陈仲鹏的声音 从手机中传来 听到这声音 吴天德脸色微微一变 他也是杨川市商界中的大佬级人物 自然是认识陈仲鹏的 而且在好几次商业活动上 都见过面交谈过 吴天德没想到 苏云竟然还认识陈仲鹏 而且 好像关系还很好 吴总 苏云是我的朋友 你要是和他有什么过节 希望看在我的面子上 就不要追究了 另外那八千万 我会尽快安排人 打到你公司的账户 陈仲鹏似乎并不想 吴天德多接触 在说完几句后 便挂断了电话 吴天德沉默了下去 客厅中 吴天德脸色殷勤不定 久久无言 而安东来和蒋秋月等人 也是震撼莫名地看着苏云 他们完全想不到 苏云竟然和陈首富熟视 而且一句话 就轻易从对方手里 借来八千万 这可是陈首富 财力和影响力 都要远超吴天德 若是早知道 自己女儿找上的男朋友 是这样的人物 自己哪里 还需要去求助威龙集团 一时间 安东来心绪无比的复杂 这时 吴天德将手机丢回给苏云 神情重新变得古井无波 没想到你小小年纪 竟然能够让陈仲鹏视作朋友 如果你没有打残我儿子 我们之间 倒未必不能化干戈为玉帛 可惜 现在是没这个机会了 他常常叹了口气 说道 你将大致打成这样 便是陈仲鹏的面子 也不够看 不过我说话算话 陈仲鹏打关那八千万后 我不会再追究安东来一家 但是你 得死 哦 那你可以试试看 苏云闻言 只是一阵冷笑 丝毫没有将吴天德的威胁放在心上 吴天德沉着脸 也没有多说什么 冲着旁边那些打手吩咐道 弄死他 刷 下一刻 跟着吴天德过来的那些打手 除了那两个五到三重的练家子 贴身站在吴天德身旁 其他人已经纷纷拿着棍棒短刀 冲着苏云冲过去 苏云没有动弹 看向一旁的阮子峰 懒洋洋道 子峰 你跟着我修炼也有阵子了 出来是试手吧 好 阮子峰眼睛一亮 非但不惧 反而显得很兴奋 他娇小的身躯 一跃而出 灵巧地翻了半圈 然后一个斜踢 正好踢中一个冲在最前面的大汉脑袋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还有丹药的辅助 他如今的力量 比起成年人还要大得多 一脚踢中脑袋 那个魁梧的大汉 当即就眼睛翻白 昏迷在地 其他人一看 也不去对付苏云了 都先冲着阮子峰攻击过去 铁棍乱砸 还有的更是用匕首直刺 可阮子峰动作却是灵活无比 比起猿猴还要敏捷 而且似乎还有洞察危机的能力 总能避开攻击 而他在闪避的同时 还不断地反击 每次都针对对手的薄弱之处 一击就能让对方失去战斗力 苏云看得微微点头 对于自己这个弟子的表现 他还算满意 苏哥 子峰妹妹他 安妃和于影之 此时都看得目瞪口呆 他们都没想到 阮子峰竟然如此的凶悍 短短几期功夫 就已经放倒了五六个打手了 吴总 这小丫头是个练家子 普通的人手 恐怕是对付不了他的 让我们出手吧 守在吴天德身旁的 那两个五到三重舞者 眼中金芒闪烁 身上筋骨似乎都在震响 有些郁郁郁势 阮子峰那两下子 对付寻常打手还可以 但还没放在他们眼里 吴天德沉吟了一下 便点了点头 对于这两位保镖的实力 他还是很有信心的 伸手完全可以秒杀特种士兵 估计都用不了三秒钟 他们就能解决掉那小丫头 吴天德这般想着 就听到砰砰两声闷响 只见自己那两个舞者保镖 已经身形瘫软在地上 烟红的鲜血流淌而出 在这两人的额头 都出现了一个指头粗细的血洞 苏云看都没有看两具尸体一眼 神情淡漠地收回了手指 整个客厅之中 历史陷入了一片死寂中 那几个还追着阮子峰围攻的打手 看到这一幕都是手脚冰凉 呆立在原地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吴天德更是差点惊地跳起来 内 内剑 吴天德神情震恐 不可思议地看着苏云 惊颤道 你竟然是 修炼出了内剑的舞者 他取的是西宁安家的迪迈女子 对于舞蹈界的了解 自然比其他人要清楚 看到苏云瞬间击杀两个五到三重的保镖 立刻就知道苏云的实力 绝对是修炼出了内剑 苏云根本没有搭理吴天德 看向阮子峰 说道 不要受到干扰 你继续解决其他人 他的声音很平淡 杀死两个舞者 对他而言 根本形成不了丝毫的情绪波动 哦 阮子峰一听 继续出手 现在他已经被锻炼出来了 心理素质非常的强 哪怕有人在自己眼前被击杀 他也能保持淡定 而安飞 与影之他们 就不行了 看到两人在自己面前 被苏云移指尽爆头 他们都是面旁煞白 没有丝毫血色 甚至连安东来好蒋秋月 也是吓得面如土色 阮子峰没受什么影响 不一会功夫 他就将吴天德带来的 其他几个手下 纷纷放倒 发挥的还行 虽然应对上还有一些欠缺 但以后多经历一些实战 也就没问题了 苏云点评了一句 这才缓缓起身 不急不缓地走到吴天德面前 吴天德深吸了口气 此时已经恢复了冷静 目光盯着苏云 沉声道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 竟然还是个内进高手 我倒是看走了眼 不过今天这事还不算晚 留下你的名号 改天我会再来找你 清算这笔账的 改天找我算账 苏云听到这话 有些想笑 现在吴天德生死都捏在自己手里 居然还敢放这种狠话 看来吴总 是对自己如今的情况 还不了解啊 苏云抬手就是一巴掌 直接将吴天德拍翻在地上 你 吴天德大怒 捂着脸瞪着苏云 不过没等他挣扎起身 苏云已经一脚踩在他的脸上 但莫道 刚刚你要是立刻跪地认错 祈求我饶你一条性命 我或许也懒得 你就可以去死了 吴天德咬着牙 吴声喝道 小子 我不信你敢杀我 我妻子是西宁安家的安荣云 你敢动我 就算是陈仲鹏 也休想保得住你 苏云眉头微微一挑 神情玩味道 西宁安家 吴天德傲然道 不错 你既然能修炼出内境 那便也是五道戒之人 自然应该知道西宁安家之名 我虽是外星 但我妻子却是安家嫡脉脉 你还敢动我吗 吴天德虽然被苏云踩在脚下 但却并不慌张 他的夫人 乃是出自西宁安家的嫡脉 这就是他的底气所在 仗着这层关系 就算陈仲鹏这样的人物 也要忌惮他三分 有话好商量 大家有话好商量 这时 安东来也硬着头皮走了出来 劝解苏云 说实话 他是根本不想出面掺和这事的 毕竟 吴天德也已经承诺了 不会再追究他一家 可是 安东来是真怕苏云一时冲动 干掉了吴天德 那样的话 事情就真不可收拾了 到时候 苏云会怎么样 但他这一家肯定要完蛋 安东来看到苏云没有理会自己 连忙又凑到安妃旁边 低声说道 菲儿 你快去劝一劝你男朋友 这吴天德真的不能杀 一旦他死了 悉宁安家必然会出面的 吴天德的夫人安荣云 好歹也算是安家的嫡脉子弟 但这身份就注定了 可以向安家求的援助 之前 安东来之所以这么极力 想要撮合安妃和吴大志 除了威龙集团的借款之外 更重要的 就是想通过安荣云 让自家重新搭上安家的关系 当然 现在这些都已经是奢望了 安妃犹豫了一下 正准备上前 不过这时 吴天德身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吴天德听到这手机铃声 脸色顿时一变 他身上常年带着两个手机 其中一个手机 是专门用来接听安荣云电话的 此刻 听到手机响了 他顾不得自己 还被苏云踩在脚下 连忙掏出手机按下 天德 你那边怎么样了 有没有把打伤大志的 那个家伙给弄死 手机另一头传来一个充满恨意的女子声音 吴天德 没有听到吴天德回应 那女子声音不耐起来 问你话呢 你聋了 出自西宁安家迪迈的安荣云 对吴天德的态度显得非常的强势 两人之间颇有些女尊男卑的意思 吴天德只好无奈开口道 荣云 我这边出了点变故 带过来的这些人 全在了 我现在也 废物 安荣云呵斥一声 给我等着 我马上过来 说完 那边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也没有问问吴天德此时的处境如何 吴天德颓然的叹了口气 但随即脸上 就浮现起了一丝猙獰的笑容 看着苏云 说道 你完了 我夫人马上就会亲自过来 那好 我等着 苏云文言也没有在意 将脚从吴天德身上挪开后 又大咧咧的坐回到位置上 看到他这番做派 安东来心中暗自摇头 苏云这年轻人 身手了得 还认识陈仲鹏这样的大佬 正常情况下 那确实是能够在阳川横着走了 可要是和拥有西宁安家背景的安荣云对上 那就不够看了 西宁安家那种古老的世家华族 那是连陈仲鹏都不敢招惹的 安东来有心 想要再劝告苏云低头 但转念一想 现在这情况 再劝什么都白大了 不到半个小时 安荣云便亲自带人赶到 安荣云四十来岁的年纪 但保养得宜 看着竟然和蒋秋月差不多 甚至还要显得更年轻一些 更重要的是 他本人也是修炼舞蹈的 身上有一股内境流转 他竟是一位修炼出了内境的舞者 不过考虑到他出自安家迪迈的背景 倒也不算奇怪了 安家 可是舞蹈世家 正常情况下 嫡系子弟都会从小修炼舞蹈 而且不光光是他本人 还有他这次带过来的人手 明显也比吴天德更加惊悍一些 轻一色都是舞者 而且还有一位同样修炼出内境 荣云 吴天德立刻迎上去 安荣云看到吴天德这灰头土脸的样子 就是眉头一皱 没有搭理他 直接走入客厅 他目光环视一圈 冷声道 是谁动了我儿子 自己走出来 我要亲手拧断他手脚 还有安东来 我儿子落到现在地步 你们家也脱不要干系 这几天 我会让人接收了你家全部的产业和资产 对了 还有你女儿 下半辈子就待在我儿子身边 为奴为毙地伺候着吧 安荣云气势强大 比起吴天德更加的张扬霸道 这些年 虽然荣威集团都是吴天德出面在打理 但真正掌控人 却是他 安东来听得脸色大变 连忙说道 吴夫人 这事情和我们家无关吧 刚才吴总已经同意 我们归还八千万 就不再追究我们家了 嗯 安荣云目光看向吴天德 吴天德神情一将 点了点头 说道 打伤大致的那小子 认识陈仲鹏 从陈仲鹏那里借了八千万 愿意替安东来还账 我想着他毕竟姓安 就 闭嘴 安荣云呵斥道 这里我说了算 轮不到你做主 说完之后 他目光才扫视向苏云 在他进来后 也只有苏云还依旧老神在在地坐着 就是你打伤了我儿子 真是豪大的胆子 不要觉得认识陈仲鹏 今天就可以逃过一劫 实话告诉你 今天就算是陈仲鹏在这里 要是敢多事 我一样收拾 安荣云冷声开口 在他眼里 管你是一世首富 还是商场大鳄 统统都不够看 有安家的背景 陈仲鹏也不放在他眼里 荣云 小心一点 这小子也是个舞蹈高手 和你一样 都是练出了内劲 爆强和李逵 就是被他瞬间杀死的 吴天德连忙小声提醒 嗯 安荣云眸光一宁 神色有些变了 年纪轻轻修炼出了内劲 这可不简单 已经算是很有舞蹈天赋了 一般情况下 也唯有舞蹈门派或者世家 才能培养得出 这么年轻的内劲舞者 当然了 不管苏云是什么来历 安荣云都不在乎 就算苏云同样是出自某个舞蹈世家 先出手打残了他儿子 那等于也是先挑衅了安家 他动手对付苏云 那也没人能说什么 看不出你居然还是一位内劲舞者 难怪见到我 还敢大模大样地坐着 不过你这点本事 在我面前可不够看 我今天就教一教你 什么是掌幼尊备 安荣云踏前一步 尽力爆发 整个人瞬间冲到苏云面前 抬手朝着苏云的面门抓去 安荣云出自安家迪迈 不管是修炼的舞蹈绝学 还是得到的资源栽培 都不是寻常内劲舞者可以比的 他这一出手 那纤细白细的玉手 展现出了一套爪弓 不仅变化多端 而且凌厉无比 五根手指上内劲凝练 足可以将石头 都轻易抓捏得粉碎 苏云却是看都懒得看一眼 随手往外一挥 就像是在驱赶飞过来的蚊子一样 下一刻 咔嚓 这一回之间 安荣云抓过来的手掌 立刻发出清脆的鼓裂声响 不仅如此 更有一股雄浑无痞的力量 涌荡过来 震得安荣云的手 直接反击向自己 碰 其他人都还没有看清什么情况 就看到安荣云整个人 已经像是炮弹一样到飞出去 狠狠地撞在客厅的墙壁上 哄 整个房间都仿佛猛的一阵 只见在安荣云的背后 与其接触的墙壁 已经崩裂出珠网一般的裂缝 这一幕 看得场内所有人都倒吸了口冷气 谁也没有想到 苏云这么随意一挥 竟然会有如此恐怖的破坏力 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下 安荣云身子微微颤动了一下 而后猛地一大口鲜血当场喷出 荣云 吴天德大惊失色 连忙跑到安荣云身旁 神情焦急无比 他可不敢让安荣云出事 要知道 他的一身富贵 可都围系在这个女人身上 而跟随安荣云一起来的那些舞者 反应过来后 也纷纷慌张地上前 将其扶住 安荣云没有理会这些人 而是艰难地抬头看向苏云 他的眼神中 此时同样流露着难以置信之色 你 你竟然有这样的失恋 安荣云此刻心中又惊又怒 既震撼苏云年纪轻轻 就有这样的实力 又愤怒对方竟然敢重伤自己 就你这种三脚猫的功夫 居然还出来耀武扬威 简直可笑 若西宁安家的嫡脉传承 都是你这种货色 那安家恐怕也废了 苏云摇了摇头 毫不掩饰自己的轻面 不过他这话一说出来 立刻让安荣云勃然变色 跟随他来的那些舞者 也是一个个脸色狂变 安东来更是听得惶恐不已 因为这话 已经布局现在安荣云 吴天德这些人了 而是几乎在挑衅嘲讽整个安家 住口 安荣云脸色铁青 怒视着苏云 冷声道 你竟然敢羞辱我们安家 简直是找死 不管你是什么来历 今天我都要你的面 说话间 安荣云猛地抬手 掌心中竟然多了一把微型手枪 这把手枪 只有半个巴掌大小 非常的小巧精致 上面还镶嵌着宝石 更像是一件艺术品 不过这却是货真架实的大杀器 只能射击一发子弹 不过那一发子弹装药量大 而且弹头采用了特制的核金弹头 拥有极为恐怖的洞穿力 就算是防弹衣都能打穿 本来 像安荣云这种舞蹈世界的背景 是不应该对其他舞者动用火器 因为这不符合舞蹈界的规矩 但此时被愤怒充斥脑子的安荣云 也顾不得这些了 他要开枪 将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给射杀掉 安荣云也有这个信心 要是换成普通人 拿着枪也休想休索内进舞者 更跟不上对方的反应速度 根本不可能打中 但安荣云不同 他自己就是内进舞者 对于身体的掌控非常的敏锐迅捷 这种距离下 突然掏枪射击 就算是五到六重的内进高手 都逃不过去 砰 枪声响了 房子里尖叫一片 叫声是安飞 于尹之这些人发出来的 不过很快 他们就都愣住了 因为他们看到苏云并没有被射杀 依旧好好地坐在那里 非但如此 在他射出的两根手指上 还捏着一颗子弹 看到这一幕 安飞这些人 还只是觉得不可思议 但安荣云 还有跟他过来的那些舞者 却是瞬间头皮炸麻 手脚一片冰凉 宗 宗师 安荣云脸色瞬间惨白 下意识地就往后退了两步 其他那些舞者 更是几乎下滩在地上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面前这人 竟然会是一位舞蹈宗师 在他们看来 苏云刚才就算能轻易击败安荣云 那撑死也就内进圆满 舞蹈六重巅峰的程度 毕竟这样的天才高手 舞蹈借个家还是有一些的 可如此年少的宗师 真是不可想象 舞蹈世家之后 居然沦落到用火器偷袭 你这样的废物 还活着干什么 苏云把完着手上那枚子弹 手指轻轻一弹 刷 子弹瞬间倒射 安荣云腹部立刻爆开一团血花 啊 安荣云发出一阵惨叫 整个人重重地摔在地上 不 你不能杀我 我是安家狄脉 我安家有三位宗师强者 你纵然也是宗师 也不该招惹我安家这种大敌 安荣云脸上浮现出浓浓的恐惧 苏云不屑一笑 你们安家那三位宗师 在我眼里 也就如土鸡娃狗 上一次 我让人带了一份站字铁过去 他们看完之后 连来找我的勇气都没有 就低头服软了 你还拿他们来压我 安荣云脸上 闪过一丝惊恶和茫然 你说什么 苏云看到安荣云的反应 先是一愣 随即冷笑道 话说到这里 你居然还不知道我是谁 看来你这安家狄脉的身份 怕也有些水分 罢了 你这样的货色 我懒得收拾 还是让你们安家自己处理吧 说完后 苏云压根懒得安荣云 直接给安清月打了个电话 片刻之后 又一大群人浩浩荡荡地 来到了安东来家 为首的是安清月 依旧还是一身张扬而夭致的大红长裙 气质高贵 犹如女王 而在他的左右两侧 还有两位中年男子随行 气息雄浑 但又沉稳如山 身上流转的内径圆容一体 竟都是五到六重巅峰的强者 自从安清月投身苏云门下后 安家对安清月的态度 也是水涨船高 从族中派出了两位顶尖高手辅佐 天鹿说 横谷说 安荣云看到安清月身后 跟随的两个中年男子 立刻神色一阵 这两位都是安家本族的高手 辈分极高 属于安荣云叔父辈的人物 在安家的地位之高 还要远超过 他那已经过世的父亲 至于安清月 他不太熟悉 毕竟 他已经外加二十多年了 说是安家迪迈 但对安家如今的一些 内幕核心消息 真不清楚 安荣云看着被众星拱月般 围在中间的安清月 心中震惊无比 他对于如今悉宁安家的一些情况 并不是太清楚 但见到安清月 能够被安天鹿和安恒谷 这两位安家的大人物互卫 他就知道 这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必然是安家如今这一代的核心种子 他顾不上去 猜测安清月的身份 立刻弃声道 天鹿书 横谷书 我是荣云啊 快救我 可安天鹿和安恒谷 此刻却是充耳不闻 完全懒得理会安荣云 安清月更是看都没 从安荣云那边看一眼 他们一行人 快步走到苏云面前后 安清月立刻身子一驱 恭敬地冲着苏云 行礼道 清月 见过苏先生 而跟在安清月身后的安天鹿和安恒谷 更是直接跪伏在地上 神情肃然道 拜见苏先生 随行的其他安家舞者 也都有一个算一个 纷纷跪拜在地 如同在叩拜神灵 确实 苏云在他们眼中 那就如同神灵无异 武神级强者 别说自己这些人了 就算是自己族中 那三位宗师族老在这里 也得低头行礼 看到这一幕 安荣云整个人如遭雷击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可是知道 族中那三位宗师族 老平日里基本不理会闲杂之事 而安天鹿 安恒谷这样的人物 基本就已经是 决策家族事物的掌权人之一了 属于安家的头面人物 这样的身份 竟然向这年轻人形 叩拜之礼 这完全超过了安荣云的认知 旁边 吴天德 安东来等人 也是彻底傻眼了 天鹿书 恒谷书 你们这是 安荣云颤声开口 安天鹿二人依旧没有搭理 看向安荣云的目光 就像是在看待一个死人 他们都不需要问之前 发生的事情经过 看面前的场景 就知道是安荣云得罪了苏云 苏云看了一眼安清月 淡淡说道 这人是你们安家嫡脉 安清月想了一下 随即摇头道 安家嫡脉之数 族人起码有数百之多 有资格长留西宁祖宅的 也就百余之数 这个人 我没有印象 他对安荣云 确实没有什么印象 安荣云以前 虽然算是嫡脉 但在嫡脉子弟中 地位也不算高 而且已经外嫁二十多年了 安清月自然不认识 安清月说完 又看向安天璐和安恒谷 问道 你们认识吗 安天璐和安恒谷 相互对视了一眼后 安天璐点了点头 说道 认识 她是安文玲的女儿 安文玲和我们算是同一辈 不过她在武道上天赋不行 所以虽是嫡脉 但不长权势 而且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在安家 嫡脉繁衍的人数也非常多 想要出头 就得靠自身的能力和才华 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武道天赋和实力 要是没有强大实力 一些嫡脉族人 甚至还不如一些 安荣云的父亲就属于这一类 而且过世太早 父亲尚且如此 身为女儿的安荣云 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 基本也就顶着个嫡脉一脉的称号而已 安天璐看了一眼安荣云 叹了一声 说道 我和你父亲 也算是熟识 不过你这次 竟然得罪了苏先生 谁都保不了你 你 自我了断吧 听到这话 安荣云眼睛猛地瞪大 惊叫道 不 我 我还是安家嫡脉啊 你们怎么能因为一个外人 就让我去死 他当然不甘心去死 虽然他身上被那颗子弹射穿 但并不算伤在要害 他以内境封锁弃血 短时间内还不会有生命危险 只要送到医院 保住性命还是没问题的 安天璐和安横骨都是摇头 西宁安家 威慑得了其他人 但对面前这位存在而言 那根本不算什么 荣云 既然你不愿自己了断 那就让我送你一程吧 安天璐没再多说什么 脚步一脉 身形便如风般 掠动到安荣云的身前 一掌轻飘飘地打下 落在安荣云的头顶 碰 安荣云的脑袋分毫无损 但内里却是被强大的内镜震碎 一双眼睛瞬间冲血 然而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再没有声息 安天璐出手 非常干脆 果断 这次苏云既然打电话 通知安清月过来处理这事 他自然不可能表现出什么迟疑和犹豫 别说是安荣云了 就算是其他更重要的人物 他也会直接必杀 荣云 吴天德看得牙关发颤 整个人抖落筛康 自己妻子可是安家迪迈子弟 安家不该是怎么的靠山吗 可现在是怎么了 吴天德呆立在原地 一动都不敢动 安东来 蒋秋月等人也彻底傻了 西宁安家那是何等恐怖的存在 竟然会为了这年轻人一句话 立刻就处决了安家一位迪迈族人 这 安东来只觉得口干舌燥 真想问一问自己女儿 带来的这个男朋友 到底是什么何方神圣 他目光看向安妃 却发现安妃也是一脸的呆滞和惊恶 哎 安东来心中轻叹一声 看这样子 他就明白自己女儿 恐怕也不知道苏云的根底 苏先生 其他人你看要怎么处理 在击杀了安荣云之后 安天璐又开口问道 他目光一扫 只见先前被安荣云带来的那些舞者 立刻满面惊恐 一个个跪地磕头 祈求活命 吴天德更是倒头如算 哀求道 饶命 饶命啊 我愿意奉送上所有身家财产 只求饶我一命 安天璐根本不为所动 依旧低着头 等着苏云的吩咐 你们看着处理吧 苏云随意地躺靠在椅子上 摆了摆手 懒得再理会这种小事 这时 安清月连步款款 走到苏云身后 替他按捏起来 苏云愣了一下 随即也坦然受之 旁边 阮子峰一脸古怪 自己这师父哪都好 就是太会招惹女人了 安妃眼底闪过一丝忧怨 但也没有说什么 她知道自己可不是真的苏云女友 只是请对方过来帮忙而已 至于安东 来这些人就更不敢吭声了 一个个低着头像是没看到 安清月吐气如蓝 声音轻柔 我听族中三位族老说起过 再过几日 八级门腰战 你于泰山之巅 不知先生可有把握 苏云轻声一笑 土鸡娃狗 不值一提 阳穿湖 清风吹拂 碧波泛起蹭蹭蓝 风景秀美 湖边 苏云步履悠闲地在散步 而在他身后 一左一右跟着两位女子 分别是阮子峰和安清月 之前发生在安非家里的事情 自然由安清月手下的人去处理首尾 必然不会引发任何风波 而且因为苏云的关系 安家在得知安非拥有安家血脉之后 将其重新录入了族谱 安清月更是邀他入清月山庄 替其做事 对于这些 苏云都没有去管 更没有将几天后将要进行的 武道巅峰之战放在心里 依旧是一副游山玩水的姿态 顺道来到阳川湖这边游览风景 苏先生 这次八级门发出了不少邀请帖 便邀武道界的中的各方顶级宗门和世家 看来八级门对这一战是信心十足 你要不要早点过去 调养一下状态 安清月小心翼翼地问道 虽然之前苏云说得很自信 将赠基视作土鸡娃狗一般 但他哪里真敢相信 他自己也是出自武道世家的 就算以前不知道赠基之名 但听了族中宗师说过之后 也明白那是何等样的人物 武道巅峰的强者 他虽然对苏云也有信心 但面对这种对手 心里总也有几分不踏实 而且据他最新得到的消息 赠基现在已经提前登上了泰山之巅 就在上面静坐凝神 早点过去 莫必要 按照约定时间倒就行了 苏云摇了摇头 平静道 你不用想的太多 这几天就跟在我身边吧 你的先天心脉受损之症已被我治好 修炼已然无碍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你现在已经修炼出内静了吧 你们安家花费在你身上的手笔 倒真是不小啊 要知道 安清月以前因为先天心脉受损的缘故 是不能修炼武道的 而苏云虽然替他治愈了先天心脉受损之症 可却并没有过去多久 安清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从入门修炼开始 练出内静来 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的 唯一的解释 就是安家不惜耗费一些顶级资源 用在安清月身上 强行将其的武道境界堆砌上来 这就和云辰先前提升顾晴是一回事 不过云辰的手段更厉害 加上使用的资源更好 用了一枚灵精 再加上一部分甲丹的精华 直接将顾晴提升到了五到六品的境界 当然了 这样做的结果 就是顾晴难以掌控 自己的强悍身躯和雄魂的力量 只能让苏云封印着 慢慢适应 而安清月的情况并没有那么夸张 只是看看达到五到四重滋生内境的地步 不过 他同样也难以很好地掌控 五到四重舞者的肉身和力量 在其身上 同样有着五到宗师留下的金刚封印 只不过那封印 在苏云看来很粗糙 我这也是全瞻了先生的光 自我先前投身先生门下后 族中对我前所未有的重视 为了提升我的修为境界 可是从族中宝库里 拿出了不少真品 安清月柔声细气地说着 那神情姿态 一点也不像是掌控清月山庄的女强人 眼神里就是柔情秘义 不过苏云却是没有看到 只是微微摇头 说道 以你的根骨资质 其实不需要这般拔苗助长 按部就班的修炼 宗师之镜就不说了 但要炼出内镜 应该是不难的 安清月嫣然一笑道 这可不是我急于求成 而是族中觉得我记投身先生门下 若一点修为都没有 那就太给你丢脸面了 所以就先让我把境界提上去 至于这样做会根基虚浮 那以后再花时间打磨就是了 旁边 阮子峰听到二人对话 好奇道 清月姐姐 你也是拜师在师府门下了吗 那岂不是我师姐 安清月闻言 摇了摇头说道 那倒不是 我当初只是投身苏先生门下 以求庇佑 哪有有那荣幸 能得先生说为弟子 说着他还悠悠地看了苏云一眼 当初他和苏云之间 严格说起来算是一桩交易 那投身苏云门下的说辞 其实只是一种 借苏云名声 庇佑自己的方式而已 这和阮子峰这种苏云 真正的弟子门人 那差了 可是不止一心半点 子峰妹妹 你可真是幸运 能拜入苏先生门下 将来必成宗师之境 安清月有些羡慕地说道 苏云听到这话 只是笑笑 并没有解释什么 必成宗师之境 若是让安清月知道 不需一年 阮子峰就能彻底开启 自身的先天秘藏 真正发挥出 先天境强者的实力 恐怕能活活吓死吧 清月 你出自五道世家 底蕴和眼界都不弱 现在虽是五道四重修为 但被封印了一部分的力量 目前能发挥的实力 倒正好子峰差不多 接下去几天 你和子峰就互相交手切磋 相互抵立吧 苏云说道 好啊 阮子峰欢呼雀跃 他可是一直迫切地 能有对手交流 以便更快地提升自己 在之前见过苏云 隔空御剑的手段后 他就已经打定主意 以后一定要学会 这一手 御剑牵连 飞剑杀人 这才是他向往的境界 之后几天 苏云带着阮子峰和安清月 依旧慢悠悠地赶路 而且不时地让两人 在各种险要环境中交手 有时候是在摩天大楼的顶部 有时候是在水底 还有一次 更是带着两个人跃上了 急迟的高铁列车之上 让他们在上面交战 还有时候 苏云心智来了 甚至也会对两人出手 各种训练的手段 让阮子峰和安清月大开眼界 三天时间过去了 却让他们度日如年 整整三天三夜 他们都没有休息 一旦累了 苏云就会拿出原羊丹 让他们服用补充 甚至亲自出手 帮他们炼化药力 还牵引四周 灵气过来 滋养他们身体 这三天下来 安清月感觉自己进步神速 对于自己肉身和力量的掌控程度 不断地加深 身上的封印 更是被苏云不断地削弱 他感觉自己用不了多久 就能将境界稳固 真正发挥出五到四重的实力 而最让他心惊的是阮子峰 他觉得自己的进展已经很快了 可阮子峰进步却比他还快 苏先生 这子峰妹妹是什么情况 进步怎么会这么快 我可是身体本 已经有了五到四平的底子 现在只是掌控驾驭的过程 才能显得进步那么快 可子峰妹妹那边 安清月找了个机会 悄悄询问苏云 她实在太好奇了 子峰是个特例 你就不用和她去比较了 苏云不忍去打击安清月 安清月只是有五到四平的底子而已 可是阮子峰却是有先天境界的底子 两者根本没法比 还有一天 你们就不必再对练 好好巩固一下这几天的交战经验和心得 等到登陵泰山之后 想必各家受邀请的五到门派和世家 应该也会带一些杰出子弟过去 到时候你们可以去切磋一下 苏云说道 而与此同时 泰山之巅 已经汇聚了不少人 自从几天前开始 这里便已经开始封山 对外的理由 是山里有大型猛兽出没 为了保证游客的安全 最近几天都禁止对外开放 当然了 这些都是对普通人的说辞 有一些五到界小门小派的舞者 消息灵通 知道内情 但苦于没有邀请帖 所以就偷偷溜上山的 不过这些人 在通往主封山巅的路途 就都被八戟门的人 给拦截驱赶了回去 五到巅峰之战 又岂是一般舞者 有资格见识的 此时 在主封之巅 已经汇聚了很多人 几乎收到邀请帖的各方五到宗门 和世家的人 都已经相继到了 毕竟 再有一天 就是约战之期了 赠绩独自一人 盘坐在山巅的一处崖壁之上 整个人闭目盘坐 身上的契机 仿佛和四周 天地交融一体 场内的一些宗师 灵觉感应之中 根本察觉不到赠绩这个人 眼睛能看到他盘坐在哪 可是灵觉就是感应不到 一些五到宗师 都是暗自有些心惊 家主 那八戟门的赠绩前辈 二十年前威震五到界 几乎难觅敌手 他的实力通天彻地 我早就听闻了 可他要挑战的那苏云是什么人 我都从来没有听说过 竟有资格和赠绩前辈交手 莫非是以前不出世的影视前辈高人 在西北方位的一个阵营中 站着几个舞者 属于行义门 此时 说话的是一位行义门的天才俊杰 行义门和太极门一样 都有好几脉的分支传承 不论哪一脉 对于都以正统自诩 不过在最近二十年 五到九品大宗师 此时 说话的这位后辈 便是皇室年轻一辈的天才 黄庆虎 而在他身前 则是站着皇室当代家主黄德公 是一位舞蹈宗师 在更前方的肢地 还站着一位老人 穿着粗布长袍 头发花白 但站着笔直 便是连家主黄德公在其面前 也是恭敬有加 因为这老人 便是皇室那位五到九品大宗师 黄化云 黄德公看了一眼黄庆虎 耐着性子解释道 并不是什么影视前辈 据我不久前探知道的消息 那苏云是个舞蹈界的后学晚辈 年纪也就和你差不多大吧 不过在不久前 杀了八级门的老牌宗师穆天红 什么 和我差不多大 傻那八级门宗师 这怎么可能 黄庆虎吃惊无比 有些难以置信 要知道 他如今二十多岁 能修炼到五到六重境界 已经是皇室一门中 百年难见的天才 可和苏云一比 那就黯然失色了 你不用和他相比 那苏云算是个特例 根据调查 他出生家世都很普通寻常 并非出自五到世家和门派 他能有今日的成就 根据一些消息的判断 他极有可能是得到了某个古修的传承 说不定还吞付过灵丹 妥胎换骨也不一定 黄德公很有耐心地解释着 生怕黄庆虎的五到 信心受挫 黄庆虎虽然并非他的子嗣 但却是族中这一代的天骄人物 好好培养 将来黄氏一门 或许可以再出一位大宗师 古修传承 黄庆虎眼睛猛地放光 出自行义黄氏一门 他自然知道 古修传承代表着什么 不仅仅是行义门这边 场内其他势力 如龙虎教 飞刀门 剑炉赵家 川州贺家 北渊苏家 太极门等等五到门派和世家 都在谈论着苏云 以他们的势力和能量 有心打探之下 自然能够轻易弄清苏云的背景 甚至这些势力 出动强者过来观礼 也不纯粹 是为了见证 赵纪和苏云交战 更想证实一下 苏云是否真的得到 什么了不得的古修传承 八级门太心事动众了 这次连赵纪这位老家伙 都惊动出来 我看找人报仇 彰显八级门声威只是其次 恐怕最重要的 还是想图谋人家的古修传承吧 我觉得也是 毕竟那苏云再是厉害 难道还能是赵纪的对手 一些人在暗自嘀咕着 他们都不看好苏云 不觉得他有资格能和赵纪交手 当然 也有人对苏云拥有信心 安家的三位宗师 带着安清月的哥哥安天赵 也已经出现在这里 其他人不知情况 但他们却是清楚 苏云有五神级的实力 清月有传来信息吗 有没有说 苏先生到哪里了 什么时候可以抵达 安平衙冲着安天赵询问道 安天赵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神情怪异道 清月说他也不确定 苏先生具体会什么时候到 他们现在还在一路游山玩水 应该能够赶在约战时间抵达 安家的三位宗师祖老听到这话 也是彻底服气 要知道 就连赵纪为了体现重视 都提前几天到这里 养精蓄锐 苏云道好 现在居然还有闲心去游山玩水 哼哼 这也好 说明苏先生对此战很有信心 安平衙干巴巴的笑了一声 心里却有些忧心起来 他担心苏云太年轻 心高气傲 自是实力强大 就小觑了他人 到时候一旦和赵纪交手 那可是会要命的 自家好不容易通过安清月 搭上了这么一位武神级强者 可别马上就完蛋掉 安家在武道界中算得上是一方诸侯 悉宁称尊 但此时在这泰山之巅 却算不上什么 今天有资格来这里观战的 都是武道界的超级势力 安家在其中 只算是中下之流 一些顶级的宗门和家族 那都是由武道九品大宗师坐镇的 清月已经投身在苏先生门下 我安家迟早能够与其接触上 这次巅峰之战 苏先生若是败亡 自然一切休体 不过他若是能胜 只需要能够保持不败 那我安家将来就有希望再进一步 还有天赵这孩子 是清月的哥哥 资质出众 若是能通过清月的关系 也引荐入苏先生门下 有一位武神级强者指点 他日成就必然远超我等 安平衙等三位祖老 聚在一起小声商议着 他们的设想都很不错 想要以安清月为纽带 搭上苏云的关系 不过这一切的前提 都得苏云能够在接下来 与赠绩的巅峰一战中活下来 若是败亡当场 那一切休体 就在安家三位祖老在商议的时候 不远处 一位国字脸的中年男子 主动朝着安家这边走来 贺家主 安平衙等人停止了交谈 看向来人 神情有些微妙 三位 这次在这里碰上你们也好 省得我事后再去你们安家走一趟 这位国字脸的中年男子 乃是川州贺家的家主 贺刚 川州贺家 同样是一个传承过百年的武道士家 而且综合实力 比起安家还要强 贺家虽然没有九品大宗师 但却有两位五到八品宗师强者 此时贺刚脸色阴沉 不满之意异于言表 之前你们已经答应了联姻之事 可前段时间却又突然单方面反悔 这是不将我们贺家放在眼里 此事最好能给我贺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否则 安平衙三人文言都是面露无奈 因为之前安家推出来的联姻对象是安清月 可后来安清月攀上了苏云的关系 他们笼络安清月都来不及 哪里还敢抢逼齐去联姻 只能取消了原本的计划 贺家主 还请不要动怒 能与贺家联姻 我们安家也是乐意志志 只不过联姻的人选 有些变故 能不能换一位 安平衙询问道 是啊 清月那丫头 对于婚嫁之事很有主见 有些不情愿 安正光也是一脸为难 不情愿 贺刚眼睛一瞪 怒道 真是笑话 她一个先天心脉受损 不能习武的废物 嫁给我小儿子 居然还不情愿 真是不实抬举 此话一出 三位祖老 还有安天照 都是脸色一变 贺家主 你这话就有些过了吧 安平衙闷盛道 怎么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若非无儿天心 之前在阳川清月山庄游玩 见过安清月一面后 一直对他念念不忘 非要娶他 就他那种货色 也就有点姿色而已 连入我贺家 为奴为婢都不够资格 贺刚毫不留情地嘲讽着 宣泄着自己的不满 区区安家 居然敢单方面退婚 他可是积攒着不少怒气 听到这里 安天照忍不住了 贺家主 如今我妹妹心脉之损 已经治好了 可以修炼武道了 倒是你那小儿子 资质平平 不思进取 十足十的废物一个 安天照反驳道 贺刚身为贺家之主 子嗣昌龙 足足有四子三女 其他的都还好 但小儿子贺天心 是真的不怎么样 不仅资质平平 而且还是出了名的懒散 怕吃苦 身处贺家家主之子 资源供给是其他族人十倍 但如今三十来岁了 还是没练出内境 偏偏这家伙 还喜欢惹是生非 时常仗着贺家的事 在外面欺男罢女 放肆 贺刚听到安天照接短 顿时大怒 贺知道 我和你们族中宗师说话 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小辈 来插嘴 给我滚 哼 贺刚身上猛地爆发出 一股凶悍的气势 宗师静刚涌荡 冲着安天照压迫过去 安家三位族佬 都是脸色一变 连忙都上前一步 将安天照护在身后 同时也爆发出一股股静刚 进行抵御 双方这一下对拼 顿时就引起了不远处 其他各方势力 舞者的注意 安家和贺家的人 还动上手了 有意思 不过安家三位 七平武道宗师 正常切磋的话 就算联手 也未必能力抵五到八重的贺刚 除非以死相伯 那还有点看头 各方武道宗门和世家的人 都是一副看戏的姿态 谁也不会上去阻止 就当是看热闹 倒是八级门的人 眉头微微一皱 有些不满 毕竟 这次泰山之战 可是 郑纪老祖出山的杨威之战 岂能容许其他人来扰乱秩序 吸引关注 贺家和安家的同道 你们都是受邀而来观战的宾客 若是你们有恩怨要处理的话 可以先下山去解决 或者等到郑纪师叔和苏云之战结束 再在此地进行宗师战 八级门掌门时红波出面 朗声开口 语气中 明显流露出不悦之意 贺刚文言 当即气势一脸 往后退了几步 狠狠地瞪了安家几人一眼 说道 安家三位祖老面臣试水 也没说什么 这么多五道门派和世家的人在场 众目睽睽之下 他们总不能直接低头服软吧 很快 又一天时间过去 眼看着距离约定的时间就到了 还是没有见到苏云的影子 怎么还不来 那个苏云 该不会是害怕溜了吧 有人嘀咕道 不会吧 他都接了八级门的战铁 要是又反悔不来 这不是在耍我们吗 以后还想不想再五道接立足了 不好说 那苏云据说只是走了狗屎运 得到了古修传承 吃了什么古丹灵药 一步登天 这种家伙 或许连五道界的一些规矩都不懂 安家三位祖老 听到这些异论声 也有些着急了 天照 你打电话去问问清悦 看看他们到哪里了 安平衙冲着安天照吩咐道 安天照刚掏出手机 还没有播出 就见到一个负责在下面看守的八级门舞者 飞快地跑到山巅 大喊道 来了 他来了 听到这八级门舞者的喊叫声 场内所有人都是精神一震 目光冲着那个方向看去 对于苏云 所有人都十分好奇 这是五道界中 异军突起的一个后辈 在接到八级门这次泰山之战的请帖之前 甚至很多五道宗门和世家 都不知道苏云这个人 就是这样一个家伙 居然胆敢击杀了八级门的宗师 还疑似拥有古修传承 所以大家都对他很感兴趣 大家目光看去 终于见到有一男两女 慢慢悠悠地从山道上登街上 那悠然放松的姿态 根本就不像是过来参加五道巅峰之战的 反而更像是花花公子 年少猖狂啊 有老辈的舞者神情不满 他们这些受邀前来观战的宾客 都早早过来了 而苏云身为此战参与者 反而姗姗来迟 简直没将各家放在眼里 等到苏云临近 八级掌门石红波没好气地开口 苏先生 你总算是来了 真是让我们好等 苏云像是没听出石红波的不悦 依旧还在和身旁的阮子峰和安清月说着什么 石红波老脸一黑 但随即又克制住了怒气 反正 等一下赠记师叔一出手 这小子就完了 自己现在没必要和其计较 好了 子峰 待会你就和清月站到一旁去 好好观摩观摩 虽然这个层次的交手 你们两个未必能够看懂多少 但就当掌掌见识吧 苏云嘱咐着 好 师父加油 阮子峰做出了一个握拳的姿势 苏先生 清月也在这里预祝你旗开得胜 安清月说完 就拉着阮子峰朝着自己安家的阵营那边走去 他已经看到了自己哥哥安天照 和三位宗师祖老站在那里 不过他刚走到一半 就有一道身影猛地迈步而出 拦在了他的前面 臭丫头 你胆子真大 居然还敢来这里 听说你看不上吴儿天心 不愿与他接亲 贺刚音策策地开口 他是真没想到 安清月竟然也来了这里 之前压着的火气又冲了上来 贺家主 安清月眉头一皱 说道 我对贺天心没什么感觉 这种事还是不要勉强的好 哼 说退婚就退婚 把我们贺家当成什么了 你今天要是没过来 那也就罢了 但既然来了 等一下就不用走了 贺刚态度非常霸道 你既然不愿嫁给吴儿 那就入我贺家 给他做的奴婢吧 等此地设了 我就亲自带你回去 听到此言 安家三位祖老都是大怒 贺刚 你太过分了 安平衙怒喝道 安清月可是他们安家的嫡系血脉 让他去为奴为婢 那就是在羞辱安家 过分又如何 你们能怎么样 贺刚冷冷一哼 显得有恃无恐 他五到八品的实力 足可以押赴安家的三位七品宗师 贺刚 我妹妹已经投身 苏云先生门下 你说话最好小心一点 安天照忍不住喊道 嗯 贺刚神色一动 扭头看了一眼苏云 其实刚才他看到安清月 是跟着苏云一起过来时 心中就有些奇怪了 现在听到这话 算是彻底明白了 操 我说这臭丫头 怎么会退婚呢 原来是勾搭上了别人 小子 算你走运 今天你和八级门 还有一场恩怨未了 我不好动手 否则我现在就打死你 贺刚目光盯着苏云 眼神凶利 周围其他各方的舞者 看到这一幕 都觉得越发的好玩了 石洪波一阵头大 这贺刚在舞蹈界 也是出了名的粗狂火爆 看样子 已经把自己之前的警告 抛之脑后了 之前 只是对着安家那三位七品宗师 可现在 居然还挑衅上苏云 他叹了口气 其他人不知道苏云的实力 但他却是已经知道一些的 之前 他去替赠记送战书的时候 看到苏云很轻易的 就承受了战书字体中 蕴含的赠记的舞蹈意志冲击 那份能耐 可是九品大宗师才能做到的 贺刚前去挑衅 这不是找死吗 石洪波准备再次出面警告一下 不过还没有等他说话 苏云已经笑了起来 石门主 在进行和你们八戒门的约战之前 我先打死这个傻X 你没意见吧 石洪波脸上神情一致 扭头朝着依旧盘坐在崖壁的赠记看去 可赠记还是微闭着眼睛 没有什么反应 石洪波只好收回目光 单笑道 苏先生请便 另一边 贺刚听到这里 已是大怒 混账 你小子只是走了狗屎运 得到古修传承 才轻松获取了一身实力 居然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我告诉你 真正的武道强者 那都是历经无数厮杀搏斗 苏云根本懒得听对方啰嗦 你废话太多了 苏云什么多余的动作都没有 只是简简单单的一拳 不过他这一拳打出 立刻就凝聚起一股霸绝无比的拳意 静刚涌荡 如龙席卷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一道静刚撕裂气流 在虚空中划出一道恐怖的长虹 这拳一打出 场内各方武道宗门和世家的宗师 全部勃然变色 强大 太强大了 仅仅那股静刚之力的雄魂和凝炼 就让一般的宗师望尘莫及 这是九品大宗师的水准 就连那盘坐在崖壁上的憎迹 也有所感应 猛地睁开了目光 不 赫刚瞬息间 脸色已经变得煞白无比 他只知道苏云杀了穆天红 实力要超过一般的武道宗师 可哪里想到 他发出野兽一般的爆吼 双手往外一撑 想要挡住这一道拳镜 可是他高估了自己 只是刚一接触 苏云打出的那道拳镜 就势如破竹 碾碎了贺刚的一切防御手段 碰 贺刚被拳镜击中 整个身体瞬间被撕扯得四分五裂 鲜血喷溅 血快横飞 一位五到八品的宗师 一招都没有撑过 就惨死当场 死无全尸 场内一片寂静 形意皇室的黄化云 龙虎教的上代掌教 太极臣是一脉的老家主 等等几位九品大宗师 皆是神情无比凝重 如果说 之前他们对苏云这个小辈 还有所轻视 觉得他只是一个 偶得其欲的幸运 那现在已经彻底 没有这种想法了 刚才那一拳 看似简单 但却蕴含了千锤百炼的 五道技艺 可不是空有力量就能打出的 让他们来出手 恐怕也不过如此了 不知死活的东西 区区五到八品的实力 居然也来挑衅我 简直不知所谓 要扶去沾染的灰尘 随手打死一个八品宗师 对他而言 仿佛就像是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 咕噜 安家的三位宗师祖老 都是艰难的咽了口唾沫 需要他们三人联手抵御 也未必能敌的赫家家主 竟然就这么死了 这让他们心惊之余 对苏云越发地敬畏起来 其他各方势力的舞者 也是默不作声 就连场内的几个赫家舞者 虽然京剧愤恨 但谁也没敢吭声 生怕招来杀神之祸 但众目睽睽之下 也会留一分余地 不会将事情做绝 这算是五道界的 约定俗成的事情 毕竟宗师太难得了 不管对哪一方势力而言 都是各自门中的支柱 除非是有生死大仇 那样通常会堂堂正正的 下战书进行生死战 像苏云这样 直接动手把对方避杀的 还是很罕见的 石洪波面皮微微抽搐 刚才苏云问他 能不能先打死赫刚 他还以为苏云是说说 顶多是教训一下 哪里想到 竟然真把人击杀了 唉 这时 一阵苍老的叹息响起 只见那盘坐在崖壁旁的 赠记缓缓站起身 那双洞彻世事的沧桑眼眸 落在苏云身上 不愧是年轻人 锋芒至盛 一言不合 便失杀手 赫刚好歹是川州赫家之主 你都敢这般随意杀了 难怪杀我八级门宗师 也一样毫无顾忌 赠记悠悠开口 他二十年前 横扫五道界挑战过很多高手 但基本都只是击败对方而已 没有下杀手 年轻人 你虽实力强大 但最好 还是要心怀一点畏惧才好 五道一图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赠记说道 苏云文言不由一笑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赠记傲然道 不错 你这一身实力 与场内一些九品大宗师交手是够了 但在我眼里 却还不够 我若出手 你必死无疑 这一番话语中 充斥着一股强大的自信 场内 其他几位九品大宗师听了 都是皱了皱眉头 因为这话 不仅是在压苏云 同时也明显要压他们这些各个宗门 和世家的大宗师一头 这让他们听得有些不舒服 八级门这些家伙 邀请他们光来观战 果然是没安好心 但不爽归不爽 大家也没办法说什么 因为赠记确实有这个实力 二十年前 对方一家家的挑战过去 没有败记 形意皇室的黄化云 就是在二十来年前 晋升了九品大宗师 结果和当时的赠记交手 却是惨败 其他的一些九品大宗师 也差不多 年轻人 你得到奇遇 但能够走到这一步 自身天资也非同一般 老夫联系你资质难得 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你若是答应加入我八级门之中 为我八级门效力 那等一下 你我交手 我可以留你一条性命 赠记再次开口道 此话一出 场内各方势力的舞者 都是脸色一变 诸多武道宗师 神情都变得有些怪异 而各家带来的一些小辈 更是相互窃窃私语起来 平衙祖老 苏先生斩杀了八级门的老牌宗师 八级门请出赠记 不是要以血腥手段 立威天下吗 怎么现在 还想让苏先生 加入八级门 安清月低声冲着安平衙询问道 安平衙压低声音道 看来八级门是看上了 苏先生的那份古修传承了 不过这也正常 古修式的传承 太过罕见了 出世一份 足可以造就一个武道门派 或者世家 而那苏先生掌握的那份 可能还是顶级的传承 换成我 我也会这么做 旁边 安凤于和安正光 都是点头赞同 安凤于一脸唏嘘道 如今的剑儒赵家 还有那飞刀门 就是最好的例子 剑儒赵家 飞刀门 安清月一愣 剑儒赵家和飞刀门 那都是武道界的 顶级世家和门派 实力要远远超过自己安家 门中都有九品大宗师作证的 而且 这两个世家和门派 非常的神秘 基本不在俗世行走 也不涉足什么商界政界 似乎就热衷于影视前修 安清月以前也是 只听过名字而已 安平衙解释道 赵家的老祖宗 以前据说只是武道界小人物 不过却机缘巧合 从一处荒山古迹中 得到了一柄破旧的古剑 里面内运一份剑道传承 也正因为如此 才造就了如今的剑儒赵家 而飞刀门 原本也只是一个 不入流的小武馆 修的也不是飞刀 而是炼拳的 不过那一代管主 在酷爱古董文物 有一次买了一幅艳品名画 以为是打了眼 最后却在那艳品名画的夹层中 发现了一张细薄的布帛 上面是一份飞刀图解 安平衙说出了两段久远的密文 不仅安清月和安天赵在听 就连阮子峰也竖着耳朵听着 苏先生得到的传承 我虽不知道是什么 但我猜测 可能要超过西年剑儒赵家 和飞刀门得到的传承 安平衙低声说道 阮子峰点头道 那是自然的 我师父的手段通天彻地 隔空遇见 千里杀人 听到这话 安家三位祖老都是眼皮一跳 神情骇然地看着阮子峰 有些弄不清楚这小丫头 是说真的还是在吹牛 不过他们大体觉得 还是在吹牛 刚才他们已经听安清月 介绍过阮子峰的身份了 是苏云的入室弟子 弟子在外人面前 夸大吹嘘一下师父的手段 这也是正常的 况且 这丫头年纪小 阅历浅 吹得有些大了 那也可以理解 好在 其他各方的高手 都被郑纪刚才的话语吸引 人声嘈杂 也没有谁特意来 偷听自己这边的谈话 年轻人 你对我刚才说的提议 考虑的如何 郑纪看到苏云没有回应 又再问了一次 苏云哈哈一笑 那我要是不答应呢 不答应 那待会你我交手 老夫便只能施展酷略手段 将你斩杀 以告为我八级门宗师的王灵王 郑纪声音 一下子冷冽了下来 身上冲起一股惊天的气势 场内所有人都感觉到 仿佛有一股精神风暴 席卷而来 冲击着自己尸海 各家的一些杰出小辈 更是发出惊叫 他们感觉到自己意识中 仿佛出现了一尊拳头 可以打穿山岳 可以崩裂大地 甚至 他们感觉自己的身体 也好像要被打碎一般 不过好在 这种感觉一闪而逝 等大家回过神来 很多人额头都冒出了细细的汗珠 可怕 憎迹的强大 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要知道 能够来这里的 大部分都是五道宗师 剩下的一些小辈 那也是各家的天才 起码有五道五六品的修为实力 可现在 他们却被赠绩发散出的 一缕五道意志 撼动了自身的精神意识 这简直不可想象 场内 黄化云等寥寥几个九品大宗师 虽然没受什么影响 但一个个脸色却凝重无比 比起二十年前 他更强了 已经突破了一些稚骨 黄化云眼中 闪过一抹落寞和无奈 当初 他入九品大宗师后 和赠绩有过一次交手 结果惨败 之后他也曾暗自立誓 将来必然会找回场子 等自己将一身实力 淬炼到五神级 那便再和赠绩交手 可结果 二十年下来 黄化云实力没有寸净 踏入五道九品之后 便已经是极致 想要再提升 根本没有可能 反观二十年前 就已经是五道绝颠的赠绩 如今似乎又突破了关爱 这让他心中 生出了浓浓的苦涩和挫败感 厉害 若非这赠绩错生了时代 他恐怕早就已经是先天境强者了 龙虎教的上代长教张玄理 此时也感慨出生 现如今 整个地球都已经处在末法时代 天地灵气枯竭 想要晋升先天之境太难了 要是赠绩早生一些年代 可能早已经踏入先天 他现在也不差 以前的人 晋升先天境太容易 阿里比德上 我被在这末法之势苦苦打磨 以赠绩的实力 要是遇到古时的先天修者 恐怕可以越尖逆展 太极门尘世老家主也开口 他们都被赠绩的实力所震撼 唯有苏云依旧显得无动于衷 甚至觉得有些想笑 将我斩杀 苏云摇头失笑 也懒得争辩什么 笑道 罢了 井底之蛙 安知天地之大 出手吧 让我看看 你有几分本事 此话一出 场内众人皆是变色 狂妄 大家都觉得苏云替猖狂了 赠绩也不再说什么 机会他已经给过苏云了 既然苏云拒绝 那他也只能施展辣手 将苏云斩杀 力威天下 至于苏云得到的古修传承 就时候费些功夫去探查吧 既然如此 那便没什么好说的 你我今日一战 生死自负 邓绩说话间之间 身上气势勃发 就要出手 不过这时 突然又有强大的气息 忽然从远处涌现 而且在一种极快的速度 从山下急速冲山边逼近 在那里有两道身影 踩踏着树木山石 飞跃而上 往往一次踩踏跳跃 就能升腾石树杖之高 甚至因为速度太快 普通人根本看不清他们的身形 顶多只能看到一片模糊的黑夜 仅仅只是几十息的功夫 两道身影 便都已经登上了主峰之殿 还好 总算没有来晚 为首的艺人笑着开口 此人鹤发童颜 发丝银白如雪 但面庞却是圆润水嫩 就如同儿童一般 不过他那双眼睛 却是透着无尽的沧桑 仿佛历经了漫长的岁月积淀 而跟在后方的艺人 苏云也认识 不久前见过面 是五神军第六军的将主 方天山 此刻 方天山这位六军将主 却像是个晚辈一般 跟在那鹤发童颜的男子身后 神情恭敬 看到这两人出现 场内各方势力的那些老辈的宗师 都是脸色大变 五神军的人来了 那是五神军第六军将主方天山 在他前面那个 好像是 死 五神顾张之 场中的一些后辈天才 不认识这两位 但各家那些老辈高手 却是对两人记忆深刻 尤其是五神顾张之 便是西年击败了郑继的绝代猛人 五神之称 其实便是从五神军这边传出来的 毅力五道绝颠 将其他九品大宗师远远超出 已然不能用普通的大宗师来称呼 所以冠之以五神之名 郑继西年虽西败在顾张之手里 但却远超其他大宗师 所以也是五神级 郑继看到顾张之 那古井步步的眸子中 闪过一丝波动 身上战意涌动 不过他很快就压下了起伏的心绪 淡淡笑道 我给五神军送去请帖 你果然还是亲自过来了 顾张之也是一脸笑容 要是过来其他人 我怕他们压不住场子 正好 我也想看一看 如今五道界的巅峰之战 郑继却是摇头 说道 我若是和你交手 那才是真正的巅峰之战 至于对付这后辈 还算不上什么巅峰之战 等我解决了他 我们找机会再战上一场 顾张之眉头一挑 神情怪异道 郑继 你别可小看人 这位苏云 虽是五道界的后起之秀 一般的五道九品可未必是他对手 有资格担得骑武神之称 听到这话 不仅郑继诧异 其他各方武者 除了安家的人外 也都吃惊不已 这小子达到武神级了 大家有些不太相信 可这话既然是顾张之说的 那应该错不了 毕竟武神军监查整个中原大地 收罗到的消息情报 肯定要更为详细 那倒是有点意思了 郑继呵呵笑着 依旧没有太在意 毕竟 如今的他和二十年前相比 又有了很大的提升 这样也好 他一位武神级强者 才更能彰显他的强大 在知道苏云有武神级的实力后 郑继神情间终于有了一丝郑重 身上升腾起一股战意 今天 他要斩一位武神 八级门也将因为他 而明镇整个武道界 到时候 其他那些顶级的武道宗门和家族 统统都要被压下 最重要的是 击杀苏云之后 还有望从苏云身上 找出一份古修传承 郑继已经听石洪波说过了 直到苏云掌握着巨纳灵气的法阵 自己若是掌握 可以更有效地吸收灵气之精 淬炼身躯 届时 不需要几年 自己这半灵之体 恐怕就能彻底转化为先天灵体 彻底踏入先天境 郑继深吸了一口气 没有再多说什么 身上突然迸发一股可怕的气急 哼 他四周的虚空 突然炸裂 无穷的气浪被撕开 大家只看到 郑继身躯微动 脚下似乎往前一塌 下一刻 碰 所有人都感觉到地面巨震 在郑继落脚之处 出现了一个凹陷深坑 脚踏之地 坚硬山石竟然化为了粉末 而借着这一踏之力 郑继的身躯 犹如一道破空穿射出的利剑 瞬间越过十几丈的距离 已经出现在了苏云身前 与此同时 他抬起手臂 就冲着苏云当先一拳打出 如果要对方普通宗师 郑继甚至根本无需动弹 隔着十几丈 也能随便一道全径 将其轰杀 就跟刚才苏云打死贺刚一样 可在知道苏云有五神级实力后 增机自然就要拿出权力 贴近身前 爆发最强的威力 仅仅那一跺脚 一出拳 看似简单 朴实无华 没有蕴含丝毫的玄妙技巧 可是在增机手中 却爆发出汗天洞地的威势 尤其是此刻他打出的那一拳 竞刚完全凝炼于拳头之中 没有外泄丝毫 力量凝炼至极 一旦击中 坦克装甲 都要被打穿出一个大洞 而更可怕的 还不是这一拳携带的威力 而是此拳一出 拳一席卷 汉人心神 各家一些天才晚辈 只是远远看到 都感觉到自身精神 遭受了巨大的冲击 脸色惨白 难受的想要吐出血来 哼 苏云面无表情 冷声一哼 随即手掌倾抬 往前一封 正好抵住 赠进那拳一滔天的恐怖一拳 哼 拳掌交集之间 传出一种气静爆裂的轰鸣巨响 犹如闷雷一般 苏云身躯纹丝不动 挡下了那一拳 可紧接着 赠进的第二拳又已经到了 再然后是第三拳 第四拳 拳势连绵 而且气势越来越强 对付武神级强者 赠进自然也不会自大到觉得 可以几招就解决 此时 他打出连环拳印 没有固定的招法和技巧 随心所欲 可是拳势却是如怒海惊涛 一波波冲击不断 而苏云 看得周围各方舞者震撼无比 厉害 顾章之没有说错 那信苏的小辈 真的有武神级的实力 形意皇室的黄化云 面容惊荣 神情震撼 不是武神级 绝对不可能持续不断地挡住 赠进的连绵权势 八级门的拳法 本就气势磅礴 刚猛无双 有晃榜撞天岛 跺脚镇九州之势 而赠进已然脱去了拳法的招式和套路 反本归原 只是最简单的出拳 不断出拳 却近斩神韵 黄化云自负 若是自己上去对阵 前面几拳 自己或许可以勉强挡下 可是十拳过后 就会抵挡不住 要是继续正面对拼死扛 可能几十拳 就会被当场打死 这就是寻常九品大宗师 和武神级的差距 而现在 短短数息之间 赠绩已经连出数十拳 可苏云都牢牢挡住 不退一步 就是不知道他 还能挡多久 黄化云轻声嘀咕道 赠绩连绵出拳 气势不断地增强 越到后面 爆发出威力就越强 就在这时 站在他身旁不远处的 皇家小辈黄庆虎 发出一阵闷哼 似乎承受不住 想要移开目光 不去看那交战场所 赠绩出拳的那种权势意境 太可怕了 一直盯着看 让他有种精神意识 被撕裂的痛楚 不准移开 继续看 这样的巅峰一战 可遇不可求 给我死撑着看下去 这会对你以后的武道修行 有莫大的好处 黄化云严厉呵斥道 虽然这样强撑着观摩下去 会对黄庆虎的精神 造成冲击伤害 但以后慢慢调养就是了 而武神级的交手大战 却不是什么时候都能见到了 错过了 那便等于是 失去了一次机缘 所以 不仅仅是形意皇室 其他各家的小辈 也都强撑着看 不仅仅是他们 还有各家的一些武道宗师 也是一顺不顺地盯着 赠绩每一拳打出 那种全是意境 都能带给人一种微妙体悟 而苏云每次出手格挡 也不简单 好似蕴含着千锤百炼的记忆 安家阵营 安家三人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着 安天照在看 安清月和阮子锋也在看着 安清月脸色已经煞白一片 整个人有些摇摇欲坠 可依旧还是死撑着盯着 脑海中回想着这几天苏云的一些指点 而阮子锋的情况更是诡异 他双目睁着 可宛若狮神一般 似乎从郑继的出拳和苏云的格挡之间 看出了无数的变化 整个人似乎都沉寂到了某种状态中 而且他脸色红润 并不像其他小辈一般 被冲击的面白如指 不过此刻 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 苏云和郑继身上 倒是没有注意到他这边的情况 场中如闷雷般的乍响不断 短短一回功夫 苏云和郑继已经对拼了数百次 郑继出拳是越来越快 越来越猛 快到难见残影的地步 而苏云却依旧还是从容不迫地抵挡下来 郑继面容平静 眼中却是闪过一丝轻蔑 四周 其他大宗师看着苏云 也是暗自摇头 到底是年轻人 哪怕得到古修传承 一步登天 拥有了强大实力 可到底还是缺了阅历和经验 他已入郑继构中 黄化云轻叹道 不远处 龙虎教上代长教 太极门尘士老家主等人 也都是微微叹息 他们都看出了问题 以苏云武神级的实力 若是进出手段 并不是没有机会 可以和郑继拼一拼 在开始的时候 他面对郑继那连绵权势之下 正确的做法 就该尽量避退 避其锋芒 这样 郑继的那连绵的权势 就无法续接积蓄 但苏云却偏偏要和郑继正面相抗 死撑着不退 这样一来 初期倒没什么 可是郑继权势不断高涨 威力越来越强 等到之后 权势轮转到 生生不息的地步 那就晚了 想退都退不了 而现在 郑继的权势 便已经运转得生生不息了 真是无趣啊 我还以为 你一个星晶武神 怎么也会带给我一点惊喜 没想到 却只有这点能耐 郑继冷笑着开口 语气中透着些许嘲讽 他刚开始施展 那连绵权势 本来只是想破退苏云闪避 在气势上压过苏云 占一些优势而已 可他没想到 苏云竟然这么忙 就站在原地硬拼 正面挡下自己的攻击 这是一点面子 都不想丢啊 却不知 这会是要命的 原本郑继还觉得自己 搏杀一位武神级强者 对方临死反扑 可能还会对自己 造成一丝威胁 但现在 注定要被自己活活打死 小子 受死吧 郑继长笑一声 权势轮转 将之前积蓄起的巅峰之势 尽数纳入这随后的一拳之中 这一拳的威力 瞬间出现了飞跃性的提升 攻杀力 更是成倍的增长 这是绝杀的一拳 不过苏云 依旧还是那副 古井不波的面容 甚至连一丝神情起伏都没有 想杀我 你还没那个本事 苏云淡漠开口 外人只觉得 他先前一直正面硬抗 郑继的攻击 只是在逞强 不想若颜面 殊不知 那只是苏云 想为阮子峰和安清月 增长一点见识 增加一点体悟 刻意陪着郑继演练一下罢了 若是他愿意 郑继这已经运转至 声声不息的权势 又算得了什么 他照样轻易可破 在增加这绝杀一拳 攻击到他面前刹那 他再次拍出一掌 又将这一拳封挡住 不过这一次 并没有什么 闷雷般的气静暴响声 而是显得翘无声息 这一刻 增加神色却是骤然一变 他这熊霸威猛的一拳 打在苏云手掌上后 竟然被苏云的手掌 给吸附住了 增加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此时在苏云那只手掌上 竟然同时浮现两股静刚之力 一股刚猛绝而爆裂 另一股却是绵柔缠绵 一刚一柔两种力量 同时涌现 相互交缠 仿佛形成了一个旋转漩涡 竟是将他拳头中蕴含的力量 强行消磨得一干二净 他那生生不息的权势 自然也随之终止 你这是什么手段 增技脸色微变 身形猛地暴退 拉开距离 一脸震惊地看着苏云 似他这种武道强者 对于力量的运用 自然早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出手之间 力量可刚可柔 变化随心 可是要将制刚和制柔两种力量 同时运转于一掌之间 那就很难了 而要将这两种力量 精准掌控 化为漩涡末盘一般 消磨对手的力量 那就更是难于登天 我这一掌叫做阴阳两界掌 也不算什么厉害手段 你觉得可还行 苏云冷笑着问道 真正的阴阳两界掌 那其实是一门修炼者的神通道术 若是有绝强的修为施展 那是真的可以逆乱阴阳 颠倒乾坤的 不过现在苏云修为远没有恢复 连仙天境都没有突破 只能摘取其中一点皮毛眼化 运转一下刚柔之力的变化罢了 可就算这样 也足以震惊众人 此时 那些观战的大宗师 宗师 一个个都面容惊骇地盯着苏云 就连顾章之这位曾经的武神 也是惊叹不已 要知道 在赠记将全是运转到生生不息的情况下 便是他也无法轻易打破 可刚才苏云轻飘飘的一掌 就做到了 好一个阴阳两界掌 这样的武道技法 老夫闻所未闻 看来 你得到的古修传承 真的非同小可 而你的天赋财情 也确实足够可怕 赠记惊叹道 要知道 这种武道技法 可不是有完整修炼法门 就能学会的 要对力量的掌控和运用 达到一个骇人听闻的高度 才有可能成功 难度太大了 甚至就算是他赠记这种绝世天才 得到完整法门 恐怕没有一二十年的苦练 恐怕也难以运用 而苏云 才多大 有意思 阴阳两界掌 可化他人之力 这下 赠记要有麻烦了 远处 顾章之嘴角带笑地说着 但眼中却闪过一抹凝重 可化解掉他人的力量 这种手段 确实太诡异了 对上这样的敌人 那都不能和对方的手掌去接触 一身战力 怕是要大受影响 是啊 那苏云还掌握了隔空遇见之术 手段很多 这次比斗 赠记可能会输给他 方天山站在顾章之身后 小声地说道 那倒不至于 隔空遇见之术 名头虽大 但苏云现在终究受限于境界 能够发挥出的威力有限 斩一斩寻常七八品的宗师可以 若想用来对付赠记 恐怕是不够 而且你也说了 上次苏云动用隔空遇见之术 那也是旁门手段 需要耗费精血元气的 可能还得做一些其他准备 在这种场合 赠记不会让他有机会的 顾章之细细地说道 要知道 就算是寻常宗师 十步之内 都是人比枪快 像赠记这种强者 那就更不用说了 近距离交战 你祭出飞剑的功夫 人家就已经把你轰杀了 所以 在顾章之看来 现在这种场面 隔空遇见之术 不用去在意 反倒是那阴阳两界长 才是最为棘手的 若是二十年前的赠记 可能会输 但现在说不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吧 顾章之笑着说道 等一下 赠记和苏云 不管是谁败亡了 他都乐见其成 毕竟 一个是传统武道门派的 顶级强者 一个则是得到了 古修传承的后起之秀 都不愿加入武神军 反而还可能会是 武神军将来的心腹之患 死掉一个也好 最好是两者同归于尽 到时候自己武神军出面 搞不好还能渔翁得力 找出苏云得到的传承 另一边 赠记被苏云展现的 阴阳两界长进退 他脸色凝重无比 再不敢有一点轻视 陈生说道 你掌握着此等手段 刚才却装模作样的 抵御我的攻击 是在戏耍我吗 苏云弹幕的摇头 没兴趣戏耍你 刚才只是想让我的弟子 开拓一下眼界 增长一点体悟 所以才陪你玩玩 不过现在嘛 我没兴致玩了 听到苏云这话 饶是以赠记的武道心境 也是不由一阵狂怒 没兴致玩了 刚才和自己对战交手 竟然只是在玩 狂妄 小子 你真以为掌握着 一门诡诀的武道绝学 就能压得住老夫了吗 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闭关苦修二十年的成果 增计发出一阵长笑 猛的一跺脚 浑身上下都发出 噼里啪啦的爆响声 在他体内气血涌动 竟然发出一阵 江河奔流的声响 身上的肌肉大惊 也如龙蛇起伏 四周虚空中的天地灵气 似乎都被他这个人引动 一股无边恐怖的气机 从他体内散发而出 先天灵铁 武神军的第六军将主方天山 此时忍不住惊呼出声 眼中流露出浓浓的骇然之色 一般的舞者或许还感应不出来 但他身为九品大宗师 却是能够清晰感知到 增计此刻身躯的变化 对方的躯体 仿佛充斥着一种 难以言喻的灵域 在增计的身上 他看到了自己前方道路的方向 顾章之看了一眼后 却是摇头道 还不算是真正的先天灵体 只是半个先天灵体 不过 他顿了顿后 继续说道 不过就算是这半个 恐怕比以前一些 真正的先天境强者的灵体 也不会弱到哪里去 以前的先天境强者 所在的天地环境 非常的适合修炼 凝炼先天灵体 晋升先天境 其实并不算太难 而增计却是在这末法时代 以自身经验的天资 坚韧不拔的毅力 一点点苦磨上去 虽只是半具先天灵体 但却是千锤百炼 强大至极 完全可以匹敌 以前的真正先天灵体 武神 这才是武道称神的存在 黄化云 张玄里这些各家的九品大宗师 此时也都惊呼出声 在增计将自己这半具先天灵体 催动到极致后 躯体充斥着玄妙的灵运 不管是身体的灵敏和反应 还是对于力量的运用和掌控 都明显提升了一个层次 在这种状态下的增计 要杀寻常的九品大宗师 那真是如杀鸡土狗一般简单 这才是增计真正的实力 破 杀 增计吼出了两个字音 整个人犹如化为一道黑色闪电 瞬间扑杀至苏云身前 速度比起先前提升了数倍 只见人影一闪 增计的拳头就已经轰击苏云的面前 太快了 快到场内那些九品大宗师 都反应不过来 只能听到一阵拳破虚空的轰鸣 这一下爆发 看得黄化云等人手脚冰凉 太强 太快 他们若是面对这一拳 可能真的会一击必杀 不过 就在下一瞬间 增计的身形停滞 他打出的那一拳 也是戛然而止 被一只白皙修长的手掌给挡住了 哪怕增计的攻击力和速度 都已经突破了五者层次的极限 可依旧还是被挡住了 这一只手掌 仿佛就是一座永远难以逾越的高山 不可能 增计脸色狂变 要知道 此刻他已经彻底激活了半灵肢体的威势 这种状态下 那简直可以神挡杀神 佛挡杀佛 当今之事 先天不出 便没人能与他一争高下 怎么会被挡住 没什么不可能的 别说你 只是凝练了半个先天灵体 就算是完全踏入先天之境又如何 我照样杀你 苏云轻笑一声 神情间一片淡然 我不屑 再接我一招 增计狂吼一声 那充斥着灵运的身躯 猛地膨胀一圈 肌肉球节拱起 再度轰出一拳 这一拳 包含了他毕生的武道修为 一打出来 立刻犹如炮弹轰击 神威震天 面前被撕裂出重重气浪 可苏云却是看都不看 神情依旧淡然无比 增计的实力 确实已经称得上 是先天之下的绝顶强者了 甚至战力 可以与古时先天修饰相比 但在苏云面前 还不够看 面对增计这拼尽所有的一拳 苏云没有再使用阴阳两界掌 去化解对方之力 而是同样捏起一击拳硬 往外击出 他这一击拳硬打出 并没有增计那种 惊人浩大的气象 气势内敛 但却透着一种 不可抗拒的意志 就犹如佛祖镇压孙猴子 任你有天大的本事 也挡不住这镇衫之意 碰 下一刻 两拳拼撞 增计只感觉犹如一座山峰 冲撞过来 那种恢弘厚重之力 根本无法抵御 啊 他惨叫一声 打出的那只拳头 骨骼直接爆碎 而后整条手臂 都似无法承受那种 力量的冲击震荡 直接爆开 增计吐血到飞了出去 在这一刻 场内众人看的眼珠子 都要瞪出来了 他们根本不敢相信 自己眼前看到的一切 要知道 如今的增计 可是处在巅峰最强的状态 突破了舞者的阶层 几乎是先天级的战力 可就是在这样巅峰极致状态下 增计竟然被人一招重创 废掉了一条手臂 这让大家不敢置信 别说各家那些后辈子弟 普通宗师了 就连那几位九品大宗师 也一个个神情惊恐万壮 便是连那武神顾张之 也是勃然变色 在男友先前那种 看热闹的从容淡定 赠师说 八级掌门石红波 惊惧大叫 其他八级门的舞者 也都连忙要冲上前 对于这次妖战 他们原本是信心十足的 若非有必胜的把握 也不可能广发邀请帖 请其他各方势力过来观战 在他们心中 赠记那就真如同神一般的存在 可就在刚才 这尊神明被人打落了神坛 你也算是个人物了 若是完全踏入了先天之境 以你的根底 倒还能让我重视一些 可惜 半个先天灵体 看着口吐鲜血断了一臂的赠记 淡淡说道 给你个体面 你自裁吧 此话一出 赠记还没说什么 石红波已经大叫起来 认输 我们认输了 赠记虽然是败了 还断了一臂 但只要没死 八级门就依旧能 屹立舞道界的顶尖层次 要是赠记一死 八级门就真要没落了 认输 生死之战 唯死方休 苏云面无表情地说道 之前 赠记可是口口声声说要打死他 还想从他身上 取什么古修传承 苏云自然不会容许他活着 别说了 让我了断吧 赠记轻叹了口气 制止了石红波等人 然后缓缓抬起了手 他的身上 再次凝聚起静力 看样子 准备一掌拍在自己脑门 看到这一幕 各方势力的舞者 都不由地叹息一声 似乎不忍 再看接下去的一幕 而这时 赠记身上的静力爆发了 不过却不是拍死自己 而是静力爆发 猛地往外冲出 跳出了崖壁 从主风之巅往下跳去 他 竟然是要逃 赠记是五道巅峰的强者 但同时 也有着枭雄心态 只要留得性命 将来总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输了就要自裁 不可能的 死了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对于赠记来说 什么面子 荣耀都不重要 活着才最重要 他闭关苦修二十年 好不容易凝聚半个先天灵体 甚至将来 有望在这末法时代 正是踏入先天之境 他怎么可能甘心乖乖受死 他故作姿态 迷惑住众人后 猛地爆发 瞬间跳出悬崖 大家都没能反应过来 一些舞者宗师 先是愣了愣 但转念一想 也不觉得意外了 换成他们处在赠记的位置 也不甘心真的受死 好 石红波等八级门舞者 都是心中叫好 虽然赠记此举有些丢脸 但只要赠记活着 便也让八级门 多出一股无形的威慑 刷 赠记速度极快 他跳出悬崖之后 却不是直直地往下坠落 而是脚踏虚空 以凌空飞度的姿态 快速地飞落到旁边的一座山峰上 这一手又震惊了不少人 要知道 唯有先天境强者 才能有欲空而行的本事 而赠记虽然没有彻底踏入先天境 但却凝练了半个先天灵体 甚至身上的力量都已经有了升华 蜕变成了半灵力的状态 周身那半灵力席卷缭绕 让他有了短时间掠空而过的能力 想逃 问过我没有 苏云冷冷一哼 语气中透着一丝不屑 只见他伸手一台 刺目的荧光涌现而出 在他手掌之上 一柄手指长短的银白小剑浮现 剑名震战 风锐的契机令人震恐 飞剑法器 有人忍不住惊呼 剑卢赵家的一位宗师 眼睛死死地瞪着苏云手中那柄小剑 天下虽大 但法器难寻 而像这种飞剑法器 更是罕见 就算是在剑卢赵家 也只有一剑而已 这就是当日他隔空遇剑 斩杀宗师强者的飞剑吗 顾章之和方天山虽然听到过消息 但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柄飞剑 苏云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 斩 他施展御剑之法 伸手一挥 飞剑猛地射杀而出 哄 在这个过程 四周的天地灵气瞬间聚拢 归于剑中 小剑枪枪而鸣 通体剑芒暴涨 原本不足三寸的剑体之外 浮现出的剑芒 却是长达百米 横贯天际 剑气冲天 两风之间 连上方的白云都被剑气切开 主风之巅的各方舞者 进阶骇然失色 这还是武道吗 说是仙道神通 也不为过吧 另一边 刚刚横渡虚空 踏落在另一座山峰上的赠绩 还没有等松一口气 就心头一紧 感受到了致命的危机 他猛地一扭头 就看到一道长达百米的通天剑芒 冲着自己这边 劈斩而下 一瞬间 赠绩面如死灰 不 赠绩发出绝望的大吼 但却依旧不甘心受死 最后关头 他爆发全身之力 以仅剩的毒臂轰出 意图击溃这剑芒 为自己赢得一丝生机 可是苏云这一剑太强了 以苏云绝代先王的造诣 哪怕只是以五到九重的境界发挥 杀伐之力也是无与伦比的 这是可斩先天境强者的一剑 只见剑芒落下 哄 赠绩第一时间就被劈开斩碎 不仅如此 那百米剑芒继续落下 将赠绩锁在那山峰的山石 也往下切开 从山顶一直切到了山腹 一山有百余座山峰 今日被斩毁了其一 主风之巅 全场一片死寂 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看着远处那恐怖的场景 便是九品大宗师 都是心胆结缠 一剑斩衫 这 出自剑芒赵家的宗师 全身都在颤抖 眼神中充满了无边的恐惧 赵家已所修剑道 闻名于世 可是整个剑芒赵家所有的剑 加在一起 恐怕也比不过刚才苏云那斩衫一剑 苏云伸手一招 银白小剑没入袖口不见 他目光环视场内 但凡被他视线扫到 所有人都纷纷惊惧低头 黄化云低头 龙虎教上代掌教张玄里低头 太极臣是老家主低头 这才是真正的武道之神 就连顾张之也不得不低下头颅 否则在这种微妙时刻 去正面对视 那就是挑衅 赵纪被一剑斩杀了 他不觉得自己能够扛得住 那样惊天动地的一剑 从今天之后 整个华夏武道界 便都要以此人为尊了 众人心中就暗自感叹 心情复杂 苏先生神威无敌 经此一战 当为世间武道第一人 是啊 苏先生之威 天下无敌 安家那几位宗师 最先回过神来 簇拥着阮子锋和安清月 热情地迎上来 大拍马屁 在之前 他们觉得苏云实力能有武神级 那已经很了不得了 但对上赠纪 却未必是对手 所以对这次比斗有些担心 可他们往往没想到 苏云的真正实力 竟然强到了这种地步 说是武道第一人 一点也不夸张 清月能投身在苏先生门下 哪怕是名义上 那对自己安家而言 也是了不得殊荣 其他各方势力的武者 不管心里怎么想的 此刻也都上前道贺 唯有八级门的一众武者 失魂落魄地呆立在原地 苏云扫了石洪波一眼 单单道 你八级门若还是不服 可以继续找出高手挑战我 石洪波听到这话 哭丧着脸 拱了拱手道 不敢 我八级门心服口服 从今之后 再不敢冒犯 讨扰苏先生 赠基一死 现在的八级门 也就只剩下几个 普通宗师称门面了 石洪波也不是脑残 当然不会 还不知死活地 去放什么狠话 苏云见此 收回目光 看向阮子风和安清月 问道 刚才你们观战 可有什么收获吗 刚才他为了让阮子风 和安清月多见识一些 多些体悟 可是任由赠基出拳叙事 挡了对方数百拳 有啊 还有 师父你刚才 最后施展的那件 太拉风了 还没学会走呢 就想着跑了 行啊 回去我就好好训练训练你 苏云加重了字音 阮子风是块蒲玉 还需要好好地打磨历练 他要进阶先天之境很容易 但太容易 也未必就是好事 真要顺顺当当地成就先天境 恐怕碰上赠基 顾张之这种未入先天的猛人 会被越阶逆斩的 赠基战败身死 对于整个中原武道戒而言 都觉得算上的是 惊天动地的大事 可苏云却不在意 在击杀了赠基后 便带着阮子风和安清月 安贤悠然递下了泰山 似乎对他而言 斩杀赠基 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 根本不值得放在他心上了 泰山主风之巅 各方武道宗门和世家的舞者 看着远去的苏云身影 一个个神情都复杂不已 之前苏云一件斩杉的绝世风姿 已经深深刻在他们的脑海 那等手段 已然不是凡尘武道了 哎 顾张之轻叹了口气 冲着身旁的方天山 吩咐道 天山 这次回去 通传五神军全体 将此人列入月字名册吧 异能组那边也打声招呼 就说 此人不可招惹 不可冒犯 方天山文言 瞳孔微微一缩 似有些不敢置信 月字册 他忍不住要再确认一遍 在五神军内部 其实对于天下间一些极具威胁的人物 都定立了一份榜单名册 有资格被登上榜单的 那至少都得是宗师级的武道强者 或者一些身怀强大异能的奇人异士 那份榜单 以星术作为标记 最低层次的七品宗师标记为一星 而一些八品宗师 或者拥有八品战力的强悍七品宗师 标记为二星 在网上 便是九品大宗师层次的人物 被标记为三星 正常情况下 这种人物在榜单上 便已经是顶尖强者了 不过在三星之上 还有四星 标记的是武神级的强者 二十年前的增计 便是被武神级列入了四星榜 而四星榜上面 还有一个五星榜 记载的是踏入先天境的强者 不过近几十年来 世间好像都没有出现过新的先天强者 方天山本以为顾章之这次会将苏云列入五星榜 可他没想到 顾章之竟然是要将苏云名字登记上月字册 这是要重开月榜啊 星月两榜合一 才是完整的榜单名册 可是月榜 在如今这末法时代 早已经封存了 因为武神军内部 都公认以后这世间再不会有什么人 能够有资格记名月榜 有资格上月榜的人 那必须的是 潜力远超先天的绝世妖念 就按我说的来吧 此人如今的实力 一般的先天静 都已不是他对手了 我一猜不到 他将来能够走到哪一步 顾章之叹息一声 神情带着几分怅然 悠悠道 当今之事 除非那些地方中再走出来人来 否则他可能已无敌手了 方天山冷了一下 好一会才反应过来 顾大人 那些地方恐怕不会有人愿意出来吧 都已近百年没有任何消息了 方天山嘀咕道 顾章之点头道 是啊 除非是有天大的好处 否则 确实不太可能会出来 说起来 这泰山所在 便也是其中一地啊 说话间 他目光悠悠地看着面前 这山巅之地 明明什么都没有 可他却看来许久 与此同时 已经走下的泰山的阮子峰和安清月 似乎还没有从先前的状态中 回过神来 今日 苏云一剑斩山 群雄俯首 便是连武神顾章之 在苏云面前 也只能低头 今天发生的一切 带给他们太大的冲击了 苏先生 从今之后 恐怕你已经是当事无敌了 安清月发自内心的感慨 看着苏云的目光 充满了无边的尊崇和敬拜 若冠之灵 无敌天下 这简直不可思议 当事无敌 苏云笑了笑 随即摇头道 我现在 距离当事无敌 可差远了 地球 如今已处于末法时代 灵能枯竭 可是外面的浩瀚宇宙中 却还有很多生命之地 有着鼎盛的修行环境 诸多宇宙强族 无数盖世强者 与他们相比 我如今这点实力 就犹如微尘般不值一提 生命之地 宇宙强族 阮子峰之前 蹲着苏云修行 闲暇时 倒是听苏云提起过 但安清月此刻 却是第一次听闻 神情恶然无比 要知道 已现如今的科技 都没能探测到 除地球外的第二个生命星球呢 可苏云却很确定地说 宇宙中 还有很多生命之地 还有很多的宇宙强族 仿佛就跟亲自见过一样 苏云没有理会 安清月的惊讶 自顾自地说道 不说外面了 其实就单单地球之内 就还有一些隐秘之地存在 里面也有绝世强者 阮子峰和安清月文言 都是好奇地看向苏云 他们都知道 能够被苏云称之为绝世强者的 那绝对不同一般 像赠记 故障之 这等武道巅峰的存在 都没有这种资格 苏先生 之前出现在泰山主峰之巅的 那些武道门派和世家 便已经是当事武道界的顶级势力了 难道还有人比他们更强 安清月忍不住问道 他出自西宁安家 对于武道界的事情知道的 可是很清楚的 在他的认知中 刚才那些武道门派和世家 便是当事绝顶 有的 那是一群古修士的遗脉 等先不会出世 也难以出世 苏云淡淡开口 那群人消失太久太久了 他们隐居于某些神秘之处 那些地方 据传乃是 曾经地球还处在修行圣事时 古修大能开辟的一些洞天伏地 有绝世阵法笼罩 那有乾坤 那些洞天伏地 就相当于一个个小空间 有别于外界 里面灵能充沛 修行环境远超外界 不少古修一脉 便都隐居在内 不过他们已是太久了 现在世上还知道这群人存在的 恐怕也没几个了 苏云能够知道 那是因为上一世 在二十多年后 天地会发生一次惊变 使得那群人出世 而苏云上一世 也是趁着那个契机 才翻身崛起的 扭转了命运 阮子峰和安清月都竖着耳朵 静静听着 想知道更多的相关密闻 不过苏云 却是没有再说下去 而是告诫阮子峰和安清月 专注自己的修行 不要好高骛远 武道虽只是 凡人变强的途径 但却也是修行的基础 至关重要 中海 唐家的一处奢华别墅中 唐雄峰和唐元卓父子 坐在客厅之内 四周的座位上 还有坐坐一个个 衣着光鲜的男女 这些人 都是唐家有头有脸的人物 掌管着唐家各方面的产业 此时 这些人正在向唐雄峰 汇报着一些消息 家主 云州齐家 在青湖省的各项产业布置 已经全部打掉了 还有齐家布局 在大川省的一处电子产业园 存在多项违规 也已经被封禁 负责人已经被关押了 随着一条条消息 汇报上来 唐雄峰脸上露出笑意 唐家不动手则已 一动手自然是雷霆之势 联合了中海 其他一些巨头家族 发挥出的影响力无比的可怕 仅仅几天时间内 就将齐家布局 在天南省外的众多产业 全部剪除干净 接下去 便是对齐家赶尽杀绝 三天之内 我要齐家彻底覆灭 唐雄峰恶狠狠地开口 今天是八级门 和苏云泰山约战的日子 在他看来 苏云败亡已经是定局 而自己唐家 也该动弹一下了 要下手的目标 自然是云州齐家 不过 场内其他那些唐家的核心成员 听到唐雄峰这话 此时都面露难色 家主 这是不是太急切了一些 其他地方倒也好说 但是天南省 尤其是那云州市 乃是齐家经营许久的老巢 齐家在那里的经营的关系网 和势力都不容小觑 我们最好还是缓缓残事 有一位老者提议道 唐雄峰把手一摆 说道 没那个必要 齐家灭亡那已经是大势所趋了 如果单单只是我们唐家出面 进行什么商业竞争 那想要在云州弄垮齐家自然不容易 可现在不同啊 强导众人推 齐家快要倒下了 多的是人出来踩上一脚 唐元卓此时也笑道 父亲说的不错 只要我们做出一个带头的姿态 恐怕就连天南省本土的 一些家族和财团 都会跟着一拥而上 瓜分齐家的资产 这种血腥的资本盛宴 可没有人会错过 家主说的不错 齐家这次注定是要赴面 居然敢为了讨好一个年轻武者 得罪我们唐家 简直不知死活 就是 他们已中的那小子 这次必定会死在八级门强者手下 齐家也算是一大豪足了 可惜却是抱错了大腿 再加上齐家那位 终究已经是退了下来 人走茶凉 也没什么影响力 翻不了盘了 唐家的客厅中 顿时爆发一片欢笑声 就在这时 唐雄峰身旁的电话响起 一看显示的号码 唐雄峰脸上露出笑容 是观宏打来的电话 看来应该是泰山之巅的战斗 有了结果 他是来通知我胜利的消息了 唐家虽然是中海的顶级豪门 但族中并没有出众的舞者 所以也上不去泰山观战 不过 唐家和八级门渊源颇深 可以从八级门这边 获得第一手的消息 此时 打电话过来的人 便是八级门一位五到六品的舞者 是常年跟随在掌门 石洪波身边的人物 在八级门的地位颇高 所以 唐雄峰接起电话后 态度非常客气 说道 观宏先生 是不是赠继前辈 已经击杀了那个苏云 哈哈 这就是预料中的事情 那苏云敢杀木宗师 简直是不知死活 这次能够死在 赠继前辈手中 那也算是他的荣幸了 他不着痕迹地拍着马屁 不过 电话对面 却是一阵沉默 观宏先生 唐雄峰又喊了一声 那边 还是无言的沉默 就在唐雄峰怀疑 是不是自己电话信号 出了问题时 电话另一头 终于传来一个 黯然悲痛的声音 赠继失足 他死了 嗯 唐雄峰几乎怀疑自己 耳朵听错了 忍不住问道 观宏先生 你说什么 赠继前辈他 他 观宏轻叹了口气 说道 你没听错 赠继阻使他死了 死在了苏云手中 那人的实力 已经超脱凡俗 观宏像是想起了 什么可怕的场景 在说这话时 声音明显有些颤抖 唐雄峰听在耳中 顿时犹如舞雷轰顶 死了 这怎么可能 唐雄峰虽然不是武道界中人 但唐家祖上 有人拜入过八级门 结下了香火情 而且这么些年来 唐家每年 给八级门供奉不断 完全可以 算得上是八级门的自己人 对于武道界的事情 唐家也是知晓得很清楚 唐雄峰更是清楚 那位赠继前辈 可是号称二十年前 就已屹立于武道巅峰 几近无敌的存在 这样的人物 怎么会被一个后辈小子 给击杀了 他根本想不通 不过这消息 既然是观宏亲自说的 那应该不可能是假的 另一边 观宏可没有心思 去理会唐雄峰的想法 赠继一死 八级门上下 都是焦头烂额 有很多事情需要善后 他会在这种关头 打电话通知一下 那也是看在唐家 和八级门那点渊源上 唐家主 我知道 最近你们唐家 联合了一些好组 正在竭力打压云州齐家 现在这些事情 必须立刻都停下 但凡和那苏云 有任何关系的人和事 你都不能去招惹 观宏给出了一个忠告 这 唐雄峰与其一致 善善地说道 已经招惹了 我联合了一些家族 动用商界和政界上的关系 已经将齐家在天南省外的所有产业 全部都给扫了 还抓了不少齐家的负责人 操 电话另一头的观宏 只觉得一阵头大 连忙吼道 快想办法补救 先把人给放了 然后你亲自去齐家谢罪 商谈赔偿 唐雄峰文言 眉头微微一皱 说道 观宏先生 我这边可以放人 也可以承诺以后 不对齐家下手 可让我亲自去齐家谢罪 商谈赔偿 这就没必要了吧 难不成 那苏云还敢杀我不成 他身为中海顶级豪门的头面人物 自然不愿意轻易低头 而且他也不相信 苏云会因为这点事情 就敢对付自己唐家 要知道 五者之间相互争斗杀伐是一回事 而五道强者出手屠戮普通人 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要是苏云敢仗着实力成兄 到自己唐家来打开杀戒 恐怕国家都容不下他 唐雄峰心中有自己的考量 以他身份地位 以及唐家的影响力 一旦有人要用暴力手段杀他 恐怕国家层面都会惊动 其他那些顶级的豪门举足 也会动荡不安 国家恐怕付出再大的代价 都会灭杀凶徒 所以唐雄峰断定苏云 不可能为了这事 冒天下之大不韦 来对付自己 否则 天部的武神军和异能组高手进出 还能有苏云的活路 蠢货 关红听到唐雄峰的话后 却是气得破口大骂 这个苏云和你知道的那些 武道强者不一样了 此人的手段 已近乎神人 武神军奈何他不得 天部也奈何他不得 他若真要杀你满门 谁也阻止不了 你要真想干什么蠢事 不要连累我八级门 从今天开始 我八级门和你唐家再无关系 关红也是放了狠话 唐雄峰身子一震 这才意识到事情严重了 关红先生等一等 他还想再说什么 可关红却已经挂断了电话 唐雄峰呆立原地 愣愣出神 旁边 唐元卓和唐家的一些核心成员 都面面相去 父亲 到底出了什么事 唐元卓忍不住问道 唐雄峰脸上一阵灰白 沉默半想 才说到八级门的关红先生 打来的电话 说赠级前辈 已经在泰山之战中 被那苏云斩杀 他让我们立刻停止 对云州齐家的打压 让我亲自去齐家 赔罪道歉 获取原谅 什么 此话一出 场内一片哗然 八级门不是说 他们的赠级祖师 是天下绝顶高手吗 怎么还被人杀了 我们这几天 为了快速打压 齐家在各省的产业 可是调动了不少资源和人脉 现在收手 损失太大了 是啊 还让家主 你亲自上门道歉 这不是瞎搞吗 唐家的一众核心成员 都叫嚷起来 非常的不满 在他们看来 云州齐家在自己唐家面前 那就是乡下土财主 和贵族王后的区别 别说齐家那老头子 已经退了下来 就算还在主政一方时 齐家也没资格 让唐家一家之主 亲自上门道歉的 唐雄峰目光扫过众人 陈生道 关宏先生说 那苏云的个体实力 已经强大到 可以超脱律法 就算灭我唐家满门 也没人可以 奈何得了他 听到这话 刚刚还在叫嚷着的 众多唐家成员 都是瞬间安静了下来 爸 你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难道他能以个体实力 对抗国家机器 唐元卓脸色苍白 武道强者 他见过不少 武道宗师的手段 他也见过 可那些武道宗师再强 也不敢胡来 被一道道天部法令 圈禁在条条框框之中 若是逾越了某条界线 那一个武道宗门说灭 也就给你灭了 可现在 苏云竟然可以超脱出去了 个体实力该强到什么地步 我若不去上门赔罪 获取原谅 八级门不惜要与我们 唐家断绝关系 你说是真是假 唐雄风无奈地说道 唐元卓和唐家的 一众核心成员 立刻都不说话了 马上给我安排一下吧 我要立刻去云州 齐家一趟 唐雄风叹道 与此同时 云州 苏云和郑继一战的结果 还没有传回来 很多人甚至还不知道 泰山之战的事情 因为接触不到那个圈子 本土的一些大企业和大家族 只知道最近一阵子 齐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局 中海唐家 连同一些中海顶级豪族 对齐家展开了各方面的打击 齐家在省外的诸多产业 还有负责人 不断地被封闭 被调查 甚至 就连作为齐家大本营的云州 也陆续出了问题 尤其是昨天 齐青兰掌管的天青集团中 竟然还有内部高管 实名举报集团和政府高层 以及多家银行高管 有金钱利益输送 进行内幕交易 现在天青集团的副总裁 还有财务总监 总会计师都已经被传讯调查 谁都知道 齐家的商业帝国 已经在开始崩塌 本土的那些企业家族 也开始蠢蠢欲动 准备在齐家倒下之后 参与这场饕餐盛宴 不过令大家诧异的是 齐家方面 竟然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这有些不太寻常 要知道 齐家毕竟是地头蛇 在云州经营许久 齐老爷子以前 更是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力 哪怕是退下来了 也还有一些人脉 真要抗争一下 那还是可以的 可偏偏 这几天 齐家什么反应都没有 云州 公管区的齐家老宅中 齐国正 老神在在的品着茶水 齐长生也在旁边陪饮 齐青兰则是不时的接着一些电话 眉宇间闪过一丝忧虑 爷爷 二叔 我们真的什么都不做吗 要是再没一些动作 明天搞不好 就该传唤调查我了 齐青兰忍不住说道 齐国正摆了摆手 戴然道 没那个必要了 一切就看今天苏先生 在泰山一战的结果了 我们齐家之前 都已经将筹码都压在了苏先生身上 他若是今日落败身亡 那我们齐家便是再挣扎也没用 届时 长生和青兰 你们便远赴海外吧 若是苏先生能胜 那一切的问题 都不会是问题了 齐长生也是点头 看向随事在一旁的周老 问道 周老 你觉得苏先生这次能赢吗 这 这个 老朽实力低微 实在无法断言 周老面露苦笑 他只是个五道六重的舞者而已 苏云和赠绩的实力 都超出了他千百倍 他根本判断不出 谁强谁弱 八级门的赠绩 在二十年前 便已是五道界的绝顶强者 激进人间无敌的强者 而苏先生 虽然年轻 但手段高深莫测 老朽也是闻所未闻 千里飞剑斩宗师 周老感慨一声 说道 这等手段 已然是可以超脱人家律法了 只要他不死 肯保着齐家 那便没人能动得了齐家 这个道理 齐国正和齐长生 自然都知道 他们虽然不是五道界中人 但也知道 光光千里飞剑杀人 威慑力比导弹都要厉害 齐青兰握着怀中的一块玉佩 信心十足到苏先生必胜 就在齐国正等人 在大厅内坐等消息的时候 老宅外面 忽然传来了一阵吵闹声 不开狗眼的东西 你敢拦我们 我们是齐家的主人 现在马上让开 齐长生原本沉着脸 听到这些声音后 就皱眉不语了 齐国正也是叹了口气 齐青兰带眉微醋 同样没有说话 很快 一大群推推嗓嗓地走进了大厅 负责守卫在外面的许君等人 都是一脸的无奈 想拦又不敢拦 冲进来这些家伙 都不算是外人 都是齐家族人 齐家是大家族 除了齐国正这一脉之外 还有很多庞系分支 此时 近来的人中 很多都是齐青兰的堂书百 堂哥堂弟 算是血缘较劲了一些 其中领头的一位 年纪比齐国正都大得多 拄着拐杖 身子颤颤巍巍 齐长生不得不起身 招呼道 大伯 齐青兰也起身见礼道 大爷爷 这老者是齐国正的同胞大哥 齐国安 大哥 你怎么过来了 齐国正上前扶着老者 齐国安重重一哼 神情不满道 我当然得过来 我要是不过来 长伦他们 怕是连你这门都进不来 在他说完之后 一个留着地中海发型的中年男子 连忙冲齐国正说道 二叔 我们这也是没办法 为了咱们齐家的百年大忌 只能请动我爸过来了 齐国正文言 没有搭理 齐长伦这些人 其实都分管着一些齐家的资产财富 前几天齐家遭受各方面的打压 他们早就坐不住了 好几次找上门来 不断劝说 让齐国正或者齐长生出面 去给唐家服软赔罪 甚至 还有人提议 将齐青岚送去唐家 平息怒火 毕竟 这事情在他们看来 就是齐青岚惹出来的 原本唐家的大少唐元卓 诚意满满地过来提亲 结果倒好 听说齐青岚为了一个没名堂的小子 回绝得罪了唐家 所以 他们觉得 让齐青岚自己负责 那也是合情合理 结果 他们就被齐国正赶出老宅 不让他们登门 齐国正看着连路都走不稳的奇观 神情无奈道 大哥 我自会解决的 齐国安不约道 解决 你准备怎么解决 我虽然已经老了 但还不糊涂 还看得懂局势 现在我齐家的唯一活命之道 就是祈求唐家那边 能够高抬贵手 放我们一马 他说着话 目光已经看向了齐青岚 沉声道 青岚丫头 咱们齐家现在落入如此困境 和你脱不了干系 接下去 就该你为家族付出一些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私人飞机 可以马上送你去中海 到唐家去附近请罪 听到这话 齐青岚美眸瞪大 难以置信道 大爷爷 齐国安摇头道 不要怪大爷爷 你一个人的幸福 和整个家族的生死存亡 孰轻孰重 跟在旁边的齐长伦等人 也是纷纷出言覆和 是啊 青岚 你可不能这么自私 自己惹出了祸室 难道还要连累整个家族不成 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我听说中海那唐大少 当初对你可是一片真心 特意在你生日时 亲自过来提亲 你也是脑子进水了 为了一个不相担的外人 去折辱唐大少颜面 这件事 你必须负起责任来 听着那一声声的指责 齐青岚脸色发白 气得身子发颤 若是外人骂他吉他 也就罢了 可面前站着的 可都是血脉清净之族人 够了 齐国正也听不下去了 脸色阴沉的呵斥了一声 他到底是曾经身居高位的 风江大吏 那股威严气势一拿出来 场内众多齐家族人 立刻浸入寒蝉 不敢再吱声了 虽然齐国正已经退了下来 但在众人心里 极为犹在 大家不由将目光 纷纷看向齐国安 齐国安不满道 老二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发火给我看吗 齐国正心中叹息一声 长胸如父 他父母早逝 可以说是齐国安将他照料大的 所以对于齐国安 他一直都十分工签 哪怕曾经身居高位时 也不会在自己大哥面前 摆半点架子 齐长生见此 上前代替齐国正解释道 大伯 这件事并不是你们想的那么简单 当初青岚汇聚唐家提亲 我也是认同的 我原本想着 是最好能撮合青岚和苏先生一起 哪怕不成也没关系 能和苏先生建立深厚交情 得罪唐家又算得了什么 齐国安一愣 苏先生 他旁边的齐长文连忙说道 当日青岚就是为了那小子 回聚了唐家的提亲 我已经去调查 齐底过了 那叫苏云的小子 出身自普通的底层家庭 好像会两手功夫 别的不值一提 齐国安一听 老脸越发拉沉下来 为了这么一个货色 居然得罪死了中海唐家 搞得现在自己 整个家族都岌岌可危 齐国安沉默了好一会 才说道 国阵啊 齐家有今日之鼎盛 是你的功劳 但我不想家族 也因你而率 现在 你既然已经退下来了 那就好好安享晚年吧 家族的事物 就交给族中的后辈去操持吧 说吧 齐国安又看向齐长生 说道 长生 这些年来 齐家这艘大船 一直都是交给你在掌舵 我也一直对你很放心 不过现在看来 你还是不是和指掌一族 接下来将你手里掌握的那些核心资产 都和长文交界一下吧 此话一出 听那气氛都是不由一宁 齐国正看了一眼 齐国安 没有说话 齐长生脸上却是似笑非笑 道 大伯 原来你们今天过来 是要夺权来了 齐国安淡淡道 我只是想为家族保存一些底蕴而已 否则再任由你们胡来 整个家族都会被你们葬送掉 齐长生音彻彻地笑道 我要是不交呢 那可由不得你 齐长文也开口道 长生 还是好好配合吧 不要把事情闹得太难看 在说这话时 齐长文语气中 透着一种掌控全局的自信 如今的齐家 齐国安和齐国正这两脉 算是最核心的 除此之外 还有老三的一脉 虽然老三也死了好些年 但留下一大家子 除此之外 还有不少表亲外形 至于那些血缘稍远的七大姑八姨 那就更多了 他们手里 都多多少少管理着齐家的一些产业 这些人可都不愿意陪着一起死 皆已经选择支持齐长文了 今天 他们就是过来逼宫的 这次唐家心事动众 调动的力量非同小可 如果只是简单的去赔罪服软 恐怕是不行了 齐长文已经打算好了 将齐长生和齐青兰一起处理掉 把罪魁祸首的齐青兰 交给唐家处理 至于齐长生 这位曾经的掌舵人 他们则已经收罗了一些资料 到时候出面举报 足可以让齐长生牢底坐穿 相信这样的诚意 已经足够给唐家一个交代了 再大出一笔血 齐家应该就能苟延残喘下来 齐家的大厅中 气氛凝至到了极点 齐国安和齐长伦 带着其他齐家族人 已然是图穷笔现 不再有任何的掩饰了 在来之前 他们便已经意见达成一致 这次 齐家面临的是前所未有的危机 可齐国正着掌族的一脉 居然愚蠢到 还不愿向唐家认输 他们不想陪着一起死 只能将掌族一脉推翻 齐国正看到这一幕 眼底闪过一丝悲凉 但却什么都没有说 不欲多言 齐长生则是笑盈盈 大伯 长伦 你们真要走到这一步吗 不再等一等 或许明天我齐家的危机 就解决了呢 他虽是在笑 但那笑容里 却带着一丝森然之意 齐国安没有说话 他年纪大了 也不可能有精力 去掌管齐家 所以想要将齐长伦 推到台前 让齐立威 齐长伦卖不上前 冷笑道 还等什么 再等 我们齐家就要彻底覆灭了 长生 我知道你不甘心 不过那也得认命 说完 他目光扫到旁边 站着的齐青兰身上 喊道 来人 先将齐青兰带走 立刻护送去中海唐家 将我的诚意传达 随着他话音响起 又有一群人 从外面冲了进来 竟然一个个都伸手不凡 许军这些安保人员 根本不是对手 仅仅几个照面的功夫 就纷纷被打趴在地 看到这一幕 齐青兰惊怒不已 正要呵斥 不过却被齐长伦伸手拦住了 他眸光透着一丝冷冽森寒 淡淡道 齐长伦 你真是找死 周老 麻烦你出手 解决掉这些人 好 周老迈步走出 虽然仅余下一条手臂 但终究是六重舞者 此时 他周身气势勃发 就要出手 不过就在这时 又一股强大的气机涌现 外面有一位魁梧男子 踏步入内 这赫然也是 一位五到六重的舞者 老东西 这是人家的家族矛盾 没你的事情 最好还是别乱动 魁梧男子 宁笑着盯着周老 周老立刻身子一僵 感觉自己已经被对方的气机锁定 一旦有所动作 必定会遭来雷霆一击 他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同为五到六品 但他已经年纪大了 气血有所衰败 而对方却处在鼎盛巅峰时期 更重要的是他废了一条手臂 一旦交手起来 顶多只能纠缠一下 若是死斗 绝不会是对方的敌手 齐长生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身边跟着一位舞蹈强者吗 今天我既然赶过来 那自然就做了万全的准备 这位是西北虎全门的门主张坚诚 是我重金请来帮忙的 齐长伦脸上浮现笑容 那魁梧男子 羊手挺胸 一副木空一切的姿态 什么虎全门主 区区六品舞者 竟然也敢掺和进来 二爷这一脉 身后站着的乃是苏先生 无上宗师 张坚诚 你是想找死吗 周老立声呵斥道 张坚诚脸色微微一变 但随即立刻恢复如常 少废话 张某虽不是宗师 但在五到界消息也算灵通 知道那姓苏的小子 如今去了泰山 和八级门的赠级前辈一战 现在这回 恐怕尸体都已经凉了 你拿一个死人吓唬我 张坚诚冷笑着 他会掺和进这事情 自然也是有底气的 在他看来 苏云也就是一个 五到界的后期晚辈 能修炼到宗师 那已经算是足够精彩绝艳了 但若和二十年前的 五神级强者相斗 那根本是死定了 恰逢 齐长伦以天下请他 让齐出手一次 他没理由拒绝 长生 清兰 你们看看 就是因为你们不配合 事情才会闹得这么难看 齐长伦叹息了一声 然后一摆手 当即就有人朝齐清兰抓去 你们敢 周老见此身形一动 拦在齐清兰面前 独臂猛地抬起 内进运转 往外轰击而出 不过他这一动 那边的张坚诚 也跟着动起 同样是一拳打出 两人拼击在一起 可怕的全境对冲 碰 周老倒退了几步 而张坚诚 却是纹丝不动 在逼退周老后 张坚诚大手一探 冲着齐清兰抓去 不过 就在即将碰触到齐清兰的时候 一层无形光幕浮现 守护住齐清兰 把张坚诚直接震开 什么东西 张坚诚又惊又怒 身上的气血 都被震荡地剧烈翻涌 难受地想要吐出血来 他目光死死地盯着齐清兰 终于看到齐清兰手中 不知什么时候 握住了一块玉佩 那无形光幕 似乎就是由这块玉佩引发 这是 张坚诚看着玉佩 惊异不定 显然见识不如长老 没能认出这是法器 张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齐长伦等人也是一愣 没有见过这么神奇的东西 张坚诚沉默不语 体会着刚才反弹的那股恐怖力量 一时有些忌惮 齐长伦见此 一挥手 其他几个舞者纷纷上前 想要撕破这光幕 将齐清兰抓住 不过这些人无一例外 全部都在碰触光幕的瞬间 就被弹飞出去 愚蠢 此乃苏先生赠送清兰小姐的护身法器 别说是你 纵使是武道宗师 也难以轻易破开 周老笑了起来 护身发气 听到这话 众人都是一愣 接着目光都火热起来 尤其是齐长伦 更是心中狂喜 清兰 你有如此宝贝 为什么不早点说 此宝 若是献给唐家 或许便能换取唐家网开一面 快 把他交给我 齐长伦激动地说道 齐清兰冷笑一声 根本没有理会 齐长伦简直就是 把他当傻子了 张坚诚也是目光 浊浊地盯着玉佩 心神亢奋 连武道宗师都破不开防御 这样的宝物 居然让自己遇上了 必须要弄到手 不过该如何从那丫头 手里夺过来 这法器要维持着这种威力 必然会消耗能量 或许拖久了 就能 张坚诚心中暗暗盘算着 而这时 他身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张坚诚本不欲理会 不过手机响得不停 他拿出来一看 发现是他的好友打过来的 他皱着眉头接起电话 张兄 武道界出大事了 泰山之巅已经结束了 电话另一头 他那位好友 激动地分享了消息 结束就结束了 那苏云败王 不早就在预料之中的事情吗 我这边还有点事情 待会再聊 张坚诚说着 就要挂掉电话 要是在平时 他可能还会忍不住 想听一听 泰山之战的具体情况 但现在 一见法器当前 他可没心思现在聊天 不过 就在他要掉挂电话的时候 隐约听到那位好友声音 不是苏云败王 死的是八级门的赠戒 我从好几方观战势力那边 打听到了消息 张坚诚身子猛地一僵 随即脸色狂变 急吼吼地问道 你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泰山一战 八级门的武神 赠继陨落了 死在苏云宗师之手 苏先生一剑斩衫 断去了泰山一封 所有观战宗师 进阶俯手低头 张坚诚听到这里 如遭雷击 脸色瞬间惨白如指 瘫跪在了地上 看到张坚诚 突然面如死灰的摊在地上 场内其他人都是愣住了 张先生 你这是怎么回事 齐长伦十分不解 他和张坚诚之间 虽然没什么交情 但就这段时间的接触来看 这位五到六品的高手 表现得可都十分傲气 架子十足 根本不应该毫无形象地 当众贪跪在地上 张坚诚压根没有理会齐长伦 此刻他内心完全被恐惧充斥 八级门那位二十年前 激进无敌的武神 竟然被苏云斩杀了 这怎么可能啊 完蛋了 这下大祸临头了 先前 他之所以敢答应齐长伦掺和进来 那是笃定了苏云会死在泰山之巅 可现在 苏云非但没事 还斩了一尊武神 立为天下 张坚诚脸色越来越白 忽然冲着齐青兰重重跪下 哭丧着脸 求饶道 齐小姐 实在对不起 之前是我一时糊涂 才会答应齐长伦过来闹事 我在这里给你们道歉 希望能够原谅我 说着 张坚诚还啪啪地给自己几个巴掌 齐青兰被眼前这一幕给弄猛住了 不过 很快他想起了张坚诚刚才接听的电话 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眼中流露出激动之色 张先生 你这是做什么 齐长伦此刻是又惊又怒 这可是自己花了天价请来的武道高手 专门用来镇压场面的 可现在 竟然莫名其妙地给别人跪下道歉了 起来 给我起来 齐长伦怒急地去拉扯张坚诚 滚 张坚诚猛地一吼 伸手一摆 就将齐长伦甩了出去 他此时也是心中大恨 要不是这家伙 自己怎么会惹上这祸事 你 齐长伦被摔得一屁股坐地上 一阵无能狂怒 而就在这时 又有两拨人神情忐忑 急匆匆地来到了齐家这处宅院 前面一拨 穿着警服 为首的是一个中年男子 看到这些人过来 齐长伦等人都是精神一振 齐青兰则是眉头一皱 沉声道 王总队 你亲自带人过来 看来 今天是准备请我过去调查了 之前天青集团的内部高管 实名举报集团和政府高层 以及多家银行高管 有金钱利益输送 进行内幕交易 便是由省厅的金针总队负责侦办 天青集团的副总裁 财务总监 总会计师 都是被这位王总队带走调查的 现在对方直接带人来到老宅 看他架势 就是要图穷笔线 对自己下手了 误会 齐小姐 你误会了 领头的那位中年男子 连忙陪着笑脸 解释道 我这次过来 完全就是有人恶意诬告 我们之前工作做得不够仔细 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 就带走了贵集团的几位高管 实在是抱歉 齐青兰眸光微微一宁 还没有说话 旁边 齐长伦就已经尖叫起来 误会 怎么可能 你说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他的语气有些慌张起来 事情的发展 超出了他的预料 对于王总队的话 他是一个字都不信 像天青集团这种云州顶尖的企业 背靠齐家 若背后没有强力手段推动 省厅的经侦部门 怎么可能随随便便 因为一个人的举报 就展开行动 而现在 肯定是有什么 他不知道的事情发生了 那王总队瞥了一眼齐长伦 没有吭声 事实上 连他也不知道原因 他只是听从命令罢了 他没理由理会齐长伦 而是看向齐国正 公声道 齐老 对于这次的误会 我们省厅的阳厅也深感抱歉 他说改日会登门拜访 齐国正摆了摆手 单单道 你们也是职责所在 没什么好抱歉的 就这样吧 不过和他们一同过来的第二拨人 却是没有走 他们一个个西装革履 穿着光鲜 但却都脸上布满苦涩 你们是 齐长生问道 人群中 一个裹字脸的男子 神情颓然 上前道 我是中海唐家的唐建华 奉家主之命 过来向诸位赔罪 家主也正在赶来的路上 他也将亲自登门道歉 唐建华是唐家的高层之一 前阵子过来云州 便专门负责联络云州 政商两界的关系 清剿齐家 眼看着齐家已经岌岌可危 可在这种关头 却接到了家族的通知 不仅得停止一切对齐家的行动 还得向齐家认输 低头赔罪 唐建华心里自然是不甘心的 但知道缘由后 却也无能为力 唐家 赔罪 齐长伦这一干齐家族人 彻底傻眼了 他们完全想不明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齐国安拄着拐杖 嘴唇哆嗦着 看向齐国正 齐国正张了张嘴 但还是没有说什么 只是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齐长伦则是大笑出声 哈哈 看样子是苏先生赢了 他笑得猖狂肆意 将连日来心中积压的抑郁之气 都发泄了出来 而齐长伦 还有跟随着一起过来逼宫的齐家族人 则是脸色一片惨白 虽然他们不知道 唐家为什么会突然服软赔罪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了 齐国正齐长伦这长族一脉倒不了 而他们这些人都要倒霉了 天佑我齐家呀 齐国安老脸上强几出一丝笑意 呵呵笑道 国正 长生 之前的事情 我们也是为了整个家族考虑 如果有什么冒犯的 希望你们能够原谅 毕竟大家都是留着相同血脉的亲人 没什么好记仇的 大伯说的对 都是一家人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齐长生也是笑音音的接口道 不过他那笑容 却是让人觉得森冷透骨 齐长伦等人都是一阵头皮发麻 他们也不是小孩子 自然不可能天真的以为 这件事就这么结果了 毕竟他们之前可是准备强行逼宫夺权 要牺牲齐长生和齐青兰的 要换成是他们 那肯定也要往死里报复的 更不要说一向心狠守黑的齐长生了 一时间 齐长伦等人都是心丧若死 一处幽暗狭长的通道中 武神顾章之神情凝重地往前走着 通道漆黑 没有光亮 但却对顾章之没有造成丝毫影响 以顾章之的实力 周身近立流转 四面八方的情况 都可以根据散发的气静 感受得一清二楚 这里 是武神军一处密集最高的基地 修建于一座山体内部 便是连一些武神军的将主 都不知道这个地方 而顾章之也有二十多年 没有踏足过此地了 此刻 他走到了这条幽暗通道的尽头 面前是一扇厚重无比的钢铁大门 重量超过万斤 铁门没有密码锁 没有电子装置 没有机械动力 就像是古代用以封闭墓穴的断笼石 一旦落下 便难以抬起 不过顾章之却是单手抓出 以无匹的力量 将这厚重的铁门直接抬了起来 然后 他身形一闪 已经闪身入内 哄 铁门再次落下 发出一阵轰鸣巨响 犹如地动山摇 而在铁门之后 则是一个辽阔的密室 里面亮起了几盏大灯 显然有着独立的发电装置 在这密室中间的位置 安置着一个又一个 类似休眠舱的装置 足足七个休眠舱 每一个里面都躺着一具苍老的躯体 浸泡在神秘未知的粘稠液体当中 许是刚才铁门落下的巨大动静 使得最靠边的休眠舱内的一位老者 眼皮微微颤动 而后苏醒过来 张之拜见师父 顾张之快步上前 当即跪拜在地 这一幕 若是让外人看到 必然会震惊不已 要知道 顾张之本就已经是五道绝颠的强者 而且虽是鹤发童颜 看着年轻 但其真实年纪比赠绩可能都要大 而这沉迷于休眠舱中的老者 竟是其师父 那老者猛地坐起 体内有一股玄妙之力流转 沾染在他身上的那些粘稠液体 纷纷滑落 张之 老者的眼神初始还有些茫然 但很快就清明起来 看着跪在面前的顾张之 溃然道 今夕是何年了 顾张之回道 距离上次拜见师尊 已隔二十五年了 才过了二十五年 老者皱了皱眉头 随即问道 那你将我唤醒 到底何事 你应当知道 我们的寿源都不多了 必须以龟西之术 配合特制的营养液 保持在近乎入面的状态 才能苟延残喘 每唤醒一次 对我们都是莫大的损害 顾张之犹豫了一下 说道 出大事了 现在外面出了一位妖孽 得到了一份超凡的古修传承 实力之强 已经远超于我 这件事 我觉得有必要让师父你知道 超凡的古修传承 老者听到这话 脸色豁然一变 似乎有些惊喜 但随即 他反应过来 惊讶到 那人的实力 还要远超你 他已成就先天之境了 老者脸上的神情 明显有些不可思议 顾张之的实力 他是知道的 五道绝颠 先天之下可以说是无敌了 甚至就算是以前一些根基 弱一点的先天 都未必是顾张之的对手 能让顾张之自称远远不如的 恐怕也只有极为厉害的先天境了 那人不是先天之境 顾张之摇了摇头 沉生道 但他对我的感觉 比先天境还要恐怖 不久之前 他在泰山之巅 一剑斩衫 他将苏云和郑继 在泰山交战的情况说了一遍 尤其是最后那犹如裹鞋 黄黄天威的一剑 更是着重描述 老者听后 倒是脸色变了又变 欲剑术 剑修传承 未成先天 便有斩杀先天强者之威 老者喃喃自语着 脸色阴晴不定 好一会之后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急声道 此人的根底 你调查清楚没有 我和你提过的那几处洞天伏地 有没有开启过 顾张之摇头一探道 没有开启过 而且武神君这边 已经调查清了此人的底细 他以前的人生经历 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人 只是后来突然崛起 所以 我们都判定他是得到了超凡的古修传承 可能还吞服了什么古丹灵药 脱胎换骨 这才有了如今的成就 除此之外 此人似乎还掌握了 不知俱纳灵气的法阵 还有着法器 老者脸色不断变化着 呼吸都变得有些粗重 结合顾张之的判断 老者已经有了判断 苏云掌握的古修传承 绝非寻常 可能并非单独属于某个古修 而是某一修行门派的传承 对于一些绝学密法 老者还没识妖兴趣 但里面即可能有 延年易受的丹药或者灵物 半想后 老者平复心中的激动 说道 张之邀请他加入武神军 顾张之看了一眼老者 低头道 邀请过了 但他不愿 不过师父你或者几位前辈 要是愿意出面的话 可能会不一样 毕竟 你们可是真正的古修行者 老牌先天进高手 有些东西 可以指点他 他没说强夺的事情 因为顾张之知道自己师父这些人的情况 虽然曾经都是先天强者 但都已经快到了大县 气血衰败 只靠着龟西之术和营养业 在苟延残喘 一旦与人交手激战 不管是输是赢 大概率都得陨落 老者思量一会 点了点头 另一边 苏云在下了泰山之后 带着阮子风和安清月 依旧慢慢悠悠地到处游历 犹如游山玩水一般 但阮子风和安清月 却是有苦自知 因为每一天 苏云都在对他们 进行着魔鬼训练 半个月之后 苏云带着阮子风回到了云州 而安清月则是回转了阳川 继续经营清月山庄 云州 此时已是风平浪静 在苏云回来的第一时间 齐长生和齐青兰 便第一时间登门拜访 恭贺苏云迎下泰山之战 无敌天下 苏云和他们应酬一阵 两人便告辞离开 这时 苏云才冲阮子风爷爷问道 阮老 我爸人呢 回到凌峰山别墅后 他并没有看到苏白河 苏老爷去旅游了 阮老神情有些不自然 旅游 苏云冷了一下 根本不相信 以他对苏白河的了解 根本不可能一个人去旅游 而且也没通知他一声 阮老 你说实话 我爸到底去哪了 苏云问道 阮老犹豫了一下 似乎有些为难 但在苏云注视下 他轻叹了口气 道 苏老爷他回临北线了 据说是你大伯病危了 想见一见他 苏老爷担心你不高兴 所以就让我瞒着 苏云闻言 眉头一皱 虽然当初老爸也对家里 那些亲戚心灰意冷 断绝了关系往来 但毕竟亲戚 要是大伯真的病危垂死 想着见一见老爸 以老爸的心软 肯定不会拒绝 不过大伯苏成良 身体一向壮士 怎么会突然病危 搞不好又是在耍什么心眼 苏云问道 我爸走了几天了 阮老想了一下 道 也有七八天了 阳川市 临北线第二人民医院 一间单人病房内 苏云的大伯苏成良 此时正躺靠在病床上 一边吃着水果 一边玩着手机 那悠闲的模样 根本也不像是病危垂死的样子 爸 你还是赶紧躺下吧 一会儿三叔就该过来了 等一下看到你这样子 估计就该起疑了 苏向阳小声提醒道 没事 再玩会儿 待会儿他推门进来 我就躺好 苏成良敷衍着说道 他这次住院 根本没什么大毛病 只不过是尿结石 做了个微疮小手术 正常的情况下 两三天就可以出院了 不过他硬是 在医院赖了一个多星期 营造出一种病危的假象 在苏白河面前卖惨 博同情 不过还别说 这一招对苏白河还真管用 看到病床上面色蜡黄 气息微弱的大哥 苏白河一下子 将昔日重重矛盾纠葛都放下了 这几天更是每日都过来探望 而且还慷慨解囊 先后已经拿出了十几万 爸 妈 我那档子事情 到底什么时候跟三叔说啊 肥豹他们已经警告我好几次了 再拿不钱给他们 他们要打断我的腿 苏向阳忍不住说道 急什么 苏成良美好气地瞪了苏向阳一眼 说道 之前我们和老三关系闹得这么僵 我总不能一见面 就跟他要大笔的钱款吧 这几天我不都得再和他修复关系 增进感情吗 再等几天吧 你欠的那笔钱 我肯定从你三叔那里弄出来 苏向阳一脸纠结道 我倒是能等 可是肥豹他们早上又打电话给我了 说是我再不还钱 要卸掉我两只胳膊 苏向阳和他老婆一听 脸色都不好看了 前阵子 不仅输光了自己的家底 还借了不少的高利贷 他口中说的肥豹那群人 就是专门在赌场棋牌室 出借高利贷的狠角色 说要卸人胳膊 那可不是说说的 哎 老子真是倒了八辈子没 才生出你这么的玩意 小赌小闹也就算了 可你自己有多大能耐不清楚吗 居然输掉了一百万 苏成良骂骂咧咧道 好了 这一百万 今天我会从你三叔那里要来的 这个 苏向阳神情尴尬 支支吾吾道 不是一百万 是两百万了 什么 听到这话 不仅苏成良大吃一惊 他老婆更是差点惊得跳起来 前两天还说一百万 现在就变两百万了 这高利贷 长得也没这么凶的 苏成良差点咆哮起来 嗯 利息上涨只是一小部分 主要是昨天晚上 我又去肥豹的场子玩了两把 然后 苏向阳搭拉着脑袋 说话声音越来越低 苏成良差点气得吐出一口老血 抬手就要打 苏向阳连忙后退 解释道 爸 我这也不想着能翻本吗 翻你娘的屁 苏成良抱了一句粗口 也没心思玩手机了 准备跳下床去追打苏向阳 妈 救我 苏向阳求教道 苏成良老婆连忙上前阻止 劝道 别打了 不就多要一百万吗 管老三拿就是了 现在老三一家是发达了 就光光之前 陈首富送他们的那个电子厂 一年少说 也有几千万的利润 你和老三可是亲兄弟 从他那里拿一些 不是天经地义吗 苏成良文言 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自己弟弟发达了 一年收入几千万 自己这个做大哥的 每年要个一千万 不过分啊 长胸如富啊 老三这家伙 不主动孝敬上来 还得自己在这装病卖惨 实在不当人子 就在这时 病房外传来敲门声 苏成良瞬间弹倒在床上 脸上因为偷偷涂了浆脂的缘故 显得发黄灰败 嘴中还发出痛苦的低音声 走进病房的人 正是苏白河 他看着自己大哥这凄惨的模样 内心也是一阵难过 大嫂 向阳大哥的情况 还是没有好点吗 医生到底是怎么说的 苏白河眉宇间闪过一抹愁容 苏成良老婆满脸悲伤 眼泪水哗啦啦流着 哭泣道 成良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 医生也说检查不出原因 你也知道 像临北县这种小县城 医疗水平毕竟有限 医生建议 让我们去中海 或者隆都的大医院 可是我们哪有那个钱啊 我 苏白河沉默了一阵 从身上掏出了一张银行卡 递了过去 大嫂 你们先拿去用着 苏成良老婆一听 有些不太满意 还是呜呜地哭着 也没有接卡 要是换成以前 能够白得十万块 他们早就欢天喜地了 可是如今知道 老三家飞黄腾达 光电子厂 每年都有几千万的分红利润 他们哪里 只担心要这点小钱 十万块 打发叫花子呢 老三还真是没良心 这时 躺在床上低音的苏成良 似乎也难得清醒过来 老三 老三 他壮若无力地喊了一句 苏白河连忙上前 说道 大哥 我在呢 你有什么话要说 苏成良四模式样地喘着粗气 握着苏白河的手 说道 我可能是不行了 这病就不治了 不过有一件事 我一直放心不下 希望你能答应我 否则便是死也不瞑目 一听苏成良说得如此严重 苏白河神情严肃道 大哥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你这病还是得医治的 另外 你还有什么其他事 可以说出来 商量商量 或许也是以前被坑的次数多了 苏白河这次也留了的心眼 没有一口答应下来 想先听听是什么事情 嗨嗨 苏成良甘咳了一声 苏成良的老婆 等时又哭了起来 一把将苏向阳给推了出来 白河啊 成良他不好意思和你说 就由我来开这个口吧 他一边说 一边还在苏向阳身上 重重地拍了几巴掌 都是这个混小子 前阵子被人设局给坑了 先是被狐朋狗友惯得烂醉 然后又去了赌场 结果输光了钱 还签下了一大笔外债 苏向阳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也是满脸痛苦自责 三叔 我因为我爸病重 心里难过 就找了朋友喝酒 但我是真没想到 他们会趁我喝醉 坑我啊 我以前是从来不赌的 这次是被人坑了 你要救救我啊 原本还很生气的苏白河 看到这种场景 也不好再说什么责骂的话了 病房中 苏向阳就跪在苏白河的面前 抱着他的大腿 嚎啕大哭 情真意切 一副浪子回头的模样 苏白河终究还是没硬的下心来 叹了口气道 你赌输了多少 欠下了多少外债 听到这话 苏向阳哭声顿止 正要说话 这时 苏成良老婆却是插嘴道 三百万 这个混账小子 迷迷糊糊的被人设局 坑了三百万 借的都是高利贷啊 一开口 他就又私自添了一百万上去 苏向阳都是愣了一下 不过他立刻反应过来 附和道 是啊 三叔 你一定得帮我 否则他们会弄死我的 什么 三百万 苏白河听到这数额 也是大吃一惊 随即连连摇头道 太多了 我拿不出来 上次 他抵押了房子和家当 也就筹了两百来万 三百万 数额太大了 虽然陈首富赠送了一家电子厂 可也没多久啊 利润分红都还没到 苏云倒是认识不少达官显贵 应该有不少钱 可自己也不好问儿子要啊 而且他知道 苏云对苏成良一家的印象 可十分不好 白河啊 我们家可就像杨这根独苗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苏成良老婆一看苏白河摇头 立刻就不乐意了 在他看来 这三百万对于老三一家而言 也就是毛毛雨 这都不愿意拿出来 真是良心都黑了 老三 我们可是亲兄弟 我都病成这样了 让你帮的小毛你都不愿意 你难道忍心看着我绝后吗 病床上 苏成良也阴沉着脸 大哥 你听我说苏白河有些无奈 想要解释 不过苏成良根本不听 他冷冷一笑道 行了 白河 你就不用找借口了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这是发达之后 就看不上我们这些穷亲戚了 苏白河听到这话 眉头微皱 心里有些不高兴 他要真是这样的人 又怎么会一接到大哥病危的消息 就不计前嫌 立刻过来 要是换成平时 苏白河肯定要掰扯掰扯 不过想到苏成良病危 也就忍住了 我出去走走 想想办法吧 苏白河轻叹了口气 走出病房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似乎想要给苏云打电话 不过想了想 又将手机放回口袋 而就他继续往外走的时候 看到前面有几个医生护士 从隔壁病房查完房出来 苏白河也没在意 本能地退让到一边 让开路 张主任 前面408病房的病人 要过去看看吗 这时 一个护士冲着领头的医生询问道 那位张主任明显愣了一下 差一道 408床的病人还没有出院吗 不是早就让他们去办理出院手续了吗 护士也是一脸的无奈 说道 他们不肯出院 一直赖在那里 我去催了几次 还被那病人的儿子 骂了个狗血领头 像408床病人那种尿结石微创手术 两三天就可以出院了 快的话第二天就能出院 结果这家伙硬实赖了一个多星期 张主任嘴角抽了抽 他身为主任医师 自然不需要像主治医师一样 每天查房 只是每个星期来一次大查房就够了 上个星期时 他就已经通知408床病人 可以办理出院了 可没想到一个星期过去 这家伙居然还在 算了 现在医院病房也不紧张 他要住 就让他住着吧 张主任从一多年 也是见过各种奇葩 有的人只是生了一点小毛病 就郑重其事地 通知所有的亲戚朋友过来 目的是为了多收一些礼品和红包 一早干部只是感冒而已 硬是在高干病房赖了大半年 张主任等人说者无心 但旁边路过的苏白河 却是愣了愣 408病房 自己大哥苏成良 就是住408病房啊 病得这么严重 怎么医生说早就让他出院了 苏白河心头一突 连忙上前叫住 医生 我是408病房病人的家属 请问408床病人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了 张主任深深地看了一眼苏白河 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 神情怪一道 他没什么大碍 早就可以出院了 你既然是病人家属 那就劝劝病人吧 虽然现阶段医院的床位 还很空余 但他这么赖着病房 也总归是不好的 苏白河听得脸色铁青 胸口都差点气炸了 到了这个时候 他哪里还会不明白 自己又被苏成良一家给骗了 三叔 就在这时 苏向阳也正好从病房里走了出 神情呆滞 他本来是想到外面来抽根烟 可一推开门 就看到了苏白河和一群医生护士 交谈着苏成良的情况 看到这一幕 苏向阳脸色一下子发白 连忙冲上去 说道 三叔 你听我说 这事情有些误会 苏白河冷哼一声 根本懒得在听苏向阳狡辩 黑着脸转身就走 三叔 你不能这样啊 苏向阳慌张地上去拉扯苏白河 苏白河用力一挣 当即就甩开了苏向阳 将其甩得七荤八素 要知道 之前一段时间 苏白河都有服用苏云炼制的原羊丹 身体得到药力滋养轻润 不仅体魄强健无比 力量更是超出了寻常壮汗好几倍 苏白河头也没回 直接离开了医院 苏向阳一直追到外面 看到苏白河决然离开的背影 心中恨意涌动 混蛋 苏白河 你这这么少害死我啊 行啊 你不仁 也不怪老子不义了 苏向阳咬了咬牙 掏出手机 拨出了一个号码 喂 肥豹哥 我苏向阳啊 是你小子 我正好要带弟兄去找你呢 你自己就打电话过来 倒也拾去 说吧 那两百万准备好了没有 电话另一头 传来一个粗犷的声音 苏向阳拿着手机 压低声音说道 还钱没问题啊 两百万只是小意思 我这里还有一桩大买卖 只要你能帮忙 除了还你那两百万 我在额外 给你三百万 临北线的一处老旧小区 苏白河锁好了房门 准备离开这里 返回云州 不过他还没有 等走出楼 就有几个强壮的身影 突然冒了出来 将他堵住 为首之人 是一个中年胖子 顶着大肚腩 满脸横肉 看着非常凶恶 一群人目光盯着苏白河打量 就像是在看待一只带仔的肥羊 你就是苏白河 中年胖子 从头到脚地扫了一眼苏白河 眉头皱了皱 这家伙看着不像是什么有钱人 而且 有钱人会住这种老旧小区 中年男子怀疑自己是不是被骗了 你们是什么人 找我有事 苏白河一脸警惕地问道 中年胖子不答 扭头朝着冲着后面喊道 苏向阳 滚过来都到了这里 还躲什么躲 此话一出 后面拐角处闪出来一道身影 赫然便是苏向阳 肥豹哥 刚才肚子有点疼 走得慢了点 苏向阳有些尴尬地解释了一句 心里却是将肥豹全家女性都问候了一遍 他本来只想隐藏在幕后 让肥豹这些人去绑了苏白河 恶索出一些钱财 这样自己得了好处 也不会被牵连 可谁知道 肥豹这个王八蛋 竟然一开口就把自己喊了出来 肥豹没心思理会苏向阳的这些小心思 直接问道 你确定这家伙有钱 苏向阳点头道 有钱 而且很有钱 交去那个华兴电子厂 你知道的吧 华兴电子厂 那不是陈氏集团的产业吗 肥豹皱着眉头 不满苏向阳东拉西扯 苏向阳解释道 现在那家电子厂 已经归我三叔家了 是陈首富赠送的 当初我亲眼看到的 不会错 就单单那家电子厂 每年就可以给我三叔 带来几千万的利润分红 肥豹听到这里不惜反惊 脸色大变 怒道 曹 你这混蛋 都没跟我说你三叔和陈首富 还有关系 让我绑这种人 不是害我吗 说吧 就趴着一个大尔瓜子 甩在苏向阳脸上 肥豹哥 你听我说啊 苏向阳捂着脸 委屈地解释道 我三叔家和陈首富 并没有什么交情 之所以会赠送那家电子厂 是因为我那个堂弟 走了狗屎域 从人贩子手里 帮忙解救了陈首富的独子 陈首富不想欠人情 出于感谢 才送出了电子厂 肥豹文言 摸着自己的双下巴 沉吟起来 像陈首富这种超级富豪 确实是不愿意 欠下别人的人情 既然已经送出了电子厂 那等于也是还了人情 苏白河一家和陈首富 应该也扯不上关系了 这笔买卖 可以干一干 而旁边 听到两人的对话 苏白河是又惊又木 到了这个时候 他哪里还会不明白 这是自己侄子 纠结了一批人 要绑架自己 向阳你疯了 居然勾结外人 要绑架我 苏白河怒吃道 别这么说 怎么能是绑架呢 肥豹哥他们 最近手头有点紧 只是想向你借点钱花花罢了 三叔啊 这次你先拿出一千万 就当和肥豹哥交个朋友了 苏向阳皮笑若不笑地说道 做梦 苏白河冷声一哼 别说他现在拿不出这笔钱 就算拿得出 也不可能交出来 操 老东西 给点不要脸 给他一点教训先 肥豹有些不耐烦的开口 他平日里 主要就是在各个赌场放高利贷 手底下几个兄弟 也都是心狠手辣 此刻他一发话 当即就有一个壮汉走出 猛的一拳打向苏白河的肚子 要是换成以前的苏白河 那肯定要被打得瘫倒在地 可这段时间 他被原羊丹滋养 体魄强健 精神力也大大的提升 那壮汉凶猛的出拳 在他眼里仿佛变慢了 苏白河轻轻一闪 就躲过了这一拳 然后往外一推 就将那壮汉 推翻了几个跟斗 你马 一起上 给我狠狠揍 留着半条命就行 肥豹大喝道 几个小弟 纷纷冲上去 出拳乱打 不过这时 苏白河身上 一层光幕浮现 肥豹等人打在 那层光幕上 纷纷被震飞了出去 这 这是什么情况 肥豹等人都惊呆了 满脸的难以置信 苏向阳也看猛了 光幕之中 苏白河手里 捏着一块玉佩法器 那层防御的光幕 便是从中激发出来的 眼前的一切 都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范围 向阳 你好自为之吧 苏白河看了一眼苏向阳 失望无比 不过 他并没有要去追究 只是心中那点亲戚情意 是彻底的断了 苏白河握着玉佩 准备离开 然而 也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悠悠的叹息声响起 那苏云 不愧是得到了古修传承 他的父亲一介凡俗庸人 居然也能携带一件 法器防身 抱殿天卧 这声音 带着一种阴寒冷力的肃杀之意 只见 不远处 有两道身影 出现在了那里 其中一人形体 魁梧如雄 浑身肌肉隆起 充满了无边的爆发力 但他给人的感觉 却是阴气森森 而在其旁边一人 则是个销瘦的男子 身穿宽大黑袍 而且黑袍不断地蠕动着 那里似乎还藏着其他活物 你们是什么人 苏白河看到这两个男子 脸色微微一变 对方两人身上那种气息 让他觉得有些熟悉 苏老先生 我有一弟子 死在了你儿子手里 所以老朽 不得不前来华下一趟 为他讨回一个公道 话音 从那位魁梧如雄的男子 身上传出 不过并不是他开口说出 而是从他身体内传出的 你弟子 苏白河先是一愣 随即立刻就想起来了 惊到 是那重人怪物 难怪他会觉得 这两人身上那种阴森的气息 有些熟悉 那种熟悉感 来自于被苏云欲见斩杀的取物 哎 魁梧男子体内再次响起叹息声音 苏云先生在半个月前 迎下泰山之巅的武神之战 但凡在修炼界有些身份的人 谁不知其威势 可惜 曲无乃是老朽最看重的弟子 老朽不敢去找苏云先生 便只好来苏老先生了 苏老先生 你是自己 收了这件法器的威势 还是要让老朽出手 耗尽法器中的灵能 再将你情下 魁梧男子看着苏白河 嘴巴不动 但声音却从他体内传出 这一幕显得无比的诡异 苏白河脸色一阵发白 这玉佩法器是苏云给他的防身宝贝 寻常的宗师都休想攻破 强攻之下甚至会被震伤 可是这魁梧男子显然不是一般宗师 他的弟子那位屈屋 实力就要超过了宗师了 有能力消磨的玉佩法器 灵能耗尽 这位老师就更不用说了 苏白河知道自己这次是危险了 哎 看来苏老先生是不愿意配合了 魁梧男子叹息着摇头 而后轻轻地往前踏出一步 碰 他落脚之地 大地军裂 如同遭遇万斤巨垂攻击 苏向阳和肥豹一群人 看得脸色狂变 整个人都惊得哆嗦起来 两位是来找他的 和我们没关系 我们就是路过的 不打扰你们了 告辞 告辞 肥豹那张胖脸上不满冷汗 准备脚底抹油开溜 你码的 不就是出来绑个人 勒索钱财吗 这种事情 他已经干了很多次了 可像今天这种情况 还是第一次遇到 走 既然遇上了 那就留下吧 这时 那个笼罩在宽大黑袍中的 萧瘦男子 应侧侧的开口 下一刻 只见他黑袍中猛地凸起 继而就有一道 碧绿之芒飞出 在肥豹等人身边如电斑 穿射而过 但凡和这绿芒 有过接触的 都瞬间瘫软在地 变成了一具具尸体 全身皮肤变得一片灰黑 尸体的脖梗位置 有着两个小孔 原来 那碧绿之芒 竟然是一条通体碧绿的小蛇 躯体比筷子 还要鲜细 毒性之猎 简直匪夷所思 一被咬中 都是瞬间毙命 啊 啊 苏向阳刚才动作慢了一步 没有和肥豹他们一样 急着跑路 此刻反而没有 跟着肥豹等人一起 被击杀 不过也快了 因为那条碧绿小蛇 已经扭头看向了他 苏向阳吓得哇哇大叫 惊恐乱吼 三叔 救我 救我呀 哦 原来还是苏老先生的亲戚 那倒是不急着杀了 宋夕 先留这小子一条命 魁吾男子吩咐道 是 老师 黑袍销售男子点头鹰室 然后手指一勾 那条青色毒蛇 就立刻飞窜回 没入他的黑袍中 苏向阳还没来得及 松一口气 就看到黑袍男子 已经走到他面前 伸手一点 一只绿豆大小的怪虫 直接落在苏向阳身上 从他的耳朵里钻了进去 啊 苏向阳发出凄厉的惨叫 满地打滚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停了下来 脸色惨白如指 没有一丝血色 你 你刚才把什么东西 弄到我耳朵里了 苏向阳金句交加地 看着黑袍男子 刚才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简直比千刀万剐 还要痛苦 是我养的一只小蛊虫罢了 你好好听话 之后会有用得到你的地方 要是不听话 我会让你经受超过 先前百倍的痛苦 黑袍男子送西面 无表情地说道 另一边 魁吾男子已经放开手脚 朝着苏白河 发起狂风暴雨一般的轰击 苏白河体外浮现的护身光目 被打得不断地闪烁 内里一重重恐怖的力量反震出来 可魁吾大汉却是一动不动 硬是以身躯承受了那股反震之力 继续轰击 这一幕 可谓是非常惊人 要知道这玉佩法器 遭受攻击越猛 爆发的震荡反击之力 也会越猛烈 要是一些寻常宗师 不知死活的硬弓 可能会被当场震死 当初 曲污也只敢以水魔功夫 一点点地耗损育配中的灵能 可这魁吾男子 却是正面狂攻 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魁吾男子的身躯 终于也被震荡之力 崩裂出一道道裂口 可诡异的是 皮肉破裂产生的裂口中 却是没有一点血液流出 那裂口中显露的血肉 更是有着一种金属般的质感 老师现在的这具身躯 不愧是以九品大宗师的肉身 为根基祭练成的 确实强悍无敌 可惜 老师修的并非武道 纵使是古虫玉使这具躯体 能够灵活的如臂食指 也终究不能让其爆发出 九品大宗师的战力 不然 破这法器防御将会很容易 黑袍男子宋熙暗自说道 宋熙和曲物一样 都是诗从先罗国的大将头师 塔尼上师 这次宋熙跟随塔尼上师 前来中原大帝 自然不是真为了替曲物报仇来的 他们脑子又没坏 怎么可能为了报仇 就去惹上一位武道绝颠之人 他们现在的目的是 为了苏云得到的古修传承 自从半个月前 苏云在泰山之巅 击杀赠记 一箭斩山后 不仅华夏武道界的传遍着消息 就连海外诸国也一样有所听闻 可以让一个原本默默无名的少年 短时间内 一飞冲天 登陵武道绝颠的古修传承 这足以让人疯狂 虽然大部分人 都被苏云那武匹的实力所震慑 不敢有所异动 但总归 还是有利欲熏心之辈 想要冒险的 不敢对付苏云本人 就对苏白河这种亲人下手 抓起来威胁苏云 交出部分古修传承 而且 塔尼上师谨慎起见 并非以自己的本尊露面 而是动用了一具尸馗 这具尸馗 是以一位九品大宗师的肉身为主体 又炼入了五金之气 以巫谷秘法计量而成 强大武匹 塔尼上师 可以通过炼入尸馗中的九只核心蛊虫 进行远距离隔空操控 这可谓是塔尼上师压箱底的宝贝 碰 又过了片刻 苏白河体外凝固的光幕 彻底溃灭 玉佩法器光滑暗淡 犹如凡雾 这是灵能耗尽了 需要玉佩上的 威形法阵 重新聚敛灵气 积累能量了 真是件不错的宝贝啊 可惜 落在你这种庸人之手 根本难以发挥他真正的威力 若是一位武道宗师 掌控这法器 我就要费大功夫了 塔尼上师哈哈一笑 一把就从苏白河手里 夺过了玉佩法器 拿在手里把玩 这法器的祭练手法 精妙绝伦 我连其中十分之一的奥妙 都看不透 死 里面竟然还祭练了灵兽凶魂 难怪灵性会这么浓烈 可以自行防护 比我收藏的那件 法器夺灵院偶 要超出一大件 塔尼上师越看越激动 法器 他自己也有一件 但品质却比不上这玉佩法器 云州 临风山别墅 云尘脸色忽然猛的一变 眼中闪过一丝惊怒之色 当初 他在炼制那三块玉佩法器的时候 都在其中加了一点手段 一旦玉佩法器被强行攻破防御 或者当中灵能被耗尽 他都能有所感应 而就在刚刚 他便感知到苏白河的护身玉佩 灵能耗尽了 该死 云尘脸色阴沉如水 原本他在知道苏白河 独自回了灵北县的时候 是并不怎么担心的 因为有那玉佩法器防身 等闲的宗师都奈何不了苏白河 再加上自己不久前才在泰山 一战击杀赠绩 力威天下 他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人敢敢大道去 对付苏白河 可现在看来 他还是小觑了某些人的贪婪 师父 怎么了 阮子锋站在一旁 看到苏云的脸色变化 忍不住问了一句 你师公遇上了一点麻烦 我得出去一趟 接他回来 苏云深吸了一口气 眼底深处凝聚了一片森寒冷意 在他出门之前 手机响了 是苏白河的电话 可接通之后 里面却传来了陌生的声音 是苏云先生吗 你父亲如今在我手里 我想用他来和你做一笔交易 你觉得如何 苏云冷声一笑 道 交易什么 当然是交易苏云先生 你手中的古修传承了 那声音的语气中 流露着浓浓的贪婪之意 苏先生 你本出自微末 但却靠着机缘得到古修传承 一步登天 以弱冠之灵 成就天下无敌之事 这样的京士传承 便是让老朽也心动难耐 苏云文言沉默了 他根本就没说过 自己得到过什么古修传承 可外界却都像是认定了他友一样 不过这也很正常 毕竟 他前半生的人生诡计 很容易就能被调查清楚 家世简单平庸 并不是出自武道宗门和势力 也没有在以前 就展现出超凡之姿 如今突然冒出崛起 震撼天下 那唯一的解释 自然就是得到了机缘 得到了传说中的古修传承 劲儿一飞冲天 苏云沉默一阵后 说道 可以 好 苏云先生 真是一位纯孝之人 你能答应 对于我们双方都是 皆大欢喜的事情 对方哈哈一笑 不过紧接着又说道 不过苏云先生 我要提醒你 你可千万不要玩花样 更不要随便拿一些东西 来糊弄我 老朽 虽然不知道你得到的古修传承 具体有什么 但从你能将法器 都给你那凡人父亲 防身来看 你这传承绝不会简单 到时候 你带来的东西 若是不能让我满意 那我就不能保证 苏老先生 是否还能安然无恙了 苏云一字一顿道 放心 一定让你满意 接下去 对方爆出了一个地址 那是林北县的偏交 在挂掉电话后 苏云便立刻动身前去 小半天后 苏云抵达了约定的地方 可在这里 苏云却没有见到苏白河 也没有见到绑架者 只有苏向阳 战战兢兢的等候在一边 看到苏云出现 苏向阳哭丧着脸 走了过来 苏云 你这混蛋 到底惹上了什么邪门人物 把老子害惨了 苏向阳开口 就是一通抱怨 神情中充满了愤恨 在他看来 自己要不是被苏云牵连 根本就不会和塔尼 上师那些人扯上关系 现在 有蛊虫钻入他体内 生死都被别人控制着 这一切 都要怪苏云和苏白河 我告诉 这次你要是不给我个 千八百万的补偿 事情没完 苏向阳还在那 喋喋不休地说着 啪 苏云抬手就是一巴掌 将苏向阳拍翻在地 你要是再说半句废话 我现在就杀了你 苏云冷冰冰地开口 苏向阳一接触到 苏云的目光 身子就是一斗 此刻的苏云 让他感觉无比陌生 那种淡漠冰冷的目光 令他发自内心的恐惧 那 那些人 让我在这里等你 把他们要的东西 给带过去 苏向阳干巴巴地开口道 带去哪里 苏云问道 他们不让说 只让我一个人 带东西过去 苏向阳摇头道 他们说了 只要他们确认了东西没问题 就会放了三叔 苏云二话不说 将手中拿着的一个手提箱 丢给了苏向阳 苏向阳拿起手提箱 立刻就急匆匆地跑了 苏云站在原地没有动 在距离他百余米外的草丛中 一条笔筷子 还要纤细的碧绿小蛇 正默默地注视着他 碧绿小蛇和草丛混杂在一起 根本就看不出异常 他赫然便是送希娜的灵虫 拥有灵性十足 此刻竟像是在监视着苏云 居然还养出了一条 心念相通的灵物 苏云背对着那碧绿小蛇 但灵绝意识 早就将四周区域 全部感应得一清二楚 那碧绿小蛇虽然形体微小 可一样早就被苏云察觉到了 可惜 这并非先天静的灵兽 再是不凡 灵智依旧不够 苏云心中冷笑一声 随即嘴巴开始轻微张合 看似没有声音传出 但每次嘴巴张合之间 都有一圈圈无形的音波 扩散而出 那条碧绿小蛇看着看着 忽然意识浑恶起来 竟是没有半点警觉 就不知不觉地昏睡过去了 而这时 苏云走过去 将碧绿小蛇抓起 这才顺着苏向阳离开的方向 不急不缓地跟了上去 与此同时 在一处废弃的建筑中 塔尼上师控制的尸馗 还有弟子宋西都在这里 宋西接了个电话 笑道 那小子说已经拿到东西了 现在正在回来 好 他好了 塔尼上师点了点头 语气中充满了期待 不过随即又立刻问道 对了 那苏云有没有异动 对于苏云 这位舞蹈绝殿的强者 他还是有些惊惧和忌惮的 宋西笑道 老师放心 我的小玲珑并没有给我示警 对于那碧绿小蛇 他有着十足的信心 虽然因为灵智的缘故 小蛇只能执行一些简单的命令 但用来应付眼前的情况 是足够了 在等了片刻之后 苏向阳骑着一辆摩托车 轰隆隆使到这处废弃建筑 东西拿到了吗 塔尼上师声音急促地问道 苏向阳从后座 取下一个手提箱 乖乖递了上去 神情惊俱道 你们让我办的事情 我都已经办了 能不能取出我脑袋里的东西 不过 塔尼上师和宋西 都没有心思去搭理他 两人的注意力 都被那手提箱给吸引了 要是这箱子里面 真的是苏云得到的那古修传承 那他们就发了 苏云一介凡俗之辈 都能借此一步登天 余月龙门 他们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就在塔尼上师 准备破开这手提箱的时候 脸色猛的一变 目光刷的一下扫射向外 只见 在这废弃建筑之外 一道身影不知何时 竟出现在了这里 怎么会 你竟然偷偷跟过来了 我的玲珑 都没有给我示警 宋西看到这道身影 灯石大惊失色 要知道 他为了防止苏云跟过来 可是特意将自己苦心饲养的碧绿小蛇 给安置在了苏向阳和苏云街头的地点 目的就是监察苏云 一旦苏云有异动 碧绿小蛇就会通过特殊的感应 让他感知到 可是从刚才到现在 他却毫无感应 你的玲珑 是这东西吗 苏云伸手抬起 碧绿小蛇软啪啪地锤着 随着他手中一道尽力运转 碰 碧绿小蛇猛地膨胀 而后瞬间爆开 碧绿的枝叶飞溅 溅落在地上 竟然将水泥的地面 都俯视出一个个的小坑 你 宋西闷哼一声 他以古法饲养培育的 每隔七天便要以自身鲜血喂养 而且还要经常以精神力去尝试 和其沟通加深联系 也正因为如此 他和小蛇之间 才能培养出那种 玄之又玄的心念感应 此刻 碧绿小蛇被云尘给弄死 宋西立刻遭受波及 心口就像是被捅了一刀 而塔尼上师反应无比迅捷 在看到苏云出现的瞬间 就已经立刻身形略动 一把将昏睡在旁边中的苏白河提起 如金铁交成的粗大手掌 握着苏白河的脖子 滴流在自己面前 苏云先生 我早提醒过你 不要玩花样了 原本交易达成 我们验过你给的东西没问题后 就会放走你父亲 可你却偷偷跟来 这实在不好 塔尼上师冷声开口 苏云目光从苏白河身上扫尸而过 发现其只是昏迷 感应到的生命体征 也没有什么异常后 便将视线落在塔尼上师和宋西身上 你们应当庆幸 我父亲并没有什么损伤 否则今天 你们两人会历经无尽的痛苦折磨而死 面无表情地说道 哈哈 塔尼上师控制的那句尸馈 体内忽然传来一阵大笑 我们既然敢做此事 就是拿命再搏 又岂会被你言语威胁 左右老朽这次过来的 只是一句尸馈 虽然折损了可惜 但真要鱼死网破 苏云先生 今天可就要承受丧腹之痛了 旁边 宋西听到这话 面皮微微一抽 老是来的是蛊虫控制的尸馈 但自己可没有这种本事 苏云真要动手 那他可就真的要死了 当然了 宋西也知道 这句尸馈对老师而言 也是至关重要的宝物 只要有一丝可能 都不会轻易舍弃 且不说尸馈炼制的材料 九品大宗师肉身之珍贵了 就单单用来控制尸馈的九只核心蛊虫 就起码耗费了塔尼上师三十年的苦心饲养 苏云先生 我老是说的没错 我劝你 还是好好和我们交易 古修传承 毕竟只是身外物 如何比得上你的血脉之轻 而且 你已经借着古修传承的机缘 踏上武道之巅 战力之强 甚至可以比肩先天 也该知足了 你若是愿意继续交易 那你杀死我玲珑的事情 我可以不计较 如何 宋西这时也开口说道 他不得不忍气吞声 以他这点实力 就算想要和苏云计较 也不可能 在说话的同时 宋西也学着塔尼上人 一把将苏向阳扣住 拉扯在自己身前 冲作人质 也不知道他修炼的是什么邪术 从黑袍中伸出的手掌 竟然乌漆骂黑 而且表面竟然还长有一片片的蛇铃 苏向阳只觉得自己的皮肤 一被对方触碰到 就产生一种被腐蚀一样的举动 啊 苏向阳惨叫大骂 苏云 你这混蛋还在磨蹭什么 他们要什么 就给他们 苏云根本不搭理 这群人居然用苏向阳威胁他 简直是失了志了 哼 看来苏云先生 对于这位堂兄 是不怎么看中了 既然如此 这家伙就没用了 塔尼上师淡淡说道 宋西文言 手中立刻捏住一个手印 嘴中还吐出了几个难以分辨的古怪阴结 下一刻 苏向阳凄厉惨叫 双手抱头 再接着 惨叫声戛然而止 苏向阳的头部 从那外破开了一个血洞 在那血洞里面 还隐约可以看到 一只绿豆大小的怪虫 从里面钻了出来 苏云先生 这样的蛊虫 在你父亲脑袋里 也有一只 只要我这位弟子心念一动 你父亲也难逃蛊虫破团王的结局 塔尼上师悠悠说道 他有十足的把握 只要苏云还想要苏白河活命 那就必须得妥协 想要强行救人 根本不可能 宋西可以随时催动蛊虫 再加上他自己也上了个双保险 以九品大宗师体魄 捏住苏白河的脖子 同样随时捏死苏白河 不过塔尼上师的话刚一说完 就感觉到不对 尸魁体内的九大核心蛊虫 同时感受到了剧烈的危机 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那个被他拿着的手提箱 猛地破碎 一道无匹的剑光袭杀而出 剑光之内 赫然是苏云的那柄飞剑 在如此近距离之下控制 根本无需耗费苏云什么气血和精神 几乎就是心念一动 飞剑瞬间爆起 进行斩杀 破 尸魁捏着苏白河脖子的那条手臂 根本来不及发力 就被剑光切豆腐一样 切落了下来 动手 塔尼上人惊怒大叫 旁边的宋西 想都不想 几乎在飞剑袭杀尸魁的瞬间 苏云本人也已经冲杀向宋西 动如雷霆 速度快到超过了宋西的念头反应 碰 宋西的头颅 被苏云一拳打得爆碎 宋西的实力很强 不在当初那化身重人的屈屋之下 可以轻易杀死寻常的五道七品宗师 不过面对苏云 他显然是差得太远了 仅仅只是瞬息之间 就被苏云打爆头颅 必杀当场 塔尼上师控制的那尸魁 惊怒狂吼 可根本无能为力 他被苏云控制的飞剑锁定 剑气纵横 将他笼罩其中 逃都逃不了 他已经被斩断了一臂 根本不可能再靠近苏白河 更别提用其威胁苏云了 而且他因为怕死 来的并非本尊 只是一具蛊虫控制的尸魁而已 一身通天彻地的降头邪术 和控股之术 根本无法发挥 就连苏白河体内的蛊虫 他也催动不了 因为那只蛊虫 是宋西饲养的 宋西一死 那蛊虫威胁也等于废了 你不讲武德 居然搞偷袭 我不服啊 塔尼上师的尸魁内 传出一阵愤怒而绝望的声音 他知道这次自己是灾了 苦心谋算 结果非但没有拿到蛊虫传承 结果还将自己另一弟子 和宝贵的尸魁 给葬送在了这里 碰 下一刻 灵力的剑气绞杀而过 塔尼上师的尸魁 动作瞬间将至 身躯之上浮现出 无数细腻的裂缝 而后轰然解体 十块血肉中 忽然有九只形体各异的蛊虫 从中钻了出来 飞快地往四周逃窜 尤其是从其脑袋中钻出的 那只蛊虫更是奇特 足有鸡蛋大小 形体似蜘蛛 剩有很多触手 头部几只眼睛中 闪烁着灵动凶狠的神光 还想逃 苏云嘴中泛起冷笑 一眼就看出 这九只蛊虫 才是寄托塔尼上师精神 控制尸魁的核心 尤其是那形似蜘蛛的蛊虫 更是控制主体 他抬手一指 就准备射杀出几道剑气 将这些蛊虫全部顶杀 不过在出手的最后瞬间 他又改了主意 转而运转静刚之力 将几只蛊虫 强行射拿了过来 这一套蛊虫很有价值 只需将其中 塔尼上师的精神意识磨灭掉 再炼入自己的精神意志 那自己也可以使用 到时候 苏云完全可以 击杀一位九品大宗师 甚至先天强者 将其炼成尸魁 用来看家护院 或者给苏白河充当保镖 心中念头一定 苏云立刻就将九指蛊虫震住 同时浩瀚无匹的五道意志 疯狂地冲击 啊 该死 你还想夺蛊虫 休想 这些蛊虫我饲养祭练了半甲子 就算毁了 也不会便宜你 那形似蜘蛛的蛊虫内 传出了一股塔尼上师的意识波动 而后 几只蛊虫齐齐形体鼓起 而后猛地爆炸开来 苏云眉头皱起 体外凝聚出一片护身静缸 挡下了蛊虫暴碎射出的残渣物 免得弄脏了衣物 没能炼化这些蛊虫 虽然可惜 但苏云也没有太在意 他走到苏白河的身前 居身蹲下 精神力散逸而出 延伸入苏白河的头颅里面 虽然宋戏已经死了 没人能在控制苏白河脑袋里的蛊虫 但就这么放人不管也不行 蛊虫是要喂养的 现在 蛊虫处于休眠状态 那还没什么 可是一旦长久没有得到喂养 蛊虫就会从休眠中醒来 啃食苏白河的大脑 苏云现在要做的 就是将里面的蛊虫弄出来 时间一点点滴过去 在苏云精神力的牵引下 一只绿豆大小的蛊虫 从苏白河的耳道里 晃晃悠悠的爬了出来 苏云将其一把碾死 而后背起还在昏睡中的苏白河 离开了这处破旧建筑 与此同时 仙罗国 一处长年充满了瘴气的山谷 里面独虫蛇也横行 而在山谷深处 修建着一处石头搭建的塔形建筑 此刻 在顶层的一间密室 扑 一个穿着麻衣 满头白发披散的老者 突然身躯一颤 而后猛地吐出一大口鲜血 我的蛊虫毁了 石葵和宋戏也折了 老者披散的头发之下 是一张满是皱纹褶皱的面庞 眼睛呈现诡异的淡绿色 此时 他的神情充满了不甘和愤恨 损失太大了 更麻烦的 这次没捞到好处 还得罪死了一位武道绝颠的高手 塔尼上师不知道 苏云会不会跑来仙罗国寻仇 但保险起见 他还是得做一些准备 堵堵堵 塔尼上师 抬起旁边一根白骨锻造的手杖 用力地处了处地面 形成一阵蕴含特殊韵律的敲击声 很快 窗外飞来了一只形体硕大的乌鸦 双目星红 个头是寻常乌鸦的三五倍 塔尼上师割开了自己的手指 将血液滴落到乌鸦的嘴中 说道 你去通知一下我那几位老朋友 请他们来我这里坐一坐 这怪异的乌鸦 一连吞了十几滴血液之后 才依依不舍地震翅飞走 而另一边 苏云带着苏白河 一路无波无澜地回到了云州 一路上 醒来后的苏白河都是沉默寡言 这一次 他是真的被苏成良一家的举动给伤到了 先是装作病危 将其骗取 索取钱财 被识破后 侄儿竟然还找人要绑架自己 苏白河心良无比 决定以后和这些亲戚 彻底断去联系 苏云也没管 心里在思索着 这次袭击的事情 塔尼上师的尸馗和宋西 虽然都死了 但他没打算就这么把休 他准备找个时间去仙罗国 将塔尼上师本人也给斩杀掉 若是这次不能以狠绝的手段 震慑住那些别有用心之人 那搞不好 又会有人利欲熏心地对苏白河下手 在快要回到别墅时 苏云忽然眉头微微一皱 因为他在别墅附近 感知到了两股强绝无比的气息 怎么了 看到苏云突然停下 苏白河问了一句 没什么 有客人登门了 苏云说道 其中一股气息 他有些熟悉 是属于顾章之的 苏云在泰山之巅 和顾章之有过接触 不会感应错 至于另一股气息 就比较有意思了 隐隐有种与天地交融的意味 竟然是个先天境高手 临风山的三号别墅之外 武神顾章之 还有他的那位先天师尊 此刻都站在别墅外百米开外 他们并没有靠近别墅 免得造成什么误会 确实是聚纳灵气的无上法阵 此阵若是设立在我们武神军基地 恐怕不出五年 就能让我们武神军 再多出起码百味五道宗室 顾章之远远看着别墅的方向 轻声感慨着 他之前只听说过相关的消息情报 现在也是第一次过来 以他的修为 哪怕隔着老远 也立刻就能感受到 这具灵法阵的玄妙和非凡 武神军中 修为达到六重巅峰的武者 数量已然有过百之数 但距离宗师之境 却始终还差上灵门一角 正常情况下 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跨不过那一步 但是 有这样的聚灵法阵帮助 就不一样了 若是长时间处在法阵之中 得到灵气滋养 可以让武者的肉身 缓缓得到蜕变 近身武道宗师 就会容易很多 顾章之的师尊 也是微微汗手 说道 此地本就是地脉交汇的节点 在这里 设立聚灵法阵确实很合适 可惜灵气浓度和品质 还是有些不够 不足以支撑像你这样的人物 凝练先天灵体 踏入先天境 顾章之倒是无所谓 笑道 师尊不用担心我了 我的寿源还有不少 哪怕是一点点地熬 将来也未必不能熬入先天之境 可惜你生不逢时 如今这天地处于末法时代 你若是能够早生百多年 便有机会 跟随那些有根底的古修一脉 退守入各处动天福地 里面自称乾坤小剑 灵能充沛 你若入内 如今别说是先天境 便是结成金丹 也是都有希望的 顾章之的师尊名叫左丘龙 算得上是真正的古修了 已经活了两百七十多年 见证过修行界 还未彻底没落实的风光 也见过很多天才骄子 像顾章之这样种 能够在末法时代 都能登陵五道绝颠 甚至一只脚 都踏入先天境的家伙 放在以往的修炼界 那也算得上是一方人物 可惜错生了时代 动天福地 顾章之眼中 有过瞬间的愣神 对于那种地方 他自然也是心生向往的 不过很快 他就摇头道 我就算早生百多年 恐怕也没用嘛 师尊 你和那六位 还在沉眠的前辈 当初已经达到先天境界 都没能退入那些动天福地 我自然也不会例外 左丘龙师笑道 不一样的 我们几个 都是没有根底的散修 而且潜力都已经耗尽了 就算去投靠那些古修一脉 也不会被接受 而你不同 根骨悟性都很出众 若是当初 能够被某只古修一脉的高人遇上 有很大概率 会收你入门墙 说到这 他自己又摇了摇头 罢了 现在再说这些 也没有用 顾章之 原本还遇在说什么 可突然顿住 目光往某个方向 扫视而出 左丘龙也在同一时间看了过去 在他们视线交汇之处 苏云带着苏白河 缓步行来 苏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顾章之走上前 冲着苏云拱了拱手 苏云点点头 冲着旁边的苏白河说道 爸 你先进去吧 我和他们聊几句 苏白河闻言 也没有多说什么 便禁止走入别墅 苏先生 这位 是我的恩师左丘龙 我的一身所学 皆是源自他所传 今日冒昧 前来拜访 乃是我老师 有事情 想和苏先生商量 顾章之介绍了 一下左丘龙的身份 便开门见山的说明来意 面对苏云这种 实力惯绝当时的高手 顾章之知道 任何拐弯抹角的试探 和玩弄小心思 都只能自取其辱 还不如直来直往 苏云目光 打量着左丘龙 神情玩味道 总算是见到了一位 货真价实的 先天之境的修炼者 可惜 气血衰败 生机激进枯竭了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先天境强者 因为凝炼了先天灵体 肉生活性出现了 本质性的变化 正常情况下 寿命可以达到三百载 当然 这只是理论上的 毕竟修行之道不可能 只是闭门苦修 总会有各种历练和争斗 多多少少 会遭受一些创伤 要是损疾元气 撼动根基 肯定要影响兽数 所以 先天境修士 能活两百多岁 也就顶天了 这左丘龙看着硬朗 但给苏云的感觉 就有一种默契沉沉 死气萦绕的味道 若是和常人一样生活 恐怕活不过十年 要是和人强行动手 激烈一战 直接挂掉都可能 苏小妖 老夫这次过来找你 主要是两件事 第一是 邀请你加入武神军 第二则是我听张之说 你得到了一份 古修传承 老夫想要 借来一关 若是其中 还有延年益寿的丹药 就更好了 只要苏小妖愿意答应 老夫必有后报 左丘龙也是 直接开口 苏云听后 一阵轻笑道 加入武神军的事情 就不用再说 我早就说过了 我不喜欢受到拘束 而且我所追求的东西 不是你们可以想象的 此事不必再提 至于想要看古修传承 甚至还想要延年益寿的临丹 你们能够拿出什么东西来 跟我交换 顾张之和左丘龙 听到这话 都是神色一动 对于第二件事 苏云没有一口回绝 这就说明有的商量 而且好像 还真有延年益寿的丹药 交换吗 左丘龙想了想 然后自信笑道 苏小友虽然借着古修 传承一飞冲天 登陵武道绝颠 但终究 还没有迈过先天之境 要冲击先天境 当中可有很多玄机和观翘 那可不是 根据什么古籍手册中的记载 就能明目通透的 这需要有先天境的引路人 传授经验和心得 甚至手把手指引你 而老夫可以帮你 以你的资质抵御 再加上老夫指点 哪怕如今是末法之事 老夫也有 把握住你十年之内 登陵先天境 说完之后 左丘龙就信心满满地看着苏云 不过 苏云连眼皮都懒得他一下 直到我冲击先天境 就这 苏云呵呵笑了一声 苏小友 似乎对老夫刚才所言之事 有些不以为然 左丘龙看到苏云的反应 眉头微微促起 似有些不满 在他看来 苏云这年轻人 实在有些娇狂了 虽然年纪轻轻修炼到 五道绝颠 确实也有狂妄的资本 但五道修炼和之后 踏入先天之境 那可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 苏云淡淡一笑道 指引我如何突破 先天境就不必了 我完全可以自己搞定 不过你们要是能答应我 另外一个条件 我倒是可以赠予 你们一些延年益寿的丹药 听到这话 左丘龙也顾不得 苏云话中的无礼 连忙问道 什么条件 从五神军中 至少派来 一位九品大宗师过来这里 给我的家人充当保镖 苏云说道 在经历过塔尼上人的事情后 苏云对于身边人的安全问题 也更加重视了 他不可能时刻 守在苏白河等人身边的 这就需要有另外一股力量 代替他进行保护的职责 左丘龙和顾章之面面相去 有些无语 要知道 在当今之世 五道九品的大宗师 那已经是位列当时顶峰的人物 可以说先天之下 除了顾章之这种武神级强者之外 九品大宗师 已经是无敌的象征了 这样的人物 不管是在哪一个五道世界和门派 那都是祖师一般的人物 纵是在武神军内 那也是一方将主 执掌大权的巨头 可苏云一开口 就要让这样的人 过来给他家人当保镖 苏先生 九品大宗师 便是在我武神军内 数量也不多 每一位都要镇压一方 能否换成七品八品的宗师 数量可以多几位 顾章之提议道 苏云想都不想 便回绝道 五道九品是最低的标准 七八品的货色 能起得了什么作用 我不妨实话告诉你们 就在之前 便有先罗国的大将头师 挟起弟子 绑了我父亲 要挟我交出古修传承 那位大将头师御使的 乃是九品大宗师级别的师傀 其弟子手段也非常了得 一般的七八品宗师 在他面前根本不够看 所以 至少也得是九品大宗师过来保护 才算有点用处 左丘龙和顾章之听到这话 都是脸色微微一变 苏白河被绑架的事情 因为才刚发生不久 连他们也没有收到相关消息 仙罗国的大将头师 顾章之神情阴沉道 是塔尼 还是蒙拉 亦或是乌萨玛尼 竟然敢潜入华夏之地 简直找死 仙罗国的大将头师 地位就等于五道界的九品大宗师 不过他们的手段 比五道大宗师更加协议诡决 整个仙罗国也就只有三个大将头师而已 每一个都在五神军的档案中 着重记录了相关消息 连这种极数的人物 都对苏云的家人有了想法 那派出九品大宗师过来保护 确实是很有必要 苏先生的要求 我答应了 明天我就会安排一位九品大宗师过来 只是 你之前所说的延年易寿的丹药 故章之目光灼灼地看着苏云 放心吧 这种丹药 我自己就能炼制 你找一些上年份的灵药给我送来 我替你炼制几没出来 苏云毫不在意地说道 延年易寿的灵丹 对其他人来说很珍贵 可遇而不可求 但对苏云而言 确实不算什么 他以前送给齐国正的那些补元丹 其实就有延年易寿的功效 甚至能够 让其酷竭的身体各器官都恢复生机活性 至于后来炼制出来的 给阮子锋 苏白河等人服用的元阳丹 那效果就更好了 当然了 左丘龙是先天高手 给这样的人补充生机 延长寿命 难度比起齐国正这种普通人来 要高出很多很多 补元丹肯定是不够格 甚至连元阳丹都不行 苏云需要用数种灵药 凝炼精华 炼制几枚灵丹出来 这对他而言并不算麻烦 前世他成就先王之境 涉猎广伯 在炼丹炼器方面也都有很高的造诣 炼制这种丹药 简直是小儿科 不过这些话 听在左丘龙耳中 却是在他内心掀起了滔天的巨浪 你居然还会炼丹 你得到的那份古修传承中 难道还包含了丹顶一道的技法 左丘龙不可置信地看着苏云 要知道 丹顶一道 便是在修炼界新盛的时候 也是非常的洗手 每一个炼丹师的地位都很高 而现在 这种末法时代 就连普通的先天境修炼者 都找不出几个 就更不要说炼丹师了 苏云笑了笑 也没有多解释什么 左丘龙脸色变化一阵 然后点头道 好 苏先生 我会尽快让人送一批灵药过来 能够被称之为灵药的 那最少都得是百年份的 以武神军的底蕴 这类资源自然是不缺的 谈妥了这件事之后 左丘龙就和顾章之告辞离开 他们没有再提让苏云加入武神军的事 也没有再说 想要观越古修传承的事情 苏云的态度太坚决了 好在 能够搞定严寿丹药 便已经是一大收获 若真能借着丹药之效 让腐朽的忌体再焕发生机 那左丘龙和他那几位同伴 就都不用继续沉眠归系了 在远离了临风山别墅区后 左丘龙还是忍不住 扭头回望了一眼 这地方是真的好啊 如果他能住到苏云的别墅中 那凭借着聚灵法阵的功效 灵气滋养下 就能更进一步延缓衰老 不过他也知道 像自己这种先天境的存在 一旦入内 吞吐之间 恐怕法阵聚那来的灵气 也就勉强够他一个人享用的 苏云是绝不可能同意让他入主 师父 这次你提议要指点他冲击先天 可那苏云却如此干脆地回绝了 莫非他真有能耐 可以凭自己顺利晋升 这时 顾张芝出声询问道 左丘龙沉默了一下 神情复杂地说道 我也不知 不过从他表现来看 应该是有十足的信心 用不了多久便能晋升先天 若真是如此 此子就着实可怕了 张芝 这次你挑选过来护卫的人选 好好斟酌一下 除了他要求的九品大宗师之外 你可以再挑一两个年纪轻 但资质经验的宗师晚辈过来 看看能不能入那位的眼 被赏赐一些机缘 左丘龙和顾张芝这对师徒 办事效率非常的高 第二天 他们就将苏云要求的保镖人选给送来了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 三道身影就翘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三号别墅之外 不过到了这里 他们就纷纷止步 没有跨入别墅范围 而阮子峰圈养的那只白雕 这个点似乎刚刚在四周群寻了一圈 觅食过来 看到别墅外面突然出现了三个陌生人 白雕眼中顿时闪过一抹凶光 急速俯冲而下 一双赤色利爪带着森寒之意 直接地抓下 不过这个时候 站着的三人中 有人抬头 往上看了一眼 一股无形的竞刚力量驳发而出 白雕才刚一靠近 就立刻被震飞了出去 三道身影分别一男两女 而且都显得无比的年轻 看着也就是二十多岁的模样 甚至年纪最小的一位女子 面容稚嫩 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 是个和阮子峰差不多的小丫头 武拓 这是苏先生圈养的灵情 千万不可伤他 其中一个女子出声提醒道 放心吧 我刚才用的是绵柔之力 伤不了他的 不过这白雕也真是够神俊的 爪盲之锐利 差点将我的靖刚之力都破开 寻常七品宗师的护身靖刚 可能都拦不住这白雕 那名叫武拓的年轻男子 与戴金探道 这赤爪白雕本就是特殊一种 实力非常强劲 再加上这段时间 时不时的还被喂养鸳鸳丹 他可以说是每一天都有巨大的提升 凭赤爪白雕如今的能耐 独斗一下寻常的七品武道宗师 那还是没问题的 不过武拓并不是寻常七品 他是武神军中年轻辈的绝顶天才 精通多种武道拳法和搏杀之术 同阶之中几乎难觅对手 甚至能和一些老牌的八品宗师交手 也正因为如此 顾章之才将武拓也安排过来 想看看他能不能有机会 入得了苏云的眼 得到一点赏赐或者指点 莫灵 听说 你曾经和苏云先生 还有过合作 他拥有武神级战力的情报 表示有你上报的 你能和我说说 苏先生此人的性情如何吗 武拓忽然看向先前说话的那位女子 低声询问道 合作 莫灵文言苦笑一声 说道 可担不起合作二字 当初那次行动 是苏先生单方面逼佑了我们 若非苏先生 恐怕我们那一支小队 恐怕就要全军覆没了 至于苏先生的性情 我们也只是打过一次交道 我可以判定不了 在他们说话这回功夫 被震飞出去的赤爪白雕 又扑杀了回来 而且他似乎被激怒了 身上散发着凶利的契机 小白 这时 一个清朗的声音 从别墅内响起 白雕飞冲过来的身形 微微一顿 而后便不再纠缠武拓三人 重新飞上云霄 与此同时 别墅顶层的露台上 苏云刚刚检阅了软子风的陈炼 然后便带着他 一跃而下 飞落到了别墅之外 苏先生 武拓三人纷纷见礼 嗯 没想到你也过来了 苏云看到慕灵 微微一愣 无非武道强者 而是异能组的人 慕灵微微一笑 解释道 武神君和异能组都同属天部 故章之大人 便是天部的最高领导人之一 有权调动异能组的 我虽然实力一般般 但苏先生 你知道我觉醒的 乃是木属性的异能 对于生命力的感应非常敏锐 甚至还能和周围的植物花草 形成微妙联系 借着他们感应四周的动静 只要我在这里 外人一旦进入临风山范围 就能被我立刻监察 哪怕是九品大宗师级强者 也休想无声无息地靠近别墅 说话间 木灵取出了他那根随身的权杖 轻轻地插入地底 下一刻 云尘立刻就感应到 四周的一些植物出现了不同 甚至远处有一些树枝 突然轻轻晃动起来 似乎在向苏云招手 不错 不错 苏云点了点头 对于木灵的本事 他之前就见识过了 不过那次见到的 是木系一能在 对敌攻击方面的 通过催发地底藤条 可以将八品宗师都束缚住 算是比较厉害了 而现在 木灵展现的是辅助监察方面的 你这能力不错 再配合上一位九品大宗师坐镇 这里的防护力量 倒是没什么问题了 苏云说着话 目光在旁边的武拓 还有另外一位少女身上扫过 这一看 他顿时皱眉 武拓给他的感觉 也就是厉害一点的七品宗师 撑死了和八品宗师过过招 至于另外那位少女 身上有内静流转 已成圆满之相 不过也就是个五到六品而已 不过在他这个年纪 能够修炼到这一步 足可以说明他的经验之资了 只是他胆子似乎有些小 苏云目光一注视到他身上 他立刻就低下头 注视着自己的脚尖 那位九品大宗师还没有到吗 苏云皱眉问道 木灵连忙说道 顾章之大人 原本是想要派遣一位 修行武道的大宗师过来的 不过后来想想 还有更合适的人选 所以便让他来了 木灵目光冲着那少女的方向 示意了一下 苏云吃了一惊 这才重新审视起 这位和阮子峰相差不多的少女 在他仔细感应之下 他终于察觉了不对劲 这少女虽然武道修为是六品层次 但其体内还存有着 另一股恐怖的能量 只不过 这处能量处于沉寂的状态 加上被他体内流转的 武道内境掩盖 刚才苏云一时间都没有注意 火凤 给苏先生展现一下你的手段吧 木灵说道 好的 木灵姐姐 那年轻女子应了一声 下一刻 他体内沉寂的那股能量 猛地涌动起来 他抬手一点 只见一道道火光猛地冲出 飞射向远方 火焰如龙 温度炙热无边 所过之处 草坪瞬间浮现浇灰一片 旁边的树木 也是立刻脱水纷纷爆裂 苏云看的都是一愣 跟在他身旁的阮子峰 更是惊呼出声 这随意发出的一道火光 瞬间爆发超过了3000度的高温 简直比燃烧弹还恐怖 而且 他明显没有动用权力 火凤是我们异能组的怪胎 小时候家里失火 父母都被烧死了 可他却在火灾中分毫未损 反而觉醒了火到异能 之后被异能组收入栽培 他可以不断地吸收火能 进行强化 而且提升速度太快了 异能觉醒的程度 节节攀升 如今的他 若是全力施围 演化焚天之火 五道九品大宗师遇上了 也只能退避三射 慕灵解释道 本来 以火凤这样恐怖的实力 绝对可以做得上异能组 乃至天部的巨头席位 不过他年纪太小了 经验资历都还远远不足 所以便没急着捧他上位 不过大家心里都有数 将来执掌异能组的 应该便是他了 你走近线 再让我好好看一看 苏云冲着火凤招了招手 火凤面对苏云 似乎有些紧张 低着头向苏云靠近了一些 苏云精神力蔓延而出 渗透入对方体内 很快 他像是发现了什么 脸色忍不住有些变化 过了好一会儿后 他才轻叹了口气 神情偷着几分遗憾 苏先生 怎么了 木铃注意到苏云的神色变化 不由出声问道 苏云挟了木铃一眼 但但说道 绝世之姿 可惜却被你们添补给培养废了 此话一出 木铃神情错愕 满是不解道 苏先生 你何出此言 为了栽培火凤 我们异能组的三位主宰 那可是耗费了苦心 在知道火凤能够通过 吞噬炙热能和火焰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异能之力后 他们便循序渐进地 给他营造各种炙热环境 让他稳步提升 比如让火凤到火山岩浆中浸泡 比如让他长时间经受高温火焰 发射器的火焰洗礼 甚至到后来 还单独为火凤 建造了实验性质的小型核反应堆 提供超过万度的高温 而火凤也不负众望 一步步适应下来 不断地强化 如今 他才15岁而已 便已拥有 让九品大宗师 都为之忌惮的能力 可以说 火凤是异能组组建以来 被培养出的最杰出人才 但苏云却说 火凤被培养废了 莫灵心里自然不服气 旁边的武拓 也神情古怪地看着苏云 说火凤被培养废了 他也觉得 是苏云在信口开河 哪怕以武拓这种自视甚高的天才 也不得不承认 火武是远超他的妖念 对方不仅火刀异能 恐怖绝伦 更重要的是 在武道修炼上 也有超凡的天资和悟性 以火凤掌握的火刀异能之力 能够焚山主海 举手台族之间 就可融化钢铁 萧融山时 攻击手段已经足够强了 唯一的薄弱 就是他肉身防御不够强 猝不及防之下 可能会被别人暗算 所以三年前 异能组的三大主宰 便让火凤向武神军学习武道 结果才三年光景而已 火凤就已经踏入武道六品 内境圆满 甚至都快要冲击七品宗师境界了 要是这样的天才 都算是被养废了 那他们又算什么 苏云看了看火凤 并没有解释什么 有些事情 就算说出来 其他人也未必能够明白 根据他刚才的深入观察 他发现 这火凤竟然身具朱雀神脉 堪比修行界的顶级火灵跟体质 不过朱雀神脉比较特殊 它的出现 和拥有者父母双方的实力血脉 统统没有关系 也不是先天而生 而是火到圣灵朱雀陨落后的 一道本源所化 只要有一只火到圣灵朱雀陨落 那么他死前 就会有一道本源散逸 随即地出现在浩瀚宇宙的某处角落 融入某位幸运体内 基于这个原因 朱雀神脉的体质 非常罕见稀少 像地球这种灵能枯竭的末法之地 能冒出一个朱雀神脉 那种概率低的简直不可想象 阮子风的先天灵体 和这朱雀神脉比起来 那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可惜 火凤的这朱雀神脉之体 被弄得几乎废了 本来的话 若是通过正统的修行 以火凤的朱雀神脉天赋 修炼火道 将来成就非同小可 入先天 结晶丹都是轻而易举的小事 只要不半途陨落 将来都能成为修行界的一方霸主 可是异能组不懂这些 也不知道朱雀神脉 只是一个劲地 让其不断地吞噬吸收热能 进行强化 手段太粗暴了 朱雀神脉需要酝养 需要随着修为提升 一点点去开发 可异能组那边的行为 等于是进行了合则而于是的挖掘 将朱雀神脉的潜能 给强行提前压榨出来了 饶是以苏云的淡然心境 看了之后 也不免觉得可惜和遗憾 要知道 他发现阮子风这个先天灵体 那都是循序渐进的来 一点点筑期开发体内的先天秘藏 结果易能组那群货色 居然搞废了一位朱雀神脉 好在 目前只是半费 还不算全费 给你一个忠告 接下去就先别去提升自己的火刀易能了 苏云看着火凤 劝告了一句 苏先生 火凤面露难色 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组织中的三位前辈 可都对他抱有极大的希望 敦促着他继续提升 而苏云 他今天只是第一次见而已 就让他停止提升火刀易能 而且连原因也不说 这只是我的一个剑一把了 听不听随你 苏云叹了口气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和火凤非亲非故 能够出言提醒 就已经人至一尽了 对方要是不听 他一介外人 没有身份 也没有立场去阻止 对了 你这次过来保护我的家人 虽然是奉命而来 但我也不能不表示一下 我正好有一篇控火之法 算不得高深 等一下就写下给你吧 苏云想了想 又开口道 其实 关于火道方面的神通秘法 苏云是有不少的 不过绝大多数都太玄妙高深了 需要很高的修为和境界 才能修行 所以他准备拿出一份 低阶的控火之法 当然了 所谓的低阶 那也是相对而言 以他这位先王的眼界来看 那是低阶控火之法 可在其他人眼中 哪怕是先天进高手看来 那控火之法 也足以称得上是神术了 那就多谢苏先生了 火凤连忙出言道谢 不过神情倒是显得很平静 因为他对于火焰掌控力很强 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什么控火之法 而且苏云也说了 他拿出来的控火之法并不高深 这自然让火凤提不起什么兴趣 不过碍于面子 他还是客客气气的道谢了 旁边 慕琳和武拓也都眼巴巴看着苏云 似乎想等着苏云 也给他们一点好处 不过苏云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 他会给火凤一点好处 那是因为火凤是守护这里的主力担当 而慕琳只是充当一下辅助 那武拓更是过来吃闲饭的 苏云怎么可能一见面就送好处